一个先天满属性的天才 就被称为废物 只因我在转职时 觉醒了史上最垃圾的道士职业 就连曾经重金挖我来的学校 也将我当成了耻辱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转职的当天 我就觉醒了神机天使系统 只要背诵三千道藏 就能成为紫炮天使 如今三年过去了 在同学无数次的嘲讽中 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此时只见一道透明金光 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我身上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只见我的面前出现了 代表三个不同技能的小人图画 一个小人浑身散发金光万丈 乃是金光神咒 中间小人则是双手盘 绕着狂暴的白色雷电 乃是震雷法 最后一个小人盘坐在地上 周身围绕着一个八卦奇门局 往往旋转的 正是奇门盾甲 这三个技能都强得离谱 可我目前处于十级阶段 只能选一个 但想起三天后 就要前往外城进行高考 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强大自身 于是我最终选择了金光盾 投意兽都代表不同的分数 三天时间 只要累积到足够的分数 就可以考上相应的高考 而同学们 在看到我这个废柴 也来参加考试时 各个眼中都露出嘲讽和嫌弃 可接下来更让他们 惊掉眼球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宋新锐和沈又威 竟然同时邀请我一起组队 宋新锐是15级召唤师 本身实力就极强 沈又威更是16级 隐藏职业月精灵祭祀 众人见到这一幕 看我的目光更是充满鄙 这阵容双条狗都能毕业了 就连老师们 再看到这一幕都彻底幕了 宋新锐和沈又威 只要随便加一个好点的队伍 上重点完全没有问题 却非要带个拖后腿呢 果然 如今考试时间 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而三人的积分依然是零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经规划好了刷分路线 首先便是嗜血鼠窟 宋新锐随机召唤了一头 獠牙野猪出来 在精神力控制下 野猪又胆颤又害怕地 朝那鼠窟洞口走过去 一瞬间 怪石中一下子 窜出六七头牛 独自大小的是血鼠 眼前的七头是血鼠 就要冲到近前 我一瞬间爆发开来 甩手就是一个大壁咚 跑在最前面的老鼠 顿时被扇得高高飞起 飞得老远 剩下几头是血鼠 不由停下来 朝那飞向高空的同伴看去 接下来修炼金光周的先驱 带来的强大力量 被我完美发挥出来 几只老鼠很快被解决 低头看了一眼积分 三人平分下 已经累积到了六十分 就这样 我们一直用野猪吸引老鼠 几个来回后 我们三人平均积分 已经累积到接近二百分 终于是血鼠王意识到了不对劲 从那乱石窟中钻了出来 浑身血红色毛发 体型比普通的是血鼠 要强壮好几倍 是血鼠王意出现 就看到满地的小弟尸体 顿时气的双眼通火 二话不说 直接朝我冲过来 我右手迅速捏起法绝 轻声念叨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休一劫 镇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体有金光 副印无身 话音一落 我身上迅速覆盖了一层淡淡金光 双瞳也在这一刻变成金色 面对急冲而来的是血鼠王 双脚一沉 轰冬 两者相撞的那一刻 荡气满地灰尘 沈又微忍不住有些紧张 但已经看不清灰尘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拳拳到肉的碰撞声 和是血鼠王的嘶吼声 很快等烟尘消散后 两女才看清战斗的情况 眼中顿时透露出震惊 只见我一手按着嗜血鼠王 一手散发着金光的拳头不停落下 16级的鼠王根本毫无反抗能力 被打得凄惨 下一刻 嗜血鼠王庞大的身体 缓缓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生心 而外城凌川第一中校的几位老师 有些震惊地看着三人的分数 如同坐火箭一般上升 一口气直接甩开众人一倍的分数 而在清理完事血水哭之后 我们又以同样的方法 清理了爪地分离的交涉 更是在三人的配合下 击杀了21级的交涉 与此同时 整个宁川教训局 不可思议地看着排行榜上 学生的积分名单 前三名的分数一名一样 360几分 而第四名才刚刚259分 甩开了整整100多分 而随着时间的进行 为了能取得更高的分数 我们决定前往 异兽范围的猎人鱼岛 面对这些人面鱼兽 我眼中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只有对战斗的兴奋 但随着这里鱼类越来越多 不远处也再次吸引了一批 更多数量的人面鱼兽 死死盯着这 湖泊的更深处 一头更大的阴影 也缓缓朝这边游了过来 身为月精灵祭祀职业的沈又威 本身就对自然环境 有着格外感知 似乎意识到不对劲 他立马切换成月精灵形态 朝上面飞去 一入眼就清晰看到 湖泊水底有一头 十几米长的庞大阴影 正一点点靠近 红色暗洞 刚要按下积分器的红色暗洞 我和沈又威两人 陡然浮出水面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这见一头庞大宛如鲜鱼的巨型鱼兽 也跟着冲出来 他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两人一口吞下 我双手用力一把 将沈又威甩到岸边 然后整个人重新坠入湖泊中 扑通一声 整个人仿佛被那张血盆大口 一笔吞掉 陡然消失不见 沈又威和宋新锐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快到根本让人无法出发 宋新锐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按下红色暗洞 他现在不管自己 会不会提前结束高考的问题 而是只要我能活下来就行 远处刚抵达异兽领域的救援队 接到宋新锐求援的那一刻 脸色顿时一变 上面可是下达指令的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三个孩子出事 二话不说 连忙朝猎人鱼港这边赶过来 两女呆愣在岸边 满眼不可置信 从未经历过这一切的他们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一行五人的救援队赶了过来 在了解情况后 迅速朝着我的定位步伐 而我此时正在大鱼的肚子里 胸腔内的氧气 已经坚持不了多久 不仅如此 这壁囊内充斥着腐蚀性的液体 唯有金光剑可以跑出壁囊 随着剑纸上 岩伸出一柄三尺清风 顿时周围的腐蚀液体 迅速包过我全身 紧剩的裤子在迅速被分解 皮肤开始传来阵阵着烧感 带着危险关头 我孤注一掷 用尽全力刺出 一瞬间内脏臂囊被我切开 粘稠内脏和鲜血 顿时混合挤压过来 不过我并没有停下来 那双筋谋下 带着天时威严 直接施展清风剑绝 不停切碎眼前内脏 一步步向前冲去 大鲶鱼怪顿时 痛苦地开始晃动身体 嘴里也同时喷出血液 看到这一幕 救援队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跳下水 等他们来到了水下 终于看清那头 十几米长的庞大鲜鱼怪 正是三十级的吞鲜鱼 无亚于三转地手 随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我手持一柄金色长剑 从吞鲜鱼的腹中走出来 吞鲜鱼的肚子 直接被我割出一个口 身体里面所有内脏 几乎都被我破坏得干干净净 吞鲜鱼剧烈挣扎一番后 终于躺在原地一动都动 彻底死 他从没想过自己 会被吞下去的食物给杀了 一瞬间 我们三人的分数同时暴涨 三十级异兽分数直接翻了五倍 三人同时累计到六百分 而这仅仅是考试的第二天 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很可能会打过王牌斩杀队 创造的879分的最高纪录 我浮出水面 看向沈幽威说道 水里的人面鱼兽没多少了 明天换位置 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两女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我穿上衣服 一脚踢在獠牙野猪屁股上 还愣着干嘛 去林子周围逛一去 獠牙野猪一脸委屈 但还是坐起身 朝周围林子过去 但他也不傻 很是警惕 就在边缘徘徊 根本不敢进去太深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 在他身后就跟了一群异兽出来 这些异兽一直躲藏在周围 盯着三人一整天了 这送上门来的香喷喷野猪 顿时忍不住诱火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我不要笑了起来 这六百多分 野猪的功劳是真不小 又吸引了一波分数出来 沈幽威熟练的 给他身上加了一层月神祝福 本来就扑腾很快的野猪 更是一个加速 跑得更快 一群等级参差不齐的异兽 刚追上来 早已准备好的三人迅速动手 宋星蕊指挥着腐蛇帅 先冲了上去 沈幽威也切换成月精灵形态 双翼展开 跟着一起进入异兽群中 这些异兽几乎都是十几集 甚至几集 只有个别二十集的异兽 在两人联手下 轻而易举 并全部准杀 战斗很快结束 宋星蕊突然惊呼一声 身上散发出一阵淡淡的光芒 我敏锐感受到 他的气息变强了一些 他来是升级了 果不其然 小腐蛇和獠牙野猪 也同时升到十六级 体型陡然变大不少 战力也提升不少 猎人鱼港附近 有些残破的木屋 都是以往那些猎人搭建出来的 勉强可以休息 点燃篝火后 和昨夜一样 两头召唤兽手叶 我们三人休息 不修炼不知道 我闭上眼睛 准备刻印人鲜文的时候 陡然吓一跳 第六遍的鲜文 竟然已经刻印完一大半 多半是白天 在大鱼怪肚子里 全力运转人鲜驱的原因 但那些腐蚀液刺激下 竟然加快了鲜文烙印的进程 不愧是盗门顶级链踢法 这些神秘且强大的纹落 落在沈又威和宋星蕊眼中 都很是好奇 不知道为什么 因着这些纹落看久了 他们也觉得身体很是舒服 冥想的速度也加快许多 倒是职业真是废物 一晚上时间悄然无息过去 稍微收拾一下后 三人离开猎人鱼港 进入丛林兽殿 老规矩 让獠牙野猪充当诱饵 三人一蛇埋伏 一片丛林空地里 野猪欲哭无泪的用树磨擦着后背 皮操肉厚的他 都快磨土露皮了 但这个动作 特别容易让异兽以为他放松警惕 可以偷袭的信号 他已经用这个动作 诱惑了十几头异兽 果不其然 丛林中一片草丛陡然晃荡起来 下一刻 一头正临的飞纹猎豹 猛然从那位置冲出来 速度十分逊 獠牙野猪看到他后 顿时发出惊喜的叫声 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全是22级引爆 这一次 哪怕是野猪的速度 都差一点咬到 但没刨几骨 就被拍飞出去 狠狠撞在一块大石头上 野猪还没来得及挣扎起来 就被引爆狠狠扑上来 粗壮有力的爪子 重重踩在他身上 二话不说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对准他的脖盆咬下 就在獠牙野猪 就要葬身在引爆口中时 树到月光刃急速飞了过来 转眼而止 但引爆反应速度很快 在光刃还没靠近的一瞬间 他永远跳开 所有光刃直接砍在身后树上 留下深深的痕迹 引爆凶狠地看着光刃飞来的方向 目露凶光 但也十分警惕 锐利的眼中通斥着智慧 獠牙野猪趁此机会 连忙狼狈起身跑了回来 刚才他都差点吓尿了 沈又威与宋星蕊准了好技能 我直接就冲了出去 施展人鲜纹与金光皱 熟悉的月神蛛落在身上 弥补了点速度上不足烈士 我迅速来到猎豹跟前 一拳砸下 引爆低吼一声 咆哮着冲来 我惊铜闪烁 猛然转头 右手直接甩肘朝身后打去 肘部准确落在引爆的下额处 直接将其砸飞到半空 脸色平淡且冷静 一只手死死掐住引爆的伯格 金色铜锚下 是天师的武器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按着这头异兽狠狠砸在地面 引爆喷一口鲜血 被摔得五分七速 宋星蕊迅速出现在身边 一只手按在引爆身上 闭上眼睛 迅兽技能发动 我本以为这次不会成功 毕竟宋星蕊也才16级 想要控制一头22级的引爆 影机差距太大 但弱小的异兽又根本没必要控制 但让我意外的是 伴随着一个奇异符文 在宋星蕊手中浮现 竟然成功打入了引爆体内 看到这一幕 宋星蕊也忍不住瞪大眼睛 竟然驯服了一头22级引爆 要知道驯服和召唤不同 驯服成功后 不仅跟召唤兽一样听从命运 还不消耗精神力维持其余 果不其然 这头22级引爆盘握在地上 跪舔着宋星蕊的手心 毫无敌意 本来就拥有双头胶舌的他 再搭配上22级引爆 我都感觉很棘手了 至于獠牙野猪大货 除了吃得多 确实算不上太多战 我习惯性踢了一脚野猪 让他开始干活 獠牙野猪有些畏惧地看了眼引爆 非常不服气 明明他才是最先来的 却为什么一直处于底层 哭丧着脸 很是自觉地再次来到恐地 开始了新一轮的钓鱼指法 果不其然 这丛林的异兽就不会守 但像獠牙野猪这种优质猎人 更少 很快又有几头异兽冰上了他 刚要动手 几个身影就来到他们身边 直接下狠手 下一刻 这些异兽就全部成为血粉 在这样的钓鱼节奏下 三人哪怕是组队 分数也超过了800的 外城的导师们 看着屏幕上三人的成绩 836分 直接甩开第四名羔羊 接近150分 最离谱的是 三人是组队的方式 分数并排第一 异兽领域的丛林中 我看着外城区域的地图 目光落在一个图标 寂静森林 寂静森林的危险难度 比沼泽森林还要高一些 地图资料上显示 里面有不少编译的 树妖怪物 不仅危险 而且树妖很难杀 每一个生命力 都几乎点满了一样 几人配合都要杀半天 所以很少有学生 会把寂静森林作为目标 原本接近20多公里的路程 在引爆的速度下 哪怕驼着三人 也仅仅只花十多分钟 就来到了寂静森林的外围处 引爆缓缓停了下来 身为异兽 他敏锐感知到这片森林的危险 寂静森林 又称为死亡森林 在这里 连一只鸟和虫子都看不见 但树林却长得极为茂盛 这诡异的一幕 比沼泽森林要害人许多 獠牙野猪有些畏惧地 依靠在娇舌身边 眼前这片森林在他眼里 就像是会包皮食肉的可怕梦 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没好气地走过来踹他一脚 你这猪胆子什么时候 能有点长进 都十六级了 怎么还什么都怕 野猪一脸诛生无妄 全是天敌 他能有什么法子 净化树腰可以伪装成 普通树木的模样 肉眼很难分辨出来 这也是对方捕食的方式 伪装到极致 再雷霆出手 很少有猎物能在对方手中逃脱 但攻击方式很单调 只能依靠树藤之条来攻击 自身还不能移动 不过因为其坚韧的树皮防御 和强大的生命 这些树腰 他显得很难杀 我从兜里掏出一些符禄 依旧是最基础的镜幅 对这些树腰 还是有着探测效果 獠牙野猪看到这一幕 不由松口气 还以为又要让自己去蹭树皮 我几乎每靠近一棵树木 就会直接甩出一张葫芦 稳稳贴在树上 一连贴了十几张葫芦后 居然一颗血腥树腰都没遇到 正当我有些诧异时 手中一张葫芦 随意甩在远在一棵不起眼的树上 那张镜幅刚贴上 顿时冒出清烟 随即陡然燃烧起来 那棵树身上陡然睁开一双 拳头大小的血红眼睛 死死盯咒了三人 二话不说 延伸出数十条枝条 迅猛朝他们甩来 巨大的力量 直接在空中滑出惊爆声 然而这个距离 几人轻而易举就躲了开来 胶蛇收缩起身子 引爆更是一个后跳 好好 獠牙野猪突然痛嚎一声 只见树根藤条 准确无误地抽在他屁股上 四条小短腿 根本没法跳起躲开 顿时发出凄厉的猪叫声 叶响无奈地看了一眼野猪 这家伙真的是废 身上泛起人鲜纹 整个人迅速冲了上去 一把拽住獠牙野猪的尾巴 用力朝后面甩去 啪 又是一道气爆声 树道藤条朝叶响批来 叶响不退反镜 眼中闪烁着金芒 迅速躲开了好几条藤边 手中捏起剑纸 金光涌现 化作三尺青锋 直接施展青锋剑绝 身形潇洒间 初见快速 眨眼间便将所有靠近的藤条 全部斩断 漫天藤条围绕着 叶响周身坠落下来 此时 他也来到了这颗嗜血树妖面前 一箭刺进 嗜血树妖没法躲避 扎根在原地 一旦靠近 也只能被动挨打 金光长剑只感觉稍微有些阻碍 就直接刺穿了嗜血树妖的表面 宛如捅进肉体一般 发出扑斥的声音 随即一股浓稠的血液 顺着金光长剑蹦践出来 树妖看到这一幕 甚至想要将它吼死 然而叶响眼睛都没眨一下 转过身 又刺了一箭进去 就在这时 地面陡然生长出密密麻麻的血红色藤条 上面不少还连着一些骨骼 这些血色藤条 迅速缠绕在叶响的脚踝 一点点延伸上来 沈又微看到这一幕 不由有些着急 连忙变身成月精灵模样 手中出现月光长剑 煽动光翼迅速飞了过来 每一剑都宛如月光一般落下 所有藤条再次锻炼 叶响自始至终都没有停下来 手中金光长剑 彻底没入嗜血树妖体内 嘴角微微一翘 道书上有记载 金光神下 鬼妖丧胆 金怪亡形 对付这种金怪 金光咒相当克制 果不其然 金光长剑在他体内陡然炸开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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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束束金光 从嗜血树妖体内疯狂炸开 粘稠的叶体漫天飞溅 叶响早已抽身 拽着沈又微退后 这树妖要从外面一刀刀砍死 几乎不现实 但从内部炸开 只需要一下 果不其然 这颗嗜血树妖飞快地枯萎起来 原本茂盛的绿叶全部变得焦黄 然后宛如骨灰一般 漫天飘扬 一头二十一级的嗜血树妖 就这样被解决 成为三人的学分 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选择寂静森林 对付这些金怪 可远比对付其他异兽简单多了 好杀 等级还高 走吧 找下一头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今天能突破到九百分 叶响说道 宋新锐呆愣愣地 看着那头树妖的惨状 茫然点头 他现在 真的变得好厉害 老规矩 叶响看到树 就甩一张符露 就算不是 也没收回 可以分辨一下 省得浪费时间 高中三年来 不是在看到藏 就是画符 他自己都不知道 存了多少张 就在这时 又一颗贴在树上的符露 陡然燃烧起来 净符有反应 这一次 三人迅速做出反应 獠牙野猪熬嚎一声 朝后面跑去 引爆与叶响同时向前 单手捏起金光皱 化作长剑 果不其然 这头嗜血树妖 本来还打算装一下 看到这一幕 连忙挥舞着无数藤条落下来 这颗树笔之前要大上许多 藤条的数量和距离 也明显多了不少 25集嗜血树妖 叶响舔了舔嘴唇 变成学分吧 引爆在宋新锐的指挥下 窜到叶响身前 锋利利爪 迅速将不少藤条斩断 可惜藤条的数量太多 他很快就被无数藤条包裹起来 趁此间隙 叶响已经来到树妖身前 金光长剑瞬间刺进树妖体内 扑斥一声 一双大大的血红眼睛睁开 疯狂地注视着他 但一切已经结束 金光在他体内猛然炸开 轰的一声 金光密密麻麻从内部透射出来 密布整个树身 下一刻 陡然炸链 树冠和先前一样 迅速枯萎脱落 漫天树叶 更是眨眼间变得焦黄 引爆从枯萎的藤条中震脱出来 看着叶响的眼神 变得更加敬畏起来 就这样 一棵一棵树排查过去 很快又解决了六头嗜血树妖 几乎都是二十级以上的树妖 分数累积得很快 仅仅只过去两个小时 三人的分数已经来到889分 只要再找到两头树妖 就能超过900分 这刷分的速度 毫无疑问 已经远远超过同龄人刷分的速度 900分 哪怕是25级的猎人 三天时间也不宜能做到 又是一个小时 他们终于从寂静森林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三头威猛异兽 獠牙野猪跟在引爆与双头娇蛇身边 底气不是一般的足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下午六点 距离高考结束九点 还有三个小时 但分数已经足够 没必要再刷下去 三人有说有笑 一路慢慢地走回去 夕阳余晖 将他们的身影拉长 重新回到外城大门后 守门的士兵看到三头异兽 先是吓一跳 但很快反应过来 看到他们走过来 不由疑惑问道 同学 距离高考 结束还有一个多小时 不再努力一会儿吗 宋新蕊笑了笑 分数够了 分数哪有够的 不是越高越好吗 士兵以过来人的观念 刚要多说几句 他突然注意到 宋新蕊手腕上的积分器 显示915分数 眼睛一瞪 还以为看花眼了 不由擦了擦眼睛 数字还是没变化 长官 不用看了 我们分数已经够了 想提前结束高考 叶祥开口说道 你们都是900多分 士兵惊愕地打开大门 然后呆呆地看着三人走远 过去了好久 才回过神来 他似乎意识到 自己见证了一个 不得了的奇迹 叶祥三人刚走进大门 远远就看到 宁川义中所有导师 早已在大门不远处等着 默默看着这三个学生 叶祥神情平静 一步步走到老校长面前 摘下积分器 递给他 没有多说一句话 直接转身离开 你们只需要一个成绩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成绩 沈又威见状 也连忙摘下积分器跟了上去 清雨露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神情很是复杂 一个小时后 全国高考同时结束 所有积分器停止积分 分数连网同时录入数据归档 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 三个学生的名字和分数 疯狂席卷开来 沈又威追上叶祥的身影 跑上来 好奇问道 叶哥哥 你打算去哪所高校啊 干嘛 叶祥瞥了他一眼 都跟了我那么多年了 大学还打算跟着 威风撩起沈又威的刘海 白皙清秀的面容越发动人 不知不觉间 以前那个跟屁虫小女孩 都长得这般挺挺欲力了 不行吗 我就要跟着叶哥哥 沈又威抱起叶祥的胳膊 还没想过 等接到通知书再说吧 叶祥无奈道 对于三座顶级高校 他的确没怎么想过 战神高校是战斗职业最多的高校 军方机构体系 所以也是军事化管理 同样也是男生最多的高校 审判高校 比较综合 什么职业都有 只要分数限达到 条件符合 基本都会录取 盛庆高校 许多冥想法师类的职业 或者是辅助类职业 都会选择这里 所以女生占多数 高考结束后 就没必要继续在这里待着 所有学生可以直接回家 等待领取毕业证 和高校录取通知书 叶祥虽然跟沈又威一起从小长大 但在高中的时候 就搬出去住了 叶哥哥 今晚上来家里吃饭吧 我妈前段时间还念叨你呢 说你好久没来了 沈又威突然说道 叶祥没有太多犹豫 点点头 行 我先回宿舍收拾行李 沈又威父母对他很好 但毕竟叶祥懂事太早 没办法将两人当父母看待 所以一直当做长辈看待 回到中校宿舍后 叶祥收拾好行李 起身看了一眼 这个待了三年 却毫无温度的宿舍 目光中没有半点留恋 这三年来 他听到最多的是嘲讽 是不屑 哪怕是老师 也把他透明化 叶祥刚走出门 就看到几个室友 有说有笑地走回来 似乎考得还不错 当他们看到 已经收拾好行李的叶祥 不由一愣 随即嘲讽一笑 哟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不会是连毕业分数 都没达到吧 哈哈 实际倒是职业 还参加什么高考啊 哥们 以后就不是一路人了 猜猜我多少分 叶祥平静地 看着三年室友 淡淡一笑 问到多少分 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得意一笑 哥645 我也不低 628分 我653 咱们一个寝室三个人 都考上一本线了 叶祥你多少分 不会是200分都不到吧 也是 连头疯狼都杀不死 哎 真是可惜了 要是跟我们一起 说不定还能帮你杀几头 看着三人一脸假惺惺的模样 叶祥认真地点点头 嗯 你们说的没错 以后的确不是一路人了 提起行李箱 一脸淡然地 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跟这三个货色 还真聊不到一块去 等叶祥走远后 三人一脸茫然 面面相觑 这家伙怎么回事 难不成因为高考考杂了 所以疯了吗 群里分数已经统计出来了 看一看这家伙多少分 其中一人拿出手机 打开班级群里 果不其然 众人的分数 都已经统计出来 三人下意识看向成绩单最下面 以往各个科目的成绩 叶祥都在倒数第一名 一眼就能看到 但这一次 竟然不是 这家伙 不会是没考吧 旁边一人不由说道 有可能 这家伙多半就没去考试 没有 我看到他去了 还跟沈又威 和隔壁班的宋新蕊 一起组队来着 网上找找 应该是让这两个女生 带分带上去了估计 然而随着越网上 众人都看到自己的名字后 都没有看到叶祥的名字 不由一脸茫然 卧槽 你俩快看上面 李华突然指着成绩单 最上面喊道 两人文言看去 顿时呆愣在原地 满脸震惊 叶祥 915分 沈又威 915分 假的吧 900多分 怎么可能啊 与此同时 班里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到叶祥的成绩 第一时间就是不相信 是不是班主任统计错了 或许太多人询问了 清语录直接在群里回复道 叶祥同学的成绩属实 与沈又威 还有隔壁两班宋新蕊 并列全国第一 简单的一句话 彻底让所有人炸了 全国第一 与此同时 全国各大媒体 新闻媒体直播 公布今年高考学生的分数 一家普通的小区住户里 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忙活丰盛的晚餐 沈母有些担忧 高考已经结束了 也不知道这两孩子能考多少分 沈父点点头 又为我不担心 他老师之前跟我说过 他考上顶级高校问题不大 但叶祥这孩子 要难一些 沈母无奈叹气 就算避不了夜也没事 再换个学校继续读 实在不行 就去你的车间工作也好 沈父点点头 没有半点意见 他们之所以收养叶祥 其实更多的是报恩 叶祥的父母在牺牲前 曾救过他们一家三口 所以在得知夜想成为孤儿后 两人没有任何犹豫 选择收养 就在这时 电视上的新闻女主持说道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这一届高考上的情况 今年这一届 的确给了我们太多惊喜 谁也没想到 今年的高考状元 竟然有三个 是的 大家没有听错 今年的高考状元有三个 三年寒窗苦读 日日夜夜奋斗训练 人类将来的希望 都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而今年并列全国第一的三位学子 都来自宁川第一中校 听到这熟悉的学校名字 两人不由抬头看向电视 嗯 跟俩孩子是一个学校的 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屏幕上 出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夜想与沈又威 还有一个长相 也挺清秀聪明的女孩子 并排一起 夜想 16集 职业道士 分数915分 沈又威 17集 隐藏职业月精灵祭祀 分数915分 宋新蕊 16集 职业召唤师 分数915分 就在这时 房门打开 沈又威一脸开心地说道 爸 妈 我回来了 两父母闻声转过头来 满脸呆愣震惊 三天后 夜想回到中校 来拿毕业证 高校上 横幅上写着 三位高考状元的名字 但仿佛跟他没关系一样 一如以前 平静地走进大门 来到教室 不少人抬起头 注视着他 哪怕过去那么些天了 众人还是难以相信 那个高考状元 会是他 想要说些什么 可又不知道说什么 班级里 好像唯一跟他亲近的 也只有沈又威一人 轻语录这时候 拿着一堆毕业证书走了进来 看着众人 微微点头 三年时间 转眼一想 还是过去了 希望大家这三年来的努力 都得到了一个满意答案 但不要松懈 你们只是跨出了第一步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念叨名字的上来领毕业证 黎明 很快 众人几乎都领好了毕业证 唯有夜想和沈又威还没念到 轻语录面色复杂地 看着手中两本毕业证 其实我很幸运 能亲自陪你们走过这三年 你们的羽翼已丰满 展翅欲飞 夜想 沈又威 如果将来 你们走到那一步 我希望你们能带领人族 走得更远一些 但也请谨慎珍惜 现在的自由时光 沈又威 沈又威文言站起身 眼中泛起雾光走上来 轻轻接过毕业证 知道了老师 夜想 夜想文声站起身来 不仅教室里 大家都在看着他 教室外面 也有不少学生好奇地在观望 都是高一高二的学生 想要看看 这位高考状元的学长学姐 轻雨露静静地看着夜想 将毕业证书递给他 说道 你读了三年道书 我都看在眼里 你的坚持和毅力 其实早已证明了你的潜力 在你身上 老师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普通的职业 也无法遏制一个人的成长 这三年来 是你教会了我们不少东西 道书上 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想要跟同学分享的 夜想接过毕业证书 转过身来 目光平静地看着三年同学 没什么好说的 各位再接再厉 轻雨露顿时一头黑线 你给我下去 毫无疑问 很快 三所顶级高校 都向夜想和沈又威 发来录取通知书 这两天 又威的父母接电话都接妈了 夜想认真思索一下后 最终选择三座顶级高校中 实力最弱的盛庆高校 嗨嗨 自然不是奔着美女多才选择的 完全是因为天师职业 就是冥想烙印的路子 后期就算是转职内修 掌握雷法 奇门遁甲中的万千法术 或者是练器练阵练丹 都需要尽心花不少时间 短期来看 加入战神高校 虽然可以让人先驱升级很快 但长期来看 得不偿失 沈又威在得知 夜想选择盛庆高校后 二话不说 也跟着选择 一脸开心 夜哥哥 我们又要当四年同学了 夜想有些无奈 不过他的职业 也适合盛庆高校 他突然想起宋星蕊 他的召唤师职业 多半会选择审判高校吧 一个月后 就要前往京都报道了 先好好修炼 把等级提升上去 夜想说道 嗯嗯 放心吧 不会拖夜哥哥的后腿 沈又威信誓旦旦地说道 在中校 16.17级 或许是数一数二了 但对于顶级高校来说 16级其实只是门槛 不少天才人物 升级快的 甚至达到了18级 而等这个暑假结束 等开学后 说不定已经有人达到20级 要知道20级后 职业会再次进化 实力自然会提升不少 就比如宋星蕊的召唤师职业 就可以多召唤出一头召唤兽来培养 顺便还能多驯服一头异兽 沈又威二转后 也会提升他的月精灵形态 辅助光环 说不定也会多一个 夜想自然有些期待 天师二转后 应该能选雷法了吧 掌握雷法 就相当于转职了最强大的雷电法师职业 并且还能多一条修炼路子 到时候 等级也能提升更快一些 想到这里 这一个月 夜想开始刻苦修炼 白天进入虚境界 挑战不同的异兽 等级全部设定高于自己五级 但战斗强度依旧不够 不过没辙 竞技场最高只能挑选 高于自己五级的一手 质量不行 数量来凑 夜想开始尝试 同时与五头21级的双头娇舌对战 结束后 到晚上就继续冥想 闹应人先闻 随着人先闻后面刻印难度越来越大 过去一个月 他终究还是卡在了第十变人先闻上 现在修炼一天时间 人先闻的进度只有十分之一 目前最少还需要一个周 才能完成这最后一遍人先闻 突破到二十级 他刚睁开眼睛 门外就响起敲门声 熟悉的声音清脆喊道 叶哥哥 该出发了 叶想文言站起身 这些天连升三级 人先驱让他的身高再次长高几公分 身体素质也变强了很多 他现在哪怕不使用金光皱 或者人先驱 身体蕴含的力量 也能轻易拍死同级的胶舌 可见人先驱练体的强大 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沈又威 仿佛又漂亮了许多 白皙仿佛会发光的肌肤 光滑无比 明亮的眼睛 清澈宛如星辰 精致的五官 动人的身姿 还有宛如月光冰青玉洁的气质 叶想很快反应过来 不由问道 你到二十级 兮兮 被你看出来了 昨晚上刚突破 沈又威很是开心的说道 不仅技能多了 月精灵形态也进化了 叶哥哥要不要看看 哦 真棒 下回看吧 叶想很是敷衍道 沈又威顿时嘟起嘴 好没意思的人 也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 叶想也很快整理好 与又威一同出门 刚下楼 就看到楼下沈父的车 早已等候 他看着叶想身上的变化 不由点点头 不错 精神气很足 沈母也很满意地看着叶想 虽然不是亲生儿子 但早已把他当作儿子 现在看到两人都那么优秀 这些天脸上的笑容 就没消失过 叶想 上大学后 也要看着点又威 他太单纯了 沈母习惯性叮嘱道 这熟悉的一幕 一如三年前上高中的时候 叶想点点头 知道了伯母 看到叶想那么懂事 沈母不由有些感慨 要是叶想的亲生父母 看到他现在这么优秀 想必一定会很开心吧 沈父坐在前面开着车 看着后视镜里的三人 嘴角缓缓泛起笑容 两个孩子都很出色 他怎么会不开心呢 然而就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叶想突然皱起眉头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人行道 在那里 有一群人在等着绿灯 叶想微眯起眼睛 转至天师后 他的感知非常灵敏 刚才的感觉不会错 他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敌意 那眼神十分憎恨 仿佛想要立即杀死他一样 但等他看过去的时候 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怎么了 沈母注意到叶想的表情 不由问道 叶想摇摇头 没事 只是有点饿 早饭忘记吃了 沈母一拍脑袋 真是 先前被又微一直催着赶过来 都忘记给你带早饭了 沈又微有些歉意 对不起叶哥哥 我有点激动 叶想笑了笑 待会儿到高铁站后 随便吃点就行 他目光又看了一眼 行人红绿灯位置 目光深邃 身上人鲜纹随时施展 右手也已经捏起法绝 就在刚才说话的间隙 他又感受到了那种 非常憎恨敌视的眼神 确定没有感受错 不管对方出自什么目的 但这种眼神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沈又微疑惑看着叶想 突然眼中划过一丝聪慧的眼神 高考三天下来 叶想进入战斗状态的一些细节 他再熟悉不过了 周围有什么东西 让叶哥哥一下子紧绷起来 想到这里 他伸出手 小心翼翼碰了他一下 叶想低头看了他一眼 微不可测的点了点头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些默契还是有的 不管敌人是谁 优先保护好沈母和沈父 他们虽然有三十级 但其实都是副职业 比如沈母是药剂师 沈父是机械维修师 两人都没有太多站立 眼见红灯还剩下二十秒 一旁的斑马线路灯也开始转绿 那一群人顿时朝这边走过来 叶想故意没朝那边看去 果不其然 那敌士的眼神再次盯过来 就在这人群之中 叶想尽量用余光去看 很快就确认了目标 一个瘦瘦高高 看起来像是个年轻人 但这大热天 戴着卫衣帽子 还看不清半张脸 穿得挺潮流 那个人混在人群中 一步步点朝这边走过来 叶想低着头 手中金光神咒法绝已经捏好 随之可以使用 衣服下 玄奥的人先闻隐隐显露 参加过高考的他 和没参加过高考的他 无形中已经完成了第一层蜕变 那就是血性和警惕 沈父毫无察觉 只是默默盯着红绿灯 沈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疑惑地看着叶想和又威 这两孩子怎么有点古怪 就在这时 那年轻人终于来到轿车面前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张脸 却刹那间 从他身上爆发出无数可怕的骨刺 瞬间穿透挡风玻璃 朝车内四人刺来 沈父和沈母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反应不过来 就在危机关头 叶想身上爆发出璀碳金光 差只毫厘间 一把将沈父的座椅 硬生生朝后掰了一下 沈父愣神间 叶想的身躯已经挡在他身前 浑身散发着人 鲜文烙印与金光 惊同威严至极 沈父呆呆地看着他 扑斥一声 一根骨刺穿透了金光 穿破了人鲜文 直接穿过叶想的胸膛 叶想看着愣神的三人喊道 又威 走 沈又威看着叶想血淋淋的胸口 但他知道现在不是心疼的时候 身上月光笼罩 迅速变化成月精灵模样 原本只是普通的光翼 变成柔顺的羽翼 他抱住父母 连忙撞开 车门冲了出去 叶想看到这一幕 稍微松口气 就扑斥一声 喷出一大口鲜血 但幸运的是 他能感受到 这根骨刺并没有刺中要害 只是穿过肋骨再穿了出来 金光化作长剑 一把将骨刺斩断 看到叶想还能动 眼前浑身爆发出骨刺的人形怪物 明显一愣 没死 叶想也认出眼前这个家伙 只见那张脸 从人族诡异间变成了异族 竟然是四十级的骨骸异族 怎么可能 异族什么时候 有伪装成人族的能力 哼 哟 哟 点意思 骨骸异族 发出沙哑难听的声音 死死盯着叶想 这异族与人族一样 拥有智慧 有着完整的传承体系 异族分了十二大族 骨骸异族 就是其中一个种族 但谁也没想到 宁川城竟然会潜伏进来一头异族 此时叶想捂住胸口 喘着粗气 死死盯着这头骨骸异族 这家伙的骨刺 在一瞬间 就破开了他的金光咒和人先驱 这实力明显悬殊太多 远处沈幽威看到叶想身前的怪物 显然也认出来是异族 有点不敢相信 沈母看到叶想胸膛被冻穿的骨刺 无比心疼 都快急哭了 快 快报警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还没反应过来 骨刺穿破的衣服 下一刻 一具挺拔的人形骸骨怪物 映入众人眼中 周围的人顿时无比惊慌 连忙逃窜 眼前这一族 浑身没有丝毫血肉 全部由骨头组成的身体 其骨骼坚韧还强壮 一双血红眼睛很是诡异 他死死注视着叶想与沈幽威 嘴角泛起诡异笑容 人族天才名单 叶想 沈幽威确认目标 听到这句话 叶想终于明白过来 回头看了一眼 沈幽威和伯母伯父后 咬咬牙猛然朝另一边跑去 骨骼一族见状迅速跟上他 速度极快 沈幅立马明白 叶想是想一个人 面对这头可怕的怪物 咬咬牙 又威 去帮叶想 但你们谁也不许出事知道吗 嗯 沈幽威猛然一扇语异 整个人迅速朝叶想与一族方向飞过去 与此同时 巡察局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警报 警报 紫金街出现一族 紫金街出现一族 所有巡察都不由愣了一下 要知道 除非一族大举入侵 否则城市里怎么会有一族 一时之间 他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时大门猛然被踹开 一位身穿巡察制服的马尾女子走了进来 看着屋子里一群人冷声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警报吗 立即 马上 行动 抓不到这头一族 所有人等着离职吧 叶想飞快地穿梭在小巷中 迅速拐弯跳转 仗着对这里的熟悉 这义族一时半会也追不上他 就在路过一个岔路口时 叶想起身一跳 陡然消失在原地 古孩义族疑惑地看着四周 突然抬起头朝上面看去 果不其然 漫天浮路陡然飘散下来 叶想知道 光跑肯定是跑不过对方 不如放手一波 看到这么多浮路 古孩义族下意识抬起手遮挡 他哪里想到 这些就是最低级的禁服 呼的一下 全部燃烧起来 遮掩视线的一瞬间 叶想手持金色长剑 施展轻锋剑爵 直接朝他刺来 枪 叶想还是低估了对方 四十级的义族 无论是战力还是反应能力 都不是他能想象的 仅仅只是一根鼓刺 就轻而易举挡了下来 古孩义族不屑地看着叶想 嘲讽道 不自量力 他操控鼓刺 在手中凝聚了一把鼓刀 对着叶想狠狠砍下 叶想下意识抬起长剑抵挡 但金光长剑 在接触鼓刀的一瞬间 瞬间破碎 金光咒依旧挡不住对方的攻击 直接破碎 不过在破碎的一瞬间 还是稍微阻碍了一下 叶想没有后退 反而紧跟着贴近海谷义族 金瞳散发着震慑威严 不知道为什么 古孩义族看到这双金色眼睛时 内心竟然止不住地颤抖 此时叶想已经将人先驱发挥到极致 金光咒也凝聚在右拳上 碰咚一声 拳头狠狠砸在古孩义族的下巴 将其高高击飞 叶想眼中闪烁着金芒 恐怖的力量配合金光咒 威力更是倍增 双拳不停地落在对方身上 哄 最后一拳 狠狠将古孩义族砸进一面墙里 深深镶嵌 可想而知 叶想如今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远远超过普通的三转战士职业 尤其是人先驱的强大 可不仅限于力量 而是全身素质的提升 他缓缓将胸口上的骨刺拔出来 剧痛让叶想脑袋越发清醒 鲜血蹦见的那一刻 痛得他差点单膝跪在地上 咬着牙 点了一下胸口几个大穴位后 鲜血很快便止住 这都是他在盗脏上学会的 人体蕴含着经络穴位 很是神奇 很快 随着身上人鲜蚌散发浮现 胸口那个血洞 肉眼可见的在缓慢恢复 沈幽威这时候飞了过来 二话不说 来到他身边 抬手落下一道圣月之雨 下一刻 叶想胸口的伤口 在双重加持下 直接恢复得完好如初 八大 这时 骨骸一族缓缓从墙里走出来 血红眼睛死死注视着两人 身上几乎完好如初 先前叶想的疯狂攻击 根本没有伤害到对方 这骨骸一族的特点 就是强大的防御能力 和再生能力 如同不死一般 很难将其杀死 看到这一幕 叶想紧紧皱起眉头 走 不再跟对方纠缠下去 叶想果断选择离开 想跑 骨骸一族歪了歪脑袋 身上陡然爆发出无数古刺 遮天蔽日一般 将周围的建筑宛如穿过豆腐渣一般 全部摧毁 一瞬间 骨骸便将周围上百米范围全部笼罩 哪怕是一只苍蝇也飞不出了 叶想一拳狠狠砸在骨骸墙面 却陡然传来反正力 这跟骨骸上蕴含着某种力量 蛮力没法破开 骨骸一族一点也不慌地走过来 开口嘲讽道 人族的天才就是这般弱小吗 或许我们的判断是错的 根本没必要付出如此代价 来扼杀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才 沈幽威展开翅膀 身前迅速凝聚出十几道月光刃 飞快地朝这头海骨一族飞去 然而对方仅仅只是用力挥了一下骨刀 所有月光刃顿时全部破碎 骨骸一族刚要继续嘲讽 叶想却再次冲了上来 还要来吗 似乎想要故意虐杀叶想 他解除骨刀 抬起双拳 狠狠与叶想对轰 哄 两人拳头碰撞的那一刻 强大气流爆发出来 但显然是叶想输得彻底 整个人直接退后了十几步 胳膊更是直接被砸得脱臼 而骨骸一族纹丝不动 只是血红的双眼 划过一丝诧异 十九级 竟然发挥出接近三十级异兽的力量 这人族天才 还真是让人意外 但还是很弱 仅此而已 叶想神情不变 一把将脱臼的胳膊恢复 身上的人先闻全力激发 散发出玄傲神秘的纹落印记 他再次朝骨骸一族冲上去 看到这一幕 沈幽威健壮满是心疼 伸出手 在叶想身上又加持了一层月神祝福 骨骸一族依旧没有留守 与叶想之间的对战 完全是一边倒 叶想每次都要承受 三拳 次次喷出一大口鲜血 才有一拳勉强落在对方身上 但很快 骨骸一族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感受到叶想的力量 在一点点变强 身上那诡异纹落 也在飞快地发生改变 他一把死死掐住叶想的脖梗 狠狠提起 这时 沈幽威赶到骨骸一族身后 手中出现一把兵营长剑 对准他的脖梗斩下 骨骸一族有些不耐烦的一拳 朝身后砸去 兵营长剑也瞬间破碎 重拳狠狠落在沈幽威的肩膀上 他顿时喷出一口鲜血 重重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叶想瞪大眼睛 仿佛触碰到逆琳一般 猛然咆哮一声 住手 骨骸一族满脸不屑 他一拳狠狠砸在叶想肚子上 然后重重甩了出去 迅速朝沈幽威靠近 看到这一幕 叶想满眼着急 就差一点 还就差一点了 给我破 叶想咆哮一声 刹那间 他冲开了第一层人先驱的枷锁 强大的力量瞬间席卷全身 叮 恭喜宿主抵达二十级 达到天师二转 请选择以下技能作为二转技能 下一刻 他面前出现了熟悉的小人图案 第一个 就是双手雷法的小人 其次是周身围绕着奇门局的小人 最后一个小人 则是一手捧着一本金色小书 一手指天 只见有一个道字 正雷法 奇门遁甲 天地大道说 但这一次 叶想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选择了正雷法 确定转制技能 正雷法 伴随着系统话音一落 一瞬间 叶想周身陡然金光大圣 感受到身后的威势 骨骸一族不由微微一愣 转头看去 只见叶想身上的所有金光 被压制到了极限 噼啪一声 化作白色雷纹闪烁 哼 叶想的身影 陡然消失在原地 在这一瞬间 他宛如一道雷电一般 肉眼无法捕捉 刺了 刺眼绚烂的雷光乍现 再次一拳狠狠轰在 骨骸一族身上 暴虐的雷法 砸在他身上 持续性肆虐破坏 骨骸一族竟然一时之间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骨骼与骨骼之间的联系 全部被麻痹 雷法散发出可怕的光泽 在他身上爆发 这一刻 骨骸一族 竟然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想 满脸惊恐 雷法 怎么可能 眼前这个人族少年 仅仅只是二十级 怎么会使用雷法的 这种力量 最少也是人族五十级以上的 法师职业才会吗 身为骨骸一族的他 最怕的就是雷电 完全被克制 叶想身形又重新出现在原位 原本金色的眸子 早已转化为白色铜眸 浑身散发磅礴雷翼 长发飘飞 天师威严赫赫 只见他双手飞快捏起盗绝 眼眸冰冷且深邃 一股更加强大的雷芒凝聚在手中 啪一声 瞬间轰了出去 掌心雷 宛如晴天一声霹雳 恐怖的雷法力量 在骨骸一族身上爆发 他痛苦地惨叫一声 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二十级少年 能发出来的技能 骨骸一族直接被轰飞出去 半边身体被轰得破碎残缺 很是凄惨 叶想释放这一招雷法后 胸口就像是破风的木箱子 剧烈喘着粗气 雷法要搭配那单灵气来使用 现在刚转直 还没开始修炼那单 全靠金光神咒的底子 再释放就要损耗寿命了 他死死盯着 骸骨一族跌落的位置 手中重新凝聚出 一柄金色长剑 一步步朝他走过来 骨骸一族还想站起来 满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一步步朝他靠近的人族少年 自己堂堂四十级的骨王 怎么会被人族少年给打败了 他还想要站起身 但体内雷法在疯狂肆虐破坏 他根本爬不起来 强大的恢复能力 被雷法完全克制 叶祥手持金色长剑 一步步走到他面前 开始透支生命 再次使用雷法 金光长剑转化为明晃晃的白剑 狂暴的雷法力量压缩到极致 看着面前的一族 叶祥仿佛看到了 惨死在面前的父母 看到了当年无数一族突破城市 造成血腥杀戮的一幕 骨骸一族死死盯着叶祥的眼睛 一人一意互相对视 眼中却透露着 同样憎恨杀戮的眼神 沈佑微捂着嘴 不敢相信叶哥哥身上的变化 他竟然真的打过了四十几骨骸一族 记住我的名字 白铠 骨骸一族闭上眼睛 仿佛任命一般 叶祥眼睛微微眯起 似乎察觉到什么 嘴角泛起淡淡笑容 他迅速向前一步 却陡然停下脚步 刹那间 宛如一朵白莲花绽放 无数血色骨刃包围着白铠盛开 白铠彻底闭上眼睛 去阎王路上 报上本天师的名字 叶祥 叶祥在那张惊恶丑陋的脸上 雷剑斩下 骨骸头颅顿时高高扬起 一股红色朦胧的血灵 从他尸体里钻出来 叶祥伸出手 一把将其抓住 毫不犹豫 直接张嘴吃下 这就是人族与一族 不死不休的根本原因 人族可以吞噬一族的血珠 增加自身等级 一族杀死人类职业后 也可以吞噬精神力强大自身 甚至有概率得到 人族掌握的职业技能 骨骸一族死去的那一刻 宛如半圆的骨刺 陡然崩溃坠落 一块块从上空掉落下来 而叶祥在吃掉血珠后 身体瞬间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他强忍着身体要被撑爆的剧痛 咬紧牙关 仍是有细微声响 渗出牙缝 沈又微来到他身边 满脸担心着急 又不敢触碰 检测庞大能量 请宿主尽快选择二转修炼方向 法修内炼 九转紫金丹 叶祥立马选择到 远处 一群巡察飞快朝这边赶过来 看到这一幕 几人全部陷入震惊 这不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叶祥吗 他们又低头看了一眼尸体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四十级海骨一族 死了 而此时叶祥脑海中 有关于内丹的修炼法诀 飞快涌现 三千道葬作为底蕴 瞬间就学会了 他盘坐在地上 捏起法诀 迅速将体内 几乎要暴体的血珠能量 飞快引导起来 一点点吞噬化解血珠的能量 无形中 还带动第二层人鲜文烙印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叶祥身上那种暴躁的气息 早已消失消失不见 整个人彻底进入入定状态 丹田七海中 一颗指甲带斑大小的紫色金丹 滴溜溜旋转着 一股灵力从中滋生 在身体游荡衣 圈 壮大一分后 又跑回紫金丹中 周而复始 身体的感知逐渐恢复 他听到身边轻轻的呼吸声 当他睁开眼睛时 紫气金光迸发 但更多的是 蕴含下来 收敛气息 将四十级血珠能量 全部消耗一空后 叶祥等级一跃 整整提升到二十五级 检测宿主等级达到二十五级 是否抽取技能 是 抽取成功 获得道法技能 通天录 一瞬间 叶祥脑海中 陡然浮现出现 玄奥的道法符文 然后全部刻在骨子里 一辈子都忘不掉 通天录 可直接用皱 硬 零三合一凝空画符 威力甚至远超过 符纸画出来的符录 可惜自己 目前只尝试画过禁符 除了这张基础符录 其余符录都需要灵力来支撑 之前没有 自然学不会 但现在既然有了灵力 配合通天录 或许可以好好琢磨一些符录出来 背诵完三千道葬的叶祥很清楚 光是符录一到 就可以成为顶尖的战斗职业了 叶祥睁开眼睛 却看到沈又威趴在他腿上睡着了 难怪腿都被压抹了 叶祥一头黑线 不过并没有叫醒他 而是看了一眼四周 此时已经深夜 周围也全部被封锁 帐篷围绕着他周身搭建起来 似乎感知到叶祥醒了 一个身穿巡查制服的漂亮女人走了进来 看着他说道 你醒了 泽泽 十六岁就二十五级 你也太可怕了吧 不过也是 听说你十二岁时 一觉醒就是十几 这天赋 真羡慕 今天全国各地同时出现 一族潜伏偷袭事件 我们宁川两起 京都九起 玉航四起 东北三起 粤港一起 际玉两起 海南一起 目标很明确 就是你们这一届高考优秀的天才学子 有预谋 有组织 一族打算将人族天才扼杀在尚未成长起来 这是我们所疏忽的 伤亡很大 据消息 有几位高考名次前二十的学子 被杀了 秦雅轻声说道 他眼中带着金木 一百年来 这还是一族第一次这样做 而他们甚至找不到 这些古骸一族 怎么混入人类的线索 叶响一愣 宁川两起 还有一个是 陡然间 他脑海中出现宋新蕊的画面 他微微睁大眼睛 有点不敢相信 他没事 一族袭击他的时候 正好有一位A级猎人 在他家里治疗 被反杀了 秦雅说道 叶响这才松口气 四十级一族的实力很恐怖 自己能赢都是巧合 古骸一族十分受雷法克制 这是学校书本里提到过 雷厉可以将其骨骼连接出的肌肉麻痹 使其动弹不得 除非是六十级以上 晋级黑骨王层次的古骸一族 能够免疫雷厉麻痹 六十级以下就会被克制 他们是怎么潜伏进来的 叶响皱起眉头问道 上面有部门开始专门调查这起事件 你不用管这些 不过这件事情需要你保密 消息传出去会引起恐慌 其实还有件事情 估计不少人都开始疑惑了 你还是道士职业吗 秦雅好奇地看着叶响问道 自从叶响出现在大众视线后 相对于他那高分 众人更好奇的是他的职业 一个被沦为废材职业的道士 怎么会那么强大 国内还是有些人 觉醒转职成了道士 可即便升级到后期 每天也只能画画符路 练练丹丹几乎没有战力 练丹时间长不说 还有几率一锅报废 这种职业简直没什么用 面对秦雅的问题 叶响摇摇头 不是了 听到叶响肯定 秦雅眼中并不意外 二次觉醒 不是只有隐藏职业 才是顶级天才 有些人觉醒了 两个不同的职业 互相互补 虽然这样升级会慢很多 但发挥出的实力 甚至强过一些隐藏职业 也不是 叶响再次摇摇头 他没有掩饰 直接说道 我背诵三千道藏 道士职业多了雷法技能 背书 秦雅一愣 他微微皱眉 算了 你明天就要报道了吧 放心 不会迟到的 明天我们巡查会专机 送你们到盛庆高校的 叶响点点头 行 秦雅说完 便急忙转身离开 对于这起一族潜伏入侵的事件 必须要找到原因 毕竟谁也不知道 到底还有没有一族处于潜伏中 这就如同一颗炸弹一般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爆炸 这时 沈幽威迷乎乎地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叶响正看着他 不由一脸惊喜 叶哥哥 你什么时候醒来的 就当当 走吧 回去了 叶响拉着沈幽威起身 走出帐篷 不远处 沈母沈父看到两人 连忙走了上来 上上下下打量了叶响许久 确定没事后 才长长松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叶响看到沈母吓坏的样子 笑道 放心吧 我没事 他们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沈父看着叶响胸口的破洞 神色复杂道 你身上这件衣服 肯定是不能穿去学校了 叶响看了一眼衣服 有些无奈 没辙 打完假衣服怎么可能会没事 我有个朋友 是55级附魔缝纫师 可以在衣服上附魔属性加成 给你们一人 做一套怎么样 沈幽威眼睛一亮 但很快 有些犹豫起来 爸 附魔衣那么贵 一件最少需要十几万 更不要说一套了 太贵了 叶响也点点头 衣服只是穿衣 附魔衣帮助并不打 沈父神情却板起脸来 听我的 我说要做就做 叶响和沈幽威无奈对视一眼 伯父将脾气又来了 只要他决定的事情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沈天阳其实想得很简单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让这两孩子更上一层楼 附魔衣 是猎人军人 或者佣兵这些经常出行任务的人 才用得上的衣服 对于学生来说 的确准备太早了 但经历过这次事情后 沈父不会再犹豫 两个孩子这次运气好 躲过了危机 可万一还有下次呢 一向节省的神母抿起嘴 没有反对 他似乎想起什么 解释道 你们两个考出一个好成绩 圣庆高校和中校那边加起来 不用担心钱不够用 见沈母这么说 叶响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把这份心意记在心底 他抬头看了一眼 沈父在远处抽烟的背影 不由有些疑惑 伯父到底怎么了 沈母轻声说道 孩子 在车上你舍命救他的时候 那模样 一如 当年你父母救下我们时的样子 很像 真的太像了 说到这里 沈母不由落下泪水 我们真的担心 万一连你也因为我们死去 我们以后 又有什么脸去见你的父母 沈幽威看到妈流泪 也忍不住落下泪水 摇摇头 伯母 你们想太多了 我是对自己有自信的 哪怕再来一次 叶哥哥 沈幽威罕见的有些生气 掐了他一下 是是是 没有下一次 瞧我这乌鸦嘴 沈父抽完一根烟后 走到叶响面前 两人虽不是父子 但这么多年下来 还是有些默契 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走吧 定做一件好看点的衣服 没过多久 叶响等人很快来到一家 豪华至极的商铺 里面摆放的全是附魔衣 轻则十几万 动则几十万 沈幽威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爸 没听说你有这么好的朋友 沈幽威有些好奇问道 沈父自信一笑 你爸十几年前要不是受了伤 右手控制不助力 现在说不定已经混上 国间机甲设计师了 并不是吹牛 沈父的职业是机械维修师 听起来很大众话 但要知道 这些年 国家一直在走科技与转职者 融合一起的路子 使其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 比如外骨骼机甲 铠甲等这些 都需要机械类的职业 配合科学家们研究 机械维修师 虽然是辅助职业 但数量十分稀少 几乎不亚于隐藏职业的数量 要不是十几年前 那起异族屠城的事件 造成沈父右手神经 永久性失损 也不至于沦落到 在一个车床间 当个小公投 这时 一个胖胖 但很精神的中年男子 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沈天阳一行人时 眼睛顿时一亮 老沈 卧槽 还真是你啊 看到面前这个家伙 沈父也不由露出笑容 你又胖了呀 又威 叶响 这位是中书 又威和叶响文言很懂事的 朝这位中年人 喊了一声中书 钟离央看到叶响和又威 不由愣了一下 猛然反应过来 这两孩子 不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吗 沈天阳嘴角微微一翘 有点小得意 嗯 俩孩子还是很争气 钟离央是真的惊了 老沈啊 你这就真没意思啊 一辈子都比不过你 上学那会儿 成绩没你好 你还把笑话取走了 现在你两孩子都这么争气 沈母发了个白眼 孩子面前说这些干什么 钟离央这才反应过来 行行行 吃了没 今晚上干脆就在我这里吃吧 沈天阳摇摇头 孩子明天就要去盛庆高校报到了 这个点过来 主要是麻烦你给两孩子做一套附魔衣 钟离央明白过来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点头答应 别说一套 以后有附魔衣 这方面需要 尽管来我这儿 这声中书 肯定不会让两孩子白叫的 看到老朋友如此爽快 沈天阳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也很认真地说道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生意是生意 交情是交情 钟离央有些无奈 看向沈母说道 他这么多年的 降脾气 你是怎么受得了的 他知道 要是不答应收钱 搞不好这老小子 转身就带人走了 沈母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当年喜欢的 不就是沈天阳这点固执吗 钟离央这才转过身来 看向叶祥和沈又威 不有点点头 两孩子精气神都很足 长得也不赖 泽泽 小子长得不错 有你中书当年几分风范 钟离央笑着夸道 在长辈亲人面前 叶祥显得有些木讷 只能呆呆地站着 不知道说什么 钟离央看了一眼 沈又威更是连连点头 你看 又是一个美人胚子 我敢打赌 又威哪怕去了盛庆高校 也是笑话 行了 节约时间 说这些有的没的 没什么用 沈天阳有点不耐烦道 钟离央撇撇嘴 你这人这么多年 这点急性子 一点没变 他转过身 看着叶祥和又威说道 打算做一套 什么样风格的附魔衣 有没有想法 沈又威想了想后 摇摇头 他从来没想过 要做附魔衣 太贵了 主要是 叶祥同样也是 审负家庭一般 几十万的东西 根本不敢想 钟离央看着 两人那么懂事乖巧 无奈叹气 我那孩子 一点不争气 别说顶级高校了 一本线都不一定上得去 你这俩孩子 真是越看越让人嫉妒 别装了 你那孩子也是隐藏职业 你以为我不知道 只是还在耍的年纪 过两年就好了 沈天阳道 钟离央黑黑一笑 随即神情变得认真起来 看着沈又威和叶祥问道 开启职业状态 我看看 应该给你们 怎么定做附魔衣 沈又威点点头 直接转变为 月精灵祭祀状态 一双洁白完美的羽翼 从他背后展开 身上散发着朦胧月光 双脚离地 这一刻的他 宛如月神一般 圣洁且清纯 钟离央都看呆了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转头看向沈天阳问道 老沈 你这女儿愿意嫁的话 我愿意出三百万彩礼 滚 沈天阳直接说道 叶祥也有些无奈 沈夫那么严肃认真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逗逼的朋友 不过人确实不错 仔细观察一番后 钟离央点点头 好了 下来吧 我有思路了 没问题 保证给你做一套 完美适合你的附魔衣 谢谢钟叔叔 沈又微恢复正常模样后 甜甜喊道 哎呦 真是喊尽我心里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 沈天阳实在是有点忍不住想踹他了 钟离央不打理老沈 转头看向叶祥 继续说道 我对你其实是有印象的 三年前宁川可是满城都是 你的新闻 先天满属性时级 倒是职业 不容易啊 能走到这一步 性格沉稳 嗯 真的越看越觉得不错 叶祥点点头 谢谢钟叔 不客气 今早上出现的那头一族 不会是追杀你们两个孩子吧 他好奇问道 上午出现一头一族的事情 动静可不小 后来听说是在追杀两个天才 已被辅诸 叶祥点点头 嗯 我后来把他头宰下来了 好 有血性 男娃就该这样 钟离央呆了一下后 忍不住激动的重装拍一下桌子 妈的 也就老子是个辅助职业 换成战斗职业 也特么早就杀一头一族了 呵呵 怕是比谁都跑得快 沈天阳不由嘲讽一句 当年也不知道是谁 高考时候 二十级异兽 下尿裤子 钟离央脖子和脸顿时红了起来 老神你是不是嫌招慌 啊 沈母看着自己老伴 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没好气扭了一下腰间肉 沈天阳这才安静下来 没法子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斗嘴习惯了 只是十几年前那次事件后 就没怎么联系了 多年未见 两人的友谊 其实没有减少 小子 把你对付一族的招式 显露出来 我看看 也好可以定制附魔衣 钟离央看着叶响说道 眼中满是好奇 叶响有些犹豫 不由看向沈父 沈父点点头 示意钟离央可以信任 不用藏着掖着 好 那钟书站远一些 我怕伤到你 叶响轻声说道 钟离央有些好奇 自己虽然是个辅助职业 但好歹也是五十五级 能被小孩子伤到 但当叶响身上的气势 陡然变得威严可怕时 他很果断地退后几步 叶响单手捏起法绝 默念金光神咒 下一刻 磅礴金光从他身上涌现 双眼也变成金谋 神鬼屁翼 诸邪不清 钟离央竟然发觉自己 不敢与叶响对视 心里越发震惊起来 而此时 叶响开始将身上的金光神咒 压制到极致后 劈啪一声 白色雷光惊鸿出现 整层楼的电灯 开始明暗闪烁 而钟离央看到叶响身上 雷法显露的那一刻 一张脸都呆了 雷厉 几人是雷厉 只有五十级以上的法师职业 才能掌握的强大力量 这小子就会了 而且还不需要念什么咒 直接转化出来 绚烂刺眼的雷光 在叶响周身闪现 在他双手间 缓缓凝聚出两团狂暴的雷芒 几人哪怕站得机密开外 依旧感受到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麻痹感 全身都有这种感觉 这种强大的雷法 令人心计畏惧 钟离央以为叶响说的 是在巡查的帮助下 最后宰掉异族的头 可现在看来 他似乎意识到一个不敢相信的答案 那就是这孩子 是真的亲手打败了一头四十级异族 将其斩杀 雷厉 这世间最为霸道的力量 钟离央自然知道 骨骸异族是最为被雷厉克制的力量 难不成这小子 是单独反杀了一头四十级异族 啪 一声 一盏灯泡陡然炸开 够了够了 钟离央见状连忙说道 真怕他控制不住 直接把整个殿给炸了 叶响这才缓缓收起威势 身上雷芒迅速消散 眼眸也恢复正常 钟离央已经完全认知到 眼前这少年的潜力 掌握雷法 哪怕他现在只是二十多级 但已经算是步入强者行列了 他沉思片刻后 点点头 我已经有了附魔想法 你们对衣服款式 有什么要求没 沈又威摇摇头 钟叔叔 我喜欢白色的 行 就这个 嗯 我觉得钟叔叔的设计都很好看 看大厅的款式就知道了 听到沈又威的夸奖 钟离央是真心舒爽 放心 我做出来的附魔衣 绝对能让你更好看 叶响你呢 他看着叶响问道 叶响沉思片刻后 说道 偏倒是风格的吧 毕竟我的职业就是倒是 钟离央挑了挑眉 居士那种带挂的设计 颜色呢 嗯 紫色就行 叶响要求不高 行 钟离央毕竟是专业的附魔缝纫师 还是五十多级 脑海中很快就有了想法 点点头 你们先坐 需要一点时间 钟离央说道 麻烦你了 沈母不由说道 嗨 你说这话特别见外 真的 钟离央走进自己的工作室 关上门 不让任何人来打扰 叶响和沈幽威互相对视了一眼 还是有些期待的 一套附魔衣 最少可以增负职业者10%的战力 但主要还是要看附魔的效果 一位五十多级的附魔缝纫师 附魔出来的效果 哪怕是四转的职业者都有效果 时间一点点流逝 当时间来到半夜三点时 工作室的房门终于打开 有些疲倦地 推出两个木偶模特走出来 木偶上盖着布 神情却有些得意和自信 似乎对自己这一次发挥 很是满意 没想到 这一次附魔还让我升级了 直接超常发挥 两套衣服 多附魔了一种效果 完全够你们用到四转阶段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钟离央也不卖关子 直接拉开其中一块布 下一刻 只见一件白色广袖流纤裙 映入眼帘 愁面的长裙 轻裹着木偶模特 身上宛如水波般 在流淌极地 仅仅只是一眼 沈又威就喜欢上了 这一件附魔衣 钟离央笑着说道 最好的审美 还是咱们几千年来 老祖宗的审美 又威 怎么样 嗯嗯 很好看 沈又威点点头 钟离央嘴角微微一翘 可不单是好看 这件流纤裙 附魔了六个效果 加速回复精神力 精神清醒 光属性增幅10% 月属性增幅10% 华翔增幅20% 隐秘效果 夜想听到这些附魔效果 都忍不住有些赞叹 的确是量身 给又威定做的附魔效果 就连羽翼增幅速度 都考虑进去了 没有一个附魔属性 是浪费的 至于隐秘效果 就是穿在身上 不在战斗状态下 是看不见的 别听他吹 先穿上试试看 沈天阳走过来说道 话虽这么说 但他其实很满意 这件附魔衣 嗯 沈又威闻言 轻轻点头 他拿起附魔衣 走进更衣室后 没过多久 他拉开帘子走了出来 这一刻 众人都不约而同 被他惊艳到了 真的仿佛从月宫 走出的仙女一般 仙妖遇待五天沙 宛如仙女下凡来 钟离阳也没想到 这一件附魔衣 穿在又威身上 会这么美 狠狠拔了一根胡子后 他再次忍不住 转头看向沈天阳 老沈 我愿意出八百万彩礼 怎么样 我绝对把他 当成宝贝女儿来对待 滚 沈天阳直接拒绝 沈又威看着 镜子里的自己 也忍不住有些吃惊 真的好漂亮 他连忙走到夜想面前 缓缓转了一个圈 翘息优雅地问道 夜哥哥好看吗 夜想点点头 嗯 很好看 钟离阳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一挑 似乎隐隐看出了什么 他 看了一眼沈父沈母 两人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钟离阳一下子明白过来 微微叹气 呗 织女莫如母 他都看出来了一点 他们怎么可能感觉不到 他叹气 只是有些惋惜 自己那傻儿子算是没机会了 好了 来看看第二件吧 钟离阳说道 他也不磨技 直接拉开第二个白布 映入眼帘的是一件紫色树领 长挂道袍 乍一看普普通通 但越看越觉得顺眼 很是简洁大气 夜想眼睛微微一亮 他也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件附魔衣 钟离阳看向夜想说道 别看没多少设计 但附魔效果不比幽微的差 而且全是战斗方面的附魔效果 加速精神力恢复 精神清醒 光属性增幅10% 雷属性增幅20% 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道士职业资料 按照资料附魔 烙印了道家九字真言 你在释放倒数有关的技能时 施法增幅10% 隐匿效果 怎么样 满意吧 道家九字真言 夜想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这位钟书的确是尽力又尽心了 谢谢钟说 夜想诚恳点头说道 六个附魔效果的附魔衣 一套市场价最少都是50万起 更不要说这还是量身定做 是是 钟离阳笑道 嗯 夜想接过这件长卦道袍 直接穿了起来 他的职业从道士转变成了天师 但等级还低 身上道义不是很明显 但随着他穿上长卦道袍后 感觉顿时不一样了 宛如独自身居山中多年的少年道士 身上带着出尘气息 夜想的头发是随意扎起来的 所以又有些懒散潇洒之意 神母仔细看了一下后 终于感觉到哪里不对了 他走过来 帮夜想的头发重新盘避 夜想有些无奈 沈幽微偷笑着对着他做了的鬼脸 有木筷子吗 神母看向钟离阳问道 钟离阳一下子明白过来 我去拿 很快 他拿过来一只筷子 神母直接截断一小截 插入盘并固定 看到夜想 整个人顿时看起来精神了不熟 他才满意地点点头 嗯 现在像的道士了 伯母 我本来就是道士啊 夜想有些无奈道 懒洋洋的样子 看起来很不精神 你就是一直这样 才让那么多人不喜欢你 沈幽轻声说道 我要那么多人喜欢干嘛 我舒服就行了 夜想下意识要双手插兜 却发现 袍子并没有兜 你只是职业士道士 什么时候 能明白自己职业的真正含义 你才能走得更远 沈幽轻声说道 夜想一愣 随即点点头 认真记下来 钟离阳也不由点点头 这句话说得很对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职业 任何一条路都不只是一个名称 好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老钟 我们就先回去了 沈天阳说道 钟离阳有些疲惫地打了个哈欠 本来还想着喝两杯 这两套衣服也确实把我整够呛 看来只能吓回了 话音刚落 沈天阳已经扫码 转账了一百万过来 他直接翻了个白眼 你这人就这一点 很没意思 随意摆摆手 行了 附魔衣 在钟书这儿 终身包换 知道了 钟书 谢谢钟书 行了 我要关门了 四人走出店铺后 沈天阳拦了一辆车 回家 叶响回到家里 闭目冥响烙音源先闻 哪怕直接一口气提升到25级 他依旧没有半点松懈 这个等级 仅仅只是刚到猎人门槛而已 杀死那头40级骨骸一族 也是因为雷法克制的原因 换做其他40级一族 他和又威 或许已经死了 法修内练紫禁丹的修炼方式 和人先驱不同 只需要在日出那一刻 用一种古老的呼吸法 吸收冥冥之中 看不见的东来紫气入腹 所以与人先驱修炼时间并不冲突 只要任何一边有突破 他都可以升级 这就是隐藏职业天师的全面优势 炼体修法炼气不振炼丹 都可以加快自身升级速度 万物为道 道升一 一升二 二升三 周而复始 也想知道 他在走一条无敌的路子 三千道藏底蕴 他睁开眼睛 打开门 果不其然 正是日出一刻 他闭上眼睛 张开嘴 腹腔共鸣 配合丹田调息呼吸 不一会儿 一缕缕炽热的紫气 被他缓缓吸入腹中 涌入子丹 子丹顿时飞快旋转起来 仔细看就会发现 吸收紫气后 气海丹田里的子丹 似乎变大了些许 十几分钟后 太阳完全升起 紫气消失 也想缓缓睁开眼睛 整个人精气神说不出的通爽 很是精神 这时 远处一架武装直升机 飞到他面前 昨天见过一面的女巡察走下来 看着叶祥说道 收拾好没 待送你去京都盛庆高校了 叶哥哥 沈又威也探出头来 显然是先一步接他 叶祥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直接迈步走了上去 少年背诵三年到葬 折服三年 一朝高考如乾隆出冤 震惊四眼 天师威严赫赫 金谋无情 雷法惶惶 通天福禄寄金四座 横扫三座顶级高校天才 远处沈母沈父 看着已经变成小黑点的巡察专机 虽然不舍 但也知道 孩子是前往京都学习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四年时间 不知道孩子能成长到哪个地步 沈天阳点燃一根烟 轻声说道 又威有叶祥照看 我很放心 但这孩子 一直没忘记当年的事情 我担心杀心太重了 沈母竖起眉 没好气拔掉他嘴里的烟 少找借口抽烟 昨天让你抽一根 已经是给你面子 还上瘾了是吗 沈天阳可他是道士 道法自然 如今一族一兽 也是万物的一种 你让他将来 怎么过到新那一关 沈母微微沉默下来 突然想到什么 有些疑惑到 这孩子还是道士职业吗 沈天阳一正 眼中也是一阵狐疑 还真是 忘记问了 圣庆高校 全国各地顶尖法师系府 助系天才少女 几乎都聚集在这所高校 一眼看过去 几乎都是女生 很少能看到 有几个男生的身影 与相隔一里外的 战神学院大门 完全相反 几乎都是男生 完全看不见几个女生 只有审判高校这边 比较平均 男女生数量相差无几 宋新睿身后 跟着三头神采奕奕的异兽 看着眼前审判学院的大门 眼中无比期待大学的生活 三座高校的大门 在地图上 就像是三角形 灵孝彼此挨着 就在这时 天空飞来一架巡查专机 落在盛庆高校大门前 周围的学生们 都不由看过来 大家都知道 昨天不少天才学子 遭遇到一族刺杀 所以安排了专机护送 座上面的人 最少也是这一届 高考前二十的顶尖天才 下一刻 只见一白膝绝美的少女 从专机上走了出来 纯洁优雅的气质 在她身上展露无遗 脸上带着浅浅笑容 宛如出尘的仙子 跟在她身后紧随而下的 是一位帅气慵懒的少年 疏松平常的蓝色运动服 扎着长发 虽然很帅 但整个人感觉 就很懒散疲倦 仿佛没睡醒一般 眼皮子都没认真抬起 叶祥双手插兜 随意地看着四周 不愧是顶级高校 一个暑假过去 一眼看去 心声几乎全是二十级左右 叶哥哥 妈不是说 让你精神点吗 沈又微不由说道 嗯 伯母不在 没事 叶祥点点头 说着 两人并肩走进盛庆高校 这一幕 顿时引爆周围学生 大家自然也认出 这两人就是上了新闻 并且打破高考历史分数的状元 传言甚至斩杀了一头三十级的异兽 没想到 他们竟然选择了盛庆 两人刚走进学校 就吸引不少人的视线 这时 从接待处那里 连忙走过来两人 一男一女 袖套上带着学生会标签 高挑身材的女生 看着叶祥沈又微说道 哈 终于等到你们了 又微学妹 我带你去宿舍吧 男生点点头 看着叶祥说道 叶祥学弟 我叫林峰 是负责这次学生入学接待 你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 跟我来吧 叶祥不由一愣 沈又微还想说什么 就被另外一个学姐拉走了 很是热情 林峰却疑惑地看着他 学弟 你的行李呢 没什么行李 就一个背包 叶祥说道 林峰摸了摸下巴 那待会儿 你要买的东西可不少 不过学校外面 不远有个百货商店 床单被入这些都有 叶祥茫然地点点头 被这突然出现的学长 有点弄得不明所以 很快 林峰就将他带到一个独栋公寓楼前 看着叶祥说道 你的宿舍就在这里 登陆盛庆校园网 输入你录取通知书上的学号 就可以看到你的宿舍号 和戏院班级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先去忙了 林峰说完 就直接转身离开 丝毫没有觉得 叶祥是今年的高考状元 就会给什么特殊待遇 留下一脸凌乱的叶祥 站在公寓楼面前 这学长 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叶祥拿出手机 登陆盛庆校园网 输入学号后 果然出现了他的信息资料 宿舍在三楼的第二间 他看着面前单独的公寓宿舍楼 又看了一眼 周边全是女生的宿舍大楼 这男女差别 着实有点大 叶祥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走上宿舍楼 来到三楼后 看到面前一个302的房间 应该就是这里了 刚要伸手推开门 房间门陡然拉开 一个满脸青春痘的胖子 映入眼帘 他看到叶祥时 也不由一愣 第一眼觉得好帅 第二眼就觉得好眼熟 突然他瞪大眼睛 卧槽 你是叶祥 这一届高考的学生 几乎没几个不认识叶祥 叶祥礼貌点头 嗯 我是 哦 你好 我叫冯淼泉 他连忙让开身子 叶祥踢着背包走进来 本以为跟高中 一间四人的宿舍差不多 但进来后才发现 不是这么一环事 里面竟然不小 四十一厅的格局 一人一个十几平的单间 冯淼泉连忙说道 我就随便选了这一间 其他人还没到 房间随便挑的都是 叶祥点点头 行 他随手打开了一间房 里面就一张空板床 和一张桌子一个衣柜 就什么都没有了 刚将背包放下后 手机就弹出一条消息 是又微发过来的 叶祥哥哥 我要出去买点东西 一起吗 好 我马上下来 嗯嗯 这时 校园网传来一条信息 一年集辅法系一般邀请你加入 是否同意 叶祥之前查信息 就看到自己被分配到了辅法系 似乎也没错 毕竟他职业是到时 估计是这个原因自动分配的 点击同意后 直接加入了班级群 群里人不多 只有二十多人 但他看到 持续有人在加进来 随后 将手机放进兜里 准备出门 冯淼泉走过来 有些好奇问道 叶哥 你现在要去班级报到吗 叶祥摇摇头 叫我叶祥就好了 高考分数只是运气好而已 我下楼去买点东西 冯淼泉当然不幸 运气好能考上状元 还超过了历年最高的分数 斩杀三十级异兽 不过他确实感觉 叶祥似乎挺好说话的 没有那种天才独有的傲气 正好 我也要买点东西 一起吧 冯淼泉立马说道 他想的是 跟叶祥打好关系 这颜值 这实力 成为哥们后 在这盛庆高校 妹子还能少吗 冯淼泉偷偷想着 叶祥没有多想 点点头 行 两人走出宿舍 朝楼下走去 路过楼梯口的时候 正好看见一个 身材魁梧的少年 迎面走来 叶祥看了他一眼 注意到他那双眼睛 充满了戾气和不爽 竟然还有一丝压迫感 不由眉头微挑 不愧是顶级高校啊 天才是真的多 那魁梧少年 也看了一眼 叶祥和冯淼泉两人 眼中划过一丝不屑 脉步继续上欧 等他走远后 冯淼泉才忍不住 吞了一口口水 没想到他竟然也选择了盛庆 这家伙的职业 选择战神高校 不是更适合吗 什么来练 叶祥问道 玉航地区的第一名 陈万言 高考833分 隐藏职业 龙战法师 近战法战都很强的职业 叶祥摸了摸下巴 听起来的确厉害 人看起来都很凶 两人走到楼下后 叶祥拿出手机 发了一个定位给右威 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先前上去的魁梧少年 一脚踢开302的宿舍房间 屋子里刚来的一个少年 被他吓了一跳 刚要说话 就被对方暴力的眼神 给吓得住了 根本不敢吭声 陈万言看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随手推开一个房间进去 然后猛地丢出一个背包出来 甩在地上 里面一些证件和录取通知书 洒落一地 客厅里的少年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内心哀嚎着 怎么会被分配到这种狠人 在一间宿舍呀 少年都不敢去帮忙 把背包捡起来 心里只能为这背包的主人 默哀一分钟 楼下 叶祥和冯淼全等着 就在这时 沈又威从远处走了过来 连忙喊道 叶哥哥 冯淼全文声不由朝那方向看去 当他看到沈又威时 眼睛顿时一亮 好漂亮的少女 完全就是仙女级别 等等 这不是沈又威吗 叶祥则是注意到沈又威身边 也跟着一位小美女 姿色偏上 但身材相当好 胸前鼓鼓丰满 沈又威走到身前 看着一旁的小美女介绍道 她是我同寝室的室友 跟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身材乍烈的少女看着叶祥 有些拘束 点点头 你好 我叫冯淼全 冯淼全也连忙主动说道 她越发觉得 自己跟着叶祥混这个想法 简直太聪明了 这才一会儿 就见识到两位这么动人的妹子 叶祥对宋雅点点头 嗯 那就走吧 四人互相认识了一下后 并朝校外离开 这一逛就逛了两小时 大家都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叶哥哥 晚上我打电话 叫你出来吃饭 不许忘了 分开时 沈又威看着叶祥说道 叶祥点点头 嗯 行 沈又威一脸开心的跟身旁宋雅一同离开 叶祥转头看了一眼冯淼全 不由一笑 这就灰心了 此时的冯淼全 有气无力的样子 她常常叹气 她自然知道 沈又威这种仙女级别的少女是没戏 所以一下午都在对宋雅献殷勤 然而对方根本不怎么搭理她 叶哥 我真的很差吗 她忍不住抬头问道 叶祥认真地点点头 减肥吧 皮肤护肤好 盛庆高校女生那么多 总能找到合适的 她其实都能看出宋雅很反感了 一直忍了一路 对方也不容易 冯淼全顿时又重启信心 啊 没错 那么多妹子 我一定能摆脱单身的 叶祥微微皱眉 经历过异族刺杀的她 其实并不怎么理解 为什么考上大学后 想的却是这种事情 但没有说什么 提着床单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品上楼 打开宿舍房间 叶祥迎面就看到自己的背包 和里面的东西洒落一地 冯淼全看到后 也不由一愣 一直坐在沙发发呆的少年 看到终于有人来 激动的都快哭了 你 你们好 我叫王军 突然 她看着叶祥一愣 一眼认出来 你是叶祥 叶祥没有说话 只是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看着地上的背包 向王军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王军不由瞪大眼睛 这家伙 竟然真是叶祥 这一届的高考庄园 我再问你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家伙发愣 叶祥微皱眉 再次问道 王军犹豫一下后 指了指那间房门说道 就是你看到的样子 被丢出来的 话音一落 房门猛然打开 先前在楼梯 见过一面的魁梧少年 走出来 很不耐烦地 看着几人喝道 你们吵什么 给我小声点行不行 叶祥抬起头 静静地看着他 眼中闪烁着冷芒 我背包是你丢的吗 而且 这房间是我先选的吧 陈万言看了一眼背包 不屑一笑 我丢的 怎么了 而且 谁跟你说 先来的就是你的 叶祥笑了 王军和冯淼泉 两人顿时忍不住对视一眼 感受到宿舍里的气氛 在这一瞬间压制到了极致 一个高考状元 一个御航第一名 卧槽 两个大佬开学第一天 就对上了吗 叶祥一步步走到陈万言面前 陈万言更是毫不畏惧地看着他 他突然不屑一笑 我说 怎么那么演书 我想起你来了 传闻靠女生组对上的高考状元 一个废物倒是职业 是你吗 叶祥眼眸平静地看着他 给你两个选择 把东西捡起来 道歉 从我的房间走出来 哼 不用说了 吓唬谁呢 老子就不解 你想怎么样 陈万言嘲讽笑道 冯淼泉和王军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叶祥点点头 然后猛然抬手 掐住陈万言的脖梗 喷咚一声 狠狠按在地上 是觉得我职业是个道士 所以好说话是吗 叶祥轻声说道 那你可就猜错了 老子独三年到葬 就是为了压制这一身暴脾气 话音一落 他猛然用力 轻而易举拽起他的身体 一把朝阳台甩了出去 陈万言根本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被叶祥 直接从阳台丢了出去 不少人顿时看到一个身影 从三楼飞出来 喷咚一声 狠狠砸在一棵树上 叶祥拍拍手 还以为多大本事 二十一级的垃圾 就这么横吗 现在的他 即便不使用人仙闻 叶祥现在的人先驱力量 就远远超过普通二转的战士 楼下陡然传来陈万言的怒吼咆哮声 他浑身陡然冒出红色火焰 气冲冲地朝宿舍走来 在阳台看到这一幕的冯淼泉 忍不住忐忑起来 叶祥不能打架 会处分的 哦 没事 开除了 我去隔壁夺 叶祥毫不在意地说道 王军 这就是高考庄园的底气吗 不等陈万言上来 叶祥眼眸划过一丝筋芒 身上人鲜纹也浮现出来 他直接从阳台跳了下去 三楼的高度 没有半点影响 动 一声 坠落在地 陈万言听到动静 不由转过头来 当他看到眼前的叶祥后 嘴角泛起凝笑 废物倒是 真有种啊 他身上缓缓浮现出一个 血色宛如龙鳞状的争鸣盔甲 叶祥一眼就认出 这是附魔衣 看起来相当精致昂贵 好 他仰天咆哮一声 身上的龙年燃烧得更加疯狂 周围所有学生听到动静后 不由连忙朝这边赶来 二十一级就有这种气势 毫无疑问 陈万言是人族顶尖的天胶水准 叶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也压根没打算使用附魔衣 经历过四十几古骸一族拼杀后 这种只有愤怒 没有强烈杀意的战斗 似乎提不起太多兴趣 似乎感受到叶祥的轻视 陈万言冷笑起来 那我就好好看看 你这高考状元的水分有多深 他猛然一蹬 身形顿时暴射过来 瞬间来到叶祥面前 布满争獰尺的龙甲拳套 狠狠对着他面门砸下 龙战法师 近战能力相当可怕 这一拳要是杂实 破相是肯定的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女生们忍不住惊呼起来 也认出这两人来 一个高考状元 叶祥 一个是御航第一名陈万言 有位宿舍 一个女生看到群里疯狂刷着视频 忍不住尖叫起来 高考状元叶祥跟人打起来了 对方也是厉害人物 御航第一的陈万言 宋雅不由抬起头 看向沈又威 发现他跟没事人一样 尽管只是相处一天不到 但他看得出来 沈又威很在意叶祥 但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 不由问道 你不担心吗 沈又威闻言有些疑惑 为什么要担心 陈万言很厉害吗 另外一个女生认真地点点头 肯定厉害啊 我以前跟他一个忠孝 陈万言是隐藏职业 龙战法师 近战远攻都很强 那有四十级的一族厉害吗 沈又威又问道 几人顿时沉默下来 这需要想吗 毕竟只是二十一级 怎么可能打得过四十级的一族 沈又威威一笑 那就没事啊 叶哥哥可是把一族的脑袋都宰了呢 咕咚 宋雅不由吞口水 他有些不敢相信 那个看起来温润儒雅的少年 会有这么可怕的一面 场下的战斗 原本陈万言以为自己这一拳 最少能让这废物倒是职业的家伙 吃点苦头 哪知道 他那强劲的拳头 竟然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接住 叶祥只是抬起手 抓住他的拳头 一双同眸散发纯粹的金色 直视着他道 就这点力气 没吃饭吗 看着这双威严冰冷的眼眸 陈万言心里不由一颤 不等反应 一如先前被丢下来一般 不可抗拒的力气 从对方手里传递过来 哄 陈万言再次被放倒 叶祥用膝盖狠狠压在他的脖梗 抬起拳头 直接砸向他的后心 碰 一层气浪扩散开来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脚下一震 扑吃 陈万言被打得喷出一口鲜血 但强大的身体素质 并没有被一拳击垮 依旧试图挣扎 浑身火焰爆发 然而这些火焰在叶祥身上的金光下 一点也烧不到 反而感觉温温热热很舒服 有点实力 就喜欢装逼是吗 喜欢欺负同学 怎么不出外城去杀一兽 又或者去上前献杀一族 叶祥每说一句话 就会狠狠一拳砸在他的脊梁上 每次一拳下去 陈万言都喷出一口鲜血 你的骄傲在我眼看来 可笑至极 叶祥站起身 狠狠一脚将它踹飞出去 陈万言撞在一棵银杏树上 直接将棵银杏树撞得倒塌下来 几个女生吓得连连让开 陈万言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满脸惊骇地看着那个少年道士 他不相信 一个废物道士职业 力气竟然比掌握战龙体魄的自己 还要强大 而且这家伙的等级 竟然是二十五级 怎么升得那么快 他再次嘶吼一声 嘴里念出古老的咒语 宛如熔银低沉 叶响微微皱起眉头 这家伙还会龙语魔法 的确不愧是隐藏职业啊 龙语魔法发展到后期 几乎堪比尽咒 但这释放速度 闹着玩吗 看着陈万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身上的气势和波动在飞快攀升 叶响身上的金光也开始疯狂压制 片刻间刺眼的雷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绚烂惊艳的雷法 让众人的目光从陈万言身上转移到叶响身上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是雷法 陈万言也不敢相信 这个废物道士竟然会雷法 这不是五十级以上的法师才能掌握的技能吗 刺了 刹那间 叶响裹挟着雷光瞬间消失在原地 速度快到了极致 陈万言根本来不及反应 甚至连视线都捕捉不到 他这个视角 只能看到一束雷光朝他靠近 这一刻 他也终于认识到 这家伙 根本不是他能打得过的 叶响瞬间来到陈万言身前 散发着刺眼雷芒的拳头 距离他的面门仅仅只有几厘米 狂暴的雷厉将他头发都烫卷 这恐怖的力量 让陈万言眼中透露出恐惧 他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这一拳落下 他会死 他看着叶响那冰冷无情的白雷色瞳孔 缓缓跪倒在了地上 彻底失去了战役 看到这一幕 叶响却反而皱起眉头 身上的雷芒缓缓消散 最终一句话也不想说 直接转身离开 这就是人族这一阶的天骄 他回想起 那个仕途想要杀死的自己四十级一族 种族之间的生存 只会更加血腥残忍 可天骄都是这样的话 人族还能坚持多久 陈万言跪在地上 战役全无 一脸茫然 那家伙一句话没说 却更像是一把尖锐的刀刃 狠狠刺进他的心脏 龙战法师隐藏职业 十六岁二十一级 玉航第一 种种荣耀成绩 在他面前 仿佛脆弱的像是一张纸 从头到尾都被压着打 甚至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对方甚至可以轻易将他杀死 喂 我们真就这样看着 不用去管吗 你问我干什么 那不是你弟弟吗 人群中 先前接送叶祥 沈又威两位学生会成员 看到这一幕 女生不由问道 林峰看着叶祥上楼的身影 嘴角微微一翘 陈万一翻了个白眼 我才不管 上面也是 故意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寝室的吧 就想看看 咱们这位撞跃学弟的实力 你觉得怎么样 女生不假思索 直接说道 很强 非常强 他的职业绝对不是道士 光是雷法 就不可能 没听说过道士会雷法的 林峰摸了摸下巴 看来 我得去图书馆查一查了 能在二十级 就用出雷法来的职业 有出现过吗 陈万一笑了笑 查到了 别忘记跟我说啊 一个人藏着掖着 没什么劲 林峰翻了个白眼 其实还有一个更快的方式 你去问他 不就好了吗 泽泽 校园网估计要报了 林峰翻了一下校园网 发现铺天盖地 全是叶响吊打陈万言的视频 但不得不说 这位道士学弟 打架是真的又帅又狠了 哇 太爱了 太猛了 天哪 从今天开始 叶响就是我的男神 雷法 真的是雷法呀 而且 明显跟五十级以上的法式雷法术 完全不一样 不需要念咒 还可以附在身上 这速度 简直不给你念咒的机会啊 不愧是高考状元 看来杀死三十级异兽的传闻 不是假的 我听说叶响遭遇过四十级异族的西沙 但那个异族最后被斩首了 不可能吧 应该是巡查帮忙出手了 此时校园网内 几乎全是叶响的话题 陈万言狼狈跪在地上 却没有太多人嘲讽 陈万言的实力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但很明显 叶响的实力更强 陈万一这时候 来到陈万言身前 板着脸 冷声喝道 我们陈家哪怕是战死 也没有下跪的 给我起来 还嫌丢人不够吗 陈万言茫然地抬起头 看到是陈万一 泪水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 姐 我输了 活该 谁让你平时目中无人的 陈万一翻了个白眼 身为姐姐 她虽然很想幸灾乐祸 但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还被打得那么惨 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可怜 行了 站起来 这次输了 下回再打回来就是了 你的隐藏职业到后期 会变得更强大 陈万言毕竟还是少年 没经历过血与火 哪怕是高考 也是碾压的实力横推 几乎没遇到几头强大的异兽 但和夜想相比 无论是精力还是努力 都相差甚远 不过在陈万一的安慰下 陈万言很快就振作起来 从地上站起身 一脸坚毅 嗯 我一定会打败她的 要是再输了呢 陈万一问道 那就再打 要是一直打不过呢 陈万言 这次真的沉默下来 良久 才说道 那让她当姐夫吧 我是服的 陈万一顿时气地揪住她耳朵 就往上提 你给我再说一遍 此时沈幽为寝室里 几个女生尖叫连连 宋雅也忍不住瞪大眼睛 看着屏幕 夜想浑身散发雷芒 瞬间来到陈万言 一拳紧贴对方的那一刻 简直帅到了极致 她忍不住抬起头 看向沈幽威 难怪她那么自信 原来真的好强 这就是高考状元的实力吗 沈幽威依旧在整理被褥 嘴角带着浅浅笑意 她从来不会怀疑 夜哥哥会输 她当然是最厉害的 宋雅忍不住凑过来 巧声问道 幽威 夜想是你的哥哥 那她有女朋友吗 沈幽威威一正 摇摇头 好像没有 她也没想到 在高中时期 那么多人嫌弃夜哥哥 到大学的第一天 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她了 另一边 夜想平静地回到宿舍里 冯淼泉和王军两人 一脸呆滞地看着她 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万言都被她轻易教训 这家伙到底有多强啊 我服了 夜哥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哥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冯淼泉立马抱大腿喊道 夜想翻了个白眼 提起背包和被褥 进屋前淡淡说了一句 啪 房门顿时关上 夜想进屋 将被褥铺好后 放下背包 闭上眼睛 盘坐在床上 烙印人鲜文 不放过一点修炼时间 人鲜文每一层前几遍都烙印得很快 可越到后面越慢 而且 跟陈万言打完一架 虽然没给自己半点压力 但她发现一点 自己实力提升太快 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实力 这要是在要命的战斗中 是非常致命的漏洞 天色渐黑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手机突然响起 夜想睁开眼睛 玄傲的人鲜文隐匿在皮肤下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发现是幼威打过来的 夜哥哥 不要忘记吃饭呀 快下来 楼下等你呢 好 夜想简单地回应后 挂掉电话 起身下楼 男生宿舍下 不少男生看到沈幽威后 眼睛都不由看直了 好先的女孩子 这是在等谁 然而很快 他们就知道答案了 只见楼梯门口走出一个长发少年 沈幽威就主动跑了过去 宛如小精灵一般 开心说道 夜哥哥今晚上吃什么 火锅怎么样 夜想问道 感觉京都的火锅 没有我们宁川的好吃 沈幽威嘟起小嘴 夜想有些无奈 那你说吃什么 随便呀 都可以 夜想直接转身往回走 好 那不吃了 不吃 别骂 我开玩笑的 我想吃烧烤 夜想想了想 点头 行 宋雅看着两人这一幕 越发羡慕 自己要是有这样的哥哥 就太好了 不过他有些奇怪 又感觉 两人似乎有点 不像是兄妹的感觉 像情侣反而更多一些 三人就在学校附近撸窜 吸引不少过路人的视线 明天就要军训了 听说这一次 是三校联合一起军训 为期一个月时间 宋雅说道 啊 那会晒黑吧 沈幽威有些吃惊 肯定会呀 还不允许图护肤品呢 夜想对这些话题不敢兴趣 静静吃着烧烤 喝了一口饮料 他抬起头 微微看了一眼 前面四五个 一直朝这边看的男生 似乎是战神高校的学生 目光肆无忌惮地 看着又威和宋雅两人 很是猥琐 宋雅显然也注意到 他们的视线 微微醋眉 走吧 换包厢吃 夜想平静道 嗯 两女没有意见 端着盘子 朝里面走去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进包厢没多久 那几个男生 竟然推开包厢门 互相打闹嬉戏 最后走出一个 很装笔的男生过来 整理了一下发型的同时 还偷偷看了一眼 宋雅澎湃的胸脯后 不由吞了吞口水 直接走到沈又威面前 开口说道 妹子 给个微信怎么样 哥哥一百八十哦 沈又威抬起头 不解的看着他 不行哦 男生一愣 为什么 因为给你微信 我就没有了呀 男生顿时一头黑线 一脸吃别的转身离开 宋雅对着沈又威 竖起大拇指 又威浅浅一笑 夜想则是已经习惯了 从初中开始 找又威搭讪的人 就数不胜数 简单吃了一些后 三人回到学校宿舍 回到宿舍时 夜想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陈万言 陈万言看到夜想回来 犹豫一下后 还是走了过来说道 对不起 但等我二十五级的时候 一定能打赢你 哦 那你加油 夜想随意点点头 反正都是一个宿舍的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自己脾气有时候也不好 拉出来揍一顿也行 冯淼泉与王军面面相去 跟着两位大佬一间宿舍 感觉压力好大 夜晚 夜想进入虚境界 数据库自动连上 盛庆高校的虚拟网端 熟练的进入竞技场 不过这一次 终于不再是古罗马 而是在一处雪山上 典雅的希腊神殿中 等级限制 也从最高五级 提升到了最高十级 选择敌对影像数据 也不再仅限于异兽 夜想甚至看到了异族 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真不愧是顶级高校 这权限就是不一样 看着上面一个个异族面板 他注意到 十二个异族里 这里面只有九个 数据还是觉得太强大了 夜想微微眯起眼睛 这九个异族 分别是古骸异族 童眼异族 沿途异族 脚鬼异族 蛇杀异族 血兽异族 双生异族 兵魔异族 六目异族 思索片刻后 随便选了一个脚鬼异族 等级三十五级 依旧封定 下一刻 他的面前就出现一头人形异族 他额头上有一只血脚 体型高大 四肢强壮 浑身肌肉 更是宛如磐石一般 馋馋结合 他看到夜想的一瞬间 嘴角泛起残忍的笑容 二话不说 直接朝他冲了过来 夜想瞬间使用人仙区 金光涌现 毕竟跟四十级的 骨骸异族打过一架 面对三十五级的异族 他觉得有把握 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 这个想法有多么错误 两拳相对的那一刻 恐怖的力量 瞬间将夜想轰飞出去 虚境界人物数据上 血条直接减少一半 相当于异拳几乎重伤 四十级的骨骸异族 强大的是骨刺延伸和再生能力 但他轻敌夜想 居然想着近战虐杀 最后被雷法克制再生 近战强行将其秒杀 根本没机会使用本族力量 而眼前的搅鬼 异族不同 本身就力大无比 是十二异族中 仅次于鬼修罗皇族的力量 哪怕夜想有炼体人先驱 但超越十级的差距 也不可能硬瞒得过 十级差距 没被搅鬼一拳捶爆 还能站得起来 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 感受着搅鬼的力量 夜想嘴角却泛起笑容 惊同双眸 泛起无情威严 每一头异族都真的很强大 跟异兽完全不一样的压迫感 人族 还能有夺回家园的希望吗 哄 刺眼雷芒爆发 夜想身形一闪 毫无畏惧 再次朝搅鬼异族杀去 反正虚境界中不会死 血量数据到底就算失败 失败那就再来 就这样 前半夜时间 夜想疯狂挑选高于自己十级的异族战斗 有输也有赢 利用雷法附身的速度 瞬间将其斩杀 但如果没有成功 对方也使用能力后 夜想就会被杀 血量直接见底 生死就在一瞬间 只有对抗骨骸异族的时候 雷法完美克制对方的再生能力 哪怕高时级 夜想也能稳赢 虚境界战斗持续后半夜才停下来 没有丝毫犹豫 闭目开始冥想 烙印猿先驱 随着身上的人 鲜文若隐若现 脑海中刻印的人鲜文远比第一层复杂许多 第一层只是刻画身体四肢 但低着二层就包括了脸 脚底 手心和眼睛 这些位置的纹络很细致 刻画难度也加大不少 不过先前的战斗 还是让刻印人鲜文的速度加快不少 一晚上时间烙印了十分之二的进展 照这样的速度 大概需要五天左右就能升级 黎明那一刻 夜想神清气爽地睁开眼睛 直接走出房间 来到阳台 果不其然 他刚走出来 宛如闹钟定时一般 正好卡在日出那一刻 运用道家内丹呼吸法 腹腔共鸣 不一会儿 一缕缕炙热紫气吸入腹中 气海中的紫丹旋转飞快 休一下 就将这几缕紫气吃丹抹净 然后又安定下来 稳稳旋转着 夜想摸了摸下巴 道藏有记载 紫经丹九转后会结缘因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得多少急 结束修炼 正好看见王军走出来 注意到夜想的视线后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打扰到你修炼了吗 没有 夜想摇摇头 洗漱一番后 手机弹出班级群的消息 早上十点 来教室集合 徐萌萌 与此同时 王军和刚起床的冯淼泉 也收到这条消息 冯淼泉有些吃惊 咱们的导师居然是这一位 怎么 王军有些疑惑 徐萌萌 48级 22岁 职业圣职祭祀 是上一届圣庆的三大女神之一 没想到她毕业后 是选择留校当导师了 冯淼泉解释说道 你们看 夜想也有些好奇的凑上来 发现的确很漂亮 鹅蛋脸 秀美温婉 颜值虽然与沈又威些许差距 但成熟的身材和气质 完全弥补了这一点 48级也好强 接近五转的伏法导师 才20岁出头 夜哥 有想法吗 只要胆子大 导师放产假 冯淼泉开玩笑道 夜想翻了个白眼 王军也不用笑道 你成年了吗 就像这些 冯淼泉嘿嘿一笑 这有什么 这时 陈万言也走了出来 经过昨天的事情 性格转变了不少 输就输了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抬起手摸了摸后脑勺 看着他们说道 昨天的事情 的确很抱歉 我脾气有些冲动 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 大学四年时间 还很长 没事的 夜想平淡说道 好嘞 陈万言连忙点头 夜想的实力 他是真服了 配做他姐夫 夜哥 你缺不缺女朋友 我把我姐介绍给你怎么样 三人看了一眼 陈万言的体格 三人自动挠不出 一个肌肉女的画面 顿时连连摇头 丑惧 陈万言也不要点头 也是 我姐出了凶大 一无是处 另一边女生宿舍 阿秋 刚起床的陈万言 顿时忍不住 打了一个喷嚏 摄友直接甩了 一个治愈光环过来 别感冒了晚一姐 陈万言一脸狐疑 我怀疑是有人说我坏话 四人一同下楼 来到教室 在路上陈万言和夜想 吸引了不少人注意 有些好奇 昨天还在打架 怎么今天就相处无事了 终于找到教室后 一瞬间冯淼泉就觉得 自己来盛庆是来对了 全是妹子啊 却没注意到 几乎所有女生的视线 都落在夜想身上 四人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来后 没过一会儿 沈又威和宋雅也走了进来 看了一圈后 很快找到夜想 连忙走了过来 陈万言和王军 看到沈又威的那一刻 都不由看呆了 好漂亮青春的妹子 直到走到跟前 两人才反应过来 沈又威与宋雅 挨着夜想另一边坐下 叶哥哥 你吃早饭没 我给你带了小包子和牛奶 还没 就知道 老是不吃早饭 老妈都说 你好几次了 沈又威说道 一旁的冯淼泉 一脸眼巴巴地看着 沈女神 我也没吃 我也没有 陈万言也跟着后脸皮说道 你们自己不会买吗 宋雅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说道 这时 门口走进来一位 白色吊带连衣裙的女人 白色长发 戴着金边眼镜 看起来比照片上 还好看许多 尤其是身材 几乎完美无缺 她正是徐萌萌 她来到讲台前 看着众人微微一笑 平静道 大家应该都来齐了吧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萌萌 四十八级圣职祭祀 不出意外的话 我将是你们未来四年的导师 你们第一次步入大学 我也是第一次当导师 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大家一起进步 一起努力 听完徐萌萌的自我介绍后 教室里响起掌声 几乎没人会讨厌 这样好看的美女老师 而且还那么厉害 徐萌萌浅浅一笑 随后目光看了一眼 后面的夜想成蜿蜒似人 这样吧 就先从男生自我介绍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顺便说一下 自己的身高和体重 我记录一下 然后给你们拿军训的制服过来 话音一落 冯淼萌萌黑黑一笑 立马站起身 开口说道 我叫冯淼萌 职业辅咒法师 今年十六岁 单身巨蟹座 身高一百七十一 体重八十公斤 联系方式是九百五十六 喜欢我的 一定要联系我啊 说了一大堆 冯淼萌终于坐了下来 全教室所有女生都呆住了 就连徐萌萌都缓了好久 夜想陈万言和王军三人 现在很想离这家伙远一点 简直太射死了 不过这家伙的职业 居然传闻中最恶心的诅咒 伏法职业 伤害虽然不高 但一个个诅咒光环加持下 相当令人难受 轮到王军后 他有些腼腆的站起身说道 我叫王军 职业是结界师 如果遇到危险的话 可以来我身边 身高是170 体重65公斤 女生们眼睛顿时一亮 居然是结界师 罕见的纯防御辅助职业 稀有程度不亚于隐藏职业了 徐萌萌也不由有些意外 这两个男生的职业 都很特别啊 一个诅咒 一个纯防御 组合起来还挺恶心人 很显然 冯淼萌也意识到这一点 不可思议的看向王军 黑黑一笑 没想到啊 咱们挺合适的啊 王军摇摇头 我妈妈说 只让我保护妹子 冯淼萌顿时一黑 我总不可能去变性嘛 这时 陈万言站起身来 说起自己的职业 以前的他是非常骄傲的 但自从被叶想吊打一次后 他才知道 什么是人外有人 于是很平静地说道 我叫陈万言 职业是龙战法师 身高175 体重76公斤 众人不由鼓起掌来 这家伙昨天虽然打输了 但不代表不厉害 那龙语魔法还没使用出来 就让人感受到压力了 是个非常强大的职业 徐某某却有些疑惑 这明显是强大的战斗职业 怎么会来到伏法系了 上面的意思吗 他目光落在叶想身上 此时全班同学都落在他身上 显然不少人都很是好奇 叶想如今的职业 究竟还是不是道士 毕竟他展现出来的种种表现 完全跟道士不沾边 叶想站起身来 因为修炼人先驱的原因 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同龄人 叶想 职业 叶想沉默片刻后 眼中划过一丝思索 从一族袭杀的事件后 他多了以往没有的警惕性 那就是 即便在人族这里 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到现在 一族怎么混进来的 目前都没有透露出来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人族里出现了叛徒 虽然这有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 但不管怎么样 给自己留点底牌也好 他不确定 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天师职业 但要是有任何记载的话 自己毫无疑问 会暴露出不少实力 叶想迟一片刻后 看着众人说道 我职业道士 看了三年书 学会雷法了 众人一脸茫然 原来看书还能学会雷法吗 哥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些什么 徐某某有些无奈服额 还是点点头 身高体重呢 180 73公斤 徐某某点点头 很标准的身高体重啊 接下来轮到沈又威 他站起身浅浅一笑 顿时迷的女生们 都觉得好好看 我叫沈又威 职业是月经灵祭祀 168 体重是52公斤 身高体重是女生的秘密 不过沈又威并不在意这些 一个个轮流介绍后 大家互相都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 好了 你们先自由活动 我去帮你们拿军训制服 叶想 陈万言 你们两个过来帮我一下 叶想和陈万言不由一愣 但还是点点头 起身跟了上去 近距离下 越发能感受到 这位老师的魅力 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很是好闻 陈万言跟在徐某某身后 眼神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屁股 叶想则是很平静地走着 眼神波澜平静 或许是读了三年到葬的原因 让他心性都成熟不少 或许是感受到陈万言的视线 徐某某无奈转过身 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调侃道 老师虽然很好看 但可不能想一些色色的东西哦 知道吗 嗨嗨 没有 老师 绝对没有 陈万言立即说道 但他的脸色出卖了他 直接忍不住有些皂红 徐某某则是看向叶想 发现他的眼睛干净清澈 不愧是倒是职业呢 这份心性配合另一个觉醒职业 难怪会成长得那么快 很快 三人来到学校的仓库 这里堆放了一大堆军训制服 徐某某将整理好的资料递给仓馆 仓馆接过后 点点头 招呼几个人 很快就整理出数十件制服出来 三人一人拿一部分抱了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 陈万言似乎想要表现自己 三下五除二就跑得飞快 留下叶想和徐某某 两人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 似乎想起什么 徐某某不由问道 叶同学 那个四十级骨骸一族 是你一个人杀死的吗 你的雷法强度很高 四十级的骨骸一族 也正好被雷法克制 所以 叶想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淡淡一笑 老师 是不是我一个人杀死的很重要吗 重要的是 他死了 我还活着 徐某某文言微微愣问一下 看着叶想的目光 变得深邃复杂 你的心性 真的跟前线那些战士差不多了 真是有些期待你未来的表现 所以 老师你也才22岁 48级的圣职祭祀 在战场上 能救下更多人吧 为什么会选择当导师呢 叶想也简单问道 我上去了呀 徐某某轻声说道 叶想一愣 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一毕业就上战场了 但被一族针对 遭遇了埋伏 他轻声说道 说到这里 徐某某伸出手 摘下眼镜 然后直接用手指点了点右眼瞳孔 有发现什么吗 叶想看着他的眼睛 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 这只眼睛很死板 毫无灵性 你这只眼睛 假的吗 果不其然 徐某某下一刻 便将这颗眼睛取了下来 露出黑洞洞的眼眶 那张原本漂亮动人的眼眸 一瞬间就破坏了 甚至还多了些许恐怖 叶想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莫名一疼 徐某某解释道 我这只眼睛 受到六十级六母一族的诅咒 瞎了 所以上面让我回来 留校教学生 其实我很不乐意的 因为有很多战士受的伤 比我还严重 但他们还在前线 你知道吗 就现在校园里 每一分每一秒的安详 都是前线战士们 用生命换来的 叶想沉默下来 没什么呀 说明你想的很多呢 不过你现在才大一 等级也还低 而且毫无疑问 你肯定跟我一样 也上了一族天才袭杀名单 一旦上战场 百分百会被针对 运气好 像我这样还能回来 要是运气差 可是会死的 先好好修炼升级吧 说完 徐某某已经将那颗假眼 装了回去 略带一些俏皮道 这是你跟老师之间的秘密 可不能跟别人说哦 叶想一愣 点点头 两人一同回到教室后 就开始分发军训校服 确定尺寸都没有问题后 徐某某看着众人说道 今晚上八点 到操场集合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军训 这一次军训 是三校所有新生一起的 前往京都外城的一处军事基地 接受训练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表示知道 好了 今天就这些事情 大家解散吧 好好体验这四年大学生活 徐某某笑道 哇 我爱了 我真的太爱这个老师了 冯淼泉捂住心脏说道 你别整得那么恶心行不行 陈万言有些无语道 叶哥哥 你待会儿要干嘛 沈又威看着叶响问道 最近学会了一个新技能 冥想是熟练一下 叶响如实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沈又威立即说道 不介意我也一起吧 宋雅笑着说道 陈万言摸了摸下巴 我也去 他必须追上叶响的脚步 这家伙这么努力 自己可不能懈怠 结果 就是他们全部都去了冥想市 每个班级有三个场所 一个是先前上课的教室场所 一个修炼用的冥想市 还有一个就是虚境界网络教室 冥想市很大 200多平 足够数十人随意活动 找位置冥想 地上摆放着一个个步团 坐起来会舒服很多 整个冥想市都是特殊设置的 只要将门关上 外面任何声音都穿透不进来 不受丝毫打扰 在这里 所有人都可以尽情冥想修炼 叶响随便找个位置坐下后 沈又威再间隔一个步团右侧 也坐了下来 众人见状照做 静下心来冥想修炼 然而叶响来这里 自然不是为了冥想 而是学习新技能 通天路 以内单灵力为根基 配合咒 硬 灵明空化符 手中微动 眨眼间 一张透明的镜符浮现身前 很轻易简单 毕竟这张符录画了整整三年 一张完美的镜符浮现身前 不过没一会儿 镜符就自动消散 失去灵力支持 符录就会消失 这算是通天路唯一的弊端 不能像符纸一样 长久保存 符录种类很多 但大致分为三个等级 人符 地符 天符三种 以他现在的内单修为 三千道藏中 记录了不少有关于符录的道书 倒是职业的原因 叶响都记得很清楚 没有一点忘记 人符类里 有镯阳符 索符 重水符 千行符等等 数量很多 每一种符录都有不同的效果 叶响仔细回想 镯阳符的皱纹和笔画 很快 他就抬起手 双指散发灵光 淡淡的线条凝聚身前 不一会儿 一张镯阳符 缓缓凝聚身前 呼一声 炙热的火焰燃烧开来 叶响可以调节通天路的灵力 所以这张镯阳符使用后 就像是一个火球一般 全力施展 威力至少还超过十倍左右 叶响满意地点点头 符录的多样性 至少弥补了自己一些战斗技巧和细节 是个很实用的技能 就是 纯粹有点消耗灵力 那单修为还太低了 不过也是 毕竟属于法术类技能 跟人心闻全靠体力完全不同 果然 不管什么职业 前期还是练体强 叶响又试了一下其余几张符符 熟人凝空画符的速度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后期完全可以一瞬间画出几张 甚至十几张符符出来 符符之间相互组合 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就这样 一下午的时间 叶响一直耗在通天路上 直到一瞬间 面前凝空画出三张镯阳符 眨眼化作小火球 汹汹燃烧起来 叶响知道 这是自己的极限了 毕竟等级还低 也不知道一抬手 铺天盖地全是灵符 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众人早就不修炼了 静静地看着叶响的通天路手段 很是好奇 看起来像是道士的俘虏 但居然可以不用传统的符纸来画 感觉很神奇 叶响站起身 看着众人笑道 光看我干什么 你们不修炼吗 沈又语摸了摸肚子 叶哥哥 都饿了 中午都没吃 马上晚上了 行吧 那今晚吃什么 冯淼泉立马凑不来说道 火锅怎么样 昨天我看到 食堂还有火锅 而且很便宜 叶响想了想后 点点头 行 可以 毕竟人多 一行人直接朝食堂过去 发现还挺热闹 不过几乎都是新生 老生都是在宿舍里自己煮 选了一张桌子 众人刚坐下来 就看到徐萌萌也走进食堂 沈又威眼睛一亮 连忙起身喊道 老师 来这边 不少学生文声抬头 看到远处两位风格相近 但完全是两种类型的漂亮女生 顿时感觉饭菜都香了不少 等徐萌萌落座后 冯淼泉忍不住问道 老师也喜欢来食堂吃饭吗 徐萌萌点点头 对啊 我在这里吃了四年了 习惯口味了 怎么 不行吗 当然可以 冯淼泉黑黑一笑 看着面前几个大美人 吃饭都很香 几人站着火锅 有说有笑吃到一半的时候 宋牙忍不住问道 老师 我们这次军训是什么呀 竟然要三校联合起来 徐萌萌摇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往年军训都是在各自学校里 这还是第一次出去 军方全权接管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格 即便是我也不清楚 那老师会跟着一起吗 王军问道 当然啊 我是你们的导师 肯定要一起过去的 徐萌萌笑道 老师这一笑 仿佛孝敬王军的心里 他有些羞涩低头 不敢多看 不过呢 也能理解 毕竟你们这一届三座 顶级高校的学生一起出去 不泄露消息是为你们好 要是出事的话 人足损失就太大了 徐萌萌点头道 夜想吃着毛肚 听到这句话 他不由想起 被一族袭击的事情 的确如此 如果不保密的话 这一届人族 所有天才学生聚集在一起 估计一族 一定会将尽一切办法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也会动手 好了 吃完稍微休息一下 到操场集合 徐萌萌简单吃了一点后 起身说道 大家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你们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军训 冯淼泉忍不住好奇猜测道 陈万言半点不在意 谁知道呢 军训的目的也就是 培养我们的纪律性 和一些战斗意识而已 没什么难度 王军点点头 以往军训的确都是这样 冯淼泉摸了摸下巴 也想不出 这次会是什么套路 总不可能让我们大一 就上战场吧 他开玩笑道 懒散吃着火锅的夜想 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抬起头来 眼中闪烁着期待 沈又微无奈服额 夜哥哥 一提起 战斗你就来精神了 夜想笑了笑 战斗可以让自己升级得更快 他当然有点期待战场 只杀了一头一足 完全没有过瘾 一顿火锅 大家都吃饱后 起身回宿舍 简单收拾了一下后 便换上军训制服 一同来到操场 还别说 众人穿上军训制服后 明显精神不少 时间一点点来八点钟后 很快 服法系一般集合完毕 就在这时 校门打开 一亮亮绿皮 重卡开了进来 在所有新生的惊呼下 纷纷来到众人面前 一个军人下来 走到徐某某点头敬礼后 便看着面前的学生 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上车 众人一愣 这就出发了吗 果不其然 随着一个个人 全部上车后 全部热闹的操场 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 一辆辆重卡军车 来得快 出发得更快 夜路漆黑 谁也不知道 要去往哪里 沈又威有些紧张地 抓住叶响的手臂 叶响摸了摸他的头 知道他从小就有点怕黑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高考时 哪怕在异兽领域 也会点篝火的原因 徐某某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拍了拍脑子 看着面前这一般的学生 开口说道 抱歉 别忘记了 我们还没有选班长吧 大家是打算投票 还是自荐 大家一愣 随即下意识 将目光看向夜想 和沈又威两人 两位高考状元在这里 还需要什么考虑的 我没兴趣 夜想直接说道 班长事情多 还麻烦 耽误时间 徐某某有些无奈 只好将目光 落在沈又威身上 轻声说道 又威考虑当班长吗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沈又威也不知道 该怎么拒绝 只好点点头 大家顿时鼓起掌 他来当班长 大家自然没有意见 夜想也不由笑了起来 又威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班长 还真是习惯了 卡车还在行驶 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在徐某某的邀请下 大家开始唱起歌来 欢快的气氛逐渐弥漫开来 但时间就像在这一刻转折一般 因为迎接这一届学生的军训 将是地狱般的训练 无论男女 原因就在半个月前 华夏术处边防同时沦陷 上万的战士全部牺牲 虽然后面紧急支援 将边防重新抢了回来 但这已经说明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 一族又打算大举进攻人组 这一次防线进攻 绝对不是某一一族 可以组织起来的攻势 术处边防瞬间沦陷 甚至连救援都来不及 时间一点点流逝 开了接近七八个小时 来到凌晨三四点 重卡才停了下来 空洞 后车门打开 亮堂的灯光照射进来 先前那个战士走过来 严肃的面容 顿时让他们紧张起来 战士看着车内的学生 开口说道 你们可以下来了 众人文言依次下车 视线陡然变得开阔起来 仿佛来到军工厂一般 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我去 这里好大 冯淼泉忍不住惊呼出声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下来 发现密密麻麻全是人 数量接近上万人 显然是三座顶级高校的 所有新生都聚集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 密密麻麻上万个 宛如球状的电子设备飞过来 落在每个学生面前 众人一愣 这不是军方战士 专有的辅助智能吗 到底怎么回事 很快 叶响面前也飞来一个辅助智能 那电子眼对着叶响 从上到下扫描一下后 智能语音说到 编号伏法系0713 绑定者 叶响 年龄16岁 等级25 职业道士 绑定成功 你好 叶响同志 我将是你为期一个月的辅助智能 负责定制你的个人训练 任务 出勤与平忧 评分优秀者 将会从大一开始进入军官体系培养 这一刻 大家面前都是这样的辅助智能 不由有些面面相去 军官体系 从大一就开始了吗 这不就相当于提前四年毕业 参五了吗 徐某某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如果抓住 相当于节约了四年时间 有可能一毕业 就已经在体系上混上不错的位置 但他也很清楚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军官体系 尽管当下人族与异族关系紧张 但最基本社会体系也要运转的 可如果真的连家都守不住了 最终结果只能是全民皆兵 意识到这一点 徐某某立马猜到 前线肯定出事了 可能是为了不引起国内恐慌 前线的事情并没有通报出来 但肯定也隐瞒不了多久 他抬起头 看着整个地下训练场 神情有些复杂 这是直接拿出一个军事基地 给这些大义新生们军训 这些孩子 真的承受得住吗 与此同时 基地的最上层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神情不变地看着屏幕 屏幕里正是一万新生 他们代表着这一届未来最顶尖的人才 这位老人 全国所有人都认识 正是当下华夏的首席 周安 这时 房门打开 一位秘书长走了进来 看着老人点头说道 首席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周老文言 缓缓闭上眼睛 脸上有不忍 有无奈 也有坚持 最终点点头 那就开始阴道吧 希望这些孩子将来 不会恨我 秘书长抿起嘴 伸手在屏幕上点击确认提交 哇 叮叮 所有的辅助智能发出提示声 随手从内壁里 延伸出一个电子眼镜 戴在叶祥脸上 辅助智能提示道 开启军训任务一 登陆虚境界 十分钟内 杀死目标 辅助职业 可与战斗职业组队 但目标也会相应增加 前五百名完成者 获得一点积分 话音一落 冯淼全就果断先给叶祥发了组队申请 他速度虽然很快 但很快 组队要求就密密麻麻叠加过来 班里几乎一半的女生 第一时间都选择与叶祥组队 沈幽威闽起嘴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与叶祥组队 而是看着宋雅说道 你跟我组队吧 我记得你是木系法师 只有控制和治疗技能 宋雅点点头 嗯 沈幽威又将目光落在两个 纯辅助的女生身上 主动邀请 因为还不知道目标是什么 三个人算上他自己 总共四个目标 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叶祥思索片刻后 同意了五个申请组队 而把冯淼全直接拒绝 别啊 叶哥 帮帮我呀 冯淼全看到被拒绝后 顿时欲哭无泪 叶祥翻了个白眼 你好歹是诅咒法师 也算是战斗职业 去找王军组队去 哦 陈万言这边看也不看 直接全部同意了组队 整整六个 时间结束 请开始登陆虚禁剑 完成任务 辅助智能话音一落 眼前一黑 下一刻 他就进入了虚境界中 环境依旧是在这军事基地中 不过周围只有五个人 一下子显得非常空旷起来 而那五人 正是先前同意组队的五个妹子 他们看向叶祥 微微松口气 叶祥注意到 面前有个一分钟倒计时 还剩下54秒 直接说道 简单说一下你们的等级职业 应该快要开始任务了 二十级换同师 一个子谋的女生迅速说道 其余四个女生 也立即跟着说道 二十三级数据统计师 十九级水浮法师 二十级侦测师 二十级隐藏职业 包灵师 叶祥眉头一挑 目光落在最后一个女生身上 似乎有些胆怯 不敢看她的眼睛 没想到还有个隐藏职业 包灵师是非常强大的隐藏职业 所有攻击都作用在精神上 几乎没有手段可以防御 只是前期比较弱 但后期放在战争上 一个群体灵魂波动树丢出去 直接放倒一片 你们站在一起 注意四周 目标出现第一时间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其余交给我就行 叶祥说道 四女文言点点头 毕竟一个数据统计师 一个侦测师 这两人完全不是战斗职业 随着倒计时最后十秒钟 五人的辅助智能 也数据化出现在身旁 开始记录 十九八七六三二一 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 面前陡然出现五个异族 他们浑身血红皮肤 勾搂着身躯 在地上爬行 满脸嗜血猙獰地注视着他们 叶祥眯眯起眼睛 血兽异族 全是二十二级 五个人的平均等级吗 几个女生 似乎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怕的异族 顿时被吓得有些害怕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现在是在虚境界里 不会真的受伤 昨晚跟三十五级的血兽异族 战斗过两次 速度很快 半残的情况会有狂暴状态 要么不打对方 要么就必须一击致命 要不然狂暴起来 只有被虐杀的结果 压缩到极致 刺拉一声 刺眼的雷芒 瞬间在叶祥身上绽放出来 几个女生还不等反应 叶祥就宛如闪电一般 直接冲了上去 雷光闪现的一瞬间 五头血兽异族的脑袋 全部伸手一触 鲜血喷洒一地 挑战结束 挑战时间十二秒 辅助智能说道 话音一落 几人就强行退出了虚境界 回到现实 几个女生完全没回过神来 呆呆地站在原地 还处在叶祥恐怖的实力中 与此同时 叶祥身边的智能辅助开口说道 叶祥同学 您本次的挑战时间为十二秒 暂为第一名 叶祥自然没有留守 第一时间使用了最强大的雷法 直接将五头二十二级的血兽一组秒杀 很快 排行榜上开始出现不同人的名字 精确到学校院系几班 而叶祥的名字依旧排在第一名 在自动退出队伍后 智能辅助看着叶祥说道 你已完成第一个任务 是否继续 叶祥在看到沈又威也完成任务后 点点头 继续 体能检测 请前往目标检测室 智能辅助说道 很快 他指向一个位置 朝那边飞去 叶祥立即跟上 没过多久 来到一间充满科幻的训练室 请站在这里 智能辅助来到一个站台上说道 叶祥站了上去 下一刻 一道蓝色光线从头顶扫描到底 身体素质 力量139 体力89 细胞强度 三星 综合评分 D级战士 符合驾驭权限 叶祥知道 这是什么数据了 果然是测量身体数据的 D级战士属于军方的一个综合战力判定标准 不过这符合驾驭权限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25级的战斗职业 才算是一级战士 说明他的身体素质已经达到30级以上 这还是没使用人先驱程度 测试完成 开启第二项任务 潜伏 请叶祥同学再次进入虚境界 辅助智能说道 叶祥点了点眼镜 数据链接神经大脑 但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连接得很慢 眼前一片漆黑 只看得见一长串数据 载入中 1% 12% 55% 缓慢跳动着 叶祥微微皱眉 不过也没有过多怀疑 与此同时 基地上方 十几位科学家 目光陡然落在屏幕中 有学生通过测试 已经在同步端口 链接泄偶战士了 数据在传输中 叶祥 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吗 真优秀啊 居然已经25级了 而且身体素质检测 居然要求匹配30级的泄偶 有点夸张了吧 一位老年科学家 文言抬起头 目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他正是如今 华夏科学领域的顶尖人物 89级顶级机械神经师 杨辉明 检测学生状态情况 确保链接稳定 不要以为泄偶破损 对学生来说 只会造成一点点精神负担 任何意外 我们都不能出现 众多科学家文言认真地点点头 神经连接稳定 泄偶激活稳定 该学生状态稳定 合缘能转化稳定 众人看着屏幕上夜想的状态 和远在数千公里外的 一具全太精打造的泄偶身上 夜想看着眼前数据载入来到99 下一刻 终于跳到了100% 链接载入成功 话音一落 夜想睁开眼睛 若木却发现自己 好像是在某个军事仓库里 有些疑惑 就在这时 一个智能辅助飞了过来 看着他说道 夜想同志 请前往地图上标记的位置 潜伏 等待一支一组小队靠近 夜想文言明白过来 这才注意到 手臂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通讯仪 点开屏幕的小红点后 一张地图映入眼帘 确认目标后 没有犹豫 直接开始出发 等他走出军事仓库后 眼前的一幕 顿时让他有些吃惊 荒凉血红的大地 废弃的基地 地上到处都是尸体 有异兽的 也有人足 看着眼前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下意识觉得 这只是虚境界模拟出来的场景 但还是有些悲伤 夜想大概猜到了军训的方式 多半是用虚境界 模拟真实战场 来磨练他们 难怪再入这么慢 这也太真实了些 没有太多犹豫 按照地图的坐标 直接迈步 朝那个位置飞快赶去 没有跑多久 他突然想起来什么 直接使用通天路 手中散发灵光 眨眼间便画出一张千行符 落在自己的脚上 果不其然 速度陡然加快了一倍不止 身体也明显感觉轻了不少 很快 他来到地标指引的位置 是一处废弃的建筑中 辅助智能在他身边飞着 没过一会儿 不远处 七人一小队的一族 出现在视线中 只见这七人 浑身宛如岩浆石一般的身躯 走起路来 时不时会迸发出岩浆火焰 体型接近三米 宛如小巨人一般 很是强壮 面目正正方方 双眸也是宛如岩浆色的瞳孔 叶想微微眯起眼睛 岩涂一族 物防法防都高的离谱 是除开古骸一族最难杀的一族 尤其是火系法师职业 遇到岩涂一族 宛如天敌一般 对方直接免疫了 七个平均三十级的岩涂一族 似乎不是不能对付 想到这一点 叶想抬起头看着辅助智能说道 任务要求是潜伏 后面呢 已将目标发送后方 等待指令 辅助智能说道 叶想皱起眉头 这不是测试吗 还发送后方干嘛 他看着面前这七个沿途一族 身上缓缓浮现出人新闻 显然不打算等待老十字指令了 直接选择动手 伴随着那七头沿途一族越来越近 辅助智能终于有了反应 任务变更 已派出一支小队过来 请叶想同志原地等待机会 埋伏维艰一族小队 辅助智能说道 不用 我有把握可以对付 叶想直接回应道 没有任何犹豫 他将目光落在最后一头的沿途一族 这家伙的等级最低 只有二十八级 先秒杀掉一头后 压力会小很多 下一刻 叶想身上人鲜纹彻底显露出来 覆盖全身 眼眸的瞳孔也逐渐转变为金色 金光涌现 化作一柄长剑落在手中 几千公里外的军事基地内 后方负责这群学生的指挥官 注意到这一幕 不由皱起眉头 所谓的指令 正是他下发的指令 目前只有叶想一个人 链接泄偶开始行动 他也正好注视这家伙 看到他叶想的动静 和手里的长剑 嘴角泛起无奈 随即表情严肃到 这年头的学生 都是这么莽撞吗 就算他以为是虚境界 不会真的死亡 但这么忙 有什么意义 任务结束 直接给我判定低分 就算是高考状元 也不会给他面子 另一个指挥官下属 无奈摇头 一句泄偶价值数百万 就这么毁了 哎 最重要的是 前线本身就没多少泄偶 目前只有五百句 显然 大家都看出叶想打算动手 但一个二十五级道士 还能同时对付 七头平均三十级的沿途一组不成 真把战场 当成高考时的那种 小孩子过家家吗 果不其然 叶想动手了 爆发的速度相当迅猛 这一幕 不少指挥员都不有点点头 这个高考状元 还是有点实力的 此时叶想已经冲到 最后一头沿途身后 对方显然也感受到动静 迅速转过身来 但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张浮路 重水浮落在他身上的一瞬间 宛如瀑布一般炸开 轰一声 庞大的水冲击 直接将对方重重压在地上 刺拉一声 宛如凉水落在油锅一般 沿途一族身上 泛起浓浓的白烟 不等着投沿途一族起身 叶想直接施展清风剑绝 灵力剑光全部落在他身上 看出一道道的剑痕 每一剑都会遗留一缕金光 在对方身体里 这是金光骤晋级二层后 延伸的些许变化 一瞬间 数十件划出 叶想一脸平静地 走过这沿途一族身边 手中缓缓捏起法绝 轻声念叨 内有霹雳 雷神引鸣 话音一落 身后沿途身上残留的金光剑气 散发出刺眼光泽 他正正地看着自己的身躯 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下一刻 陡然轰的一声 他的身躯直接被炸成粉碎 漫天岩浆宛如天花一般散落下来 这一刻 不仅剩余六个沿途一族没有反应过来 就连远在几千里外的一群指挥官们 看到这惊艳的一幕 都忍不住发愣了 这小子 太帅了吧 一个女指挥官忍不住捂住脸 满脸惊艳 尤其是在那沿浆化作星火炸开的一瞬间 简直美轮美奂 原来战斗还能这么好看吗 而这一切 仅仅只是开始 是叶想征服战场的开始 面对剩下六头沿途一族 叶想左手凝空画幅 眼眸低垂 赤令 迷迭乱象 俘虏裂开 眼前几头沿途一族 就看到叶想的身影 猛然出现四五个一模一样的身影 看得眼花缭乱 同时朝眼前这些一族一起进攻 手中金光长剑灵力 都是同时施展出清风剑绝 其中自然只有一个是真的 叶想来到一个三十级的沿途一族面前 一剑重砍下来 这头沿途二话不说 直接喷出一口岩浆火焰 朝叶想喷涌而出 炙热的高温席卷而来 叶想竟然清清楚楚感受到这一点 不由有些折舌 这军方的虚境界可比顶级高效 还要真实不少 没有太过于分心 叶想侧过身 手中金光长剑散开 化作金光覆盖全身 直接硬扛着火焰 来到这头沿途面前 一拳狠狠砸下 砰 这头沿途的脸 直接被庞大力量砸碎一块石岩飞出 整个石头脑袋都被砸得有些发懵 好大的力气 对方是搅鬼吗 叶想没有停手 一拳接着一拳砸出 人仙区的恐怖力量 众若千军 再配合金光咒 二十五级的叶想 宛如人形暴龙 一瞬间轰出十几拳 硬生生将这头沿途的脑袋轰爆 还剩下五头 叶想脚步一转 一边进攻 一边手中再次凝空化幅 一道灵符一成 便朝那几头沿途甩过去 三十级的沿途一族 除了耐抗 也就只会喷火 其余就靠一身高硬度 沿将身体作为攻击 手段很少 主打的就是先锋肉盾 一张锁符落在他们身上 直接碎裂开来 化作长长的灵力锁链 将他们全部缠绕捆绑在一起 这五头沿途战士非常愤怒 抬起手 嘶吼着 就要将其扯断 哪知道下一刻 一股狂暴的力量 陡然在叶想身上绽放出来 瞬间让几头沿途惊恐不已 他们抬起头 满脸不敢相信 雷法 叶想将金光压缩到极致后 刺拉一声 雷法疯狂涌现 白雷绽放的一瞬间 将其凝聚在双手间 对准剩余五头沿途的方向 眼眸极致冷漠 掌心雷 哼 狂暴的雷球从他手中迸发出去 瞬间落在沿途身上 时间在这一刻 宛如停滞 雷球的极致高温还没炸开 沿途战士身上的岩石组织 就在迅速融成玻璃化 但随着雷球炸开 轰鸣一声 狂暴雷法直接炸开 五具沿途瞬间炸裂崩溃 与尘土崩飞出去 全部被斩杀 做完这一切后 叶响长松口气 体内灵力几乎耗尽 身上的雷芒也缓缓消散开来 半空中 辅助智能默默地将这一切全部拍摄下来 惊呆了指挥师一群人 一个二十五级学生 将一个平均三十级的一组小队 歼灭了 总指挥官周景也缓了好久 才回过神来 立即发出指令 辅助智能迅速说道 叶响同志 您已完成任务 斩杀七名三十一族 叶响有些不解 直接下线不就好了吗 整那么麻烦干什么 但随即明白过来 这应该是让他们习惯战场 点点头 刚要转身原路返回 七颗血灵从散开的烟尘中浮现出来 叶响不由一愣 下意识走过去 伸出手触碰了一下 然而血灵却并没有被吸收 摸了摸头 也是 这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吸收成功 有些惋惜 这七颗血灵要是真的话 估计足够自己升个一级了 没有太多犹豫 叶响转身原路返回 然而回去的路上 却遇到五人平均三十五级的人族战士小队 他们看到叶响时 都不由愣了一下 其中一个大叔 微微有些愣神 血偶 好像是后方最近送过来的高科技吧 听说蛮贵的一台 队长 任务突然取消了 身后一个队友疑惑说道 我看到了 裴仙点点头 他朝那血偶走过去 开口说道 我是特别行动小组 裴仙 负责前来支援的 任务目标已被抹除了吗 叶响也不由发愣 这模拟战场一定要这么真实吗 居然连NPC都有 他点点头 嗯 已经完成清除目标 现返回 裴仙点点头 看来后方新研究出来的血偶 还挺有用的嘛 在他眼里 此时的叶响就是血偶模样 而在叶响眼里 他就是数据化模拟出来的自身 所以 两人沟通毫无障碍 裴仙朝着叶响敬礼后 转身离开 没有过多对话 在真正的战场上 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是轻易喘息的 现在刚结束一轮战斗 那些异族正在不停地派斥后 来调查人族这边的具体情况 叶响刚才消灭的七头沿途 就是异族派出来的其中一只 回去的路上 叶响看着满地争鸣的尸体 神情越发越沉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回了军事仓库 根据辅助智能指引 走进一个一人高的奇怪舱内 恭喜叶响同学 本次任务已完成 今日任务已结束 学分累积211分 今日评定优异 奖励10点积分 请明天继续加油 智能辅助看着他说道 叶响平静地点头 说道 退出虚境界 话音一落 眼前一黑 退出链接 奇怪的是 近来链接的慢 退出去的很慢 等了许久 才彻底退出来后 叶响摘下眼镜 看向四周 他依旧在测验室中 但这一次虚境界的感觉 宛如恍如隔世一般 起身 推开门 走了出去 此时大屏幕上 前500名学生已经选拔出来 沈又威与陈万言两人都 成功进入前500名 而叶响 依旧在第一名的位置 只是相对于其他人的名字后面 多了221的学分字样 但叶响却不知道的是 他先前的战绩 在这一刻 疯狂席卷人族军事高层 一个25级的大一少年 操控30级泄偶 全建了一只30级 沿途异族斥后 叶响同学 这是您的请示 今日任务已结束 请好好休息 明早六点广场集合 在辅助智能的带领下 叶响来到宿舍区 房门前认证身份信息后 便自动打开 叶响走进屋一看 比高校宿舍的卧室 还要小一半 就勉强放得下一张床 和一个床头柜 不愧是军训 这条件确实很严格 辅助智能在说完后 便停止飞行 落在墙壁上的一个固定点 似乎专门为他留的地儿 叶响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才凌晨一点 自己的任务就结束了 这军训感觉一般般吗 闭目修炼 烙印人先闻 随着炼体人先驱越来越强大 叶响也感觉到 自己的站立也在稳定提升 金光骤可以增幅 雷法附身带来的爆发速度 其实也对身体负荷很大 换做以前的自己 肯定无法承受这种速度 但随着人先驱的进步 身体素质的提升 在雷法附身下 它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真正的雷电之速 是远远超过声音的 但想要真做到这么快 也不知道人先驱得 炼到第几层才行 随着炼体人先驱 炼法子金丹 技能金光骤 雷法 通天路 看起来各个都不关联 但其实全部都有关联 人先驱越强大 使用金光骤与雷法的效果 也会相应提升 内单就更不要说了 灵力越充沛 许多有关于雷法盗藏的技巧 也可以使用出来 不至于现在只能使用一个掌心雷 通天路也是如此 对符咒 道经越熟悉 化幅的速度就会越快 哪怕将来只走符路一道 也自信不会比任何一个法失落 更何况 后面还有着奇门遁甲 叶祥眼眸画着一丝期待 各种奇门术法 神乎奇迹 三转的时候应该能拿下吧 没有想太多 并弃杂念 开始冥想烙印 身上的人先闻忽隐忽现 突然他发现 今天冥想烙印的速度远超过以往 叶祥有些诧异 平时也都在虚境界战斗易兽 怎么这才快了些 感觉跟真实战斗一番差不多了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晚上的时间在修炼中过得非常快 第六遍人先闻烙印到一半的时候 叶祥突然睁开眼睛 他起身看向智能辅助问道 能出去一下吗 我修炼需要日出的那一刻 辅助智能文言 睁开电子眼 以为您反馈修炼情况 请稍等 很快 他飞了起来 说道 该军事基地为SSS及隐秘基地 是不允许任何学生出去的 叶祥微微皱眉 没办法吸收紫气 那单修炼进展 岂不是要延迟一个月 但叶祥同学 可以为你破裂 请跟我来 辅助智能话音一转 他来到门前 宿舍门自动打开 叶祥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他一开始听到SSS级的时候 还以为肯定是不行的 没想到破裂了 穿过长长的走廊 周边都是宿舍房间 走了几分钟后 一个人也没看到 就连军官也是如此 很快 辅助智能带着叶祥 走到一个电梯面前 飞进去后 他对着按键口扫描了一下后 传来电子声 前往顶层 需要授权 授权成功 嗡 叶祥明显感觉到 电梯在飞快上升 略微有些失重的感觉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那一刻 他发现自己 站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仓库里 迎面就是仓库大门 伴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视线陡然开阔起来 他看到两个战士 站在大门口 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 不等反应 一抹日出驱赶黑暗 宛如一点金光 带来希望 叶祥立马运转内单呼吸法 微微张开嘴 腹腔共鸣 片刻间 几缕灵热的紫气 从口中和鼻腔涌入 落入丹田中 那颗子丹开始飞快旋转起来 迅速将这几缕落下来的紫气吸收 伴随着圆圆不断的紫气落下 子丹旋转和吞噬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就在这时 子丹陡然一阵 一股旋直又旋的气息 扩散全身 道运龙身的刹那间 叶祥双眸化作紫童 灵力直冲灵台 脑海中曾经看过的三千道藏 仿佛在飞快地重新翻开 他的确是把三千道藏全部背下来了 但真正能看懂其中道理的 甚至不足千分之一 但这一刻 浮至心灵 许多以前不理解的道经 在这一刻陡然明雾过来 尤其是有关于金光骤 雷法 人仙驱 通天路与内丹的道经 了解的更为清晰不少 他甚至明白了 人仙文的一些纹落含义 这个过程仿佛持续了很久 但又仿佛只是一瞬间一般 他再次回过神来时 太阳已经完全升到半空中 浑身暖洋洋的 很是舒服 子丹突破一层 直接让他升了一击 叶响看了一眼时间后 发现只是过去了十分钟不到 但刚才那种感觉 真的太神奇了 可以明显感觉 内丹蕴含的灵力 已经完全恢复不说 还比之前多出了不少 他刚要转身回去 一个苍老熟悉的身影 从电梯走出来 目光沧桑且温柔地看着叶响 微微一笑 看着眼前这位老人 叶响是真的愣住了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绝对不陌生 他下意识挺直胸膛 懒散的气质 漂亮 接下来也得加油啊 周首席看着叶响笑道 叶响按耐住心里的激动 认真点点头 知道了 周安满意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孩子越多 滑下才有未来 每天早上 你都可以坐电梯上来 不用顾及太多 叶响有些茫然 他现在才二十六级啊 居然能见到这位 他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但有一个条件 明老请说 叶响不卑不亢说道 周安微微点头 这孩子心性也很不错呀 你是倒是职业 可要教我太急啊 我这身子骨 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周老笑着说道 在这位面前 叶响罕见得有些懒然 我还没学到太急的技能 他是真不会 一个倒是职业不会太急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但他确实没学 也没有技能领悟 哦 那没事 我当你学会 周老点点头 毫不在意道 坐电梯下去后 叶响的心依旧跳得很快 难怪是SSS及隐秘基地 没想到这位居然也在这里 回到宿舍后 发现大家都在广场开始集合 叶响的出现 所有新生的目光 都忍不住落在他身上 满眼羡慕和惊叹 不愧是高考状元啊 叶响也注意到了 大屏幕上的学分 前500名才能进入体检测试 其余人就是安排一些 简单的训练任务 后面才知道 前500名原来是进入虚境界 模拟真实战场的任务 而大屏幕上 第二名才132分 是战神高校的沐清云 同样是一位隐藏战士职业 第三名则是陈万言 105分 第四名则是沈又威 102分 而他的分数221分 直接碾压了所有人 尤其是有不少人的分数 还是负的 那就是任务没完成 在战场上被杀了的原因 那个战场简直太过于真实了 本来就都是新生 还感觉就跟真的一族在战斗 那种死亡的威胁 简直太可怕了 指挥师中 周景一脸头疼地看着手里的数据 脸色实在是不好看 这就是我们 华夏这一届最顶尖的天才 你看看 这他妈都是些什么狗屁数据 就500人 300多人任务失败 120人死亡 200多具泄偶严重破损 100多具直接报废 还军训各屁 昨天死亡的人 直接打回去 重新训练考核 看着周景如此生气 其余指挥官助手 也不敢说话 这成绩确实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简直可以说是不能看 主要是职业配合问题 有些人的职业不适合单独行动 昨天他们都是个人链接泄偶 数据需要重新调整 任务准确度 必须完美符合每个学生才行 一个65级的职业分析师 抬起头说道 周景文言皱起眉头 也确实如此 他点点头 调整任务和个人数据匹配 将还能行动泄偶 进行组队调配 对了 那个夜想虽然是伏法系的道士 但数据库给我直接改成战斗系 这家伙这么厉害的近战攻击 报什么伏法系真是的 老大 你以前不也是为了妹子报考圣庆的吗 这小子多半也是 一个指挥员不由孝道 滚 泄偶不计需要多久 第一天结束 就只有一半可以行动 我都不好意思 把这数据发上去 明天会有三百句全新泄偶补给前线 损坏的一百句泄偶 需要一个周的时间修复 另一个指挥官抬头说道 周景发泄一通脾气后 目光深邃的落在屏幕上 戴上帽子 调整好情绪 然后开始针对每个学生 布置适合的任务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还随时关注着前线战场的进展 周景脸上突然泛起冷笑 还你马派斥候 今天你来多少斥候 老子全部给你吃了 广场上全班集合 徐萌萌安慰了一些同学后 开口说道 这一次军训和以往都不同 相信大家也发现这点 根据辅助智能规划的完成任务 争取达到上线的要求 众人文言 都不由一脸羡慕地 看着叶祥沈又威和陈万言的三人 目前班里 就只有他们达到上线要求 还都在前十名 没办法 虽然前十名的名单很好看 但其实前五百名大部分的上线资格 都在战神高校和审判高校那里 整个盛庆上线的学生 只有一百多人 他们这个班还只是伏法系 前期基本上没有上线的机会 徐萌萌这时来到叶祥沈又威和陈万言三人面前 目光认真说道 好好努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抓住他 叶祥平静地点点头 陈万言很是热血的点头 咧开嘴笑道 放心吧老师 不会给咱们班丢人的 只有沈又威微微有些担忧 心细的他 似乎发现了什么 叶祥同学 请前往测验室登陆虚境界 任务已下达 这时 一旁的辅助智能说道 眼中散发着些许兴奋 很快 他走进测验室 戴上虚拟眼镜后 开始练接 果不其然 跟昨天一样 进入得很慢 百分百的独条 接近走了三分钟 才走完 终于 随着一声练接再入成功后 叶祥再次睁开眼睛 起身看了一眼四周 和昨天下线前 没什么变化 千里之外的指挥室里 周景摸着下巴 在想着 要不要给叶祥安排队友 这家伙的实力虽然很强 但有点不听指令 随时会有冒险的举动 一队人搞不好 直接全军覆没了 算了 让他单击几天再看看 叶祥同志 今日任务已下达 助手该坐标 不放过任何一个异族 智能辅助开口说道 叶祥文言打开地图 确定位置后 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他走出仓库 发现外面的场景 和昨天晚上没有多少变化 还是跟昨天一样 只是不少人族的尸体 都整理了起来 全都消失不见了 留下鹤红色的大地 满目疮痍 不管看多少次 眼前这种场景和氛围 都忍不住让人悲痛 叶祥无法理解 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场景 被虚境界模拟下来的吗 实在是太真实了 没有太多停留 他渐渐朝着任务坐标的方向过去 前进的路线上 也看到一些沉默的人族战士 他们在不停地搬运地上的尸体 面目麻木 满脸恨意 战友一个接着一个死去 或许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可他们不上 谁能上呢 叶祥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看着那些被残忍杀害的战士躯体 不忍直视 他再次回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眼眸中划过一丝恨意 和无尽兵亡 前行的脚步加快 只能辅助在一旁跟着 飞来飞去 似乎在探查周围的地形和情况 很快 他来到地图所说的坐标位置 看了一眼四周 这里似乎刚经历过一场血腥的战斗 地上躺满了异兽和人族的尸体 鲜血流淌在一起 叶祥默默看着这一幕 不停告诉自己 这些都不是真的 都是模拟出来的场景 直到 他注意到 一位倒在一头血兽尸体上的战士 他的手 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叶祥一开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直到他看到那只手 微微又动了一下后 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他连忙走了上去 小心翼翼地翻开 这位浑身鲜血的战士 转过身来 是一个满脸鲜血疲惫的年轻战士 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 双眼有些无神 年轻战士看着叶祥 麻木的眼睛缓缓聚焦 他试图张开嘴 但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叶祥心里微微一颤 智能辅助飞了过来 迅速扫描了一下年轻战士后 开口说道 身体机能下降百分之八十 启动紧急救援方案 他打开内壁 拿出一剂绿色药剂 打入年轻战士的心脏 年轻战士常常深吸一口气后 苍白的脸上显现一丝红韵 生命药剂似乎有些作用 但随着智能辅助再次扫描一次后 却沉默下来 年轻战士伸出手 抓住叶祥的手 咬着牙说道 手 守住 帮我 守住这里 尖刀连不如使命 叶祥抓紧他的手 默默点头 轻声说道 我知道 交给我 年轻战士看了一眼 自己用命拼死的血兽一族 嘴角缓缓撇开笑容 最终那只手 还是放了下来 叶祥深吸一口气 他看着周围满是人类的尸体 他终于反应过来 这根本不是模拟虚境界 这里是前线 是真正的人族前线 他小心翼翼放下年轻战士 一步步朝前方走去 只能辅助默默地看着他的身影 没有解释 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本身就瞒不住一些聪明人 更何况还出现了这一幕 周锦看着屏幕上的这个年轻战士 神情沉默且凝重 尖刀连王强 C级战士 36级 22岁 入五四年 昨夜 遭遇血兽一族阵地伏击 全连战死 即便面对袭击的情况 阵地也没有失守 夜想来到阵地前线最前方 目光直视远处 眼眸无比冰冷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终于有一只血兽一族小队 朝这边缓缓前进 看着这一幕 夜想没有动 依旧匍匐在地 这只血兽小队 整整有十二个 他们四肢趴在地上行走 宛如雪蜘蛛一般 爬行很快 人形模样的脑袋上 时不时吐出长长的舌头 看起来十分恶心和警惕 检测到目标 血兽斥后小队 平均等级28级 是否请求支援 智能辅助询问道 不用 夜想开口说道 他现在的等级 已经是26级 眼前这些血兽 虽然数量多 但最强的 也只有为首一个 三十级血兽一族 他的体型 要比其余血兽强大一些 目光幽静 走在最前面 得正一点点 朝夜想这边走过来 夜想紧贴着地面 身上逐渐泛起人鲜蚊 左手悄无声息的 在凝空画着一张张福利 就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 那三十级血兽一族 猛然意识到什么 停在原地不动 他疑惑地看着四周 就在刚才 他感受到令人心计的威胁 目光仔细扫视四周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很快 他看到了夜想 但在他目光中 是一个很奇特的 太金人形机器 这是什么东西 人类又弄出什么 稀奇古怪的武器吗 此时 只会示力 所有人都不由屏住呼吸 不知道夜想要打算什么做 只见这头血兽 一步步朝蟹偶走来 夜想低着头 就在还要五米的距离时 血兽身上猛然延伸出 数十缕血丝 飞快地朝他甩过来 就在这一瞬间 夜想猛然抱起 直接甩出数张符露 呼 炙热的火焰围绕着血兽爆开 视线全部被遮掩 夜想手中捏起法绝 剑纸上凝聚一柄金光长剑 瞬间穿过福利火焰 刺穿血兽的脖梗 切割斩下 扑吃 鲜血高高飞溅 血兽的脑袋 直接掉落在地上 剩下十一头血兽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没反应过来 队长就这么死了 死后 十一头血兽一族 疯狂地冲上来 将夜想包围吞噬 哪知道下一刻 伴随着金光扩散 又飞快压缩 刹那间 刺眼雷芒乍现 充斥着周围一米范围 在这范围里的十一头血兽 顿时被垫得浑身麻木 凄厉的惨叫声连连响起 轰的一声 陡然全部炸开 尸骨无存 斩杀十二头血兽一族 获得348分 智能辅助开口说道 与此同时 军事基地里 不少还在辛辛苦苦参与考核学生们 也注意到了夜想的分数再次暴涨 这家伙 真是怪我 有战神学院的学生 忍不住感慨道 太快了 我昨天费尽千辛万苦 才解决掉一头一族 才二十二分 这个夜想到底有多强 指挥室里 周锦看着夜想 直接将十一头血兽 用雷暴秒杀 眼眸划过震惊 就算夜想的等级 已经超过不少同年级的学生 但二十六级越级秒杀 十一头二十八级的血兽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兵王战士 也没法轻易做到 五十级以上才能掌握的雷法 在这个阶段 这小子几乎是无敌了 一个指挥员开口说道 众人点点头 根本原因还是在这里 雷法的攻击太霸恐怖 不对 你们快看 又检测到二十四头血兽目标 两只赤后 正迅速朝他过去 一个细心的女指挥员突然说道 众人看向地图雷达 果不其然 两百米外 两只血兽赤后 正迅速靠近前线阵地 周景微微皱起眉头 这一只赤后刚被消灭 对面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 他操控智能辅助 扫描夜想一开始 杀死的三十级血兽尸体 很快发现 这血兽头颅虽然被斩杀了 但他的那些血丝还在活动 正在疯狂吞噬周围的尸体血肉 还发出一种无法检测的气味 作为信号波动扩散开来 智能辅助看着夜想说道 三转血兽 拥有附生能力与气味信号波动 有两只血兽叱吼在靠近 请迅速撤离这片区域 夜想闻言一愣 转头看向那具血兽身体 手中陡然凝聚一团雷光 直接甩了过去 哄 这具血兽尸体 直接被雷法炸成粉碎 浇狐味弥漫开来 这样呢 夜想看向智能辅助问道 已确定死亡 夜想点点头 打开地图坐标 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 二十多个红点 正在飞快朝他这边走过来 他下意识想要将长发砸好 但很快想起自己不是本体在这里 微微扭了扭脖子 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 静等血兽到来 智能辅助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没有说话 也任由他来了 反正他斩杀的一族数量 已经足够一具三十级血偶 发挥的最大价值 指挥室里 看到这一幕 周景迅速说道 让科研那边随时注意夜想的精神链接状况 知道了 很快 以智能辅助的视角 二十四头血兽一族吃后小队 飞快朝这边冲过来 速度极快 六头三十级三转血兽 其余都是二十五到二十九级不等 智能辅助分析道 夜想点点头 小问题 他张开双手 使用通天路技能 左右手同时开始画幅 全是锁幅 一张张浮路悬浮在身前 很快 两只血兽斥后小队 已经将夜想团团包围住 夜想依旧没有停下来 双手画得飞快 一张张浮路凝聚在身前 一口气写了十张 直接消耗了接近三分之一的灵力 六头三十级血兽一族 缓缓爬了出来 他们诡异地站起身子 骨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疑惑地盯着夜想 从未见过的东西 人类又研究出什么东西来 下一刻 夜想身上缓缓浮现出紫色道袍的虚影 瞳孔泛起金光 嘴角泛起笑意 你们不动手吗 是人类吗 有点意思 一头三十级血兽缓缓说道 几头血兽对视了一眼 身上陡然爆发出密密麻麻的血丝 朝夜想飞去 速度很快 数量还很多 几乎不可能躲得开 而夜想也不打算躲 直接将十张灵符甩了出去 沾上血丝的一瞬间 符露裂开 涌现一道道灵练 直接将石头血兽给捆绑起来 灵练的另一端在夜想手中 人仙区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用力一拉 石头血兽顿时控制不住身体 全部被夜想拉到跟前 无数血丝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身躯 扑齿声不绝于耳 这石头血兽都猛了 满脸痛苦 嘶吼不已 想要挣脱身上的灵练 却被血丝和灵练的捆绑下 动弹不得 那几头血兽脸色一变 连忙将血丝缩回 双爪变得强壮锋利 嘶吼着扑上来 夜想平淡地看着这一幕 再确定自己真的是在前线战场上 确定这些都是真的一守候 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先前带着玩游戏的感觉 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来多少 杀多少 单手捏起法掘 金光迅速涌现剑指 化作金色长剑 剑光一闪 身前石头血兽的脑袋顿时全部斩断 夜想依旧没有停手 施展清风剑决 漫天血兽尸块 混合着血水掉落 冲了出去 一头三十级血兽一族 率先冲到他面前 锋利的利爪 撞在金光长剑上 力量不相上下 各自弹开 他张开血盆大口 獠牙密布的大嘴 对准夜想脖梗咬下 夜想后撤一步 一个高抬腿将他踹飞出去 但迎接却是更多的血兽近身 下一刻 人仙文与金光纷纷涌现全身 强大的力量与防御能力 竟然将所有的血兽攻击 全部抵挡下来 看到这一幕 指挥士与科研士的所有人员 全部忍不住瞪大眼睛 血兽的锋利獠牙与利爪 竟然不破防 这是什么技能 这小子到底是个道士 还是肉坦 夜想嘴角泛起冷笑 子弹突破一击 灵力也会随之增加和纯粹 这也让金光咒的强度变强许多 不破防根本没有出乎他的意外 舍弃金光长剑融入身上表面的金光中 抬起双手 一把狠狠掐住两头血兽的脖梗 用力一捏 那脆弱的身体 在他手中就像是小鸡仔一般 直接扭断 甩在地上 一脚踩爆血兽的脑袋 是的 这就是虐杀 是绝对超过这些血兽实力的虐杀 也是夜想催动人先驱与金光咒 带来的绝对力量和防御 周景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眼眸突然划过一丝疑惑 紫袍 金光 雷法 他抬起头看向数据分析师 问道道家除了道士 还有哪些职业 职业数据分析师的女指挥官文言抬起头 直接使用技能在手中屏幕飞快点了起来 很快就查出几个职业出来 百年数据库显示 除了道士与道家有关职业 还有茅山术士 单师 练习师 气功师 这些职业都很一般 都是属于同类职业的中下游 还有女指挥官突然不解地皱起眉头 奇怪 转职这些职业的人到晚年 都经常提起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职业 说道家没有起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职业还没有出现的原因 什么职业 周景问道 天师 女指挥官抬起头 数据库里没有任何有关天师职业的记载 但在百年前的古老资料里 道门里是有天师的说法 把百年前有关天师的资料全部找出来 周景毫不犹豫地说道 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点印象了 他有个六十多级的叔叔 早年就喜欢道经文化 后来也同样转职了道士类的职业 道晚年时就经常提起天师 找到了 女指挥官从数据库 找出一些罕见古老的书籍照片 百年前的信息记载方式 而这些书上全是有关于天师的说法 紫袍长挂 道门领袖 看到这些 周景忍不住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屏幕里的夜想 这小子 二次觉醒的 难道真是这传说中 百年都没出现过的隐藏职业 天师吗 沉思片刻后 他立即说道 将这些资料全部加荡封存 没有最高权限不得查询 包括我们 女指挥官愣了一下后 点点头 人族与一族打了这么多年 其中可是出现过好几次背叛 有些人宁愿去当牧蛎当狗 也不愿意拿起武器反抗 就比如前段时间 一族混进城市 袭杀天才的事件 已经初步确定 是人族内部出现了问题 指挥势力和科研势力 都显得无比安静 包括最顶层的首席办公室 大屏幕上 一个身披紫色道袍虚影的少年 一手金光 一手雷法 时不时凝空化浮 一头头血兽凶狠地扑上来 血丝漫天飞舞 全部在攻击他 每一头血兽的等级 都比叶想高 尽管血兽一族是十二大一族里 最弱的一类 但他们也是一族 掌握着艺术的存在 不比战斗职业弱 这样一幕 换作任何一个人族战士 都宛如身陷绝境 九死一生 然而这个少年 在屠杀 是的 就是屠杀 没有一头血兽能在他面前 坚持超过三秒 一拳抱头 雷法更是将血兽炸开 场面血腥且凶狠 但这就是战场 这就是前线 不下手狠 对方就会要你的命 片刻间 还围在叶想身边的 就只剩下四头三十级血兽一族 他们死死盯着叶想 血红的眼睛目露凶光 但叶想一双筋眸 他们看不出半点情绪 甚至直视 这双眼睛的时候 竟然让他们从心底生起恐惧 宛如面对皇族时的感觉 所以 他们难以置信 这个人类弄出来的奇怪机器 到底是什么什么情况 四头三十级血兽的血丝 在互相交织在一起 这一瞬间交流了些信息 两头血兽开始退后 另外两头血兽 选择继续攻击叶想 看到这一幕 屏幕前的指挥官立马猜出 这里两个血兽 是要逃离将这边的信息带回去 辅助智能开口说道 他们打算逃跑了 叶想明白过来 点点头 我知道了 面对两头三十级的血兽一族 他站在原地 没有动 只是全身的金光 陡然压缩到极致 一瞬间失去了金光咒的庇护 看到这一幕 两头三十级血兽一兽 还以为是机会 嘴角撇开残忍的笑容 飞扑上来的更快 哪知道就在他们刚靠近 叶想的一瞬间 绚烂刺眼的雷芒 陡然绽放开来 两头血兽一族瞳孔中 陡然失去了叶想身影 只看见一道刺眼 白光映入眼帘 然后就感觉到浑身麻痹 失去知觉 眼前陡然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哄 两头血兽一族的身体 直接炸开 那道迅猛到极致的白光 从石块中穿越出来 化作一线 眨眼间就追上了 打算逃跑的那两头血兽一族 雷芒发出来的刺拉一声 瞬间穿过他们的身躯 等叶想的身影 重新被辅助智能扫描出来的那一刻 后面那两头血兽一族的脑袋 高高飞起 身体直接被雷法炸得粉碎 叶想喘着粗气 体内内丹的灵力已经耗尽 身上的雷芒缓缓消失 而科研室和指挥室里 却响起无比响亮的鼓掌声 哪怕是一声搞科研科学家们 看完叶想的战斗 都忍不住热血沸腾 血液在燃烧 肾上激素飞快上涨 都有些恨不得扛起扳手 就冲上前线战场 首席办公室里 周老忍不住开怀大笑 很是满意 不出意外的话 人族不久的将来 会看到一个无比闪亮的恒星 那一身金光与刺眼雷法 每当看到 都忍不住给人一种希望在生腾 眼前还是少年 他代表的就是人族的将来 26级斩杀20多头 平均28级的血兽斥后 这战绩震惊所有人 小小少年 已经展现出堪比兵王的气魄 与此同时 军事基地里 那排行榜第一名的分数 再次飞快上涨 瞬间突破到了1103分 而第二名 现在才200多分 前500名的学生 看着这个分数 忍不住吞口口水 上过前线的都知道 那是实打实的可怕一族 杀死一头都得用命来 这1000多分 这家伙到底杀了多少一族 一个倒是完屠杀吗 陈万言正正看着排行榜的分数 清晰认知到差距后 微微捏紧拳头 他还得努力 自己可是隐藏职业 龙战法师 没理由比不过一个道士 而此时刚解决完战斗的夜想 并没有选择回去 而是提着那 两头血兽一族的脑袋 一步步朝那年轻战士走过去 指挥室里 众人兴奋的情绪 逐渐沉默下来 看着满地鲜血的战士尸体 昨夜那凄惨无比的袭击 所有人又恨得牙痒痒 夜想提着两个脑袋 放在那年轻战士的尸体前 静力后 默默地转身离开 他也想帮忙 将尸体抱回去 但他知道 会有人会来处理 而且他现在那单灵力耗尽了 必须尽快恢复才行 没有回仓库 而是走回刚才的战场 盘坐地上运转子弹 恢复灵力 辅助智能也没有下达新的指令 只是在指挥员的操作下 将雷达全面展开 搜索附近一族的动向 周景盯着全面前线的雷达 一条条指令发出去 一个个泄偶在学生的控制下 进入前线 不过和夜想相比 其余学生们都是几人一小队 不过仅剩两百不到的泄偶 也只能分出二十来个队伍 前往不同的前线地区 正如他所说的 一族来多少吃后 他全给吃了 给战士们休息的时间 晚上一族很有可能会再次发起进攻 想到这里 他抽空看了一眼夜想屏幕 其余都是地形图上红点蓝点下指令 也只有这家伙特别关照一下 一直开着视频盯着 不过毕竟都是学生 他定格大概 其余指挥官负责分别盯着每一支队伍 屏幕上谢偶盘坐在地上 几千里外军事基地的测验室这边 夜想也盘坐在地上 快速恢复着灵力 自然中无形的灵力 涌入丹田子丹 恢复得很快 夜想早就发现自己恢复的速度很快 多半也是因为子丹吸收灵气不挑的吧 别的职业就比如火系水系 这类的法师 只能吸收自然的火元素或者水元素 光是感应都需要时间 更别谈吸收了 而他不一样 阴阳五行 只要是这天地间的灵气 他都可以吸收转化 所以这恢复的速度 也完全是别人的五六倍 半个小时后 夜想睁开眼睛 惊气神内敛 眼眸深邃 已然恢复到全胜状态 还有别的任务吗 辅助智能文言转了转头 并未有其余指令 请夜想同志继续守在此地 这时 夜想听到身后传来动静 他转过头看去 注意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一对后勤战士 在整理牺牲战友的遗体 后勤战士们一脸麻木地 抬起战友遗体 转身离开 他们也注意到了夜想 一句泄偶 这几天偶尔能看见 但几乎没什么用 也不知道后方送这些泄偶来前线干什么 还要花人力去回收回来 没有人上来打招呼 夜想也没有打扰他们 就在这时 辅助智能陡然亮起一阵鸿芒 一圈幅度迅速扩散开来 地图上 一瞬间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 立即撤退 检测到上千名血兽一族 再迅速接近 辅助智能陡然说道 与此同时 身后那些战士的手腕上 也同时响起警报 他们脸色一愣 随即二话不说 连忙抱起死去的战士遗体 拖着朝后方跑去 夜想微微皱眉 这些后勤战士 最多不超过三十级 还都是辅助系职业 几乎没什么战力 还抬着尸体 来得及撤退吗 夜想同志 请立即撤退 辅助智能再次提醒道 夜想点点头 站起身回头去帮忙 抬起最后几具牺牲战士的遗体 他知道 那些血兽 可以吞噬血肉强化自身 这些遗体留在这里 只会被他们吞噬掉 他的力气很大 几具战友遗体抬起来毫不费劲 帮忙放在担架上 开口说道 你们尽管走 我能拖住一会儿 试一会儿 几个后勤战士微微一愣 一个女生点点头 那你小心一些 没事 不会真的死 你们赶紧走 夜想平静说道 你不是机器人吗 那女生好奇起来 夜想笑了笑 没有多说 只是转头看向远处 果不其然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血兽异足 正飞快地朝这边冲来 与此同时 指挥室里 周景注视着屏幕 飞快下达指令 让最近的军队 赶往这里支援 难怪连续出现赤后 这些东西居然选择这里进攻 他看了一眼大地图 微微皱起眉头 一族显然是打算 快速突破这边的防线 绕后包围 另一边战线的人族主战力 也是 昨晚血兽远超平时的兵力数量 就可以看出来 不算太意外 周景选择让夜想来这个位置 就是猜到 一只隐隐不动的血兽一族 会着重进攻这里 早已让那一支军队 朝这边赶来 顺便还有那三百具全心泄偶 不过 这支十几人的后勤小队 有可能跑不掉了 但当他看到夜想在帮助后勤战士 整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时 眼眸划过一丝意外 这小子 很快 后勤战士们开车朝后面赶去 留下夜想一人 站在这血红色的前线战场上 斜阳高空 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先前跟夜想说话的那个女生 忍不住盯着夜想的背影 他真的挡得住吗 上千头血兽 疯狂朝那身影扑去 残忍且凶狠 下一刻 一道金光 宛如炙热太阳 明亮爆发 哪怕隔了很远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车上十几人 都深刻记住了 这一抹金光 夜想不需要找目标 金谋威严赫赫 将人先驱与金光咒 施展到极致 疯狂垂杀最先来到身前的几头血兽后 猛然抬手掐住两头血兽脖梗 一个起跳 整个人顿时腾空跃起 车上十几人看到那一抹金光 跳到半空中 不由一正 下一刻 金光陡然消失 只是片刻间 更为璀璨绚烂的白雷轰鸣 惊呼一声 满脸震惊 夜想双手将所有雷芒凝聚在一起 被他带上来的两头血兽 在一瞬间就被炸得粉碎 看着下面一群不计其数的血兽 嘴角泛起冷笑 给你们吃个好东西 赏心雷 双手雷球迸发而出 朝下面飞去 所有血兽感受到可怕的雷霆微压 满脸惊恐 却根本来不及躲开 也挤不出去 轰一声 狂暴的雷法轰然炸开 下面的血兽 瞬间淹没在白光中 被雷芒电鼠烤焦 下面直接清空一个大坑出来 一个掌心雷杀的接近上百头血兽 清理出一个真空地带 夜想坠落下来 手中捏起剑指 金光长剑凝聚而起 人先驱与清风剑爵同时施展 锋利且凌利 军事基地里 不少人陡然注意到夜想的分数再次上涨 而且涨得非常恐怖 您快看 这变态又开始刷分了呀 卧槽 到底发生什么 竟然在一瞬间翻了一倍的分数 还在涨 天 好快 几秒钟一百分的涨 我快疯了 我都死两次了 才两百分啊 这个夜想开挂了吧 虚境界是不是有挂啊 战神学院 一个学生终究忍不住喊道 一瞬间 引起共鸣 有人还在为一百分受尽折磨 更多人更是连上线的资格也没有 而第一这个家伙 已经刷了接近三千分了 似乎察觉到军事基地里学生们的躁动 一个女指挥官忍不住担忧道 这些学生好像都在怀疑 周景目光紧紧盯着夜想的屏幕 听到这句话 嘴角泛起冷酷笑容 我就是太照顾他们了 要是把这小子的表现给他们看 这些自认为天才的家伙 全部都要无地自容了 还是照顾一些他们 省得被打击的不行 那现在 简单 把夜想的分数隐藏起来 不让他们看到 不就行了吗 泽泽 他们也可怜 跟这个变态倒是同一届 的确非常悲哀啊 周景有些感慨道 女指挥官文言点点头 转身离开去操作 此时军事基地里 几乎所有学生和导师 都盯着夜想名字后面的分数 哪怕是徐萌萌 都有些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真的开挂了 就在那分数突破到三千的那一刻 分数陡然消失不见了 一片空白 所有人忍不住瞪大眼睛 这啥情况 而与此同时 前线战场上 疯狂杀戮的夜想 内丹的灵力 很快又耗尽了 毕竟等级还低 雷法根本支撑不住他随意挥霍 到最后 他凭着第二层人先驱 还在肆意垂杀 强大的身体力量 让他抓住一头血兽 就被撕碎 一次次被扑倒在地 又一次次站起来 简直比血兽还要疯狂 比脚鬼还要强大的力量 比沿途还要可怕的肉炕 就在这时 一头浑身勾搂 且无比迅猛的血兽 手持一柄骨刃 瞬间贴近 凶狠且精准的穿透人先闻 洞穿夜想的胸膛 再一瞬间 又斩掉四肢 攻击速度快得可怕 夜想根本来不及反应 身体便失去控制 无力地倒在地上 余光中 他纤细枯瘦 但浑身长满了血丝 脑袋是椭圆又长的恶心形状 看到他的第一眼 夜想就觉得无比邪恶 可怕 血腥 宛如恶鬼一般 55级 血兽一族的王牌精锐 血刺王 夜想没有畏惧 金色同谋死死盯着他 很快 失去行动能力的他 被无数血兽冲上来 撕碎身体 而科研院这边 也迅速做出反应 早在前一步切断链接 夜想只觉得眼前一黑 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很快 他重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测验室中 辅助智能飞快来到身前 夜想同志 你已完美完成任务 平定优异 学分加实 夜想沉默下来 脑海中不断回想起 那些牺牲战士的遗体 那些猙獰的血兽 更是还有那头可怕的血兽精锐 血刺王 那丑陋凶狠的模样 他不会忘记 没有说一句话 盘坐地上迅速开始恢复 半个小时后 他睁开眼睛 目光灼灼地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我要求再次上线 与其中带着斩钉截铁 不容置疑 那接近上千的血兽 显然已经突破前线 那十几个人 不知道有没有跑掉 看到这一幕 周景忍不住无奈一笑 这小子 辅助智能没有回应夜想的话 而是打开一个光幕 视频中 在他那具泄偶被破碎后 上千名战士及星军 已经接近这条战线 抵御血兽的冲锋 夜想虽然争取的时间并不多 但也做到了关键拖延 否则那十几位后勤战士 活不下来 这战线也会丢失 想要重新拿回来 代价会更大 可以说 一具三十级的泄偶 在夜想手中 已经发挥出远超预估的价值 造价成本只是数百万 但带来的收益 是远远超过这价格的 那是十几条 甚至上百条的人命 夜想紧紧盯着屏幕 很快就注意到 战士中有三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其中一个土系法师职业 一个大地名藏 竟然直接将方圆数十米的范围坍塌 宛如地龙翻身一般 瞬间上百头血兽 就给淹没在地底 还有一个明显是战士职业 手持双刀 浑身血气生腾 疯狂杀戮着血兽 最后一个几乎躲在阴影暗处 浑身黑袍 很难引起人的注意 只露出一双冰冷绝艳的眼睛 死死注视着血兽中 那头五十五级的血刺王 下一刻 他身形陡然消失在原地 宛如鬼魅一般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血刺王的背后 双手中出现两柄锋利的匕首 宛如一道十字黑切一般 扑斥一声 那血刺王的后背 被刺穿两个血洞 本身来是对着脖梗 但对方显然反应不慢 勉强躲开了 一个强大的土系元素法师 一个狂战士 一个暗影刺客 叶响一下子猜出 这三人的身份 王牌斩杀队 人族的精英部队 能进入其中的 无一例外 都是顶尖的高手 负责狩猎一族中的强者 就比如眼前这头五十五级的血刺王 在三人的围攻下 血刺王很快陷入被动中 哪怕等级略高级人 依旧无法挣脱 三人的配合十分默契 最终在那狂战士男子大喝一声 双刀直接斩下血刺王那丑陋的脑袋 鲜血喷洒他一身 脸上却显得极为兴奋 更加疯狂地朝其他血兽冲去 数分钟后 上千名血兽被清理干净 三名斩杀队成员 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开 叶响正正地看着屏幕 微微捏紧手心 好强 他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强 王牌斩杀队 几乎是华夏所有年轻人 梦寐以求 想要加入特殊部队 里面无疑都是人族强者 这十几年来创造太多战绩与荣耀 尤其是王牌斩杀队的首领 天王罗景 更是一代传奇 辅助智能关闭视频后 看着叶响说道 叶响同志好好休息 准备明天的任务 叶响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起身从测验室走出来 门仓打开的那一刻 顿时所有人的视线 都齐刷刷看过来 叶响眸子带着几分冰冷 浑身散发出淡淡的杀意 扫了一眼众人 收敛下了杀意 接着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冯秒权忍不住扑上来 一脸叹服地说道 叶哥 你可就是我弟哥 你是不是有挂 什么挂 叶响满脸疑惑 冯秒权直接指向排行榜 你看 你的分数先前超过3000分后 直接没了 叶哥 你到底干了啥 叶响抬起头看向屏幕 还真是看不到他的分数了 不过依旧在第一名 没干什么 杀意兽而已 杀了多少个 冯秒权下意识问道 别人不清楚叶响的实力 冯秒权可是很清楚 陈万言那家伙 已经是很强了 叶响都能吊着打 这家伙的高考状元 根本就不是传言 被人带上去的 没数 差不多200左右吧 叶响说道 一瞬间 周围所有人沉默下来 正正地看向大屏幕 200多头一足 而叶响在看到 那三位斩杀队的表现后 并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 自己差得还很远 这些学分的意义 仿佛就像是狐小孩子一样 叶响看了一眼 排行榜上的右威 发现他已经600多分了 还在线上 排名第二名 成万言紧跟其后 其余便都是战神学院 与审判学院的人 盛庆整体上线人数 差了不少 不过今天又有300人 通过驾驭资格 明天就可以准备上线 叶响 吃饭没 冯淼泉好奇问道 还没 冯淼泉嘿嘿一笑 我请客 叶响你现在绝对火炸了 三座顶级高校 所有学生就盯着你 这两天 好多妹子过来 找我要你的联系方式 叶响翻了个白眼 走吧 一个上午打了两场仗 的确感觉到饿了 两人来到食堂 没过一会儿 就有不少人注意到叶响 随即不少人直接涌了过来 终于 一个战神学院校会的男生 忍不住走了过来 看着叶响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很怀疑你的分数 就算你是26级 但你职业也只是个道士 从高考分数 到现在的排行榜分数 都极为不真实 叶响刚吃完饭 手里啃着苹果 休闲状态的他 就变得极为慵懒 这让不少人越发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须有其表 只有盛庆的学生 没有太多想法 毕竟当初不少人 都是看到叶响 吊打陈万言的一幕 虽然那个视频 很快就被学生会删掉了 但叶响施展出来的雷法 无疑证明了他的实力 看着眼前这个战神学院的男生 叶响点点头 嗯 然后呢 眼前这个战神学院的学生 完全没想到 叶响的态度会是这样 你 你承认了 我承认什么了 叶响无奈贪手 你的分数是假的 哦 然后呢 叶响继续问道 徐勇 怎么感觉没法聊下去了 但很快 他就感觉自己 像是被耍的感觉 顿时一脸愤怒 死死盯着叶响 直接摘下手套 甩在他的面前 大声说道 战神学院 大一箭战系 徐勇 二十二级 向你挑战 这一刻 周围所有人都梦了 包括冯淼泉 也忍不住站起身来 兄弟 你疯了吧 你知道对校挑战的后果是什么吗 三大顶级高校 从剑校之初开始 就矛盾不止 所以后来高校决定 校外校内学生 不得私自巡视 倘若有无法调解的矛盾 那么就正式挑战 赌上自己的未来 赌上自己的实力 下战书 叶响看着桌子上的手套 身上的蓝散之翼 缓缓消失 依旧是漫不经心地啃着苹果 但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觉到 这个倒是少年 气势不一样了 他缓缓站起身 因为修炼人先驱的原因 他的身高 早已如成年人差不多 微微低头 看着面前这个战神学院的男生 平淡道 我接受 他接受理由很简单 只是回应而已 拿起手套 脉步走出食堂 徐勇看着眼前这家伙的变化 顿时有些后悔起来 但话已经说出口了 对方也同意了 那么不打也得打 他咬咬牙 直接跟了上去 两人直接来到食堂外面 众人围出一个圈子 留给两人足够空间 其余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纷纷好奇走上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快 一条消息传遍所有人 战神学院 有人挑战排行榜第一的叶响 除了盛庆 审判与战神 几乎所有学生 都在怀疑叶响的实力和成绩 一个道士 怎么可能 随着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导师和军官们都引起了注意 了解清楚前因后果后 不少导师都皱起眉头 简直胡闹 叶响的成绩不可能是假的 这不是怀疑他 而是怀疑那些指挥官 数十米的圈子里 叶响双手插兜 平淡地看着徐勇 来吧 我还赶着回去修炼 徐勇咬咬牙 直接提起腰间的长剑 身为剑战系转职者 是有资格随身携带武器的 叶响看了一眼长剑 挑了挑眉 没有任何在意 他就在原地站着 仿佛浑身都是弱点 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 这家伙很可能真是须有气表 这时 宋星蕊也在人群中 看到这一幕 不由皱起眉头 了解事情经过后 他就知道结果了 跟叶响一起经历过高考的他 很清楚 这家伙到底有多强 如果不是他 自己根本考不上顶级高校 那个时候的他 才16级 而现在都已经26级了 实力肯定长进更多 但那时候的叶响 就达到不弱于顶级高校学生的实力 更别说现在了 徐勇看着浑身破绽的叶响 没有犹豫 身上激发一层淡淡的白色斗气出来 长剑上也盘绕斗气 整个人气势也是陡然改变 锋芒毕露 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点点头 战神学院的人 还是有实力的 现在就看看这位排行榜第一的家伙 到底有几斤几两 徐勇迈步飞快地朝叶响冲过来 速度很快 眨眼间来到叶响身前 长剑直刺的速度更为迅猛 都出现了残疑 而叶响依旧站在原地 就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但就在长剑即将刺穿他的胸口 不少女生都忍不住捂住眼睛 不敢去看时 叶响就是很平静地抬起手 双指夹住了对方长剑 手背上 淡淡的人鲜纹浮现出来 强大的力量 让对方无法再前进分后 就这样吗 叶响看着徐勇不由问道 徐勇满脸震惊 他使劲抽剑 却发现根本抽不出来 就像是被浅死了一般 焊在对方的手指尖 不屑 嘲讽 屈辱 种种情绪涌上心头 徐勇大吼一声 浑身斗气炸开 一道剑芒从剑尖穿透出来 极为凌厉 但他很快意识到不好 这有可能将对方杀了 事实上 徐勇想多了 他也很快意识到 自己想太多了 他看到叶响的双眼眸 再变成金色那一刻 一股可怕的天师威严 从他身上展现出来 啪 那白色剑芒 直接被金光神咒冲散 不费吹灰之力 这样的实力 就连最普通的蟹兽 都难以杀死 叶响直接一个膝顶 狠狠顶在徐勇的腹部 徐勇顿时满脸痛苦 喷出刚才吃下的东西 无力地倒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叶响神情不由变地冰冷起来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感觉到他的可怕 先前懒散的少年 仿佛一下消失不见了 叶响一把提起眼前 这家伙的头发 质问道 被踢一脚 你就站不起来了吗 你知道你在战场上 爬不起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叫拼命吗 起来 他一把将徐勇拽起来 大声喊道 听到这句话 原本想要阻止 这场战斗的导师和军官们 顿时停下脚步 军官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果不其然 这位高考状元 多半是发现了真相 被叶响的贺声刺激到 徐勇咬着牙战起身 提起长剑 再次朝叶响冲过去 然而刚靠近 就被他一拳重重砸定 你就拿这种软绵无力的剑来对敌 你以为你在切西瓜吗 你的技能呢 你的斗气呢 战场上 随便一头血兽 都能轻易杀了你 你趴在地上 对方就不会杀你了吗 再起来 叶响再次喝道 学生们一开始不理解 叶响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以为在虐打 毕竟大部分人 现在连上线的资格也没有 但听到一族后 一下子沉默下来 徐勇陡然大吼一声 双眼布满血丝 浑身斗气爆发 竟然真的逼出了潜力 双手握紧剑柄 瞬间斩出一道十字剑气 迅猛无比的朝夜响斩去 但下一刻 他只是平静地在面前 凌空画了一张符路 十字剑气触碰到符路的一瞬间 便被重水狠狠崩碎 瞬间消散开来 徐勇不可置信地半跪在地上 已经历劫 他清楚认识到 自己跟对方之间 存在着多么恐怖的差距 从头到尾 完全就像是学长 在教育学弟一般的场景 叶响迈步走到他面前 没有嘲讽 也没有谩骂 只是语气很平静地说道 如果你实在想要退学 我也不会拦着你 但你最好有资格对得起 栽培你的老师和父母 石头一族换一个人族天才 我都觉得是一族赚了 而且 我的分数对你很重要吗 真的又如何 假的又如何 对你有什么改变 有时间在这里 想这些有的没的 不如想办法 去多杀一头一族 叶响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直接转身离开 众人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 现在没人会再质疑叶响的实力 徐萌萌也看着叶响离开的背影 嘴角泛起好看的糊涂 自己似乎分配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冯淼泉这时连忙跟上来 一脸崇拜地看着叶响 叶哥 我觉得我要是妹子 我都会爱上你了 叶响看了一眼 他胖胖的体型和满脸青春痘 默默拉开距离 叶哥 你也嫌弃我 冯淼泉顿时一脸委屈 叶响翻了个白眼 军训都没让你瘦下来 你一天来食堂吃几顿 早中晚夜宵 四顿啊 咋了 我觉得很有必要向老师 或者是军官反映这个问题 卧槽 叶哥还是你狠 我走 冯淼泉满脸悲愤 叶响回到宿舍后 房门自动打开 辅助智能也跟着一起飞了进来 没有浪费时间 他开始闭上眼睛 冥想烙印人先驱 虽然轻易打败了战神学院的学生 但叶响很清楚 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远远不够 他依旧记得 在那头五十五级的血刺王面前 有多么的无力 或许是上午极端的战斗 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 烙印人先闻的速度 再次加快了不少 不过修炼人先驱 消耗也非常大 一口气修炼到半夜后 整个人顿时饿的不行 叶响睁开眼睛走出宿舍 静止朝食堂走去 到晚上后 军事基地明显变得安静不守 不过只要完成辅助智能的任务 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规矩 当叶响来到食堂后 就看到冯淼泉正在呼吱呼吱吃着夜宵 手里全是烤串 听到身后动静 转过头来 顿时一脸无语 叶响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没吃晚饭 叶响翻了个白眼 直接打了一大盆饭菜 坐到他面前狂吃起来 自从修炼人先驱后 他吃的并不比冯淼泉少 甚至还要多 看得冯淼泉满脸惊呆 叶响 还得是你 吃你的 叶响抬起头 突然朝排行榜看去 结果发现 幼威竟然还在线上 不由微微皱眉 什么任务竟然做了一整天 还没有结束 叶响 我今天通过考核了 明天也能上线 有什么经验要传授吗 冯淼泉一边撸串 一边问道 叶响文言抬起头 思索片刻后 问道 你的诅咒技能有哪些 诅咒法师类的职业 据说还是挺恶心人的 提起自己的诅咒技能 冯淼泉顿时有些小得意起来 目前有四个技能 分别是侵蚀腐败 减少百分之三十的防御 死亡女神的眷顾 十分钟内 有百分之五的几率 造成必死一击 灵魂慢腾 召唤出鬼慢控制住对方 还能造成灵魂荆棘刺痛伤害 梦魇侵蚀 精神诅咒 可以让对方精神状况 下降百分之五十 叶响很重肯地点点头 你这职业不强 但的确恶心 听到叶响夸奖 冯淼泉黑黑一笑 叶响三两下吃完后 那种因为修炼人先驱 带来的饥饿感 也终于消失 抬起头 看着冯淼泉说道 诅咒我一下试试效果 哈 冯淼泉一愣 放心 没事 一组里也有擅长诅咒的 就比如六目一族 与蛇杀一族和铜眼一族 而叶响想要试试金光神咒 能不能抵御诅咒 道藏有记载 金光神咒有万邪不清 神鬼僻异的效果 应该对诅咒是有效果的 好 冯淼泉由于片刻后 还是点点头 现在就开始吧 叶响直接说道 冯淼泉用衣袖擦了擦嘴 抬起头看着叶响 那叶哥我来了呀 叶响点点头 下一刻 冯淼泉浑身弥漫黑色气息 双眸变成纯黑色 看不见一点眼白 叶响还真差点吓一跳 这家伙比一族也不慌多让了 冯淼泉双手捏起一个古怪的手势 下一刻 一个肉眼清晰可见的黑色光环 迅速套在他身上 这道黑色光环触碰到他的一瞬间 立马激活了人仙区的被动 人仙闻迅速浮现出来 冯淼泉看着叶响浑身玄傲神秘的符文 很是好奇 叶哥 感觉怎么样 叶响也感受着自身人仙区的变化 微微点头 这是轻食腐败吧 对 这道诅咒就是削弱防御的 冯淼泉说道 叶响摸着下巴 的确感受到人仙区的防御被削弱了 浮现出来的人仙闻也没有平时那么明显 被削弱了20%左右的防御 并不是30% 看来人仙闻还是有一定抵挡法术伤害 不过没有那么明显 最大的作用还是增加自身的力量和防御 突然间 叶响眼睛一亮 这轻食腐败 有点类似于当初在那吞黏鱼的肚子里的感觉 人仙闻竟然在自主烙印 叶响抬起头看着冯淼泉说道 你再试试其他技能 冯淼泉有些犹豫了 叶哥 要不先解了这道诅咒 再试试其他的吧 我怕弄伤你 叶响翻了个白眼 你尽管来 磨磨叽叽 冯淼泉摸了摸鼻子 随后再次抬起手 脚下浮现出一个黑色六芒症 在其身后 更是浮现出一个死亡女神的虚影 仅仅只是看一眼 都觉得很是不祥 叶响眉头一挑 这个诅咒 应该就是死亡女神的眷顾吧 果不其然 冯淼泉再次指向叶响 一道黑色语异光环 飞快地落在他身上 叶响顿时感觉浑身被不祥笼罩 这种体验说不出的难受 仁仙闻也再次被压制下去 侵蚀腐败开到了最大化 彻底削弱30%防御 继续 叶响依旧稳坐在瞪 开口说道 好 小心啊叶哥 万一真触发必死诅咒 我也来不及解开 冯淼泉摸了摸鼻子说道 叶响点点头 虽然这个诅咒 只有5%的几率 还有时间限制 看起来几乎没用 但确实是他四个技能里面 最容易翻盘的一个技能 一旦触发必死条件 死亡女神降临 堪称死神来了 冯淼泉开始继续吟唱 身上的黑雾越来越强盛 不注意看 还以为是一头恶鬼 叶响静静等待着 法师的通病 这吟唱速度是真够慢的 随便一个战士职业 在这段时间里都可以打一套了 但也不算太慢 诅咒生效 他脚下陡然对应 出现一个黑暗诅咒法阵 无数猙獰的灰色藤条缠绕上来 眨眼就缠绕全身 漫腾上的荆棘 仿佛可以穿透肉身 刺在灵魂上 浑身传来密密麻麻的酥酥麻麻 没错 就是酥酥麻麻 还别说 有点舒服 尤其是人先闻的烙印 又加快了不少 比自己刻意修炼 还要快上一些了 而冯淼泉 则是有些紧张地看着叶响 叶哥 怎么样 很舒服 叶响如实说道 哈 冯淼泉直接呆愣在原地 舒服 怎么可能是舒服 嗯 真的很舒服 叶响点点头 他明白是什么原因 人先驱的修炼方式就是 冥想人先闻烙印在魂魄上 然后再通过人先闻浮现表面 会有奇异力量 强化身体素质 也就是说 人先驱是同时修炼魂魄魄和身体 毫无死角 所以 这点灵魂攻击 对他来说 完全没有感觉 冯淼泉呆愣了好半天 才相信叶响说的话 叶哥 你真是个变态 叶末戒 继续 依旧在承受范围内 这还没有使用金光神咒的前提 好 冯淼泉彻底放下心来 早已准备好最后一个诅咒 抬手一个紫色混乱光环飞了过来 叶响依旧站在原地 光环落在头上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双诡异无比的眼睛 死死注视着他 仿佛有一层黑雾一样 开始侵蚀整个大脑 眨眼间就感觉脑袋昏沉 并且反应急速下降 这四个诅咒累积下来 可以说完全削弱了一个人50%以上的战力 尤其是状态 更是削弱将近80% 不愧是诅咒法师 叶医生诅咒 报复患谁都难受 唯一缺点就是没有强有力的技能 哪怕诅咒到如此地步 冯淼泉也没有办法杀死任何一个敌人 搞不好 还会被对方强行杀掉 但如果配合队友 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体验差不多后 叶响扁点头 不错 还是有点东西在的 冯淼泉听到叶响的夸奖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响 只见叶响手中捏起法绝 双眼泛起筋谋 身上金光乍现的一瞬间 所有诅咒全部一清而散 身上的人先闻也璀璨生辉 配合金光神咒 整个人神意超凡 卧槽 冯淼泉忍不住惊呼起来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 自己费了大半天功夫下的诅咒 全没了 叶响伸了个懒腰 果然没出意外 诅咒类的技能 可以被金光神咒抵御下来 不过应该是有等级限制 他站起身 拍了拍冯淼泉的肩膀 安慰道 可以了 好好升级 冯淼泉满脸累很 叶哥 我受打击了 这对你请 他当然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叶响金光一开 自己在他面前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行行行 我请 叶响无奈点头 听到他答应 冯淼泉沮丧的脸顿时清空 连忙跑食堂窗口 又整了两鸡腿 叶响 结账走出食堂后 他下意识看了眼排行榜 优威显示 依旧在线上 不由皱起眉头 转头看向身后半空中的辅助智能 我可以知晓 沈优威的任务是什么吗 辅助智能果断拒绝 不行 每位同学上战场后的信息 都是严格保密的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叶响回想起 当初被骨骸一族刺杀的事情 微微点头 的确应该如此 转身回到宿舍 闭幕继续修炼人仙区 照目前修炼进度 还有三天时间 内丹只能依靠紫器修炼 进展相对较慢 要突破 大概还需要半个月左右时间 但其实算下来 他升级的速度 已经是相当快了 炼体与内丹完全不冲突 目前保持着一周升一击 而就在他前脚刚进入宿舍 一间测验室房门打开 沈优威神情疲倦地走出来 冯淼泉也正好拿着鸡腿 从食堂走出来 碰巧看到他 不由笑道 巧了 叶哥刚回宿舍 沈优威看了一眼分数 突然注意到 叶哥哥的分数不显示了 叶哥哥的分数怎么没了 被隐藏了吧 叶哥说杀了两百多头一族 估计学分都突破四千了 怕打击到其他学生 冯淼泉说道 其实他觉得还好 叶哥是什么人 高考状元 一只手吊打陈万言 等级更是二十六级 平均甩开同一届五级左右 都快追上大二学长了 沈优威脸上没有任何意外 自从看到叶哥哥 亲手斩杀四十几古骸一族的脑袋后 他就觉得 叶哥哥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怎么上线那么久 冯淼泉好奇问道 这时 宋雅也从测验室走出来 胸前的雄尾抖了抖 好累啊 冯淼泉不可思议地看着宋雅 你啥事也上线呢 宋雅浅浅一笑 当然是因为又威啊 我第一天就通过考核了 这次任务太累了 那个军队太缺恢复了 所以折腾了一整天 宋雅无奈叹气道 沈又威威威一笑 我觉得很好啊 我们就下一个人 就多一份希望 那都是NPC 你还那么认真 人都快妈了 沈又威犹豫片刻 还是没有说出真相 让宋雅真切意识到 那是血腥的前线战场 对于他来说 还是会有影响的 他之所以接受那么快 主要还是受到叶哥哥的影响 那天斩杀一族的他 没有任何犹豫 简单吃过后 沈又威便朝宿舍方向走去 在路过叶祥房间时 微微犹豫一下后 还是转身离开 还是不打扰叶哥哥修炼了 时间快速流逝 叶祥准时睁开眼睛 起身出门 辅助智能 默默将叶祥的生活规划记录 两天下来 从未见他松懈过 叶祥走到电梯面前 这次不需要辅助智能 申请授权 他按下顶层键后 电梯便迅速往上 电梯打开 还是悉数平常的布置 一抹日出 正好在大门外浮现出现 瞬间绽放出万千缕光芒 叶祥闭上眼睛 运转呼吸法 腹腔共鸣 吸收紫气 十几分钟后 那单修行结束 叶祥睁开眼睛 眼眸内敛精气神 一驴子一一闪而逝 浑身精神饱满 现在的他 状态巅峰 转身走回电梯 刚要关电梯门时 一位身穿军装的魁梧男子 静置从外面走过来 叶祥抬头看到他 整个人不由一愣 全是天王罗姐 他刚走近 一股宛如雪山湿海一般的气势 便汹涌席卷而来 叶祥瞳孔不由一缩 后心发凉 浑身透出冷汗 这强大恐怖的气势 但一瞬间 这些气势消失不见 罗景笑着看着叶祥说道 你是这一届的新生吧 叶祥深吸一口气 点点头 嗯 小子不错 毕业后有机会来我斩杀队 罗景满一点点头道 一个少年居然顶住他的气势 的确是个好苗子 罗景按下二十七层后 电梯开始下降 没过多久 电梯就重新打开 他静止走了出去 叶祥默默看着他那雄伟强壮的背影 牢记心底 天王罗景 在二十多年前 前线战场近乎弥烂崩溃时 横空出现 率领斩杀队 直接杀穿整个前线战场 甚至横推植入异族 半年后 他提着两个异族王座的头颅回来 举国震惊 十二个种族异族 只有十二位王座 罗景相当于杀穿两大异族 将其王座斩杀 只要罗景还在 就相当于一根顶梁柱 支撑着人族的希望 叶想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罗景 两天时间里 前后见到两位华夏的大人物 他是真有点忙 电梯继续下降 很快就回到了军事基地 辅助智能看着他说道 任务已更新 请叶想同志立即上线 叶想回过神来 点点头 迈步走出电梯 静止来到测验室 戴上眼镜 上线 二十七层 罗景推开首席房门 周安看到他后 不由笑道 小罗呀 你可比我还忙了 先坐吧 在华夏 有资格叫天王罗景小罗的 也只有眼前这位首席了 罗景先是敬礼 然后坐下来 直接说道 周首席 这次前线 我怀疑是有王座在蠢蠢欲动 周安的神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然后长长叹口气 一族是不打算给我们人族传口气 罗景点点头 他站起身 眼眸变得深邃寒意 我打算再进一次一族 王座来了我也在 胡闹 二十多年前的那次 伤到现在还没恢复 你打算拿命去换吗 嗨嗨 听到罗景这句话 周安被气得咳嗽 罗景沉默下来 二十多年前 他重伤断了根基 等级已经许久没有上涨了 强行斩杀王座 靠的就是隐藏职业的禁忌技能 使用一次 他都需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 要知道 他今年才五十岁不到 还是强大的人族转职者 却已经长出白发 再拼一次王座 他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放心 你争取给华夏二十多年时间 还是有用的 别急 周安安安慰说道 罗景默默点头 希望如此 他抬起头 看向屏幕 却发现是先前遇见的那个少年 有些诧异 这少年 周安看向屏幕的夜想 不由笑了起来 夜想 很不错的孩子 二十六级道士 昨天连接三十级谢偶 在前线杀了两百数量的血兽 也跟你当年一样 是今年高考状元 说起谢偶 你去科研院那边一趟 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个惊喜 屏幕上 画面一转 一句谢偶缓缓睁开了眼睛 链接成功 精神状态稳定 夜想同志 指令以下达 请助手此堡垒 辅助智能 飞到那局谢偶面前说道 罗景仰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周安也忍不住笑着 期待夜想今天的表现 这两天下来 他脸上的笑容都多了不少 夜想从黑暗中睁开眼睛 转头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自己并不是之前那个军事仓库了 也是 上一句谢偶 身体已经被血刺王摧毁 他从休息舱走出来 走出门口 一入眼 就看到不少士兵战士 他们也带着好奇目光看着他 相对于整个前线 哪怕重新补给了三百巨蟹 也有不少人没看见过这个特殊兵种 都在猜测 是不是智能机器人 夜想看了一眼四周后 便按照辅助智能的路线 指引前行 大概几分钟后 他穿过长长走廊 和几个狭窄的休息室 爬上楼梯 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他有些意外 这里是一处断崖 周围全是悬崖白雪 整个堡垒就驻守在这里 在这断崖下面 是一条宽阔的冰河 河面早已被冻死 在对面 就是一族领域 看到眼前这个场景 夜想立马猜到 自己身处在哪了 是如今华夏领域 北边的最前线 墨城 当年 罗锦就是带领斩杀队 从这里杀入一族领域 半年后 提着两个王座投如回来 震惊全国的同时 一族也不得不撤退回去 此时这边正下着茫茫大雪 视线看不了多远 但并不影响辅助智能 他飞到周围扫描一圈后 又飞了回来 才一会儿 他身上已经覆盖了一层雪花 夜想走出堡垒 来到一个站岗的战士面前 也默默在他身边站着 此时墨城温度达到零下42度 哈口气都会迅速结成冰霜 而身边这位战士 目不斜视地注视着冰河对面 这座堡垒 百年来 沦陷不下于上百次 但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也要抢回来 因为这里 是华夏的底线 一旦墨城失守 一族便可大举进攻 整个华夏北方 倾吞而下 夜想与一旁的战士一起助手着 目光静静地看着冰河 仿佛可以看到 冰河下那滚烫的战士鲜血 那猙獰的一族尸体 一层又一层 闲着无视 夜想突然闭上眼睛 尝试冥想烙印人仙 发现还真行得通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连接泄偶的原因 冥想烙印人仙闻的速度很慢 只有平时一半速度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上午时间在修炼中很快过去 这时 身后堡垒出口 又走出一位战士 准备换岗 一只一动不动的战士 终于转过身来 两人互相敬礼换岗 让夜想意外的是 两位战士也朝他敬礼 冥想状态下 他对四周的感知 远比眼睛看到的 还要感知清晰 稍微愣了一下后 立即睁开眼睛 也微微攻身回礼 不是敬礼 而是道脏上看到的座衣 左手抱右手的拱手里 两个战士看到眼前这个 泄偶奇怪动作 表情有些意外 不过也没有多问 点点头 交替换岗结束后 之前站岗的那位战士 回到堡垒中 一切又变得安静下来 能听见的 只有风雪的呼啸声 夜想闭上眼睛 继续冥想烙音源先闻 不出意外的话 后天就可以突破第六遍升级 时间继续流逝 从一点一直修炼到天黑 站岗人员也一下子多出了五人 显然 晚上远比白天危险 一足十次攻击 有七次都是在晚上 夜想先前遭遇的那些血兽突袭 完全是血兽那边 打算趁着防线空挡 快速突破过去 不过被周景察觉到 早已调遣一支军队过来 甚至还让三位王牌斩杀队的精英帮忙 此时指挥室里 周景忙活一天后 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伸了个懒腰 随后将屏幕切换到夜想视角这边 发现这小子还在站岗 眉头微微一挑 这年纪 耐心不错吗 就在这时 屏幕中陡然亮起鸿芒 辅助智能迅速响起警报 一道红外线迅速朝周围扫描过去 仅仅只是一瞬间 地图坐标上 冰河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 数量不下于数千 警报 检测到三千数量冰魔一族 五百数量蛇杀一族 辅助智能的提醒 顿时让六名战士反应过来 整个堡垒基地响起刺耳的警笛 所有战士立即冲了出来 夜想也早已睁开眼睛 看向远处 鹅绒大雪依旧翻飞 漆黑的夜里 这种情况什么也看不见 但就在这时 空冬一声 堡垒基地陡然亮起高射灯 将冰河下面的一切 全部照得清清楚楚 只见一头头浑身湛蓝色 争鸣铠甲 头顶荆棘双脚的冰魔一族 正飞快朝这边飞快冲过来 这些冰魔体型 甚至超过沿途一族 全是三米左右 手持半腰高的冰刺狼牙棒 给人的感觉就是 魁梧 可怕 魔物 在数千头冰魔中 还能看到一些蛇杀一族的身影 他们宛如法师一般 躲在兵魔一族身后 目光如蛇蝎般 死死盯着墨城堡垒这边 战争 一触即发 平均三十级以上的兵魔一族 这些蛇杀一族 更是全是三十五级 看着一条条数据 飞快站满屏幕 周景目光深邃 双手飞快下达一条条指令 顺便请求 让附近的王牌斩杀队成员 全部出动 军事基地二十七层 罗景看到屏幕上这一幕 不由皱起眉头 堡垒战士只有两千人 就算仗着地理优势抵御下来 也会死伤惨重 突然 他眉头一挑 这小子要干什么 只见屏幕中 叶想将解偶身上的 绿色防风衣扯开 身上缓缓浮现出 一件紫色道袍的附魔衣 双眸散发威严惊光 在所有战士惊讶的目光中 他竟然直接从崖壁跳下去 这家伙疯了吗 周景忍不住皱起眉头 在他身旁不远处的 女指挥官抬起头 早在前天 他就看完叶想所有资料 女指挥官看着周景轻声说道 十年前 他父母就死在 兵魔一族入侵南城的事件中 叶想沿着十几米高的崖壁滑行下去 速度很快 看到成群兵魔的那一刻 他就仿佛回到了十年前 看到那些兵魔踏破城墙 看到父母被兵魔杀死 一双金毛 顿时忍不住弥漫纯粹的杀意 剑指捏气 下一刻 一柄金光长剑浮现手中 随后又猛然压缩成极致的白芒雷剑 身上也随之弥漫一层金光 也陡然一暗 隐约可以看见那紫色道袍 陡然爆发出刺眼雷芒 上来就开全力 叶想速度快到极致 迅雷一般穿入兵魔一族中 锋利雷剑一瞬便割断十几头 三十级兵魔一族的脑袋 他们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看到一波白光 等反应过来时 白光已经切过他们的脖梗 巨大的脑袋高高飞起 因为是夜晚 叶想身上绚烂的雷法 很是显眼 墨城堡雷里的战士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满联盟 没听说有五十级的法师过来啊 再说了 有法师主动下场进战的吗 刺了 一道雷光再次炸开 轰的一声 一头兵魔一族的胸膛 陡然炸出一个大洞 没有钉点血肉 夜想迅速转身 手中雷剑早已化成掌心雷 隐含不发 仅仅只是几天时间 在三千道藏的帮助下 他对雷法的运用 再次提升不少 配合雷霆击步 宛如电光火石一般 再次来到一头兵魔一族身后 蕴含掌心雷的手掌贴在他背上 碰 雷芒喷出 这头兵魔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被洞穿胸膛 缓缓倒在了地上 兵魔一族的实力 远超过血兽一族 就在于他的体型和强大力量 并且免疫兵器魔法 但缺点就是 行动缓慢 夜想配合人先驱与雷法附身 速度快的 根本用肉眼捕捉不到 再次轻而易举 杀死一头兵魔一族后 夜想猛然感受到一丝危险 迅速后退 哪知道还是慢了一步 六只蛇杀一族 不知不觉间 竟然围了上来 浑身漆黑纹落的蛇身腰脸 双眼细长 嘴巴也脸得很开 露出尖牙与蛇性子 这些蛇杀一族 全部都是三十五级 他们将夜想包围后 紫黑色的双眸 迅速散发出腰翼光泽 朝他看来 夜想顿时感觉到 身体在逐渐僵硬起来 是实话诅咒 而且是有内道外的实话 反应过来后 他脸上没有任何惊慌 嘴角反而忍不住泛起不屑笑容 抬手捏起法掘 体有金光 复印无身 下一刻 身上雷法迅速消散 一层刺眼的金光 陡然绽放开来 宛如小太阳一般 非常辉耀 几头蛇杀一族 顿时凄惨无比地捂住眼睛 流出血泪 金光暗淡下来的一瞬间 化作金色三尺青风 夜想施展青风剑绝 身形潇洒飘逸地穿梭起来 锋利剑间 瞬间刺穿蛇杀一族的心脏 贯穿而出 六头三十五级蛇杀一族 眨眼间就被他斩杀 指挥室里 看到这一幕的指挥官们 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他身上的金光 好像可以免疫蛇杀一族的实话诅咒 一个指挥官满脸惊讶 周景也看出这一点 这小子的技能 还真是没有一个简单的 最主要是 夜想还知晓 蛇杀一族惧怕阳光的特点 直接将金光开到最大 刺伤他们的眼睛 看来哪怕是有仇恨引导 内心还是冷静的 倘若真是无脑冲上去 想为父母报仇 这种表现 无疑也是大大减分 他的学分多少了 似乎想起什么 周景抬头问道 五千二百分 一旁的女指挥官迅速说道 周景沉思片刻后点点头 那就任由他来吧 本来预计的 就是一千学分 顶一台卸偶的最大价值 这小子还是赚的 对方的首领找到了吗 周景微眯起眼睛问道 还没有 周景皱起眉头 兵魔一族的智商 跟沿途一族智商差不多 不可能还安排 五百支三十五级蛇杀一族 这阵容配合得非常巧妙 背后肯定是有首领在指挥 而此时在墨城冰河战场上 仿佛已经成为了 叶想的个人秀 根本没有兵魔一族能抓到他 争宁可怕的冰刺狼牙棒 狠狠朝他砸下来时 叶想早已走远 反而有几头兵魔一族 奔得不小心砸穿兵面 直接坠落墨河里 数千大军 竟然因为一个人而被停止脚步 但同时 叶想的灵力也在以恐怖的速度消耗 毕竟九转紫金丹等级还低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果不其然 附在身上的雷芒维持不下去后 他的身影一下子显露出来 暴露在兵魔一族眼中 周围早已愤怒至极的 兵魔咆哮一声 扛着兵刺 狼牙棒疯了 一般朝夜响莽冲过来 墨城堡垒上 上千战士看到这一幕 不由紧张起来 这戏偶怎么回事 打不动了 就赶紧回来 二十七层 首席办公室里 周安看着屏幕微微叹气 这孩子还是冲动了 体力消耗 没了 就该回去了 他也知晓夜响的身世 其父母都训置在兵魔手中 然而罗景却微微摇头 不一定 这小子应该还有手段 自始至终 夜响都在使用雷法 虽然爆炸性的伤害 看起来可怕 但消耗也大 但这一天时间 通过各种数据资料 罗景发现这小子最强大的不是雷法 而是他那浑身布满神秘纹落的躯体 夜响抬起头 看着一头头愤怒咆哮的兵魔一族 高举着冰刺狼牙棒朝他冲来 他的目光只有平静 逐渐成形的天师威严 从夜响身上展现 紫袍翻飞 长发俯额 只见一头兵魔一族来到他身前 毫不犹豫地将冰刺狼牙棒砸得下 哄 咔嚓一声 冰面瞬间破裂 眼前这头兵魔却愣住了 因为夜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躲开了狼牙棒攻击不说 还轻飘飘地站在他的狼牙棒上 夜响嘴角泛起懒散的笑意 就这啊 不等兵魔反应 他猛然抬腿 直接重重踢在兵魔的下额上 狠狠将其踹飞出去 然后身子借力向后空翻一圈 潇洒落地 然后二话不说 凝空画了一张神形俘虏贴在腿上 转身就跑 灵力体力都近乎耗尽了 还打个屁 等恢复后再来 周围的几头兵魔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这无耻的人类在装逼 哇 他连跑都跑得那么帅 一个女指挥官顿时忍不住泛起花吃起来 另一层的裸颈则是满脸黑线 不想去看周首席那调侃的眼神 虽然没有雷法附身 但依靠着人先驱的速度与爆发 夜响的速度依旧不慢 然而就在这时 一头一直隐蔽在冰河水下的庞大兵魔一族 缓缓睁开了眼睛 相对比其他兵魔 他的体型更为庞大 身上的冰魔铠甲更为猙獰完整 身后还披着一件蓝色披风 一双占蓝色的眼睛 死死注视着冰面上飞快奔跑的夜响 不知道为什么 夜响也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像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盯上一样 然而 身后的辅助智能并没有任何提醒和反应 但还是感觉不对 夜响下意识掐起小六人 当初看三千道藏的时候 他就发现小六人特别好用 掐起来方便 还很实用 很快 似乎算出了什么 夜响猛然低头 顿时看到一张比他人还大的脑袋 陡然从冰面冲出 数米后的冰床崩溃裂开 一只巨手向他抓来 速度很快 甚至封锁了他所有能躲避的方位 看到这一幕 夜响咬咬牙 竭力榨干内丹 再挤出一点灵力 下一刻 一丝雷芒覆盖在双腿上 身形猛然起跳 来到半空中 而此时 所有指挥官锁定分析出水面下的冰魔一族 59级 冰魔王 这头首领这么阴 竟然一直躲在冰床下面躲避搜索 周锦身边的女指挥官忍不住皱起眉头 按理来说 这些五大三粗的一族 根本不可能有脑子想到这么细节的事情 哄 59级的冰魔王 一跃冲出冰床 展现出令人窒息的巨型身躯 他再次伸出大手 抓向那还在半空中没落地的夜响 目光锁定着这具人形钢铁 一双冷眸忍不住皱起眉头 就是这种破东西 杀了自己那么多铜类 墨城堡垒上 有战士忍不住想要冲下去 但军令在此 谁也不能离开堡垒 科研院挤得科学家无奈摇头 这小子怎么专门被这么可怕的一族盯上 上次是55级血刺王 这回是59级冰魔王 准备好强行链接中断 防止出现精神损伤 杨辉明无奈说道 然而就在这时 辅助智能突然伸出两条钢爪 抓住夜响的肩膀 就用力一甩 那冰魔王的巨手顿时抓空了 夜响都猛了一下 这辅助智能还有这技术 远在千里之外 在军事基地指挥室里 先前一脸花痴的女指挥官 此时无比开心 夜弟弟 还得靠姐姐帮你吧 周景则是无奈服额 夜响的辅助智能 是他负责观测 还真是差点忘记 辅助智能的机械臂 可以承载三百斤重量 夜响反应也不慢 迅速调整好身位 才在冰魔王的手臂 一路飞奔向上 冰魔王抬手就朝他砸下 但夜响走位很灵巧 轻易躲开攻击 并且迅速逼近 来到冰魔王肩膀上 纵身一跃 半空中 他的双眸再次泛起金光 在他手中涌出最后一丝灵力 化作一把金色匕首 对准他的眼睛 便迅速甩出去 扑哧 金色匕首全部没入 冰魔王眼球中 夜响嘴角泛起笑意 迅速捏起金光神咒法觉 内有霹雳 雷神一鸣 话音一落 冰魔王那只被刺入 金色匕首的眼睛 从深处陡然散发出金色光芒 甚至覆盖了他原本的湛蓝色 刹那间 砰的一声 那颗眼睛陡然炸开 原本还想抓住夜响的冰魔王 顿时痛得撕心裂肺 捂住那只爆掉的眼睛 狂叫不已 这一刻 惊呆了堡垒所有战士 包括辅助智能投影屏幕前的周景 这小子 居然伤到一头59级冰魔王 夜响稳稳落在地上 看了一眼辅助智能 一边竖起大拇指 一边飞快 朝墨城堡垒方向跑去 顺便还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发疯了的冰魔王 可惜了 等级差距太大 根本没办法将对方杀死 没有阻碍后 夜响顺利来到崖壁下方 上面立即甩下一根绳索 夜响顺着绳索爬上去 数千双眼睛刷刷地朝他看过来 战士的目光又是惊奇 又是敬佩 死后 恶物的人类 远处 冰魔王愤怒地朝这边咆哮喊道 只剩下一只眼睛的他 此时显得更加猙獰凶猛 所有战士们顿时严阵以待 目光死死盯着下面这些冰魔异族 战争并没有结束 然而正当冰魔王打算率领冰魔异族冲锋时 一个高条宛如人类的异族 出现在冰魔大后方 他白皙精致的面容上 是一双脚匣子毛 凹凸有致的身躯上 只穿着薄薄露体的盔甲 仿佛感受不到这寒冷的冰玉 在他性感白皙的背部 还有一对漆黑 带着血色符纹的翅膀 他的出现 让大后方的周景与罗景两人 同时脸色一变 这看起来性感的女性异族 是三大皇族之一的堕妹皇族 纳伊尔饶有兴趣的 看着墨城堡垒的那具泄偶 人族又折腾出什么 好玩的东西来了 他张嘴好像轻声说了些什么 原本狂暴无比的冰魔王 顿时安静下来 他转过身来 没有任何犹豫 竟然回去了 墨城堡垒上的战士们 都有些梦了 什么情况这是 不打了吗 数千亿族来势汹汹 走得也非常突然 眨眼间 他们就消失在冰河上 狂奔离开 但身为指挥官的周景 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下达十几条指令 时隔数十年 一族的三大皇族再次出现了 作为一族最为高贵神秘的存在 三大皇族 其实出现在大众视线下的次数 其实是非常少的 冰河对面 那妖娆的女性皇族 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将曲线完美地展现出来 然而在他周围的兵魔一族 与蛇杀一族 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甚至连头也不敢抬 在一族中 等级种族制度森严 更何况眼前这位还是皇族 纳伊尔嘴角泛起好看的弧度 露出尖锐虎牙 一双子眸 静静看着对面的人族堡垒 感觉人族很有意思 也不知道父皇的计划怎么样了 那么好玩的人族 全杀了 就太可惜了呀 走了大个子 纳伊尔抬头看着兵魔王说道 兵魔王点点头 单膝跪地 缓缓伸出手 纳伊尔抬腿 站在他的手上 娇小宛如人类的他 却蕴含着可怕的力量与传承 兵魔王抬起手 将他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纳伊尔安慰道 哎呀 别生气了 回去我让姐姐帮你恢复 他前段时间培养了一位人族祭祀 把他杀了后 可是获得人族的恢复技能呢 冰魔王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个很可怕的女性身影 顿时吓得连连摇头 不 不用了 纳伊尔翻了个白眼 你长那么大的块头 胆子 怎么那么小呢 姐姐他又不会吃了你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伴随着数千一族返回一族领域 似乎这一场战争 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丁 叶响同志 请立即返回舱内下线 正当叶响远远看着那些一族 莫名其妙消失在视线中时 辅助智能飞到面前说道 叶响微微皱眉 可以拒绝吗 叶响同志 你现在是军人 请执行指令 辅助智能说道 叶响有些无奈 但还是点点头 转身走出崖岸防线 朝堡垒回去 虽然不是本体在这里 但他是真的喜欢上战场的感觉了 回到休息舱 叶响闭上眼睛 下线 链接解除中 伴随着眼前一黑 眼前跳出一个树枝 慢慢跳动 一如既往的慢 正当叶响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朵紫色宛如比昂花的图案 浮现身前 下一刻 一道妩媚性感至极的声音 陡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小弟弟表现不错吗 姐姐很期待你的成长 一定要快快长大哦 叶响猛然睁开眼睛 与此同时 科研院里 只有一人注意到 叶响下现实的精神波动 似乎跳动了一下 让数据延迟了一些 但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恢复了 那科研人员微微皱起眉头 仔细检查了一下 叶响的精神数据和本体状况 发现并没有问题后 才放下心来 而叶响在醒来的那一刻 目光无比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可测验室里 空无一人 可刚才那个声音 绝对不是幻觉 是谁 叶响忍不住有些心计 迅速闭上眼睛 先是冥想人先驱 人仙闻迅速覆盖全身 从灵魂到肉身 仔仔细细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叶响深吸一口气 运转内丹 飞快地恢复灵力 辅助智能飞过来 没有打扰 半个小时后 内丹灵力恢复完整 没有任何犹豫 叶响迅速捏起法绝 眼眸陡然散发金芒 金光骤覆盖全身 双眸威严 然而 叶响再次皱起眉头 奇怪了 也不是诅咒 可刚才的那个声音 到底是怎么传入他耳中的 这小子在干什么 罗锦疑惑地 看着屏幕里的叶响 周安则是眉头紧皱 皇族再次出现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叶响折腾了十几分钟 确定身上没有奇怪的东西后 才逐渐放下心来 虽然无法解释 先前出现在脑海里的声音 但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自己掌握天师系统传承 被送三千道藏 管他什么东西 赶来就干趴下 叶响起身 走出测验室 刚来到食堂 没想到遇见冯淼泉 王军与陈万言三人 三人也注意到叶响 冯淼泉连忙走上来 一脸谄媚地说道 叶哥好 叶响第一时间感觉 这小子殷勤过头了 装作没听见 自顾自打扮 叶哥呀 有屁就放 冯淼泉一脸委屈 随后夹起一根鸡腿过来 叶哥 吃鸡腿 叶响一头黑线 莫名有一种 很想要剃疗牙野猪的感觉 打好一大盘饭菜后 坐到三人面前 王军和陈万言 还是头一回看到 叶响吃那么多 眼睛不由瞪大 卧槽 陈万言一脸狐疑 看着叶响的体格 这家伙升级那么快 是因为吃了很多的原因吗 叶哥牛逼 王军直接探服 叶哥 冯淼泉抱住叶响胳膊 学着女孩模样娇媚喊道 碰咚 叶响默默收回脚 浮身无量天尊 动怒了 动怒了 冯淼泉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委屈 叶响美好气地看着他道 有事就直接说 吃饭呢 别整这些恶心东西 叶哥呀 我有个任务完不成啊 狗只能给了我一个 根本做不了的任务 冯淼泉苦着脸 说先让我组队 任务完不成的话 我又取消上线资格 重新考核了 指挥室里 一个熬夜通宵的男指挥官 无奈看着屏幕里 正骂他的胖子 叶响看了一眼王军和陈万言 所以你叫他两怪帮你 嗯 叶哥你下线正好 帮忙我吧 冯淼泉连忙点点头 先说说任务 叶响问道 冯淼泉叹口气 今年晚上下线的时候 辅助智能扫描到一群骨骸一族 数量不多 但等级很高 平均三十级左右 一直埋伏在前线边缘 然后狗智能就安排任务 要求我组队解决这些一族 虽然人数不限 但这任务不是坑爹吗 听到骨骸一族 叶响眼睛微微一亮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他一边刨饭 一边问道 冯淼泉愣了一下后 顿时无比高兴 叶哥你答应了 明早七点 行 叶响点点头 指挥室里 男指挥官微微撇嘴 他就知道 这胖子会让叶响组队 毕竟雷法完美克制骨骸一族 下指令让他组队 完全就是找个理由 让叶响完成这个任务 他抬起头 看向周景道 长官指令传达完毕 周景点点头 揉了揉太阳穴 这两天盯着这些学生 和整个前线 累得有些够呛 但真是半点不能疏忽忽视 第一天疏忽 两百多句泄偶 直接没了 他总觉得稍微不注意 这些学生就真的玩游戏一样 不上演一次全军覆没 简直不甘心 今天有六百句全新泄偶补 补给前线 但昨天有136句泄偶无法修复 另一个指挥员抬头说道 周景揉了揉太阳穴 看了一眼破损比例 战斗职业的 也只有排名前二十的学生 勉强及格的 相反大部分泄偶没有破损的 基本都是伏法职业 没办法 泄偶的成本太高了 仅仅只是一个军训 消耗的资源 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这背后 还有国内顶尖的科研人员 这是一次测试 从学生开始一点点测试的 倘若泄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那么人足才算是真正得到喘息 好了 分班休息吧 周景抬头说道 众人点点头 一半人起身离开 周景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后 双眸泛起点点心芒精神力 使用技能 恢复疲惫神经 调整好状态后 再次全神贯注在屏幕上 对于他们这些指挥官来说 真正的战场 就在于屏幕上的无数数据 每一条数据 都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前线战局 人员调配 资源调配 补给 一族数量等等等等 守护华夏 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是无数人前仆后继 用生命换来大后方喘息的希望 在周景眼里 这一条条不停刷新的数据与指令 都代表着鲜活的生命 他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军事基地 目光灼灼 少年们啊 成长得再快些吧 叶祥此时回到宿舍里 闭目冥想 烙印人先驱 在经历过一场战斗后 第六遍人先闻近乎尾声 时间一点点流逝 在即将天亮的那一刻 他身上的人先闻 陡然绽放出玄奥光芒 一股奇异力量 从灵魂舒展开来 从魂魄到身体 无死角全面增强 成功突破二十七级 比预想中快了一天时间 叶祥睁开眼睛 眼眸中 也有一道人先闻隐晦下来 从床上起来 明显感受到身体素质 再次加强步手 他突然想起 基地里好像有测试身体的重力士 待会儿那单修行结束 去试一下看看 打开门 穿过过道 登上电梯 来到顶层 自从修炼那单后 叶祥发现自己对即将日出的感觉 非常敏锐 当电梯门打开 看向大门方向 正好万千缕金光 从山头绽放升起 叶祥运转呼吸法 腹腔共鸣间 屡屡紫阳气吸入口中 落入丹田 紫荆丹飞快吞噬紫阳气旋转起来 日复一日一点点变大 只是不太明显 那单讲究的就是氧气底蕴 九转之时 或许真如道藏所说 三花俱顶 羽化成仙 十几分钟后 叶祥睁开眼睛 眼眸一三一抹紫气 看了一眼时间 转身回电梯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大门 今天应该没什么大人物了吧 确定没人来后 他关上电梯 电梯开始迅速下降 叶祥抬头看向辅助智能 问道 重力士在哪里 军事基地的上一层 辅助智能回应道 他飞到按键面前 按下倒数第二层 很快 电梯打开 映入眼帘的 是一间满是黑色防护服的房间 辅助智能 根据叶祥的体型 很快飞到一件 适合他的防护服面前停下来 穿上防护服后 就可以进入重力层 手腕上的条表 可以切换重力倍数 不过建议首次体验重力士 不宜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辅助智能说道 叶祥点点头 穿上防护服 迈步走到封闭的铁门前 房门自动打开 映入眼帘的 是接近数百平米的宽阔空间 叶祥还以为走进了健身室 因为映入眼帘 几乎都是常见的健身器材 有接近百来个同学 在里面锻炼升级 几乎每个人都是汗流加倍 热气沸腾 叶祥迈步走进重力层 一瞬间就感觉到 身体加重了一倍 微微感受了一下 很快就适应了过来 感觉没什么感觉 他看了一眼调表 果不其然显示的是一数字 抬手 直接往上调 两倍 三倍 一瞬间 叶祥浑身肌肉都在用力 终于感受到重力的压迫感 深吸一口气后 开始适应重力节奏 每一层重力 都是上一辈的增幅叠加 三倍重力 已经是三转战士职业的范围 叶祥静止走到一个单杠面前 双手缓慢抬起 在他旁边 是一个相貌不错的少女 明显是战士职业 因为他虽然身材匀称 但肌肉都很精致 蕴含着不小的力量 其皮肤也呈现了健康小麦肤色 他刚做完一组引体牵引 长长松口气 用毛巾擦拭了一下汗水 不由转头看向身边小哥 发现还挺帅的 居然是长发 白白净净 等等 少女猛然瞪大眼睛 叶 叶祥 他有些好奇起来 这家伙不是道士吗 怎么跑重力时来了 白云好奇地看了一眼 叶祥手腕上的数字 敏锐注意到一个三的数字 他再次猛了 看错了吧 肯定是看错了吧 他一个二十级的战斗职业 才勉强适应两倍重力 一个倒是职业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三倍重力 白云实在忍不住好奇 走到叶祥身边刚要说话 叶祥突然猛然一个用力 跳上单杠 飞快地坐起 引起向上 那矫健身子 与可怕爆发力 好 好猛 白云忍不住捂住嘴巴 差点口水流下来 叶祥连续坐了几十个引体向上后 终于感受到身体的极限 三倍重下 此时感觉每坐一个 都宛如千钧在坠着脚 白云也以为他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手上露出来的皮肤和脸上 突然浮现出神秘的人鲜文 一瞬间 叶祥就像是满血复活了一般 再次轻松 做了几十个 凑够一摆后 松手坠落下来 他看向白云 有什么事吗 没 没有 白云呆愣得摇摇头 这就是高考状元的实力吗 实力好可怕 听说他还会五十级法师 才能掌握的雷法 简直不敢想象 叶祥点点头 转身走到一个安静偏僻的地方 随着脸上的人鲜文 越来越显眼 人鲜文已经布满全身 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往上调重力倍数 四倍重力 一瞬间 恐怖的重力席卷全身 身子顿时勾搂起来 差一点点半跪在地上 不过在人仙区全力施展下 叶祥缓缓挺直身躯 这只有四十级战斗职业 才能承受的重力 他顶住了 叶祥眼眸突然微亮 他没想到 在极端压迫下 人仙区竟然自主在烙印人鲜文 突破第六遍后 第七遍的难度 同样再次加倍 越往后面速度越慢 可往往在极端环境 或者是战斗中 烙印人鲜文的难度 就仿佛被解锁一般 哪怕下意识不用去管 他也会自主烙印下去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半个小时后 叶祥浑身被汗水浸湿 浑身都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白烟 终于 他将重力倍数降下来 一点点恢复到一层 闭上眼睛冥想 果不其然 半小时的成果 竟然顶上自己一个小时的冥想速度 要知道 这还是第七遍的烙印 不过可惜的就是 和战斗一样 体力用尽需要恢复 叶祥走出重力室 将防护服脱下来 丢进一个筐里 然后走进隔壁的洗漱间 等换下衣服 半温不冷的热水 从墙壁周身小孔喷出来 冲洗全身 缓解先前的疲惫 不得不说 这SSS级军事基地的设施 是相当顶级 可惜权限太低 除了最下面三层 其余都不能离开 第三层是娱乐室 不过在当下的高压训练下 每几个人有空上去 所有新生 都在尽可能提升自己实力 好达到考核标准 清洗完毕后 叶祥将衣服穿上 走出房间 修炼了一晚上 再加上先前的半小时 适应身体强度 他早已感受到 鸡肠碌碌 这人先驱修炼消耗 是越来越大了 下楼来到食堂 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打了满满一盘饭 飞快吃了起来 吃相不算太难看 但那饭量 着实让人震惊 刚忙活完的周景 下意识看了一眼夜想状态 看到那满满一盘饭菜 不由笑了 妈的 把我都看饿了 但很快 他意识到什么 思索片刻后 转头敲了敲一旁的桌子 女指挥官不知不觉间 早已睡着 突然咚咚两声 将他惊醒过来 茫然抬头 怎么了 天都亮了 让你回去 睡你不去睡 周景无奈地看着他说道 组长你都不回去 我哪里敢回去 柯廷吐了吐舌头 行了 别耍平嘴 去拿几只军用营养药剂过来 柯廷一愣 组长你就算饿了 也没必要吃那个 周景翻了个白眼 目光落在屏幕上 解释道 早就该发现的 这小子每次结束修炼 都吃得很多 应该是他的修炼方式 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柯廷明白过来 连忙起身离开 很快 就拿过来几根白色药剂 里面蕴含着丰富能量 喝下去 可以支撑一个战士三天的身体营养需求 这种营养药剂 完美解决前线食物物资需求 周景接过手 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定没问题后 点点头 随后在屏幕上 对叶响的辅助智能 下达指令过来 叶响看了一眼 突然飞走的辅助智能 也没有多想 继续吃饭 很快 辅助智能又飞来回来 从储物袋里 拿出三根营养药剂 递到他身前 叶响一愣 抬起头 什么东西 军用营养药剂 可以支撑战士三天的营养需求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叶响 怎么 你是担心我把食堂吃垮了是吗 并不是 普通的食物营养 已经跟不上你的消耗 三支营养药剂 用完可以随时补充 辅助智能说道 叶响明白过来 拿起一支营养药剂 看了一眼后 直接打开瓶口 咕噜咕噜喝下去 明明是液体 但其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 仿佛是活性一般 一入肚子 就迅速扩散全身 先前的饥饿感 也迅速消失了 点点头 味道还不错 香草奶茶味 冯淼泉邀请你 加入需进阶队伍 是否同意 这时 辅助智能询问道 叶响看了一眼时间 六点四十五 这家伙上线那么早 看了一眼 还有一半的饭餐 没有浪费 一口气全部吃完 虽说现在粮食并不紧张 但不浪费是一个态度 叶响吃完起身 朝测验室走去 戴上眼镜 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确定组队 组队成功 链接队伍目标 最近泄偶 话音一落 叶响眼前一片漆黑 看着面前跳动的树植 静静等待着 几分钟后 伴随着一声链接成功 他直接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个几乎废弃的军事仓库 周围破破烂烂 还透风 他从舱内起身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还有三座同样的泄偶能量舱 不过并没有看到其他泄偶 就在这时 手臂上弹出地图坐标 先是来这里集合 坐标上有三个蓝色标记 很显然 是冯淼泉王军陈万言他们 距离不算太远 几公里路 叶响走出这废弃军事仓库 转头才发现 这仓库的位置十分隐蔽 不注意看 基本看不见 就算看到了 这外表如此破损的情况 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 这个基地仓库已经废弃 叶响眉头一挑 他刚才注意了一下的坐标位置 是在前线的最前面 这就是说 这里随时会出现一族 选择在这里 安排一个西游小队 的确相当精明 叶哥 赶紧过来 就等你了 地图上 冯淼泉发了一条字幕说道 王军则是发送了一张照片过来 三人躲在一个角落里 而在对面 竟然有三十多个骨骸一族 他们以一种非常古怪的姿势跪在地上 双手向天举着 脑袋几乎仰成一个平面 一动不动 叶响看了一眼照片 微微皱眉 辅助智能这时候说道 他们这样的行为 类似于人类修炼 全族一起升级 叶响明白过来 抬起手 凭空画出一张葫芦 贴在腿上 葫芦顿时卷起一阵风一般 叶响整个人的速度 猛然快了一倍有余 几分钟后 他赶到冯淼泉标记的坐标 远远就看到他们三人 微微缩缩 躲在一棵枯死的大树上面 毕竟三人等级 只有陈万言最高 最近升了一级 也才二十二级 冯淼泉和王军都才二十级 要是被这些平均三十级的骨骸一族发现 那下场只有强制下线了 叶哥来了 王军一直盯着地图叶响的坐标 看到他靠近后 转头看向身后 果不其然 一眼就看到叶响非常飘逸地飞奔过来 速度很快 来到树木前后 借助俘虏和身体力量 轻而易举便跳上了枯树 叶哥 等你老半天了呀 冯淼泉忍不住抱怨道 叶响看了一眼时间 刚好七点 不是你说的吗 要有时间观念啊 亮仔 怎么动手 陈万言迫不及待问道 远处那三十多头骨骸一族 显然像是没有防备的样子 陈万言感觉随时都可以动手 叶响目光也落在那些骨骸一族身上 思索片刻后 看向冯淼泉问道 附近还没有其他骨骸一族 冯淼泉一愣 摸了摸后脑梢 还真没有 叶响点点头 看向他们的辅助智能道 先排出一下周围环境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一族 四个辅助智能 直接分别朝四个方向高高飞去 红外线与雷达仔细搜索着 没过一会儿 又迅速飞了回来 尚未发现其余目标 四个辅助智能同时回应 叶响拍了拍手 直接从树上跳了下去 冯淼泉都梦了 叶哥 你干啥呢 叶响回过头来看着他 还能干什么 做任务呗 冯淼泉不由瞪大眼睛 陈万言却很快反应过来 眼睛顿时一亮 叶响会雷法 这些骨骸一族 完全是被他克制的 想到这里 陈万言没有犹豫 连忙跟着跳下来 冯淼泉和王军这才反应过来 先前脑子里想的 怎么解决对付这些 高他们时级的骨骸一族 完全忘记了 他们是害怕雷法的 叶响没有在意身后三人 目光平静地落在这些 诡异姿势的骨骸一族 一步步就这么朝他们走去 身上紫色虚影法袍浮现 双眸化作金眸 仅仅只是一瞬间 天师威严磅礴而起 这一幕 不仅震撼了身后三人 屏幕前的指挥官和科研人员 都越发吃惊起来 这少年成长得好快 不仅是等级 还有气势 先前的他 可没有这种气势 现在竟然有一种 沉稳与深不可测的感觉 要知道 他还只是二十七姐 这两天观察叶响 有些上瘾的罗警 看到这一幕 眼眸也不由泛起精芒 这小子 经历过一人冲杀 兵魔大军的战斗后 身上竟然培养出 独有的强者气势了 叶响左手捏起法绝 右手剑指 缓缓凝聚一柄 金光清风 三千道藏 紫袍金眸 独领一道 我为天师 叶响身上 也陡然涌现澎湃的精芒 丝毫不在一脚步 灵力充足下 一点也不委屈自己 骨骸一族 纷纷转头看向他 一张张骷髅脸上 是空洞鼻洞 深邃眼眶下 是微弱的红点眼睛 全都死死盯着叶响 人 人类 杀 下一刻 三十多头骨骸一族们 纷纷从地上站起身 爆发出成片骨头咔嚓的声音 爆出一根根骨刺盘绕一起 化作骨骸布满全身 看起来很是争鸣可怕 倘若现在的环境 变成陆地黑夜 这些骨骸一族 会显得更加应景 骨骸一族诞生的初期 就是从无数窟窿中爬出来的 在那深不见底的骨验中 弥漫着死亡气息 却总是能凝聚出一缕生命之火 三十多头骨骸一族 朝夜想过来的场面 跟昨晚数千头兵魔冲过来的场面 完全没有可比性 没有任何犹豫 身上的金光开始疯狂压缩到极致 金魔化作白铜 手中金色清风 也陡然转化为雷法常见 刺拉一声 狂暴恐怖的雷法白芒 在夜想身上爆发出来 雷法复生后 身形陡然化作白芒 消失在原地 而那些骨骸一族 早在看见雷法的一瞬间 全部齐刷刷停下身子 二话不说 转身就朝后面跑 一个说话比较流利的骨骸一族 更是一边跑一边破口大骂 小滑的人类 五十级法师竟然伪装成二十七级 然而他们的速度 怎么可能跑得过雷法复身状态下的夜想 手持雷剑的他 宛如一道白光贯穿战场 三十多头骨骸一族 根本就跑不过 被夜想追上的骨骸一族 碰上雷法的一瞬间 顿时浑身僵硬 动弹不得 星红瞳孔 满是绝望 可恶的雷法 刹那间 雷剑切割他的头颅 骨骸一族的头颅 在半空中旋转 在死亡的最后几秒 他看到那个身影 已经迅速斩杀数位同族 全是一件秒杀 这不是战斗 是屠杀 毫无疑问 升级到二十七级的夜想 对付这些三十级骨骸一族 完全就是屠杀 与兵魔一族对比起来 简直跟刷分一样简单 雷法一触碰到对方 就被麻痹在原地无法动弹 抬手雷剑 便轻而易举 将对方头颅斩下 冯鸟全呆愣地看着这一幕 狠狠吞了口口水 他转头看向陈万言道 我还是比较佩服你的 至少夜哥打你的时候 用了好几拳 陈万言顿时一头黑线 他哪里不知道 这是一句调侃 夜想要是一上来就用雷法 自己甚至还不如这些骨骸一族 夜想的雷法不仅强大 甚至还不需要念咒 他都怀疑老姐是不是骗他 自己后期真的有机会打得过夜想吗 至少目前来看 五十级以前 夜想随便吊打他 好像没我们什么事啊 王军突然说道 他还是比较洒脱的 毕竟是纯辅助结界师 从来就没想过打输出 他抬起手 只见在最远处 陡然升腾起一片结界 结界师 当然不只是防御 透明淡蓝色的结界 一下子便阻断 所有骨骸一族的退路 上了 陈万言也不再看下去 毕竟是组队状态 夜想斩杀的一族 最后学分都会平分给四人 他知道夜想不在意这点分数 但他自己不愿意乐想弃成 想到这里 他身上也浮现龙铃战衣虚影 浑身散发出炙热火焰 宛如一团人形火龙一般 直接朝一头骨骸一族冲去 哪怕有八级的差距 身为隐藏职业的他 也是毫不畏惧 胖子 陈万言突然大声喊道 来了 冯淼泉连忙点头 他抬手 直见一个腐败侵蚀诅咒 套在陈万言面前的骨骸一族身上 陈万言抬起拳头 呼啸间 一头火龙在他手中凝聚 呼啸一声 一拳狠狠砸在骨骸一族身上 碰 强大的火焰攻击力 在配合削弱30%防御下 陈万言一拳将对方轰散躯体 直接斩杀 两人这段时间配合组队过几次 默契不少 此时叶响在斩杀第16头一族的时候 手中雷剑消散 双手迅速在身前画符路 速度很快 眨眼间画好四张符路 四张符路陡然化作虚影长剑 叶响捏起咒觉 赤令 雷剑 话音一落 四道虚影长剑 迅速凝视为雷剑 迸发飞出 只见如飞剑一般 不停地洞穿骨骸一族的头颅 速度极快 叶响也没想到 这样还真的行 剑符配合通天路 让符路形变后的可操控 再配合雷法附加 就这样 一张普通的剑符 在双重Buff叠加下 直接爆发出 宛如玉剑术一般的可怕杀伤力 卧槽 冯淼全正好看见这一幕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只见四把雷剑飞出去 直接将叶响周围的骨骸一族 全部斩杀 然后盘绕在他周身 缓缓消散 不要太帅了 叶响长松口气 体内灵力直接消耗一空 这通天路加雷法 再加灵力 驱使雷剑飞行 虽然厉害 但这灵力消耗的速度 简直可怕 不过就算灵力耗尽后 叶响如今仅凭人先驱 也可以轻易对付这些 三十几骨骸一族 最后几头骨骸一族 见叶响身上雷光消散 还以为机会来了 竟然主动冲上来 身上猛然爆发出 数十根锋利骨刺穿透过来 速度很快 目标直指叶响 叶响不由一笑 你们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吗 他站在原地 半点没有要躲的打算 眼睁睁看着骨刺落在他身上 下一刻 强大的人先驱 直接将所有刺来的骨刺 全部崩断 他早已不是十九级 对方也不是四十级骨王 脉部迅猛冲上前 抬起手 一把拽住一头骨骸一族的脖梗 压下 再提膝 撞头 碰 骨骸一族的白骨头颅 直接炸开 叶响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一拳轰向另一头骨骸一族 对方胸膛也直接爆开 很快 场上只剩下一头骨骸一族 他被王军用结界困在原地 暂时无法打破 叶响慢慢朝他走过去 骨骸一族满脸绝望地看着他 惊恐吼道 人 人类 王座一定会践踏你们 怎么 二十几年过去 你们又有王座了是吗 叶响突然微眯起眼睛问道 天王罗瑾当年斩杀了两头王座头颅 其中便有骨骸一族的王座 百年来 并不止有罗瑾斩杀过王座 还是有许多精彩绝艳的先辈 斩杀过 后来发现 每当斩杀某个一族的王座 那么那一个一族在短时间内会变弱很多 而且 最起码间隔三十五年才会出现新的王座 但距离上一头骨骸王座被杀 仅仅只过去二十来年 叶响意识到不对劲 刚要追问 眼前这头骨骸一族陡然张大嘴巴 星红眼眸也变得空洞至极 下一刻 他竟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星红的眼睛变成纯粹的灵魂火焰 对方在燃烧自身的灵魂之火 眨眼间 一头三十几骨骸一族竟然燃烧成几根浮鼓 坠落在地上 冯淼泉看得有些毛骨悚然 什么情况这是 王军也是一脸疑惑 从来没见过 骨骸一族还会自杀 陈万言则是有些惋惜 这头三十骨骸一族自杀好像没有学分 叶响微微皱起眉头 心里虽然有一个猜测 但这个猜测有些骇人 摇摇头 然而刚才那一幕 已经被辅助智能传送到指挥室中 周景全程都注视着叶响的战斗 自然也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顿时思索万千 能让骨骸一族灵魂自然的 只有一个存在 那就是他们的王座 可这才过去二十多年 骨骸一族的王座就再次出现了 关键点不在于对方王座出现 问题在于对方为什么缩短了时间 骨骸王座再次出现 那么另一头的搅鬼王座呢 周景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王座虽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 用尽巨大代价斩掉一头王座后 对方要是立即又出现一头王座怎么办 没理由会打破三十五年这个限制 骨骸一族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 周景越发坐不住了 立马将自己的推算 与无法计量的可怕事端整理出来 递交给上面 二十七层 罗景也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手中情报 数据发送上来 看完后陡然起身 看向周老说道 周首席 我是有专门的卸偶吗 周安点点头 去吧 科研室那边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罗景没有犹豫 立即走出门朝电梯走过去 按下科研室的楼层按键后 电梯飞快下降 叮 很快 电梯门打开 罗景静止走进科研室 目光看向杨辉明 问道 杨老 我的卸偶呢 对于罗景的到来 杨辉明没有任何意外 他笑着说道 等你一两天了 现在才来 怎么 坐不住了吗 说着 递过来一个引导精神链接的 卸偶眼镜 一旁的助理看着罗景说道 罗先生 这是一具65级的卸偶 数据没法再提升了 你不要发挥出 超过65级这个卸偶的能量范围 否则 否则怎么样 罗景问道 会炸 助理诚恳道 罗景微微皱眉 他还以为 会有完美适合自己等级的卸偶 才65级 但65级就65级吧 以自己的发挥 斩杀70级异兽 不算太难 行 罗景二话不说 直接戴上眼镜 准备上线 很快 杨辉明面前 就出现罗景的身体特征 和精神情况 当他看到罗景心脏 有一半都是漆黑的状态时 微微叹口气 无法逆转 无法治愈 谁也无法想象 罗景为人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精神链接稳定 泄偶状态稳定 在入中 数千里之外 一处荒芜人烟平地上 一只二级野兔正在被十六级的熊鹰追捕 眼见就要抓到时 地面陡然出现一个大洞 只见一个体型明显比普通蟹偶 大上一圈的蟹偶 从洞里跳出来 吓得熊鹰连忙扇起翅膀逃跑 罗景看了一眼四周 不用看坐标 也一下子知道自己 现在在哪里 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逐渐闭合的舱门 又恢复成草地后 不有点点头 随即目光落在一旁 被吓傻的兔子 蹲下身 伸手弹了弹他的耳朵 便起身离开 小兔子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逃进洞里 十几分钟后 罗景来到一处军事堡垒 扫描认证后 大门打开 里面一个个奇装异服的青年 顿时朝他看过来 众人不由一论 谢偶 罗景看着眼前这些人 调侃道 怎么 认不出来了吗 长官 听到这熟悉的语气 十几人顿时反应过来 罗景点点头 开口说道 准备一下 进入骨骸一族领域 简单的一句话 顿时让十几人激动起来 老大真的吗 这就去 这就去 眼前这些人 正是王牌斩杀队的精英成员 也是人族当下最顶尖的战斗精英 全是隐藏职业 平均等级五十级以上 年龄二十五岁以下 很快 十几人全部全副武装准备完毕 跟随着罗景穿过前线 很是顺利的杀穿防御 进入对方一族领域中 人族整体实力与一族相比 尖兜部队 任何一族预见都要胆颤心惊 风元 二十三岁 五十三级隐藏职业 狂战士 平常大大咧咧 打架疯疯癫癫 越出血 越疯狂 正是 二十四岁 五十六级隐藏职业 大地法师 性格沉稳 认真 队伍的最大庇护 合了啦 二十二岁 五十级隐藏职业 风雨者 队伍的欢乐果 爱笑 喜欢用风精灵捉弄队友 莫修 二十五岁 五十九级隐藏职业 枪炮专家 老宅男 枪械科技人员 拥有独立武器 空间技能的他 却装满了前女友的色情照片 李晴 二十一岁 五十一级隐藏职业 暗影刺客 一直戴着遮脸面具 性格冰冷 不善言辞 但其实外冷内热 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林军 二十五岁 五十八级隐藏职业 魂剑师 性格幽默风趣 看似渣男 天天抱着女郎画刊 经常与莫修交流心得经验 讲官 二十三岁 五十四级隐藏职业 木偶师 魔术师身份 每天都喜欢专研不同的魔术 略微有些神经质 总认为自己的木偶技能 是活的 影子叶 二十四岁 五十七级隐藏职业 占卜师 性格温柔 女神级相貌 一张不条下 遮着一双 可以看见世间一切过往的动人眼眸 宁远梅 二十岁 五十一级隐藏职业 魔法师 性格坚韧 不服输 可以提前将法术寄存在魔法术中 顺发技能 庄楚 二十五岁 六十级隐藏职业 仲凯师 不善言辞 不喜欢交流 喜欢独处 但在战斗时 你可以永远相信他 柳妍 二十五岁 五十八级隐藏职业 次元灵动者 性感魅惑大姐姐 却渴望着纯纯爱情 当然 你可千万不要扎 姐姐是真的可以把你的心 偷出来 将军 二十二岁 五十六级隐藏职业 地狱召唤师 绰号将军 唯一兴趣爱好 解袍一族 梦寐以求的是 抓一只堕妹皇族 解袍 是个十足变态 平时还喜欢说一些神经之话题 比如 牛魔王是牦牛 还是水牛 还是黄牛 赵洁 二十一岁 五十二级隐藏职业 兵劫师 刚加入王牌斩杀队不久 性格孤僻冷傲 一身血白长袍 逼格满满 半个月后 十几人重伤而归 带回来一个令华夏高层 近乎无法理解的消息 一个十八岁的人族少年 成为了骨骸一族 新义人王座 他完美继承了骨骸王座的实力 并且无比仇视人族 为了占卜这少年的来历 银子叶摘下纱布 睁开石杀双眸 想要看到少年的过去 竟然是神秘的堕妹皇族 将他培养起来 那女人妖娆性感 背身黑衣 伸手挑起少年的下巴轻声道 想要消灭人族 古骸一族的新王座 竟然是人族少年 这个消息 如同带了翅膀席卷全国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虽然出现过人族叛徒的事情 但那是王座 领域一族的王座 一族竟然让一个人族少年 成为了古骸王座 完美继承了古骸一族的力量与传承 已经有聪明人隐隐察觉到 人族前线出现了问题 猜测会有王座在蠢蠢欲动 难不成就是这位新出现的人族 古骸王座吗 首席会议室里 华夏国内几乎所有领域的顶尖人物聚集在一起 目光落在那位白发首席身上 王牌斩杀队带回来的消息 不会有人怀疑 罗锦一开始的猜测也得到证实 但这一次 他们的敌人竟然是自己人 一族这一步走的棋子 很绝 不仅给我们压力 还诛心 一位老人缓缓皱眉 神情名重 他身上挂满了勋章军衔 几十年前被称为战神的男人 也是如今战神学院的校长 战神横轻 不过在年纪大了后 不得已退出前线 所以 这些年正面战里 一直是天王罗锦 顶着前线战争 可下一代能支撑罗锦位置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 王牌斩杀队的一群精英 虽然都很优秀出色 但跟前辈战神与天王相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二十五岁时能抵达六十级 可以算是人族的顶级天骄 但战神与天王 在二十五岁时 便走到了七十级 一举扛下人族顶梁柱的责任 这是杀一族杀出来的等级 而不是修炼 罗锦沉默着 没有说话 脑海中不停回想着 当时遇见那位人族少年的场景 他高坐在古骸王座上 藐视众生 面对同族 没有丝毫犹豫下死守 如果不是引子叶占卜出生路 那么这次大部分人 都要留在古骸一族领地中 那少年的实力 完全不弱于以往的古骸王座 甚至还要强 早知道如此 他就本体过去 哪怕拼死 也要把那小子给宰了 想到这里 罗锦身上的杀气 顿时忍不住透露出来 周围人微微有些心惊 不过毕竟在座的等级都不算低 不是很难受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这次一族进攻的主要战力 就是古骸一族 其余一族并没有动 只是向征信配合 支援了一些兵力 周锦抬起头 轻声说道 但有一点 目前尚未查明 那就是皇族的出现 屏幕上 出现了那天拍摄下来的 堕妹皇族 皇族历来神秘 但每一次出现 都代表着格局转变 这次再次出现 或许跟人族少年古骸王族有关联 众人默默点头 周锦作为年轻一代顶级数据分析师 想到的大局观和推理能力 的确赶上老前辈了 周安看向周锦 赞赏的点点头 另一个老人皱起眉头 当前情况是 古骸一族虽然有进攻的趋向 但除了上个月前的一次 突然大举进攻以外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简单试探 并没有搜索到大量兵力 最多的一次 也只是半个月前 墨城堡垒遭遇的三千兵魔异族吧 说话的这位老人 是负责所有城市巡查机构的司长 号称武侯的上陪 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当初仅次于战神恒青 不得不说 几十年前的顶尖人族战力 远比现在要多很多 但也正是因为那段时间 牺牲了太多好苗子 在战场上被打得断代 倘若不是天王罗景的出现 二十多前的那场危机 华夏很有可能顶不住 那是两大王座联手出击 这种事情是极为罕见的 异族与异兽生存法则相同 讲究的就是弱肉强食 并不存在合作默契 谁都想吃掉人族这块大蛋糕 但他们谁也不想眼睁睁 看着对方吃掉 互相之间也有许多争执摩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人族才有了喘息的余地 天才遇袭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周安突然抬起头 看向上配问道 今年数十位高考天才遇袭 这件事情 影响不可谓不大 虽然是百年头一次 但这么光明正大潜伏近来那么多一族 还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上配点点头正在排查 我怀疑一族 已经渗透进我们的体系机构 大战前 务必将所有暗钉拔出来 周首席难得与其严厉说道 是 哪怕是上配 也忍不住头皮发麻 连忙硬道 周首席一旦生气 那就是真的生气了 尤其是看到叶响的表现后 越是如此 如此好的苗子 当初倘若真的被扼杀 他是真的会心痛许久 这次高层会议说的内容并不多 很快结束 但没过去多久 全国所有超过五世纪的法师 或者与雷系有关的职业 全部收到了一条 来自于国家发来的消息 看到这些消息的人们 嘴角不由泛气冷笑 骨骸一族 呵呵 国家有诏 那便站 三层重力士里 叶响浑身散发着人鲜文烙印 第七遍的难度是第六遍的倍增 但在重力士的帮助下 结果比内丹还要先突破 在两天前 他再次突破 升级到二十八级 人鲜文也开始烙印第二层第八遍 不出意外 烙印难度再次倍增 内单这些天 也有了一丝饱满的感觉 估计也会在这两天突破 他这半个月下来 任务结束就下线来重力士中 体力耗尽 就回宿舍继续冥想修炼 饿了就一根军用营养药剂 别的站是一根顶三天 他三根顶一天 叶响都怀疑自己 这人先去修炼到后期 会不会真的把自己给吃穷了 辅助智能给他算过一笔账 军用营养药剂一根接近五千元 他现在一天就要吃掉一万五 不过学分可以抵扣 三点学分就可以兑换一根军用营养药剂 要不然真得活活把自己吃垮 叶响看着自己已经刷新到八千六百的学分 不由陷入沉思 这半个月下来 他自己都不记得杀了多少一族了 还基本都是二十五级以上 不过他发现 报废一台泄偶 就会相应减少一千点学分 也就是说 他这些学分相当于上千万的资源兑换 叶响缓缓起身 烙印完第七变人仙闻后 此时承受这四倍的重力变得轻松一些 完全可以扛一个小时左右 而且直觉告诉他 人仙区倘若能突破到第三层 自己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第五倍重力 这个重力倍数 是属于五十级战士的身体素质承受范围 当然对于一些强大的战士职业 四十多级的时候 也会尝试五倍重力 不过就跟叶响此时一样 只能坚持一段时间 不能一直持续 缓慢调节重力后 走出重力室 脱下防护服 走进冲洗室 将身上汗水冲洗干净后 神清气爽地走出来 虽然体力耗尽 但这种感觉真的很舒服 每一天都能感受自己的实力在增强 抬手喝下一瓶军用营养药剂后 体力迅速开始恢复 叶响同志 任务指令已下达 请稍后上线完成任务 辅助智能飞到跟前说道 叶响点点头 随着他的实力增加 普通的清理小队任务 完全满足不了他 也只有遭遇大战的时候 才会让他感受到 些许战斗的感觉 这半个月来 不仅他在快速进步 这一届三座高校的所有学生 都有了一个可观的进步 前线已经安排超过四千具泄偶 数量虽然依旧不够学生人数的一半 但在轮班安排任务下 几乎每个人都有上线的机会 在一次开会上 长官也直白说出 学分的重要性 可以兑换许多军用设备 当然仅限于学生可以使用的设备 比如重力室 开一倍重力 每一个小时 消耗一点学分 两倍重力两点 以此类推 还有身边跟着的辅助智能 四百点学分就可以兑换 军训结束后并不会收回 但目前的大部分战士职业非常尴尬 因为他们的学分 基本都是附属 杀一头一足才二三十分 可要是报废一台 谢偶就扣出一千分 不少学生 做任务是在还账 还累死累活 不少人已经开始羡慕辅助职业 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任务 获得学分 当然辅助职业的学生任务时间 都需要很长 而战斗职业的学生 只需要完成任务就可以下线 然后利用学分加快修炼 由于是全封闭军训 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众多学生并不知道外面的消息 坐电梯回到训练基地 静止朝着测验室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英俊少年朝他这边走过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叶响眉头不由一条 这家伙谁啊 敌意这么明显 自从转职天师后 叶响能感知到一些人的情绪和气场 当初也正是感知到杀意 才第一时间意识到 侧身走过时哪知道对方却挡在身前 看着叶响说道 一个倒是职业 拿下高考状元 分数更是冠绝同届的学生 叶响 我其实对你一直很好奇 叶响微微皱眉 我赶着做任务 别浪费我时间 帅气少年不由一愣 你不认识我 我为什么要认识你 叶响一脸怪异地看着他 帅气少年神情顿时一正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响 你装的吧 我装你个头 这家伙脑子多半有坑 得赶紧走 叶响无奈摇头 偏身刚要走过去 哪知道这脑子多半有坑的少年 猛然抬起手 一张脸宛如压制愤怒一般 低着头 一句一字说道 你 真的不认识我吗 你神经病吗 需不需要 我帮你叫精神病医生 叶响微眯起眼睛说道 少年抬起头 直视叶响目光 我叫穆青云 哦 然后呢 叶响看着他问道 这名字听起来是有点耳熟 好像哪里听到过 哦 想起来了 排行榜第二的家伙 好像就叫这个名字 是你啊 叶响恍然大悟 有什么事吗 穆青云皱起眉头 刚要说话 叶响抬起手 平静地抬起手 将他的手臂放下来 但然道 年轻人 别总是这么冲动 这样不好 不是吗 穆青云刚要驳回 陡然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用力 都没办法挣脱 被叶响抓住胳膊的手 穆青云眉头一皱 下意识使用斗气 然而叶响手腕上 只是浮现出人先闻 再次将他压制下去 并且轻而易举地 将他推开 按在墙壁上 做完这一切 叶响无奈摇摇头 双手插兜 懒散的神情 看了他一眼 轻声道 这么宽的走廊 真是的 还不够两人走 穆青云不可置信地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又看着自己 微微有些颤抖的右手 他刚刚明明用了权力 却全面被压制了下来 甚至一点挣扎的能力都没有 这家伙的力量简直可怕 倒是职业 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叶响走到测验室 对于先前的插曲 完全没有在意 穆青云的确是天才 学校精心培养的天才 但他不是战士 差得太远 哪怕上了前线 但也因为泄偶的原因 有些观念并没有转变过来 在他眼里 无论是穆青云 还是之前的徐勇 都显得无比幼稚 自从看到一次 王牌斩杀队的战斗后 叶响心里就已经有了目标 戴上眼镜 链接泄偶 远在千里外的一具泄偶 睁开眼睛 从舱内起身 什么任务 叶响看向辅助智能问道 探查斥后任务 搜索该范围的一族 辅助智能说道 说完 叶响手臂上 刷新一个地图区域坐标 看了一眼后 点点头 迈步走出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的庞大湖泊 远处山林白雾缭绕 太阳被云层覆盖 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木 看到这宛如仙境的一幕 叶响下意识想深吸一口气 才反映过来 自己现在是泄偶状态 可惜 这么好的地方 不是轻声过来 这里是哪里 叶响不由问道 这里好像并不在华夏境内 异兽领域 这里并不在华夏 但曾经属于华夏境地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叶响明白过来 他不由想起猎人鱼港 那一片的环境 也很是幽静漂亮 这里怎么看 都不像是有一族的样子 多半是南边的领域吧 叶响微微皱起眉头 还是迈步走了上去 辅助智能高高飞在半空 扫描一圈后 方圆十几公里范围的生物 全部出现在地图上 点开的地图 还能放大成立体的 这边扫描结束后 叶响手中凝空 画出一张俘虏 贴在腿上 随后直接一个跳起 踩着树冠 飞快朝其他方向走去 这个区域范围很广 上万平米 被辅助智能 划分六个区域后 挨个跑过去搜查 但搜出来的全部是异兽 没有看见半个异族 再往前就是秦岭 帝氏险峻 异族想要从秦岭 直接穿过来 进攻华夏的腹部 这个难度 不比从正面北方 进攻差多少 忙活完一个小时后 区域探索完毕 指令任务已完成 辅助智能 很快将数据上传了上去 叶响一脸茫然 这个任务 随便晃个辅助过来 也能轻易完成吧 顶多耗时长一些 还有其他指令任务吗 叶响询问道 没有了 叶响同志 辅助智能说道 今日评分优异 奖励学分十点 叶响一脸无语 头回有一种走后门的感觉 还真有些不习惯 最近这段时间的任务 都很简单 也是自己等级提升的原因 战场上平均都是 三十级的异兽 对于其他大义新生来说 很难对付 但对叶响来说 灵力体力足够 随便杀 后面有几次实在是忍不住 就主动去挑战 五十级以上首领级别的异族 结果就是被虐 有一次没有逃掉 直接被打爆泄偶 扣出了一千点学分 他就很奇怪 异族就没有四十级的吗 后来辅助智能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 现如今在战场的这些三十级异族 几乎都是异族中没用的废物 潜力达到了极限 无法再突破 而能成长到四十级的异族 这些作为中间力量的异族 还没到上场的时候 毕竟谁也没想到 才刚开学 叶响的实力 已经远超铜界许多 正准备返回仓库下线 去重力室修炼时 视线中 陡然注意到一个茅草屋 那茅草屋很不显眼 周围树木又很多 不注意看 几乎不会注意 但在这种地方 出现一个茅草屋 显然不对 那里面有人吗 叶响 看向辅助智能问道 辅助智能文言扫描了一下后 摇摇头 并未检测到生命迹象 叶响有些疑惑 难不成是有猎人 曾经来过这里 搭建的茅草屋 正当他打算走过去的时候 那茅草屋的房门突然打开 只见一个身穿道袍的老人 从屋内走了出来 叶响顿时停下脚步 抬起头 看向辅助智能 而此时辅助智能 也有些运算出乱的感觉 飞起来一顿一顿的 叶响不由微眯起眼睛 默默看着眼前这位老道人 果不其然 他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明明眼睛能看到对方 但感知并没有 感知中那里 就是空无一人 但此时的老道人 正拿着扫帚 平静地扫着灰尘 叶响看着看着 突然灵光一闪 脑海中浮现出一篇道经记载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这是天人合一镜 难怪科技与感知 都感觉不到对方 叶响有些震惊 竟然会有人达到这种境界 老道长脸上泛起笑意 抬起头 看着他说道 好久没人来这里了 道友 叶响明白过来了 眼前这位跟他一样 是道士 而且 是等级很高的道士 能做到道藏中 所记载的天人合一镜 等级最少也是 七十几网上的道士 他从未想过 会有道士能修炼到七十几 看到叶响一直在发愣 老人却仿佛从那机械的外表 看到一颗赤子道心 欣慰一笑 没想到 有生之年 真能见到天师 他微微弯腰 宛如后背见长辈一般 轻声说道 真五官清云子 见过天师 此时的叶响 也宛如辅助智能一样 恰壳了 缓了两久 才反应过来 连忙走上前 扶起老道长 道长 小子不敢 老道长摇摇头 李毕 才抬头看着叶响 神情很是感慨 其实倒是这个职业并不弱 只是百年前 一族降临时 道门所有前辈出山迎敌 传承都断得差不多了 后来天道顿一 道门不险 传承蒙缺 所以如今在世人眼里 道士这个职业 只能画画一些简单的俘虏 和练一些没太大作用的丹药 一直在等 等了百年 就是在等天师出现 重新崛起道门 道士职业的传承才会补齐 老道长说的每一句话 就像是深水炸弹 炸在叶响心里 轰鸣不止 前辈你说的真五官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叶响忍不住问道 三年前 自己转职成道士的时候 曾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道士的传承 因为所有职业都有传承技能 唯有道士的传承 只有俘虏与炼丹 无论升多少级 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 道士职业 一直被人说成废物职业 别说十级 哪怕二十级 赤手空拳 也不一定打得过十级风狼 真五官就在这里 青云子指着这里笑道 这里 叶响呆呆地看着四周 这里完全没有人族 生存过的气息 但他很快明白过来 是在百年前 是的 这里曾经有一座真五官 青云子点点头 后来这里被一族摧毁 异兽占领 拾过境迁 这里已经看不到 半点曾经的影子了 叶响看着四周 突然挑了挑眉 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辅助智能 会给自己这么一个休闲任务了 是有人看出了 他的天师职业 然后通过辅助智能下指令 让自己来这里 与这位老道长见面 叶响在思索的时候 青云子并没有打扰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没想到 天师竟然隔了百年才出现 虽然还太年轻 但只要身为道士 就能清晰感受到 叶响身上的道义 天师威严若隐若现 凌驾三千道义 前辈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叶响好奇问道 青云子微微一笑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自称真五官 叶响顿时有些目瞪口呆 前辈你 青云子点点头 我已经有百余岁了 亲眼见证过 那段人族最黑暗的岁月 这边坐吧 喝茶吗 青云子来到院落那张 极为老旧的八卦石桌前 抬头问道 叶响下意识跟过来 从这位老道长的出现 几乎没有一句话不震惊他的 落座后 老道长到了一杯茶水 递给叶响 山间湖水 茶树也是我种的 品尝一下 叶响看着杯中茶水 相对于职业 好像眼前这位老道长 才像是真正的天师 自己背诵了三千道藏 更像是胡伦吞藻 一窍不通道义 前辈 天道顿衣 是什么意思 叶响有些疑惑问道 青云子神情复杂地看着前方 沉思片刻后才问道 提起一族叶响身上陡然涌现杀意 不用回答 青云子也明白了 微微点头 天师的肃杀与威严 在你身上已经体现出来 他抬起头 目光深邃悠久 缓缓说道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天道顿其一 早在百年前 我道门算出这天地人间一节 百年前的张天师 与数十位高宫道长 试图屏蔽天道 阻止一族入侵 然而失败了 一族大举轻事时 道门在昆仑 希腊神山 两处极地 其举世大阵封印一族 后来你也能猜到 全输了 道门输得彻底 一族中的皇族无比强大 将天道阴阳转变 逆转乾坤 说这些 估计你听不太明白 直白一些 就是对方玩来的 狗日的他们 把天给换了 叶响目瞪口呆地 看着面前老道人 从高人形象 急速转变为愤怒小老头 意思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形象 全是假的 道门数千年的传承 不仅断了 还没法用 这群狗日的 嗨嗨 前辈你先别激动 叶响看他太过于激动 不由安慰到 青云子喝了一口茶 把这口气缓过来后 继续说道 但这百年过去 天道运转回来 那顿奇异的道门一脉 终究回到人族 前辈你算到的 叶响不由好奇问道 你不就在这里吗 我还算什么 青云子有些诧异问道 原来是这样 身为天师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 远比你想象中的重 甚至人族的未来 都有可能在你手中 青云子神情无比严肃地 看着叶响说道 叶响神情 也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真的吗 前辈 真的 真真的吗 真真的 那天师之位给前辈你吧 我不想当 叶响有些无奈说道 懒散性子又上来了 主要是这事情 听起来就很麻烦 青云子听到这句话 直接一口茶水喷出来 瞪着叶响 这天师是你想不当就不当的吗 不 不能吗 不能 叶响 青云子现在也有些头疼 怎么好不容易 等来一个天师 怎么是这个性子 行了 你现在等级还低 先好好修炼 等你到五世纪后 我教你天人何以法语真无心境 好 叶响立马点头 你不打算教我什么吗 青云子反问道 叶响摸了摸脑袋 那前辈 你要学什么 你会什么 金光神咒 正雷法 人先驱 九转紫经丹 通天路 清风见诀 叶响如实说道 青云子差点把胡子揪掉 前四个全是天师一脉的密法 虽然已经肯定这小子的身份 但听到这些 他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 但很快 又皱起眉头后 摇摇头 只有通天路与清风见诀 不是天师一脉密法 你施展一下我看看 行 叶响抬手 双手间 凝空画出一张张符路 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画出六张卓阳符 速度比半个月前熟人许多 刹那间 六张符路画作六团火球 青云子见状不由点点头 纯正的卓阳符 好久没看到了 还能凝空骤印灵和一画符 这通天路确实不错 他突然一抬手 宛如有一股云柔缠镜 竟然直接将六团火球卷了过去 叶响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看呆了 前辈 你这一手是啥 青云子一愣 被他的神情看得有些不自信了 这 太急啊 叶响不由瞪大眼睛 立马说道 前辈教我 青云子嘴角一抽 有些难以置信 你一个天师 不会太急 不行吗 很快 茅草屋的院子中 青云子开始教叶响太急拳 从最入门的一个个动作开始 再到一整套 含胸拔背 须领顶静 配合呼吸自然 一须一时 腿腰压下去 转身以腰为轴 膝 胯 腰 足 一体相随 用意不用力 以神灌注 在老道长的指点下 叶响很快就将完整太急拳学会 本身太急拳就入门不算难 难的是领懂阴阳两静 云长绵绵不绝 静到右坐 崩如山靠 青云子点点头 不愧是这一代的天师 学得很快 第一遍就入门 第二遍就已经掌握要领 叶响完全学会后 青云子开始给他卫招 速度陡然加快不少 叶响立即意识到 眼前这位前辈 是真的很强 太急拳一起势 节奏完全被对方带着走 越用蛮力 越被打得更惨 前辈 你多少劫 叶响忍不住好奇问道 等级对于道士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 青云子微微摇头道 最重要的是道心 等级再高 没有道心 就如同一把沙子 使不起劲 叶响若有所思 这句话有点像沈父说的那句话 一定要明白自身的职业 才能走得更远 他虽然转职成了天师 但本质还是道士 无外乎修道 道心 他转头看向远处 宛如仙境的风景 第一次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他被玩了三千道藏 无数道经在脑海中 一一浮现 翩翩翻卷 那些字就像是飞出来了一般 环绕着他 一瞬间 他整个顿在原地 浑身顿时被一股浓郁的道义围绕 看到这一幕 青云子差点眼睛都瞪出来了 这是悟道 这就悟道了 他自己这辈子也就悟道过两次 分别领悟到了天人合一 与真武心境 但此时夜想身上的道义 完全不弱于自己当初悟道的道义 这小子会领悟到什么道 而倘若青云子能看到夜想脑海中的景象 只会更加震惊 这一刻的夜想 已经忽略了时间与天地 宛如神游太虚 三千道藏 无数道义随着文字在他面前展现出最本质的心境 上山若水 无为而至 厚德载物 虚其心 清静为天下正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夜想一一感受着这些道义心境 他发现自己没办法一下子掌握那么多道义 只能选择目前最贴切自己的道义 三千道义下 夜想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义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哼 夜想身上陡然间爆发出可怕的道义 无情无欲 令人心惊 邦夜想护法了一天一夜的青云子 不由震惊地睁开眼睛 他看着夜想身上透露出的这份道义 顿时明白他领悟到了什么 天地不仁 这就是道门没落时代的天师道义吗 历代天师 基本选择领悟道法自然 又或者是天人合一为上加 可加快一倍的修行速度 又或者灵力倍增 而这小子 上来就是天地不仁 持续片刻后 夜想身上的道义逐渐收敛 缓缓睁开双眸 自身等级依旧没有变化 但夜想知道他的战力直线上升一个档次 天地不仁道义 所有道法威力加持一倍 夜想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恭敬地对青云子弯腰作急 感谢前辈指点 青云子笑了笑 虽身为天师掌握秘法 但因为你的性子 本来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但现在你领悟到天地不仁的道义心境 我的确看到了道门崛起的希望 已经可以了 你都悟到一天一夜了 我初次悟到时 已经年岁过半 夜想听到这句话 不由一愣 连忙查看日期 果不其然 还真就过去了一整天 但他感觉就像是只过去了一会儿 这种修道的感觉 跟以往修炼体验完全不同 怎么说呢 爽 前辈 我教你通天路吧 夜想说道 好 青云子点点头 夜想随后将心法与口诀 全部说了出来 并且双手同时画符作为示范 而这一次 在一瞬间 他直接画出了十二张符录 整整齐齐环绕身前 掌握一门道义心境的他 对这些道法加成 直接翻倍 浮力破碎一瞬间 如重水瀑布降临 哄 重水泄洪一般 直接将院子的栅栏冲得一干二净 那传成了百年的八卦石桌 更是首当其中 浑身陡然不满密密麻麻的裂纹 别 青云子急了 连忙抬手 无形中 一股气顿时隔绝了重水瀑布 但还是慢了一步 下一刻 石桌崩塌碎裂 青云子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就剩这一张石桌了呀 但现在 没了 叶祥也意识到 自己好像闯祸了 他摸了摸后脑勺 小心翼道 前辈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我实力长进那么多 那个 嗯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我这就先回去了呀 下回再来看你 不等青云子反应 他直接转身就跑 青云子无奈看着叶祥逃离的背影 微微叹气 随后又欣慰地笑了起来 到门有望啊 沉默片刻后 他突然抬起手 单手调动灵力 一瞬间 数十张真武斩妖符禄凝聚身前 青云子微微皱眉 似有不满 解除符禄 下一刻 老人眉心散发到新印记 真武心境全开 倘若叶祥此时还在这里 就能看到他心心念念的场景 只见青云子身前 密密麻麻凝聚出上千张符禄 不满周身 上千张真武斩妖符禄 竟然模拟出了一尊真武大地虚影 出现在老道掌身后 倘若再突破一击 登陵九转 老道自信可斩王座 自行摸索修炼百年 悟道两次 道十八转 等级八十九级 哪怕在百年前鼎盛的道门 但凡能悟道 就已是最为顶级的妖念 更何况悟道两次 回到舱内下线后 叶祥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辅助智能飞了过来 习惯性递过来一根军用营养药剂 叶祥接过药剂 打开瓶口 咕噜几口喝完 回想起先前的悟道 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感觉实在是太过奇妙了 明明感觉只过去十几分钟 醒来却发现 过去了一天一夜还多 他这一次上线时间 累计接近两天 但整个人的状态 说不出的好 领悟天地不仁的道心 所有道法威力倍增 等级虽然没变 依旧是二十八级 但叶祥 现在完全有把握 挑战四十级以上的一族 哪怕不是骨骸一族 也有把握将其斩杀 叶祥走出测验室 举起手伸了的懒腰 整个基地里有不少学生 大半个月下来 几乎所有人精神器 都有了不少变化 等级更是水涨船高 几乎每个人都升了一级 甚至有的接近两级 战斗职业 几乎每天都在接触那些异族 一开始被虐得愈先愈死 但在队伍的配合下后 反而发挥出更强大的实力 整个前线 在泄偶的帮助下 在逐渐改善情况 军方战士们也发现 这段时间轻松了许多 很多就连战岗侦察的位置 都由泄偶顶替 而且他们发现 这些泄偶还挺有意思 总是会把他们这些战士忽视 但几个泄偶之间 反而聊得似乎很起劲 只不过嘴里一直说着 什么学分差多少 排名这类话语 让一群战士很是发呆 叶响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分数 没有任何意外 他依旧在第一名 只是分数一直是隐藏状态 第二名的沐青云 三千二百分 第三名的陈万言 两千八百七十分 原本第四名的沈又威 也调到了第五名 由审判学院的一个 叫王磊顶替 有威身为隐藏职业 作为战斗形态的月精灵战士 本身战力并不低 不过因为是伏法系 所以有一些任务 自动安排成了辅助任务 所以学分少了不少 但依旧有两千四百分 前二十名的排行榜上 盛庆只有四个人 除开叶响沈又威陈万言 就是叶响一开始遇见的 那位波灵者女生 刚好排名二十 其余全市战神学院 与审判学院 甚至前百名都是这样 叶响摸了摸下巴 不得不承认 大义新生的整体实力 盛庆要差不少 但也没办法 战神学院几乎全是战斗职业 审判学院比较综合 只有盛庆这边 除了法师就是辅助 没辙 毕竟法师职业前期伤害并不高 自保能力还不足 一些范围性或者高伤害技能 更是在后期才能表现出来 叶响转身 打算去重力士修炼时 辅助智能突然说到 叶响同志 陈万言 王军 宋雅 冯淼全 组队邀请你加入队伍 叶响不由一愣 辅助智能展开光幕 画面中 只见五人被数百头三十级血兽围住 陈万言顶在最前面 沈又威展开羽翼 不停地攻击躲避 宋雅王军冯淼全三人在后面牵制 但血兽数量太多 他们显然撑不住多久 看到这一幕 叶响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走回测验室 同意 走进舱内 戴上眼镜 直接开始载入 指挥室里 女指挥官柯婷 不由皱起眉头 三百多头平均三十级左右的血兽 最近的军队 需要十五分钟才能赶到 来不及支援了 周景没有说话 看着屏幕 微眯着眼睛 他看的不仅是几人陷入包围 还有周边一些数据变化 叶响上一次 也是在这里遭遇到上千数量的血兽 这次又有几百头 血兽这是铁了心 要冲这里进攻 还是为了吸引视线 想到这里 他心里莫名一个咯噔 不对劲 周景猛然将整个前线数据拉开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使用技能 精神力促使大脑飞快运转 所有数据一丝一毫不差 全部落入脑海中 很快 他发现不对的地方 前线虽然看起来没有太多变化 一族该派出赤后的派赤后 该小心突击的突击 战斗逐渐演变成小范围 零散的模式 但有一点 骨骸一族消失了 整整两天时间 没有任何一组 有关于骨骸一族的数据 甚至一头都没看见 前线数据几乎保持几天来一模一样 却平白无故少了骨骸一族 这就说明对方已经有了行动 否则根本没必要保持进攻不变 甚至还故意抛出 类似于数百头血兽一族来吸引视线 周景双手飞快地点击屏幕 调取数据信息 果不其然 这两天每天平均都有十几波 类似于血兽这样数百头的突然袭击 造成不了效果 但却让整个前线所有战士都没有放松警惕 再结合了其他种种数据 周景猛然站起身 王座终究是要进攻华夏吗 指挥官们被周景的突然起身吓一跳 纷纷抬起头看过来 有些不解 周景双眸宛如璀璨星辰 仿佛一眼能看穿人心底一般 周景看着所有人说道 调查前线所有堡垒 基地 阵地 哪怕是一公里也不能放过 从现在开始 听到这句话 指挥官们瞪大眼睛 不是 组长 前线边沿加起来几万公里啊 全部调查不累死吗 一个男指挥官忍不住问道 执行命令 周景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喝道 一瞬间 所有指挥官都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纷纷低头 连忙使用技能 调查前线每一寸土地的数据信息 周景坐下身来 目光死死盯着整个前线地图 古骸一族想要举足进攻 会从哪里进攻 不确定这个点 人族就只能被动防御 周景不由皱起眉头 余光中 突然看向右上角的屏幕亮起 只见到刚下线的夜响 再次上线 周景一下子猜到了 他想要做什么 简直胡闹 血兽荡成豆芽菜随便杀吗 而此时夜响已经激活距离 沈又威他们最近的泄偶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迅速冲出仓库 左手凝空化出神形 俘虏贴在腿上 右手捏起法掘 身上也同时展现出人鲜纹与金光 在下一刻 金光转变为狂暴雷芒 雷法附身 夜响顿时宛入一道雷霆 急速奔驰 静直朝地图坐标上 数公里外的战场赶去 这一块区域的前线战场上 几人被困在一个山脚的一个位置 必无可避 陈万言猛然一声怒吼 浑身爆发出炙热火焰 豁出去一般 抱起两头血兽 光光在地上砸 冯淼泉连忙施展诅咒 削弱防御 宋雅和王军 一个用木藤组合成木墙 经济围绕在表面 一个直接施展结界 在前面再封锁一个口子 双层防御下 留下一个勉强 可以通过一两头血兽的通道 这样不仅可以让这些血兽 选择这里疯狂拥挤 还可以减少其他攻击损耗 但即便如此 血兽一族还是太多了 王军与宋雅两人的精神力 消耗得非常快 在场只有沈优薇可以飞 这些血兽几乎攻击不到他 但他也不敢随便下去 只能选择性偷袭目标 这时 冯淼泉突然眼睛一亮 坚持住 叶格上线过来了 速度很快 沈优薇文言看了一眼地图 的确看到一个坐标 正飞快地朝这边赶过来 他也终于不再留守 丢出手中的长剑 双手合十 下一刻 他身上浮现出广袖流星群的虚影 月灰加深的那一刻 宛如天使一般 注立在半空中 那柄长剑 迅速分成十六道宛如弯刀的月光 对准通道口 聚集血兽一族最多的位置 飞快下落 说说说 刹那间 月光交错 鲜血与残枝断腿 交织纷飞 这画面血腥又唯美 沈又微这个爆发 直接让众人压力大减 王军咬咬牙 此时 他仅剩最后一些精神力 双手合十后 两手食指与大拇指 组成一个长方形状 刹那间 一道长方形结界 陡然穿过通道 狠狠撞了出去 结界撞出去的一瞬间 破碎开来 陡然爆发出数十根尖锐结界 宛如刺猬炸开 但想法很好 攻击弱了许多 哪怕这里被沈又微的月光 切得混乱一片 也只有几头血兽 被刺刀要害 重伤倒地 等级实在是差了许多 这大半个月下来 高压强度训练和实战 王军也只剩了两级 22级的结界强度 相对于30级的血兽异足来说 依旧不够 使用完这一招后 王军喘着粗气 半跪在地 头疼欲裂 显然是法力和精神力耗尽的后遗症 失去了结界庇护这一层 木藤防御也很快支撑不住 迅速被血兽疯狂抓破 宋牙也无力倒在地上 胸前重重弹跳了一下 不由吸引了冯淼全的视线 一个分神 刚施展到一半的腐败诅咒 直接散开 胖子 陈万言没好气喊道 在前面等半天 发现后面诅咒没跟上 回头一看 才发现这家伙盯着人家一直看 哦 冯淼全回过神来 连忙施展诅咒 他等级虽然不是最高 但诅咒消耗的法力 比王军送亚他们少很多 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此时所有人都很清楚 在数百头血兽面前 一旦陷入合围 这庞大数量下 他们一瞬间就会被秒杀 果不其然 失去木藤和结界后 所有血兽一翁而上 就在这时 刺拉一声 一道雷暴轰鸣乍响 包围在众人面前的血兽 瞬间死伤无数 狐卫弥漫开来 这熟悉的雷法 众人一脸惊喜地看过去 只见一袭紫袍长发少年 浑身散发雷光 如如无人之境冲过来 来到众人跟前 雷法非常消耗灵力 夜想释放一记掌心雷 再加上先前雷法附身赶路的消耗 体内内丹灵力 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所以身上的雷光逐渐消散 眼前众人又要淹没在血兽中时 夜想抬手间 十二道俘虏浮现身前 俘虏破碎后 瞬间化作十二道灵链 将身前数十头血兽 全部紧紧锁在这一起 他一手拉着灵链末端 眼眸透露出纯粹的无情 天地不仁 神性占据心神 随后毫不犹豫用力一拽 扑斥一声 数十头血兽全部被挤爆 死相凄惨无比 而这才刚刚开始 夜想身上涌现复杂的人先闻 开始疯狂捶杀血兽 无论多少数量 这个等级 没有一头血兽能伤害到他 除非力竭倒电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才学会了太极拳吗 配合人先驱会怎么样 想到这里 夜想一个太极骑手势 打法陡然转变 不少血兽还没反应过来 一头头血兽刚冲过去 就被强大柔尽泄力 还不等反应过来 陡然被推开 夜想周身浮现出一个 阴阳太极图的虚影 宛如领域一般 一头头血兽再怎么凶狠 也根本冲不进去 但等他靠近 血兽一下子就被拉了过去 完全没反应过来 就被掌拍断驳梗 一头接着一头 靠不近 却又躲不开 从夜想进场到现在 已经不下于上百头血兽 死在他手中 每向前一步 就有一头三十级血兽倒地 陈万言这一次 也忍不住满脸震惊 这家伙 又变强好多 三十级的血兽一族 对他完全不造成威胁 上次那些骨骸一族还能理解 毕竟被夜想雷法针对 而这次 他是彻彻底底的实力碾压 数量再多也没用 此时夜想 则完全沉浸在天地不仁的道义中 不卑不喜 波澜不惊 太极拳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步步血尸 净显天师肃杀之意 三百多头血兽 愣是被夜想一个人杀穿 甚至都没有动用雷法 就是单纯的人 先驱配合金光咒 施展太极拳 配合天地不仁道义心境 杀得这些血兽满脸金举 这一幕 不仅身后几人看到了 就连一向还算是沉稳的周景 也忍不住瞪大眼睛 这小子 他其实已经很高看夜想了 一个二十八级天师职业 虽然是隐藏职业 但要知道 王牌斩杀队里的人 也全部都是隐藏职业 但此时的夜想 宛如蜕变了一般 等级虽然没变 但这气势和远超等级的战力 周景脑海中 不由蹦出了天王罗景 甚至更远的战神恒清老前辈 两位前辈的身影 那无敌的气魄 缓缓与屏幕中 夜想的身影融合 对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周景忍不住激动起来 但技能效果 很快让他冷静下来 让他意识到 现在不是关注夜想的时候 而是尽快找到 古骸一族的动向 现在整个前线战场 一头古骸一族都看不见 得知这个数据的指挥官们 一个个脸色都变得难看至极 坐在这里的 没有一个不聪明的 否则根本没资格 成为指挥官的一员 他们已经猜到了 那个可怕的推测 古骸一族要进攻了 这种安静 就宛如狂风暴雨前的宁静 夜想战场这边 一头头血兽斩杀在脚下 鲜血汇聚成溪流 扩散开来 终于 在剩下百十头血兽时 他们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头也不敢回的 赶紧跑 血兽一族宛如野兽一般 却被杀得胆寒 可想而知 夜想如今站立有多么可怕 换做以前 夜想或许会追上去 但此时倒一心静下 他只是默然地看着他们逃离 目光深邃不见底 无法揣摩 冯淼泉这时 走到夜想身边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的夜想 让他也感觉到 害怕和胆寒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此时的夜想 宛如神性 完全没有以前那 懒散随意的感觉了 夜 夜哥 夜想闻眼转过身来 淡漠的眼神逐渐恢复过来 退出天地不仁道义后 嘴角缓缓泛起笑意 怎么样 秀不秀 冯淼泉顿时长松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夜想身上 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能变回来就好 他立马竖起大拇指 太秀了我弟哥 夜哥 你就是我的神 我都想给你伤孩子了 夜想顿时一头黑线 恨不得揣这家伙一脚 陈万言深深地看着夜想 如果之前还觉得 自己后期能打得过他 现在已经完全没想法了 搞不好自己 就算是三十级三转 也不可能打得过现在的他 看来真得想办法劝劝老姐了 也不行 老姐已经配不上了 好了 下前好好休息吧 夜想看着众人说道 几人完全就是精疲力竭的样子 消耗得厉害 大家点点头 一同返回仓库 纷纷下线 实在是累坏了 王军睁开眼的那一刻 虚弱的仿佛一晚上做了十几次 战都站不稳 冯淼泉不由笑道 你这小体格 太虚了吧 王军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他 姐姐本身就覆盖面积大 还要一直维持 法力和精神力自然消耗得快 冯淼泉下意识看了一眼分数 突然眼睛一瞪 卧槽 我上前五十了 分数涨了一千二 王军闻言也不由看了一眼分数 发现他也是 涨到了前五十 陈万言神情很平淡道 夜想一下子杀了太多血兽一族 哪怕平均算下来 我们每人都分了一千多分 一千七八就能上前五十了 冯淼泉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果然 跟着夜哥 喝汤都很香 此时夜想从另一间测验室走出来 正好看见沈幽威也走出来 谢谢夜哥哥 要不然我就被扣分了 沈幽威很是可爱的笑道 夜想看了一眼排行榜 发现幽威又回到了前三 摇摇头 没事 刚才组队为什么不邀请我 他注意到幽威的等级 发现他已经二十三级了 沈幽威有些犹豫 我想着顶多报费一台戏偶 扣出学分 不想打扰到夜哥哥修炼 之前上线的时候 我看到夜哥哥 你已经上线一天多时间了 夜想无奈地摸了摸他的脑袋瓜子 宛如小时候一样 开口说道 下回直接说 谈了幽威一下脑瓜崩后 转身离开 沈幽威呆呆看着夜想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夜哥哥好像变了好多 夜想回到宿舍 闭目盘坐 开始恢复灵力 经过一番战斗在恢复后 那单那种圆满溢出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了 夜想估摸着 明天早上修炼时就能突破了 半个小时后 恢复到圆满状态的 夜想起身朝重力士过去 一刻不停地继续修炼 在领悟道义心境的那一刻 他莫名有一种感觉 这天地间的道义 已经所剩无几 归根结底 问题还是出在异族身上 异族轻视 天地在变 并且随着时间拖延 人族越没有机会挣扎 这也是他现在急着升级的原因 甚至想真正走上战场 杀异族吞噬血淋来升级 来到重力士 穿上防护服 在四倍的重力下 夜想开始冥想 烙印人先驱 顶级高校的学生 只有四十级以上才有资格真正上战场 如同异族四十级的精英异族 不到决战的那一刻 尚未成长起来 是不可能真的让这些孩子上战场 拿去消耗 三座顶级高校 每一届加起来上万精英学子 是华夏未来的根基与砥柱 第八辈的烙印难度再次倍增 倘若不是有四倍重力的磨练下 放在平时 最少需要一个多月才能突破 但哪怕有重力士的帮助 也需要半个月时间才行 但问题是 军训所剩时间只剩下一周了 一个月时间即将结束 两个小时后 叶响睁开眼睛 身体来到极限 浑身汗水淋漓 体力也再次耗尽 起身调低重力后起身走出重力士 然而他刚走出来 整个军事基地 陡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辅助智能飞了过来 迅速说道 叶响同志 请立即准备上线 同样的一幕 发生在排行榜前五千名学生身上 指挥室里 周景冷静指挥道 根据谢偶定位仓库 每名学生都喝下营养药剂 三天内 集体在线上巡查 骨骸一族所有线索 组建小队 前往骨骸一族探查 柯廷有些犹豫 组长 王牌斩杀队全员重伤 还没有康复 我说了 让他们去吗 周景目光 落在前五十排名的名单上 思索片刻后 迅速在上面挑选名单 很快 一个根据王牌斩杀队 类似的职业小队 挑选好了 这十二人 直接连接骨骸一族边界的 卸偶破损 不扣取学分 但凡调查到 骨骸一族的动向 每人奖励五千学分 军训结束 直接入入特种军官体系 柯廷忍不住瞪大眼睛 这条件 他都心动了 特殊军官体系 可是直系于 华夏王牌部队的培养阶级 就算进不了王牌斩杀队 其余几个王牌部队 也差不了多少 还发什么呆 周景看着他问道 哦 好 嗯 十三句卸偶 为什么只准备十二个人 柯廷看着名单 突然反应过来 周景揉了揉脑袋 还有一个早就预定好了 夜想微微皱眉 什么情况这是 全员上线 没来得及恢复体力 但毕竟跟灵力不同 躺着休息一会儿 体力很快也能恢复 喝下一口营养药剂后 静止走进电梯下楼 哪知道电梯门打开 却看到两个熟悉身影 周安 周首席 与天王罗景 两人看到夜想后 也不游愣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 让他进来 刚结束训练 罗景开口问道 嗯 夜想点点头 现在紧急上线 会有影响吗 可以等你一会儿恢复 周老看着夜想说道 夜想一愣 随即摇摇头 肯定有什么事情很严重 才全员紧急上线吧 没事的 我体力很快就能恢复 周安欣慰地长叹一口气 你应该早就知道 那是真正的前线战场吧 罗景看着夜想突然问道 夜想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嗯 你看到一族 也看到了牺牲的战士 你觉得 人族会赢吗 罗景轻声问道 但问出来的话 却沉重无比 夜想忍不住捏紧拳头 毫不犹豫抬起头 只是罗景的眼睛 为什么不能赢 天王罗景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大笑 在夜想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少年的模样 一如老师战神横轻问他的这个问题 人族为什么不能赢 他抬起手 重重地放在夜想肩膀上 之前你打的那场雪兽战斗我看了 打得很好 很精彩 我在四世纪时候 才领悟到职业的真谛 职业真谛 夜想眼中划过一丝疑惑 但很快明白过来 是指导一心静吗 他突然回想起 沈父与中书说的那句话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职业真正含义 变 便踢门打开 此时几乎所有能上线的学员 都已经在舱内等候 没有上线的学生 在广场集合 周安与罗景的出现 顿时让学生们震惊不已 首席与天王 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那些在线上等候的学生们 也都出现了这个画面 不由一愣 周首席一步步走到台上 目光平静和蔼地 看着眼前这些未来滑下的栋梁 缓缓开口说道 这大半个月的封闭军训体验 的确与往日不同 你们所操控的泄偶 是无数科研人员 偶心力血研发的新一代武器 你们所做的任务与指令 都是真实的 听到这句话 所有导师并不意外 他们早已猜测到这一点 但毕竟学生们还年轻 一下子接受前线上血腥残忍的一幕 肯定会有不少人承受不了 只能用游戏来代入 但学生们却纷纷震惊了 卧槽 是真的 天 我就说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真实的游戏 原来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吗 竟然可以远程链接泄偶 啊 那我破损了三台 岂不是真损坏了三架珍贵的泄偶设备 学生们顿时喧闹成一团 然而伴随着周首席 缓缓抬起手 场面一瞬间安静下来 仿佛落地一根针都能听见 周安继续说道 接下来 你们会轮流执行任务指令 随时需要待命 以军人要求自己 以使命激励自己 你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人族 与我一同宣誓 我的生命终于滑下 我的信仰 万丈光芒 已经上线的同学们 听到首席这番话 顿时感觉浑身汗毛竖起 热血沸腾 所有人都忍不住 跟着大声吼道 我宣誓 我的生命终于滑下 我的信仰万丈光芒 下一刻 五千人同时上线 分别分散在前线各个位置 这群还是学生的孩子们 眼神变得坚定 前线战士们 也顿时发现了 这些谢偶的改变 他们居然学会敬礼了 不愧是人工智能啊 竟不争快 而此时 谢偶世界面板上 以前交流经验的地方 此时不停出现各种热血 但又中二的弹幕 双手合十成为自己的神 双手张开并肩神明 我要偷偷去世 然后经验所有人 光宗耀祖的时候 兄弟们 从今天开始 祖谱从我的名字开始 操 老子也要让限制记载我的名字 我走了呀 妈 呵呵 老子要成为祠堂C位 你们能不能冷静一点 就算是真的前线战场 你们也死不了啊 一群失了智的家伙 楼上你是不是汉决 光宗耀祖的事情 你居然犹豫了 我要永贯三军 风狼居须 尹马汉海 青史留名 扬名立万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我要求不高 我只想要个国家住石的牌匾 刚上线的天王罗景 看着这些弹幕 也不由笑了起来 国家住石吗 正好他有一个 连载成功 叶祥睁开眼睛 直接从舱内起身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一片漆黑 但下一刻 整个仓库量躺起来 认识与不认识的人 都从舱内站起身 沈青云 王磊 陈万言 沈又威 李蒙 王军 白云 徐子平 冯淼全 曾丰 姬婉命 天王罗景 十二人看到天王罗景时 都不由愣住了 什么情况这是 叶响则是注意到 这些人几乎都是排行榜前五十人 罗景先是适应了 一下泄偶的能量承受度 顿时微微皱眉 三十级泄偶极限 只能达到这点能量承受范围吗 罗大人 这啥情况 冯淼全忍不住问道 罗景抬起头 笑着看着几人说道 人到齐了 简单说一下任务指令 接下来 我们将潜入骨骸一族领域 观测他们的行踪 任务很简单 任务失败后 也不会扣除学分 你们就当成一次考试就行 众人顿时松口气 毕竟眼前这位可是天王罗景 说不紧张 肯定是假的 沐青云的目光眼中 闪烁一丝火热 如果是考试 还是天王罗景亲自带领 这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考试合格 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进入天王罗景的王牌斩杀队 行了 时间很赶 互相介绍什么的 路上再说 现在出发吧 说完 天王罗景 直接朝大门走去 伴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 却是有黑的地道 十三人一前一后跟着 无形之中 已经分成三个团体 沐青云紧跟着天王罗景身后 在他身边身后 分别是许子平 白云 三人都是战神学院的学生 中间是长发眼镜少女 姬婉命 王磊 和一个看起来很木讷的曾丰 三人是审判学院的学生 叶祥等人在最后面 冯淼泉 王军 沈又威 陈万言 李蒙一起 李蒙是当初叶祥带的那位 隐藏职业包林师 如今升级到二十二级后 也展现出不弱的潜力 有黑隧道并不算长 很快就看到了光亮 当走出地洞的那一刻 视线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但映入眼帘的 却是无比荒凉的地带 枯枝荒地 随处可见的白骨铺满在地 一脚踩上去 都能发出咔嚓的声响 整个古孩异族的领域看过去 就宛如雪地一般 令人甚人 这里 就是古孩异族的领地边缘 众多学生是第一次看到 眼前这个场景 不由有些被震撼到 这就是古孩异族的领域吗 几人都没真实见过这样的一幕 难以想象 古孩异族就是生活在这种环境 不过也是 他们可以做到不吃不喝 只吞噬生物的灵魂 就可以存活很久 天王罗锦转头看着几人说道 蟹偶具有伪装功能 你们点开手臂上屏幕 右下角九个小图标中 有一个骷髅头标志 几人文言低头看去 果真有 之前好像是没有的 否则不可能那么多人没注意到 按一下就行 慕青云率先按下 下一刻 蟹偶竟然开始转变颜色 零件朝着骨骼形状组合 眨眼间 一头活生生的古孩异族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与别的古孩异族有什么区别 罗锦满意地点点头 蟹偶这个功能 是根据他上次进入 骸骨领域回来后 朝科研人员提出来的建议 没想到这么快就弄好了 这伪装的程度 几乎看不出破绽 但伪装状态下 不能动手 否则蟹偶就会解除伪装 几人见状 纷纷按下伪装按键 很快 13人全部都变成了 古孩异族的模样 好了 可以行动了 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轻易动手 要动手 必须瞬间解决掉对方 知道吗 罗锦看着他们说道 众人点点头 表示知道 13人按照指定路线 彻底进入 古孩异族领域 但随着越来越深入 几人明显感觉到不对劲 平时在战场上 隔三差五就能看到 一头古孩异族 现在都走了半个多小时了 竟然一头都没看见 这显然不对劲 夜想微微眯起眼睛 又是紧急上线集合 又是天王 带队前往古孩异族领域 探查动向 到底发生什么 古孩异族 彻底要跟人族开战不成 然而他刚想到这里 瞳孔猛然一缩 立马抬起头问道 是古孩异族 要进攻华夏了吗 天王罗锦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夜想 大家也被夜想 这个想法给吓到了 但仔细一想 似乎还真有可能 否则首席和天王 怎么会同时出现 还说那一番话 是有这个可能 罗锦开口说道 你们害怕了吗 他反问道 众人下意识摇头 那不就行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走吧 罗锦平静说道 夜想突然抬起手 双手凝空 迅速画出十二张神形符录 分别落在众人腿上 随后也给自己画了一张 大家的速度 顿时加快不少 一路踩着白骨 终于来到 海谷一族的第一个城市 说是城市 这里不如说是骷髅城 一切风格都是白骨铺垫 骷髅满地 看起来诡异又甚人 没有太多犹豫 众人迈步走进这骷髅城 神情谨慎 目光警惕 天王罗锦看向空中说道 辅助智能 分开扫描搜索 众人点点头 辅助智能一直跟在他们身边 只是利用了光学折射透明 看起来宛如隐藏了一般 一开始 他们还以为辅助智能 并没有跟着 毫无疑问 蟹欧已经发展到 越来越适合战场上 一族比人族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骨骸一族只需要吞噬灵魂 就可以一直活下去 兵魔一族 沿途一族这些 近乎不是生命体的强大一族 就十分脆弱 还需要等到12岁才能觉醒 在先天条件上 就弱于一族 但人族强就强在潜力上 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爆发出 难以想象的潜力 不像一族 从诞生的那一刻 就确定了普通 精英与首领 甚至王座的潜力区别 越强大的实力 越需要积累 这也是为什么王座被杀 需要35年才会重新出现 正是因为需要35年的积累时间 才会出现新一代的一族王座 哪怕不是战斗职业 只是普通的职业 走到极致 也能为人族的命运带来改变 就比如无数科研人员 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解藕 初次测试成果 完全证明了 未来人族在前线上 可以大大降低战士损耗 因为普通战士 都是20到30级左右 第一代解藕 其实就为他们所研发的 而解藕还可以继续研发 直到二代 三代 利用人族自身的觉醒能力 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一台数百万 甚至千万的造价虽然昂贵 但与生命相比 那也是值得 十几个辅助智能得到指令后 迅速分散 飞向高空 分区域扫描搜索 古骸一族的生命特征 与其他一族不同 扫描需要刺声波等方式探索 否则就跟满地的骷髅 几乎没什么区别 骷髅城不算大 也不算小 等待十几分钟后 辅助智能重新飞了回来 并没有探索到任何一个目标 得知这个答案 天王罗井皱起眉头 基本可以确认 古骸一族的确是有大动静了 否则不可能一头也找不到 他点开地图 以古骸一族领域为中心 对方想要进攻人族 要么选择北上 联合兵魔一族 进攻末城方向 要么南下 通过海域关锁 进攻玉航 这么看来 暂时只能兵分两路了 对方倘若真进攻末河 以北边侵吞而下 人族局面的确看起来会非常危险 但潜意识告诉罗井 对方不会选择这样做 北方防线是没那么容易攻破 哪怕攻破了 可对方想要进攻玉航防线 更难 不仅有层层海域关锁 更是人族的大后方生命线 人力资源全部堆积在那里 但如果真就进攻这里 大后方失守 一族在北上 那么整个人族防线 连带京都都会彻底失守 罗井年轻时是从战神学院毕业 但打了一辈子仗 虽然脑子不如那些职业指挥官赚得快 但直觉很准 果不其然 指挥官在得到前线搜索小队传回的资料后 周景很快下达新的指令 但分的不是两路 而是三路 一路北上 一路南下 一路直接前往古骸一族的老巢 得到指令后 天王目光看向叶祥与穆青云 思索片刻后说道 鸡婉命 曾锋 李蒙 你们三个跟我一起 穆青云 白云 徐子平 王磊 你们几个前往北上领域 继续搜索古骸一族踪迹 叶祥 其余人跟着你 深入古骸一族继续潜伏 有问题吗 陈万炎王军沈幽威逢秒权 看向叶祥 目光充满了信任 叶祥点点头 可以 行 随时保持联系 立即发现目标 先不要轻举妄动 先上传数据 罗锦说道 众人明白 没有太多浪费时间 分成三支队伍后 以这座骸城相继分开 叶祥几人 则是继续深入古骸一族领域 在神行福的帮助下 走得并不慢 但自始至终 都没有找到一头古骸一族 这就显得很离谱了 仿佛整个古骸一族 被清扫一空了 屏幕上 那些热血中二的屏幕 已经缓和下来 所有人在默默认真的 执行指令与任务 指挥室里 一条条数据远超以往 事无巨细地 全部上传反馈过来 已经开始有指挥官顶不住 泪趴在屏幕前 满脸虚脱下 还有一个已经挂起了葡萄糖 双手飞快地在屏幕上滑动 找不到古骸一族 就像是一把悬起来的利刃 横在指挥官门的心口上 根本就不敢有半点松险 大后方高级病房中 几个重伤的王牌斩杀队成员 百无聊赖地带着泄偶眼镜 体验一下泄偶模式 这小子可以啊 寿命于天 继寿永昌都敢说 风元摘下泄偶后 忍不住哈哈大笑 死 一不小心扯到伤口 风元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他浑身澎湃肌肉 硬朗的外表下 散发着强横气息 哪怕现在重伤 状态依旧很亢奋 这也是狂战士职业的 唯一缺点吧 一旁莫修维修着 损坏了的灵能枪械 懒得搭理他 病房里都是几个老爷们 隔壁病房才是几个女生 体验了一下泄偶后 都不由被大义心生的 种种行为给逗乐了 何寥寥突然眼睛一亮 你们快看 排行榜第一叫夜响的男生 竟然是倒是职业来 集女文言看过去 发现还真是 倒是也能考上顶级高校吗 好像从来没有过吧 柳妍也忍不住好奇起来 点开资料后 一张清秀帅气的面容 映入眼帘 哇哦 很好看的小弟弟吗 还是长发 是我喜欢的类型 李勤不关注这些 默默地看着灯光 脑海中一直回想着 之前战斗中的那些失误 身为暗影刺客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就是致命 影子夜眼睛缠绕着白纱布 因为强行占卜王座实力 遭到反噬 半个月内 都不能使用能力 和睁开眼睛了 所以对夜想也有些好奇 倒是 好像跟他一样 也可以推算占卜一些事情 什么嘛 就是个小屁孩 才16岁 你们稍微注意点行不行 宁远没有些无奈到 不知道还以为你们是女流氓 影子夜轻声说道 倒是职业歧视不弱的 在一族轻视初期 就是盗门给人族 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要不然在那时候 人族已经没了 但是这些资料都被隐藏 涉及机密 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何了了竖起大拇指 还是我们影姐姐厉害 知道的就是多 李晴突然皱眉 敏锐的感知和听觉 让他隔着墙 都能听见隔壁风源 那大嗓门的声音 烦死了 实在是受不了 直接从病床起身 忍着痛 来到隔壁病房门 碰咚 一脚将房门撞开 李晴一脸冰霜地说道 风源 闭嘴 冰冷的寒意 席卷整个南病房 风源呆愣在原地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宁川妹子是真弟兄啊 与此同时 随着三只小队分开后 叶响带着几人 继续深入骨骸一族 随着他们穿过 一座又一座的骷髅空城 看习惯后 冯淼全也有些习惯了 一脚踢飞一个 不知名的骷髅头 百无聊赖地问道 叶哥 咱们要走多久啊 最少到骨渊 叶响直接说道 陈万言咧嘴一笑 三十集不到 就进入骨骸一族的骨渊 换以前谁敢信 也就只有人族的精英高手 才敢去尝试 沈又微点点头 没有意见 冯淼全摸了摸自己的双下巴 点开地图 发现距离骨渊 最少还有一百多公里 好无聊啊 感觉这么闲 对不起祖国 行 待会遇到骨骸一族 让你先上 叶响说道 哈 我开个玩笑 我是个法师 陈万言比一的看了他一眼 我也是个法师 卧槽 还是你狠 沈又微看着他们互相之间打去 忍不住一笑 就在这时 前面一个骷髅堆 陡然抖动了一下 靠 什么东西 冯淼全惊的向后一跳 下一刻 只见一个人形骷髅 缓缓从骷髅堆里站起身 双眸中 缓缓点燃灵魂火 看到这一幕 叶响微眯起眼睛 这就是骨骸一族诞生的方式吗 不过这边缘上诞生的骨骸一族 实在弱得可怜 只有五级 需要捕猎生物吞噬灵魂才能强大 你可真行 被个战武渣的骷髅兵吓到 陈万言无奈说道 说着 他就要上前 捶杀这头刚诞生的骨骸一族时 叶响却喊住了他 等一下 陈万言一愣 有些疑惑 下一刻 他就明白为什么了 这五级的骷髅小兵 茫然地看了一眼四周后 突然间 像是知道了什么 整个机械性地朝一个方向过去 一抖一抖地 走得很慢 那细胳膊细腿的骨骼 都怕他给甩掉了 冯淼泉忍不住瞪大眼睛 卧槽 他要去哪里 辅助智能陡然说道 骨骸一族的交流方式 是一种灵魂传播的方式 王座一个命令 顿时明白过来 这个方向是 南下 不用夜想反馈 一直关注三支小队 动向的周景 迅速派出大量的无人机 朝南方边缘战线飞去 但这边根本没有看到 任何有关于骨骸一族的动向 天然的海域波浪起伏 奇怪了 周景皱起眉头 他目光也盯着 那五级的骷髅兵 按照地图直线笔直过去 的确是南海领域 但很快 他猛然反应过来 眸光一闪 水下 历史数据上 骨骸一族 虽然从未下水进攻过 但不代表他们不会 尤其是这一次的王座 还是一位人族少年 不能用常规思路去思考 与此同时 南海的一片无名小岛上 数个战士按照平常一样 站岗巡逻 突然间 波澜不惊的海面 吐出一个大泡泡出来 引起了其中一位战士的注意 他低头看去 却什么也没看见 咋了 一旁的战士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 刚才好像有一条大鱼吧 那战士看了一会儿后 摇摇头 然而事实上 在这座小岛礁石下方海底下 是密密麻麻的骨骸一族 他们整整齐齐地走在海底下 一步步直指预航防线 与此同时 京都城门外 一个看起来十七点八岁的白发少年 嘴角犯着单纯笑意走了进来 守门战士严格检查他的证件后 有些疑惑 身份信息上 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面孔 但辅助智能检测人脸 确实属是本人 他也没多想 点点头说道 你这个身份证信息太老了 该去换了 哈哈 好的 守门战士疑惑地看着少年离开的背影 微微皱眉 南城 不是已经没了十年吗 这小子的身份证 怎么一直没换过 有些疑惑 他看着屏幕上的信息 的确是有身份信息 不是什么不明分子 由于片刻后 还是将这条信息上传 要求查核一下该少年这些年的行踪记录 然而很快 他就得到一条 毫无该少年任何记录 看到这条消息 守门战士不由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他转过身 立马追了上去 还没走远的白发少年 听到身后的脚步身后 微微叹气 真没意思 他脸上泛起天真笑容 转过头看向朝他跑过来的战士 你说你 为什么要找死呢 话音一落 年轻战士 身体瞬间被无数骨刺刺穿 辅助智能也破碎掉落在地上 年轻战士喷出一大口鲜血 双眸死死盯着少年离开的身影 最终还是无奈地倒在地上 指挥室中 指挥官们看着大屏幕上 浩浩荡荡的骨骸一族 所有人也都入坠寒枯一般 这骨骸一族真的打算举足权倾 这个数量 最少是百万 还是从海底 他们整整挣了好几秒 周景率先反应过来 咬着牙 一拳狠狠砸在桌子上 这些畜生 果真来了 全国特级警报 所有三十级以上战士职业 立即前往御航防线 北方暂留一万军队 其余军团转线南海 是 数位指挥员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下发指令 拉响警报 下一刻 全国各地城市中心 都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所有战备职业 全部紧急前往御航海防线 上百万古骸一族的身影 正在南海海底 大军压境 一开始的那座无名小岛上 十几名战士 已经被撕裂成粉碎 灵魂吞噬干净 就连警报都来不及传输出去 一头四十八级的古王 嘴角凝笑地看着远方 人族 凝川城 沈父沈母 看着电视上的警报 都不由揪起心来 这是十年来 一族第二次发动举足入侵了 十年前 北方失守 被兵魔一族一直打到华夏腹部南城 才被赶回去 十年后的今天 这百万古骸一族 竟然从海底一跃迈过层层关卡 直接逼近御航海线边防 果不其然 在通过辅助智能了解到 古骸一族竟然选择 从海底进攻华夏时 夜想几人不由面面相去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 赶过去肯定是完全来不及了 而且御航上那边 几乎没有设置泄偶 全国大半个军队也都在北方 哪怕现在紧急调令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回去 指挥室里 周景死死盯着屏幕 此时这上百万古骸一族 距离暗线 只剩下百公里不到 要是反应再慢一些 古骸一族甚至有可能已经上岸了 他知道 不能等对方上岸再出手 对方选择海底突袭 也可以说是一场豪赌 这百公里的距离 无论如何 也要争取到足够时间 想到这里 周景脑海中迅速想出对策 一条条指令飞快下达 所有关于雷系职业 水系职业 兵系职业 土系职业 尤其是法师 全部前往御航海岸方向 古骸一族虽然淹不死 但不代表不能把他们 全部葬在那片海底中 这条指令一发出 有关于这些职业的人 顿时明白过来 战争 从这一刻彻底打响 然而下一刻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北方莫城 也遭遇到兵魔一族的疯狂攻击 得知这个消息的指挥官们 无不头皮发马 不过幸运的是 北方兵魔一族 只来了一万多数量 仿佛只是为了牵制人族北边的压力 说明这两个一族之间 并不是百分百的配合与信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 周景死死盯着屏幕 幸好他一开始就打算留一万战士 在北边继续助手 但兵魔一族 远比血兽一族和古骸一族强大 一万人不一定顶得住 叶祥同志 请立刻前往北方支援莫城 辅助智能 看着叶祥说道 叶祥一愣 古骸一族不是南下吗 为什么还要去北方 执行指令任务 辅助智能没有解释 与此同时 陈万严他们也收到了同样指令 几人面面相去 不是 啥意思啊 古骸一族全都南下了 咱们北上干嘛 冯淼泉满脸不解 是不是北方也出事了 沈幽威轻声说道 如果北方也被进攻的话 我们现在北上还来得及 但南下肯定来不及了 而且以我们的等级 其实帮不了太多 陈万严点点头 多半是这样 但很麻烦 能不能申请直接与北方那边 卸偶切换一下 赶路真的行嘞 你们这次链接的是 二代卸偶 确定要更换吗 辅助智能问道 有啥子区别 冯淼泉撇撇嘴 虽然等级依旧是30级卸偶 但最大可以发挥出 45级的能量极限 而且 二代卸偶是绑定 各位身份信息的 以后只能你们使用 辅助智能解释道 行了 别默契了 叶祥迈不向前走去 他的实力 自然已经超过了 30级卸偶的标准 先前那次救援 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使用雷法的时候 掌心雷被限制了 那么现在这二代卸偶 无疑是适合自己的 请原帝等待几分钟 莫城巡查局的直升机 正赶往这边 叶祥的辅助智能 随即说道 卧槽 冯淼泉一脸羡慕 叶哥 排行榜第一就是不一样 专机接送 我好奇问一下 沐青云那个家伙有没有 冯淼泉不由问道 没有 辅助智能回答道 直升机数量并不够用 几乎都用在转移兵力上了 冯淼泉顿时一脸舒坦 他就看不惯沐青云那掉毛拽拽的样子 还不是个万年老二 一脸高冷饭装给谁看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一辆直升机悬浮在他们上空 却半天不下来 啥情况这是 干嘛不下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驾驶员看着坐标 又看着下面四个骨骸一族 一脸猛逼 回复 并未找到谢偶目标 指挥室里 柯婷无奈服额 直接通过辅助智能提醒 冯淼泉同志 请解除伪装状态 哦 冯淼泉这才反应过来 我说怎么不下来 几人解除伪装 恢复谢偶状态 很快 直升机终于飞了下来 四人静止坐了上去 朝北上飞去 十几分钟后 叶响再次来到墨城前线 然而这里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看到那庞大的兵魔一族数量 冯淼泉都忍不住被狠狠震撼到 这一万多兵魔一族 就那么可怕 南下海域那边 上百万古骸一族 又会是什么个场面 就在直升机与地面还有十几米距离时 无数兵魔一族 纷纷抬起头朝上空看去 墨城堡垒战士这边 也注意到了这架直升机 叶响突然起身 单手捏起法掘 下一刻 他的双眸化作金铜 金光骤庇护周身 然后一把打开舱门 毫不犹豫 直接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沈幽威健壮连忙跟上 半空中时 直接切换到月精灵战士 展开一对洁白的羽翼 身上也浮现出广秀流仙群的虚影 宛如仙女一般 飞了下去 陈万言嘴角泛起笑容 哈哈 我也喜欢这样 现实舱里 陈万言身上也浮现出 附魔衣龙鳞盔甲 所以蟹偶身上 也同样用能量 模拟出龙甲的虚影 在燃起汹汹火焰的那一刻 他宛如人形火龙 笔直坠落下去 看到三人先后跳机 冯淼泉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转头看向驾驶员 驾驶员也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奇怪 这最后一个蟹偶 怎么不跟着一起跳下去 大哥 别看了 我是法师 封淼泉无奈说道 哦 驾驶员明白过来 面对十几米的高空 叶祥眼中毫无畏惧 抬手凝空迅速画出十二张符录 灵力激活下 瞬间化作十二团滚滚灼热火球 宛如天降陨石洗卷下 对付兵魔一族 最好的攻击方式 就是用火与光 雷法与卓阳符 都可以克制 这一幕着实震撼了不少战士和同学 轰动 十二团火球 同时坠落在兵魔一族最聚集的位置 轰然炸开 炙热的高温 瞬间将手当其冲的十几头兵魔融势消灭 周围的兵魔更是惨叫连连 被卓阳符粘上 不是手臂断裂 就是腿消融 然而这一切 才刚刚开始 叶祥坠落在地上 浑身金光的模样 在战场上无比显眼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进入天地不仁道义 叶祥身上的气势 陡然变得令人心悸起来 周围的兵魔一族反应过来 顿时咆哮一声 疯狂地抬起冰刺狼牙棒 朝他砸过来 叶祥只是平静地抬起头 金光下 任仙文早已布满全身 沈幽威看到这一幕 直接在叶祥身上 加持了一道月神祝福 朦胧月光配合金光 此时的叶祥显得无比神异 争鸣恐怖的冰刺狼牙棒砸下来 却被叶祥轻而易举地用手接住 那足够轻易捶杀三十级普通战士的力量 在叶祥手中却不过如此 一脚将冰刺狼牙棒踢开 再一脚踢腿 接近三米高的兵魔一族 顿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跌倒下来 不等他站起身 明晃晃的金光在这深夜覆盖眼眸 啪 一头兵魔的脑袋硬生生被轰碎 散开漫天冰炸 叶祥再次施展太极 阴阳两极虚影在身前浮现 一掌匀手 数米高的兵魔 陡然失去重心 跌倒在地 一掌绷进 坚硬如磐石的兵魔身躯 还有一层冰铠 也给硬生生轰碎 平均三十级的战场上 哪怕是兵魔一族 对于叶祥来说 也没有任何压力 数量虽然很多 但因为兵魔一族那庞大身躯 能同时冲到他面前的 只有寥寥六七头 叶祥知道 这是一场恶战 哪怕是天地不仁的道义主导下 也只使用人仙躯与金光咒 灵力几乎不怎么消耗 另一边 宛如人形火龙的陈万炎 哪怕等级差了六级 可在龙岩的压制下 竟然也能压制着 一头三十级兵魔一族轰打 冯秒权就配合直升机 在上空与陈万炎配合 施展诅咒 腐败侵蚀加梦眼侵蚀下 一头兵魔 顶多发挥出百分之五十的攻击 再配合削弱防御 一分钟不到 陈万炎就将一头兵魔轰碎 已经升级到二十四级的陈万炎 不由看向远处 那一抹金光的身影 那个变态 完全如同兵魔收割机一样 一掌轰碎一个 看起来极为恐怖 沈又微也并没有闲着 在与一帮助下 这些兵魔与血兽一样 几乎没有办法可以攻击到他 不少兵魔一族正死死盯着他 最后竟然连武器都不要了 一把甩飞手中的冰刺狼牙棒 呼啸着朝他丢来 沈又微灵巧躲避攻击 双手合十 念起咒语 下一刻 二十三道月光席卷下 笼罩在叶响周身 星月洗脸 虽然没有斩杀兵魔一族 但一下子就让那些前仆后继 朝叶响冲过来的兵魔一族 打乱了阵脚 趁此间隙 叶响双手迅速凝空 画出十二张剑符 金光覆盖其中 瞬间化作十二柄金色长剑 斥令 破斜剑 叶响通过通天路 用灵力控制这些长剑 修的一下全部爆发出去 刹那间 分别刺进十二头兵魔一族的眼睛 不等他们嘶吼咆哮 叶响手中已经转变法觉 轻声念叨 内有霹雳 雷神隐名 刹那间 那被金光刺入大脑的十二头兵魔一族 脑袋陡然散发出金光 碰 的一声 全部炸开 十二头兵魔身躯 同时轰然倒地 远处的邪偶们呆呆地看着叶响的身影 这就是排行榜第一的实力吗 这也太恐怖了吧 他们得几人组队 才能对付一头兵魔一族 还需要不少时间 而对方一瞬间就秒杀了十二头兵魔一族 这是什么差距 就在这时 叶响的辅助智能突然提醒到 叶响同志 检测到有六头四十级兵魔将在迅速靠近 叶响眼眸微动 目光落下前面 果不其然 他看到几个体型比普通兵魔 还要高大一米的兵魔怪物 正飞快朝他冲来 其手中拿的 也不再是冰刺狼牙棒 是宛如巨型镰刀一般的兵系武器 看到这一幕 哪怕身处在天地不仁的道心下 也有了些许波动 终于来四十级的了 叶响身上的金光骤 陡然再次强盛几分 毫不畏惧 直接朝那六头四十级兵魔将冲上去 兵系镰刀上 泛起幽光 配合那天生强大的力量 这些四十级兵魔手持镰刀 就宛如战场上的死神 疯狂收割战士们的生命 远比普通兵魔 手持巨大兵刺狼牙棒 要害人许多 这家伙杀疯了 主动朝四十级兵魔将冲过去 有同学不由皱起眉头 不理解叶响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随着叶响身上 也浮现出紫色盗袍虚影的那一刻 墨城堡垒的士兵 终于认出这个家伙来 这不就是上次击伤五十九级兵魔王的 那个家伙吗 这紫衣盗袍的虚影 无比熟悉 果不其然 那金光压制到极致后 陡然爆发出绚烂雷法 覆盖全身 身形陡然化作一道雷霆 一条直线上的兵魔一族 瞬间被这道白芒雷霆切碎 眨眼便来到一头四十级的兵魔将身前 叶响显露出身影的那一刻 金魔已经化作白铜 手中更是凝聚出一团 狂暴刺眼的雷芒 掌心雷 那头兵魔将瞪大眼睛 下意识抬起兵连朝他砍去 但速度跟叶响相比 慢的不是一星半点 掌心雷瞬间爆发 轰的一声 眼前这头四十级兵魔将半个身躯陡然炸开 那些谢偶同学顿时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直接一招 差点将一头四十级的兵魔将秒杀了 那头兵魔将也被轰猛了 仅剩的半个身躯触碰冰面后 开始缓慢恢复 兵魔就是如此 只要有兵的地方 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完整 只要不被摧毁大脑核心 然而叶响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随手凝化出一张俘虏 施令甩了出去 落在兵魔头上的一瞬间 化作一团卓阳火焰 瞬间将其脑袋吞噬融化 这一连贯动作 简直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就连战士们 都被叶响的气势给激励斗了 这头蟹偶太强了 紫袍翻飞间 叶响手中浮现一柄金光长剑 施展轻风剑爵 踩着潇洒剑步 树道锋利的镰刀擦过他周身 看得指挥室里 一直关注叶响的女指挥官 心惊胆战 总感觉他随时会被斩掉身躯 要知道 围绕在他身边的 全是四世纪的兵魔将 已经属于异族的精英战士了 叶响眼眸无情无欲 导心波澜不惊 手上的动作无比丝滑连贯 在躲开五个兵魔将的镰刀后 手中金光长剑消散 抬手迅速凝空化幅 眨眼间 十二道俘虏浮现身前 瞬间爆发出十二道灵链 分别落在这五头兵魔将手中的镰刀 他一手拽住灵链末端 人先驱全力爆发 强大的力量 硬生生将五头兵魔将拽动靠近 撞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叶响没有任何犹豫 暴虐的雷法清洗而下 顺着灵链 瞬间在五头兵魔将全部覆盖 几头兵魔想要分开 却被雷霆麻痹吸附在一起 单手抬起画幅 五张浮路凌空画出 随后 画作长剑灵力身前 在雷芒附在剑身的那一刻 整个剑身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叶响紧紧拽着灵链 单手捏起法掘 赤链 雷剑 咻咻咻咻咻 五炳雷剑爆发出刺耳的雷笑声 瞬间迸发飞出 视线根本捕捉不到长剑 就直接贯穿五头兵魔将的脑袋 雷法 不仅拥有强大的毁灭力量 同样带着极致的高温 五炳雷剑还未消散 叶响不顾那单灵力消耗 双眸闪烁白色雷芒 全力操控着五炳雷剑 肆虐贯穿周围的异族 一头头兵魔异族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冻穿脑袋 一击致命 眨眼间 叶响控制雷剑再次斩杀数十头兵魔异族 在耗尽最后一丝灵力 雷剑终于消散在半空中 这一刻 叶响的隐藏分数 已经累积到了恐怖的三万分 尤其是斩杀五头兵魔将的那一幕 让周围所有兵魔异族 都不敢再向他靠近了 战场上 愣是被叶响杀出一片真空地带 他一人站在冰河上 哪怕身上的金光与雷法都消散了 但身上的气势却攀附到了顶峰 同皆无敌 月吉依旧秒杀 这一刻 不少人从叶响身上 仿佛看到了天王战神的身影 他们在战场上 也是同样如此无敌 但就在这时 一张熟悉的巨手 破开冰河表面 一把朝叶响抓去 人类 熟悉庞大的面容 从冰河下浮现 正是之前那头59级兵魔王 他的右眼已经恢复好 湛蓝色双眸 无比恨意地看着叶响 似乎恨不得将其包皮活吞 那紫袍与金光 一眼就认出来 是上次那个小子 虽然伤势不严重 但这是耻辱 叶响其实早就 在注意兵魔异族的首领 发现对方一直没出现 就猜测会躲在冰河下 果不其然 这老鹰笔 还真是套路不改 每次都是等他灵力 几乎耗尽才会出现 面对庞大的巨手 天地不仁到心下 叶响没有半点惊慌 所有战士同学 都以为叶响会结束 在那冰魔王手中时 他迅速凝空画出一张符路 尼蝶幻影 刹那间 五个一模一样的叶响出现 直接分开 四散逃跑 啪 巨手硬生生拍散其中两个 其余三个头也没回 继续分开向前跑去 但不等冰魔王追上 又是两头冰魔将举着镰刀 瞬间将其余两个分身斩灭 目标只剩下一个 冰魔王踩着庞大身躯 禁止朝叶响冲过来 叶哥有危险 冯淼全连忙看向驾驶人说道 大哥 朝那边飞过去 好 驾驶员没有犹豫 点头答应下来 他眼中没有畏惧 而冯淼全立马反应过来 有些后悔了 倘若出事 他是泄偶 就算被毁也不会死 这位战士会死 不 不用了 还是算了 叶哥不会有事 驾驶员战士笑了起来 你们应该都是后台人员在操控吧 没事 大不了一条命而已 十八年后 老子还会再干这些异族 说完 他直接加大油门 驾驶直升机迅速朝冰魔王飞去 很快就来到冰魔王上空位置 他只要一抬手 就能抓住直升机 但肯定不能距离冰魔王太远 否则无法诅咒目标 冯淼全没有任何犹豫 双眸泛起黑雾 抬手间 身后浮现出死亡女神的虚影 化作一个光圈 直接笼罩在冰魔王身上 不等片刻 又是一道腐败侵蚀诅咒 夹灵魂 慢腾套上去 冰魔王的速度 陡然便慢了下来 不过因为等级差距太大 这些诅咒光环显得无比黯淡 看到夜想成功逃走 冰魔王抬起头 对着天空上的直升机 愤怒咆哮一声 刹那间 从他嘴里喷出一道冰冷到极致的寒霜 朝他们袭来 驾驶员战士也不傻 立马升空 但还是慢了一步 寒霜打在尾翼上 后尾将直接被冰冻 咔嚓一声 碎成冰渣 整个直升机顿时变得摇摇晃晃起来 甚至还朝下面坠落 快跑快跑 冯淼全差点吓死 驾驶员战士沉默不语 尽力地在控制飞机 朝莫城堡垒飞去 但不知道是不是动力装置出现了问题 直升机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拉高 甚至还在一点点降低 显然是飞不到堡垒了 驾驶员战士洒脱一笑 转头看向冯淼全说道 抱歉了同志 我已经尽力了 你赶紧跳机吧 冯淼全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行 我在下面接着你 还剩下六七米的高度 以泄偶的防御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想到这里 他直接从飞机上跳了下去 当他落地后 刚要抬头看向天空 打算接住那位驾驶员时 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有跳机的打算 而是操控着直升机 静止朝一头兵魔异族撞去 轰的一声 爆炸瞬间淹没了 那头兵魔 也淹没了那架飞机 冯淼全呆愣地看着这一幕 脑海中还回想着那张直爽坚毅的战士面孔 他甚至不知道姓名 你他妈还发什么呆 跑啊 陈万言冲了上来 一把拽起胖子 飞快朝前面跑去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墨城堡垒上 看着那可怕的59级兵魔王 所有人都忍不住皱起眉头 冯淼全不是没见过战士牺牲 但以前都是当游戏NPC看待 但此时观念转变过来后 他看着下面汗不畏死的战士们 心里那种悲壮忍不住生疼起来 59级的兵魔王在战场上 简直就是bug一般 无人能阻 战士们的攻击对他根本就不痛不痒 而对方一巴掌下来就成了一滩肉泥 冯淼全看得满脸泪水 却无能为力 夜想则是盘坐在地上 抓紧时间运转内单 恢复灵力 然而就在这时 他似有所感地看向南方 又喂 帮我盯着一下 夜想说道 怎么了 陈万言文言也不由询问道 我下线升个级 夜想说完 直接下线 留下呆愣的三人 这家伙都已经28级了 再升级岂不是29级 30级完全属于大二阶段了 这才开学多久 测验室中 夜想睁开眼睛 摘下眼睛 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起身走出测验室 朝电梯走去 墨城堡垒那边 每一分钟 每一秒都在死人 南下海域防线 也即将爆发出 更加可怕的战争 一排排法师 与战士职业 准备下水 不计一切代价 也要阻止古骸异族上岸 墨城再次出现59级兵魔王 需要王牌部队支援 一个指挥官抬起头说道 周景目光微动 沉默片刻后 摇摇头 让他们再撑一会儿 所有王牌部队 必须全部前往南下海域支援 孰轻孰众 周景很清楚 留下一万战士在北方前线 已经是极限了 再加上5000左右的泄偶 或许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叶想下线了 那指挥官再次说道 周景皱起眉头 二代泄偶损坏了吗 不是 他主动下线了 周景调出画面 发现叶想正在坐电梯上顶层 他顿时有些不理解 每天都在修炼 可这个关键时刻 一定还要修炼吗 以叶想目前的实力 只要不面对首领级别的一族 普通一族与精英一族 都拿他没有太大办法 电梯门打开 叶想迈步走出电梯 入眼却看到一个老人 也站在大门口 目光宛如幽景一般 注视着黎明前的黑暗 首席 叶想走上来后 尊重喊道 周安回过神来 注意到是叶想后 脸上泛起和蔼笑容 是你啊 小叶 来修炼 嗯 叶想点点头 我不会打扰到你吧 周安不由问道 没有首席 叶想摇摇头 似乎想起什么 他沉默片刻后 才说道 首席 我想真正前往战场 在那里 我能变强得更快 然而 周安却摇摇头 我知道 曾经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以战养战 培养一批顶尖的强者出来 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孩子 是三座顶级高校 加起来天赋最出色的一批孩子 他们要是能成长起来 我们华夏 会比现在要强盛许多 首席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轻轻叹了一声 叶想大概知道 十年前 兵魔一族突袭入侵华夏 那一批华夏最顶尖出色的年轻人 全部站死在前线上 没有一个愿意退下来 如果换作是他 或许也不愿意退下来 那悲壮的战场上 唯有战死沙场 倘若战败逃脱 那么他将承受一辈子的煎熬 这时 万千缕金芒从天边尽头浮现出来 叶想下意识闭上眼睛 配合鼓呼吸法 腹腔共鸣 一缕缕紫气被他吸收过来 还有周围的灵力尽数涌入 在紫气的帮助下 仅仅只是十几分钟 内丹充盈灵力恢复圆满 陡然间 内丹一阵 一道金色丹纹 缓缓出现在紫丹上 一瞬间 内丹的灵力倍增 迸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透体而出 叶想周身散发出紫气光芒 配合日出金灰落在身上 此时 就感觉整个人浑身清爽透彻 内丹终于突破到一转 这神异的一幕 让周安不由一笑 看样子 这孩子是又要突破等级了 等境界稳定后 叶想缓缓睁开眼睛 双眸紫雾缓缓隐秘下来 状态再次恢复巅峰状态 少席 我回去了 叶想 看向周安说道 周安点点头 嗯 对了 太极学会了吗 听到这句话 叶想一下反应过来 那次安排自己去见那位老道 长得 难不成就是首席吗 学会了 周安笑了笑 好啊 学会了好 去吧 以后再叫我太极也没事 嗯 叶想点点头 转身坐电梯离开 老人看着叶想离开 目光中带着期待与欣慰 他明白这孩子心里的着急 先前一人斩杀六头四十级兵魔将 已经得到战神横青 与天王罗锦的认可 叶想有成为华夏顶梁柱的资质与潜力 所以 周安是希望他可以慢慢成长 把根基再打实一些 吞噬一族血灵虽然可以加快升级 但同样也在消耗天赋 有时候 等级升得太快并不代表好事 而且 前人还没走上台 哪轮小辈耍威风 一架武装直升飞机 正从京都急速飞往墨城 飞机里 一位身穿军装的白发老人 正擦拭着一柄成亮的糖刀 轻声说道 老伙计 委屈你了 这次咱们只在一头59级的处生 叶想重回测验室 戴上眼镜重新链接载入 耐心等待着的载入成功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整个墨城堡垒下方已经处于白热化战斗 一个个战士被兵魔一族捶杀 一头头泄偶被破损 尽管加起来一万五千人的数量 但兵魔一族整体实力是超过他们的 更别说还有一位59级兵魔王 此时恢复到巅峰状态 并且还突破子弹一转的夜响 那单灵力倍增 没有任何犹豫 单手捏绝 浑身涌现澎湃金光 卧槽 叶哥上线了 冯淼泉有些惊奇 跟我一起 托住兵魔王 叶想开口说道 冯淼泉不由瞪大眼睛 哥 你没开玩笑吧 那是59级大boss啊 你就算升级了 也才29级 整整差了三十几 上去就是死 咱们怎么玩 陈万言也不有点点头 他知道叶想很强 但那兵魔王绝对不是靠数量可以取胜的 托住就行 你们不用上 叶想没有解释 看到兵魔王一把抓起三个人族战士 扑斥一声 直接将其捏爆 看到这一幕 叶想眼眸直接闪烁金眸 在瞬间切换成白铜雷眼 刺拉一声 肆虐的雷法附身 人仙闻也随之浮现 轰的一声 远超以往一倍的速度 叶想直接冲进战场 一路锁过 三十级的兵魔一族 瞬间被击杀穿透身躯 恐怖至极 叶想进入道义心境 浑身道法威力倍增 本身雷法就作为最暴力的攻击 在到新加持下 雷法威力变得更加可怕 看到叶想勇猛的一幕 冯淼全吞了口口水 但还是跟着跳下去 反正又不会真的死 陈万言此时也恢复后 站起身 身上燃起龙颜 追了上去 沈又微敏起嘴 早在叶想冲过去的那一刻 羽翼展开 浑身散发着点点月星光芒 看着这一个个又帅又霸气的光环 冯淼全无奈一笑 算了 自己辅咒法师 本身就属于黑暗职业一类 没有顾忌 身上散发出令人厌恶的黑暗气息 双眸变成纯粹漆黑 沿着叶想打穿的通道 笔直跟上去 其余战士邂偶们 看到这几位身影 一下子明白 他们已经恢复好了 气势陡然大震 开启反攻 杀 战斗职业的战士们 毫不畏惧 围着三米高的兵魔一族 冲了上去 兵魔王看着那道转眼制的雷光身影 嘴角泛起嘲讽 一个战争崩塌 朝他踩下 速度很快 一旦被踩实 一切都将化为渣子 叶祥眼眸微动 右手迅速画出一张神形符露 贴在腿上 速度猛然再次暴涨 直接从那巨角穿越而过 轰动 巨角重重践踏下来 只见一层层冰层 围着那只巨角 瞬间崩离瓦解 方圆上百米全部碎裂 不少兵魔与人类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掉落身不见底的冰缝中 一个人族土戏法师 立马拱起沙土 将那些即将掉落下去的战士拱上来 沈幼威迅速飞过去 将他们拉上来 然后一个群体圣月治愈 月光落在数十位战士身上 迅速恢复伤口 宛如月神仙子一般的他 一下子让有些恐慌的战士们 安定下来 沈幼威没有停留 直接朝冰魔王方向飞去 捕捉到叶祥的身影后 立马丢过去一个月神祝福 叶祥的速度再次加快些许 夺过冰魔王的践踏后 他直接跳跃起来 纵身一跃跳到冰魔王的膝盖上 张开双手 十八张浮入瞬间浮现身前 那单突破后 叶祥对于灵力的掌控与质量 再次提升了不少 哗啦一声 十八根灵链捆绑在冰魔王的腿上 身形化作雷芒再次一闪 一圈圈围绕上去 冰魔王的力量和实力虽然恐怖 但致命的就是速度 掌握雷法的叶祥 冰魔王根本抓不住 所以每次都是等叶祥灵力耗尽 无法再使用雷法的时候 才会出手 不要低估高级一族的智慧 他们并不比普通人差多少 尤其是等级越高的一族 狡猾阴险的程度 甚至超过人族 眨眼间 灵链就将冰魔王浑身缠绕住 叶祥自然不指望灵链能困住对方 等级差距太大 对方一个用力就能将灵链崩溃 他要的 只是引导雷法 覆盖冰魔王全身 手中拽着长长的灵链 眼眸雷法暴闪 不等冰魔王崩开灵链 狂暴绚烂的雷法 从他身上绽放出来 然后尽数通过灵链 飞快席卷上去 所有兵魔一族与战士在这一刻 都被这刺眼的雷光吸引 转头看过去 哪怕现在初阳已经升起 但这一刻的夜响 却比卓阳还要刺眼 所有人忍不住微眯起眼睛 却一点也不舍得眨眼 这一幕 必定震撼人性 不管输赢如何 16岁29级少年 面对59级兵魔王 毫无畏惧 刹那间 雷力席卷兵魔王全身 接近12米高的兵魔王 顿时疯狂咆哮起来 强大的雷法 带着炙热温度与贯穿力量 将他击伤 雷法作为五世纪法师 才能掌握的力量 一下就贯穿了 兵魔王一米厚的冰铠 直打体内 这一刻的兵魔王 宛如被点亮了一般 浑身透明发光 清晰看见 那可怕的雷力 在他体内肆虐破坏 夜想没有一点留守 一转紫禁单的所有灵力 转化为雷法 全部通过灵炼 引导在兵魔王身上 强大的雷力下 无数兵裂声 从兵魔王身上响起 咔嚓咔嚓咔嚓 绵绵不绝 在这恐怖的雷法下 所有兵魔一族 忍不住瞪大眼睛 冯淼泉终于赶到近前 甩手一个腐败削弱诅咒 套在兵魔王身上 再次被削弱防御抗性的兵魔王 整个庞大身躯 陡然半跪在地上 那浑身兵裂 痕迹密密麻麻 布满全身 雷法造成的伤害 二次叠加 叶响不由看向冯淼泉 突然反应过来 这家伙的诅咒技能 似乎相当适合打包撒 冯淼泉没有停下来 二话不说闭目念咒 身后浮现出死亡女神的虚影 这时 一头兵魔一族 剑撞朝他冲过来 陈万言二话不说燃起火焰 手中龙拳咆哮 直接对了上去 兵魔拒拳与火焰拳撞击的那一刻 陈万言退后数步 那头兵魔一族也退后一步 这时 冯淼泉抬起头 一个带着黑色小羽翼的死亡女神诅咒 迅速飞向兵魔王 然后马不停蹄 再施展灵魂漫腾 缠绕在兵魔脚下 他现在等级实在太低 根本没法做到 缠绕全身的程度 一层层诅咒 虽然被等级差距削弱虚弱 但叠加下来 还是非常影响兵魔王的状态 狂暴雷法在他身上疯狂肆虐破坏 密密麻麻的兵裂纹也越来越多 但就在这时 兵魔王陡然爆发 一层极寒领域展开 叶响瞳孔一缩 兵魔一族五世纪的范围性技能 绝对零度 他二话不说 化作雷芒迅速退后 还不忘一把拽住冯淼泉和陈万言两人 拖地狂奔 整整跑开数百米才停下来 几人转头看去 只见兵魔王周围百米的范围 全部陷入可怕的寂静 所有兵魔战士 全部冻成冰雕 就连兵魔的核心 也被硬生生冻成冰块 无法复活 无差别的领域技能 无比恐怖 白霜起雾下 一寸寸灵炼化作冰渣脱落 灵力也被冻结了 白雾中 那庞大的阴影缓缓起身 兵魔王目光阴沉到至极 死死注视着夜想 身为兵魔王 竟然一次再次被这可恶的小子弄伤 简直是耻辱 他大步走过来 绝对零度的领域还在开启 完全不顾其余兵魔 所过之处 全部被冻灭破碎 在这可怕的力量下 战士们也不得不后撤 纷纷逃离 局势 终究无法翻转 兵魔王身上的裂纹 再一点点恢复 完好如初 哪怕夜想掌握雷法 全力爆发下 依旧无法对他造成太大伤害 但能逼出对方的领域技能 夜想已经足够优秀了 战场上 每个战士在此时得到指令 全部撤退 等级碾压下 绝对零下的范围领域 无论是谁上去 都会死 哪怕是兵魔自己 夜想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没有支援的话 这条莫城前线 肯定守不住了 陈万言这时候 低声音唱起来 他虽然喜欢近战 发挥出战龙的强大实力 但他同样也是 一位掌握着龙语魔法的 隐藏职业法师 炙热的魔法波动 从他周身散开 沈又威也低声音唱起来 身上散发出温和的月盲光辉 很快 不仅他们两人 前线所有法师 全部闭目音唱起来 散发出五颜六色光辉魔力 战士们互相对视一眼后 纷纷挡在他们身前 用命阻止兵魔异族的冲锋 刹那间 无数魔法席卷而上 瞬间淹没成片的兵魔异族 法师职业在战场上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高等级法师 更是一人顶数百人 此时沈又威也念完吟唱 身子悬浮在半空中 手中兵剑化作月光 皎洁兵营 朝兵魔王飞去 陈万言此时也猛然开眼睛 抬起手 指向兵魔王 龙语魔法 火焰之卧 炙热深红色的火焰 在兵魔王脚下席卷而起 宛如一只火焰巨手 张开拽住 然而兵魔王 只是稍微低头看了一眼 那只火焰巨手 就被冰冻成冰雕 栩栩如生 陈万言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草 这绝对零度领域 也太变态了吧 不仅他的火焰巨手 就连沈又威的月光 与其余朝兵魔王锁定的魔法 一进入领域 就全部被冻成冰块 叶响同志 请撤退 兵魔王的绝对零度领域 只有三十分钟时间 辅助智能提醒道 叶响明白过来 这墨城堡垒一旦失守 想要打回来 就需要成倍的伤亡代价才行 但不撤退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依旧无法阻止兵魔王的脚步 想到这里 他拍了拍沈又威的肩膀 走吧 撤退 这道指令 自然是后方指挥官传达下来的 一时撤退 牵扯兵魔一族 等兵魔王绝对零度技能结束 再反攻 但撤退不是胡乱后跑 肯定需要有人留在这里 牵制兵魔一族的脚步 最前线的战士早已有心理准备 没有一人犹豫 纷纷抽出制式武器 杀 战士们汉不畏死冲上前 其余法师与战士们不忍多看一眼 转身撤离墨城堡垒 这片黑红防线的土地上 是一层又一层的鲜血覆盖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鲜血早已进入数尺深 一万战士最终只剩下五千人 泄偶也报废了三千多具 而兵魔一族整体数量 只少了两千左右的数量 实力悬殊太大 不仅是兵魔王 那些四世纪兵魔将也十分可怕 镰刀锁过 拦腰斩半 兵魔王怎么可能任由人类撤退 冷喝一声 大步朝他们追上来 夜想看到这一幕 眉头一挑 身上再次散发出璀璨的雷芒 直接朝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兵魔王的视线 顿时朝他看过来 他现在最痛恨的 就是这个小子 二话不说 就朝他追上去 兵魔王转身离开 前线战士的压力 一下子轻松太多 配合法师牵制 等所有伏法职业撤退后 随着一名军官大喝一声 所有战士们顿时竭力往回跑 能活为什么不跑 只是在跑的时候 他们都不由看向 那个被兵魔王追赶的身影 雷法附身的速度 就像是在玩弄兵魔王一般 就保持在绝对领域的边缘 人类 兵魔王气得要死 也意识到 这家伙实力长进许多 雷法如此消耗灵力 竟然还没消耗殆尽 猛然一声咆哮 双手插入冰河 叶响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一根根锋利至极的冰柱 从他脚下爆发 叶响身形雷芒暴闪 迅速离开原地 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数百根冰柱 忍不住挑了挑眉头 幸好他反应快 要不然就被扎得透心凉 正当还要挑衅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陡然出现在他脑海中 小弟弟这么快又见面了 哇哦 进步得很快吗 姐姐真是有些忍不住了呢 叶响猛地抬头看向不远处 只见兵魔一族领域的边缘 缓缓走出一位 无比魅惑性感的身影 单薄的盔甲下 仿佛不是为了防御 而是为了遮掩关键部位 妩媚性感的身姿 白皙的肌肤 修长光滑的大长腿 还有一对布满血红纹落的黑衣 那张精致的面庞上 一双仿佛会勾人心魄的紫眸 静静注视着叶响 叶响虽然从来没见过皇族 但仅是一眼 就无比确认 对方是最为神秘的皇族艺人 多妹 看着眼前无比性感的女人 叶响顿时有些毛骨悚然 皇族艺人 对于人族来说 无比神秘与陌生 哪怕是三座顶级高校 也没有皇族太多信息与资料 但皇族艺人每一次出现 都代表着格局改变 兵魔王此事已经追了上来 看到这一幕 叶响眼眸泛起雷光 刚要转身跑的时候 那一耳冷声说道 大个子 你不能打他 简单的一句话 顿时让这头兵魔王 注立在原地 他死死盯着叶响 湛蓝色的兵魔 感觉气得快喷火了 叶响身上的雷芒 缓缓消散 淡淡叹了一口气 真没法玩啊 59级的兵魔王 还有一个根本看不出 等级的堕妹皇族 算了 反正自己就一个谢偶 没就没了吧 他转头看向 墨城堡垒的方向 发现人族都撤得差不多了 失去兵魔王的压力后 战士面对其余兵魔一族 还是撑得住 为什么不打我 叶响看着那位堕妹一人 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兵魔王身上的绝对零度领域 并没有消失 然而眼前这位堕妹一人 身处在兵魔王的领域范围内 却完全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那叶尔看着叶响浅浅一笑 咪咪哦 叶响微微眯起眼睛 他回想起之前下线时 突然出现的那个声音 多半就是 眼前这位堕妹一人了 你是王座吗 王座有多强 叶响问道 那叶尔看着叶响 我当然不是王座啊 不过王座嘛 大概有你现在 翻个一千多倍那么强吧 叶响摸了摸下巴 的确很强啊 那么 那个少年古孩王座在哪里 叶响随口问道 他的确有些好奇 毕竟百万古孩一族进攻人族 那位少年王座 不可能没有举动 他呀 你猜猜看 那叶尔调侃道 猜对的话 姐姐有奖励哦 他微微伸出手指 轻轻一点 他刚才陡然有一种被摸了一下鼻子的感觉 听着对方这语气 那古孩人族王座绝对已经有动作了 猜 不是跟着大军一起吗 但倘若要猜 肯定没那么简单了 一个王座 想要对人族造成最大的伤害 那必然是 京都 叶响瞳孔一说 京都覆盖三座顶级高校 全国几乎所有天才都聚集在那里 一旦王座出现在那里 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所有王牌部队都在京都 天王罗景也在 但现在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肯定在南下海域防线 哎呀 小弟弟怎么那么聪明 那叶儿仿佛会读心术一般 调侃道 叶响不由再次警惕起来 这个堕妹一人 着实有些可怕 上次那个声音 也是你 当然是我啊 难道还有其他女人惦记着你吗 那叶儿舔了舔嘴唇 妩媚说道 一双子眸直勾勾盯着叶响 下一刻 叶响面前陡然又浮现出一朵紫色彼岸花 叶响猛然后退 单手捏起法绝 洞会交涉 武器腾腾 金光速线 腹虎无身 这一次 金光神咒由那儿外覆盖全身 却依旧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 那叶儿嘴角泛起神秘笑容 小道士 不用那么紧张 姐姐又不会吃了你 话音刚落 他猛然转过头 看向后方湛蓝天空 一双妩媚眼睛微微眯起 这个老家伙 还能提得动刀吗 没意思 那叶儿转头看向叶响 轻声说道 小道士 好好修炼 姐姐可是很期待你哦 话音一落 他展开羽翼 飞到兵魔王身上 轻声道 没想到 钓出一个大鱼过来 大个子 你要小心点呀 那个老头子很厉害的 兵魔王不屑一笑 一个气血将近的人类 能有多厉害 行吧行吧 随便你了 那叶儿转身消失的那一刻 还不忘给叶响一个绯闻 小道士再见了 这时 那架武装直升飞机缓缓落地 一位老人从上面走下来 叶响不由转头看去 当他看到一袭军装绿袍的白发老人时 不由微微一愣 难怪那个堕妹皇族会直接离开 挨得这位 竟然是战神横轻 老人手中提着一米半长的唐刀 绿袍下 苍老身影带着匹敌的气势 一步接着一步 朝叶响与兵魔王走来 兵魔王看着走近的老人 嘴角凝笑 四十年前 我只是个兵魔将 亲眼目睹你斩杀我族王座 没想到才过去多久 你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 老人忍不住笑了 四十年时间 你才混到这个地步 兵魔王目光阴沉 人族就是如此脆弱 哪怕掌握强大力量 也不过百来年岁月 老人点点头 嗯 说的没错 像你这种货色 花二十年前 都没自备让我拔刀 小子 会刀吗 横轻转头看向叶响问道 叶响摇摇头 想学吗 老人问道 叶响思索片刻后 摇摇头 横轻 这年头的小辈 都这么不给面子吗 那些斗气魔法 有什么好玩的 算了 我这些老古董的东西 也确实上不了台面 他抬起头 苍老深邃的目光 缓缓落在冰魔王身上 轻声说道 小子 这一刀要看好了 话音一落 老战神的背 陡然挺的笔直 一股恐怖锋利的刀翼 冲天起 就连天上的云朵 都在锋芒气势下切开 冰魔王看着老战神 没有任何畏惧 绝对灵度的领域 还没有消失 咆哮一声 直接朝老人冲过来 在冰魔王的绝对灵度领域 即将靠近两人时 老人陡然霸道拔刀 霸道无比的刀翼呼啸而起 这一刻 天上云却被展开千里 叶翔哪怕站在他身后 也被这气势给震得退后数步 更别说直面这一刀的威力了 这一刀斩出 宛如天刀坠落人间 瞬间劈开冰魔王身躯 刀翼依旧尚未停止 跃出数百尺远 直接将其远处的雪山冰封 硬生生消去尖锋 轰隆 冰封滑落 刹那间雪崩冰裂 数千冰魔不可置信地看向身后 被这一刀吓得满脸呆滞 冰魔王此时助力在原地 他还想要再向前 就差一步 可就是这一步 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再向前了 湛蓝色的眼眸 逐渐失去神色 身躯缓缓分成两半 切口处 无比光滑平整 到死 他也无法相信 一个由灯 禁枯的老战神 还能斩出如此可怕的一刀 不远处的冰魔一族 更是无比胆颤 这是 人族的战神 他竟然还活着 没有一头冰魔一族在犹豫 退逃离 这就是战神的威名 哪怕过去数十年 对于冰魔一族来说 依旧如同梦魇恶梦 要知道人族战神的名号 就是杀他们冰魔王座尔得到的 就在这时 那团刚浮现出来的血灵 陡然诡异间消失不见 横轻微微皱眉 叶想却猜测到 是那个神秘的堕妹皇族拿走了 老战神身上的气势不减 冷哼一声 但一只手却拽着叶想 往回走 叶想目光一变 没有阻止 看起来是他拽着自己 实则是把全身重量 都支撑在他身上了 但毕竟还有一头 更为神秘的皇族在位之处 横轻不能有半点露前 回到飞机上 老战神横轻闭上眼睛 唐刀横放在腿上 静静调膝 飞机起飞 朝陌城堡垒飞去 一路上 根本没有兵魔一族赶出手 无比震撼恐惧 人族战神 与天王罗景一样 曾经斩杀过王座 斩的还就是他们兵魔一族的王座 即将降落在墨城堡垒时 叶响突然伸出手 一缕浩瀚精纯的灵力 涌入老人体内 下一刻 他心里不由一颤 老人体内的经脉 竟然断了十之八九 体内暗伤更是无数 叶响无法想象 这样一位让世人敬重的战神 年轻时 到底经历了多少战斗 才让身体复合成这般模样 很糟糕 甚至不能用糟糕来形容 就是灯枯油镜 那展出年轻姿态的霸道一刀 几乎耗尽老战神所有生机 叶响强忍着情绪 没有停止 继续涌入灵力 帮忙调息 老战神恒青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一心为他治疗的叶响 叹道 好了 我的身体我知道 不会有事的 叶响没有回应 固执地继续输入灵力 叶响啊 我看了你的表现 很不错 除了罗景 我也只有在你身上 看到了人足未来 不愧是道门天使 老战神恒青轻声说道 老爷子 你先别说话行不行 叶响美好气道 那么大的人了 还想骗鬼 他手一松开 老人搞不好 直接隔屁了 横青 他现在无比怀疑 这小子是不是正经天师 怎么一点也不尊老挨诱 叶响此时重新闭上眼睛 脑海中飞快在道藏里寻找 可以治疗老战神这种情况的法子 很快 杰书的内容浮现眼前 看到这些内容 叶响顿时皱起眉头 道藏上 老前辈这种情况 有两个法子 一是丹药 二是不正逆天诫命 但现在这两个法子 他做到 丹药最少需要四转九阳回丹 才有效果 或者是七转天元丹 才能完美恢复老人的经脉与暗伤 可自己现在还没有转丹修 光靠自己那水货道士的炼丹水平 不炸炉都够强 至于利用阵逆天诫命 更是要求等级了 不过虽然丹炼不出来 但要是按照药方来熬药 也是有点效果 只是跟承丹相比 肯定大打折扣了 能发挥出十分之一效果都寻呼 不过应该可以掉住老前辈的命了 想到这里 叶响抬起头 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我需要一些药材 可以治疗老前辈体内的伤势 恒卿不由一愣 随即笑道 小子 全国顶尖的治疗职业都没办法 你光靠药材有用吗 放心 生死有命 我早就看看了 叶响摇摇头 治疗职业都是恢复血肉骨骼内脏这些 但前辈你的伤势 都是关于经脉暗伤穴位等 只能依靠单药和针灸方式配合治疗 其实是可以治愈的 听到他这句话 恒卿有些吃惊 他没听错吧 不是续命 而是治愈 叶响同志 请说药材 辅助智能 这事开口说道 叶响直接按照炼制九阳回单的药方说道 星辰兰 寒冰草 浮谷菱花 青龙参 石心菇 千金藤 白心草 千焕茄兰 九夜龙葵花 枝雪草 云菱花 药材虽然都是阴性 但炼制九阳回单 就需要这些 辅助智能沉默片刻后 说道 国库的药材都能够搜索到 会立即配送过来 叶响点点头 这些药材虽然稀有少见 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想要凑齐并不难 这时 他体内灵力几乎耗尽 在子弹灵力的帮助下 老战士横青的情况 算是稳定下来 叶响没有说话 闭目调息 横青感受着体内暖洋洋的灵力 不由好奇看着这小子 百年未出的天师 传承果然非凡 而且 无论是心性和潜力 都是年轻一代顶尖的水平 满意地点点头 似乎想起什么 横青不由说道 小子 你也是盛庆对吧 有没有女朋友 我孙女也在盛庆 叶响不由一头黑线 这老前辈的形象 就不能维持久一些吗 不想搭理 半个小时后 叶响灵力全部恢复过来 双眸惊芒一闪 已然恢复状态 横青见状笑了笑 不由感慨道 还是年轻好啊 叶响抬头看向辅助智能 还需要多久 已有专机配送 还需要24分钟 辅助智能说道 叶响点点头 突然想起什么 目光冰冷道 那少年古孩王座 有可能已经潜伏进京都了 指挥室里 那女指挥官不由一弄 随即立马抬头 将这条消息说给周景 周景文言皱起眉头 随即迅速点开屏幕 搜索这两天 京都所有的数据事件 很快就锁定了一条事件 昨天 京都外城的一名值班战士 失踪了 这种事件放在平时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注意 但现在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南下海线 与北方莫城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死人 城市里突然消失一个人的数据信息 在此时显得微不足道 并且 现在除了维持京都 基本秩序的巡察人员 其余作战职业 都已经奔赴战线 倘若那少年古孩王座 真的潜入京都 那么他的目标 只有一个 三座顶级高校 周景眉头紧皱 可现在整个人 足能对付王座的 只有天王罗景一人 他不能不坐镇南海 老战神恒青 更是早已不能出手 先前瞒着所有人出发 已经让不少人心有余悸 真怕这位老前辈 会死在战场上 那对人族的打击太大了 从上网下几代人 战神恒青 天王罗景 已经成为了人族的支撑 他们只要还活着 就会给人一种 还有希望的感觉 周景在屏幕上 飞快搜索着 那失踪战士之前的数据 辅助智能虽然破坏 但上传的所有数据 都会记录在中书库中 很快 周景看到了一张 非常老旧的身份证 上面是一张 看起来七八岁的男孩面孔 白记 男成人 第二张资料 则是一张白发少年的照片 他看着镜头微微一笑 看起来单纯且清爽的少年 人畜无害的样子 然而就是这张照片 一瞬间 让周景无比胆寒 第一时间 直觉就告诉他 这个少年 就是那一位人族少年古孩王座 十年后的今天 他正好是七八岁的年龄 而且 这小子的身份信息 跟叶祥几乎一样 同样是在南城父母双亡 但叶祥幸运的是被沈家人收留 而这孩子 当时就失踪了 整个南城被摧毁 失踪与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更何况过去那么久了 失踪一个孩子 完全就是磅礴数据中 一个微乎不计的小点 而就是这个小点 在十年后的今天 成为了古孩一族的王座 甚至试图摧毁华夏 他不知道这十年来 少年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的他 绝对不能再以人类的视角 去推测这个少年 究竟在想些什么 碰 周景气得忍不住猛砸一下桌子 周围的指挥官们 被他吓了一跳 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 周景没有解释 只是将这份资料 发送给了天王罗景 他身为指挥官总司长 重要信息 可以直接发给天王罗景 周景身为辅助职业 但却是年轻一代中 作为出色稳重的代表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全权接管前线所有数据与指令 他下的任何一个指令 都代表着一位战士 毫无畏惧地向前线前进 他们相信背后的指挥官 相信国家 相信华夏的信仰 人族 不会输 已经赶到南海防线的罗景 在看完所有周景的数据后 目光森然无比 好小子 居然敢潜入京都 真当人族是软柿子吗 我知道了 找到目标告诉我就行 罗景回复道 周景点点头 将屏幕分成两个界面 精神力全开 一边观测着南海水下的战况 一边观测京都所有角落 尤其是三座顶级高校的附近场所 他本以为这个少年会躲起来 找准机会秘密行动 然而 让周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少年 竟然就坐在一家奶茶店里 喝着奶茶 呆呆地看着盛庆高校的大门 白济脑海中 回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记忆 这些记忆在之前 从未出现过 像是被封印了一样 但当他来到京都后 一些早已记不清的记忆画面 不断出现 妈妈 我一定要像姐姐一样 考上盛庆高校的 爸爸 你说我能觉醒什么职业啊 是跟姐姐一样法师吗 少年回想着 却无论如何 也回想不起父母的模样了 姐姐的模样更是记不清了 后来只记得 南城的城墙破碎 无数野蛮可怕的兵魔冲了进来 杀死了父母 杀死了姐姐 也即将要杀死她的时候 女主人出现了 她宛如黑暗天使一般 就吓了自己 让自己拥有了强大力量 还让自己成为了骨骸一族的王 少年微微张开手 她很清楚 自己是人类 那又如何 女主人的命令 还是要执行的 毕竟她答应过 可以让她的父母和姐姐都能复活 想到这里 少年放下奶茶 摸遍全身 找到一张旧巴巴 带着陈旧血子的十块钱 放在桌子上 转身走出大门 静止朝盛庆高校走去 然而还没走几步 周围突然飞出数十上百的辅助智能 数十名京都巡察 无比警惕地注视着 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 巡察们不知道这少年的身份 但指令下达的 是一式极度危险目标 兼是拖延为主 白记看着眼前这些巡察 目光平静 巡察叔说 请问有什么事吗 一位女巡察收起武器 抬起双手 一步步朝少年走近道 你好 我是京都巡察局二组组长 能聊聊吗 白记点点头 当然可以 女巡察微微松口气 按照指令拖延时间就行了吗 虽然她没看出 少年有什么威胁性 但还是按照指令做 你叫什么 她问道 白记目光落在女巡察身上 突然说道 我记得你 你以前跟我姐姐来过 我家里玩过 少年脑海中的记忆里 的确出现了眼前 这位女巡察的画面 同样也是十年前 李雨婷不由一愣 你姐姐是 白双眼 李雨婷瞳孔一缩 与此同时 她身边的辅助智能 也一下子查询到 白双眼的资料 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容 李雨婷身子 不由颤抖了一下 十年前 高校时期 白双眼正是她的闺蜜 两人无话不谈 但当初恶号突然发生 自己这位好姐妹 一下子就再也看不到了 李雨婷忍不住 朝少年走过去 从她那五官上 的确可以看到 她姐姐的一些影子 尤其是那双眼睛 几乎一模一样 请不要轻易靠近 目标一事 骨骸王座 辅助智能提醒道 李雨婷不由转头笑道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记得她 她是我好姐妹的弟弟 那个时候的她 很可爱的 怎么可能是骨骸王 扑斥 一柄骨刺 瞬间穿过她的胸膛 刺穿心脏 在场所有巡查 都没有反应过来 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李雨婷也正正地 看着自己的胸膛 一根惨白骨刺 穿透了她的心脏 沾上她的血子 她不理解 缓缓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少年 嘴里不停地吐出鲜血 为什么 白姬默然地收回骨刺 轻声说道 我其实一直 很讨厌姐姐 讨厌姐姐的一切 包括你 父母都以她自豪 考上了圣庆 所有人都很开心 没人在意我 从小到大 她都压我一头 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你说为什么呢 你这么想念她 就去陪她吧 李雨婷眼眸 逐渐失去神采 半跪在地上 周围的巡查 看得无比愤怒 一个巡查立声喝道 阻止目标 几个战士职业 迅速朝少年冲过去 辅助智能 闪烁刺耳的警报声 其余辅助巡查 也开始念起咒语 施展魔法 然而下一刻 宛如白骨地狱一般 呈现世间 恐怖的王座实力展现出来 整个大地崩裂 楼房崩塌 数十位巡查瞬间被秒杀 全部被插在骨刺上 高高挂着 鲜血顺着骨刺滴落在地上 白发少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在异族生存了十年 她见过太多生死 感情是没必要的 唯有变强 唯有完成任务 女主人才会给她奖励 才会复活家人 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的儿子不差 比任何人都要强 哄 白米长的骨刺瞬间冲破盛青大门 白发少年周身疯狂浮现出骨骼盔甲 眨眼间 一头数十米庞大的骨骸王座巨人 出现在京都中心 这巨大动静 让学生们纷纷探出头来 当看到那数十米高的骨骸巨人时 所有学生忍不住瞪大眼睛 骨骸王座 怎么可能 审判高校校长与盛庆高校校长 立即反应过来 两人通讯路上迅速传来消息 林校长 程校长 尽量拖住 天王罗锦正在赶来 让所有学生全部撤裂 京都巡察局长说道 轰动 骨骸王座一巴掌 直接将盛庆的一栋楼砸穿 不过幸运的是 那是大一的教学楼 如今所有大一新生 都前往军事基地 接受全封闭军训 并没有人在教学楼里 骨骸内部 少年掌控着强大力量 肆无忌惮破坏所见的一切 这是姐姐的一切 他都要摧毁掉 很快 盛庆高校成校长 与十几位高等级老师 赶到骨骸王座面前 抬起头看着这数十米高大的骨骸巨人 换做任何一人 都会感觉到无助和绝望 任何一位王座 等级都是一百级 而他们 最高也只有程千华 八十一级水系法师 其余都是五六世级不等 他抬起手 刹那间 空气中凝出无数水流 缠绕在骨骸巨人的身上 将其束缚 其余老是健壮 二话不说 立马开始吟唱攻击魔法 圣财 沉睡咒 冰封术 雷咒 十几道强大魔法力量 落在骨骸王座身上 伏法老师 则是给他们加持状态 与此同时 圣庆高校外 审判高校的灵校长 与战神高校 也带着一众资深教师赶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准备动手 战士职业冲锋重砍 召唤师诅咒等等 各种缠绕麻痹技能 全部用上 身为老师 他们都很清楚 以他们的等级 哪怕人数再多 也不可能斩杀一位王座 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困住这头王座 拖延时间 眨眼间 骨骸王座身上 就密密麻麻 全是各种元素束缚技能 这时 圣庆高校走出一位学生 正是学生会会长 林峰 他双眸逐渐变成灰白色 双手飞快绘画一个复杂魔法 四十五级时间戏法师 刹那间 一个庞大的时间六芒阵 出现在骨骸王座脚下 林峰双眼瞬间涌出鲜血 但他没有停止 而是一直坚持到法术师长完成 才跌落在地上 精神力与法力完全符合 不过效果是显著的 骨骸王座的动作速度 一下子减缓了一倍 林峰无奈苦笑 全力施展的时间封印 按理来说 是能将同级暂停周身的时间流速 然而 作用在骨骸王座上 仅仅只能减缓时间流速 自己还差点被反噬 没有完成法术 林校长不由看了一眼林峰 真是个好瞄子 林峰微眯一笑 校长 时间法阵只能持续十分钟 成千华点点头 可以了 你现在赶紧组织学生 撤离圣庆 一位辅助教师在林峰身上 落下一道精神恢复魔法 曙光 林峰的状态 一下子恢复不少 点点头 连忙起身转身离开 然而就在林峰前脚 刚走没多远 本以为最少能坚持十分钟 遮天蔽日的白骨结界 疯狂席卷开来 眨眼边将整个圣庆高笑笼罩 骨骸王座内部 白记嘴角泛起冷笑 他缓缓抬起手 骨骸王座巨人 也缓缓抬起头 在其手中 逐渐凝聚出一团骨球 很是随意地丢了下去 程校长与林校长脸色一变 但就在这时 战神高笑的老师 陡然大喝一声 一个个提起庞大沉重的盾牌 力量激发 扩散开来 挡在众多法系教师身前 盛庆这边 则是程千华施展大魔法 千层涟漪水墓防御 其余老师们 也非常快地 补上一层层防御 土盾 光剑 只见那颗骨球落在地上 陡然爆发出 宛如长矛的锋利骨刺 疯狂攻击四周一切 然而 就是这么看似普通的攻击 却爆发出可怕的伤害 数位战神学院的重战老师 咬牙顶住 怒吼一声 爆发斗气 节阵一同坚持 而另一边 成千上百的骨刺 穿进成千华的水墓连衣中 肉眼可见减缓了速度 但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层层穿过 有些骨刺被挡了下来 有的骨刺遇到水墓连衣薄弱点 终究是穿了出来 再破开土盾 光木 多重防御 扑斥一声 骨刺瞬间穿透了一位老师腹部 长长的骨刺将它顶飞 狠狠定死在墙壁上 另一边的校门外 一位重战老师也顶不住压力 被骨刺破开一个切口的那一刻 那位重战老师用身躯挡在前面 但瞬间被无数骨刺贯穿全身 撞飞出去 很快 又有一位重战老师被撞飞出去 连带着身后几位老师 全部被骨刺贯穿 死亡人数开始迅速扩大 然而就在这时 一袭青袍老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众人中间 他缓缓展开双手 周身浮现太极阴阳虚影 顿时将无数骨刺拉扯过去 玩弄于骨掌之间 看到这一幕 所有老师忍不住瞪大眼睛 好厉害 这是谁 倒是 青袍老人双手一震 猛然将所有骨刺震碎成粉渣消散开来 道袍阵阵 净显宗师风范 他看着骨骸王座 轻声说道 平道 真武观青云子 在数十米高的骨骸王座面前 那轻袍道长渺小的宛如蝼蚁 但他身上的气势 竟然一点不弱 骨骸王座张开嘴 可以燃烧灵魂的火焰 铺天盖地地喷出来 青云子目光平静 身上的太极阴阳虚影 陡然扩大数十倍 笼罩众人高空 那些灵魂火焰 落在太极阴阳图上 陡然被转化为白芒 脱落成白色花瓣 徐徐消散开来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忍不住震惊 这个老道士 竟然仅凭一己之力 就轻松化解骨骸王座的攻击 华夏什么时候 有这么一位厉害的道士 然而下一刻 他们将看到 百年前道门的顶峰站立 青云子双手捏起法绝 同时整个人再次融入天地之间 所有人一愣 就如同老道士突然出现一般 一下又感知不到了 果不其然 老道士整个人也陡然消失不见 众人转头看向四周 陡然发现上空 不知道何时 竟然出现密密麻麻的符禄 成千上万张符禄 将整个白骨领域扩散 老道士悬浮在半空中 看到这一幕 所有忍不住瞪大眼睛 九转 只有九转的职业 才能做到破空飞行 老人一袭道袍 白发竖起道观 无数符禄翻飞 有秩序的组合 很快 一尊不比骨骸王座小的真武大帝 用符禄重组出现 那是成千上万张的真武 斩妖符禄 凝聚出来的一尊真武大帝虚叶 青云子眉心 起现真武心境 顿时 这一刻的他 宛如荡魔祖师清灵 融入万千福利组成的真武大帝中 那威严道义 与宛如先灵的气势 深深映入校长与众多教师心灵 那些学生们 更是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猜出老道长的职业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无法相信 人族竟然有一位道士 可以比肩王座 指挥室里 所有指挥官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屏幕里 那一尊庞大的真武大帝虚叶 青云子手捏法绝 冷漠无情地看着古骸王座 赤令 挡魔斩妖 最后四字 宛如是身后的真武大帝在发声 轰鸣震耳 宛如天雷 真武大帝手拿无数俘虏组成的一柄斩妖真武剑 直接朝古骸王座斩下 古骸王座内 白祭也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毫不畏惧 一拳狠狠砸上去 咔嚓一声巨响 古骸王座的胳膊 直接被斩断 毫无阻碍 无数真武斩妖俘虏开始消散 青云子没有犹豫 再次一剑落下 古骸王座试图退后 用另外一只手挡住 这一剑 又斩落一条手臂 青云子没有任何犹豫 全力催动真武心境 向前一步 高高举起真武斩妖剑 对着古骸王座的脑袋狠狠斩下 这一刻 所有人忍不住瞪大眼睛 宛如见证历史一般 时隔二十多年 难不成又将发生剑斩王座的一幕 轰动 斩妖剑落下 所有真武俘虏全部消散 坠落的 还有那庞大的古骸王座的脑袋 青云子纵身一跃 一把将古骸王座身躯里的少年拽出来 失去支撑 所有骨骼瞬间腐朽杀化 宛如白色沙尘 风一吹 全部消散 白祭仿佛用尽了所有力量 在老道长的手中 没有任何挣扎 下一刻 他突然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哈哈大笑 宛如风魔一般 都死了 都死了才好啊 青云子看到他这副模样 微微皱眉 捏起法绝 定了一下他的眉心 少年一下子沉默下来 双眸无神 宛若一潭死水 成千华忍不住走过来 目光警惕地看着少年 道长 不杀吗 青云子摇摇头 他不是古骸王座 只是拥有古骸王座的力量而已 他没使用一次 就会被那股力量侵蚀一次 直到死亡 说到底 他只是被异族利用的棋子 众多教师走上来 皱起眉头 前辈 倘若不杀他 要是再变身成古骸王座 该怎么办 一个男老师问道 等我恢复一下 你们在他身上 直接下封印也行 短时间内 他不会再变身了 青云子说道 众人没有意见 对于这位道士九转的前辈 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就算古骸王座有缺陷 但那也是实打实的百级层次 同为八十级的成校长与林校长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青云子盘坐在地上 开始恢复灵力 盛庆的学生们 见危机解除后 撞着胆走出来 看到古骸王座消失 先是不由高兴 但当他们看到老师的尸体时 顿时悲伤起来 很快 所有人的目光 都无比仇恨地 看着封印结界内的白剂 就是眼前这个少年 让百万古骸一族 进攻南下防线 无数战士血洒沙场 更是入侵京都 打算将人族这一届天才全杀了 这时 一道身影从上空飞下来 看着小半个校区变成废墟 天王罗井的目光 一下子锁定在封印里的少年 二话不说 直接朝他走过去 令人心悸的气势 在他身上展现 青云子此时睁开眼睛 看着罗井说道 天王 不必如此愤怒 前辈 你说我怎么不生气 你知道 南海现在死了多少人吗 罗井冷声说道 他死死盯着少年 就是眼前这个少年 差一点让华夏陷入危机 对于眼前这位老道长 罗井其实是知道的 华夏五千年来 有些底蕴传承一直在 只是经历过百年前的一族入侵 除了道门 其余传承 几乎隐世不出了 那些传承职业 就仿佛彻底消失在历史中一样 听到罗井这句话 青云子微微叹口气 目光落在少年身上 我要将他体内的骸骨王座 血灵逼出来 失去王座的命令 那些骨骸一族会撤退的 说到这里 青云子缓缓起身 走到少年面前 伴随着封印结束后 少年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没有任何神情 双眼无神地看着周围一切 看着少年 青云子轻声念叨 珍常应物 珍常德性 长阴长静 长清静矣 话音一落 他只肩凝聚一团阴阳八卦图案 瞬间打入少年的眉心 顿时 少年歇斯底里的抬头嘶吼起来 六桥空洞 浑身散发出恐怖的威势 王座气息在线 除了罗井与青云子 其余人都忍不住连连退后 还以为少年又要变成骨骸王座 陡然间 被罗井亲自斩杀的上一代古骸王座虚影 浮现在少年身上 他不甘心地朝着罗井与青云子咆哮吼道 人族 杀 当年 罗井虽然斩了这家伙 但雪灵却诡异地消失不见 现在看来 在那个时候 皇族就开始有了动静 青云子神情不变 按理来说 少年是不可能吸收这古骸王座的雪灵 只有九十级才能吸收 但不知道 一族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将这股可怕的力量 融入在少年体内 甚至让他可以使用 倘若是这样 那么可以解释清楚 为什么人族里会突然出现骨骸一族了 但即便是这样 也肯定是需要内部的人来安插配合 否则当时不可能如此准确无误地 确认那些天才的位置 但能全面监控天才信息的 只有一个地方 看着眼前歇斯底的少年 罗井拨起周景的通讯 开口说道 之前一直让你查的事情 有头绪了吗 一直盯着屏幕的周景 听到这句话 眼神一下子变得深邃起来 视线不自觉地看了一眼 只会是角落的一个位置 有线索了 周景轻声说道 罗景点点头 那行 你自己看着吧 这件事情 首席也是十分在意的 嗯 我知道的 通讯挂掉的那一刻 一颗庞大的血灵 猛然被青云子打出少年的体内 青云子抬手一卷 这颗庞大的血灵 直接卷了过来 刚要掐指算 这颗血灵身上的一些线索时 血灵陡然溃散 一缕紫色女人虚影 从血灵中浮现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老道士 没想到呀 你们到门还有一个老不死的 舵妹皇族 罗景顿时眯起眼睛 这道舵妹虚影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随着血灵一同消散 与此同时 南海防线的所有骨骸一族 纷纷停下了动作 沉默不语地看向京都方向 很快 仿佛得到命令一般 如潮水迅速退去 人族看到这一幕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乃能让对方就这样撤退 兵戏法师 他骂得把一百公里内 所有水面冻结 土戏水戏法师 控制沙土漩涡 将这些骨骸一族水泥化 用他们的身体 弄一条海域长城出来 一个高级军官怒喊道 骨骸一族选择撤退后 上万名法师毫无畏惧 直接追上去 一个个跑得比战士们还快 谁说法师就没有进战之心的 无数的魔力波动下 海面上陡然掀起一阵海啸 水戏法师们不计精神力 疯狂控制海啸 一巴掌直接将 十几万骨骸一族拍了回来 其余土戏法师迅速控制沙土 缠绕在其表面上 将他们全部推积起厚厚的泥石骨墙 再配合水凝固 很快 一条宛如长城的海骨防线 就这样住了起来 一些战士看到有些骨骸 还要挣扎出来 二话不说 上前就是一刀砍掉脑袋 满脸兴奋 当看到战士牺牲的尸体时 也一下沉没下来 一大半骨骸一族都跑了 人族这边也付出数万人生命 因为时间紧急 第一时间奔赴战场的 除了本来驻守这里的战士 就是御航上赶来支援的人们 各种职业都有相应号召 所以当他们冲上前线时 没有任何畏惧 很快 指挥室就统计出一个具体伤亡数字 南下海域防线 共牺牲三万七千一百十七人 北方墨城防线 共牺牲四千一百二十人 这个数字出现在大屏幕上 无数密密麻麻的名字 顿时让华夏举国陷入悲痛 墨城堡垒 叶响助力在悬崖上 目光深邃地看着日落 紧紧捏紧拳头 屏幕上的那串数字 他也看到了 上面是死亡人数 并不包括受伤的数量 即便剩了 也是惨剩 日落即将落下 照耀着万里冰雪 仿佛永远也看不到融化的影子 喝过汤药 稍微恢复了点状态的老战神恒青 缓缓走到叶响身边 沧桑的眼眸看着前方 梁九才说道 人足 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领悟了真谛 应该能感受到吧 叶响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嗯 恒青似乎想起什么 不由嘲讽笑了起来 现在一些影视传承 肯定也坐不住了 他们闭关了百年 坐看人间沧桑变化 自认为高高在上 却早已落后 新的时代 永远在年轻身上 叶响眼中不由划过一丝诧异 影视宗门 他不由想起青云子 但他知道 道门并不是影视 而是真的传承断了 有心也无力 不提那些家伙 想着都心烦 小子 谢你的汤药了 没想到我 还能多个活几年 恒青笑道 老前辈 你不出手的话 我觉得 应该还能活个十年以上 叶响无奈说道 这位老前辈 真的已经到了 游进灯窟的地步 不能再出手了 哈哈 恒青爽朗一笑 身为战神 死在病床上 才是老夫的悲哀 叶响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脑袋 那老前辈 再等一段时间吧 等我三转 可以炼丹后 会尝试炼制四转九阳回丹 只要能炼制出来 不敢保证能让前辈痊 但至少可以 正常发挥实力 好 我相信你 他本来是不相信的 但当叶响拿出来的那一副汤药 喝下去后 真的让他如枯木逢春 身体涌现了一丝生机 这是顶级治愈系伏法 都无法做到的 没想到 让一个小道士做到了 恒青看着叶响 微微有些感慨 道门啊 太可惜了 身为人族强者 一些过往 秘心他还是清楚的 道门的确太可惜了 对了 有空你 也给罗锦看看 他身上的问题也不小 恒青这才想起来 开口说道 天王也是重伤 叶响不由一愣 好家伙 搞半天滑下顶尖站立 一个比一个 混得这么惨吗 印象中 天王罗锦 除了头上有些白发以外 真没感觉他有什么问题 恒青探口气 点点头 二十多年前 他才刚刚突破九转 连斩两头王座 付出的代价 是世人无法想象的 叶响明白过来 行 有机会看看 他目光落在前方 突然好奇问道 前辈 一族轻视 人族只剩下我们滑下了吗 我在历史书上看到 百年前的人族 不是有很多国家吗 恒青笑了笑 这个问题 等你有资格加入王牌队伍 就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 叶响有些无奈地蹲在地上 这么的意思 修炼修道 修的是拉个道吗 哈哈 少年郎 烦恼那么多干嘛 好好修你的道 不就好了吗 看着面前的小道士 恒青是打心底放松下来 至少人族未来 是有希望的 虽然这小子 性格看起来随意了一些 但这一个月军训下来 他该做的 一样没少 甚至做的比任何人都要出色 越看叶响 恒青越是满意 终究还是忍不住问道 小道士 真不愿意学刀吗 我的刀法 虽然不如你们到门传承多年 但还是有些年生的 威力你也看到了 猛不猛 叶响双手抱着后脑勺 目光看向之前老前辈砍下的冰封 指尖上面平整光滑 点点头 竖起大拇指 猛 学不学 恒青期待起来 不学 恒青 一直在后面看戏的陈万颜逢秒权王军三人都有些麻木了 看看 这就是高考状元的待遇呀 老前辈战神这样的人物都求着叶响让他学刀 真不学 恒青忍不住再次问道 真不学 叶响无奈叹一口气 前辈 我要学的东西已经不少了 他并没有托词 脑子里的三千道葬 真是学不完 行吧 恒青有些惋惜 不过也没什么 毕竟自己这刀法已经传承给罗景了 前 前辈 我想学 行不行 陈万颜忍不住了 厚着脸皮凑过来问道 战场上那一刀 把兵魔一足都给吓破胆 陈万颜是 无比羡慕啊 恒青转过头来 打量了一下陈万颜后 有些诧异 你不是法师吗 不是 我可以是战士 陈万颜连忙摇摇头 哦 不行 你是老陈的孙子吧 你们陈家东西也不少了 学个屁 那老小子年轻时候 就想偷诗 陈万颜一窘 但好像听到了秘星 这时 叶响的辅助智能飞过来 看着他说道 叶响同志 军训已结束 请返回舱内下线 与此同时 墨城堡垒所有泄偶 都得到这么一条消息 学生们互相对视一眼后 认真对身边的战士敬礼 前辈战斗意志与经验 是让他们一生受益的 大部分战士 其实也意识到 这些泄偶背后是真人 都一一回敬 几分钟后 叶响睁开眼睛 从舱内起身 看着四周 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有点不真实 辅助智能 查询了一下叶响的状态后 递过来一支营养药剂 叶响同志 军训已圆满结束 请到基地广场集合 辅助智能说道 叶响点点头 起身走出测验室 这一个月 虽然感觉事情发生了很多 但时间感觉还是快的 随着所有学生 都集合在广场上 经历过一场大战后 大义新生的气质 已经脱胎换骨 毕竟就连军方也没想到 这些学生会赶上一场大战 本来只是打算让他们在前线上 提前学习一下战斗意识而已 这时候 大屏幕上再次出现了 那一长串牺牲的数字 所有学生都不由沉默下来 他们知道 那串数字不是游戏死亡次数 而是四万多名战士 图片一张张划过 几乎都是前线战士们 汗不为死的画面 这些是牺牲战士的 辅助智能记录下来的 这些照片会永远保存在 人族的历史上 铭记牺牲的每一位战士 此时 默哀鸣笛响起 所有学生低头默哀 不仅这里的军事基地 华夏所有城市都响起默哀鸣笛 所有人为牺牲的四万战士 低头默哀 他们有的是父母的孩子 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 更或者是孩子的父亲 但为了华夏 总有人要站出来 此时一辆辆熟悉的绿皮卡车 从外面开了进来 所有学生立马意识到 军训的确已经结束了 徐萌萌走了过来 目光看了一眼叶响后 略带深意的微微一笑 一旁的冯淼泉顿时遭不住了 叶哥 看到没有 萌萌老师刚才对我笑了 王军忍不住说道 全哥 老师好像看的是叶响 就在这时 前面学生突然发出一阵惊呼声 几人不由一愣 怎么了 陈万言朝那些人的视线看过去 突然一愣 只见排行榜上 作为第一名的叶响 分数没有再隐藏了 卧槽 牛巴的我低个 冯淼泉也注意到了屏幕 顿时忍不住瞪大眼睛 那整整六万的学分 让所有人都看待了 叶响一个人 顶六十句谢偶的价值 第二名目青云 也才五千多分 但这一次 没有人在质疑叶响的实力 质疑他的倒是职业 他一人拖住 五十九级兵魔王的一幕 不少人看得清清楚楚 就这实力 倘若不去管兵魔王 只刷兵魔一族的话 毫无疑问 叶响的分数 只会更高 如果不是他 北方防线的战士 只会牺牲更多 甚至有可能坚持不到 战神老爷子的到来 而此时众人才注意到 叶响的等级 都已经到二十九级 要知道 现在大二的学生 平均等级也才二十八级 此时叶响完全可以申请跳级了 一辆辆绿皮卡车开过来 下车后 还是那熟悉的战士 他看着眼前这一班学生 认真敬礼 这一次 所有学生们也下意识立即回敬 骑刷刷的整齐 战士大声喊道 全体都有 上车 是 学生们喊道 没有所谓的结束演讲 因为人族这一次并不算赢 没有人高兴 因为现在的安宁 是四万名人族战士 用生命换来的 而叶响这个名字 也出现在华夏所有高层眼里 一个被战神 天王都认可的 未来顶梁柱少年 更振奋人心的是 时隔十年 人族再次出现斩杀王座的战绩 只不过这则消息 被全面封锁下来 事关神秘的皇族艺人 可以利用血灵改变人族 这则消息要是散发出去 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而那位突然出现的轻袍老道人 也随之消失不见 京都SSS级重罪犯监狱 迎接了一位 史上最年轻的少年重罪犯 白发少年满脸呆滞 傻笑地看着镜头 咔嚓一声 辅助智能拍摄记录下来 白忌 18岁 职业 不祥 2146年 发动战争 身份 古孩王座 判处 终生监禁 当盛庆大一新生回到学校时 所有人都梦了 啥情况 校门呢 不是 怎么连教学楼都没了 很快 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们才知道 古孩王座出现 但又被一位神秘的老道长 击败斩杀 听到这里的时候 叶想下一时想起青云子老道长 但被下达了命令 校园网内完全没有半点 关于古孩王座与老道长的信息 只是这一天 得知消息的徐萌萌 一只眼眶顿顿时红了起来 他以前的导师 死在昨天的战斗中 女生们纷纷上去安慰 叶想身边 还跟着辅助智能 军训结束后 前五百名学生 都进入了预备军官体系 学分转化为战功贡献值 可以随时兑换 平时所需的一些资源 前十名的学生 比如陈万言与沈又威 晋级为一等中级军官 也就是说 一旦毕业 那就是从中级军官起步 军官体系并不复杂 分为初级军官 中级军官 高级军官 特级军官 独卫军官 校尉军官 将校军官 每一个阶级 还分为一 二 三等 一个普通战士 想要在战场上 积累到中级军官的功勋 需要老老实实服役三年以上 才有资历成为中级军官 当然有军功令说 十名后 五十前 晋级三等初级军官 一百名前 晋级二等初级军官 五百名前 晋级一等初级军官 其余学生很可惜的 错过进入军官体系 因为只有前五百名学生 基本做到了一具泄偶的价值 其余基本都没达到一千分 不过泄偶测验成果 是让军方与前线战士满意的 除了会一定几率 造成精神负荷 与长时间上线身体麻痹以外 几乎毫无副作用 一具几百万造价的泄偶 对于一名战士的生命来说 并不重要 而叶响六万的学分 兑换成战功后 军衔直接跳过中级军官 与高级军官 晋级到一等特级军官 不需要任何考核 叶响光靠军衔 已经拥有进入王牌特级部队实习的资格 可以说 只要年龄符合 他半只脚 已经迈进华夏王牌部队 这个待遇 曾经也只有战神恒青 与天王罗锦年轻时做到 而叶响更早 大一 进入王牌部队体系 叶响同志 请选择王牌部队实习 青龙部队 擅长突袭强攻 朱雀部队 擅长火力压制 腾蛇部队 擅长收集刺杀情报 玄武部队 擅长保护行动 白虎部队 擅长机动支援 斩杀部队 擅长斩首 叶响一愣 有些诧异 没想到会有那么多 这些王牌部队 是如今华夏最顶尖的精英部队 全是25岁以下 45级以上 才有资格进入 斩杀部队的门槛要求更是严格 需要50级以上才行 即便是预备成员 也要求是40级以上 可以说 完全是对叶响魄力了 叶响回想起军训初期 那三名斩杀队成员 单精力锁地解决50多级的 血兽一族血刺亡 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说道 选择斩杀部队 话音一落 辅助智能已经提交确定 很快 他展开光幕 天王罗锦的图像 出现在叶响面前 看着他笑道 小子不错嘛 16岁就特级军官 泽泽 我到你这个军衔时 都已经18岁 两周后斩杀队有一起任务 身为预备队员 也是要行动的 到时候会通知你 平时你就留在学校里修炼就行 叶响点点头 嗯 好 罗锦有些狐疑 怎么感觉你小子一点都不激动 换别人能加入斩杀队 估计都蹦老高了 哦 那我蹦一下给你看 两米够不够 叶响无奈服额道 罗锦 你小子 难怪横老爷子回来 对你是又夸又嫌弃 跟你聊天贼类人 好好修炼 早点三转 需要修炼资源 可以随时跟辅助智能题 嗯 我知道了 叶响点点头 通讯挂掉后 叶响回到宿舍 闭关冥想 烙印人仙文 连续几番极限的战斗 人仙区第二层第八变 已经烙印到一半多 剩下的烙印程度 大概还需要半个月左右 他现在的等级 已经远远超过大一阶段 三座顶级高校 排名第二名的穆青云 也不过只是二十五级 而他现在已经二十九级 半个月后 突破到三十级三转 即便是在刚开学的大二阶段 都属于中层了 然后 叶响并没有任何松险 回来就是继续修炼 王军冯淼泉 陈万言三人 看着叶响进屋 不由互相对视一眼 不得不佩服 这么高的实力 依旧没有半点松险 叶哥不愧是叶哥 冯淼泉忍不住有些感慨道 我要是有叶哥一半本事 何愁在这盛庆找不到妹子 王军看了一眼他的体型后 终究还是忍不住问道 全哥 为什么一个月军训下来 感觉你又胖吗 陈万言瞥了冯淼泉一眼 这家伙一天四顿 能受就有鬼了 此时 叶响刚打算入定冥想 突然想起什么 抬起头 看向辅助智能问道 有重力士资源修炼吗 要是有四倍重力士辅助修炼 虽然会消耗体力 但持续下来 还是可以加快不少时间 盛庆高校 因为都是伏法系 并没有重力士辅助修炼 只有战神高校有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叶响微微皱眉 这就有点麻烦了 自己总不能跑去战神高校去修炼吧 由于你是一等特级军官权限 你将你的修炼意见反馈校方 辅助智能突然说道 叶响眼睛一瞪 还能这样 军官体系这么香的吗 果不其然 下一刻 光幕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不算陌生的面容 正是盛庆高校的校长 程千华 他看着叶响 不由满意地露出笑容 直接问道 叶响同学 这边收到反馈 你需要重力士配合修炼吗 叶响犹豫一下后 点点头 嗯 我修炼方式有些特别 如果有重力士辅助化 可以加快一些 不过麻烦的话 就不用了 程千华摇摇头 能辅助学生的资源 并不存在什么麻烦 正好大一教学楼在重建 待会儿 我向军方申请一套重力士 明天应该就到 贵吗 叶响不由好奇问道 程千华不由一笑 抬起手 这个数 五千万 叶响忍不住有些吃惊 没想到重力士会那么贵啊 然而程千华却摇摇头 你想什么呢 是五亿 这还只是普通一倍重力士的价格 每往上叠加一层重力 重力士的价格 就会提高一亿 叶响不说话了 校长 还是 还是算了吧 我申请去战神高校的重力士修炼就好了 程千华顿时瞪了他一眼 你敢 这么好的苗子 要是被战神高校抢走 他估计会亲自打上门 好了 你不用想太多 学校这边本来就打算配置重力士的 因为这次战役结束后 我们发现 不管是法师还是辅助职业 一定的身体素质还是要有的 所以以后重力士会加进日常体能课程 叶响明白过来 点点头 谢谢校长 你现在能适应几倍重力 程千华好奇问道 叶响由于片刻后 还是说道 四倍重力 但只能坚持两个小时 程千华眼中划过一丝精芒 他很清楚 四倍重力可是代表着四十级战士职业的身体素质 行 我知道了 那就申请一个七倍重力士 够你修炼了吧 程千华忍不住笑道 七倍 已经相当于七十级战斗身体素质了 这放在现在的华下 已经属于一线顶尖战斗职业 对于一个法师辅助职业为主的盛庆 其实四倍重力就完全足够学生使用了 叶响摸了摸鼻子 七倍重力士造价成本相当于十二亿 他是真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格 但毕竟校长说的是给整个学校学生使用 那似乎也没什么 嗯 完全够了 好 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说 盛庆高校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挂掉通讯后 叶响入定冥想 开始烙印人先文 身上闪烁着复杂悬傲的人先文图案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因为他这个反馈意见 让未来无数选择盛庆的妹子痛苦无比 审判高校都没有重力士 为什么全是法师辅助职业的顶级高校 会有这么一门体能课程 直到后来 人们见识到跑得不比战士慢的法师辅助后 顿时明白过来 纷纷惊叹盛庆高校的长远目光 远程魔法就算了 追还追不上 而校内 在成队的土系与木系法师能力下 被破坏的大一校区楼和大门绿化 全部都恢复成原来模样 甚至完善了不少设施 第二天 数量重卡在这百平方米的重力士 缓慢驶入圣庆校园 叶响同志 重力士已搭建完毕 可以随时使用 辅助智能飞过来 看着叶响说道 顺便递过来一根军用营养药剂 这些日常修炼补给 战神学院也经常会用到 圣庆这边直接拿了好几箱过来 足够叶响与陈万言两人使用 叶响闻言睁开眼睛 拿起营养药剂喝了起来 人先闻跃到后面 光靠冥想烙印速度是真的慢 起身走出门 却看到王军和冯淼泉正在客厅里 刷着校园王讨论着什么 你们在讨论什么 叶响有些好奇 叶哥你修炼结束了 今年三座顶级高校联合 其余十座高校又要开始争排名了 也是为了促进学生之间的进步 一个月后在战神学院举办大赛 叶响明白过来 高校之间的竞争自然是有的 从开校到现在 每年都有 全国不少人都会关注 当父母们看着自己孩子的表现 是非常高兴与自豪的 也能清晰展现出华夏人族的未来 不过自从经历过战场后 叶响对这种完全没有兴趣了 有这点时间 还不如多修炼一天 陈万言呢 他去重力士修炼了 王军说道 一起去吧 叶响点点头 说道 冯淼泉不由抬起头 叶哥 我们是法师啊 然而王军却很懂事地站起身 冯淼泉 三天下来 大义心声开始上课 不少人也在默默关注着 这位妖孽心声 叶响 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他那可怕的修炼时间规划 白天上完一个小时课后 叶响基本都在冥想室里修炼 又或者去重力士修炼 防护符上重力倍数 达到可怕的四倍 根据同寝室自称少女之友的冯淼泉透露 叶响即便是在晚上 也在冥想修炼 凌晨就准时起床 就这样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周后 夜里 叶响身上的人 先闻陡然绽放出 比以往还要璀璨的光亮 人先驱再次突破 其力量迅速扩散全身 身体再次增强 感受着四肢百孩的变化 夜想是无比享受这一刻 叶 恭喜宿主抵达三十级 达到天师三转 请宿主选择以下传承作为三转 许久没有出现的系统 终于再次出现 夜想面前 也再次出现三个小人图案 一个小人浑身围绕着各种阵法 盘绕其中 借天地之力 修炼自身 第二个小人面前 浮现着各种奇奇怪怪的法器装备 其中最为闪耀的 就是天师祖印 最后一个小人 则是双手涌现战蓝色火焰 无数药材在手中逐渐炼化成丹药 完全不需要丹炉 这三个传承 分别对应炼阵 炼气 炼丹 夜想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选择炼丹 毕竟答应了战神恒青 想要治愈他的伤势 必须会炼丹才行 下一刻 那最后一个小人站起身 竟然对着夜想行子舞爵一礼后 便直接飞入夜想眉心中 脑海中顿时涌现无数炼丹的经验 对应炼丹的三千道藏 也飞快翻篇 一字字全部融会贯通 夜想闭目领悟 感受着丹道一脉的浩瀚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才睁开眼睛 深邃的眼眸 浮现出成千上万枚丹药虚影 最后全部消失不见 爹 由于宿主选择丹修 自动领悟三转技能 三昧真火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话音一落 三昧真火的法觉 涌入夜想眉心 对应的道藏经书 也浮现他身前 心无所著名修性 念不离身明修命 意不离鼓真火生 真火光明透白骨 白骨流光血如玉 方明炼金化真气 三昧真火 又称金火 只见此时夜想体内 一点点蓝色星点 逐渐开始汇聚 下一刻 他周身猛然浮现出蓝色火纹 迅速弥漫开来 呼的一声 三昧真火围绕着夜想周围出现 然后全部凝聚在右手心中 占蓝色的火焰 熊熊在手中燃烧着 却感受不到半点温度 三昧真火 砖烧世间万物的神魂 也可炼丹 使用起来不仅消耗灵力 还消耗精气神 使用时间过长 哪怕灵力恢复过来 人依旧是疲倦的 但作为道门神火之一 三昧真火的威力 自然十分可怕 如果对于古孩一族来说 雷法是他们最畏惧的 那么自己掌握的三昧真火 则是能让兵魔一族畏惧 想到这里 夜想不由念头一动 倘若用三昧真火作为本源 使用通天路画一张卓阳符 威力会不会更大一些 想到这里 夜想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抬手凌空画符 结果发现用三昧真火本源画符 速度要比平时慢上好几倍 还只画出一张 很快 一张通体占蓝色的卓阳符呈现身前 夜想直接捏绝释放 下一刻 浮路绽放开来 一团汹涌的三昧真火 宛如火球一般在空中跳动 夜想眼中金芒一闪 没想到真的有用 通过通天路 虽然灵力没有太多变化 但想要直接使用出这么一团三昧真火 肯定会消耗不少精气神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 卓阳符只能固定火球模样 而自己使用三昧真火的话 可以随心意控制 不过多一个方式也好 看情况使用 夜想满意地点点头 总算是三传了 虽然没法学习心心念念的奇门遁甲 但这三昧真火 也不算弱于正伟法太多 最重要的是 它传承单道后 可以炼制一些单药 辅助自己修炼 三千道藏中 所有传承看起来分为很多 可整体一看 其实都有相连的地方 相辅相成 就比如单道中 就有好几种单药 可以辅助人先驱修炼 比如洗水单 凝冰散等 可以在修炼人先驱的时候服用 加快冥想人先闻烙印速度 但要忍受单药带来的痛苦才行 也有单药可以帮助内单修行 比如破障单 可以在即将突破的时候使用 一鼓作气冲破内单屏障 也有回灵单 服用后 可以恢复不少灵力 战斗的时候还是很管用 夜想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修炼人先驱的单药 可以加快烙印人先闻的修炼速度 现在人先闻来到第九遍 烙印的难度再次翻倍 只要突破第三层 那么人先驱修炼进度 又能轻松不少了 夜想抬起头 看着辅助智能说道 我需要十株百年核手屋 十株三百年人参 十株血精草 十株玉水枝和十滴玉兰露 辅助智能文言 迅速开始搜索国库对应的药材 很快开口说道 有的 共需两万六千点战功 夜想不由有些折舌 居然这么贵 看来这六万战功也用不了多久 不过也是 自己所需的药材也不便宜 他刚才说的是炼制洗水单所需的药材 宁兵散也可以试试 换着用就是 再准备千光草 天青花 玄冰花 夜幽莲子 铜等十分 辅助智能很快就找到对应材料 需要两万四千战功 共计五万 可以 辅助智能立马上传数据 审核通过后 他看着夜想说道 夜想同志 你所需要的药材 将在三小时内配送到 请稍等 夜想点点头 表示知道 不得不说 这辅助智能的确方便 尤其是获得军衔 掌握一定权限后 相当好用 走出门 来到阳台吹吹风 宿舍里几人都还在睡觉 但也不知道 是不是受到他的影响 这些天 三人都在认真修炼 逢秒权都恢复到了一日三餐 可想而知 有多刻苦 夜想就静静站在原地 默默地抬头看向夜幕天空 此时正值黎明前 夜色无比漆黑 看不见半点星目的天空 所有一切都要吞噬一般 令人绝望 这就是人族黑暗时代 盗门传承断绝的时代 夜想突然想到一件事 哪怕他学会了天师所有手段 可他真的能赢吗 天变之前 盗门就已经输了 更何况天变之后 算了 不想了 想这些有的没的还太远 他自己才三十级 就算天塌了 也还有个高的顶 夜想双手拢袖 默默地看着远处 直到一抹金光浮现 刹那间 万千光辉将人间黑暗驱散 夜想突然似有明雾 那老前辈也说过 天变亦有轮回 阴阳向转 没有继续发呆 立即运转呼吸法 腹腔共鸣 吸收紫气 突破一转紫金丹后 吸收的紫气数量 远比以前多很多 丹田内的紫丹 也比以前大了不少 已经从纸盖大小 变成拇指一般大 尤其是突破一转紫金丹 浮现金色丹纹后 不仅紫丹内的灵力倍增 还比以前凝炼精传了许多 不仅提升了道法威力 还更加耐好了 就在十几分钟后 子丹缓缓停止旋转 结束修炼 夜想睁开眼睛 一双紫眸缓缓恢复正常 他现在发现 每天早上修炼内丹 不仅壮大灵力 眼睛与感知 同时也在一点点变得清晰 这时 辅助智能飞了过来 看着夜想说道 夜想同志 请在上午九点 前往坐标位置集合 夜想文言点点头 他记得天王罗景之前说 有任务要一起行动 随即直接点开屏幕 当他看到坐标后 不由一愣 这位置居然是在附近的 一家咖啡馆 王牌斩杀队 都是在这种地方集合吗 一家普通的咖啡馆里 四个年轻男子 坐在沙发上 闲聊着磕 其中一人染着黄发 寸发 戴着耳钉 气质招摇 却浑身肌肉的男子 无奈地看了一眼时间 风源忍不住看向一旁 带着眼镜的帅气青年吐槽道 咱们这预备小成员 是不是迟到了 他迟到了 而是你这个沙笔来早了 靠 莫修你是想打架是吧 另一个浑身休闲西装的青年 笑了笑 跟风源一样 气质有些骚包 在其身后 却一直随身鞋带着一柄古剑 好了好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就这样休闲一个小时 有什么不好的 林军伸了个懒腰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盛庆校门 忍不住感慨道 哎 当年我但凡跟小学弟一样 选择盛庆 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了 风源叹口气 还真是 风源一来了个妹子都一言难尽 四人中 唯有最边上一个 看起来非常成熟的男子 正静静地看着手里的杂志 风源不由看向庄楚 楚哥 我还是羡慕你 都结婚了 泡的 还是当初审判那一阶的笑话 庄楚抬起头 看了一眼他的头发 敲了敲桌子开口说道 回去把头发颜色染回去 就出来一天时间 你是连夜折腾了一晚上头发吗 我拒绝 你这是偏心 你怎么不说柳妍他们 出来一天 又是逛街烫发购物的 我就染的头发都不行 风源有些委屈到 王牌斩杀队 直系天王罗锦 队长自然也是他 但平时天王事情太多了 大多数执行任务 都是庄楚带队 25岁60级的他 无论是战术还是能力 都是非常让人信服的 庄楚没有说话 只是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风源 风源顿时认怂 行行行 我这就去染回来行了吧 还有耳钉 莫修冷不丁提胸道 我刚才还看到他又胸口纹了纹身 庄楚 风源已经属于严重危机了 不住笑道 风源 妈的 那是贴纸 贴纸 不是纹身 给你20分钟 恢复原样 要不然回去 就陪我加练一晚上 庄楚平静说道 风源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 连忙跑出咖啡馆 跟这个修炼狂魔 加练一个小时都是折磨 加练一晚上 估计得崩溃 盛庆高效 302宿舍内 夜想盘坐在地上 双手散发着三昧真火 包裹着一大堆珍贵的药材 肉眼可见地看到 药材在逐渐融化成液体 精华全部凝聚生化 得到丹道传承后 夜想就感觉像是炼制了无数次丹药 十分得心应手 眨眼间 这些液体逐渐划分成 十枚丹香扑鼻的丹药 三昧真火消失 十枚红褐色丹药落在手中 夜想拿起来闻了一下 不由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头一回炼制就是上品 洗水丹属于二转丹药 炼制难度不高 夜想没有停下来 利用太极将炼制凝冰伞的药材 卷起落在身前 目光散发青蓝色 三昧真火 顿时再次涌现手中 将这些药材包裹起来 炼制的速度依旧很快 远比以前尝试用高压锅 炼丹快乐 不知道对手 很快 一滩宛如冰晶的液体炼制出来 三昧真火消失后 这液体眨眼间便凝固起来 宛如冰块一块 触碰一下 都非常的冰凉 夜想将洗水丹和凝冰伞 交给辅助智能收纳 看了一眼时间后 发现已经八点半了 没有忘记在咖啡馆集合 揉了揉稍微有点疲倦的眉头 起身换了一身盛庆校服 白色得体的制式衣服 穿起来好看 但没有休闲运动装舒服 洗漱出门的时候 本来打算随便扎一下头发 但认真想了想后 还是拿出沈母帮他扎的半截筷子 将长发盘起来 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算 还是一副懒散模样 算了改不了 就这样吧 叶响离开宿舍 静止走出校门 一路上不少学生妹子都在看他 眼眸都很好奇 听说大一这一届第一名的少年 很是神秘 就是眼前这个清秀少年吗 叶响双手插着兜 徒步朝咖啡馆方向走去 看了一眼坐标位置 距离盛庆只有一公里多些 所以没有打车 没过多久 他看到了那家咖啡馆 也正好看见几个漂亮的大姐姐 手提一大堆购物袋 走进咖啡馆 何了了好奇地看了一圈后 有些疑惑 咦 我们的小学弟还没来吗 我可是都买好了礼物欢迎啊 柳妍踩着一双修长大腿 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好累啊 脚都走翻了 谁让你非要穿个高跟鞋出门 何了了调侃道 叶响摸了摸鼻子 一下子明白 眼前这些人 多半就是王牌斩杀队的成员了 犹豫了一下 刚要迈步走进来 一头银发 被纱布遮住眼睛的小姐姐转过头来 嘴角浅浅一笑 人已经到了呢 叶响有些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明明看不见 却是第一时间发现她的 众人纷纷将目光看到叶响身上 宛如一群大佬的注视 叶响是真感觉到一丝丝压迫感 眼前这些人 就是华夏最为顶尖的精锐王牌 几个女生看到叶响后 都不由眼前一亮 长得好清秀啊 何了了 率先走到叶响面前 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捏了捏叶响的脸 哇哦 小学弟好可爱 我跟你一样 以前也是盛青高校的哦 要叫学姐知道吗 但还是点点头 学姐 真乖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看看喜欢吗 我可是找人订做的哦 何了了递过来一个购物袋 叶响打开看了一下 发现是一件青色挂子 眼睛不由一亮 的确是她喜欢的款式 谢谢学姐 大家都在好奇地打量着叶响 庄楚这时候放下杂志起身 走到叶响身前 平静说道 我叫庄楚 是斩杀队的副队 平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我说 小弟弟 生活上有什么烦恼 也可以跟我说 千万不要憋着 柳妍也忍不住调侃道 众人顿时不由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看着叶响这样单纯的少年 真是换谁都忍不住 想要逗一下 真的太可爱了 庄楚看着叶响点点头 这次主要是认识一下 了解清楚一下你的实力 队里还有几人在修炼 所以没过来 叶响点头示意明白 走吧 带你去基地 庄楚说道 他起身朝咖啡馆后面走去 众人也都起身跟上 叶响跟着大家的步伐 当走出咖啡馆后门时 拉开木门 露出一层厚厚的太岗门 庄楚拿出一张身份卡牌 在上面贴了一下后 沉重的太岗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个数百平米的地下基地 叶响不由愣住了 完全没想到 斩杀队基地 竟然真就在这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后面 小子 惊呆了吧 风云伸出手拍了拍叶响的肩膀 不由有些得意到 我当年刚来的时候 也把我看呆了 庄楚带着叶响 来到一个类似于拳击台后 转头看着他说道 现在就开始吧 我对你的实力有个了解后 以后会跟你的实力 制定任务计划 叶响点点头 两人一起走上台 其余人就在台下好奇地看着 想看看这位小学弟 到底有多优秀 能让天王罗景 魄力招进来 要知道他们当初可都是四十级 才被选入预备成员 叶响现在才仅仅二十九级 不对 这小子又突破了 风源突然有些诧异 好家伙 十六岁三十级 墨修一脸看白痴的目光看着他 也就你一直没注意到吧 庄楚看着叶响说道 我是六十级隐藏职业仲凯师 十分擅长防御 你可以放心攻击 不用担心我会受伤 叶响闻言有些折舌 不愧是王牌斩杀队的副队 居然六十级 好 叶响点点头 他也放心下来 没有打算留守 随着擂台上四边都出现结界后 庄楚看着叶响说道 可以开始了 他上前一步 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身上陡然浮现出一件 黑色古朴的重开 上面没有任何纹饰 但就这么一刹那间 竟然给叶响一种 毫无死角的无懈可击 强大的气势席卷过来 仿佛每走一步 都能给人一种恐怖的压迫感 庄楚看到叶响顶住自己的气势 眼眸金芒一闪 三十级能顶住自己六十级的气势 已经很不错了 在下面的风源无奈叹气 楚歌的防御真是无解 上次硬扛七十级的黑骨王狂奏 都只是轻伤 莫修点点头 他最强大的灵枪 众械狙击击 都打不破庄楚的防御 可以说 每个人刚来的时候 都要过这么一手 简直会被折磨出一丝阴影出来 面对庄楚 会很容易出现一种疲倦和麻木 甚至是绝望感 那就是 对方站在原地不动 你都没办法伤害到他 防御叠满了属于 但你要是认为 庄楚只会防御 那就更加大错特错 仲凯师一旦攻击 那也是惊涛骇浪的级别 一个顿风冲撞 差点将那头七十级黑骨王杆翻在地 夜想见庄楚准备好后 也没有犹豫 直接捏起法掘 双眸变成金眸 一袭大气紫袍浮现身上 一双金眸赫然威严 庄楚看着那一双眼眸 竟然有一种心计的感觉 下一刻 夜想身上爆发出汹涌澎湃的金光 在突破三转后 金光神咒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可以做到操控金光气流离体 刹那间 金光化作锋芒 瞬间朝庄楚切去 类似于光明法术伤害 强度不低于四十级法师 不过金光还是头一回见 站在柳妍身旁的淡墨女生 轻声说道 宁远眉身为隐藏职业的魔法师 对不少法术都很了如指掌 柳妍点点头 很不错了 你没有发现她 完全不需要念咒吗 她身上的金光 可以随意驱使 应该是可攻可防 锋利的金光落在庄楚身上 下一刻 一层淡淡的黑杖瞬间出现在庄楚周身 锋芒金光落在上面 都没有震动一下 逐渐被腐蚀暗淡 然后消失 叶想眉头一挑 这副队果然没那么简单 竟然是魔舞双吸的仲凯 这层光幕可以吸收瓦解攻击 再加持防御 要是攻击不够 对方能轻易耗死任何一个敌人 毫不费力 任知道庄楚的实力 叶想不再留守 身上所有金光全部席卷而上 瞬间将庄楚全身笼罩 捏起法觉 内有霹雳 雷神隐鸣 轰动一声 所有金光陡然全部炸开 可以轻易抵御五十级以上的擂台结界 竟然开始剧烈晃动不已 台下所有人顿时忍不住惊讶起来 这个攻击 竟然接近五十级的法术强度 但所有人一点也不担心庄楚 等金光消散后 庄楚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依旧佇立在原地 只是身上那黑色光胀 变得暗淡不少 庄楚点点头 看着叶想说道 这就是你的法术伤害吗 还不错 三十级能做到这个程度 很出乎我的意料了 谢谢队长夸奖 叶想有些无奈 眼前这位副队的防御 是真变态啊 全力施展的金光神咒 竟然没破防 不过也是 毕竟两人等级悬殊相差太大 对方还是擅长防御的仲凯师 没破防也在意料之中 庄楚看着叶想继续说道 我看过你的资料 除了这金光 还十分擅长练体是吗 嗯 马马虎虎 叶想点点头 是是 好 叶想身上逐渐浮现出玄奥神秘的人先闻 抬起手 直接分别画出两张符露 一张神形符露落在腿上 一张千钧符露落在胳膊上 晋级三转后 脑海中可以画的符露 有多出不少 脚下用力一蹬 身子快速地冲到庄楚面前 覆盖金光的拳头 一拳直拳轰出 轰动 强大的力量爆发 那黑光屏障终于破碎 但下一刻 一个庞大的黑色巨盾 挡在叶想身前 咚的一声 强大的反振能力将他震退几步 庄楚通过这一拳 很快分析出了叶想的身体强度与力量 竟然接近四十级战士职业的身体素质 爆发力量更是达到四十五级 这小子现在才三十级 这强度真是全面超标 不过这个程度 想要进王牌斩杀队 还差了一些 庄楚看着叶想说道 试试你的雷法吧 听到这句话 众人也都来了兴趣 毕竟五十级不到 就能使用雷法的 还真是头回剑 这也是大家在意叶想的一点 叶想文言点点头 身上重新涌现金光 澎湃金光乍现 所有人忍不住闭目 金光歇许刺眼 金光被压制到极致的一瞬间 刺拉一声 绚烂的雷法出现在叶想双手上 雷法的魅力就在于狂暴 白雷乍现 紫袍翻飞 一双金毛在这一刻 转化成了白铜 雷法带来的压迫感 是直接性的 台下几人的神情 陡然变得认真起来 这家伙掌握的雷法 竟然是真的 而且这狂暴的威力 似乎并不比念咒施展出来的雷法弱 掌握雷法的叶想 完全可以看作五十级的法师 庄楚感受着叶想身上的雷法 微微点头 来吧 试试 好 叶想此时气势全开 手中的白雷在疯狂凝聚 刹那间 凝聚到极致的雷法迸发而出 掌心雷 哼 掌心雷直接在庄楚巨顿上 轰鸣炸开 这一瞬间 擂台上的结界也直接破碎 风源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这已经完全说明 叶想这一击雷法的威力 雷法爆发威力很猛 但身为六十级仲凯师的庄楚 却依旧助力得很稳 身上的黑凯仿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然而细心的柳炎却注意到庄楚站的位置 跟刚才相比 退后了一步 他眼眸忍不住泛起 闪过一丝意外 居然真的撼动了庄楚 要知道 哪怕是风源 面对全力防守的庄楚 也不一定能撼动一步 银子叶看不见擂台上的情况 却能感知到一清二楚 他轻声说道 副队使用了不动冥王 要不然还要退后几步 靠 真的假的 这小子这么猛 风源是真的惊呆了 凌军沉默片刻后 也忍不住说道 这小子是真变态 不动冥王是庄楚无转的防御技能 直接削弱50%的攻击 并且增强自身50%的防御 银子叶解释道 是在退后一步才使用的 不是在攻击前 哦 你差点把我吓死 我还以为这小子能打破楚歌的不动冥王 风源顿时松了口气 何寥寥忍不住拍起手 我的小学弟真的好猛啊 怎么了 你要来一次姐弟恋吗 莫修不由问道 何寥寥忍不住想了一下后 顿时害羞地捂住脸 打美打美 莫修不由一头黑线 擂台上结界重新恢复 庄楚看着叶响点点头 不错 这样的雷法 你能使用几次 十次左右 叶响直白说道 以前顶多三次 现在子弹突破一转后 施展十次掌心雷问题不大 威力也提升了许多 但眼前的庄楚 给他一种比兵魔王还要难以撼动的感觉 哪怕是雷法 都打不破对方的防御 太强大了 庄楚点点头 你已经有进入斩杀队的资格 接下来认真一点吧 就当在战场上 不用这么重规重矩 想尽一切办法杀死我 叶响一愣 一定要这样吗 庄楚目光深沉 直视着叶响的眼睛 所以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接下来 我也要认真了 每一个入队的成员 我都要知道他的极限 这是对队伍的负责 话音一落 他手中出现一把沉重的玄铁巨剑 庄楚却轻而易举地举起来 笔直指着叶响 这里是现实 可不是泄偶 也不是虚境界 认真点 如果你不想躺在医院待上好几天的话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不由将目光看向风源 草 你们看我干嘛 风源顿时一脸害臊 这特么都过去多久了 还提这事 一年前 他刚加入斩杀队的时候 因为太嚣张 目中无人 在测试战里的时候 被庄楚狠狠揍了一顿 事后直接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一个小插曲过后 叶响点点头 彻底认真起来 身上雷法再次浮现 身形陡然化作一道雷光 消失在原地 何聊聊忍不住瞪大眼睛 好快啊 众人不由点点头 这雷法到底怎么用的 这个速度 的确可怕 要知道叶响的等级 才三十级 根本无法忽视这个等级 哄 一瞬间 叶响已经来到庄楚身后 闪烁着雷法的拳头 配合太极拳 狠狠垂下 以腰为轴 利语一相随 光咚一声 一个巨响陡然响起 庄楚此时才刚转过身 叶响已经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又是一道雷拳落下 那紫袍混合白光乍现的身影 已经让王牌斩杀队的几人 深深震撼 竟然能压着庄楚揍 这小子 怕是要逆天啊 我感觉副队 要用那一招了 这小子速度着实恐怖 眼睛都快跟不上了 风源摸着下巴说道 果不其然 话音一落 庄楚眉心陡然浮现一个类似于重符文 刹那间 他气势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连带着周围数米的空间 都变得扭曲起来 擂台就这么大点 叶响直接被覆盖其中 顿时感受到 远比四倍重力 还要可怕的重力落在身上 身形陡然闪烁出来 在这可怕的重力领域下 哪怕是雷法附身 也无法驱使加速 几人静静地看着台上 看看叶响会这么多 尤其是何寥寥 手心都拽紧了 他的风法 在副队的重力领域下 完全被跃成普通人了 叶响看着庄楚眉心印记 一下子明白过来 对方是使用了类似于道义心境 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真谨 果真可怕 庄楚踢出重剑 一步步朝叶响靠近 三十技能逼出我的真谛技能 很不错了 你现在可以随时认 他突然停下脚步 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叶响 因为在对方身上 也猛然浮现出 全然不同的可怕气势 叶响眉心也散发出一个印记 双眸陡然变得淡漠起来 整个人充满了神性 他高傲 冷酷 强大 毫无感情 认输吗 副队 还早了点 叶响轻声说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哼 叶响陡然展露出强大的气势 直接将庄楚的重力领域碾压开来 他重新挺直 被重力压弯的解样 紫袍翻飞的一瞬间 身上再次爆发出 更为绚烂的雷法 这一刻 所有王牌斩杀队成员 都明白了 为什么天王罗锦会直接破例 让一个三十级的小家伙加入进来 这家伙 竟然也领悟了真谛 三十级掌握真谛 并且他所领悟的真谛技能 甚至强大到 可以强行将庄楚的重力领域冲开 这小子是开挂了吧 风源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几人文言都不由点点头 这小子太妖念了 在道义心静的加持下 叶想不仅冲开了重力领域 道法的威力更是加倍 身上涌现的雷法更加恐怖起来 无情的白眸下 静静注视着庄楚 说真的 庄楚自己也从未想到 会从一个三十级的小道士身上 感受到压迫感 更不要说台下的众人了 都看呆了好吗 风源语气沉重地说道 以后小弟让我接三十级以上的单子 我不接了 邻军翻了个白眼 你那个破组织还没解散呢 此时 叶想抬起手 十二幅露瞬间浮现在身前 眨眼间化作十二柄长剑 雷法复在剑身的一瞬间 休得一下 全部朝庄楚飞去 好帅啊 合了了 忍不住惊呼一声 控制十二柄雷剑的技能 的确让眼前一亮 宛如以前传说中的玉剑一般 然而庄楚却没有丝毫犹豫 踢着巨盾 直接朝夜响冲锋过来 手持玄铁巨剑 轻而易举 就将几柄雷剑斩碎 但还是有几柄雷剑落在庄楚身上 爆发出强大的雷电效用 然而在那仲凯下 仿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何寥寥吐了吐舌头 副队也很变态 这魔抗太高了 夜响等级太低 雷法还是破不了防御 众人点点头 其实这没什么丢人的 因为他们也都破不了 除非用命来拼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眼见庄楚就要撞到夜响时 他再次化作一道雷霆白光 消失在原地 轻而易举地躲开庄楚冲锋 但下一刻 庄楚头也不回 直接甩出巨剑 竟然预判到夜响躲避的位置 恐怖的飓风迎面切来 夜响是真的感受到死亡威胁 紧急停止身子 身形显露出来的一瞬间 庄楚一把抓住夜响的胳膊 小道士 速度很快 说着 就要按住夜响 压制在地上 哪知道下一刻 夜响身上陡然爆发出 湛蓝色的火焰 三昧真火 在触碰到三昧真火的一瞬间 庄楚猛然缩手 仅仅只是触碰到一瞬间 庄楚就感觉到手臂的灼烧痛楚 但明明表面上没有任何伤势 却直接伤到了他的神魂 台下的影子夜 也忍不住轻易一声 这个火焰 好像可以伤到庄楚 真的假的 风原脸色顿时一变 能伤到庄楚 这小子 又施展出什么诡异技能出来 呼 夜响身上的三昧真火迅速爆发 站起身的一瞬间 一头由三昧真火组成的 湛蓝色长龙 呼啸朝庄楚冲出 道心加持下 三昧真火的威力也强大了一倍 夜响并没有忘记提醒 轻声说道 三昧真火 砖烧世间万物神魂 副队 小心了 庄楚眼眸微微一缩 果真是攻击神魂的技能 靠 这不就是真伤吗 风原瞪大眼睛 这小道士的技能是全面发展的吗 肉身强大 掌握雷法 还拥有可攻可防的金光 现在还有烧神魂的火焰技能 则则 这年头的新人都这么变态 林军也忍不住皱起眉头 目光落在浑身散发蓝色火焰的夜响身上 那头长长火龙 呼啸而至 不过众人并不担心庄楚 无死角防御 那是因为 庄楚也掌握神魂方面的防御技能 只见他将巨盾重重放在身前 身上浮现浓郁的黑光 这一刻 他宛如黑暗时代的审判骑士 审判中焰 可怕的黑暗宛如潮水 覆盖整个擂台 仲凯师 六转的强大技能 庄楚明明身处于黑暗 却如光明助力前方 三昧真火组成的火龙冲进黑暗 开始飞快燃烧起来 但燃烧的黑暗很快就被填补 片刻间 三昧真龙逐渐消失淹没 不是三昧真火不行 而是等级差距 宛如天遮一般 倘若是同等级下 夜响觉得自己的三昧真火 还有机会能突破这黑暗中焰 覆盖这一招终于来了 看看这小子能不能挺得过去 风源突然黑黑一笑 审判中焰 可不是一般的神魂防御技能 对于敌人来说 也是一种非常恐怖的折磨 下一刻 夜响陷入绝对黑暗的环境中 感受不到任何存在 也看不清任何东西 感知的一切全部都是黑暗中 整个人仿佛丧失一切感知 莫修 当初就你跟正式坚持的时间最久 你觉得这小子能坚持多久 风源看向莫修问道 莫修静静地 看着擂台上被黑暗包裹的一切 思索片刻后 分析道 他领悟了职业真谛 应该能坚持久一下 反正至少比你十分钟 就陷入狂暴状态的比较好 风源撇撇嘴 当初我好歹也是四十多级 这小子才三十级 那种感知 估计会被屏蔽得更加彻底 我觉得他顶多五分钟 何寥寥微微叹气 转头看向银发女生 银姐姐 能看到叶响的状态吗 银子叶摇摇头 暂时还看不到 副队的审判 中年又强了许多 他戴着面纱遮住眼睛 却能比常人看到的东西 更多也更清楚 柳妍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双手抱着臂膀 静静地看着擂台上这一幕 说道 多久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小弟弟至少比风源的十分钟要长 风源发了个白眼 我职业就是狂战士 越发疯越强 你们懂个屁 一个个就知道说我 时间一点点流逝 擂台上的黑暗虽然没有消失 但肉眼可见的 可以看到 黑暗变得暗淡一些 审判中烟里 时间是被模糊的 在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一种无法感知的时间观念 当初风源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 其实出来 才过去九分钟 然而 对于众人来说 宛如噩梦的审判中烟 叶祥尝试了一下 无法走出去后 就干脆坐在地上打坐恢复 结果发现 这黑暗还屏蔽了灵力 无法恢复 没辙 只好盘坐在地上 闭上眼睛 翻看脑海中的三千道藏经书 自从转值天师后 叶祥已经许久没有看到书了 还别说 这次重新看起来 发现多了不少感悟 时间一点点流逝 十分钟很快结束 又来到了半小时 风源沉默许久后 突然说道 吃烧烤吧 就当迎接这小子了 赞同 何寥寥眼睛顿时一亮 我去拿啤酒 莫修说道 很快 台下几人已经开始烤起烧烤 喝起啤酒 已经做好迎接新成员的加入 一个小时过去 几人都吃饱了 擂台上的漆黑屏障 还没有结束 英姐姐 现在能看到了吧 里面啥情况 何寥寥忍不住问道 颖子叶文言不由一笑 他好像在睡觉 哈 风源顿时满脸呆滞 在那种黑暗侵蚀下 能睡着觉 柳言笑了笑 看来我们这小弟弟是真不简单 众人文言点点头 能被天王罗锦看中破例三十级 就加入王牌斩杀队 其实一开始 大家还是有些意见的 毕竟大家是战士 而不是保姆 让一个三十级的人进来 一起执行任务 那不是帮手 而是累赘 即便是预备成员 那也要必须做到 对队伍有帮助才行 王牌斩杀队 执行的是斩首任务 稍有不慎 就会全军覆没 但现在看到叶响的表现 虽然等级还低 但毋庸置疑 他有加入王牌斩杀队的资格 这时 擂台上的审判 终烟消失不见 两人的身影重新出现 庄楚身上的仲凯 与巨剑巨盾都消失不见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响 从来没见过 能在他审判中烟里 能安心睡觉的 毕竟只是考验 他能坚持多久 所以没有动手 但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这小子 似乎真的在睡觉 叶响第一时间 也感受到感知恢复 不由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四周 随后一边起身 一边伸了个懒腰 好像真是睡了一觉 刚醒来的感觉 众人一阵无语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 在睡觉 庄楚不由问道 哪怕是天王罗锦 在他的审判中烟范围内 都会被影响心态 可眼前这个三十级小道士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众人一愣 哪来的书 等等 在审判中烟里 连睡觉都做不到 怎么可能静下心来看书 你不受黑暗侵蚀的影响吗 屏蔽无感的折磨 不是一般人能够折磨的 什么也看不见 听不见 感受不到 摸不着 风源忍不住问道 嗯 我知道 但没事 我看的是脑子里的书 感知不到 就感知不到呗 叶响指了指自己脑袋 解释道 众人不由瞪大眼睛 还能这么晚 庄楚不由一笑 也算这小子过关了吧 他伸出手 看着他说道 叶响 欢迎你加入王牌斩杀队 叶响郑重地点点头 嗯 那个火叫什么 很特殊 头一回看见 砖烧神魂的火焰 等叶响和庄楚走下擂台后 邻君不由好奇问道 叶响还没说 影子夜已经抬头说道 道门的神火 唯有三昧真火是烧神魂 是三昧真火吗 叶响闻言 不由诧异地看向那银发 带着念杀的漂亮女生 要知道道门传承断绝那么多年 竟然还有人知道三昧真火 影子夜似乎知道叶响在看他 转过身来解释道 我家里有一位长辈职业也是道士 在他屋子里 有几本破损的道书 上面有记载过三昧真火 砖烧神魂 叶响点点头 嗯 是三昧真火 你那位长辈还在吗 已经去世了 影子夜微微摇头 我是整理遗物的时候 看到那些书的 叶响微微沉默下来 他突然有一种冲动 就是想将脑子里的三千道藏抄下来 如果其他倒是职业 能看到完整的道藏传承 就算没有天师系统 也能从上面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吧 但自己光看都看了三年 抄下来得合年合月 好了 吃烧烤吧 庄楚看着夜想说道 夜想回过神来 点点头 然而 当目光落在一片狼藉的烧烤架时 几人不由尴尬了笑了笑 好像一不小心 吃得太多 本来给夜想准备的烧烤聚会 他们都给吃光了 风云立马起身说道 副队 我去修炼了 莫修也平静起身 我还有图纸要画 何了了抱住柳妍的胳膊 刘姐 先前你不是说要教我化妆吗 现在就教我吧 邻居摸了摸鼻子 我去收衣服 很快 几人全部各种借口跑掉了 只剩下银子叶一人 我没吃 我不喜欢吃辣 银子叶轻声说道 庄楚一脸无奈 真是服了这些家伙了 明明是准备给夜想凑一顿的 没事 我在外面随便吃点就行 夜想摇头道 那行 子叶要一起吗 庄楚看向银子叶 三人走出基地 回到咖啡馆后 前台小姐姐看了一眼他们 微微点头 夜想没有多问 咖啡馆作为斩杀队基地的掩饰 那么这里的服务员 应该都是军方的人 三人来到一家中餐厅后 庄楚看着夜想说道 你的综合实力 是完全达到斩杀队预备成员的标准 所以接下来斩杀队的行动 会将你考虑进去 但你自己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真正的上战场 会有危险的 目前的话 将你定义为法师位置 关键时刻也可以使用雷法附身支援一下 怎么样 行 夜想点点头 他没有半点骄傲 能进入王牌斩杀队 的确出乎意料 庄楚虽然是副队 但从他的实力 就可以看出其他几位成员的实力 自己能做的 就是尽量不拖后腿就行 一顿饭很快吃完后 庄楚看着影子叶说道 你是打算给夜想占补一下 影子叶面朝夜想 点点头 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你会介意吗 庄楚看着夜想解释道 影子叶的职业是57级占补师 斩杀队好几次死里逃生 都是因为他的占补能力 你可以相信一下 占补哪方面 夜想有些好奇问道 他身为道士 从道藏上也学到一些算卦的小技巧 不过目前还不太熟练 占补是朦胧且相连的 谁也不知道谜底的答案和真正含义 影子叶轻声说道 必然知晓的命运 从来就是不存在 听不懂 夜想很直接说道 庄楚不由点点头 他也一直听不懂 影子叶微微一笑 他拿出去一叠卡牌 上下分别摆放六张 银发面纱下 一种神秘朦胧的气质 陡然从影子叶身上展现出来 你可以随便选一张 夜想看着桌面上的十二张奇怪卡牌 想了想后 突然捏起小六人 影子叶浅浅一笑 我算的不是你 其实算的是我自己 你掐绝并不影响命运 只是以你为媒介 看对周围人的命运有何影响 夜想终于听明白了一些 抱歉 习惯了 既然如此 那他挑选了第一张卡牌 其实无论是他还是影子叶 对于占卜这种事情 在落牌的一瞬间 就知道自己希望该怎么走 所以 第一张无论是什么牌 都是念着好的牌 影子叶点点头 他也伸出手 将最后一张卡牌拿出来 放在自己面前 他轻声念叨 塔罗星象是往众生下 下一刻 一道庞大神秘的六芒星阵 围绕着两人迅速扩散开来 两人手中的塔罗牌 幻化无数星点散开 刹那间 夜想仿佛来到星空之中 周围繁星无数 影子叶此时缓缓抬起头 他脸上的纱布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 露出宛如星辰金沙的一双眼眸 无法形容这双眼睛 的确很美 但也让人心深畏惧 仿佛这不是人可以拥有的眼睛 他手中的塔罗牌星点 越举越多 在他身后 缓缓出现一个女祭司的身影 而在夜想身后 却模糊不定 仿佛所有星象在他身上被屏蔽 影子叶不由一愣 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按理来说的 自己等级超过夜想二十多级 怎么会出现占卜失败的情况 夜想此时转过头去 朦胧星象中 他却仿佛看到了些许东西 似有明雾 看着影子叶问道 这里的星空 是真实的吗 影子叶摇摇头 可以说是真实的 也是假的 这是我根据人族百年前 遗留下来的星谱对应 显象出来的 你领悟了真谛 应该知道已经天变 原来是这样 夜想点点头 那麻烦银学姐 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 我有个更好类似于占卜的方式 什么 影子叶有些疑惑 内景 夜想双眸陡然散发出金光 果不其然 他现在借助影子叶的占卜能力 果真是在精神世界中 那么按照道藏所说 只要阴阳五行定位 就可以进入内景 他盘坐在地上 利用着百年前的星象定位 果不其然 还真的可以 百年时间 星象变化 其实并不大 澎湃金光陡然在他身上展现 双手飞快捏起法绝 一道阴阳八卦五行 围绕着他缓缓浮现 虽然自己掌握的奇门还很粗略 但勉强可以进入内景 不过是因为 在影子叶的精神世界中 需要让他跟自己 一起进入内景才行 影学姐 手给我 夜想抬起头说道 影子叶看着身后女祭司的星象 微微点头 好 他伸出手交给夜想 下一刻 周围星象开始运转 不再像先前那般死板 而这才是真正的 百年前的天象 夜想也终于感受到了 百年前 盗门利用天象算无一策的那种感觉 真是有些让人迷恋 仿佛在内景这个世界 他无所不能 影子叶忍不住好奇地看着四周 感觉什么都没变 却什么都变了 这里是哪里 他看着夜想问道 这里就是我的内景世界 只要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心里想出来 然后在内景打破 就可以知道答案 夜想说道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中 夜想与影子叶 两人气势攀附到顶峰 一人浑身金光 一人散发着朦胧星光 看起来毫无相关 但仔细感受 就会发现两人的契机在相互交融 精神波动完全重合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庄楚不由微微皱眉 影子叶以前占卜 也没弄出这么大动静 这两人什么情况 占卜都能占卜 出事不成 影子叶听到夜想的话 有些不敢相信 什么都能知道吗 夜想点点头 嗯 道书上是这么说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就是 不要被打不破的问题所吸引 否则一辈子都会沉浸在内景之中 无法出去了 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越大 那么所造成的问题 就会关系越大 我明白的 类似于占卜的代价 影子叶微微点头 这就是道门的占卜方式吗 影子叶看向四周 冷却却知道未来答案 这对于占卜来说 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 他缓缓闭上眼睛 在心里缓缓问出一个问题 下一刻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 一人多高的圆球 由于这里是夜想的内景 他一下子明白 影子叶的问题 那就是他加入斩杀队后 对众人的影响 还真不小 夜想摸了摸下巴 打破他 就能知道答案了吗 影子叶看着他问道 嗯 是的 影子叶明白过来 缓缓抬起手 朦胧星光 迅速涌进蓝色光球中 夜想也没有闲着 抬起手双手 无数金光一同映入光球 现实世界里 随着两人发力 强大的气势 陡然将整个房间 吹得乱七八糟 庄楚有些福额 走进来的老板看到这幕 顿时不由瞪大眼睛 先生 庄楚起身 拿出证件说道 抱歉老板 这里的损失待会儿 我会赔付的 你带着人不要靠近这里 他的声音虽然很平淡 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看到证件后 老板一下子明白过来 好的 庄楚揉了揉脑袋 疑惑地看着这两人 这到底在折腾什么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无论是夜想和影子叶 都可以看出 两人的消耗很大 额头全是汗水密布 庄楚不是容易乱想的人 但这 着实让人有些忍不住 想要乱想一下 那也不对 影子叶比夜想大了整整八岁 这少年都还没成年 内景世界中 在两人努力下 眼前蓝色光球 终于有了一丝 战破的迹象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蓝色光球 陡然密密麻麻 涌现裂纹 下一刻 砰的一声 光球炸开 里面出现两个蓝色光点 分别飞入夜想 与影子叶的脑海中 一下子就看到了 夜想加入斩杀队后 未来的景象 眨眼间 数十个场景 让影子叶忍不住有些震惊 画面中 夜想成长得很快 基本上每一个画面过去 他的等级都有发生变化 一开始 夜想是在大家最危险的时候 及时出现帮助 到最后 斩杀队竟然变成 以夜想为主力 配合他行动 最后的画面中 是夜想一袭紫袍 浑身金光 注立在童眼异族的领域中 此时的他 远比现在成熟许多 虽然依旧年轻 但身上的气质 与现在相比 完全是天壤之别 而他面前 赫然是一位童眼王座 但他那双铃人恐惧的一对眼睛 竟然活生生被夜想扣下来 这最后的一幕场景 让影子叶都不敢相信 这就是夜想的未来吗 看这场景 似乎在独自与童眼王座战斗 可其他人呢 夜想也很是好奇地 看着自己的未来 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仿佛像是在看故事一般 尤其是最后一幕 他也忍不住有些诧异 自己能跟王座打架 还扣下眼睛 嘖嘖 下一刻 两人同时睁开眼睛 夜想笑道 哪怕是内景 未来的事情 也会有几率发生改变的 不用太当真 正如你所说的 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影子叶还有些陷入震惊中 下意识点头 嗯 夜想看着内景的一切 最终还是冷静下来 他知道 自己问出的那个问题 目前为止是不可能打破的 夜想抬起手 捏起法掘 熟悉的阴阳八卦五行奇门展开 包裹两人的一瞬间 消失不见 进入内景 对于盗门术师来说 只是一个很基础的技能 夜想早就想尝试了 但因为天变的原因 一直无法准确定位 八卦五行的方位 就没办法进入内景 除非自己学会奇门遁甲 算出天变后 真正的八卦五行位置 这样才能随意进入内景 两人再次睁开眼睛 意识已经回到了本体上 庄楚看着两人终于醒过来 不由松口气 你们两个我真是服了 占不到什么了 动静梦这么大 影子叶不由看向夜想 内景看到的东西 可以说吗 我们只是 看到未来最有可能发现的一面 而不是所要想要知道的问题答案 未来的事情 其实会受到现在的因素 而影响改变 说不说 其实都不是准确的 叶祥解释道 庄楚一脸疑惑 你们这 到底谁给谁沾博 影子叶微微一笑 他的眼眸被纱布重新遮住 面向庄楚说道 副队 我看的场景是 叶祥加入斩杀队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坏处 庄楚点点头 他完全不怀疑影子叶 那就行 他看向叶祥 继续说道 好了 明天修炼结束后 有空来咖啡馆一趟 我把你的证件 放在前台那里 以后你可以随时过来 毕竟你还在上学 除了有行动任务 其余不会干扰你的 嗯 知道了 叶祥点点头 看着满桌子一片狼藉 庄楚有些无奈 早知道先吃过 再让两人占卜了 对了叶祥 半个月后 战神会举办笑柄 你报名了 吗 在离开的时候 庄楚突然问道 叶祥一愣 随即摇摇头 楚对 我现在才大一 每年大比不都是大四 或者大三的学生吗 庄楚笑了笑 那提前给你一个任务 影子叶文言 嘴角不由铭起一笑 似乎猜到了什么任务 果不其然 庄楚说道 去拿下今年的大比冠军 有压力吗 叶祥一脸无奈 能拒绝吗 有战功 多少 庄楚说道 第一的话 两万战功 第二五千战功 第三名没有奖励 我们斩杀队的成员 都参加过高效大比 名次都是数一数二的 一万战功虽然不多 但叶祥知道 自己需要配合丹药 才能加快人仙区修炼速度 这两万战功 差不多可以再练至十分练体丹药了 行 叶祥点头答应下来 大四阶段普遍是四十级左右 但自己还有半个月时间 配合丹药 人仙区突破到第三层 问题不算大 身体素质完全可以达到 四五十级战斗职业的程度 不过我们参加高效大比的时候 最少都是大三阶段 你也不要有太大压力 庄楚笑着说道 看着叶祥离开的背影 庄楚不由摸了摸下巴 转头看向银子叶问道 这个任务难度不算大吧 这小子的实力 完全超过四十级的 银子叶微微一笑 是他的话 没有问题的 哦 这么肯定 你俩到底占卜了什么 庄楚实在有些好奇 我看到 未来的他 把童眼王座的眼睛 扣下来了 银子叶轻声说道 而且我想的期限 是他大学四年内的时间 一向稳重的庄楚 听到这个占卜结果 也不由瞪大眼睛 擅长诅咒的童眼王座 会昏得这么惨 叶想回到高校后 直接走进重力室 开始冥想烙印 修炼人先驱 从辅助智能 拿出一颗洗水丹后 直接一口吃了下去 丹药入口即化 化作一团清凉药力 席卷全身经络穴位 刹那间 身体还有一丝酥麻的舒服感 可很快 全身经络穴位开始传来刺痛 并且迅速增强 叶想顿时咬紧牙根 差点忍不住痛的叫出声来 不过随着药力刺激经络穴位 他能感觉到 人先驱竟然开始自行烙印起来 身上逐渐浮现出人先纹 那些烙印的位置 与洗水丹刺激的穴位经脉 几乎都有重复的位置 叶想强忍着痛苦 浑身清净暴露 他知道 这才刚刚开始 人先驱想要进步得更快 不吃点苦头 怎么可能 按下防护服的重力倍数 老规矩 直接上四倍 很快 身体里外都在承受压力 他还没有开始主动冥想烙印 在重力与洗水丹的配合下 人先纹烙印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平时修炼的速度 叶想嘴角不由撇开笑容 这苦也不算白痴 他随后又拿出凝冰伞 放在手心中 凌力触发后 凝冰伞宛如冰块一般 散发出肉眼可见的蓝色冰气 一点点席卷全身 叶想顿时深吸一口气 差点没顶住 身上重力压迫 皮肤表面浑身冰冷 身体又被洗水丹 刺激经络穴位 很是刺痛与灼热 整个人就像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但效果是显著的 人先闻烙印的速度再次加快 叶想知道 丹药的效果是有时间限制的 只有三个小时左右 他立马盘坐在地上 闭目 屏蔽杂念 感受着身体一切细微变化后 开始冥想烙印人先闻 第九遍的人先闻 是第八遍的一倍难度 烙印的要更深 仿佛要刺穿魂魄一般 身上的人先闻精致又悬傲 但这次烙印速度 却像是在烙印第五遍人先闻的时候一样 速度很快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三个小时眨眼过去 丹药的效果结束 叶想也睁开眼睛 已经是汗流加倍 体力几乎被榨干 他将重力调节正常后 缓缓站起身 就这么三个小时时间 完全赶上了平时修炼三天的效果 人先闻第九遍 直接进展了十分之一 唯一可惜的是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丹药 《道经》上有记载 过度使用丹药会让根基不稳 甚至有可能会损伤经络穴位 一天一次刚合适 不过这样的速度也很快了 照这样下去 十天时间 足够自己突破到人先驱第三层 起身走出重力室 和基地一个标配 脱下防护服后 冲洗了一下 便走出大门 想起庄厨给自己布置的任务 叶想无奈叹气 但还是打开班级群 找到徐萌萌的头像后 确定联系 很快 徐萌萌接了起来 屏幕出现他的样子 饶有兴趣地看着叶想说道 怎么了大忙人 我要报名今年的高校大比 叶想直接说道 徐萌萌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 什么 高校大比拿有大一参加的 都是大四阶段去的 基本都是四十级以上的才行 徐萌萌解释道 斩杀队给我的任务 我也想拒绝 叶想有些头疼的 徐萌萌顿时一脸震惊 等等 你加入了斩杀队 也对 你的军衔已经是特级军官了 可以魄力加入王牌精英部队 但斩杀队 徐萌萌缓缓了好一会儿后 才反应过来 真有你的 行吧 我帮你申请看看 嗯 麻烦老师了 叶想感谢道 徐萌萌发了个白眼 还是忍不住有些好奇问道 你真的有把握吗 斩杀队怎么会给你布置这么一个任务 高校大比可是实战 很容易受伤的 叶想摊开手 副队说 斩杀队每一个成员 都是曾经拿下数一数二名次的 让我也顺便拿一个下来 徐萌萌摇摇摇头 你们斩杀队真变态 任务也变态 那你好好加油 我这边可以帮你申报 但肯定不会因为你是特级军官 就帮你确定名额 盛庆这边十个名额 本来已经确定好人选了的 现在帮你申报上去 就需要重新放弃一个人选 会有人不服的 叶想听明白了 点点头 行 我知道的 那个被我顶替的人 我会奏到他服为止 徐萌萌 经历过军训的少年 现在说话语气都变得这么直接了吗 挂掉通讯后 徐萌萌直接将叶想申请参与高校 大比的申报上去 并且将叶想是受到斩杀队的任务要求说清楚 校董会 十几位董事和资深教师 正在为接下来的高校大比开会 毕竟盛庆已经连续五年排名第三了 再不拿出点成绩 可就真被人认为是万年老三 程千华突然收到徐萌萌发来的消息 看到申请资料后 思索片刻后 将消息直接放大 看到这条申请 你们有意见吗 董事会十几人看到这条消息后 有几人立即皱起眉头 这不是胡闹吗 怎么想的 让一个三十级的道士新生参与高校大比 一个老董事摇头无奈说道 哪怕叶响在军训中展露头角与实力 但那只是一个大义军训 高校大比 可是顶级高校之间的战斗 叶响的职业终究只是的道士 程千华静静地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个董事 嘴角泛起笑意 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任务的确有点胡闹了 这个决定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今年又会垫底 另外一个老董事也不由点头说道 毕竟是道士职业 然而其余七八个资深教师没有说话 他们都是参与了之前骨骸王座袭击事件 要是还觉得道士弱 那他们就可以拿块豆腐撞死了 三剑斩杀一尊王座 这种战绩 哪怕是天王也做不到吧 毫无疑问 程校长决定将信息给他们看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了答案 现在故意这么问 多半是要洗牌了 想到这里 几人目光落在先前说话的三位老董事身上 身为华夏顶级高校 这些人的想法 或许已经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了 他们曾经是老师 但现在却更像是一位商人 果不其然 几个老董事看向程千华刚要说话 打算拒绝这个申请时 程千华直接说道 我相信几位的能力和眼光 但其实我也在想 几位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了 有些话我不想摆在明面上说 但不能老是这样下去 就光这几年的高校全国大笔名单上 每次上面最少有四五人 与各位都有点关系吧 那三个老董事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程校长 我们推荐的人 实力是绝对足够的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好了 是吗 程千华嘴角不由一笑 直接抬手点开 识人名单的其中一个学生 蒋水才 二十岁 职业水系法师 四十一级 蒋老 这孩子 你别跟我说你不认识吧 在盛庆里 他作为水系法师 可并不算是名列前茅 被点到名字的那个老人 顿时一拍桌子 程校长 统计一个人实力 可不是只看一个人的等级和职业 这孩子心性沉稳 与他职业很是契合 甚至有可能摸到职业真谛的边缘 那你先前不就是用等级和职业 否定了叶响吗 程千华直接反问道 那老董事愣了一下后 随即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程校长 三十级的倒是职业 需要我来否定吗 程千华无奈一笑 蒋老 林老 苏老 你们三位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是一点没注意前线吗 三位董事文言 不由互相对视一眼 眉头皱起 他们平时的确不过问学校的事情 就更不要说前线了 都到这个年纪 还关注这些干什么 看到这三位的模样 程千华脸色也一下子变得冷漠起来 你们早该退休了 程千华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当初你坐上校长这个位置 也是有我们的知识你才坐上的 蒋董事顿时站起身来 然而这一次 却没人附和他们 所有资深教师 全都默然地看着他们 身为华夏顶级高校 一直保留董事这个位置 会不会真是弊端呢 如果是以前 他们还在考虑 毕竟资金 资源 校规等等 都无法绕开董事 三座顶级高校 也只有审判高校与盛庆高校 百年来还保持董事制度 战神高校直系军方 压根就没有这个制度 或许 真的应该改变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 三位怒气冲冲的老董事 看着一直注视他们的程千华 一个女流之辈 却让他们有些害怕起来 作为同样水系法师 还是八转 程千华自然无比清楚 讲水才的实力 领悟职业真谛 再给他十年 都不一定有机会 从现在开始 盛庆不再需要董事制度 你们三个 就好好退休养老吧 程千华平静说道 意思很明显 他们三个被开除了 董事制度不再需要 三位老董事 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还想要说什么 两位资深教师已经走上前 看着三位董事说道 请吧 程千华 盛庆高校 早晚毁在你的手上 真以为没人智得了你吗 蒋老气得 用拐杖猛处的 程千华只是默然地 看着他们 没有说话 盛庆高校 高校是在百年前就存在的 当初与审判高校 就作为华夏顶级高校 一族亲事后 两座顶级高校 都根据觉醒转值的变化 迅速做出调整 但一些制度 基本还保留着百年前的时代 就比如这些老董事 一代又一代 根本不愿意放弃 手里的权力和资源 毫无疑问 已经严重阻碍了 盛庆高校的发展 要知道 战神高校 从建立之初到现在 仅仅只过去六十年 现如今 已经牢不可破地成为 底蕴最深厚的高校 尽管直系军方 但这崛起的速度 依旧快到不可思议 快到审判高校 与盛庆高校 都来不及反应 等三个董事离开后 程千华直接开始调整名单 十个人里面 直接踢出去四人 尤其是蒋水财 程千华一点犹豫都没有 很快 全新的名单出现 程千华也是毫不犹豫 将叶祥添加进去 各位对这个名单 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觉得 叶祥没必要这么着急 可以等明年再参加也行 一位女老师忍不住说道 叶祥的潜力很高 可以把这次机会 让给其他同学 程千华点点头 嗯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但叶祥是被 王牌斩杀队的任务要求 众人顿时无语下来 那这还说什么 什么叫背景 这才叫背景 王牌斩杀队 本身就是华夏最顶尖的精英 更不要说 后面还有天王罗井了 那几个老董事 要是针对叶祥搞事情 众多老师不由互相对视野 只能希望那几个老家伙 不会这么傻吧 嗯 我也支持 一天后 全国十三所高校 同时公布了各校十位参赛人选 毫无疑问 当盛庆这边的十人公布出来后 顿时宛如十级地震一般 震惊教学界 有史以来 出现第一位大义新生 就代表高校参加大比的 盛庆这是疯了吧 这么晚 不怕第三名也保不住吗 这个夜想 三十级的倒是职业 这是开什么玩笑啊 换我来 一拳十的好吧 盛庆这边 是不是名单弄错了呀 哪怕盛庆高校 大三大四年级的人 也很是不理解 纷纷在校园网留言刷屏 一个三十级倒是 能上全国高校大比 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啊 然而 只有参加过大义军训的新生 才知道 这个叫夜想的家伙 到底有多变态 不等学校方面回应 就在公布名单的半天后 王牌斩杀队成员 集体空降到盛庆校园网 大佬冒炮炸鱼 王牌斩杀队三等校卫留言 小弟弟 姐姐可是很期待你的表现呢 一定要好好用力啊 王牌斩杀队一等校卫封员 哈哈 干啪他们 王牌斩杀队二等校卫邻军 夜想 我看好你的 跟我当年一样 迷倒一群迷妹吧 王牌斩杀队一等校卫何聊聊 嘻嘻 当然还有我啦 我也要给小学弟加油呀 顿时 全网妈了 这一刻 是个傻子都明白了 这夜想 竟然是王牌斩杀队的预备成员 有人震惊 有人羡慕 但更多的 还是极度和不理解 他们不明白 一个三十级倒是职业的大义新生 有什么资格 可以加入王牌斩杀队预备成员 但王牌斩杀队的人 不屑于给他们解释 就更不要说 夜想这个修炼狂魔了 哪怕认识夜想的人 都几乎找不到他人 更不要说 不认识他的人 成天根本看不见他 各大校园网的风云残倦 这些东西 对于夜想来说 干扰不到半分 既然要拿下第一第二 那就去拿 想那么多干什么 夜想回到宿舍 就看到客厅里 一脸不可置信的三人看着他 冯淼泉一下子扑了上来 夜哥 我也想加入斩杀队预备成员 能帮忙吗 可以 打得过我就行 夜想很平静道 冯淼泉 夜哥真牛掰 王军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道 从来没有人在大一阶段 就加入王牌特种部队的 更别说还是斩杀队 陈万言也很是羡慕 他最想加入的也是斩杀队 夜哥 听说斩杀队的美女特别多 是真的很多吗 冯淼泉很是好奇问道 陈万言一脸鄙夷地看着他 肤浅 夜想 高校大比有把握吗 要知道 参赛的学生都是四十级以上的学生 不知道 再看吧 刚经历过非人的修炼折磨 此时的夜想很是疲惫 随意摆摆手后 走进宿舍 闭目冥想恢复经历 三人愣了一下后 不由互相对视一眼 他们突然意识到 这才开学一个多月 与夜想的差距 好像越来越大了 从一开始还能勉强并肩 好像没过多久 就只能看着他的背影 在前面独自前行 时间一天天过去 服法系一班所有同学也都知道 夜想将会代表盛庆高校 其中一个名额 参加高校大比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加入了斩杀队预备成员 这个资格 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 而且几个男生这些天 努力修炼的样子 也激励了不少女生 几乎都宅在冥想室里修行 此时战神高校 已经开始布置大比场地 在得知夜想加入斩杀队后 战神高校所有学生都无比亢奋 他们自然不会质疑 王牌斩杀队的选择 但正是因为如此 现在所有人的目标 已经逐渐从拿下第一名 变成了打败夜想了 王牌斩杀队的光环 是所有年轻人所向往加入的 那可是相当于国家认证 最出色顶尖的一批天才精英 没有人会去想讽刺斩杀队 他们所做的贡献 无数人都看在眼里 但对于一个三十级道士 职业能加入 说心里话 怎么可能服 王牌斩杀队的基地里 何寥寥躺在沙发上 一边刷着校园网 不由好奇问道 我们是不是做得太火了 感觉小学弟的压力很大 风元笑了笑 小意思 天将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林军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 你居然会闻言闻了 莫修坐在另一边 仿佛整天都在跟林枪图指打交道 但还是能轻易分心 听着众人的讨论 抬起头 调侃地看着风元说道 昨天这家伙偷懒没训练 被楚歌抓住 罚写了一晚上 孟子告子下 何寥了一愣 那不是古籍吗 莫修点点头 嗯 副队应该是 想要了解夜想的职业 这些天再查一些资料 希望高校大比那天 咱们没任务吧 说不定还能去看一下 小学弟的表现 何寥寥 很是期待的 哪知道话音一落 庄楚就从上面走下来 他一脸平静地看着众人说道 嗯 正好有任务 通知所有人集合 何寥寥捂住自己的嘴 杀队13人全部到场 庄楚平静地看着他们说道 上面下达指令 配合藤蛇 玄武部队 全面搜查荆州 我们的任务是 负责将50级以上一寿 一族清理干净 即刻行动 荆州 在20多年前 被一族攻陷 后来沦为一寿的天堂乐园 然而 此时听到这个命令 众人都不是傻子 一下子明白了 这道指令背后 代表着什么意思 风源满腔热血 爽快一笑 哈哈 也是 总不可能老让那些一人欺负我们 也该让我们反击了 庄楚看了他一眼 摇摇头 说出一句 让大家更为震惊的话 这次不是反击 而是收复荆州 从一族清世到现在 百年来 华夏人族在强大的实力悬殊下 终究是一步步退缩 版图少了 近乎一大半 庄楚继续说道 从今年开始 全国大半军团 已经入驻宁川 这一次 荆州只是第一步 随后是八郡 天府 一步步将西南所有疆域收回 众人 被上面的意图给震撼到了 如果真的能成 那即便是死 也无憾了 人族历史上 面对异族最大的反抗 就是巴蜀之地 几乎竭尽全国之力在反抗 甚至打掉大半国的军力与人口 但还是输了 那个时候的人族 虽然得到转职力量 但在异族面前 却依旧稚稚嫩 整个西南 陷入童演异族的领地 我们行动 不需要叫上小学弟吗 何了了 忍不住问道 庄楚沉默片刻后 嘴角不由泛起微笑 算是我们 给他一个见面礼吧 让他再享受一些大学时光 这少年才刚大一 要不然显得太残忍了 哈哈 也是 没有太多犹豫 王牌斩杀队 十三人集体出发 前往荆州 作为先前王牌部队 他们的职责 就是将战士们前进的阻碍 一个个如同钉子一样 全部拔掉 这一切 夜想并不知道 只是在第六天的时候 来基地逛了一圈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找到 有些疑惑 但也没多问 回到咖啡馆内坐下 也算是给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第二层第九遍的人 鲜文已经进展到一大半 不出意外的话 还有三天时间就可以突破 他们去执行任务了 前谈小姐姐 这时端过来一杯咖啡说道 夜想点点头 她大概也猜到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去做什么任务 前谈小姐姐笑着看着夜想 最近国内很多人都关注高校大比 尤其是你 网上关注很热闹 好好加油 嗯 谢谢 夜想稍微坐了一会儿后 将咖啡喝完后 转身回到盛庆 继续修炼 只不过今天已经结束重力式修炼 她回到寝室 戴上头盔 进入虚境界 直接选择五头四十级童眼一族 和五头脚鬼一族作为对手 开始战斗 在内景看到的未来景象 她发现大部分对手 都是童眼一族与脚鬼一族 尤其是最后一幕的童眼王座 她自然不会忘记 童眼一族要比正常人高几十公分 大部分都是两米左右 不算很高 四肢与人无异 脑袋三角头 五官很是猙獰 尤其是她胸口的位置 竟然长出一颗 比她脑袋还大的黄色童眼球 这就是童眼一族 看起来很是圣人 四十级的童眼一族 被称为皱眼王 顾名思义 他是十二一族中 最为擅长诅咒的一族 个人诅咒层出不穷 很是难缠 虽然看起来类似于人族法师 但对方的身体素质也并不弱 可以与同等级战士职业的身体素质 不相上下 单对单 如果不能将对方杀死 那么一层层诅咒落下来 死的就是自己 至于脚鬼一族 四十级以上的脚鬼一族 也会产生蜕变 头上的红脚拥有血鬼术 拥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所以被称为血鬼王 本身就力大无穷 还掌握特殊血术 等级越高的脚鬼一族 越发难对付 战斗一开始 叶祥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全力使用金光咒 果不其然 那一层层诅咒光环落在他身上 陡然消散开来 金光神咒 拥有完美的诅咒消除效果 万邪不清 战斗一触即发 手中瞬间画出十张符露 试令 傀儡咒 叶祥捏起法绝 话音一落 十张符露飞出去 分别落在这些异族身上 傀儡服算是属于人服中 等级比较高的符露了 随着法绝捏起 石头异族顿时僵住 但随着符露逐渐消散 他们的身体 在一点点恢复行动 但就这么点时间 叶祥身上的金光咒 疯狂压制成雷法 双眸变成白铜 双手凝聚出一团雷芒 轰然朝他们迸发 可怕的雷暴炸开 几头童眼一族 与脚鬼一族 直接被轰杀 化作数据消失 剩余几头一族恢复过来 朝着叶祥冲过来 但童眼一族的诅咒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聚集力量 先将剩下两头脚鬼解决掉 抬手几道锋利的金光气流 直接将那几头童眼一族斩杀 叶想大概明白自己 为什么能看到 将来会把童眼王座的眼睛扣下来了 这五头四十级童眼一族 对于他来说 简直比十六级的獠牙野猪还好杀 战斗结束后 叶想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尝试雷法的一些应用 目前他只掌握掌心雷 与通天路配合雷法施展的俘虏雷剑 这说明雷法是有共同性的 下一刻 他面前再次出现了一头四十级的兵魔一族 叶想看着面前的兵魔 手中重新出现绚烂雷法 目光闪烁白雷的那一刻 他蹲下身子 将掌心雷按在地上 雷法地附 刹那间 手中掌心雷打入地面 顿时宛如蜘蛛网一般 向前肆虐奔袭 兵魔根本来不及逃跑 就被地面上的雷点束缚全身 但因为遁地的原因 雷法消耗便弱了不少 不过作为束缚能力 还带有雷电伤害 还算不错 叶想身上被雷法附身 在人仙区强大的身体素质下 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瞬间来到兵魔面前 手中再次凝聚出掌心雷 施展太极 甩手锤掌 手掌绷在四十级兵魔胸膛上的一瞬间 哄 雷法直接轰出一个大口子 眼前这头兵魔 无力倒在地上 化作数据消失 随着子弹灵力加强 雷法的威力也在提升 但盗藏记载中 有关于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与三清神雷 那才是真正的雷法 自己琢磨出来的这点掌心雷方法 完全没必要自豪 主要是等级不够 没法使用 看着消失不见的兵魔异族 经历过真正战场的夜想之道 这虚境界模拟出来的异族 只是数据相似 打斗起来还是死板了许多 只能稍微熟悉一下 跟真正现实中的异族 还是有不少差距 再试试其他的 夜想展开双手 施展通天路 眨眼间 十二张俘虏浮现身前 法觉赤灵捏起 俘虏破碎 宛如瀑布的重水 向前汹涌奔流 夜想双眸再次泛起雷光 双手凝聚的雷法 与重水相结合 远处凭空刷新 石头四十级的血兽异族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重水与蕴含其中的雷法 瞬间冲断血兽的骨骼 雷法在浮现 将其蒸杀 石头血兽异族 根本没有挣扎的能力 重水重若千军 压在身上动弹不得 水中还隐藏着雷法 直接将其轰杀 化作数据消失 俘虏通五行 雷法也有万变相容 可以与人先驱 使用雷法附身 与通天路增强服录的威力 将来配合炼阵 使用雷阵估计更加凶猛 但不知道炼丹的时候 加持雷力 会不会将丹药炼得更纯粹 夜想脑海中 不由冒出这个想法来 但很快就摇头打断这个念头 自己那点战功 兑换的药材 根本不够自己霍霍 夜想眼睛突然一亮 又有一个想法 他缓缓抬起双手 直接右手缓缓凝聚起一团白雷 左手燃起一团湛蓝色的三昧真火 然后双手缓缓贴近 刹那间 白雷直接将三昧真火吞噬 那可以燃烧万物神魂的真火 仿佛先天上弱了一些 夜想微眯起眼睛 不对 杨雷与三昧真火 一个心肝脾肺肾涌现的气 武器合一 造就雷法 而真火 是古命的气涌现 同属先天一气 按理来说 不会有上下区分 想到这里 他看着手中被白雷吞噬 一致殆尽的三昧真火 似乎有了些许鸣雾 没有停下来 加大三昧真火 继续让杨雷吞噬 就在他感受到有些疲惫的时候 手中的杨雷陡然发生了改变 只见手中原本纯粹的杨雷中 在吃了不少三昧真火后 陡然化作一条雷火相容的白青色长龙 呼啸而起 气势磅礴 夜想也不由被这变化吓一条 三千道藏中 他忽然鸣雾 其中一篇道经 真气是一 神通是万 本体是一 妙用是万 真性是一 万法相容 三昧真火与杨雷相合 龙雷真火 夜想结束训练 直接退出虚境界 龙雷真火相当于雷法与三昧真火的结合 有不俗的威力 但相应地减少了雷法的暴虐 与三昧真火燃烧神魂的纯粹 不过作为远程攻击 算是不错的招式了 就在这时 徐萌萌导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来综合楼三楼这边一趟 夜想看到后 发了个收到 便起身走出宿舍 静止朝综合楼走去 路上不少女学生看到他后 都不由一脸好奇惊呼 夜想双手插兜 随便他们看 反正自己也不会掉块肉 从中校到现在 早就习惯了 很快 他走到综合楼 尽头的办公室门前 敲了敲门 推门进屋 就看到九个陌生的年轻少年 并肩站成一排 其中一个有些眼熟 是之前帮他入学找宿舍的学生会学长 另一边则是几位资深教师 和成千校长 夜想目光落在徐某某身上 他看着夜想浅浅一笑 指了指九个少年身旁的位置 微微点头 夜想的出现 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 顿时落在他身上 夜想也平静地看着他们 五个男生 四个女生 毫无疑问 全是法师类职业 也是整个盛庆当下最为出色的几位 然而就在这时 夜想感受到 其中一个人的敌意 他的感知早就远超普通人 目光很快落在其中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上 敌意正是从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 则夜想双手插着兜 走到凌峰身边 疑惑地看着这群老师 成千华点点头 人都到齐了 我简单说两句话 今年将是华夏国运的一个转折点 我相信 你们也能感觉到 不仅是北方战役 还是南海战线 我们人族这些年都没有输过 同样 今年也是我们盛庆的转折点 无论如何 今年 一定不能再拿第三名 众人认真地点点头 夜想微微叹气 特意来一趟 就因为这点事情吗 校长 要想要打败审判高校 或者战神高校 我觉得 很难啊 毕竟咱们有一个走后门的家伙 这时 先前那个对夜想有敌意的青年 开口说道 大四 四十三级 专精吐戏法师 时间 听到这句话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夜想身上 毕竟大家都是四十级以上 只有这家伙是三十级 但毕竟是斩杀队预备成员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走后门 才上了参赛名单 这家伙才大一 再厉害 能厉害到哪里去 越十级 还能打赢不成 时间转过头 看着夜想 我不知道 你是用什么办法 顶替了我朋友 蒋水财的名次 夜想 我觉得 你应该有自知之明 最好把参赛资格让出来 夜想无奈地打了个哈欠 修炼了一天 还在虚境界打了一场价 着实有点疲惫 所以他现在的样子 就很懒散 一点不在意 时间在说什么 哦 夜想回应道 他都不认识什么蒋水财 但毕竟参加高校 大比是副队的任务 有战功奖励 他当然不会拒绝 夜想看着时间懒洋洋地问道 是你不服 还是你朋友不服 时间嘲讽一笑 这是服不服的问题吗 你一个大一的人 参加什么高校大比 这么说 是你不服对吗 夜想揉了揉眉头 是我不服怎么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 时间毫不畏惧地 看着夜想回道 徐萌萌似乎看出 夜想状态不对 微微抬手 一个精神恢复技能落了下来 夜想顿时感受到 大脑一片清凉舒服 疲惫的精神 一下子缓和许多 他朝徐萌萌看去 笑道 谢了老师 稍微精神些后 他抬起头看向时间 然后转头看向程千华 校长 像一般这种事情怎么办 名单已经确认 是不会更改的 程千华轻声说道 然而另外一个资深教师补充道 不过目前大笔还没开始 名单发上去后 同校学生有意见的 是可以选择挑战 这样啊 夜想点点头 明白过来 他转头看向时间 直接说道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输了 我退赛 位置让给你那个 什么讲水牛朋友 你输了 去帮我应付挑战我的人 怎么样 徐萌萌顿时皱起眉头 刚要制止 时间就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 可以 那你可别后悔 夜想笑了 放心 不后悔 行 去实战教室 时间是生怕夜想反悔 也怕老师校长制止 直接转身 就朝外面走去 其他老师和学生都猛了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尽管猜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上来就干架 夜想跟在时间后面 很快就来到一间实战教室 整个教室都布置了 吸收伤害的结界 只要不超过五十级 都不会对教室造成破坏 夜想还是头一回 看到这种教室 实战课程 基本都是大二阶段开始 大一阶段 基本都是了解 各种异族的习性和特点 并且在老师指导下 挑选适合自己的专精方向 众人来到实战教室后 时间看着一脸 懒散模样的夜想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子 想丢人 也没必要找这么个方式丢人 他自然知道 夜想军训上的出色表现 但那说到底 也只不过是大一的军训 对于他们大四来说 再厉害不也是小儿科 开始吧 程千华看着两人说道 他很清楚 加入斩杀队预备成员的资格 可不单单只是看潜力 有潜力的天才多了去了 可斩杀队只有十几个人 原因就是 不仅需要天赋 还需要一定的实力 对整个队伍来说 是有帮助的 斩杀队的任务是斩首 这种任务 根本不需要后天 才能成长起来的累赘 帮上斩杀队 三十级就能被斩杀队认可 这孩子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实力 随着校长话音一落 时间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念起咒语 周围土元素 迅速在他身前凝聚 眨眼间凝聚数十根时间 朝夜想飞过去 很常见的土系魔法 威力不是很强 但主要是施法速度快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夜想就站在原地 根本没打算躲开 几位资深教师 不由皱起眉头 这攻击全部落在身上 也是十分危险的 竟然不打算躲 其余几个学生 也有些不理解地 看着夜想 哪知道下一刻 夜想身上浮现出 奇异的纹络 只是简单的几个抬手 数到十次直接破碎 其他部位的十次 撞在他身上 就像是鸡蛋 撞在石头身上 直接粉碎 修炼到至今的人先驱 可不比四世纪的 战斗职业差 这点伤害 脑痒痒 时间看到 夜想这强大的肉身 眼睛顿时瞪大 这小子 不是倒是职业吗 怎么拥有 这么高的身体强多 他刚要继续念咒 夜想抬手 瞬间画出三张符录 两张千军符 一张神形符 神形一动 直接朝时间冲上去 时间微微皱眉 但还是抬手 一瞬间 竖到一层层土墙 挡在他身前 每一层都有半米厚 数米高 看起来很是坚固 他自信这些土墙 足够阻挡夜想的脚步 很是冷静地念起 一道很长的咒语 哪知道下一刻 一层层土墙 目瞪口呆地看着夜想的行为 只见他如同搅鬼一族 一拳轰他一层土墙 一脚又蹬他一层 迅速突破时间布置的防御 不等时间反应过来 夜想已经突破 最后一层土墙 浑身人鲜纹显露 双眸惊铜 注视着眼前这个的土戏法师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抬手一把掐住他的脖梗 高高提起 学长 就这 夜想表情有些诧异地 看着他问道 这对付起来 可比三十级的兵魔还要轻松啊 时间瞳孔一缩 刚要说话 就被夜想直接甩了出去 整个人顿时被砸在墙壁结界上 后背顿时痛得他 倒吸一口凉气 差点爬不起来 夜想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无奈摇头 真没意思 刚要转身离开 时间气愤地爬起身来 站住 我还没说 你根本不是法师 你一个练体的 为什么不说 哈 夜想好笑地看着这家伙 借口是真多 意思是你还要打势吗 夜想问道 时间满脸通红 也不知道是被掐的还是害臊 他当然不会就这样认输 传出去肯定丢人丢大了 刚才根本不算 我要是知道 你是还练体 根本不会这么大眼 夜想好笑地看着他 行吧 行吧 继续 当然 时间脸色变得猙獰起来 不等回应 他直接念起咒语 夜想顿时感受到 脚下地板 陡然间变得粘稠起来 双脚开始凹陷下去 不由挑了挑没 你找 泽泽 有的人就是这样 非要狠狠做一顿事吗 时间见到夜想 被自己的泥沼魔法控制住 脸上泛起笑容 你要学的还有很多 他再次念起咒语 宛如泥浆一般的人形模具 从地上站起身 无视地面的沼泽 直接朝夜想奔跑过去 所有人都皱起眉头 时间的手段真是无耻 但不得不说 这个战术 很不错 徐萌萌有些担忧地看着夜想 随时准备治愈魔法 魔法召唤物伤害也不低 很容易受伤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夜想身上爆发出绚烂的雷光 这一刻所有人神情一变 哼 夜想身形化作一道雷光消失在原地 直接将冲过来的几头泥人 全部撞碎 时间瞳孔中 那道白光迅猛无比 眨眼间来到他跟前 时间吓得心里一颤 好可怕的速度 幸好他已经准备好魔法 整个教室猛然晃动起来 一尊庞大的石巨人浮现在他身前 四十级大魔法 泰坦巨人 这头石巨人挡在身前 就是无比的安全感 自己只要配合用魔法控制住这家伙 完全可以轻易将他暴虐一顿 一个大义心声 嚣张什么 时间脸上不满笑容 仿佛已经看到赢的希望 果不其然 夜想被泰坦石巨人逼得显露出身影 但很快 时间就意识到不对劲 只见夜想手中凝聚出一团暴虐的雷法 起身跳跃 一掌贴在石巨人的胸口 刹那间 掌心雷迸发 轰动一声 泰坦石巨人轰鸣炸开 半个身躯直接消失不见 雷法 就是这么炸链 强大 这次 夜想半点不会留情 再次消失在原地 等出现时 已经来到时间身前 一拳狠狠轰在他肚子上 扑吃 时间顿时弯腰 喷出一口鲜血 不等剧痛传来 夜想又是一拳轰在他下巴上 高高飞起 众人看着时间即将坠落下来时 只见夜想手中再次凝聚出一团掌心雷 一把按在地上 雷法地附 刺拉一声 密密麻麻的雷光 从地面奔袭上去 一把缠在即将坠落在地的时间身上 强大的雷电肆虐全身 顿时垫得他 凄厉惨叫 啊 时间的惨叫声 响彻整栋综合楼 整个人顿时被烤熟一般 浑身焦黑冒烟 头发炸起 校服都被炸得破破烂烂 好不凄惨 夜想拍拍手 看着时间问道 够不够资格 还要不要来 时间满脸惊恐的夜想 想要说话 却发现舌头都麻痹得没感知了 他连忙摇摇头 整个人都被打猛了 徐蒙蒙忍不住偷笑一下 故意不施展治疗魔法给时间 夜想显然是留守了 否则刚才那道雷法 就能直接将时间杀死 一套带走 半点拖泥带水都没有 除了林峰 其余几个学生都无比震撼地看着夜想 不愧是雷法 还是不需要念咒的雷法 简直太可怕了 好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回去休息了 有点困 夜想淡然说道 躬身一礼 便转身离开 在他看来 打败一个在摇篮里成长的四十三级法师 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 估计三十级的陈万炎都能收拾他 要是再无耻一点 就目前的王军配合逢秒权 两人都能活生生把这家伙玩死 这就是经历过战场的意识 不仅是他 这一届的大义新生 也注定会给众人更多意外 夜想并不觉得打败一个时间 高校大比就十拿九稳了 要是高校大比全是这种货色 他多多少少觉得 人族未来堪忧 所谓的四十三级天才 收拾起来 简直比四十级的一族还要轻松 那人族还玩什么 排队自杀算了 不过他也确实占了一些优势 毕竟实战教室就那么大点 他雷法速度又快 几乎没有给时间太多施展法术的机会 要真在战场上 时间估计早就提前 将那头泰坦十巨人弄出来了 夜想摇摇头 回去冥想 恢复一下状态 随着高校大比越来越热闹 全国媒体都在关注 尤其是夜想 身为这一届高考状元 十六岁特级军官还加入了斩杀队预备成员 这种种光环下 简直让人羡慕嫉妒 这也太强大了 此时全国的气氛仿佛冲掉了一个月前 前线沉重的心情 但普通大众不知道的是 人族与异族在西南荆州的战斗 已经开始打响了 三支王牌特种部队同时行动 迅速将同眼异族的防线撕开一条口子 只要是五十级以上的异族 异兽被腾舌部队成员搜索到 就会迅速将坐标位置发送给斩杀队 没过多久 就会有一位到三位不等的斩杀队成员赶过来 强大的战力瞬间将目标斩杀 此时一处隐蔽的山峰上 莫修手中端着一把两米长的重型灵能狙击枪 正默默瞄准千米之外的一头五十级童眼异族 目标已锁定 伴随着他话音一落 手中灵能狙击枪开始疯狂充能 下一刻 轰的一声 一颗深蓝色灵能光弹瞬间爆发出去 喷一声 千米之外的那头童眼异族直接被爆头 整个三角脑袋炸开 紧随其后 一道枪声再次紧接响起 只见又一颗灵能光弹 将那颗大眼睛珠子给爆掉 莫修深吸一口气后 缓缓站起身 打算离开 哪知道就在这时 几头四十级的脚鬼异族从后面出现 堵住他的去路 莫修微微眯起眼睛 点了点耳麦 轻声说道 我暴露位置了 需要帮忙吗 耳麦里迅速回复道 可以分辨出是和乐乐的声音 此时的他正在天空上飞行着 身为风雨者 他不用到九转也可以自由飞行 这是他的优势 本来他以前是被白虎机动部队选中的 硬生生被罗井挖门砍挖了过来 不用了 莫修平静道 帮我盯着千米外 那群童眼异族就行 好嘞 我已经看到你了 远处高空上 和寥寥的身影已经飞过来 正好看见莫修这边的场景 莫修放下手中强大的灵能狙击枪 面对冲过来的几头脚鬼异族 他非常冷静地从腰间掏出两把灵能手枪 枪械 作为百年前人族的热武器 对于异兽与异族来说 没有半点伤害 但莫修身为灵能枪炮专家 在枪械的动能配合灵能的爆发力量 直接让他的伤害比一般职业要强大很多 不过唯一缺点 就是太过于依赖外物了 可这并不代表他实力弱 双枪在他手中 迅速疯狂点射一头脚鬼异族 灵能子弹尽数轰在他的脑门 片刻间将其脑袋轰爆 面对即将包围他的脚鬼数量 莫修一个滑铲 竟然主动冲进脚鬼包围圈中 一个回旋踢 瞬间将几头脚鬼踢飞 这就是莫修能进入斩杀队的原因 要是认为他只有远程攻击 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他的近战能力同样不俗 莫修进入战斗状态后 大脑就像是指挥官一样 飞快整理战斗逻辑 几头脚鬼踢上去的一瞬间 他直接从独有的枪械空间里 抬起一架重型加特林 来吧 BBQ 强大的灵能子弹密密麻麻扫射 几头四十几脚鬼一族还没落地 就被上百发灵能子弹贯穿身躯 打完收工 莫修随手一甩 将重型加特林甩进枪械空间里 何寥寥飞了下来 看着他说道 那些童眼一族还有两分钟就到了 赶紧走吧 莫修点了点头 转身扛起重型灵能狙击枪 走吧 庄楚被数位五世纪的骤眼王包围 眼见强大的诅咒笼罩他身上时 庄楚很果断地直接施展审判中烟 黑暗领域展开 骤眼王们顿时失去庄楚的感知 什么也看不见 黑暗中 巨剑一展 一头头三脚脑袋被斩下 竖童眼睛更是被斩烂 等几头骤眼王全部死亡后 审判中烟结束 重新显露出 庄楚那强大沉稳的身影 提起巨剑 准备前往下一个坐标 童眼异族的生命体很复杂 脑袋被砍掉 眼睛还在 就不会死 依旧可以施展诅咒 眼睛爆掉 脑袋还在 依旧可以活动 只不过不能使用诅咒了 但那颗树瞳 眼睛会在极短时间内重新长出来 必须短时间将童眼异族的脑袋 和眼睛全部破坏 才能将对方杀死 可以说 异族的特性 就是生命体强大 无论是哪个种族 都极为棘手 三天后 重力室里 吃下最后一颗洗水丹的夜想 毫不犹豫触发宁兵伞 再开启四倍重力 第二层第九变人先闻 只剩下最后十分之一 扶下洗水丹后 刺痛灼烧从穴位经脉涌现 皮肤表面又被宁兵伞的寒气侵蚀 再加上身上的四倍重力压迫下 这种修炼方式 跟自残几乎没什么区别了 但这十天下来 夜想法有点习惯了 烙印人先闻的进度 一点点到了末尾 三个小时后 当身体来到承受极限时 第二层人先驱终于圆满 瞬间冲破枷锁 强大的奇异力量 从灵魂身躯席卷全身 宛如浪潮一般 不停地强化身体 渐渐地 夜想明显感受到 身上的四倍重力变得轻松许多 完全可以承受下来 他睁开眼睛 一个起身跳跃 直接起身 要知道 身上可是带着四倍重力 可他宛如在外面一样 活动自如 毫无疑问 人先驱突破后 他的身体增强不少 至少这四倍重力可以完美适应了 夜想看着手中的重力调整 没有太多犹豫 打算尝试五倍重力 一瞬间 比四倍重力 还要强大一倍的重力 猛然压下来 夜想第一时间感受的不是重 而是耳膜嗡嗡失聪 内脏开始疼痛 后背也逐渐压弯 但终究 他是承受住了 虽然仅仅坚持了十分钟 他的身体就再次濒临极限 但能在五倍重力坚持片刻 这就说明 他的身体素质堪比五十级战斗职业 此时夜想将重力重新调回四倍 浑身早已大汗淋漓 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三十一级 人仙区来到第三层后 前面几遍人先闻烙印速度 也会轻松许多 不仅如此 他这一个月修炼下来 子丹也即将突破一个小阶段 估摸着就这几天时间 子丹突破一转后 每一转分三个小阶段 圆满后就能尝试突破二转 以此内推 这就是练体与法修同时修炼的好处 突破都可以升级 还完全不影响进度 夜想起身走出重力室 冲洗一遍全身后 感受着全身蕴藏的力量 他感觉自己哪怕不用雷法 光靠人仙区与金光咒 也能轻而易举斩杀四十级的异兽 人仙区突破 雷法附身的速度 自然也会提高不少 穿上衣服 砸起头发 走出洗漱室 人仙区突破后 他的身高再次长高两公分 五官也从青色的少年面容 逐渐转变硬朗 不过那淡淡透露出懒散的气质 是真的一点没变 好不容易修炼突破 夜想双手抱着后脑勺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浑身顿时爆发出 霹雳啪啦啦声筋骨声音 明明是个道士 身上带来的压迫感 比同等级的战士职业 还要强大许多 夜想看了一眼时间 正好是冥想课 去冥想式恢复一下 辅助智能飞过来 递过来一根营养药剂 夜想一口喝完后 突然皱起眉头 抬起头 看向辅助智能问道 还有吗 别人一根顶三天 他发现自己突然一根 都顶不住一顿了 还是有点饥饿 辅助智能文言 再次拿出来一根递给夜想 还一边说道 夜想同志 请注意身体消耗 吃太多并不好 您的一顿营养吸收 已经超过了五十级异兽了 你是在内涵我吗 夜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人先驱突破第三层后 这消耗的更多了 结果就连个辅助智能 都要叮嘱一遍 一口将第二根营养药剂喝完后 饱和感才涌来 来到冥想室后 发现班里大半学生都在 安安静静地在闭目冥想 夜想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来 开始恢复 等精力恢复得差不多后 夜想开始尝试 烙印第三层的人先闻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 更为细致玄奥的符文 这一次烙印的不再是表面 而是身体内部 五脏六腑密密麻麻的人先闻 从心肝 脾 肺 肾 再到胃 胆 三胶等 以神魂的方式 烙印这些身体器官 夜想看到的第一眼 就觉得这第三层人先闻 不好烙印 果不其然 直接从神魂心脏部位 开始烙印 刚一开始 他就感受到 现实身体的心脏 也开始心肌疼痛起来 就算是以神魂刻刀 这种脆弱的器官 不痛是不可能的 夜想深吸一口气后 集中注意力 强忍着继续烙印人先闻 正是因为器官脆弱 人先驱才需要将五脏六腑 也要修炼起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 当夜想才将心脏部位的人 先闻烙印完全后 整个心脏陡然散发出奇异光芒 一股股神奇的力量 让血液逐渐发生改变 再流向全身 潜移默化地改变整个身体 夜想顿时明悟过来 这第三层人先闻烙印 带来的作用 竟然是改变先天性的体质潜力 也就是说 哪怕是一个毫无修炼天赋的废物 只要坚持 修炼完第三层 裂根体质 也会逆先天转化灵根 这人先驱 简直逆天啊 这还只是第三层 后面会是怎样 当夜想睁开眼睛时 发现天色已黑 但冥想视力 却作无空袭 所有人都在继续修炼 有段时间没看到的沈又威 身上散发着淡淡朦朦月光 军训结束后 这一个月时间 他也升级到二十六级 容颜与身材 似乎跟以前有了些许变化 气质也变得越发神异起来 越来越有女神的风范 夜想也看到了 陈万言王军逢秒权他们 陈万言同样也是二十六级 王军与逢秒权紧跟其后 如今都是二十五级 参与军训实战的大义新生 远比以往刻苦很多 潜意识里 就已经种下了 随时会上战场的准备 这种意识 哪怕是大三大四 也是没有这种觉悟的 夜想站起身 辅助智能就飞了过来 看着他说道 夜想同志 明日将前往战神学院 参加高校大比 请先准备好 夜想点点头 后天就是高校大比 提前一天过去也正常 他刚起身 不少人都齐齐刷刷睁开眼睛 看向夜想 夜想不由一笑 抱歉 打扰到你们了 冯淼全抬起手 直接喊道 夜哥加油 干翻他们 嗯嗯 夜想加油啊 沈又微也睁开眼睛 看着夜想 抬起柔仪 夜哥哥加油 大家都知道 夜想明天 就会代表盛庆 其中一个名额 前往战神高校参加大比 陈万言则是羡慕地看着夜想 可惜自己等级还太低 只能等以后了 才能参加高校大比 好的 我会加油 面对大家的鼓励 夜想明白过来 大家都是陪着他在修炼 心里还是有些感动的 不过他并没有表露出这种情绪 只是弯腰恭敬的行子舞角力 大家也知道 夜想是倒是职业 有样学样地站起身 一一回礼 第二天清晨 夜想站在阳台上 刚结束子丹修行没多久 一辆大巴车已经来到楼下 林峰与其他参赛学生 纷纷下楼聚合上车 夜想看了一眼身上的制服 由于片刻后 还是将和学姐给他买的青衫挂子换上 这青衫长袍换上后 果真舒服多了 人先驱突破三层后 他身高体型的变化 盛轻制服穿起来就紧了许多 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下楼 上车后 夜想发现 只要车上都是参赛学生 并没有老师 时间脸上还有些伤痕 不过显然好了很多 此时众人看夜想的眼神 再也没有半点轻视 可以说 任何轻视夜想的人 下场只会跟时间一样 被虐得相当惨 那雷法一出 在线阶段 没人会不慌 夜想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后 林峰朝他点点头 开口说道 我参加了两次高校大比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问我 林峰作为学生会会长 众人并不陌生 45级的隐藏职业 实术师 掌握极为罕见的时间法术 在去年在高校大比上 连续打败三人 才让盛庆稳定在第三排名 今年肯定又强了许多 众人开始交流起来 而夜想坐下来后 就闭上眼睛 默默冥想烙印人先闻 没有浪费一丁点时间 战神高校就在隔壁 大巴车十几分钟就来到场地 夜想等人一下车 就看到成片墨绿色 制服战神高校的学生 一眼看去 完全和盛庆高校的氛围都不一样 严肃简洁的建筑风格 除了绿植就毫无装饰 学生也基本上都是男生 偶尔能看到几个别女生 盛庆高校的氛围 基本是充满艺术与青春 毕竟女生占了一大部分 但为了改变众人对盛庆的印象 程千华在确定名单的时候 将潜力都还不错的男生加了进去 否则真按照全校等级来排 前十人除了凌峰 其余就全是女生 看到盛庆高校的大巴车进来 不少战神高校的学生都期待起来 都说盛庆高校出女神 这一车肯定全是美女吧 然而走出来的 却是一个挺直帅气的青年 一身得体白色盛庆制服 修身且帅气 正是凌峰 毕竟这次是他带队 是第一个走出来 这一幕顿时让不少战神学生失望起来 搞什么 怎么会是男生 然而很快 接二连三走出的男生 彻底让他们虚声一片 真是白期待了 不过当一个法师系 长发青春妹子下车时 立马惊起欢呼声 黑长直 短裙 蒙妹直 四十三级隐藏职业 幻术师 子玲 叶祥对女生并没有兴趣 入校两个月了 什么四大女神 戏花榜 完全没在意 很快 又是一个女生下车 那汹涌壮观的波涛 顿时在让战神男生们血脉喷张 果然 可爱在性感身材面前 完全没有可比性 正是陈万言的姐姐 陈万怡 四十四级隐藏职业 光使射手 又是接着两个女生一同下车 颜值都属于上乘 那短裙长腿 直接让战神高校的人 一饱眼福 叶祥因为坐在最后面 所以最后下车 当他一袭轻袍 浑身如气走下车时 战神高校大一袭的学生 纷纷将目光落在他身上 叶祥 高考分数破历史最高 军训战功达到六万分 更是成为斩杀队预备成员 他从一开始 就冠绝一届所有学生 无人可比 穆青云看着叶祥从车上下来 不由捏紧手心 想着自己只是三等中级军官 而对方是一等特级军官 他心里无奈 差距太大了 他连参加高校大比的资格都没有 而叶祥已经成为斩杀队预备成员 可以说 叶祥一个人 就将三大顶级高校所有新生 全部碾压 灯都跟不上他的脚步 这时 又是一辆大巴车开了下来 正式审判高校的学生 他们都是深蓝色制式校服 领口与袖口都有横条装饰 胸前有着一个常见语意的校徽标志 三大顶级高校的风格 可以看出完全不同 教学理念不一样 三大顶级高校的学生 互相打量着对方 很快 众人不约而同 将注意力都放在叶祥身上 毫无疑问 能成为斩杀队预备成员 是这些精英天才 最想加入的王牌部队 可一个大义新生 却坐到弯倒超车了 看来我们的小学弟 很受关注啊 陈婉仪忍不住调侃道 林峰不由一笑 那可不是 能加入王牌斩杀队 让我们都很羡慕呢 叶祥 要不我把学生会会长给你 我们交换一下 陈婉仪一脸比一地看着他 你前段时间 不是向斩杀队 递交预备申请吗 林峰坍坍手 叹气道 这不一直没消息吗 看来多半是没希望了 叶祥这时候说道 他们执行任务了 并不在 林峰顿时长松一口气 真的吗 那看来 我还是有机会 陈婉仪翻了个白眼 看着叶祥说道 他装的 前段时间 王牌朱雀战队 与王牌玄武战队 都在邀请他加入 可都被这家伙婉拒了 净斩杀预备队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原因 自然是因为林峰的时间法术 对古骸王座都产生了效果 要知道 他也才四十五级 能减缓一半速度 已经属于不可思议 不过因为古骸王座 与老道长的消息 被全面封锁 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林峰的时间法术 有多么强大 这时 陆陆续续又有不少校车开进来 是其余十所一线高校的校车 人到其后 一个战神学院的老师 拿着黑盒子 走到他们面前 开口说道 大比明天开始 今天先抽签决定名次 每年高校大比规则都很简单 总共十三个队伍 分成三组 还有一组轮空 三座顶级高校 自然是分别一组 前期避免相遇 最后一组没有抽到的 自动晋级一轮 林峰点点头 圆球上有明显的静置结界 无法探索里面的信息 将圆球拿出来后 战神学院的老师抬起手 一个小法术 便将三个小球全部打开 三个虚幻的校灰图案映入眼帘 分别对应三座一线高校的队伍 耀云高校 松山高校 森罗高校 嘶 你的手气真好 看到这三个高校 陈婉仪顿时一头黑线 忍不住吐槽道 十个一线高校 你直接把数一数二的两座高校都给选了 其余几人也不用点点头 这运气的确没谁了 临风还算平静 嗯 是有点造念 松山高校 传承历史并不比三座顶级高校短 在异族青市之前就有了 跟战神高校差不多一个体系 基本都是战斗职业 尤其擅长体数 考不上战神高校的战斗职业学生 都会优先选择这所高校 松山高校排名在一线高校中 一直是比较高的 但也是每年招生最少的学校 哪怕是盛庆 每届都招收三千名学生 而这松山高校 却是从六岁起就开始入学培养 还有一座就是森罗高校 也是一个极端 全校全市机械专业的辅助学生 却是实打实的一线高校实力 他们培养学生 掌握自制铠甲机械的能力 在去年的高校大比上 差一点就让审判高校翻车了 就比如军训使用的谢偶 一大半研究人员 都是从森罗高校毕业的 再加上国家大力支持 已经隐隐有成为顶级高校的趋势 斩杀队的末修 就是从森罗毕业 而不是从顶级高校毕业 耀云高校属于一线高校的中下游 重规重矩 压力不算大 审判高校与战神高校 看到盛庆这边抽到的这三个高校 都忍不住一笑 则则 今年的盛庆 说不定真要翻车了 审判一个大四年级的学长调侃道 其余几人点点头 哪怕是他们 对付松山高校与森罗高校 都得达起120%的精神 去年差点翻车的精力 可是历历在目 先不提森罗 光是松山 全是体修战斗职业的学生 在大笔上 都是比较克制圣庆法系 很快 战神高校与审判高校 都分别挑选好三个高校 最后留下衡阳高校幸运轮空晋级 确定分组后 战神这边带着众人 前往临时住宿区 分配好宿舍后 林峰坐在客厅里 查看松山与森罗 两座高校的参赛人员名单 这些资料在校园网都能搜索到 就适得等级与职业 越看 眉头越是微微皱起 这两座高校 已经具备冲击顶级高校的资格 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叶祥此时正在宿舍里 静静烙印人先闻 心脏烙印结束后 便沿着肺部开始烙印 进展不快不慢 在没有丹药和重力士配合下 想要将五脏六腑全部烙印完 大概需要大半个月时间 松山高校的宿舍里 几个学生都不有一脸高兴 看来是给我们机会啊 毫无疑问 三大顶级高校就盛庆最弱 还全是法系职业 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松山一定可以出现 只要把那个临风解决掉 几乎就没有压力了 更别说还有一个刚三转的家伙 我们要是将盛庆拿下 主持一定会很高兴吧 松山高校的校服是黄色练功服 几个男生还都是光头 属于众多高校 很是亮眼的特色 另一边森罗高校宿舍 每个学生认真仔细检查 自己的机械铠甲 梳理任何一个细小的计算数据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 机械铠甲就是自己第二条生命 将用一辈子为其进化 身为队长的罗平说道 圣庆虽然明面上实力最弱 但也是顶级高校 不要有任何轻视 知道吗 是 罗队 众人认真点头 这些年 在国家帮助下 森罗整体实力上涨 风际也严肃很多 其实可以看出 国家对于培养人族未来的摇篮高校 一直是非常注重并且关注的 罗平看着手里的名单 一个临风 一个夜响 目光微微思索着 没有哪个学校会在这一天里闹事 都在为明天的高校大笔做准备 走廊外 有不少媒体开始报道各个高校的宿舍位置 和介绍人员直播到全国电视 不仅是高校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高校大笔 而在西南 战争也逐渐来到爆发临界点 越来越多的一族死亡 已经引起了同眼一族的注意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数万人族战士已经挺进荆州 稳扎稳打 迅速建立军事设施 堡垒 防线等 一步步将荆州拿回来 医疗室里 数位王牌部队成员重伤调理 毕竟战斗对象全是五十级以上的一族或者一兽 几乎每一场都得拿命来拼 尤其是风源 几乎每次战斗都是狂暴一开 嗷呜嗷呜就冲进去乱杀 根本不会躲攻击 回来后基本都是重伤的伤势 但身为狂战士 对于痛感的刺激 他的肾上腺素反而更加上升 整个西南战线 对于整个华夏人组来说 普通人们完全不知情 哪怕是顶级高校的学生 都没有听到风声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 从外面抬进治疗室里 风源看到那人后 顿时吓一跳 卧槽 凌军你咋这么惨 凌军嘴里还吐出鲜血 手中的骨剑断了一半 左手胳膊也折了 腹部还有一个洞穿的伤口 情况有点严重 几个医生和辅助法师 连忙帮凌军治疗 再配合手术与药物 这才将凌军的情况缓和下来 也多亏凌军本身是战斗职业 身体素质和恢复力都很强 要是换做其他职业 这么严重的伤势 不可能挺得过来 他缓缓睁开眼睛 有些无奈 妈的 被一头七十级的御童王阴了一下 童眼一族已经察觉到我们了 开始设服针对 果不其然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王牌精锐队员 重伤回来 大部分都是腾蛇与白虎两队成员 尽管指挥官迅速下达撤退指令 但还是出现了伤亡 身为华夏顶级的精锐 死一个都让人无比心痛 医生们忙得满头大汗 一个腾蛇部队的女成员 脖子几乎被斩断一半 大出血 鲜血已经流淌了一地 此时她的心率已经变得非常微弱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治疗室里 众多成员默默地看着她 都意识到这位同志 多半就不回来了 没过一会儿 她的心脏彻底停止下来 心率停止记录 邻军正正地看着她 这个女生跟她同时执行 刚才那个斩首任务 她负责侦查 自己负责斩杀 但突然出现七十级的御童王 让她任务失败 两人都重伤撤退 敬礼 风源一声大吼 治疗室中 所有人都抬起手 敬礼 送这位女同志离开 几位战士走进来 帮忙整理牺牲战士的遗体 默默离开 前线指挥室里 周景看着几乎所有进攻点都受阻 目光冰冷 一条条指令飞快下达 杀了他们的王牌精锐成员 这些七十级异族 也别想回去 一袭致视长袍身影 迅猛冲天气 那七十级御童王有所察觉 立马转过头 一圈圈诅咒 朝那身影锁定 但很快 他陡然睁大眼睛 认出了那个身影是谁 人族天王 刹那间 一道长脊 穿破层层诅咒光环 以迅雷之势 狠狠贯穿他胸膛上的那颗树桶眼睛 扑痴 玉童王直接被长脊穿透身躯 连带飞出数十米外 狠狠定在岩壁上 天王罗景身形 来到他跟前 满眼冰冷 伸手握住长脊 强大的力量从长脊上爆发 轰的一声 七十级玉童王直接被炸得粉身碎骨 一道血灵飞入罗景体内 在斩杀一头七十级异族后 罗景没有一点犹豫 迅速前往另一个坐标位置 天王罗景的出现 前线那些射服的七十级童眼异族 顿时惊恐地想要逃跑 人族这是疯了吗 然而他们的坐标 几乎都是用战士生命换来的 罗景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这些七十级玉童王 也属于童眼异族的高端战力 从四十级到七十级 最少需要上百年的积累和跨度 然而就这么一会儿 天王罗景 虐杀十几头 一个都没有跑掉 整个西南战线 再次攀升一个等级 人族要告诉异族 从此以后 攻守一行了 扣可往 我一可往 第二日 全国所有观众紧紧盯着电视屏幕 一年一度的高效大笔 正式开场 叶响结束修炼 接过两瓶营养药剂 一口喝光后 才注意到通讯器上传来几条未读消息 点开一看 发现是王牌斩杀队成员发来的消息 屏幕弹出风源那拽拽的面孔 看着叶响笑道 小子 加把镜 咱们可是 看着你的表现 副队也在呢 要是表现不好 小心被副队加炼 镜头一转 他将画面落在林军身上 哈哈 快看这家伙 太惨了 剑都断了 虽然只是一秒钟 但叶响还是注意到林军的伤势 和治疗室的状况 全是王牌精锐队员 腾蛇白虎的对付他 还是认得出来 这些人全躺在治疗室里的 基本都是重伤 轻伤没必要来了 死了也没必要来 叶响不由皱起眉头 这么多人重伤 他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 我知道的 叶响点头说道 风源黑黑一笑 刚要挂掉通讯 突然看到什么 神情一变 连忙起身 镜头转过来的一瞬间 叶响正好看到 那位可爱俏皮的何了的学姐 双腿截肢的一幕 不等他开口询问 通讯陡然挂掉 一瞬间 叶响身上陡然爆发出 冰冷可怕的气势 他看着身上的青袍 想到第一次见到何了了 就热情给他准备礼物的一幕 心里怒火顿时炸了 就连三千道藏 也压不住他的情绪 心底深处 仿佛有一条压抑在幽颈中的龙 猛然抬头 然而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凌峰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刚要说话 陡然感觉到 叶响身上的气势有点不对 不由微微皱眉 你怎么了 叶响缓缓将情绪压制下来 摇摇头 没事 凌峰点点头 没有多问 只是开口道 时间到了 该上场了 好 叶响起身 跟着凌峰离开宿舍 此时整个高校大比的广场周围 坐满了人 人山人海 很是热闹 盛庆高校这边 十人一出场 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宁川电视机面前 镜头落在叶响的几秒钟 沈父沈母 都很是高兴与自豪 周边的邻居 也是无比羡慕 两人完全不亚于 当初看到叶响又微 考上高考状元那般激动 要知道这孩子才大一 就那么优秀 不愧是恩公的孩子 哎 怎么没看见又微呢 沈母有些好奇道 他没在名单上面 怎么看得见 沈父有些无奈道 也是 咦 看到又微了 镜头一转 记者显然正在介绍 叶响的身份信息 说到高考状元时 也朝不远处观众席上 拍摄到沈又微的身影 相貌出色 身姿动人的他 已经出了大方 亭亭玉立 很是吸引人注目 今天不少高校的师生 都来观战了 大屏幕上 出现即将开始的比赛场次 分别是盛庆高校 与耀云高校 第二场是战神高校 与长堂高校 第三场是审判高校 与帝威高校 先是十大高校 分别挑战顶级高校 最后结束后 才是三大顶级高校之间的战斗 以评分定输赢 十局赢六场便算赢 很快 耀云高校那边 走出一个青年 四十三级 手中拿着一把制式长刀 很明显是战士职业 面对盛庆 耀云高校直接选择上场最强者 想着先拿下一分再说 林峰微微皱起眉头 作为盛庆代表 他也不打算让第一场 但除了他和陈婉怡 其余人面对这家伙 都没有必赢的胜算 这才刚开始 他们两人底牌 还不想录太早 我来吧 叶响这时说道 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林峰抬起头看向叶响 没问题 没有 叶响回道 行 林峰点点头 你上吧 他看过叶响的实力 那近战实力 完全不弱于四五十级的战士职业 只不过他隐隐感觉到 叶响有点不对 换做平时 这家伙肯定懒洋洋的 在闭目冥想 巴不得不上去 得到同意后 叶响直接起身 迈步朝台上走去 一席青山 成为了焦点 比舞台很宽阔 两三百平米 足够两人发挥 耀云的青年队长 看到盛庆 竟然选择让等级最低的叶响上来 不由一笑 抬起长刀 无奈道 选一个醉菜的 跟我打吗 你们盛庆也太厚道了吧 直接送一份 叶响看着他 没有说话 脑海中不停回想着 和了了学姐双腿血淋淋的一幕 可怕的气势再也忍不住 直接扩散开来 双眸泛起金光 浑身人鲜纹浮现 天师威严席卷而起 青年队长顿时 被叶响这身气势给看愣了 这小子才三十级 哪来这么可怕的气势 作为裁判的老师走上前 看到两人已经做好准备后 简单说了一下规则 便抬手宣布比赛开始 青年队长皱起眉头 感觉到这小子有点不对劲 二话不说 直接抽刀 行云流水一般的步伐 朝叶响冲去 叶响站在原地 没有动 威严的筋谋平静 注视着青年 越看越让人心计颤抖 这小子的眼睛 到底是什么技能 在冲上来的一瞬间 青年队长脑海中 不由浮现出这个想法 根本不敢与其对视 但他不认为自己会输 十几级差距还能输 就算再天才 也不可能那么离谱吧 哪知道下一刻 叶响抬手浮现金光 陡然将青年握刀的胳膊包裹住 控制技能 青年嘴角嘲讽一笑 强大的斗气 直接将金光冲破 一刀向叶响披下 哪知道下一刻 叶响身上爆发出绚烂雷光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鬼魅般来到青年身后 不等对方转身 蕴含雷法的太极拳 一掌重重落在青年背后 轰动一声 强大雷芒炸开 尽管被斗气抵挡了不少 但雷法有贯穿属性 终究穿过斗气 一掌拍食 青年队长顿时喷出一口鲜血 雷法疯狂肆虐全身 身体控制不住倒了下来 在倒地前 他满脸不敢相信的 看着眼前这一脸平静的青山少年 这他妈是三十一级 观众席上也是一片寂静 这开始的快 结束的也好快 完全没反应过来 噗痴 叶响真快啊 陈婉仪忍不住打去道 凌风微微服额 这家伙轻敌了 要不然不会输得那么惨 时间默默没有说话 轻视叶响的后果 他早已付出惨痛代价了 台上这家伙比他还要悲剧 一个技能还没用 直接栽了 观众席上陡然响起掌声 眼前这少年 让他们看到了人足天才的果断 不管对方是不是轻敌 三十一级秒杀四十三级的一幕 属实震撼 媒体记者们迫不及待地报道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年的高考状元 他哪怕进入顶级高校 依旧展露头角 裁判判定要晕输了后 叶响并没有下去 依旧站在台上 所有人顿时明白过来 他还要打 这家伙今天怎么了 陈婉仪突然有些疑惑 身为女生 他也隐隐感受到叶响的情绪有些不对 林峰回想起 早上进叶响房间的时候 微微皱眉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不阻止他吗 再看看 他估计想打个尽兴吧 林峰无奈道 一席青山 助力在比武台上 金眸冷漠 脑海中不断想起学姐节肢的一幕 不等下一个上场 金光汹涌而起 从他身上席卷而起 磅礴且强大 继续 叶响看向耀云高校的方向说道 几名耀云的学生顿时气得要死 这家伙侥幸赢一把 就得意起来了是吗 我来上 一个42级的学生走上台 他看着叶响说道 耀云 曲拳 叶响平静点点头 开始吧 在裁判老师的试医下 第二局开始 曲拳依旧是一位战士职业 手中一柄制式砍斧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使用技能 接连三道强大的腐盲劈了出来 腐盲略过 地面都出现三道长长的痕迹 叶响抬起头 同样三道金光锋芒迎上去 碰撞的一瞬间 叶响身上再次爆出绚烂雷光 消失在原地 雷法再现 曲拳 死死盯着那道雷光 手中砍斧 卷起宛如风暴的斧刃 常人稍微触碰一下 都会被分尸 看得观众席上心惊胆战 然而 那道雷光身影 没有任何犹豫 放慢无数倍 就可以清晰看出 叶响将所有斧刃全部躲避 瞬间来到曲拳面前 抬起拳头 拳头上刺拉一声雷芒闪烁 一拳将曲拳砸飞出去 牙齿混合着鲜血 飞溅出去 大脑强烈晃动 曲拳直接眼前一黑 倒在地上 冯秒拳呆愣地看着叶响 叶响 叶响 好像又变强了 陈万言点点头 他的身体素质 肯定有五十级战斗职业水准 更别说还配合了雷法 反应不过来的话 就是被虐 叶响掌握的雷法 在现阶段 不能用等级判断他的实力 跟不上速度 都会被打 王军分析道 全场已经鸦雀无声 无比震撼地看着场下那小道士 这雷法 简直太炸裂了 不是一直说 倒是职业很没用吗 这怎么三十级就能掌握雷法了 连赢两场后 叶响依旧没有打算下场 耀云高校的学生 顿时难看至极 这小子不会打算一口气挑完吧 林木森 你是法师 尽量消耗他 雷法作为五十级法师 才能掌握的技能 他一个三十级支撑不了多久 而且你专精目细对雷法没那么克制 耀云青年队长 此时已经缓过来 无奈说道 另一个青年点点头 好 尽力吧 尽管想过会打得不怎么样 但没想到会被打得那么惨 这小子真诡异 哪有三十级就掌握雷法的 青年队长无奈叹气 他也太过于轻敌了 早知道如此 就尽量打消耗了 很快 耀云这边第三个学生走上来 这次他学聪明了 在裁判老师说开始的那一刻 立马念咒 以他为中心 顿时密密麻麻浮现出藤条扩散开来 这些藤条宛如活物一般 速速地飞快蔓延开来 夜想站在原地并不着急动手 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准备着 专精目细法师与土细法师的职业 到后期 只有有足够的时间和精神力 可以硬生生支撑起一个堡垒防御 这类职业在战场上 不亚于隐藏职业 就是前期太弱了 除了基本的束缚法术 就只剩下一丢丢目细生命资料 前期只能当伏法职业 很快 周围密密麻麻汇聚起藤条 这些藤条眨眼间 就变成各种各样的木系怪物 石人花 千鬼藤等等 林木森虽然有些疑惑 夜想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但他也不会停止继续念咒 这是官耀云高校的荣誉 不能真让这三十级的小子 全给挑了 想到这里 他开始念最后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一旦成了 哪怕同时面对三头四十级一族 自己也能安然无恙 很快 比赛场地陡然爆发出无数绿色树藤 这些树藤团团缠绕 眨眼间 一头十几米高的庞大树人 被召唤出来 看到这一幕 耀云这边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小子终于打算放水了吗 这水放得有点大 干站着让林木森召唤出绝壕树人 绝壕树人可不亚于四十五级的魔物 还拥有强大的恢复效果 此时 几乎耗尽精神力的林木森 看向夜想说道 我承认你实力很强 但你或许对我的职业不太了解 我的职业 只有足够的发挥时间 夜想看着十几米高的绝壕树人 跟当初那头五十九级的兵魔王 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没感觉到有什么压迫感 你准备好了吗 夜想打断林木森的话问道 林木森愣了一下去后 嘴角泛起自信笑容 准备好了 你随意表演 哦 好的 夜想点点头 筋谋恢复正常 没有金光 也没有雷法 他就这样一步步朝林木森走去 众人都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这一局从一开始 夜想的行为就让人难以捉摸 任由一个专精木系法师施展法术 就很让人匪夷所思了 就连林峰陈婉怡也看不懂 夜想到底要做什么 很快 夜想走进曼腾领域 无数曼腾一拥而上 缠绕住他的四肢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藤条缠绕 几乎已经不是人力可以挣脱的了 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正当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一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夜想身上 陡然燃烧起湛蓝色的火焰 三昧真火线 木系对雷法的确有点克制 但三昧真火 就是用来炼制药材与神魂 这些藤条魔物在他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刹那间 湛蓝色的火焰席卷上 一瞬间 就将所有藤条燃烧殆尽 藤条消失得太快 蓝色火焰出现得太猛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那缠绕的藤条 就全部被烧成灰烬 夜想就这样一步一步 继续朝着林木森走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夜想竟然还掌握火法 而且 这火焰明显比普通火焰还要可怕 林木森意识到不对 立马控制绝壕树人 朝夜想攻击 庞大的树人飞快朝夜想冲去 上百米的距离 对他来说 只是几步的范围 夜想神情平静 抬手 用三昧真火凌空 画出三张符露 捏起法掘 轻声说道 赤灵 刹那间 三道符露画作 汹汹燃烧的三昧火焰 席卷而起 以品字 三昧真火沾上的一瞬间 绝壕树人顿时发出歇斯底的咆哮声 很是凄惨 眨眼间 化作无数藤条分散 最后化作漫天火星 点点落下 夜想如屡平地一般 走到林木森面前 看着他说道 我怕你输得不甘心 所以让你好好发挥一下 听到这句话 林木森无比绝望地看着夜想 因为他意识到一点 那就是 自己这辈子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打得过这家伙 哪怕就是同等级的火系法师 天克木系法师 也不会赢得如此离谱 可夜想就是做到了 这 是什么火焰 林木森代替众人询问道 夜想将身上的三昧真火收拢 凝聚在手中 看着手中湛蓝色的火焰 轻声说道 道门神火之一 三昧真火 砖烧世间万物神魂 三昧真火 听到这个名字 全场震撼 随后有些茫然 因为从未听说过 然而 全国那些影视传承人士 与一些落魄的老道士 听到这句话 顿时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电视上 那少年手中的火焰 真是三昧真火 林木森沉默许久 才无奈叹气 我认输 到头来 自己用尽一切法力 根本阻挡不了这个变态 与此同时 所有高校 都有了一个打算 那就是 无论如何 也绝对不能让木系职业 对付这小子 简直天刻 堪比四十五级的魔物 在这家伙面如同火指 简直无法想象 联姻三场后 夜想此时也冷静下来 与林木森一同走下来 在燃烧三昧真火的那一刻 脑海中一篇道经也再次浮现眼前 真常应物 真常德性 常阴长静 常清静矣 肆意放纵内心 心圆一马 则会滋生心魔 阻碍到心 耀云这边 看到夜想终于下来 顿时如虫释放 这家伙实在是太狠了 连胜三局 再赢下去 被媒体放大 耀云高校肯定丢脸丢大了 高校大比 也是学校们之间的一种宣传 毕竟不是谁都能考进顶级高校 往往最多人选择的 就是这些一线高校 顶级高校在切磋的时候 在必胜的把握下 也会选择一些放水 夜想下来后 林峰看着他笑道 打得不错 抱歉 我有些冲动 夜想轻声说道 没事 不过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峰终究忍不住好奇问道 夜想刚要说话 通讯器传来和了了的通话申请 他二话不说 连忙点开 林峰看到这一幕 也没有打扰 而是转头看向另外一个男生道 亮华 接下来你上场吧 夜想打得太狠了 放点水 让他们赢一把 要不然 药芸那边估计要气炸了 就当热下身 李亮华点点头 没有意见 行 而夜想这边 同意通话后 和了了那可爱俏皮的面容 映入眼帘 哈喽 小学弟 打得不错吗 我可是在认真观战哦 看到他没事 夜想不由松口气 但还是沉默了一下 才问道 学姐 你的腿没事吧 和了了顿时一愣 你 怎么知道的 先前风源前辈跟我通话的时候 看到了 夜想如实说道 和了了一张脸 刷得一下变得冰冷起来 拿起旁边桌上的开水壶 直接朝风源的床位丢去 啊 痛痛痛 风源那凄凉的惨叫声 顿时传来 操 老子也是病号 和了了 你疯了 夜想摸了摸鼻子 没想到这位可爱学姐 还有这么凶的一面 放心吧 我没事 画面一转 和了了的面容 再次出现屏幕上 轻声说道 腿可以用机械一支代替 很快就能行走 不会影响的 小学弟不用担心了 好好拿下大笔第一名 夜想脑海中 不由浮现出当初在咖啡馆里 看到和了了穿碎花裙的一幕 一想到以后 有可能再也看不到后 夜想不由皱起眉头 不能恢复吗 不行了 我的腿被捶烂了 只能截之 最新的医疗技术 还没有办法恢复了 和了了故作轻松的语气说道 但说着说着 还是忍不住落下眼泪 他将屏幕转到一边 不想让学弟 看到自己哭的样子 然而夜想脑海中 却出现一枚丹药 七宝宁身丹 可以生死肉白骨 一双腿完全可以重新长出来 但这枚丹药属于七品 以他现在的炼丹 最多只能炼制三品的丹药 七品至少得等到子丹四转 才能炼制成功 以他目前的神魂与灵力 三昧真火 没法支撑炼制七品丹药 学姐 不用担心 有把握可以恢复的 夜想说道 和了了顿时出现在屏幕里 什么办法 我会炼丹 有一种丹药叫七宝宁身丹 可以恢复身上任何部位 俗称肉白骨 夜想认真地说道 屏幕里 一旁又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学弟出子身 也能恢复吗 柳妍姐你乱说什么呢 夜想呆愣在原地 应 应该可以吧 我不需要 但这绝对是发家致富的好丹药 肯定很多人需要的 柳妍一言道破天机 夜想却忍不住一头黑线 七宝宁身丹 肯定需要非常珍贵的药材才行 就算卖 无疑也是非常昂贵的价格 谁会有人专门花大钱恢复那个 小学弟 你会炼制吗 何寥寥无比期待地问道 如果可以恢复 他当然不愿意用机械一支 夜想有些歉意 血减 暂时还不行 子弹修行很慢 日积月累 现在几乎一个月才能突破一个小阶段 更不要说以后了 不过血灵可以加快子弹修炼的进度 想到这里 夜想抬起头说道 跟副队说一下吧 我也想上战场 不是已经通过考核了吗 我不会拖后腿的 听到夜想暂时还不行 何寥寥脸上没有太多失望 依旧开心道 那学姐可是等着你炼制七宝什么单了 不用那么着急上战场 楚哥说 再让你享受几天高校生活 高校大比结束后 就会让你来了 夜想明白过来 点点头 行 通讯挂掉后 他微微松口气 只要没事就好 刚才那位 是何了吗 陈婉仪不由问道 嗯 是他 陈婉仪有些感慨 真羡慕你 何寥寥 可是很可爱又厉害的学姐 以前是我的偶像 毕业后直接加入了王牌斩杀队 我还不知道 毕业后能不能加入斩杀队呢 夜想也知道 何了是盛庆的 没有多说什么 将目光看向比武台 耀鱼那边 上场的是一位42级战士职业 李亮华是一位43级专精火系法师 从职业上看 两人都不是很占优势 打得很激烈 李亮华不停地施展火焰魔法 对面学生不停躲避 试图拉近距离 躲不过就使用技能应对上去 看得观众们紧张又刺激 很是精彩 先前夜想的三场战斗 都结束太快了 完全没有观看感 不知道打了多久 最终是盛庆这边精神力耗尽 无奈举手 表示认输 压制许久的耀鱼那边 顿时响起欢呼声 终于赢了一场 实在太不容易了 但大家其实都知道结果 耀鱼肯定还是输 但只要不是六岗零就行 接下来的比赛 夜想没有继续看下去 而是闭目冥想 烙印人先驱 观众席上 不少人都注意着 这位倒是少年 很是好奇 不少媒体记者 也想上前采访两句 但看到他在修炼后 都很克制的没有上前 很快 盛庆这边直接连胜两场后 又放水了一场 最后六胜两副 结束盛庆与耀鱼的战斗 两边高校的学生集体 站在比武台上 互相握手言和后 算是结束第一轮 观众席上 掌声如雷 接下来就是战神高校 与长堂高校的比赛 夜想抬头看向林峰问道 今天应该结束了吧 我可以回宿舍修炼了吗 可以观摩他们的实力 夜想摇摇头 没必要 他想的是 打得过就打得过 打不过就打不过 浪费时间观摩 有什么用 然而这句话听到他们儿里 就是无比的平淡与自信 林峰回想着 夜想那三场战斗 点点头 可以好好修炼 嗯 夜想摆摆手 懒洋洋的转身 直接朝宿舍方向走去 观众席上 不少人疑惑地看着他 这少年要去哪 冯淼泉嘴角一抽 夜哥不是打算回去修炼了吧 我觉得有可能 王军点点头 陈万言看着夜想的背影 很是无奈 这都没忘记修炼 怎么才能追得上 冯淼泉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陈万言 你居然还想着追赶夜哥 王军朝陈万言竖起大拇指 志向可嘉 我可是玉航第一 哦 冯淼泉拿出手机 力所地打开校园网 翻开收藏视频 毫不犹豫地点开播放 映入眼帘的 就是当初陈万言与夜想 在宿舍楼下的战斗 不有点评到 嗯 不愧是玉航第一 还是有天赋的 先前耀云高校四十三级的战士 都没扛住夜哥一掌 你当初扛住了好几拳 岂不是比那位学长还要厉害 陈万言顿时一头黑线 你滑溜的滚 沈又威看着夜想离开的背影 拧起嘴 他也要努力修炼才行 夜想刚要回宿舍 突然想起什么 抬头看向辅助智能闻道 战神高校的重力是我能用吗 夜想同志是一等特级军官 享受顶级高校内一切资源 辅助智能回应道 怎么走 这边 智能辅助主动飞到前面带路 夜想很快就来到战神高校的重力室 智能辅助用他的权限直接打开房门 看到这一幕 夜想越发觉得智能辅助是真的好用 或许是因为都去观看战神高校的战斗 重力室空无一人 夜想走了进去 看了一圈后 不得不说战神重力室的设备很齐全 辅助器材全都有 他换上防护服 然后一步步提升重力 来到四倍重力后 夜想深吸一口气 做好准备 直接调节到五倍重力 强大的重力顿时压在身上 身体不由勾搂下来 没有浪费时间 夜想盘坐在地上 直接闭上眼睛冥想 烙印肺部的人先闻 没有担药的刺激 他能在五倍重力下 轻松坚持20分钟 玄奥复杂的人先闻 在肺部上迅速烙印着 20分钟刚结束 他正好将左边的肺部完成烙印 这速度已经相当于平时半天的修炼进度了 体力耗尽后 夜想睁开眼睛 将倍数调节下去 强大的差不多后 又开启五倍重力高压烙印 一下午的时间眨眼过去 战神高校与长堂高校的战斗也随之结束 毫无疑问 战神高校碾压长堂高校 不过还是放水了两把 六胜一平一副 不过今天的高校大比依旧没有结束 晚上将进行审判高校与帝威高校的战斗 尽管早已知道结果 战神高校的学生依旧无比高兴 但该吃饭的吃饭 该修炼的修炼 重力是顿时涌进来不少人 当战神高校的学生 这家伙怎么在这里 一个大四年级的学生微微皱眉 一脸不爽的静止走到叶响面前 毫不顾忌的拍着他肩膀道 一年级的学弟 你不是战神的学生 没资格用这里的重力是 即便是被称为纪律最为严格的战神高校 也依旧存在一些渣子 更何况现在还是高校大比的关键时期 战神高校早晚要跟盛庆打一架 被打扰到修炼的叶响不由睁开眼睛 平静的抬头看着眼前这个青年 我不能用事吗 战神大四年级的青年嘲讽地看着叶响 你觉得你有资格吗 叶响点点头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很简单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现在主动离开我们战神的重力是 第二个 被我们打得赶出重力是 小子 你打算选择哪个 叶响忍不住笑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战神的学生是军官制度 没有老师 只有教官对吗 战神大四青年眉头微微一皱 是又怎么样 跟你一个盛庆的家伙 来用重力是有关系吗 哪知道话音刚落 叶响猛然拍开他的手 然后一把按住他的脑袋 孙修完全没想到叶响敢动手 更没想到 他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整个人直接被按趴在地上 刚要怒吼 叶响冷漠地看着他说道 那么顶撞职位比你高的军官 在你们战神高效的规矩是什么 周围的人一愣 孙修也猛了一下 随即陡然想起来 这家伙还是王牌斩杀队的预备成员 而能成为王牌预备队的资格 战功军衔最起码需要 一等特级军官 这时 叶响的辅助智能看着孙修说道 二等中级军官 孙修 根据战神高效纪律校规 叶响同志作为一等特级军官 完全有资格使用战神高效任何资源 身为下官 公然挑衅 甚至对上官有动手倾向 急于处分 并且以通知你教官前来处罚 周边的战神学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真的假的 孙修此时眼中也全是震惊和不知所措 一个大义新生 才刚入学两个月 但这句话却是从辅助智能说出来的 不可能会有假 叶响的辅助智能兵冷提醒道 根据战神高效纪律校规 孙修同志 毫无理由与一等特级军官动手 你会被开除学籍 听到这句话 原本想上前帮忙的学生们顿时停下脚步 意识到问题大调了 如果是其他高校 军官等级或许还不重要 但在战场上 军官等级就是上司 任何命令指令 只要下达就要去执行 不需要任何理由借口 战神高校作为军方直系的学校 也是同样规定 可谁能想到 一个盛庆大一新生 竟然有军衔了 大学还没毕业 提前拥有军衔的 一直是战神高校的特点 这时 一个战神大一系的少年走出来 无奈劝导 叶响同志 麻烦你放过学长吧 叶响文言抬头看去 发现那个熟悉的面孔后 不由一笑 徐勇 徐勇摸了摸鼻子 嗯 他是我剑战系的大四学长 学长 他就是叶响 军训时期 用谢偶在前线获得六万战功 是实打实的战功 没有任何水分 大一新生 用谢偶在前线作战这件事情 已经属于保密阶段 虽然知道瞒不了多久 但毕竟才过去没多久 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孙修没有吭声 完全是没法说话 这家伙力气比他还大 不催动斗气 根本起不来 叶响抬起头 看着周围其他战神学院的学生 平静问道 还有人要把我赶出去吗 辅助智能顿时飞到叶响身前 进入敌对状态 这些战神学生心里一颤 二话不说 立马立正敬礼 长官 叶响并没有觉得不对 自己好歹在前线 杀了那么多一族 换来的军衔特权 不用白不用 再说了 他只是来修炼的 招谁惹谁了 你呢 我在这里修炼有问题吗 还要赶我出去吗 叶响低头看着地上的孙修问道 孙修知道自己 已经到丢脸丢到家了 将脸埋在地上 默默摇头 看到这一幕 叶响才松开手 这时 重力是大门打开 一席军装的教官老师走了进来 通过辅助智能视频和报告 在来之前 就已经事情的经过 所以到来之前 先来到叶响面前 敬礼后 转头看向孙修说道 顶撞一等特级军官 王牌斩杀队预备成员 甚至有动手意图 军官孙修你有意见吗 孙修看着眼前熟悉的教官 张了张嘴 最后没有吭声 也没有说话 教官看到他这副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 声音陡然提高 孙修 不说话 是代表有意见是吗 倘若是在战场上 你知道你的行为构成什么吗 孙修顿时被吓得一哆嗦 大声喊道 没有意见 徐勇有些无奈 学长还是太年轻了 叶响那个家伙 根本不能用岁数职业和等级来看 叶响同志 对这个处理方式还满意吗 教官这时候 转头看向叶响问道 叶响点点头 没有意见 得到答案后 教官点点头 直接带着孙修离开 走出重力室后 孙修看着熟悉的教官 不由有些委屈道 教官 我真不知道他是一等特级军官 我一开始 以为他是偷偷溜进去的 教官默默看了他一眼 开口说道 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你什么信息我很清楚 回去直接关禁闭 好好修炼混到毕业吧 孙修忍不住瞪大眼睛 教官 真要关禁闭吗 叶响那军衔肯定是走后门 怎么可能那么年轻 就混上一等特级军官 听到这句话 教官直接重重踢了他一脚 冷声说道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 是仗着自己大四年级 就很了不起 我来告诉你 叶响是怎么升到一等特级军官的 光北方战线 他就累计斩杀十二头四十级兵魔一族 拖延五十九级兵魔王 长达十几分钟 让数千战士得以顺利撤退 杀死的一族 更是接近上千名 这些全部都有记录 更重要的是 当初南海战线发现 古骸一族从海底入侵进攻 也是叶响等人 深入古骸一族领域发现的线索 你就不能用你那核桃大的脑子想想 叶响为什么有资格成为斩杀队预备成员 或者你来说一个 得需要什么后台 才能走后门进入王牌斩杀队 天王亲儿子吗 听到教官这番话 孙修整个人直接呆愣在原地 是 是吗 是你个头 教官是真觉得这孩子没救了 突然皱起眉头 一脸狐疑地看着孙修说道 你当初怎么考上战神的 走后门吗 孙修顿时有些心虚 连忙摇摇头 不是 我不是 叶响没有继续在重力室修炼 换下防护服洗了得早出来后 结果两根营养药剂一口喝下 便打算回宿舍继续修炼 然而就在路上 他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依旧是满头白发 满脸褶皱 叶响不由肃然起敬 走到他面前拱手说道 横老爷子 哈 你这小倒是 横青不由一笑 听这小子随意的叫声 的确有种亲切感 他认真打量着叶响 微微点头 才过去一个月 竟不是不小 叶响摸了摸后脑勺 开口说道 横老爷子 你的丹药 还得需要一些时日 没事 老爷子没那么容易死的 横青笑道 走吧 聊聊天 叶响犹豫一下后 点点头 战神横青 依旧是这战神高校的名誉校长 从建立之初 就没有第二任校长 此时一老一哨 就在校园中缓步走着 什么话都没说 有似乎像是说了什么 不少聪明人看到这一幕 猛然意识到什么 不可思议地看向叶响 当年 横青还是中年时 也曾这样带着罗锦 在校园里闲逛着 而今 仿佛一个轮回一般 再次上演这一幕 身披绿色军装长袍 白发老人 一袭朴素青衫道袍 长发少年 老爷子 都走那么久了 咱能说是吗 或许是感受到 看他们的视线越来越多 叶响终究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横青翻了个白眼 陪我这个老爷子 走走怎么了 嗯 走那么久对身体不好 行 听你的 横青最终还是坐了下来 抬起头 看着叶响说道 真做好上战场的准备了 这一上 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叶响脑海中浮现出军训时 遇见那些不惧死亡的战士 还有先前看到 王牌精锐战士重伤的模样 坚定地点头 嗯 时刻准备着 此时天色渐飞 叶目上 孤月朦胧 横青叹口气 轻声说道 昨夜月饮呼起风 将上寄聊雨火空 沃传此语听鸣虫 应是绿意小生龙 叶响 给点反应 这诗做得怎么样 没有传啊 意境 哦 没感受到 你小子 嗨嗨 看着横老爷子 咳嗽比以前严重很多 叶响不由微微皱眉 直接伸手落在老爷子手腕上 却发现 他的身体竟然又变差了许多 汤药没吃 国家哪有那么多药材 好东西 可是都在南方呢 横青微微摇头笑道 那老爷子尽量再凑一份吧 我明天试试炼丹 叶响说道 哦 能炼丹了 明天突破可以试试 叶响说道 行 横青抬起头 看向一旁的辅助智能说道 听到了吧 那就尽量 再准备一份吧 辅助智能点点头 将数据传输上去 只要战神横青能恢复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会去尝试 华夏地大物博 什么都不缺 但那是在以前 药材最多的地方就在南方 而如今的南方 早已沦为一族领域 两人就静静坐在凉亭中 夜想闭目修炼 身上的人鲜纹若隐若现 横青好奇地看着 陡然发现 注视着这些纹落 整个人仿佛也舒服了不少 这小子 好像浑身都是宝 远处 陡然响起热闹的呼喊声 显然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 结果自然是审判高校获胜 地位高校挑战失败 一线高校之间不做排名 毕竟各有各的优势 没过多久 又安静下来 夜想依旧在冥想修炼 不受任何影响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夜时间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夜想还没意识到 能让战神横青亲自守夜 这个意义究竟有多大 这终究是代表着一份传承 但在夜想眼里 这就是个老爷子病号 夜幕越来越黑 夜想身上的人鲜纹 也显得越来越明亮 横青看着越发舒服 身体里的一些暗急 难得没有做通 浑身舒畅 不知不觉间 竟然打汗睡了过去 横青的辅助智能 默默记录下这一幕 时隔数十年 从未见过战神横青 睡得这么香了 然而听着身边 震耳欲聋的打汗声 夜想无奈的皱眉 睁开眼睛 看向睡觉打汗的横老爷子 能不能有点前辈风范 无奈摇头 只好继续修炼 又过去两个小时后 他终于将两个肺部 完全烙印 顿时 呼出来的气 与吸进来的气 如刚风一般 隐约有了许多变化 夜想不由深吸一口气 发现自己的肺活量 似乎可以轻易做到几个小时 不需要喘气 当然他没有傻的去测试 而是下意识抬起头 看向远方 此时 正值黎明前分 果不其然 在下一刻 万丈光芒宛如鲸鱼 月苍穹 大地复苏 夜想站起身 运转骨呼吸法 腹腔共鸣 深吸一口气后 竟然比往常多出数倍的紫气 涌入口中 坠入气海那颗紫金丹 这紫气数量之多 围绕在紫金丹上 一时半会儿 还吸收不完 夜想完全没想到 烙印肺部的人先闻 对修炼内丹 还有这种好处 似乎感觉肺部 还可以再容纳一些紫气 不等内丹吸收完 再次深吸一口气 果不其然 又是同样数量的紫气 涌入气海 内丹一时吸收不完 也可以存放在肺中 伴随着紫金丹越转越快 那圆满之意 也越发弥漫 刹那间 紫金丹一阵 顿时变大了些许 海纳百川一般 直接将体内所有紫气 吸收一空 紫气从夜想身上 扩散开来 朦胧紫气弥漫全身 与出阳金光融合 这一刻 夜想浑身紫金光芒 宛如少年哲仙人 紫气东来 道气道长 恒青早已睁开眼睛 看见这一幕 哪怕是他 也不由被震惊到 天变末代 这就是人族天师吗 此时夜想的等级 也来到三十二级 这个等级 在大二阶段 已经属于精英级别 夜想身上的紫气 缓缓内脸消散 睁开紫眸 果不其然 对周围那种细致的感知能力 又强了几分不说 视力也更加清晰不少 十几米外的一棵树上的叶子 在他眼中 叶脉都变得十分清楚 内单中的灵力 直接增加了三分之一 夜想眼眸微动 抬起手 施展通天路 刹那间 十八张浮路齐齐 悬浮在身前 持续一会儿后 浮路又随即消散 突破后灵力再次增长精纯 通天路 雷法 和三昧真火的威力 无庸置疑也增强一些 夜想转过身来 看向战神恒青 点点头 恒老爷子 可以试试炼丹 好 恒青不由一笑 倒有些好奇 夜想的炼丹手法 他的辅助智能 将凑齐的药材拿出来 夜想抬手一卷 便将所有药材落到身前 炼丹与汤药的效果完全不同 炼丹就等于 将药材的所有精华炼制出来 承丹后 将药效发挥到极致 与汤药相比 毕竟药效更大 而且所含药毒 也是微乎极微 几乎没有后遗症 此时夜想正好是巅峰状态 四转九阳回丹 按理来说 最少需要二转紫金丹 才能炼制 但恒老爷子的身体情况 已经不能再拖了 哪怕再拖几个月 哪怕真将四转九阳回丹 炼制出来 也无力回天 夜想周身陡然弥漫起 湛蓝色火纹 双眸透露出 三昧真火 湛蓝色的印记 刹那间 幽兰深邃的火焰 在他双手燃烧起来 一株株稀有药材 落入三昧真火中 炼制精华 其中把握的火候 对于每一株药材都不一样 其中需要消耗的精力和细节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然而 夜想得到系统小金人的 丹道传承 对于炼制丹药 无比熟悉 仿佛与生俱来 没有任何陌生 随着一株株丹药 融化成精华 那浓郁的药香味 顿时弥漫开来 恒青不由深吸一口气 这要香闻起来 都令人精神舒坦 但随着时间流逝 夜想的灵力和精神力 逐渐耗尽 哪怕刚突破 趁着灵力圆满 且有盈余 但炼制这四转九阳回丹 依旧相当吃力 恒青也意识到这一点 微微皱眉 有些担忧 倒不是担忧 夜想炼丹会失败 而是担心消耗太严重 伤到这孩子的根基 就在这时 夜想眉心展现出道一心境 身上气势陡然一变 掌控的三昧真火的威力 随之猛然倍增 所有药材精华 在三昧真火的控制下 迅速融会在一起 渐渐的 一颗丹药的雏形逐渐形成 但越到承担的关键时刻 越不能出错 一旦成为肺丹 丹药药性会变得博杂混乱 药效甚至还不如一碗汤药的十分之一 吃下去 反而还容易出现问题 夜想此时已经满头大汗 咬着牙 继续强撑着这炼丹最后一步 此时体内灵力已经几乎耗尽 眼见就要打算用寿命撑住时 突然想起 这出阳时辰还没结束 眼睛顿时一亮 它是因为突破 才提前结束修炼 时间还没过去 二话不说 直接配合肺部人先闻 运转骨呼吸法 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 几缕淡薄的紫气 坠入气海中 虽然数量少了很多 但也如同及时雨 手中一簇三昧真火 陡然旺盛起来 刹那间 丹成圆满 一颗药香味扑鼻的丹药 被夜想稳稳接住手中 看着手中的九阳回丹 不由微微皱眉 上面只有三道丹纹 虽然尽全力 但这火候还是差了一些 并没有完全达到四转 药力估计只有四转九阳回丹的一半 老爷子 丹炼好了 但我等级还太低 不是很圆满 药效估计只有原来的一半 夜想抬头看向恒青说道 哼 夺天地之造化的道丹术 老夫也算是开眼了 恒青一点不在意丹药的效果 他在夜想身上看到的东西更多 这时 林峰发来通讯 说道 夜想 马上开始比赛了 好 我马上过来 夜想点点头 他将丹药直接递给恒青 老爷子直接吃了就行 我先过去了 恒青认真的接过丹药 点点头 好 去忙吧 对了 你如果真打算上战场的话 不打算先结婚吗 啊 好 夜想一呆 恒青趁机说道 我那孙女也挺好的 乖巧漂亮 老爷子你孙女留给别人吧 我是个道士 夜想连忙打了个旋即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这老爷子真不地道 白给练丹 还打算让他卖身 恒青一脸无奈地 看着夜想那逃离的身影 突然中美 这小子身为天师 是不能结婚吗 他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珍贵丹药 沉默片刻后 将丹药递给辅助智能说道 把这颗丹药给天王裸紧 他在前线复合太严重了 辅助智能刚要听从指令 结果丹药 哪知道辅助智能的后台 直接换成了指挥官 开口说道 战神前辈 天王的伤势是无法逆转的 这边建议您先服用 恒青皱起眉头 沉默片刻后 微微叹口气 将九阳回丹闭目吞下 丹药落入腹中 迅速化开 宛如无数阳气 席卷他的全身 阻断的经脉迅速开始修复 无数暗急逐渐化淤 老人的脸色逐渐从白转红 陡然喷出一大口黑血在地上 下一刻 他的脸色迅速恢复到正常神色 胸口宛如吐出瘀伤 呼吸很是舒畅 原来苍老暮色全部消失 浑身伤势也直接好了三分之一 相同的 他的战力也恢复到巅峰时期的三层 恒青忍不住痛快一笑 身上一股磅礴恐怖的气势升起 接近三十年 战神风范在线 辅助智能扫描了一下恒青的身体状况 后台的指挥官顿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一位曾经的人组顶梁柱 是真的在恢复了 一颗倒丹 竟然如此神奇 当叶祥来到盛庆座位这边时 发现众人已经到齐 道歉 有事耽误了一会儿 他看向凌峰歉一道 凌峰注意到 叶祥脸色有些发白 明显是消耗过度的情况 没事吧 没事 叶祥摇摇头 你先好好恢复 今天有可能不好打 凌峰说道 叶祥点点头 他知道今天是跟松山高效比 对方的实力可比耀云强了一个档次 虽然是一线高效 但都当精英培养 整体实力都不弱 而且还全部是战斗职业 不少人这回都不看好盛庆 没有浪费时间 叶祥盘坐座位上 开始闭幕恢复灵力 但灵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 精神器想要恢复 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没过多久 盛庆伏法系全部赶来现场 冯淼泉看到叶祥有些颓废的样子 不由有些好奇 昨晚上叶哥干啥去了 感觉脸色不太好啊 王军摸了摸下巴 晚上还能干什么 冯淼泉不由叹气 哎 年轻人不知道节制一下 徐萌萌刚从他们三人身边路过 听到这些话 没好气地拍了他一下额头 你才多大 瞎说什么呢 他看向叶祥 思索片刻后 抬手一道恢复法术 落在他身上 叶祥顿时感受到 精神力恢复些许 一下子猜出是导师徐萌萌 毕竟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体会过一次 然而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月灰星芒笼罩下来 精神力不仅恢复了百分之十 还增幅了百分之十 沈又威双眸闭目 双手合十 月精灵吟唱祝福法术 落在叶祥身上 源源不断的月灵 直接恢复叶祥的精神力 倘若是在晚上 这祝福效果还会增强一倍 沈又威升级到二十五级后 也拥有了精神力恢复技能 叶祥依旧没有睁开眼睛 但也知道这独特的月光精神力 是他 然而下一刻 各种各样的辅助光环 全部落在叶祥身上 几乎都是木系 水系 光系等恢复技能 叶祥毕竟是伏法系一般的学生 论恢复技能完全不缺 身边几人看着这小子身上 十几道光环 哪怕是凌峰 也有些无奈了 看来叶祥很受班里 女生的喜欢呢 陈婉怡不由打趣道 时间力量滑几人 忍不住有些羡慕嫉妒了 伏法系是真香啊 这都成团宠了 要是在战场上 岂不是十几个辅助法师 给这小子加持光环和状态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漆黑的青石腐败光环 落在叶祥身上 众人顿时一愣 诅咒光环 观众席上 周围女生顿时朝冯淼泉看过去 冯淼泉立马举起双手事业 我这不也是 想给叶哥表示一下吗 叶祥压根不害怕阻 话还没说完 无数水球光弹等小技能 朝他砸了过来 王军和陈万言 很是默契地离他树持远 王军还不忘记 给自己和陈万言放一个结界 避免伤及无辜 这些技能虽然伤害不高 但打在身上也疼 叶祥身上金光一闪 那道黑光诅咒顿时被驱散 凌峰看到这一幕 眼眸划过一丝诧异 作为最难缠且无解的诅咒 居然就这么简单解除了 这时 大屏幕上出现圣庆高校 与松山高校的大笔 一位身穿土黄色练功服的光头青年 直接从数米远的台下 纵身跳了上去 身手敏捷 还留有余力 他双手合十 看向圣庆这个方向 微微低头闭目 阿弥陀佛 凌峰不由眯起眼睛 来之前 他在图书馆查过一些 有关于松山的资料 不查不知道 一查真是吓一跳 松山高校传承数百年 很是神秘至极 不少就读这所高校的学生 哪怕是毕业后 大部分也都选择前修 更是传闻 这所高校背后有影视传承 完全不能小看 第一轮我来吧 坐在最后面的文艺青年说道 方姐 43集 隐藏职业 战歌剑术士 属于魔舞双系职业 主要是用负能自身战歌 魔法技能需要用剑来发挥 和陈万言类似 但方姐更倾向法术方面 在圣庆识人中 方姐的实力也算是排在中上 实力并不弱 凌峰思索片刻后 点点头 可以 小心一些 方姐文言站起身 捏起一道法术后 只见一柄战蓝色的法剑 凝聚在他手中 上台后 两人各站一方 随着裁判老师宣布开始后 光头青年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方姐冲上去 身上散发出黄色光气 双手成龙爪 凌峰微微皱眉 松山战绩 龙爪手 方姐迅速退后拉开身位 嘴里开始唱着一首战歌 法剑亮起光芒的刹那间 他提剑竖起 一道六芒剑阵浮现周身 光头青年毫无畏惧 直接冲了上来 六芒剑光被龙爪破碎 一拳狠狠落在方姐胸膛上 方姐吃痛不已 眼中划过一丝不可置信 这光头和尚 怎么会那么强 他强撑着站起来 脚下战歌阵纹浮现 与数十米外 不知道何时出现的阵纹 摇摇对应 下一刻 方姐身形陡然出现在那个位置后 没有一点犹豫 直接念起战歌释放大招 刹那间 无数剑光如雨落朝光头青年冲刷过去 看到这一幕 光头青年身上陡然散发出佛光 刹那间 一尊腐虎罗汉虚影出现在其身后 这一刻 光头青年仿佛化身虎影 一跃瞬间来到方姐面前 狠狠将他撞飞出去 强大的碰撞声 让方姐喷出一口鲜血 维米倒地 同样的四十三级 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时间几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松山高校的武僧职业 这么强大的吗 就算前期战士职业克制法师 也不可能强得这么离谱 谁都看出方姐是尽力了 可两人的实力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光头青年走到方姐面前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后 转头看向裁判老师 裁判老师这才反应过来 显然也有些意外 立马宣布 松山高校首战胜 方姐被抬下来后受伤不清 整个胸膛都是瘀青 肋骨都断了几根 看到这一幕 徐某某连忙走过来 使用治愈魔法 这松山高校下手这么狠吗 陈婉仪忍不住皱起眉头 肋骨打断 哪怕有法术治愈 也最少需要好几天静养 才能完美恢复 否则很有可能二次断裂 伤到内脏那就是重伤了 林峰抬起头果不其然 那年轻和尚显然打算继续挑战 默默低头念起佛语 看起来不急不躁 很是庄严 但林峰看到那隐约翘起来的嘴角 很明显这家伙在得意 顶级高校圣庆 果真不过如此 夜想缓缓睁开眼睛 抬头看向那年轻和尚身上 隐士传承 佛法 裁判老师朝他们看过来 示意圣庆这边待上第二位了 这是什么技能 简直从未见过 队伍里 一个女生忍不住问道 百年前的隐士传承 佛门 传闻他们转职的方式 跟我们不同 只要资质合适 可以直接传度为罗汉尊者等职业 林峰解释道 刚才对方施展的技能 应该就是古书上所记载的罗汉佛法 夜想没有说话 百年前道门 如果真如老道长所说的很强盛的话 那么佛门或许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我来吧 子灵轻声说道 身为隐藏职业 幻术师 他的实力 是除了林峰陈婉仪之后 最强的人了 林峰思索片刻后 点点头 小心一点 他画虎 那个技能速度很快 嗯 他走上台去 身为黑长直的漂亮妹子 一出场 自带人气 欢呼声连连响起 青年光头抬起头看向子灵 注意到他的眼睛竟然是紫童 觉得很是好看 台下的陈婉仪突然忍不住一笑 他好像中招了 林峰微微点头 但并没有放松下来 台上 青年光头看到子灵 也不由微微一笑 平僧法号虚言 望施主手下留情 夜想歪了歪头 和尚跟道士都是出世人 但这青年和尚 好像只是个职业 裁判老师宣布开始比赛 这一次 青年和尚并不着急 似乎在里让子灵先动手 子灵没有客气 缓缓抬起手 只见他右手上 有一串紫叶银铃 铃声随着紫雾涌现 刹那间 万千幻象弥漫开来 青年和尚神情有些惊奇 看着周身场景变化 仿佛在一点点窥视他的内心 让他内心的欲望 和最害怕的恐惧 全部都出现在面前 四转幻术师技能 本我幻象 哪怕你明知道 眼前一切都是假的 依旧会重头 然而 观众席上的人 却一脸莫名其妙 搞什么 裁判老师不是说开始了吗 为什么都一动不动 凌峰看了一眼时间 当半分钟结束后 微微点头 可以 应该是没问题了 只要陷入子灵技能 超过半分钟没出来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出来了 松山高校那边 几个长辈高僧微微皱眉 一下子看出了问题所在 随后叹叹气 轻声说道 虚竹 让虚原下来吧 几个孩子虽然成功转职罗汉 但心境还太差 倘若这一关陷入太久 甚至会让心境出现问题 为首的年轻和尚 文言点点头 立马起身 朝裁判老师示意认输 裁判老师点点头 直接宣布 圣庆获胜 子灵见状 也只好解开幻象 摇晃了一下手中迎领后 台上的年轻和尚 缓缓清醒过来 等彻底回过神来后 顿时一脸惊恐地看着子灵 这个看起来甜美漂亮的女生 竟然如此恐怖 那幻象中全是他因为各种破戒而下的无尽地狱 虚言脸色苍白地走下台 来到几位高僧面前 默默低头 师父 坐下吧 闭目念菩提心经 是 虚竹看向另外一个一直闭目念经的和尚 开口说道 虚敬 你的心性是我们中最好的 这场你上吧 被念到名字的青年和尚 文言睁开眼睛 平静地点点头 起身朝台上走去 他身上穿的是素色僧袍 与其他年轻和尚有着明显区别 年轻和尚走上台后 他就一直低头 双手合十 闭目 默念着佛经 凌峰顿时皱起眉头 这又是哪路佛门罗汉尊者 年轻和尚上台后 看都没看子凌一眼 这深不可测的气场 让他有一种无处下手的感觉 在裁判老师确定开始后 子凌第一时间退后竖步 然后摇了摇手腕上的一串银铃 然而因为对方根本没有看他 幻象效果大打折扣 只是片刻间 虚敬就走出幻象 他终于抬起头 但那一双眼睛中 竟然是秘密麻麻的秘经佛文 一瞬间 子凌就意识到自己中招了 果不其然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 被困在满是佛经的经中内 咚的一声巨响 秘密麻麻的佛语 钻入他的蹊跷 似乎要将他强行度化 啊 子凌尖叫一声 下意识捂住耳朵 台下的凌峰看到这一幕 脸色一变 立马站起身 意识到不对后 直接看向裁判老师 示意认输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年轻和尚 竟然跟子凌是类似的职业 他脑海中 很快就找到了对应资料 佛门中的沉思罗汉尊者 又是个强大的隐藏职业 松山这边 难不成全是罗汉尊者 职业不成 裁判老师见凌峰选择认输 微微点头 身为高校领队 是有资格代替成员认输 年轻和尚健壮 双眸也恢复正常 他看了一眼 对面脸色苍白的漂亮女生 嘴角微微泛起一丝笑容 随即直接转身主动下场 并不打算继续挑战 子凌此时一脸恍惚地从台上下来 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神情有些许呆滞麻木 他怎么了 圣庆几人看到 子凌这一幕 不由有些疑惑 凌峰也完全不知道 子凌这是怎么回事 目光变得冰冷起来 直接转身朝松山那边走去 拦住虚敬道 你没有解除技能吗 阿弥陀佛 小僧 没有听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虚敬平淡地看着凌峰说道 你少装糊涂 为什么子凌没有恢复正常 凌峰脸色越发冷漠 他与我佛有缘 施主放心 他会恢复的 虚敬说完这句话后 不再理会凌峰 直接走了回去 凌峰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 但这松山高校太过于神秘未知 他一时也找不到头绪 徐某某已经走过来 给子凌释放了治愈和恢复精神力的法术 但发现并没有太多作用 他好像在冥想状态 所以显得浑浑噩噩 徐某某说道 叶响这时候恢复过来 他应该被困在类似于内景中的精神世界 那和尚之前想要度化他 那技能效果还没有消失 有办法解决吗 凌峰这时走回来 听到叶响这句话 眼中顿时泛起寒意 开口询问道 他当然明白佛门度化的意思 可那个年轻和尚是怎么敢的 有点麻烦 叶响皱起眉头 我需要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打开内景 需要怎么帮你 凌峰直接问道 不用帮我 需要一点时间就行 叶响点点头 上次迎紫叶那里得到准确的周天星辰 还没过多少天 他没有忘记 叶响走到紫灵面前 闭幕后 一道八卦阴阳图从他身上展开 将两人包围 随即直接开启内景融入两人的精神世界 刹那间 叶响就进入了紫灵的精神世界 紫灵学姐 我是来帮你的 不要抵抗 叶响站在一处朦胧边缘 平静说道 下一刻 眼前的精神世界就打开一个口子 叶响知道紫灵是认可了 直接迈步走进去 一入眼就看到一个硕大的精中 密密麻麻的佛经范文 围绕着一个身影 看到这一幕 果不其然 那年轻和尚就是打算强行度化紫灵学姐 要真等他自己醒来 搞不好这位学姐就一心修佛去了 他不理解 那个年轻和尚这么做 是别有目的 还是什么原因 一个高效大比居然玩这一手 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的确是幻象类职业经常做的手段 但像这种强行度化修佛 可比简单影响一个人的心境问题大多了 完全就是有理到外 换了一个人 这就是佛门吗 叶祥微眯起眼睛 此时他已经走到精中面前 看着眼前宛如坚不可摧的大精中上 密密麻麻的佛经范文 叶祥却一脸不以为意 嵩山高效 好像是从小就培养的吧 二十来岁 就会这点佛经 叶祥嘴角微微一撇 捏起法觉清点眉间 直接将脑海中的三千道藏 全部释放出来 刹那间 宛如书海一般 无数道经书文不满整个精神世界 那佛经范文立马有了反应 试图阻止这些道藏经书 佛光大盛 然而寡不敌众 眨眼间就被三千道藏彻底淹没 你个小别三 跟割完 与此同时 外界原本一脸平静的虚静 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满脸不敢相信的 看向圣庆方向 他被自己的佛法反噬了 内景中 失去佛经范文的支撑 大精中也陡然崩塌 化作漫天星点飘落散开 夜想一袭青山道袍 从漫天星点走过来 伸出手打去的看着紫灵说道 紫灵学姐 还发什么呆呢 真打算出家当尼姑啊 紫灵正正的看着夜想 眼睛逐渐恢复神采 伸出手抓住夜想的手起身 谢谢你夜学店 夜想点点头 认真看了一下后 说道 还差一点 省得再出现意外 好 紫灵乖乖的站在夜想身前 这一刻仿佛夜想才是学长 而她是小学妹 但两人的等级 整整差了十一级 夜想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跟我一起念 真长应物 真长得性 长阴长静 长清静矣 紫灵点点头 跟着一起念 念完之后 夜想用手指点了她一下额头 这道经就像是一个辅助技能 让紫灵整个人顿时舒服清凉 先前那些占据满脑子佛经范文 顿时消失的一干二净 整个人一下子无比舒服了 不知不觉间 紫灵就抱住夜想睡了过去 等夜想退出内景后 就看到凌峰陈婉怡和时间等人 一脸怪异地看着她 低头一看 才发现紫灵抱着自己睡着了 夜想轻轻将紫灵推开交给陈婉怡后 看向凌峰说道 学长 下一个我来上吧 凌峰思索片刻后说道 他们都是影视传承的罗汉尊者职业 佛法神秘且强大 你等级低容易吃亏 有把握吗 夜想咧嘴一笑 我会雷法 对 电死这群光头 太阴了 时间忍不住说道 众人不由朝她看过来 在座只有她被夜想雷法惦过 行吧 能打几个是几个 夜想随意说道 裁判老师似乎也意识到 盛庆这边出现问题 并不着急 而台上 一个年轻和尚早已在上面等候 似乎完全不在意 盛庆这边会派谁先上场 这个年轻和尚 一手念经 一手拿着一个黑波 夜想走上十梯来到台上 在裁判老师的试衣下 可以开始 年轻和尚二话不说 直接抬起手中黑波 朝夜想丢过去 黑波移动速度非常快 眨眼而至 同时还有波声悬绕 震人心神 夜想立刻明白 对方这手段是哪方面了 倒是也有 就是练起的手段 身上顿时浮现出人鲜文 台首直接将黑波砸了回去 光东一声震响 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听见了 夜想甩了甩手 妈的还挺疼 脚下用力一蹬 直接飞快朝着年轻和尚冲去 这家伙所有本领都在这黑波上 本体实力肯定不高 果不其然 看到夜想靠近 这虚名和尚 直接退后拉开距离 再次将黑波朝他丢了过来 这次速度更快 力道更猛 夜想嘴角泛起冷笑 全力催动人先驱后 一把将黑波抱住 那年轻和尚看到这一幕 微微皱眉 这家伙的身体到底有多强 他连忙控制黑波收回 但夜想哪能让他如愿 直接捏起法绝 眼眸化作金铜 浑身涌现出澎湃金光 将疯狂挣扎的黑波覆盖住后 金光神咒瞬间就切断了 对方与黑波的联系 虚名脸色一变 这是什么道法 还能这么晚 夜想敲了敲手里的黑波 挺结实 不由抬头看向年轻和尚说道 还没到过年呢 就送我一个礼物 也挺好 我收下了 哪天圣青混不下去了 这波我还能要饭用 年轻和尚顿时气炸 他佛门重宝驱魔圣波 怎么可能用来要饭 然而夜想也怎么可能就这样放过他 身上的金光瞬间朝他扑上去 虚名脸色一变 连忙要跑 但以他的速度根本跑不过金光 直接被金光缠住身躯 夜想伸手一握 金光顿时将他拉扯过来 不得不说 随着等级提高后 这金光皱也越来越好用了 虚名被金光束缚 几乎没有挣扎能力 直接被拉到夜想面前 还没回神过来 夜想拿着黑波 就对着他的光头砸下 光荡 你们喜欢玩音的是吧 嘶 这光头手感敲起来 还真舒服 夜想又忍不住用力砸一下 光荡 虚名脑袋上 顿时出现两个大包 整个人被砸得眼花缭乱 站都站不稳了 失去圣波法器的他 战斗能力直接为零 夜想越敲越顺手 越敲越狠 咣当咣当咣当 响个不停 眨眼间 这个光头和尚 已经被夜想敲满头大雪包 说是头脚争容 一点也不为过 这凄惨一幕 看得台下虚竹 终于忍不住站起身 宣布认输 夜想撇撇嘴 这还没敲够呢 就投降了 拍拍手 起身走开 虚名终于解脱了 只觉得满脑子发胀 懵懂想要走下台 看到他这副样子 虚竹美好气道 你的波不拿回来吗 虚名这才反应过来 转头看向夜想 施主 请将波还给我 夜想皱起眉头 什么波 这黑波材料非凡 他还打算 将来炼制天师祖印的时候 给容了 我佛门重宝驱魔圣波 那么多人 都看到你抢走了 还要耍赖不成 台上虚名神情难看地说道 他转头看向裁判老师 老师还望主持公道 哼 夜想笑了 这些年轻和尚先前顽阴的 现在又要说公道 脸皮是真的火 裁判老师微微皱眉 思索片刻后 看向夜想说道 夜想同志 比武中可以抢夺对方武器 但结束后要归还 行 夜想点点头 他也知道 留住的黑波不现实 但对方来阴的 自己怎么不能玩阴的 稍等一下 夜想拿出黑波说道 刹那间 手中涌现三昧真火 直接将黑波炼了 波中所有的佛经梵文 迅速被三昧真火熔炼消失 看到这一幕 松山这边的几个高僧 神情一变 虚明更是满脸惊慌 连忙上前 你在干什么 住手 然而还是慢了一步 三昧真火 作为道家神火之一 炼丹炼气 完全不在话下 这黑波在三昧真火中 没过一会儿 就真成了毫无用处的肺波 那 还你 夜想直接将黑波丢给虚明 上面还残留着些许三昧真火 虚明想见 又不敢见 但还是伸出手 黑波落入手中 三昧真火顿时透过手掌 灼烧他的神魂 虚明瞳孔一缩 深入神魂的灼烧 让他无比痛苦 但还是死死拽紧黑波 转身离开 走下台后 那一位高僧 起身走到虚明面前 手中佛光散发 眨眼便将黑波上面的三昧真火 驱出干净 并且将虚明灼烧神魂的痛楚恢复 高僧看着已经失去 所有佛性的驱魔圣波 目光变得无比深邃 抬头看向台上的夜想 果真是三昧真火 夜想一脸平静与他对视 半点没觉得做错 这些和尚来因的 下手还狠 毁掉一个佛门重宝 给点教训 这些人掌握强大传承 去做这种事情 夜想站在台上 并没有打算下去 一个年轻魁梧的和尚 早已忍不住 直接站起身 朝台上走去 虚竹微微皱眉 但思索片刻后 并没有阻止 夜想看着上来的魁梧和尚 比陈万言还要强壮许多 浑身都是剑子肉 年纪轻轻 竟然留着落三胡子 一看就知道 是走近战的路子 裁判老师看到两人准备好后 点点头 抬手示意可以开始 年轻魁梧和尚站在原地 只是做了一个缠印手势 身上陡然散发出佛光 加持全身 夜想微微眯起眼睛 他从这魁梧和尚 感受到了体魄的威势 身上也迅速涌现人鲜文 金光浮现全身 双眸化作金铜 两人同时动了 很干脆的拳脚对轰 强大的力量爆发 让观众席上 所有人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夜想终于突破防御 一拳狠狠砸在对方胸口上 却宛如砸在金钟上 手臂顿时传来反正力道 甩了甩手 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金钟罩 虚空嘴角一笑 施主 怎么不打了 哎 真麻烦 夜想叹口气 懒散地挽起袖子 下一刻 整个人气势一变 双手起势 身上缓缓浮现出一道太极虚影 凌峰立即认出夜想的这一手 不由点点头 盗门太极拳 好像可以克制金钟罩 虚空微微皱眉 试探地直接上前 对着夜想直拳砸下 夜想侧身轻易躲开 根部白掌坐腿 虚不合手 双手一卷 虚空顿时感觉到 身子不受控制一般 失去下盘重心 不等反应 帮掌陡然落下 哄 动 那强大的力道 明明没有破开金钟罩 但所有尽力 却穿透了虚空胸膛 扑痴 虚空喷出一口鲜血 围米的半跪在地上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夜想 这是什么拳 想学 我教你啊 夜想抬手 行云流水般 将云首绷进 转化万千 虚空咬咬牙 他不打算就这样认输 大鹤一声 身上佛光陡然化作一头怒尸 凶狠地朝夜想冲去 临风眼中划过一丝精芒 认出台上这和尚的职业 笑尸罗汉 这四转强大的攻击技能 夜想深吸一口气 当然不会傻傻地站在原地应接 身上的金光瞬间被他压缩到极致 雷法附身 刹那间 整个人化作一道白雷 瞬间躲开这头怒尸 哪知道这头怒尸竟然还会转身追上来 看到这一幕 夜想手中迅速凝聚出绚烂雷光 观众席上顿时所有人忍不住瞪大眼睛 真是雷法 还不需要念咒的雷法 一团暴虐的掌心雷瞬间轰出 瞬间与怒尸轰鸣炸开 刹那间 台上强大的能量肆虐爆发 哪怕是边缘的结界都晃动起来 但夜想并没有停下来 手中再次凝聚雷光 一掌拍在地面上 雷法地附 狂暴的雷电宛如蜘蛛网一般 瞬间来到虚空身前 虚空刚要跳起身 但雷法的速度快到根本来不及反应 肆虐的雷法瞬间贯穿麻痹全身 佛光破损消散 啊 虚空顿时被雷法电的浑身颤抖 惨叫连连 一瞬间众人仿佛还看见 被电出形状的骨头 时间看着这熟悉一幕 很是感同身受 夜想此时浑身闪烁着雷法 瞬间来到虚空面前 白眸冰冷 手中再次凝聚一道掌心雷 看到这一幕 虚竹连忙起身 要认输阻止 但还是慢了一步 雷法附身的 夜想快到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轰一声 夜想直接用掌心雷 将虚空炸飞出去 这一次 金钟照直接破开 年轻和尚如一道抛物线一般 直接飞出台下 正好落在松山高校等人面前 将其重伤 不躺个十天半月 别想起来 夜想身上缓缓展现出紫色道袍 长发飘飞 白眸威严赫赫 冷冷注视着台下松山高校的和尚 不惊打 继续 观众席上 横轻看着台下那意气风发的身影 不由一笑 这隐士佛门终于是坐不住想要出事 谁能想到会遇到这小道士 面对夜想的挑衅 数位年轻和尚低头念起佛经 虚竹和尚则是转头看向师父 那位高僧缓缓点头 得到肯定后 虚竹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迈步上台 看着夜想质问道 回我佛门重宝 重伤我师弟 你没有觉得太过分吗 你们强行用佛法打算度化我学姐 这件事怎么解释 夜想冷漠问道 我师弟并没有错 她是为了那个女孩好 有慧根佛缘 倘若能领悟佛法 转职菩萨职业 对她来说是一份大机缘 虚竹解释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 年轻和尚一脸平静柔和 仿佛真是一位佛法精神的和尚 夜想以前对佛门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怎么听都觉得这些人无耻呢 全是扯淡 强行度化他人是机缘 笑死 你打不打 不打下去 你与我佛也很有缘 虚竹说道 怎么 你是看上我的金光神咒 还是雷法 简单 想学的话 拜我为师 我肯定会教你 夜想忍不住笑道 懒得跟对方继续磨叽 夜想现在已经对这所谓的影视佛门 毫无好感 一个个心眼子真是多 天地不仁道一心静浮现眉心 夜想气势陡然变得高冷神秘起来 台下的高僧看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泛起一丝震惊 三十级就领悟了真意 难怪了 难怪这小道士 为什么能进入王牌斩杀队 战神恒青与天王都如此关照这个人 道门气运原来还没断吗 这是要起死回生不成 虚竹意识到夜想的变化 但没有领悟真谛的他 根本不明白这到底代表着什么 低声念了一句禅语后 身上佛光涌现 下一刻 一头辉煌威严的金龙从他身上巨像出来 降龙罗汉 哪知道下一刻 夜想身上也涌现出三昧真火与雷法 冲天起 化作龙雷真火 一条青色火龙呼啸而起 两条龙在上空迅速争斗起来 雷火与佛光不停乍现 下面夜想与虚竹也没有任何留守 一个道法 一个佛法 太极拳与降龙掌法不停对轰 但在道义心境下 夜想完全是在压着虚竹打 要知道虚竹是四十五级 隐士传承职业 降龙罗汉 可就是被这家伙压着打 虚竹都快被打得郁闷吐血了 这小道士 怎么可能是普通道士职业 可如果不是道士 却用的都是道法 还能怎么解释 虚竹无法理解 只能咬牙强撑 仗着自己等级高 他不相信对方 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死后 天空上一声龙啸 虚竹脸色顿时一变 抬起头看去 却看到自己的金龙 被对方的雷龙真火吞噬殆尽 整个人顿时呆愣在原地 佛法被迫 怎么 可能 台下高僧终于看出了什么 眼神复杂的 看着台上那紫袍道士 他早该认出来的 消失百年的道门天师 没想到再次出现了 雷龙真火重新回到叶祥手中 转化自如 雷法附身 三昧真火随手甩了甩 凌空画出一张卓阳符路 叶祥平静地朝虚竹走去 眼眸中波澜不惊 道意下 他已经完全不在意对方是谁 虚竹咬着牙 没有说话 他不能说 佛门出事 怎么可能就此止步 喷出一口鲜血 强行再次催动降龙佛法 一头金龙再次浮现 他整个人也随金龙一同朝叶祥冲过来 叶祥淡默地看着他 抬手捏起法绝 卓阳符路化作一团火焰席卷上 将金龙包裹起来 随后抬起双手 通天路全力施展 十八张符路瞬间展现在身前 赤令 雷剑 刹那剑 十八道剑符化作白芒雷剑 呼啸着朝须竹飞去 眨眼而至 雷剑锋芒毕露 只要念头一动 就能将这年轻和尚斩杀 毫无疑问 裁判老师直接宣布 判定盛卿叶祥胜 叶祥收回十八柄雷剑 悬浮周身后 缓缓消散 退出新境后 嘴角缓缓泛起轻松的笑容 双手抱着后脑勺 懒散随意道 下一个 靠 摔爆了 远处 冯淼全看得热血沸腾 直接嗷呜一嗓子 顿时 全场掌声雷动 几乎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看着台上 那紫袍小道士 刚才那场战斗 完全不像是四世级阶段的学生打出来的 不仅学生 就连资深导师们 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 三座顶级高校 所有五十级网上的导师 能领悟到职业真谛 也不会过半 可叶祥才三十二级 竟然掌握了职业真谛 这小子是要逆天吗 虚竹脸色苍白地走下台 显然也受伤不清 一个年轻和尚健壮 立马迫不及待地想要起身 却被虚竹拦下来 摇摇头道 你打不过他 虚绝 你上吧 被点到名字的年轻和尚 缓缓起身 他的眉毛很有特性 很长 竟然如同头发一样垂下来 他再强 也只是三十二级 不可能一直没有消耗的 虚竹说道 虚绝点点头 表示知晓该怎么做 他一手法杖 一手佛珠 气势沉稳地走上台 又是四十四级 这嵩山高校的平均等级 比圣庆还高啊 他们职业也肯定不是五僧那么简单 什么时候嵩山高校这么强了 听说嵩山高校从六岁 就开始接触佛经学习 虽然一样是十二岁转职 但提前传承培养的方式 真的很神秘啊 他们高校的校园网 平时也没什么动静 此时 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 嵩山高校这些年轻和尚的实力 不说其他 就刚才那一场战斗 放在三大高校中 也属于顶尖水准 此时 长眉青年和尚来到台上 看着夜想微微点头 神情明镜 可以开始了 裁判老师开口说道 话音一落 长眉青年手中的佛珠 缓缓悬浮起来 这时候众人才注意到 他那一百零八串佛珠 并不是串在一起的 有一种力量固定它们不分散 秀 一颗佛珠 直接朝夜想迅猛飞去 夜想身上金光迅速涌现 化作屏障 护住周身 哪知道这佛珠 瞬间就攻破金光咒 速度只是减慢了一点 夜想只来得及侧身躲开 这颗佛珠 便差至毫厘间 擦过他的肩膀飞过去 但肩膀还是传来火辣的疼痛 夜想不由微眯起眼睛 这佛珠难不成又是重宝 单独一颗佛珠 威力就那么大 就在这时 原本飞出去的那颗佛珠 又陡然飞了回来 目标直指夜想后心 然而夜想如今的感知能力 哪怕没有转身去看 也能清晰感受到 那颗佛珠的存在 金光咒化作一道金光锋芒飞出去 瞬间将那颗佛珠 切割成两半 佛珠一分为二坠落下去 夜想刚要松口气 那两半佛珠 突然又凌空不动 竟然分别朝两个方向 飞了一圈后 再次朝夜想冲去 这什么鬼东西 还能这么晚 夜想不由皱起眉头 这佛珠速度和力道 都非常凌厉 和黑波不同 金光咒没法将其包裹 切断联系 同样是玉务术 这个年轻和尚 显然比先前那个和尚 强大不少 也或许是因为 夜想一开始 直接将黑波抢走的原因 没让那个和尚 发挥出真正实力 佛珠被切开后 相当于两颗佛珠 在进攻夜想 连续打了三场 第一场虽然没怎么消耗 但上一场几乎耗尽大半灵力 所以夜想才没有继续使用雷法 为了节约灵力 只能利用身法走位 躲避佛珠的攻击 佛珠偶尔落空 落在地上 直接砸出一个深坑出来 毫无疑问 这佛珠要是落在身上 肯定是一个血洞 不过这佛珠的攻击轨迹 都是直来直往 习惯佛珠的攻击方式后 夜想躲避起来也轻松不少 可他余光中 一直盯着不远处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年轻和尚 此时年轻和尚一直闭目念经 身前107颗佛珠正缓缓旋转着 夜想再次躲开佛珠的攻击后 抬手画出一张神形符露 贴在腿上 速度顿时加快 静止朝年轻和尚冲上去 哪知道一瞬间 数十颗佛珠同时朝他报射出来 好像就是在等夜想主动靠近 夜想的确吓一跳 捏起法绝 全力催动金光 澎湃的金光宛如金色液体 将它包裹起来 数十颗佛珠全部报射进来后 立马延迟了不少速度 看到这一幕 夜想眼眸泛起一丝精芒 藏着这么一手爆发 就是等待这个时候 捏起法绝 轻声念叨 内有霹雳 雷神引鸣 哄 强大的金光 直接在这些佛珠上炸开 目的很明确 既然切割不了欲物的联系 那就毁了这些佛珠 在金光破灭的一瞬间 夜想身形化作雷光消失在原地 并没有受到金光神咒爆炸的影响 效果是显著的 那数十颗佛珠 直接与金光破碎成粉雾 全部消散 虚觉顿时睁开眼睛 剩余数十颗佛珠 无规则飞出 想要锁定那道雷光身影 但雷法复身下的夜想 速度快到极致 哪怕是念珠的速度 也根本追不上 刹那间 雷光转到虚觉身后 谨慎的灵力凝聚成掌心雷 对着虚觉后背一掌拍下 虚觉和尚反应不慢 知道来不及转身 毫不犹豫抬起法杖 用力处地 动 宛如一道闷钟声 佛光围绕着虚觉和尚乍线 哄 掌心雷轰鸣炸开 但意料之中的情况并未出现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道佛光结界 虽然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列文 但也成功将夜想的掌心雷 给抵挡了下来 夜想眉头不由一皱 来不及退后 身后那些数十颗佛珠 再次追了上来 台下盛庆这边 林峰立马站起身 他看出夜想的灵力已经耗尽了 从刚才那道雷法的威力 只有先前一半就能看出来 再打下去 夜想很有可能会受伤 就在这危机关头 夜想身上的人 鲜文陡然清晰不守 手臂脸上全部浮现出来 他压根不在乎 身后来是汹汹的数十枚佛珠 而是抬起拳头 直接砸向佛光结界 看到这一幕 虚觉一愣 显然没想到夜想会这么做 砰的一声 佛光结界被一拳砸破 那拳头狠狠落在和尚脸上 直接将其砸废 所有人都只注意夜想的雷法 完全不知道 夜想每天修炼最刻苦的是人仙区 步入三层的人仙区 让他拥有不亚于五世纪战士的身体素质 看到这一幕 林峰不由摸了摸鼻子 我都忘记他近战能力也很强了 虚觉和尚直接被夜想一拳砸在脸上 还没落地 夜想已经追了上来 抬腿再次将他踢到半空处 失去控制的念珠已经散落满地 虚觉和尚还想试图控制念珠 夜想一个起跳 与他一起来上空 两人对视了一眼 只见夜想双手抱拳 甩臂砸下 斑斓锤 轰动一声 虚觉和尚身子暴射下去 狠狠砸在地上 落地后 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 神情为敏 夜想随后也落在地上 身上紫袍飘起右落 神情冷漠且平静 但就是这般沉稳 才越发展现他的不凡 裁判老师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恍惚了一下后 才抬起手 宣布这一场盛清夜想盛 哄 全场掌声雷鸣 先前那一幕 所有人都以为夜想会输 完全没想到 他还能够逆风翻盘 虚觉和尚躺在地上 嘴里吐着鲜血 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一席紫袍少年 这个人 为什么会那么强 有那么一瞬间 虚觉对自己的佛法产生了动摇 自己修了十几年的佛法 甚至还不如一个落魄道门的道士吗 而夜想看都没看他一眼 身上的紫袍 缓缓隐移消失 露出原本的青山道袍 一边揉着肩膀 一边懒散地走下台 好像永远是那副没睡醒的样子 林峰此时彻底松口气 五缸二 面对松山几乎没什么压力了 他看着夜想说道 打得不错 学弟真厉害啊 陈婉怡也忍不住夸赞道 那一拳简直帅呆了 夜想 我要嫁给你 生十个猴子 身后的观众席上 冯淼全毫不廉耻地 帮所有少女喊出心声 那长发紫袍的少年身影 已经映入无数人心 强大且潇洒 冯淼全觉得自己 要是女生肯定爱上夜想了 但当夜想听到冯淼全的话后 抬手就是三张符露朝他飞去 王军和陈万言健壮 顿时脸色一变 连忙撤退 下一刻 那三张 符露直接化作一道小型瀑布 砸在冯淼全身上 让他闭嘴 夜想回到座位上后 便开始打坐 恢复灵力 面对大笔分落后 松山高校并没有认输 而是又上来一位年轻和尚 现在就差一场就胜利 林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上台 完全不打算给松山机会了 在裁判老师的示意下 两人开始动手 刹那间 一座庞然 巨像虚影 出现在那位年轻和尚身后 力大无穷 林峰微微皱眉 迅速念起咒语 一道道时间法阵 出现在年轻和尚的脚下 年轻和尚顿时感觉到 周围一切 一下子变慢了很多 直到一切都变得凝固起来 林峰顿时长松口气 身为时间法师 他掌握的时间法术 一旦将其锁定 同等级几乎无法解除 十分变态 但凝固的时间会很短 并且消耗精神力和法力的速度 是十分恐怖的 正当他要过去的时候 那虚空中的神像 陡然凝食 这么一尊赫然大悟 只见他长鼻一甩 怒吼一声 直接朝林峰冲撞 林峰脸色一变 想躲肯定是来不及了 只能继续念起咒语 双眸涌现神秘的挥舞 在他身前 一圈圈宛如水面的涟漪扩散开来 时间减缓 果不其然 那神像冲过来后 速度一下子便慢了很多 林峰松了一口气 轻松躲开神像后 继续朝着年轻和尚走去 摸索了一下兜里后 拿出一把小刀 刚要对准年轻和尚的驳梗时 那神像双脚高高翘起 轰动一声 重重蹬在地面 神像镇域 刹那间 整个擂台崩裂 林峰来不及躲开 直接与年轻和尚坠落下去 也就是这一瞬间 时间法术强行解除 年轻和尚双眸变得冰冷起来 一拳直接朝林峰砸去 他看出对方是纯粹的法师职业 根本没有多少近战实力 林峰微微叹气 有些头疼 他直接从兜里拿出一块怀表 在拳头即将落下的一瞬间 轻声念叨 逆施数时 话音一落 他身上爆发出时光之力 手中的怀表时间 也陡然往回倒退十秒 刹那间 整个擂台仿佛时间倒转一般 两人重新上来 擂台也恢复完整 神像也再次高高抬起前提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时间 法术也太过于神奇了吧 真正的时间倒流 然而盛庆成千华 却深深皱起眉头 这是时间法术类的禁术 绝对是要付出无法逆转的代价 才能使用的法术或者技能 输就输一场 何必使用禁术回转时间 他虽然不知道 林峰付出的是什么代价 但绝对是无法衡量的 年轻和尚也对着一幕愣了一下 身子重新被禁锢 时间凝固法术也再次恢复 这种诡异的感觉 让他无法适应 而林峰这一次直接冲上前 一脚将他踹出擂台 现在 他十分后悔 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叶响一样的 去重力时锻炼了 妈的 站着 让他踢都差点没踢动 喷咚一声 年轻和尚像是一尊雕像倒下台 头都磕出血来 都没有动弹一下 可想而知 这时间凝固的法术 究竟有多变态 身后的神像随之消散不见 裁判老师点点头 直接宣布 圣庆获胜 一瞬间 圣庆观众席上 学生们无比开心 这嵩山高校 简直就是一匹可怕的黑马 整队最弱都是44级 虚竹更是45级 一看就知道 还都不是普通职业 着实让人担心 守不住顶级高校的名头 而被拉下神坛 林峰此时松口气 脸色苍白地走了回来 使用尽数值得吗 陈婉一看着他 很是不解道 林峰不由一笑 只是少活一年而已 我也看那些和尚不爽得很 当年一族入侵 佛门身为华夏人族的古老传承 却直接选择饮室 现在又跑出来干什么 就得让他们继续盘着 叶响文言 不由睁开眼睛看向他 学长 寿命能补回来吗 哈 这个确实补不回来 没事 少活一年 跟多活一年区别不大的 林峰平静说道 虽然从长远看 一年寿命或许不值得 但不使用尽数赢下这一场 未来的自己肯定会后悔 代价与后悔 林峰选择代价 很快 诗人重新上台 两座高校与互相表示敬意 然而这一次 众人显然没有一点 要握手的打算 目光都落在那个叫虚静的河上 大家都很想抱打一顿 却没机会 这家伙赢了紫灵后 直接下场 然而此时 虚静脸色也很不好看 一直闭目念经 叶响嘴角微微一翘 他是用三千道藏 破了对方的佛法度化 这家伙肯定遭反噬了 不仅如此 他脑子里此时 也全是混乱不堪的道经文字 他倒要看看 这无耻和尚能撑多久 假心假意地走了个过场后 压根没多说一句话 直接走人 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 两边火药味都很浓 尤其是松山这边 有两个直接被叶响重伤 一个被敲得满头肉病 虽然治疗后消肿不少 但还是很明显 叶响刚打算会寝室修炼时 庄楚这时发来通讯申请 点击同意后 庄楚有些疲惫的面孔 出现在屏幕中 他看着叶响说道 三天后 你和林峰一起来基地一趟 高效大笔打得不错 有把握拿第一吗 行 我尽力 叶响说道 庄楚不由一笑 太过谦虚就是骄傲了 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叶响闻言思索片刻后 开口问道 副队 你们是在南方战线吗 嗯 怎么猜到的 昨天我遇见横老爷子 说药材都在南边 大概猜到了一些 横老爷子 庄楚愣了一下后 随即明白过来 一脸怪异的看着他 你叫战神前辈为老爷子 庄楚刚要说什么 身上陡然浮现出仲凯 手持巨剑 直接将地上一头 突然抱起的脚鬼 一组斩杀 扑斥一声 那脚鬼的头颅高高飞起 喷溅出来的血液 有一些落在 辅助智能的镜头上 很显然 庄楚还在战场上 似乎只是刚结束一场战斗 他擦了一下镜头 沉默片刻后 还是说道 斩杀队牺牲了一位成员 夜想一愣 不由抬起头 脑海中已经飞快思索着 自己所见过的那些人 你还没见过他 赵杰 兵杰师 跟你一样 刚加入斩杀队没两个月 三天后回来 就是为他整理遗物的 你想好了吗 毕竟你现在才16岁 一旦真的走上战场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庄楚看着夜想说道 三天是吗 我知道了 夜想点点头后 直接挂掉通讯 庄楚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一抽 这小子还是头一个赶 主动挂他通讯的队员 不过 想到他连战神横轻都随便叫 也无所谓了 毕竟年纪还小 性子随意点 也不是什么坏事 夜想挂掉通讯 抬头看向林峰说道 你应该通过斩杀预备队的考核了 林峰不由一笑 那看来 我这禁术代价换得值了 三天后 应该会去参加追悼会 夜想看着他平静道 林峰愣了一下 一下子明白过来 点点头 嗯 高校大比并没有结束 明天可能还有一场恶战 面对森罗的机械铠甲 不一定好打 但也不至于比松山高校还难打 另一边 松山高校在结束后 直接选择了回去 并不打算等高校大比圆满结束 这让不少人有些意外 面对媒体的采访 那些和尚也完全不予理会 上车后静止离开 车内 年轻和尚们气氛都显得无比沉闷 身为罗汉传承的他们 第一次出山 竟然就这样草草收场 高僧看了一眼他们死气沉沉的样子 板着脸 直接说道 默念剥热心惊 没回去 不得停下 年轻和尚们文言没有任何意见 双手合十 默默念着经文 虚敬和尚本来还在全身心对抗脑子里那些混乱道经 周围陡然又响起曹杂的心惊 彻底打乱节奏 顿时又是一大口 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变得苍白至极 比他两位师兄看起来还要重伤许多 周围几个和尚顿时被他吓一跳 虚敬 虚敬痛苦地睁开眼睛 看向高僧说道 师 师父 高僧迅速走到他面前 身上佛光展现 刹那间 只见他身后缓缓睁开一只佛眼 仅仅只是一眼 高僧就知道了问题所在 抬手 一掌拍在虚敬天灵盖上 这一掌仿佛打开一个缺口一般 刹那间 无数虚影的道经文字 从那缺口冲出来 眨眼消散 这一幕 把其余几个青年和尚都看待了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虚敬 作为陈思罗汉的职业传承者 虚敬掌握的佛法之身 哪怕是大师兄虚竹 也不敢与其辩论 然而此时的他 竟然被这些道经给折磨成这样 一身佛性在飞快消失 虚敬整个人的等级 也从四十四级迅速掉落到三十级才停下来 等所有道经文字消失后 高僧抬起手 眉头紧皱 那少年倒是不仅掌握天师之位 传闻中这三千道藏也尽数掌握吗 谢师父 虚敬的脸色恢复后 连忙说道 以后莫要做这种度化之事 若真与我佛有缘 何须度化 高僧看着虚敬说道 虚敬低头 弟子知错 高僧默默地看着他 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毕竟年少 心性还差了许多 他没有点破虚敬 想要度化那少女的真正意图 爹急对他来说 或许也是件好事 另一边 叶响刚打算回去修炼 冯淼全就发了一条通讯过来说道 叶哥 今天打得那么帅 都不打算请吃饭吗 大家已经好久没有一起聚一聚吃饭了 行 哪吃 嘿嘿 当然是咱们盛清校外那家烧烤店啊 冯淼全说道 嗯 我马上过来 叶响点头答应下来 他自从用营养药剂补充日常消耗后 的确没有再吃过饭了 好 我们都在校门口等你 挂掉通讯后 叶响转身朝战神校门口走去 那一袭青山盗袍 不少战神学院的人一眼就认出他来 如今叶响已经是这一届的风云人物 校园网上全是他战斗的视频画面 尤其是释放雷法的时候 眼睛虽然看不清楚 但在减慢十几倍速度后 还是清晰拍摄下叶响战斗时的模样 那浑身绚烂雷光 清秀且冰冷的神情 这种强大又帅气的感觉 顿时吸引了不少女粉丝喜欢 很快 叶响来到校门口 远远就看到 冯淼泉王军陈万言 还有沈又威送鸭五人 叶响整理了一下情绪后 看向又威笑道 走吧 嗯 很快 一行六人就来到那家烧烤店 冯淼泉直接点了满满一大桌 几乎是挨个点了一盘 就这还害怕叶响不够吃饱的 冯淼泉点完后 还试探地问一下叶响 叶哥 你看够吃不 听到这句话 老板娘顿时一脸震惊地 看向那清秀少年 叶响发了个白眼 不过我还有营养要紧 哦 那我开始了 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距离开学 都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吃到一半的时候 陈万言忍不住抬头说道 叶响 我也一定能加入斩杀队的 嗯 等着你 叶响有些无奈道 提到这个话题 王军不由问道 叶哥加入斩杀队后 不需要执行任务吗 要执行任务的 三天后 我就要暂时离开学校一趟 叶响点点头道 听到这句话 几人不由愣住 去哪 不是说没打仗了吗 冯淼泉一脸疑惑 沈幽威此时 已经放下手里的筷子 目光紧紧落在叶响身上 他知道王牌斩杀队荣耀下 究竟有多么危险 最低都是五十级起步 才能加入的队伍 还必须是隐藏职业 那他们执行的任务 究竟会有多难 沈幽威已经很努力在修炼了 白天几乎都在冥想式修炼 晚上吸收月光 也在自动修炼 他进步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可还是追不上叶响的步伐 保密 叶响一笑 好了 不用想太多 我还只是斩杀队的预备成员 没你们想的那么夸张 叶响说这番话 主要是不想让幽威多想 但几人都通过泄偶 上过前线战场 知道前线是什么样子 哪怕是最简单的战哨任务 发生异族袭击事件 都是极为危险 王军意识到 自己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题 连忙拿起啤酒 自罚一杯 冯淼泉随即转移话题 说起明天盛庆需要对战的森罗高校 还有战神高校与审判高校 有哪些厉害家伙 这顿烧烤 吃了整整两个小时才结束 欢声笑语间 几人返回盛庆高校 而叶响则是要回战神重力士修炼 在回去的路上 大家都很默契地 给叶响和沈又威独处的时间 两人走在路边上 路过的人都十分羡慕地看着两人 叶响 沈又威似乎终于鼓起勇气 开口说道 哪知道刚说出口 就被叶响用手指弹了一下脑门 怎么 叛逆了 不打算叫哥了 沈又威顿时一脸委屈 终究还是把那句话憋在心里 叶哥哥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自己小心点 叶响双手抱着后脑勺 懒散地看着天边日落 随道 放心好了 能杀死我的一族 还没出生呢 似乎想到什么 伸出手揉了揉沈又威的脑袋 最近长高了不少吗 估计再过段时间 就不好揉你的脑袋刮了 叶响身高长得快 大部分原因是人先驱 但又威好像每次获得新的技能 或者是转职 形态就会发生些许改变 无论是皮肤还是容貌 与之前中学的时候相比 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以前可以说是漂亮灵动 但现在的沈又威 完全可以成为女神了 威风吹过她的裙摆 夕阳落霞轻抚她那张完美无缺的脸庞 叶响也是头回发现 又威原来已经长得这么漂亮了 分开后 叶响直接进入战神的重力室 开始修炼 今晚上的任务 主要是将皮的人先纹烙印出来 人先驱的强大 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展露出来 烙印心脏后 潜移默化地改变姿质 烙印肺部的人先纹后 修炼内单时 吸收紫气的数量是以前的数倍 相当于 他修炼内单的速度也提升许多 没有犹豫 叶响将重力挑到五倍后 直接进入冥想 开始烙印皮部的人先纹 二十分钟后 体力耗尽将重力调节下来 继续冥想修炼 周围不少战神高校的学生 都注意到叶响 但没有人上前打扰 毕竟之前那个倒霉蛋 还关着禁闭 高校大笔都不能出来看 也有人好奇地在观察叶响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才发现 这家伙竟然一边扛着五倍重力 一边在冥想 当得知叶响修炼的方式后 这些战神高校的学生都惊呆了 这家伙到底是法师还是战士 倒是职业原来是这么玩的吗 很快 叶响在重力士修炼的照片上 传到了校园网上 那调节器上显示的五倍重力 直接震惊战神高校的学生 要知道 战神高校也只有四十几以上 才会接触五倍的重力修炼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 到底有多恐怖 叶响就在重力士里 一直修炼到半夜 重力士失去运转后 才起身离开 回到宿舍 雷打不动地继续冥想烙印 皮虽然只有一个 但烙印难度跟心脏完全不相上下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这皮部的人 鲜文终于赶在天亮前烙印完成 刹那间 整个子府丹田发生了改变 一股奇妙的土旋之气 从皮部涌入丹田中 子府顿时变得如同有根基一般 无比踏实 叶响继续看了半天 发现就没什么其他改变了 掐散时间 他起身走出房门 来到阳台处 果不其然 出阳宛如金鸡破晓 掀开夜幕 叶响没有犹豫 直接运转骨呼吸法 腹腔共鸣后 深吸一口气 与此同时 肺部的人鲜文也浮现出来 这一口 直接吸了数十缕子气 坠入子府中 这种满满一大口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丹田内的子经丹 开始飞快旋转 吸收子气 十几分钟后 叶响结束修炼 转头才发现 凌峰等人也都醒了过来 饶有兴趣的 正看着他修炼 早啊 叶邪爹 子凌主动打招呼道 叶响点点头 嗯 凌峰拍了拍手 看着众人说道 今天对战森罗高校的机械铠甲 大家不要松懈 叶响 今天就作为底牌 可以不用着急上场 叶响自然没有意见 反正坐椅子上冥想烙印 一天也不影响 简单收拾一下后 众人便出门下楼 观众席上 此时早已坐满了人 很是期待今天的对战 盛庆高校对战森罗高校 战神高校对战北洋高校 审判高校对战镇国高校 第一场很快开始 盛庆这边选择让时间上场 先试探一下 今年森罗高校的实力 对方上来了一位 46级辅助机械师 一般像这种辅助职业 升级的方式 都比战斗职业快很多 但对于他们来说 等级不是很重要 技能反而要重要许多 那位森罗的青年 打开手里的银色铁箱后 一按按钮 随即一整套银色机械铠甲 自动穿戴在他身上 看到这一幕 台上的冯秒拳 顿时忍不住瞪大眼睛 卧槽 这么帅的吗 剑准备好后 裁判老师点点头 宣布开始 哄 机械铠甲爆发出火焰气浪 显然不打算 给时间念咒的时间 开足马力 静止朝时间冲过去 这就是擂台上法师的局限性 开局很少会有人傻的 让法师念咒才动手 像先前夜想让木系法师 完美发挥的情况 几乎没有 时间直接抬手 一道道土墙加固浮现身前 然后迅速拉开身位 念起一道长长的咒语 下一刻 庞大的泰坦巨人 浮现在擂台上 四十级专精吐戏法师的 标志性技能 与当初那头绝豪数人 一个类型 属于法师的专业保镖 只要精神力足够 不会被瞬间摧毁 就能无限恢复 很快 泰坦巨人主动朝那银铠冲上去 一拳砸下 夜想看了一会儿后 觉得有些无聊 闭上眼睛冥想修炼 这机械铠甲有 泄偶的影子 不过根据每个人的特性 这机械铠甲 有着明显的独特风格 但整体来看 重归重矩 不过将辅助职业 转变成战斗职业 森罗高效能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了 果不其然 台上的战斗持续了很久 时间最后使用泥爪 将对方机械铠甲埋在泥潭里 以微弱的优势赢下一场 可以看出森罗实力不错 但最为顶级高效的盛庆相比 还是弱了一些 森罗在连输三场后 对方的队长罗平坐不住了 迈步走了上来 林峰思索片刻后 让陈婉怡上场 当罗平展现出 自己的金色机械铠甲时 所有人都注意到他 这具机械铠甲背后 有一对六异板块 看起来很显眼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但很快 他们就知道了答案 在罗平启动机械铠甲的一瞬间 背后的六异板块 陡然展开炫酷光益 整个人直接悬浮起来 全还会飞 观众席上的学生们 顿时无比惊奇地看着这一幕 要知道除非是有飞行技能的隐藏职业 正常的职业根本没办法飞行 然而森罗高校 已经研究出会飞的机械铠甲 陈婉怡看着眼前这一幕 嘴角微微一鸣 脸上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只要在这擂台上 就算会飞 在他眼中也只是火把子 在他手中 缓缓凝聚一柄洁白的长弓 拉弦后 锋利的光剑陡然凝聚而起 不需要念咒 不需要准备箭矢 咻的一声 直接朝罗平的方向发射 光剑使的速度非常快 宛如一道亮光一般 眨眼而至 罗平微微皱眉 意识到躲不开后 直接开启防护罩 光剑使准确无误地射中 轰的一声 竟然还直接爆炸开来 则 婉怡姐越来越厉害了 借用弓弦释放魔法箭矢 威力大不说 最主要还不需要念咒 在战场上 简直比刺客还可怕 盛庆队伍中 一个女生忍不住感慨道 林峰点点头 不过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能让对方太靠近了 否则光剑使的威力施展不开 也会伤到他自己 婉怡姐会给对方机会吗 森罗这个队长也真倒霉 会飞的话 肯定能限制其他人 结果现在当成活靶子 子林也忍不住笑道 正如他所说 那光团刚爆炸结束 罗平驾驶着机械铠甲 还没冲上来 又是一道光剑使穿透飞来 依旧没有来得及躲开 轰一声炸开 罗平咬咬牙 强行稳住身形 默默地盯着台下的女生 果然终究不能小觑圣庆的人 但他也没想到 自己上场竟然被克制了 看着防护罩不停下降的破损值 顶多再扛三件就顶不住了 他直接开启全息模拟 投影扩散 刹那间 天空上出现十几个 一模一样的金色机械铠甲 乌龟则飞行起来 扰乱占据整个擂台 靠 这什么技能 不少人都被森罗这些科技技术给惊呆了 原来身为辅助系的机械师 还能这么晚 陈婉仪也不由皱起眉头 她一时之间也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真的 很快 十几具机械铠甲将她包围 做着同样的动作 一片片锋利弯刀朝她释放过来 陈婉仪迅速躲避 场面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盛庆学生们也顿时紧张地提起心来 陈婉仪是盛庆学生中 公认最厉害的女生代表 难道会输给森罗吗 陈婉仪躲过十几个锋利弯刀后 意识到自己一直肯定不行 这漫天弯刀 其实也只有一把是真的 想到这里 她猛然转身 飞快拉弦 面对一片片急时飞来的弯刀 眼中没有任何畏惧 弓弦上 顿时出现九支光剑 不过并没有得附魔 只是单穿模仿箭矢的光剑 羞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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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支光剑瞬间飞了出去 分别射中目标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陈婉仪的剑术 究竟有多么精准可怕 虽然先天上的隐藏职业 但平时 她对剑术的训练 从未停止过 光剑散发光亮 陡然间 八台折射出来的虚假机械 直接消失不见 其中一台被光剑射中 弹出格挡的声音 陈婉仪立即反应过来 目光锁定在 那台机械铠甲身上 再次搭攻 三支光剑矢已瞄准 罗平也意识到不妙 展开双刀 知道必须速战速决了 操控机械铠甲 直接朝陈婉仪冲上来 速度迅猛 刹那间 三支光剑矢飞射过来 罗平根本无法用走位躲避 只能硬撑着防护罩抵挡 距离陈婉仪 只剩下十米的距离 光剑矢穿在防护罩上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魔法力量 刹那间 防护罩破碎 但她还能操作 金色机械铠甲的身形 从她光暴中冲出来 寒光战战的双刀 直指陈婉仪 陈婉仪也没想到 对方的防御会这么高 连续射中五道光剑矢 竟然依旧能行动 她知道自己想要撤退 肯定来不及 能做的 很简单 拉贤 再次凝聚一道光剑矢 短短毫秒之间 双刀落下 但光剑矢也随即绽放而出 陈婉仪竟然借助弓弦之力 一个后空翻刹只毫离间 用身法躲开这两刀 刹那间 光剑矢射中罗平 光暴炸开 这一刻 无论是电视面前 还是观众席上的人们 都被这一幕给惊艳到了 陈婉仪那极致的身法 无比绝伦的冷静 简直不要太美了 陈婉仪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她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瞧不起的姐姐 原来还有这么又撒又美的一面 冯淼泉猛然反应过来 看向陈婉仪问道 她是你姐对吗 陈婉仪呆呆呆地点头 卧槽 你姐这么好看你 他妈不早说 光暴消失后 露出一身战损的机械铠甲 动力何能已经被破坏 失去战斗能力 罗平无奈地解除变身 抬起头 眼中依旧带着震撼的神情 看着陈婉仪 刚才她那动作 的确宛如神来一笔 不是绝对的冷静 根本不可能做到 我说了 罗平看向裁判老师点头道 裁判老师点点头 已经很不错了 从你身上 可以看出 森罗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盛庆与森罗的对战 来到4-0 罗平身为队长也输了 接下来稍微放水两场后 便直接结束两座高校的比赛 森罗虽然输了 但他们的进步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彻底证明了 辅助系也有战斗的心 叶祥一直坐在座位上 冥想修炼 对于比赛结果 并没有太多意外 接下来 我们就要挑战 审判高校与战神高校了 今年 尽量不要再拿第三了 林峰忍不住笑道 虽然抽到数一数二的 两座一线高校 不过也算是 有惊无险的手类成功 身为小队队长 林峰还是有点压力的 此时总算可以稍微松口气了 不过明天 才是真正高校大比 无论是战神高校 还是审判高校 每一位都是难啃的骨头 今年好好休息一下 能不能摆脱万年老三 就看明天了 众人认真地点点头 斗志满满 唯有叶祥一脸懒散的叹口气 这老十字大比 实在太浪费时间修炼了 他现在无比期待 两天后的前线战场 林峰也看出 叶祥的兴致缺缺 不由一笑 叶祥 别太懒散了 盛庆能不能翻身 还真得指望你 尽力尽力 叶祥点点头道 毕竟两万战功 又可以兑换一些药材 炼制丹药修炼了 突然 他眼睛一亮 现在前线战场就在西南方 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找药材啊 但可惜的是 自己现在只是预备成员 不能一直待在前线上 回到重力士后 他继续进入修炼 时间等人早就习惯夜 想着魔鬼般的修炼习惯 几乎没怎么见他停下来过 战胜高校参赛的宿舍里 几人将审判高校 和盛庆高校的几人数据 全部调查得清清楚楚 审判那边的实力没什么变化 职业很全面 得注意他们上场的职业就行 问题不是很大 刘成国作为战神小队的队长 神情平静地说道 但今年的盛庆高校 绝对不容小觑 尤其是这三人 陈婉怡 今天你们也看到了 那高爆发且精准的魔法剑矢 一旦被拉开身位 就会陷入绝对被动的状态 顶不住 只有认输 徐峰 你的职业篇刺杀隐匿 擂台虽然优势不大 但陈婉怡交给你 我是放心的 被点到名字的男生 嘴角自信一笑 对付远程职业 他是擅长的 刘成国继续说道 林峰 隐藏职业是实术师 擅长时间内的法术 虽然没有杀伤能力 但根据他目前使用过的几个技能看 时间凝固 时间减缓 时间减数 甚至还拥有时间逆转的竞数 哪怕是我跟他对上 也没有必赢的打算 但一换一 问题不大 使用竞数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代价很小 那也是不可逆的代价 其中唯一一个女生摇摇头道 刘成国点点头 嗯 老大 第三个不会 就是夜想吗 其中一个男生不由孝道 我觉得真没必要 就算会雷法 他也只是个三十二级 他的对手都太弱了 所以看起来很强而已 听到这句话 刘成国宛如看白痴一样的目光看向他 所以 你是觉得王牌斩杀队 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吗 那个男生顿时闭上嘴 王牌斩杀队 直系天王罗景 而天王罗景 也是他们战神高效走出来 刘成国没有搭理他 继续说道 最后一个的确是夜想 根据目前信息来看 他最擅长的是 不需要长时间念咒的雷法 还有类似于法术伤害的俘虏 但这是表面 他的身体 可以承受五倍重力来修炼 就说明他最强的手段 是近战 在座各位 不用我多说五倍重力 是什么概念了吧 众人默默点头 好了 其余几人稍微了解一下职业就行 毕竟都是法师系 圣庆只需要盯住这三人 将其打败 那么他们今年 依旧得老老实实 在第三的位置躺着 与此同时 审判高效这边 也是类似的分析 虽然已经很重视圣庆了 但他们主要目标 还是战神高效 毕竟想拿下第一名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一夜很快过去 三大顶级高效之间的战斗 即将开始 不过因为 衡阳高效轮空一场 他们可以随意选择 一座高效进行比赛 正当所有人以为 他们会选择 圣庆作为对手时 他们竟然选择了 审判高效 这个选择的确让人出乎意外 哪怕是审判高效的人 都猛了一下 于是今天的比赛 就变成衡阳对战审判 战神对战圣庆 看到这个比赛进程 战神高效欢呼 圣庆这边有些沉默 毕竟谁都知道 很有可能 圣庆今天就会出局了 要是衡阳还赢了的话 岂不是还得掉出前三不成 夜想抬头看着大屏幕 目光平静 一天的修炼 他已经将干部也烙印完成 不出意外 大概还需要七八天 这第三层第一变人先纹 就能烙印完成 从道经上 他知晓内脏对应五行 人先纹可以将内脏的潜能开发出来 改变自身的先天资质 要知道 雷法就是从五脏之气转变出来的 五脏越强大 雷法也随之强大 不仅如此 等自己掌握奇门盾甲后 也完全可以通过五脏 分别使用五行内法术 让五行法术威力倍增 上半场是衡阳高效 与审判高效的战斗 别人看得无比关注 夜想则是继续冥想烙印 目前心 肝 皮 肥 已经烙印完成 只剩下肾还未完成 等肾部的人先纹烙印完成 五行之气流转后 或许才是这一层人先驱的蜕变 但在不少人眼中 夜想这个小道士 就像是一直睡不醒一样 天天在睡觉 电视机面前 沈父沈母看着夜想的表现 虽然开心 也有些无奈 这孩子就不知道稍微注重一下形象吗 就算真的在修炼 也得有个打坐姿势吧 夜想此时 由于是烙印肾部人先纹的原因 整个人就像是躺在椅子上 双腿与腰部挺的比直 姿势的确有些 不对劲 子凌晨婉仪 还有其余两个女生 都有些怪异的看着夜想 学弟今天冥想修炼的姿势 真是有些别具一格呀 至少能看出 腰挺好 夜想 现在的的确确是在烙印肾部的人先纹 时不时刺痛一下 腰部就下意识一抖 看得几女都忍不住有些想歪了 嗨嗨 夜想 林峰无奈喊道 这家伙是不是完全忘记了 是在全国直播 夜想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着林峰 你今天的修炼 能不能稍微克制一下 夜想摸了摸后脑勺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烙印肾部的姿势 的确有点不对劲 那我先去重力室修炼 反正还没开始 也行 林峰点点头 台上 衡扬高校的学生 已经与审判高校战斗起来 夜想抬头看了一眼后 突然注意到 审判高校最上面的观众席上 有一头熟悉的獠牙野猪 那庞大的身躯 跟以前相比 大了不少 皮肤也变得有黑 獠牙锋利 而獠牙野猪也看到了夜想 下意识浑身打了个寒颤 顿时想起了那段黑暗时光 连忙摇头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哪知道下一刻 那个恶魔少年 竟然朝他静止走过来 獠牙野猪顿时快哭了 连忙朝一旁的主人求助 宋新锐正在目不转睛地 看着审判高校和衡阳高校的战斗 被野猪推散得有些不耐烦 抬手啪地一下打在他脸上 好了 不许动 再动 我让小黑吃了你 换作平时 宋新锐这么一说 獠牙野猪肯定不敢乱来了 但这一次居然没管用 獠牙野猪越发使劲起来 他宁愿被吃 也不想遇上那个少年 干什么啊 宋新锐没好气地转过头来 却正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夜想 夜想似笑非笑地看着浑身颤抖的獠牙野猪 然后抬头跟宋新锐打招呼道 好久不见 宋新锐玩耳一笑 好久不见夜想 我还欠你一句谢谢 要不是你 我肯定考不上审判高校的 夜想注意到他的等级 二十三级 在同年级中 进步的也不算慢了 说不上线 当初也多亏你这头猪 杀怪才那么顺利 夜想习惯性地 想要踢这家伙一脚 哪知道还没碰上 杀猪叫般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宋新锐和夜想两人同时一头黑线 这家伙一直这么胆子小吗 夜想不由问道 宋新锐摇摇头 自从高考结束后 这家伙仗着小黑小豹可嘚瑟了 审判学院里的艺术院中 天天狐假虎威嚣张得很 都敢去挑衅一头剑齿虎了 夜想知道 他口中的小黑小豹 分别是双头娇舌和引爆 点点头 继续说道 有件事情需要跟你商量一下 嗯 你说 能帮的 我都会帮 宋新锐立马说道 他这段时间从来没联系过夜想 但对于夜想发生的事情 他都在关注 开学第一天 听说就跟玉航第一名的家伙打了一架 随后在军训上 更是亲眼目睹夜想一步步起飞 拿下六万战功 后来更是加入了王牌斩杀预备队 要知道这是 整个华夏所有年轻人都梦寐以求 想要加入的王牌特种部队 身为同一所中校 对于夜想的飞快成长 宋新锐有着很直观的感受 当初那些认为他是废物的同学 如今怕是连仰望他的资格都没有吧 听到宋新锐答应 夜想将目光落在一旁 瑟瑟发抖的二十三级獠牙野猪 嘴角一翘 这个忙不难 过几天我需要执行一趟任务 把这家伙借给我一段时间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 宋新锐还没说话 獠牙野猪疯狂地摇头 他不 他要拒绝 他宁愿去死 主人 你不会看着我 生不如死是吗 獠牙野猪泪眼朦朦胧地看着宋新锐 好呀 当然没有问题 宋新锐直接点头答应下来 随后转过头一脸嫌弃地看着獠牙野猪 你都不知道 他每天吃多少 学校那边都在向我反应 要不要换个召唤兽 这家伙实在是吃太多了 战斗力还低 听到主人果断就把自己卖了 獠牙野猪当成石化 倒在地上 泪流满面 似乎已经看到了往后的黑暗猪声 然而数十年后 已经成为一代妖王的他 却无比缅怀与天师嗷嗷乱杀的日子 天师负责乱杀 他负责 算了 那种黑暗时光的 没必要回忆 叶响低头看着装死的獠牙野猪 不由笑了笑 行 过两天我来接他 简单说两句后 叶响便转身来到战神重力士修炼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结束 林峰发来通讯说道 到我们了 叶响睁开眼睛 点点头 马上过来 脱下防护服 反正待会还要打架 一身汗水也懒得冲洗 直接朝大笔的方向走去 当他赶来时 擂台上 盛庆已经与战神开始比赛 盛庆这边上场的是一位女生 陈兮兮 隐藏职业 43级读戏法师 林峰之前一直没让他上场 就是为了出其不意 战神这边也上了一位战士试探 同样是43级的剑战系职业 手持单手剑 上手直接飞灯 朝盛庆女生冲去 爆发速度很快 陈兮兮双眸平静 一边后退 一边念着咒语 下一刻 在他面前浮现出紫黑色法阵 密密麻麻的毒风 直接朝对方冲去 毒风攻击伤害不高 但这么多数量 也够吃一壶 更别说还带有麻痹神经的毒性 台下战神高校这边的刘成国 看到这一幕 不由微眯起眼睛 没想到 盛庆竟然还有一张毒系法师底牌 面对密密麻麻的毒风 年轻战士不由停下脚步 单手剑直接施展技能 刹那间数十道剑光纵横 将飞过来的毒风 全部斩杀分尸 零零碎碎散落一地 但这么一耽搁 陈兮兮已经退后数十米远 不停地念着咒语 刹那间 无数紫色毒雾 从她周身席卷开来 眨眼就将整个擂台笼罩 要不是有节节护着 这些毒雾 估计还能飘到观众席上 这种无差别范围性的技能 还是很恐怖的 年轻战士看到这一幕 直到避不开 连忙深吸一口气 并起呼吸 但此物还遮挡了视线 她现在已经不知道 那个女生去哪里了 很聪明 利用视线 在擂台上 直接化解了法师弱势的局限性 甚至掌握了主动性 刘成国忍不住微眯起眼睛 而且在毒雾下 夏宋元的时间有限 第一场就要输了吗 其余战神成员不由皱起眉头 此时擂台上 密密麻麻的毒雾 飞快朝夏宋元靠近 毒蜘蛛 毒蛇等等 都是法术幻化出来的东西 夏宋元一边想要找寻 陈兮兮的身影 一边还要应付这些毒雾 随着时间流逝 她变得开始着急起来 已经完全不在意斗气消耗 不停挥舞剑气朝四周攻击 但这些毒雾被斩出一片后 眨眼间就拥挤上来 根本驱逐不了 这种感觉 让夏宋元感觉无比憋屈 空有实力 却根本发挥不出来 十分钟后 她终于憋不住气 彻底暴露在毒雾中 陈兮兮还是没有出现 依旧用毒雾作为攻击手段 不停骚扰着她 很快 夏宋元感觉越来越使不上力气 神经也变得麻木起来 这时 一条毒蛇陡然抱起 夏宋元还想反抗 但身体已经跟不上她的想法 毒蛇直接咬在她手腕上 毒液注入 一瞬间 整条手臂就彻底失去使欢 单手剑坠落在地 整个人也半跪在地上 无奈举起左手 示意认输 对于外面的同学来说 他们只能看见一团紫雾 里面的场景什么都看不见 有些无趣 完全不知道 里面的战斗 究竟有多么触目惊心 紫雾吹散 毒蛇毒蜘蛛们 也随之化作紫黑色的法术符纹消散 露出漂亮女生的身影 把糖吃下去就没事了 夏宋元看着眼前漂亮的女生 瞳孔却微微一缩 想起刚才的战斗 就很心有余悸 果然 老妈没有骗人 越漂亮的女生 越危险 陈希希下场后 几个女生都一脸高兴地为她祝贺 毕竟面对的是战神高校 能守战胜利 非常令人振奋 但没有继续选择挑战 也是因为陈希希本身消耗 也不守 维持了那么久的毒物 和不停使用毒虫攻击 也是非常消耗法力的 已经不够支撑 打下一场 由于是盛庆这边先拿下一局 所以 下一场由他们这边先上人 凌峰微微思索着 现在已经拿下第一场 接下来就尽量将比分拉大些 这样 后面压力也会小很多 战神高校的整体实力 是毋庸置疑的 绝对是一场恶战 想到这里 她将目光落在夜想 或者是陈婉怡上 陈婉怡看到她的神情 嘴角玩耳一笑 这场我来吧 凌峰没有太多犹豫 点点头 尽量拿下 嗯 陈婉怡点点头 她迈不上场 一身得体优雅的盛庆白色制服下 那傲人身材 让不少男生 有些热血喷涌 短裙长腿 童颜俱胸 不愧是盛庆妹子的扛霸子 昨天陈婉怡就带来了惊艳一幕 吸引了不少粉丝 今天看到 她再次上场 观众席的人气直接爆满 哪怕是战神高校这边 也有不少男生 很不争气的 给陈婉怡加油 真的 看到盛庆观众席上全是妹子 已经有不少学生动摇 在考虑 要不要加入盛庆了 资源什么的不重要 主要是能摆脱单身 刘成国看到盛庆这边第二场 陈婉怡就上场了 并不是很意外 也猜到盛庆林峰的意图 他是打算一口气将笔分拉大 他将目光看向徐峰 徐峰点点头 从椅子起身 朝台上走去 另一边的林峰 看着战神这边走上台的年轻战士 微微眯起眼睛 这个男的在先前比赛中 几乎没怎么上场过 唯一一次上场 还是昨天跟衡阳对战 表现出一副剑战职业的样子 但很明显 这家伙绝对不是剑战职业 因为一个技能没放出来过 很礼貌性的放水 输给衡阳高笑一场 战神高笑不会不知道陈婉怡的实力 既然敢上场 肯定不简单了 在裁判老师的试意下 开始比赛 陈婉怡手中迅速浮现魔法长弓 刚要瞄准对方 哪知道下一刻 对方的身影诡异间消失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顿时忍不住瞪大眼睛 竟然是法系远程等职业克星 刺客职业 这不是完美克制了吗 陈婉怡在失去目标的一瞬间 迅速后退 手中光剑矢没有犹豫 陡然射出 光剑在射出一般距离时 陡然炸开 化作上百只光与剑矢 覆盖一片地区 然而可惜的是 没有找到对方的身影 显然已经离开那个位置 刺客隐秘一开 除非自己露出破绽 几乎很难找到对方 而对方一旦动手 那必然是雷霆一击 陈婉怡深吸一口气后 手中弓弦再次射出三只光猎剑 不断判断对方的位置 不仅他看不见 观众席的人们也看不见 这种感受 是真的很揪心 然而对于高等级的导师来说 一眼就看破了战神学生的隐秘 可以说 陈婉怡的判断 还算是准确的 不停用光猎剑预判 封死他进攻的位置 但对于刺客职业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耐心 擂台足够大 陈婉怡不可能全部覆盖 也不可能一直释放技能 青年刺客就站在擂台边缘处 静静地看着陈婉怡 嘴角泛起笑意 看到这一幕 众多导师们都知道 结局已经注定了 圣庆这边隐藏了毒系职业 战神这边也藏着一张 专门克制法师射手等 远远程职业的刺客 还是有套路在的 就在这时 陈婉怡突然做出一个 让所有人都疑惑的动作 他再次凝聚一只光剑 却朝着天空射去 刹那间 光剑炸开 一团暴闪的光球 持久地停留在半空中 宛如闪光灯一般 无比刺眼 哪怕有结界隔着 观众席上 所有人都忍不住眯起眼睛 实在是太刺眼了 刺客青年脸色一变 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他的隐匿技能 就是利用光学折射隐身 这么强烈的光 很有可能会暴露 果不其然 陈婉怡顿时敏锐注意到 不远处的角落边缘 出现一抹不自然的 一小块阴影被折射出来 平时不注意看 肯定看不见 但此时在刺眼光球照射下 还是比较显眼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三连发魔法光剑时 发射锁定对方的位置 果不其然 刺客青年意识到自己暴露后 直接释放技能 连忙躲闪 但被暴露的刺客 那就不是刺客 那是脆皮 影子闪烁间 灵活躲开两道魔法光剑 但还是被一剑锁定射中 碰 的一声光剑炸开 刺客青年直接被炸飞台下 浑身衣服变得破破烂烂 然而观众席上 还有电视机面前的人 完全没有反应 就发现 比赛竟然就在光球炸开的 一瞬间结束了 直到此时 半空中刺眼的光球 才逐渐消散 视线恢复正常 裁判老师点点头 宣布盛青再次拿下一分 可惜的是 陈婉仪消耗也不小 一直释放技能 法力几乎见底 没法再继续 林峰这时候抬起头 看向夜想 有把握再拿下三分吗 要是能拿下三分 我拼着再使用一次竞数 把战神高效 二三十年第一名了 没必要留名字 夜想摸了摸鼻子 我尽力 众人听到这句话 顿时无比期待 他的尽力 那可真是从未让人失望 夜想从椅子起身 稍微伸了个懒腰后 刚走上台 才陡然想起 上午修炼结束后 还没吃东西 不由看向辅助智能 伸出手 辅助智能也一下子明白过来 递过来两根营养药剂 夜想直接打开营养药剂 咕噜咕噜一口喝完 战神高效这边 刘成国看到这小子 一顿吃两根营养药剂 也不由愣住 对于普通战士来说 营养药剂一根顶三天 哪怕是战斗职业 一根也能应付两天 这家伙一顿两根 其余战神高效的学生 也对营养药剂不陌生 看到这一幕 眼睛一瞪 卧槽 假的吧 刚才那是营养药剂吧 荡水喝了两根 好像是 之前在军训的时候 好像是传闻这家伙吃的很多 完全没想到 居然能吃那么多 嗯 叶响一点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打了个长长的宝格 买一点点头 抬起头 看向战神学院 平静道 小道掐指一算 今日运到还行 能连胜个二三局吧 一个倒是职业 装什么 战神高校不少学生 又酸又嫉妒地说道 我来试试他 队伍里 先前看不起叶响的青年 立马站起身 刘成国微微皱眉 刚要说什么的时候 那家伙已经直接走了上去 要把他拉下来吗 一旁的青年问道 刘成国摇摇头 他上都上了 就让他上吧 徐庆此时走上台 目光冰冷地看着叶响说道 小子 待会儿可别被打的叫求饶 叶响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放垃圾话 还是比较少的 想到这里 他不由转头看向刘成国 问道 能不能换一个 这家伙好菜啊 说句实话 刘成国是真想顺着叶响的话 换一个人上场 然而规则不允许 一旦上台 人员就不允许更改 裁判老师一脸平静地看着两人 行了 话音一落 徐庆身上陡然爆发出蓝色波动的斗气 身形一闪 直接朝夜响一拳挥来 速度之快 拳风之凌厉 让所有观众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好快的速度 然而叶响抬手 轻而易举挡下这一拳 侧身 一掌对准徐庆拍下 看起来轻飘飘的一掌 其中蕴含的绷径可是十分可怕 徐庆完全不知道太极拳的劲道 下意识抬手抵挡 一掌拍下 他整个人顿时暴退束步 瞳孔一缩 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夜响 这家伙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 哪怕有着斗气庇护 整个胳膊也火辣辣的疼 夜响身上散发着人鲜纹 起势匀手 长发飘然 身上缓缓浮现出 一阴一阳太极虚意 正是太极 徐庆脸色力气一重 他的职业是蓝拳斗者 完全 他不信自己会输 身上的蓝色斗气 陡然一个爆发 以更快的速度朝夜响冲来 眨眼而至 一个俯冲直拳 夜响弯腰后仰躲开 顺势一脚踢过去 徐庆甩肘落下 目光冰冷 朝朝狠立 打算将夜响这条腿 直接打断 夜响预感不对 侧身收腿 一肘落空 徐庆不打算给夜响喘气的机会 疯狂连击 一拳接着一拳落下 夜响身上的人 先闻越来越显眼 一手云掌 陡然打断徐庆的重心 然后紧跟一掌朝胸口拍去 但这一次 徐庆反应很快 直接退后树步躲开 目光死死盯着夜响 无处下手 好奇怪的拳法 这真是倒是职业吗 身上斗气再次一个爆发 双手汇聚出一团蓝色光芒覆盖拳头 威力倍增 然而夜响已经懒得跟着家伙继续玩下去 抬起手 瞬间施展十八张浮路凌空浮现身前 抬手捏起法掘 施令 刹那间 十八道灵练飞快朝徐庆冲去 徐庆下意识想要躲闪 但灵练数量之多 直接占据小半个擂台 避无可避下 他一拳狠狠砸在地上 一道石墙崩弹起来 十几道灵练直接落在石墙上 徐庆刚要松口气 夜响嘴角一翘 通天路的作用 可就是能够操控浮路 手指微微一抬 十几道灵练直接从上空绕过石墙 徐庆不由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灵练捆住全身 他连忙想要挣脱这些灵练 夜响抬手拽住所有灵练用力一拉 顿时将徐庆浑身捆绑起来 很是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摇摇头 就这点失恋 真没意思 徐庆还在挣扎 夜响眼眸中却陡然泛起金光 身上涌现金光神咒 宛如金绳一般 顺着灵练再次将它束缚一顿 然后用力一甩灵练 就像是甩着陀螺一样 把徐庆甩得不停砸地 还别说 战神高效的人真耐砸 愣是砸了十几下 居然还在挣扎 徐庆身上的蓝芒斗气 越来越汹涌 他咬着牙 刚要爆发技能技能时 灵练上的金光 陡然消失不见 徐庆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家伙每次身上金光 陡然看不见的那一刻 并不是消失 而是转化成雷法 果不其然 在下一刻 灵练上陡然出绚烂雷光 啊 面对万法之手的雷法 狂暴雷光 直接将徐庆殿的浑身抽出冒烟 夜响毫不客气地一甩灵练 直接将他甩下台 一双金毛化作雷眼 看向战神高校的方向 平淡说道 继续打 刘成果几人默默看着地上 如同黑炭一样的可怜蛋 想过有可能会输 但没想到会输那么惨 不能再输了 已经三比零了 战神高校的学生 纷纷皱起眉头 感受到压力 这一届的盛庆 不是一般的强 我来吧 队伍中 一直低头阴沉的青年说道 在他腰间 有一把未出鞘的长刀 刘成果点点头 可以 他本来就打算让王清上场的 这徐清自己跳上去 简直就是送人头 诸队哟 王清起身脱下外套 即在腰间露出精壮的上半身 神情冷漠 眼眸阴郁 十足的狠人大老模样 在战神高校中 王清曾经得到过战神横清的指导 对刀术有很深的领悟 如同陈婉怡对自己的剑术一样 哪怕职业是这方面的能力 后天也必须刻苦练习 王清上台后 微微抬头 刘海下那双阴郁的眼睛 注视着叶响 我只出三刀 赢不了 我认输 叶响 好家伙 这么能装 你不会只能出三刀吧 叶响不由问道 王清没有回应 只是看向裁判老师 事已能开始了吗 裁判老师看着眼前 这个两个年轻人 还是解释道 使用武器不得嘲要喊 不会的 他死不了 王清依旧逼格满满的淡然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叶响很想踩这家伙一顿呢 裁判老师宣布开始后 一股强大的刀意 陡然从王清身上释放出来 叶响顿时微眯起眼睛 这种感觉 跟他当初站在横老爷子身后时 有些相似 不过两者自然是天差地别 王清将手放在腰间的长刀的把柄 低着头 身上的气势变得越来越压抑可怕 还没出刀 擂台周围的结界 就都开始轻微晃动起来 战神学院中 用刀最厉害的学生里 就只有王清 刹那间 刀光出窍 只见一道匹地的刀光席卷斩出 这一刀 绝对可以说是精彩绝艳 叶响神情凝重 身上也陡然爆发出极致的雷光 双手迅速凝聚一团掌心雷朝刀光迸发而出 轰隆 掌心雷落在刀光的那一刻 轰然炸开 却依旧没有阻止这灵力的刀光 叶响微微皱眉 还真有一把刷子 身形陡然消失在原地 雷法附身的他 差只毫厉间躲了开来 强大的刀光 狠狠撞在结界上 咔嚓一声 发出巨响 刀光虽然消散 但那刀锋吹散了叶响长发 散落下来 叶响看了一眼身后的结界 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 转头看向王清说道 是真厉害啊 这算第一刀吗 毫无疑问 这一刀绝对超过五世纪的威力 否则雷法不可能抵挡不住 王清低着头 没有说话 双手放在长刀上 有点类似于老战神的弹横刀制式 一米多长 刀柄也有三十多公分 身上的刀势还在累积攀升 远超先前那一刀的气势 无风起浪 一层肉眼可见的漩涡刀钢 出现在刀身上 这一次 叶响感受到被契机锁定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怪 仿佛无论怎么躲避 也没办法能躲开这一刀的感觉 目光陡然变得认真起来 从第一刀就能看出 这家伙的确是有真本事的 没有座椅待毙 抬手画出一张神形符落落在腿上 配合雷法附身的速度 也会更快一些 所有人看着在积累刀室的王清 都有些心惊胆战 这家伙真是太可怕了点 这一次 更为恐怖的刀钢席卷而起 地面在一瞬间被撕成两半 难怪会感觉躲不开 原来压根没有躲的余地吗 叶响猛然一个起跳 宛如一道雷霆一般 轰动一声 再次显而又显地躲开这一刀 王清抬起头 默然地看着叶响 对于他这个举动 似乎半点没有意外 仿佛算好了一般 更为强大的刀势爆发出来 这一刀 远比之前两刀叙事更快 威力更猛 仿佛先前两刀 都只是为这一刀铺垫一般 而且叶响在半空中 必无可避 刀钢无比凝实 气势磅礴 叶响的确从这家伙身上 看到横老爷子一丝影子 看样子是学到点东西 避不开 那就不躲了 叶响浑身密密麻麻的人 先闻 展露无遗 黄暴雷法转换成澎湃金光 宛如一团金光球包裹全身 不仅如此 抬手凌空画出十八张符录 眉心浮现天地不仁道心意境 叶响身上气势陡然一变 双眸充斥神性 他抬手捏起法绝 脑海中一篇记载 重水浮路皱纹的道卷 缓缓浮现 淡漠的声音 震耳如雷 作甚勿甚 与诗斥令 话音一落 十八张符录微微颤抖了一下 冥冥之间 让天地间无数水灵力 落在这些浮路上 顿时 宛如九天玄水瀑布 从天席卷下 这恐怖的磅礴崩腾之势 丝毫不若于 那冲天而斩的可怕刀钢 这一幕 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甚至凭住呼吸 看着天空 那道紫袍少年 仿佛真如一位折仙人下凡 刹那间 这刀钢逆流而上 缓缓展开九天瀑布 轰动 大地崩裂 土石破碎 整个擂台被分成两半的瀑布 直接冲垮 然而王亲的注意力只在上空 夜想借助浮路重水 稳稳地站在瀑布之上 看着刀钢斩来 数十米高度 刀钢从最开始的迅猛 一下子延缓下来 最后被淹没在悬水瀑布中 甚至都没来到夜想跟前 夜想看到这一幕 嘴角微微一笑 顺着瀑布滑落下来 静止朝王亲冲下去 三刀斩完 那就该我了吧 哪知道王亲果断地 想要抬手认输 三刀斩出 他已经毫无再斩之力 夜想哪能如他所愿 二话不说捏起法绝 一张俘虏出现在手中 然后迅速化作灵链甩下去 王亲脸色一变 抬刀想要斩断灵链 哪知道灵链破碎后 隐藏在其中的一条金光 陡然将它束缚住 踏马的 你打够就想投降 夜想没有一丝丝迟疑 冲上来一脚 将它踹倒在地上 王亲瞳孔一缩 意识到了夜想的险恶用意 连忙说道 我已经认 夜想二话不说 直接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 甩进他嘴里 装你妹的装三刀 搞半天 你就是个三刀流祸色 这气不撒出来 道心不稳 夜想开始疯狂在王亲身上踩踏 还不忘夸张说道 好厉害的刀法 简直太可怕了 可你这样实在是太让我痛心了 同学之间 怎么可以下如此重手 似乎觉得踩不过瘾 夜想开始用拳头疯狂抱锤 眨眼间 一脸阴沉帅气的王亲 就变得鼻青脸肿 吐出嘴里的泥巴 再也不顾装逼 连忙喊道 我认输 老师我认输了 夜想趁机狠狠又揍了好几拳 裁判老师无奈的走到面前 用力咳嗽一声 夜想这才好像听见王亲说的话一般 一脸吃惊的样子 什么 哎呀 是我鲁莽啊 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说着 还假把心性的将王亲拉起来 王亲一脸憋屈 我说 我说你奶奶的腿啊 捡起地上的长刀 没好气的起身离开 哪知道还没走出一步 整个人扑通一声 又摔倒在地 王亲痴痛朝脚下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双脚 还被金光束缚着 夜想 哎呀哎呀 忘记了忘记了 瞧我这记性 夜想懒洋洋的笑道 要多没歉意 就有多没歉意 出了这口气 真爽啊 裁判老师无奈摇头 抬手宣布夜想获胜 下一刻 全场所有人忍不住站起身 响起轰鸣的掌声 所有人都被这位妖孽少年给震惊到了 先前那一幕 简直刻印人心 雨时赤令 九天瀑布 雾气飘起时 天师少年宛如助力在云雾之中 鲜味十足 华夏未来 倘若少年皆如此 一族何惧之有 听到这雷鸣一般的掌声 夜想不由抬起头 此时他总算知道 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高效大比 甚至不惜掩盖前线的战斗 相对于前线的征战厮杀 不如让他们看到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将来更有希望 等王清下去后 众人才注意到 夜想竟然还在台上 所有人忍不住疑乐 这小道士 难不成真要连打三场不成 要知道 对面可是战神高效 法力耗得差不多 还要打肯定是吻输的 这小子 不会真要连赢三场吧 有人忍不住瞪大眼睛 在一位导师帮助下 擂台很快就恢复完整 毕竟就只是一个十台子 一个法术就能复原 对方凌风还没有上场 这场我来吧 战神学院这边 在刘成国身边的青年 开口说道 刘成国微微皱眉 随后摇摇头 这场我来 你最后再上 说着 他缓缓起身 朝台上走去 众人看到这次 竟然是刘成国亲自出手 顿时忍不住有些吃惊 不过想想也是 战神比分已经0比4了 倘若再输一场 真有可能被盛庆 打个0-6出来 刘成国虽然早就猜到 跟盛庆不好打 但也完全没想到 竟然是这般碾压 刘成国深吸一口气 脉步走上了台 看着叶祥说道 不愧是能进入 王牌斩杀队的人 的确很厉害 叶祥目光落在眼前 这个年轻战士身上 第一个感觉 就是干净利落 寸发 相貌普通 说话的语气也很老成 不像是学生 反而更像是经常 在前线上的战士 你是军人 叶祥直接问道 刘成国不由笑道 我的确是从前线 退伍下来的 当了三年兵 听到这句话 叶祥肃然起敬 朝他拱手抱拳 刘成国愣了一下后 无奈说道 整不来你那套 我当过兵 所以下手会下意识 有点重 你注意点 行 没有问题 叶祥点点头 能理解 在战场上 不下死手 死的就是自己 果不其然 刘成国进入状态后 身上一股铁血气势 席卷而来 虽然没有杀意 但隐藏其中的煞气 还是能看出来的 刘成国上过前线 而且实打实 斩杀过一族 你不用武器吗 叶祥不由问道 既然上过战场 武器肯定是有的 刘成国摇摇头 你不是也没用吗 叶祥摸了摸鼻子 他是完全不需要 也随便他了 在裁判老师示意 可以开始后 两人同时向前冲撞 各对一拳 叶祥没有任何流力 人先驱发挥到极致 强大力量爆发出来 然而这一次 他却直接退了好几步 在力量面前 完全比不过对方 刘成国站在原地 但脸上忍不住有些惊讶 难怪王清被你捶得站不起来 你的身体素质 比我想象中还要强不少 他脉步再次朝叶祥冲来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干净 利落 杀意 拳拳硬砸 叶祥抬手起势 施展太极拳 云首不停卸下对方的力道 毕竟在力量方面 他完全属于劣势 45级的战斗职业 还是在战场上磨练了两年的家伙 难怪战神高校会让刘成国成为小队队长 要知道其余高校在研究战神高校时 刘成国就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 没人知道他的实力 先前也完全没有出场过 很有意思的太极拳 不愧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刘成国见自己所有攻击 都被叶祥以四两拨千斤 全部接下来后 不有点点头 这太极拳的确很厉害 但话音刚落 他身上便浮现出一件漆黑帅气的锁子甲 这锁子甲是附魔军用战甲 比附魔一造价昂贵多了 要知道这套锁子甲 属于军方专属 唯有一等都位军衔 才会装备 小心了叶学弟 我要认真了 刘成国看着叶祥说道 下一刻 他体内猛然冲破了什么关爱 强大的力量陡然爆发起来 高级病房中 正在看叶祥比赛的何寥寥 忍不住皱起眉头 战神学院这不是耍赖吗 从军方学到的战法体术 居然还跑回学校参加大比 一旁的林军点点头 叶祥这场难打了 这刘成国 我有点印象 独自斩杀过一头五十级的血刺王 四十五级普通战斗职业 能做到这一点 不容易 此时病房里 只有几个人 风源与柳炎稍微调养后 便出院继续执行任务 只有林军 还有几位受伤比较重的白虎腾蛇成员 在病房里静养 林军的右手胳膊粉碎性骨折 小小的一双机械腿 还在调整数据 与大腿上的神经完美匹配 需要一定时间 此时几人都盯着屏幕 看着高效大比 就当做放松一下 完全没想到 居然能在大比上 看到有人会使用战法体术 这是一门副作用 极大的爆发战法技能 颇胎于鼓舞八门学位 只有四十级以上 并且达到都位级别的 优秀军官才能学习 短时间内爆发体内潜力 发挥出数倍自身实力 刘成国的职业 职业就是普通的战士职业 但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实力 并不是只看职业 而是综合性 就比如军人那铁打的意志 能完美掌握军方战法 承受出修炼带来的莫大痛苦 哪怕是面对异族 面对所谓的天才 也能将其战胜 论职业 刘成国不是天才 但在军队里 他是兵王 数倍强大的力量直接爆发 刘成国瞬间来到叶响面前 出拳 依旧是军体格斗的动作 但速度更快 力道更猛 叶响身上迅速涌现金光咒 然而澎湃的金光咒 竟然被刘成国一拳打破 狠狠砸在他肩膀上 叶响身形暴退 倘若不是人先驱 刚才那一下 肩膀最次也得骨折 刘成国并不打算给叶响喘息的机会 打算速战速决 脚步一蹬 身形快道都出现了残疑 叶响深吸一口气 金某陡然变成白铜 身上金光瞬间压制到极致后 绚烂的雷光乍现 一瞬间 叶响的速度也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刘成国出现在他原来的位置 目光落在那道雷光上 预判诡计后 身形陡然再次化作残影 眨眼间 两人顿时再次撞上 但在暴虐雷法状态下的叶响 攻击完全不弱于刘成国 宛如雷拳 两人一拳对撞 雷光乍现 刘成国强忍着雷法 穿透身躯的痛楚 继续一拳拳狠狠与叶响对轰 没有所谓的竖法 没有所谓的招式 最直接的杀招 最直接的战法 叶响也同样如此 他知道这就是前线战士们的打法 他们冲锋在最前面 顶在最面前 疼痛算什么 流泻算什么 倒下去就再爬起来 眼睛瞎了 那就冲在最前面 疯狂杀戮 两人越打越狠 叶响身上带着雷光 刘成国身上爆发出宛如血气的能量 互相捶杀 没有留守 真正的对手 就是拿出全部的实力 这一刻 无论是观众席上 还是电视上 不少人看着这一幕 都不由震撼住了 没有华丽的法术技能 没有逼人的气势 全是拼命战法 从他们身上 仿佛可以看到 前线战士们厮杀的影子 最终似乎是叶响灵力耗尽 身上的雷法 逐渐消散开来 并且因为等级差太多的原因 叶响迅速落入下风 刘成国一拳将他砸出树米远后 停了下来 看着叶响说道 认输吧 再打下去 毫无意义了 你打不过我的 嗯 光靠体数 确实难赢你 叶响也不由点头承认 他抬起手 顿时有三张符露浮现身前 落在手臂上 刹那间 世家千军服的双臂 一手将符露捏在手心 朝刘成国冲去 刘成国微微眯起眼睛 这道家符露 从外表看 根本看不出 是什么类型的法术效果 他也不敢贸然尝试 是先前的灵练 还是什么 这家伙的灵力 应该消耗差不多了 否则不会放弃 使用最强大的雷法 自己使用战法的时间 也是有限制和副作用的 长时间使用 他第二轮肯定也坚持不住 但看到这家伙 没有半点打算认输的打算 刘成国知道 必须速战速决了 看着朝自己冲来的叶响 刘成国再次冲开体内 挤出大穴 强大的血色能量 汹涌而起 以激活潜力带来的强大力量 迅速辐射全身 他的实力再次倍增 脚下用力一蹬 以更快的速度迎上去 静风呼啸 人影模糊 看到这一幕 叶响没有任何犹豫 轻声说道 赤领 乱花遮掩 手中的符露 陡然间消失 落在身上 迅速出现五个 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 刘成国瞬间破灭一个分身 残影浮现的那一刻 五人分身将他包围 每个人面前 同时浮现出一排排符露 叶响眉心再次浮现出到新意境 一双金色双眸 充满神性 刘成国顿时预感不了 想要突破 却不知道 顾时到灵链朝他飞来 但其中只有六根灵链是真实的 副 成百的灵链 全部套在刘成国身上 牢牢将其束缚 刘成国立马爆发血气 将灵链全部冲断 似乎锁定了叶响的位置 一拳狠狠扎来 哪知道熟悉的雷光 突然再次映入眼帘 刘成国不由一正 这家伙居然还有法力 叶响朝着他一笑 随后一掌雷光打入地面 雷法帝副 这么近的距离 哪怕刘成国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雷法 刹那间 宛如蜘蛛网的雷法 瞬间将刘成国浑身笼罩 麻痹全身 叶响松口气 调侃道 终于逮到你了 也是不容易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捏起法绝 金光骤涌现 将对方包裹起来 一脸轻松地拽着 他朝擂台边缘走去 刘成国想要挣扎 但浑身被雷法缠绕 气血都运转不通了 可恶 这家伙为什么能在五世纪前使用雷法 还玩得这么恶心 凌峰等人 也目瞪口呆地看着夜想 这一手骚操作 反转得太快 简直让人没反应过来 刘成国还在挣扎 他不相信 自己要是也输了 那么战神高效 铁板钉钉的输定了 就算打不了第二场 也得赢下这一把 更何况盛庆这边 还有一个凌峰 想到这里 刘成国咬咬牙 干脆豁出去了 体内血气 直接冲撞天书大学 哄 恐怖的气血 直接冲破雷法与金光 哪知道下一刻 刘成国直接从半空中坠落下去 两人都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 夜想是震惊这家伙 居然还能暴肿 而刘成国是震惊自己 怎么到台下了 白激发了 裁判老师有些无奈 抬手 夜想上 一瞬间 全场气氛凝固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刘成国还能打 但问题是 他光顾着自己冲破束缚 完全忘记了 已经被夜想用金光拽到台下上空 刚冲破金光 扑通一声 掉落台下 夜想双手拢袖 顿在擂台边缘 朝他竖起大拇指 还得是你 不跟你打了 留着点力气上前 先杀一组吧 战神高校这边一片沉默 看着夜想这家伙 懒散又逃打的表情 怎么看都不顺眼 刘成国沉默下来 身上的恐怖血气逐渐消散 然后转身 朝战神高校队伍走去 他已经预感到 战神高校这次输那么惨 在将来会有多少人骂自己 夜想走下台后 盛庆高校的所有女学生们 顿时忍不住尖叫起来 无数辅助光环落在他身上 治愈伤势 恢复精神力等等 与刘成国形成了对比 但主要也是战神高校那边没有辅助 夜想似乎猜到刘成国使用军用战法后 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不由抬头看着众多女生道 不用给我恢复 给刘成国吧 她是真正的军人 伤势很大 众多女生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很是听话的 给刘成国释放一大堆恢复技能 只见数十成百的一圈圈光环 在他身上浮现 无数光环落在身上 顿时让刘成国差点爽翻天 从未有过的体验 看到这一幕 无数战神学院的学生 也无比羡慕地看着他 能体验一次 被盛亲妹子们集体恢复 这输一场也赚大了呀 刘成国回过神来 朝夜想竖起大拇指 大声说道 夜想 你打得不错 但我在战场上等着你 夜想文言 不由一脸怪异地看着刘成国 自己马上就上前线了 这家伙还得半年才能毕业吧 到底谁等着谁 突然间 夜想余光撇到冯淼泉这家伙 又从椅子站起身来 眼角不由一跳 立马想要甩出福禄 才想起体内灵力已经用尽 于是二话不说 从地上抓起一把土 直接甩进冯淼泉嘴里 不许喊 闭嘴 所有人都知道 今年因为夜想 高校之间的格局 很可能要发生改变了 下一场 凌峰显然不打算 给战神学院一个放水机会 直接走上场 打算6比0直接结束比赛 跟战神学院打 不需要放水给面子 对方看到圣庆这边是凌峰上场 也不由有些无奈 圣庆真是一点退路都不给啊 战神学院的学生们 都不由将目光落在夜想身上 这家伙那么强 尤其是近战实力 都能跟退伍下来的兵王打 但这家伙却 却选择了圣庆 为什么不选择战神 到底图的什么啊 然而很快 当他们看到那成百上千 白花花短裙 制服的圣庆妹子 顿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如果能再来一次 他们也选圣庆 凌峰上场后 面对也走上来一人 是老对手了 对方手持长戟 一袭墨绿色得体的校服 模样帅气冰冷 一看就是很有实力的样子 不比凌峰差多少 正是李修 在刘成国退伍回学校之前 他就是战神高校实力最强的存在 这一手长戟 如同王卿得到战神横轻的指点 他也得到过天王罗锦的指点 并且从小就崇拜天王 才努力考上战神高校的 所以毫不犹豫 选择长戟作为武器 李修看着凌峰走上来 不由有些无奈道 你们盛庆真不打算放水吗 0比6我们可就输太惨了 凌峰笑了笑 没事 打完这把 你们晚上跟审判学院打的时候 再6比0打回来不就好了 我们这儿又没有像叶祥这样的变态家伙 怎么打6比0 两人宛如朋友简单交流 但无形中 气场已经打开 裁判老师看了一眼两人后 便抬手示意开始 手刚落下 李修猛然甩出长戟 直接朝凌峰丢过去 毕竟是老对手了 交手了也不止一次两次 两人的胜率一直是五五开 很简单 只要压着这家伙打 不给凌峰半点施展时间 法术的机会 就能赢 压不住 他输 凌峰的确下意识 想要顺发法咒 哪知道这家伙这么无耻 上手就把长戟投掷过来 没有法子 只好侧身躲开 李修健壮嘴角一翘 身形爆发 瞬间来到凌峰身前 也不管长戟 直接一拳朝他砸下 很是轻松 还不忘一边聊天调侃道 听说你打算进斩杀队 能进里面的人 都是远近战斗都擅长的人 你一个近战拉胯的家伙 进得去 他一脸得意 自认为稳赢的时候 却看到凌峰直接从兜里 拿出那枚怀表 脸色顿时一变 操 你苟日上来就用禁书 他下意识连忙退后 哪知道凌峰只是虚晃一下 嘴角一翘 飞快念起咒语 刹那间 时光之力从他身上爆发 只见一个个时间法阵 迅速落在李修身上 根本不给反应机会 时间迟缓 时间凝固 战斗结束得很快 但跟凌峰这家伙打就是如此 要么赢得很快 要么输得很快 完全是因为他这个职业太恶心 当李修的神情彻底凝固不动后 凌峰走到他面前 甩了甩怀表笑道 你看 让你多读点书 你偏要去养猪 吓唬吓唬你而已 而且 我已经通过王牌斩杀玉背对的考核 说到这里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用刘成国那句话 我在战场上等着你 高笑大比 其实没多大意思 看着那得意的样子 凌峰当作没看见 捡起地上的长脊 刀刃放在李修的脖子上 才转头看向裁判老师 老师 我赢了吧 裁判老师点点头 他虽然是战神高校的老师 但输了就是输了 盛庆今年的整体实力 的确远超往年 战神学院赢了那么多年 风气其实一直有些骄横 惨败一次 也算是敲一记警钟 盛庆对战战神 6比0 盛庆学院胜 当大屏幕上 出现盛庆那洁白笑灰时 盛庆学院的学生们 集体兴奋地开心起来 女生们纷纷站起身 仿佛早就训练好了一般 施展法术 漫天璀璨光芒 齐齐绽放 原本还有些失望的战神学生们 看到对面那齐刷刷的大长腿 顿时很不争气地流下口水 似乎输了也不亏 往年可没有这样的风景看 电视机的观众们 也跟着一起开心 不管谁输谁赢 他们都是华夏未来的顶梁柱 看到都那么优秀 都很是期待 能有打败一族的一天 休息两个小时 晚上战神对战审判 倘若审判学院赢 那么将还有一场 但如果审判学院输了 今年的高校大比就此结束 所有人都在期待 审判学院会不会有亮眼的表现 但很快 众人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整个战神学院的杀气很重 盯着审判学院的十个人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6比0把面子找回来 毕竟听说还立了军令状 打不下6比0 直接剃光头 果不其然 晚上的战斗极为凶残 战神学院将盛庆这边受到的委屈 全部撒在审判学院身上 尤其是刘成国 直接开提出战法 一连挑三个 血气能量与铁血风格 让学生们见识到了军人的战斗 军用战法也吸引了无数战斗职业注意 审判学院最后也拼命了 但拿下两个平局后 还是落败 今年三座顶级高校排名 终于发生了改变 万年老三的盛庆逆袭登上第一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其中叶响的出色表现 更是让人们对道士职业产生了改观 比赛彻底结束后 所有高校学生陆续离开 当天晚上 盛庆校园网直接被挤爆 全是有关于叶响战斗的帖子 而原本打算回去修炼的叶响 却突然收到副队装处的消息 晚上十点 与铃峰一同前往坐标位置 七黑夜幕 叶响与铃峰来到一处烈士墓地 一走进去 沉默庄严的氛围席卷来 一排排军人注视着他们 叶响抬起头 却发现 远处一排满是白花的墓碑前 只有一人助力 正是天王罗金 每个墓碑照片上的面孔 都极为年轻 有的冷酷严肃 有的笑容甜美 有的一脸平静 赵杰 52级 王牌斩杀队成员 二等都尉军官 牺牲年龄 21岁 刘思雨 48级 王牌腾舌成员 一等都尉军官 牺牲年龄 22岁 陈伟 王牌腾舌成员 三等都尉军官 牺牲年龄 23岁 零号 51级 王牌白虎成员 三等都尉军官 牺牲年龄 23岁 王涛 52级 王牌白虎成员 一等校尉军官 牺牲年龄 24岁 天王罗锦 提着那七十级脚鬼的脑袋 放在这些墓碑前 大声喊道 鸣枪 敬礼 叶响与凌峰神情一宿 一同敬礼 葬礼结束后 天王罗锦带着叶响与凌峰两人回到基地 看着两人说道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们 刚打完比赛 好好放松一下 叶响与凌峰互相对视了一眼 经历过刚才的葬礼 两人的想法很一致 只想上前线 手刃一足 这时 之前那个咖啡馆前台小姐姐 递过来两套斩杀队的军服 一整套都是严肃黑色的风格 这套军服 叶响并没有看其余人穿过 之前军训时 看到风源几人斩杀血刺亡 到上面的一等特级军官军衔 是一颗银色灵脚钻星 凌峰并没有获得过战功 所以还没有军衔 但进入斩杀队后 积累足够后 也是一等特级军官起步 天王罗锦看着叶响说道 打得不错 两万战功已经记录上了 不过有一点 你的炼丹技术一定要保密 除了内部人员 不要透露给任何人知道吗 叶响一愣 随即点点头 并没有细想 好了 回去休息吧 上战场后 一切听从指令 不要贸然行动 尤其是叶响你 不要像军训使乱来了 叶响有些无奈 放心 我很惜命的 罗锦深深地看了一眼叶响 不是惜命的问题 是不希望你死太早了 叶响 两人随后离开基地 朝圣庆回去 路上的气氛有些沉默 凌峰不由笑道 看得出来 天王很气重你 我能进斩杀队 应该也是因为你的原因 要不然 以我那拉胯的近战实力 的确还没资格进斩杀队 他毕竟已经二十岁了 等级四十五级 在高校里算厉害 但在斩杀队里 的确排不上号 时间法术的确很稀有 但限制与诅咒一样 有距离要求和等级限制 以他的近战实力 很容易还没施斩法术 人就没了 叶响调侃地看了他一眼 大不了使用一年寿命 逆转时间 在我眼里 你用一年寿命 换一头强大一族 也是赚了 凌峰不由摸了摸下巴 那也是 我现在二十岁 活到八十没问题吧 最少得换个六十头一族王才行 从确定上战场 生死就早已堵之身外 叶响给宋新锐发了一条短信 明早来审判学院门口 接聊雅野猪上前线 宋新锐没有多问 只是点点头 发个没问题的表情包 回到宿舍后 叶响闭目修行 烙印肾步的人先闻 突然想起 自己又获得两万战功 抬起头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帮我再准备十份洗水单的药材 辅助智能文言点点头 已宁申报 需要时间三个小时 扣除两万六千点战功 叶响点点头 有洗水单的帮助下 人先驱的进展 可以加快步手 没有丹药和重力士 修炼速度的确太慢了 那么多天了 这第三层第一遍的人先闻 才烙印一半 闭目继续修行 冥想烙印人先闻 浑身散发着泽泽光芒 悬傲且复杂 三个小时后 辅助智能主动离开宿舍 将配送过来的药材领取 并没有打扰到叶响修炼 时间一点点流逝 又过去了两小时左右 叶响体内甚不然先闻 终于烙印完成 刹那间 五脏同时散发出人先闻印记 流转金木水火土之灵气 生生不息 叶响睁开眼睛 利用灵力 催动五脏 下一刻 只见他手中缓缓浮现出五行之气 这五行之气 在体内相互相生 五行中改变自身滋质 最重要的是 配合灵力 他现在不仅可以使用雷法 一些五行道法 也可以尝试了 脑海中 对应的一些五行道卷浮现眼前 叶响抬起手 移到火焰浮现手中 与三妹真火不同 就是普通的火焰 心念一转 火焰又转变为水团 毫无阻碍 但更为重要的是 五脏转变后 雷法的变化呢 叶响双眸变成金色 金光骤涌现后 压制到极致 刹那间 绚烂的雷光浮现手中 将整个宿舍照耀的一鸣一案 果不其然 叶响能感受到雷法之力 也变强了些许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的的确却变强了 并且 随着五脏越强 雷法也会变得更强 万法相通 果不其然 雷法消散后 叶响恢复平常 辅助智能飞过来 递过来一个小包道 叶响同志 药材已经准备好 叶响点点头 打开小包 露出熟悉的药材 和之前一样 百年核手屋 百年人参 血精草 玉水枝和玉兰露 各十分 这些药材 要是换成钱 无疑是天假 叶响没有犹豫 直接施展三昧真火 开始炼丹 毕竟已经炼制过一次 很是轻车熟路 不一会儿 十颗丹香 扑鼻的洗水丹炼制出来 抬手交给辅助智能保管 叶响站起身 走出房间 来到阳台 深吸一口气后 感受着体内五脏之气流转 整个人的气质 不知不觉间 也变得温和许多 在道经上 他现在已是从外炼 过渡到先天内炼之境 并且叶响注意到 五行之气流转下 那五脏上的人鲜纹 竟然也在自行烙印 只是速度很慢 甚至不如平时 主动修炼的十分之一速度 不注意察觉 几乎感觉不到 这时 黎明破晓 天边金屋一跃而起 万道霞光淋浴大地 叶响毫不犹豫 深吸一口气 顿时数十旅子气 涌入丹田 等修行结束后 转过身 就看到冯淼泉王军和 陈万言三人 毕竟已经知道 叶响今天就要去 前线战场执行任务了 叶响 早点回来啊 可别死了 我还等着你回来 带我找妹子 冯淼泉开口说道 王军点点头 叶响加油 陈万言早已将叶响 看作自己的追寻目标 目光坚毅道 叶响 别死 等我也加入斩杀队 叶响有些无奈 抬头看着这三人 没好气道 滚蛋 大清早张口闭口就是死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晦气 嘿嘿 好 祝叶响旗开得胜 凯旋归来 冯淼泉忍不住激动喊道 王军伸手连忙捂住他的嘴 叶响说了 是秘密执行任务 你不要喊那么大声 曹 你手指插我鼻孔了 叶响走出寝室 在三人注视下 走出校门 我的直觉告诉我 叶响要起飞了 冯淼泉忍不住说道 王军点点头 他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说起来也是 到底哪边在打仗 北边的兵魔一族吗 冯淼泉有些疑惑 陈万言稳稳皱眉 思索片刻后 瞳孔顿时一缩 童眼一族的领电 冯淼泉的神情 瞬间变得精彩起来 卧槽 那叶鸽爽翻天了呀 怎么说 王军和陈万言 抬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童眼一族最擅长什么 诅咒啊 可叶鸽掌握的那个金光技能 免疫诅咒 当时把我打击了好久 听到这句话 王军和陈万言 都不由瞪大眼睛 他们可是知道 冯淼泉的诅咒有多难缠 要是等级上去绝对恶心 但叶响竟然能完全免疫 咱们要是能跟着叶哥上战场 应该能混不少战功吗 王军摸着下巴思索道 啊 那确实带头猪都能起飞 陈万言点点头 要是真能免疫诅咒 那么叶响将是整个 童眼一族的克星 此时叶响已经来到 审判学院的校门口 等着宋星蕊过来 路过的学生一眼就看到了他 毕竟一袭熟悉的青山长发 想不认出来都难 好几个审判学院的女生 看到他后都忍不住激动起来 虽然今年被名次调到了第三 还被战神打出个0比6两评 但战神也是0比6 评局都没有 也不算太丢人 毕竟打来打去 三座顶级高校 还是他们 你 你好 能给我签个名吗 一个萌萌的女生 走到叶响面前 忍不住问道 叶响不由一愣 摸了摸鼻子 他又不是偶像 签什么字 可以 啊 真是太好了 女生很是激动的 连忙拿出本子合笔 接过手签了起来 刚签完 就看到一个高挑的身影 站在不远处 在他身边 正是那肥肥胖胖 并且不停打战的獠牙野猪 你现在可是很火呀 宋欣蕊不由说道 都开始签名了 叶响哪里听不出他的调侃 目光落在獠牙野猪身上 平静道 再抗拒 今晚上就把你宰了吃 獠牙野猪顿时浑身一紧 迈着僵硬的蹄子 走到叶响身边 然后满脸绝望流泪地 看着自己主人 然而宋欣蕊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只是看着叶响点点头 注意安全 嗯 叶响点点头 他随意挥挥手 便带着獠牙野猪转身离开 只是刚转身 就看到一身碎花长裙的沈又威 在不远处看着他 叶响不由一笑 展开手 沈又威微微一震 随即脸上泛起好看的笑容 直接跑了过来 一下扑进他怀里 两人宛如小时候一样 从未变过 十几分钟后 叶响已经带着獠牙野猪 来到咖啡馆 林峰一脸好奇地 看着他身边那肥头大耳 浑身有黑的獠牙野猪 召唤兽 你带个二十三级的獠牙野猪干什么 怕路上吃得不够 这家伙肉多 叶响平淡道 听到他这句话 獠牙野猪顿时生无可恋地趴在地上 林峰则是想起 叶响一口气喝了两根营养药剂 不由点点头 确实你吃得挺多 这时 一辆武装直升机飞到两人面前 天王罗景从飞机上下来 但他刚说完这句话 就注意到叶响身旁的獠牙野猪 神情不由有些怪异 叶响你带头猪干嘛 口粮 林峰解释道 天王罗景文言有些哭笑不得 前线条件虽然艰难 但也不至于让你饿死 荆州多山林 异兽很多 他可以吸引出他们肉香十足 估计就算异族也会忍不住 叶响直接说出自己带上獠牙野猪的目的 听到又是老本行 獠牙野猪一下子来了精神 只要真不是吃了自己就好 异兽其实就是以前那些野兽进化的 不仅是人类 有些异族也可以吃这些异兽 不过异兽的繁衍能力很强 在野外不用管 很快就能繁衍出一个族群 两人一猪坐上飞机后 便直接朝西南方向飞去 飞机上叶响一点平静的在修炼 反而林峰显得有些紧张起来 他的确是第一次上前线战场 你都不紧张的吗 林峰看着叶响疑惑的问道 叶响摇摇头 看着窗外的风景 他想起军训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们 轻声说道 没什么好紧张的 武装直升机大概飞了两个小时 一路从京都飞到宁川 直接深入荆州 低头看着下面 叶响顿时看到了不少 有土石和木桩组成的临时堡垒战线 宛如一颗颗钉子扎在荆州上 誓死不退 很快 武装直升飞机降落在一处堡垒前 叶响一眼就看到这堡垒上 有斩杀队的标志 刚下飞机 就看到斩杀队那几张熟悉的面孔 风元看到叶响后 不由笑道 哟 这小子终于来了 柳颜看着叶响 有些好奇 几天没见 怎么感觉小弟弟又帅了呢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叶响身上 毕竟是通过庄储亲自考核 实力大家都是认可的 所以在叶响来的第一天 大家就已经当他是队友了 至于林峰 几人都是看了一下资料 天赋等级都一般 但身为罕见的时间法师 还是破格进入了斩杀队预备队 等级超过五十级就可以转正 叶响的目光 则是落在一旁 没有说话的何寥寥身上 以前喜欢穿裙子的他 换上了一身干净利落的军服 掩盖下那双背截肢的机械双腿 叶响走到他面前 从兜里拿出一张符录递给他 学姐 这是我回赠给你的礼物 何寥寥不由一愣 还是接过符录 认真看了起来 谢谢学爹 这是什么符 太岁符 又叫护身符 贴身携带有化煞消灾的说法 叶响解释道 他是按照刀卷上画的 有灵力效果 可以庇护自身 只要符录不破损 就一直有效 几人文言顿时一愣 叶响是倒是职业 那么画出来的符 肯定有用 风云立马凑了上来 后着脸皮问道 同位你的前辈 有没有给我也准备一张呢 叶响摇摇头 没有准备 他是临时想起来的 所以只画了一张 风云不由有些气馁 这就很没意思了 你一个倒是 不会是重色轻友吧 说到这里 他伸出手揽住夜响的肩膀 质疑道 不许你欺负小学店 何寥寥走了上来 直接推开风云 哎呀 闹着玩的 那也不行 众人此时看到何寥寥脸上 再次露出笑容 心里也不由松口气 毕竟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子来说 失去双腿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但大家还是希望 何乐乐不要失去往日的个性 天王罗警走过来 看着众人说道 这几天 部队已经稳住第一条战线 虽然扛住了童眼一族 与脚鬼一族接连三天的反扑进攻 但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 罗警的辅助智能 在这时候展开荆州的全部地里面貌 将整个荆州分成了四条战线 目前第一战线横长509千米 纵推120千米 总共15万名战士 驻守各个堡垒防线 罗警看着众人说道 下一条 我们战线区域 是继续往西纵推120千米 和之前一样 这片区域的所有五十级以上一族一兽 全部要清理干净 不过除了腾蛇部队 与白虎部队协助我们 这次猪鹊部队也会来 听到这句话 众人的目光顿时看向庄楚 要知道 庄楚的媳妇 就是当初审判的笑花 也是如今猪鹊部队的副队 两人都是十分优秀 看来咱们的嫂子要来了 某个队长要开心了 风源忍不住打去道 庄楚文言转过头看向她 平静问道 怎么 所以今天想多加练两小时 风源顿时闭嘴 罗警笑了笑 随后目光落在夜想和凌风身上 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你们还是预备成员 有任务时自行辅助队友 不要有任何冒事行为 预备成员同样属于考核阶段 斩杀队是不容许犯一点失误 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将你们开除 在战场上 任何冒事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甚至让队友牺牲 夜想和凌风点点头 表示清楚 好了 等着行动指令下来 随时准备行动 天王罗警说完后便转身离开 大家纷纷抬手表示明白 这时 夜想的通讯器正是与王牌斩杀队频道连接 斩杀队的特权 可以看到战场上所有指令 这些数据指令 在军训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 还真有些怀念 但此时凌风看着通讯器 不停刷新的前线数据 一点点失去平时身为 学生会会长的冷静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 都是只有45级的自己 会不会脱位到斩杀队成员 很快 通讯器上下达王牌腾蛇部队 前往第二区域探查指令 众人神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除了王牌斩杀队人数是最少的 其余王牌部队 都是以49人为编队 这还是正式人员 预备成员基数更大 他们基本都是三座 顶级高校毕业出来的人 根据职业合适划分部队 能加入王牌部队的成员 无一例外 都是当下人族的最出类拔萃的精英 正当众人盯着通讯器 随时迎接指令时 直升飞机上 陡然传来打呼噜的声音 大家不由一正 抬头看去 才注意到 机舱里还趴着一头大飞猪 风圆眼睛顿时一亮 转头看向夜想 小子 不错啊 知道前线全是营养药界 居然想着带头猪上来改善伙食 可以 说完 他就直接拔刀 朝着獠牙野猪走去 獠牙野猪虽然弱 但对于危险的靠近 那简直就是天赋指点满了 立马睁开眼睛 顿时看到一个可怕青年 踢着长刀朝他走来 顿时吓得连忙窜出机舱 疯狂逃窜 都是骗子 什么吸引异兽异族 还不是想吃猪肉 夜想一脸无奈的福鹅 别追他 我留着有用 不是用来吃的 听到这句话 风圆一乐 这猪能干什么用 众人也都好奇地看向夜想 夜想笑了笑 很简单 可以利用他 吸引异兽或者异族 进入圈套伏击 嘶 风圆摸着下巴 还真就认真思索起来 目光看向獠牙野猪 不由点点头 还真别说 长这么肥壮的獠牙野猪 在森林里还是比较少见的 何了了闻言 不由扑斥一笑 走上前安抚着獠牙野猪说道 好了 不用怕了 不吃你 从今往后 你也是斩杀队的一份子了 庄楚看了一眼獠牙野猪后 也觉得夜想这个想法 说不定真不错 就在这时 夜想的辅助智能突然飞了过来 开口说道 夜想同志 指令已下达 请前往目标点 与此同时 一直站在角落 看着众人的礼琴 他的辅助智能 也同时想起指令提醒 他缓缓戴上银色面具 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一跃而起 消失在原地 风源看着夜想 不由一笑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跟上去啊 慢了可就只看到敌人尸体 这婆娘凶得很 夜想点点头 虽然看不见李琴的身影 但只要按照坐标过去就行 确定好方位后 夜想直接施展金光咒 片刻间 眼眸再变成白铜 雷法浮现周身的一瞬 整个人化作雷光 消失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风源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看着夜想先前站的位置 一脸惊讶道 这小子的速度 好像更快了 我都差点没反应过来 庄楚这时候走到凌峰面前 看着他道 现在没时间检验你的实力 所以 接下来 我们的指令绑定在一起 跟我一起行动 凌峰知道 庄楚是斩杀队副队 点点头 知道了楚队 庄楚似乎看出凌峰紧张的心态 不由笑道 不用太紧张 针对你是预备成员 指挥官给你下达的指令 都会考虑在你实力范围内的 此时另一边 夜想的身影 宛如一道雷光 在丛林中飞快穿梭着 速度比以前的确快了许多 距离指令坐标位置 大概有16公里 以他现在的速度 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但一直使用的是雷法 那单灵力消耗得很快 还不知道 能不能追上那个女生 李晴 身为暗影刺客 深入鬼魅地在树林中穿越 不惊动任何异兽异足 速度还很敏捷清零 他不喜欢带新人 因为他觉得自己带不好新人 所以打算尽快将任务完成 哪知道下一刻 一道雷光 瞬间从他下面穿越过去 直指任务坐标方向 李晴一愣 随即意识到是夜想 不由气地咬咬牙 连忙全力追上去 这个笨蛋 跑那么快干嘛 想一个人干掉五世纪的目标吗 很快 夜想来到坐标位置 一入眼 就看到一头五世纪的皱眼王 眼眸微微眯起 没有看到先前那位面具女人 不过她的职业是刺客 应该是在暗中找准时机 给予致命一击 她现在还没动手 应该是在等自己主动出现 吸引视线 很不错的计谋 想到这里 夜想身上雷光再次大上 浑身散发出绚烂的雷光 二话不说 直接急速冲上前 不远处 一直等待斩杀队到来的腾蛇成员 目瞪口呆地看到 一道雷光 直接朝那五世纪皱眼王冲去 等 不是说等集合一起行动吗 皱眼王此时也猛然察觉到动静 立马转过身 当看到一抹刺眼雷光时 胸口上的大眼睛迅速张大 强烈的危机感袭来 雷法 人族的五十级法师 黄色眼瞳中 黑色树立的瞳孔猛然扩原 瞬间变得血红 一个血红诅咒光环瞬间锁定 夜想手中早已凝聚好的掌心雷 也陡然爆发而出 绚烂的雷光轰鸣乍响 惊动整片山林 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和雷光 李情恨得咬牙切齿 这家伙还真就敢动手了 也顾不上前行伪装 直接暴露身影 速度暴涨冲上去 而此时的夜想 已经完全进入战斗状态 单手捏起法掘 紫袍长山的附魔衣浮现 眼眸瞬间化作金铜 眉心天地不仁道心印记 金光神咒道法 威力直接倍增 血红诅咒光圈落在他身上 迅速被金光消融化解 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但夜想身影闪现出来的那一刻 那藤蛇成员更加震惊了 是个少年 还才三十二级 斩杀队搞什么 但当他注意到 夜想将那诅咒驱除时 更是不由深吸一口气 竟然直接解了血温咒 要知道中了这诅咒的人 十秒钟内浑身浮现血斑 布满全身 随后渗入体内 血温内脏 一个普通人可以瞬间毙命 哪怕是同等级的战士职业 用能量可以勉强抵御 倘若不及时治疗 也坚持不了三十分钟 前线战士们不怕死亡 但被如此恐怖的诅咒折磨至死 是非常令人绝望的 而这血温咒仅仅只是 童眼异族的单体诅咒 几乎可以做到顺法 一个诅咒落下 就是一个战士倒下 咒眼王真正可怕的是 群体诅咒 大军上前 能成片成片收割生命 夜想看到金光咒 可以消融咒眼王的诅咒 嘴角不由泛起笑意 果不其然 是可以抵挡的 不过他大概也算出 消融的时间 到一心境加持下 如果超过二十个诅咒 同时落在他身上 金光咒的消融速度 就完全跟不上了 咒眼王看到诅咒 竟然失效了 也不由证了一下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连忙释放六七个诅咒 光环飞过来 落在夜想身上 红的 黑的 紫红 黑紫的 黑红的 让人看一眼 就渗人的诅咒 一口气全部落在夜想身上 一瞬间 仿佛掩盖了那金光 看到这一幕 那位腾蛇成员咬咬牙 直接冲了出来 朝咒眼王冲过去 对方施展完一整套的诅咒 会有短暂的停滞时间 而这期间 就是最好下手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 面对童眼异族 会如此艰难的原因 往往需要重伤换一命 甚至一命换一命 然而这时 一个速度来得更快 一袭黑影 瞬间从远处地冲过来 宛如黑猫一般 两柄寒光四溢的匕首 瞬间贯穿 咒眼王的脖梗与后心 狠力穿透而过 解线切割 两道解横斩欠 一瞬间 那争鸣的三角脑袋 高高飞起 胸口的大眼睛 也直接被切割成两半 血灵还没有浮现 就说明这家伙还没有死 就在这时 雷法奔袭过来 瞬间将那脑袋轰裂 李勤与那位腾蛇成员 不由转头看去 正正地看着叶响 只见他浑身散发着金光 筋眸充斥着神性冷卧 先前那些诅咒 全部都清除干净 一点影响都没有 血灵浮现的那一刻 叶响眼眸恢复平静 看着李勤笑道 厉害 下手时机很合适 李勤却冷着脸 直接来到叶响面前 抬手 一个手刀狠狠敲在他头上 动 你为什么不等人直接行动 指令上明明白白 说了一起行动 李勤一脸生气地说道 啊 叶响一愣 随即一脸猛地看着他 我以为你已经到了 正在找机会动手 所以我想着我主动暴露动手 然后你动手被刺 这不是配合得很完美吗 一旁的腾蛇成员文言 嘴角不由一抽 他知道 最近斩杀队招进一个 三世纪的高材生 多半就是眼前这个少年了 听到叶响这句话 李勤无奈服额 他哪里知道 这家伙速度那么快 比他还快 他走到血灵面前 看着叶响说道 天王罗锦提前跟我们打过招呼 你没有升级到四世纪以前 不能吞噬血灵 强行提升等级 叶响无奈点头 他倒觉得没什么 一族的血灵 他可以通过内单转化成灵力 一直压制不升级就是了 并不影响自身潜力 李勤抬手将血灵吞噬后 身上的等级并没有变化 依旧是52级 叶响也打算跟着一起回去时 目光突然落在一块树旁的角落 居然是一株蓝柳草 是不少三转丹药的主要草 眼睛一亮 连忙走过去采摘 还没起身 又看到一株玉水枝 叶响呆了 这百年没有踏进的一族领域 居然会有那么多药草 二话不说连忙采摘 然后目光看向其他地方 果不其然 又看到其余一些药草 连忙走上去 宛如勤劳的小道士 不停采花采草 那里也有一株新蛇膜 可以炼制解毒一类的丹药 对诅咒也有效果 叶响指着不远处 有一株长得像蛇的蘑菇说道 辅助智能立马明白过来 飞过去采摘下来 就这一片地方 叶响整整采摘了十余株 可以炼丹的药材 虽然没有几株珍贵的 但也能丰富一些丹药了 当李清回到基地时 不少人看着他怒气冲冲的样子 都不由一愣 啥情况这事 风源不由问道 叶响呢 后面摘草药呢 李清没好气到 任务没完成 是目标跑掉了吗 何聊聊凑过来 也有些好奇 毕竟是叶响第一次实战出任务 大家还是比较在意他的表现的 而且任务目标 只是一个漏单的五十级童眼一族 李清一个人 完全可以完美解决掉 按理来说不存在意外 李清揉了揉头发 无奈说道 他跑得比我快 这家伙还以为 我已经感到坐标埋伏了 上去就是干 因子叶文言促起眉头 他才三十二级 对付五十级的童眼一族 没事吗 就在这时 叶响满脸笑意地从外面走进来 都离手里全是各种各样的药材 李清看了他一眼 无奈摇头 你看他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风源走到叶响面前 一脸诧异 可以啊 你小子 深藏不落 五十级的咒眼王都拿你没法子 叶响点点头 我有个技能 可以消融诅咒 这句话一说出来 众人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真能免疫诅咒 风源不由问道 要知道对付童眼一族 他们身为王牌斩杀队 也不好对付 要么一击毙命 要么远程将其斩杀 那些诅咒个根本不敢硬抗 是真要命的 但倘若有人能扛住童眼一族一套诅咒 以他们喳喳的进战能力 那就是直接乱杀 叶响由于片刻后 点点头 他目光落在獠牙野猪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带他来的原因 人仙区突破第三层后 他可以将金光咒 施展到对方身上 只要给獠牙野猪 施展一层金光神咒 也能抗下诅咒 能进斩杀队的都不是傻子 一下子听出了叶响的打算 风源忍不住眼睛一亮 不错啊 好法子 他转头看向獠牙野猪 越看眼睛越亮 就在这时 几人的通讯器响起指令 其中就有庄楚与林峰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起身离开 叶响将药材收拾一下后 便全部交给辅助智能保管 跟个移动包袱一样 很方便 药材虽然多 但都零零散散的 还凑不起一个合适的丹药材料 叶响打坐 恢复了先前消耗的灵力后 便服下洗水丹 开始修炼人鲜纹 有丹药的配合下 修炼速度一下子提升不少 又或许是六腑部位的人 鲜纹都简单 烙印的速度很快 仅仅只是 修炼了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胆部的人鲜纹烙印 正打算继续时 指令也随即响起 这次不等辅助智能提醒 叶响直接睁开眼睛 停止修炼 看了一眼坐标后 直接拽起一旁 还在打瞌睡的獠牙野猪 起身走出修炼室 但要效果还没结束 他想要速战速决 让叶响没想到的是 这次与他配合的 是一位沉稳的青年 他看着叶响点点头说道 我叫郑氏 职业大地法师 我们应该算是初次见面 任务坐标不算近 但会有白虎部队的人 用战斗机 接送我们过去执行任务 叶响明白过来 好 果不其然 正如郑氏所说 一架明显改装过的 武装战斗机 从远处飞过来 然后迅速落在两人身前 一整套动作 很是流畅 上来吧 两位 抓紧时间 驾驶位上的白虎部队成员 看着两人说道 郑氏点点头 跟叶响一起迈步走上去 上了飞机后 叶响才注意到 一旁还有两人 一男一女 同样都是二十来岁 两人看到 叶响带一头獠牙野猪上来 很是震惊 叶响看着他们身上的 火鸟制服 看出是王牌猪雀部队的成员 王牌猪雀部队擅长火力压制 所以 全员几乎都是精锐法师 郑哥 好久不见 两人一上来 那猪雀部队的青年递过来 一根烟打招呼道 郑氏摇头拒绝 执行任务不抽烟 哼 郑哥 真是一点没变 还是那么认真 王昌志尴尬的笑了笑 他又将目光落在夜想身上 不算陌生 毕竟前段时间高效大比 猪雀部队的人闲暇时 你叫夜想是吧 雷法玩得很不错 不过 你怎么带头猪上来 王昌志就像个画牢一样 继续说道 顺手 又递过来一根烟来 夜想摇头拒绝 他要是抽烟 神母也会毫不留情打他一顿 没有跟他说话浪费时间 而是继续闭目冥想烙印 气氛一下子沉没下来 战斗机整整飞了十分钟 终于抵达任务坐标的目的地 四人 从飞机下来后 目光都看向不远处 宛如部落群体的建筑 这些就是他们此行的任务目标 童眼异族的聚集群 四人小心翼翼的靠近 没有说话 很快 一个小型童眼异族的部落群 映入眼帘 大概有二十多头童眼异族 其中超过五十级的童眼异族 有三个 其余都是三十级 四十级不等 但问题是 这些异族的位置不太分散了 要是一波没有将对方解决 让对方反应过来 有可能要出事 正是突然转头看向夜想 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空地 然后低声说道 能全部把他们吸引到那个位置吗 可以试试 夜想点点头 另外两个猪鹊部队的人 一脸疑惑 靠一个三十二级的小道士能干啥 但毕竟这次小队任务 是以正式为主 所以也没有多问 夜想则是双眸泛起金光 澎湃的金光 直接加持在獠牙野猪身上 一瞬间 獠牙野猪感觉不一样了 刚才说的 你都听明白了吧 夜想看着獠牙野猪问道 不等他回应 夜想一脚将他踹出去 啊 七粒地猪叫声响起 顿时 一头浑身金光的獠牙野猪 飞进部落群中 众多童眼一族 见状不由一愣 齐刷刷的目光 全部落在他身上 没有任何犹豫 其中一头童眼一族 直接施展一个诅咒 落在獠牙野猪身上 哪知道诅咒刚落在 獠牙野猪身上 陡然消散 看到这一幕 童眼一族们面面相去 来了兴趣 立马起身朝他追了上来 这么肥的野猪 相当少见 这么一顿美食 怎么可能放过 一群童眼一族 顿时兴奋起来 一个个诅咒 全部朝獠牙野猪丢过去 獠牙野猪也不傻 飞快逃窜着 流畅的蛇皮走位 还知道利用遮挡物来躲避 一大堆诅咒 愣是被他躲得七七八八 剩余一些诅咒落在他身上 迅速被金光消融 一点事也没有 看到这一幕 身旁两个猪雀部队的人 不由瞪大眼睛 很是吃惊 那金光是什么技能 居然可以不受诅咒侵蚀 很显然 看到这一幕 那三个五十级以上的 骤眼王都不由起身 其余童眼一族见诅咒没用 都纷纷追上去 打算围住这个奇怪的金猪 看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当看到獠牙野猪 真就带着一群童眼一族 朝着那片空队跑过去后 两人更加震惊了 郑氏立马说道 准备动手 不要伤到那头猪 他也是我们斩杀队的一员 听到这句话 王昌志嘴角不由一抽 猪都能进斩杀队 那他们算什么 两人也没愣着 纷纷开始低语念起咒语 强大的无转法术 随时准备着 很快 金猪满脸凄惨地 朝他们奔跑过来 嗷呜嗷呜地叫唤 夜想看到的是一头黑线 这家伙怎么等级越高 胆子越小 明明童眼一族 摸都没摸到他 就当一群童眼一族 引到那片空地时 正式直接发动法术 地龙翻身 刹那间 远处那一片大地陡然裂开 童眼一族们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全部掉落下去 其中也有反应比较快的 连忙抓住边缘 想要爬出来 哪知道天上 陡然浮现出一个 宛如陨石一般的火球 轰然朝那大坑坠落 黑坑一片漆黑 但这陨石魔法 绝对造成巨大的杀伤 这时那女人也念完咒语 凭空出现数十道锋刃 疯狂在坑里肆虐脚杀 坑里陡然传来愤怒的惨叫声 一道道诅咒光环浮现 却没有半点防御能力 但三人都知道 头颅与眼睛不彻底破坏 这些童眼一族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叶想 你的雷法 正式提醒道 叶想点点头 身上的金光 直接压制到极致 刹那间 暴虐的雷光席卷而起 王昌志忍不住 微微眯起眼睛 很是心惊 他虽然也可以使用雷系魔法 但威力 似乎还不如这三十级的少年 除非是专精雷系法师 叶想手中 很快凝聚出一团雷光 掌心雷瞬间朝那黑坑迸发出去 轰动一声 雷光爆裂 那些嘶吼声 全部消失不见 正式随后没有任何犹豫 双手一合 那大坑迅速合拢 将所有童眼一族全部埋葬 但从那起起伏伏的表面 就可以看出 正式还在地底碾压 确保万无一失 很快 一颗颗血灵从地底浮现出来 其中最大的三颗血灵无比显眼 王昌志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目光落在地上躺平的野猪 头一回面对那么多童眼一族 轻松全部解决了 而这一切最大功臣 竟然是一头猪 王昌志立马迫不及待 起身要去吞噬血灵 却被正式一把拉了回来 等一会儿 等什么 那些血灵很快就消散了呀 王昌志微微皱眉 还要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一袭黑袍的骤眼王出现在不远处 目光死死盯着那先前的大坑 那只大大的眼睛透露着无比仇恨 看到那个身影 王昌志瞳孔一缩 六十二级 他额头上顿时流下冷汗 幸好刚才没出去 要不然死定了 郑哥 撤吗 六十二级光靠我们几个扛不住 一个诅咒下来就得死 王昌志看向正式说道 正式看了他一眼 平静道 我其实一直看不起你 原因就是这个 还不如一个女生 王昌志脸色有些难看 还想要说什么解释一下 正式却已经懒得搭理他 目光落在夜想身上 有把握扛得住六十二级的咒眼王诅咒吗 夜想摇摇头 不确定 我问的是他 正式低头看向獠牙野猪 野猪文言不由一愣 还来 夜想犹豫一片刻后 摇摇头 挡不住 将金光分离在野猪身上 威力就小了许多 而且无形中也会损耗 从先前就可以看出来了 勉强只能支撑住无转诅咒 和一些零散的低级诅咒 正式思索再三后 选择先撤离 毕竟斩杀了三头五十级咒眼王 已经是出色完成任务了 哪知道刚要说撤离 那头六十二级的咒眼王 猛然朝天上 释放了一个黑暗光圈诅咒 那个黑暗光圈 化作上百头血色乌鸦 超四周扩散 这些乌鸦一边飞 一边不停掉落血红虫子 看到这一幕 正是脸色一变 意识到会被发现 直接念起咒语 施展法术 一层层土墙 从四周围拢起来 将三人庇护 果不其然 那些乌鸦也很快发现了他们 一窝蜂全部朝这边飞过来 幸运的是 正是已经将土石堡垒弄好 将那密密麻麻的血红虫子 全部抵挡在外面 三人躲在漆黑的堡垒中 听到外面那些密密麻麻的虫子 正在啃食土墙 不由心生恐慌 相对于王昌志的慌乱 正是依旧保持一脸平静 叶祥手中陡然燃起红色火焰 将四周照亮 只见正是不急不缓地念着咒语 地上陡然出现一个地洞 作为五十八级隐藏职业大地法师 就算打不过跑 还算是容易的 走 从这里离开 正是率先走进去说道 王昌志想也没想 连忙紧跟其后 生怕那些血红虫子钻进来 跑不掉 要知道 那些血红虫子 可是咒眼王 六转的诅咒技能 这些血红虫子 会吞噬所看到的一切生物 很是恐怖 无法被消灭 因为它们 本身就是诅咒的一种形态 此时石堡外 那一袭黑袍的六十二级咒眼王 已经来到跟前 密密麻麻的血红虫子 瞬间将其啃食的千疮百孔 然而 等石堡瓦解后 却并没有看到半点身影 那胸口上黄色的大眼睛 转动了一圈 无数虫子迅速扑上来 将掩盖的地洞挖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咒眼王想也没想 直接走进地洞 哪知道却触发了 正式留下的一个隐藏魔法 周围泥土瞬间变得粘稠起来 化作沼泽 打算将其淹没 正式似乎感觉到了 转头看向身后 回去吧 那头咒眼王不用管了吗 叶响不由问道 正式摇摇头 风险太大 除非你有把握 可以抵挡得住他的诅咒 否则我宁愿撤退 不用急 我已经将坐标位置发布上去了 后方指挥官会有判断的 哪知道话音刚落 几人的通讯器陡然传来提醒 庄楚 莫修 林峰同志正在赶来支援 请务必解决62级咒眼王目标 四人闻言不由对视了一眼 指令下的真快啊 王昌志有些无奈 62级的咒眼王 哪怕是有斩杀队的人过来 掺和进去 也容易死人 一旁的女生微微猝起眉头 王昌志不要说这种话 那个家伙不解决掉 我们的人只会死得更多 我知道我知道 王昌志无奈举手 我没说我不去啊 叶响突然停下脚步 眼眸划过一丝筋芒 转过身看向身后 怎么了 正式注意到叶响 并没有觉得 叶响等级低旧 可以忽略 从他通过庄楚的考核 就可以证明他的实力 叶响在突破人先驱第三层内练后 感知再度提升不少 完全不比一些 斥后侦探等职业技能差多少 感知到身后的动静 那惊人的怨恨和诅咒气息 叶响来不及回答 双眸瞬间转变成金色 身上涌现澎湃金光 布满身后的通道 下一刻 身后的土墙直接崩塌 成千数万密密麻麻的血红虫子 席卷过来 这可怕的一幕 直接看到王昌志 后心发凉 强忍着恐惧 獠牙野猪在叶响身边 也吓得瑟瑟发抖 正是没想到 这些诅咒虫子速度这么快 他明明还在半路上截断地洞 同时还弄出好几个假地洞混淆视线 可还是被这些诅咒虫子追上来了 澎湃金光迅速被数万 甚至数十万的血红虫子覆盖 竟然不会消融 而是在吞噬 叶响微微皱眉 这流转的诅咒虫子 不会怕金光吗 不对 应该是自己的金光还不够强 但可以抵挡一段时间 单手捏起法掘 疯狂催动灵力 只见金光源源不断涌现 正是皱起眉头 他直接问道 能撑住多久 十分钟左右 灵力耗尽 叶响说道 王昌志听到后 顿时一脸惊喜 连忙说道 叶响同志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们先撤离寻找到救援 就过来帮你 听到这句话 正是眼眸一冷 我们斩杀队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用火法烧了这些虫子 王昌志脸色一变 咬咬牙后 最终没有违背正式的命令 而一旁的女生 早已念起咒语 强大的锋刃 直接贯穿出去 哪知道锋刃穿透金光的后 仿佛威力还变强了许多 表面覆盖了一层金光 飞泵出去 瞬间消灭了一片血红虫子 三人敏锐注意到 根本杀不死的诅咒虫 竟然真的消失了 这金光是什么技能 还有增幅破写诅咒的作用吗 王昌志顿时瞪大眼睛 有些震惊 叶响没有说话 金光咒作为道门神咒之一 自然全能非凡 正是身为大地法师 在这地底本身就有优势 借助夜想争取的时间 迅速念起咒语 只见身后的通道 陡然变成巨大空间 一个战争堡垒 飞快构造出来 远比之前随手弄的 要后世很多 王昌志这时候 也飞快念动法术 熊熊大火在金光的帮助下 成片成片的血红虫子 燃烧殆尽 他脸上忍不住泛起笑容 这种感觉不要太爽了 但夜想的灵力 也在飞快消耗 他们每一个技能 都会让不少金光流失 消耗速度 不比血红虫子慢多少 好了 你们赶紧过来 正是这时候开口说道 疗牙野猪羞的一下 跑了进去 王昌志文言 也毫不犹豫停下来 迅速转身 躲进战争城堡 不愧是大地法师 这速度就是快 女生犹豫了一下 夜想摇摇头 没事 你过去吧 女生点点头 这才转身撤退 夜想看着眼前 密密麻麻的血红虫子 依旧在啃噬金光 嘴角不由泛起冰冷的笑意 作为神咒的金光 哪有那么好吃的 都吃够了是吧 只见他身上浮现出紫衣道袍 身上的金光 陡然消失不见 无数血红虫子 铺天盖地地 朝他席卷过来 看到这一幕 正是三人不由一愣 夜想法力耗尽了 此时夜想一脸平静地捏起法绝 轻声说道 内有霹雳 雷神引鸣 刹那间 先前只要啃噬过金光的血红虫子 身体内部发出阵阵金光 只见一只即将靠近夜想的血红虫子 喷一声身躯炸开 这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一样 密密麻麻鞭炮诈明 一下子席卷上 眨眼间 金光刺眼 身后三人都忍不住眯起眼睛 无法直视前方 只能看着夜想那一袭紫衣道袍的帅气背影 整个地洞一下子 清理出一条很长的针控地带 但下一刻 一袭黑袍的皱眼王冲了出来 那胸口上憎恨的大眼睛死死盯着夜想 锁定后 直接施展雷法附身 化作一道雷光迅速躲回堡垒 没有半点打算硬抗诅咒 正是在夜想进来的一瞬间 也迅速封闭战争堡垒 不断加固 下一刻 轰冬一声 大地裂开 一尊十几米高的战争堡垒拔地而起 随后 长出双臂双腿 一步步朝后方撤退 浑身宛如漆黑瘟疫的皱眼王也随之冲了上来 那丑陋的三角脑袋像是低语念了一句后 地上浮现出无数宛如枯首的漆黑毒藤立马将战争堡垒的双腿全部缠住 62级咒眼王的诅咒有多么可怕 刹那间 战争堡垒巨人的双腿坍塌 无数毒藤渗透进堡垒 钻破一层层防御 尽管正是与咒眼王指相差几级 但五转与六转有着天壤之别 他大地法术根本无法阻止诅咒 一切都只是在拖延时间 正是 顶得住吗 通讯里传来装处平静的声音 任务指令下来后 几人已经正在赶来的路上 但距离实在有些远 就在这时 远处那架白虎战斗机不顾暴露朝这边飞了过来 本来只负责接送的他 完全没必要参与战斗 但现在看到几人有危险 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王牌白虎部队擅长机动支援 就是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森罗高校出色的毕业生 擅长机械操作 尽管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但面对西南童眼一族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机械铠甲也没办法阻挡诅咒的力量 一旦被诅咒穿透铠甲 他们的身体如同普通人一样 直接致死 根本没有治疗的机会 说到底 机械辅助职业并不是战斗职业 体内不存在能量可以抵挡诅咒 但此时那战斗机直接开了过来 对着62级昼眼王直接喷射出密密麻麻的灵能子弹 昼眼王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宛如泡沫的黑雾展开 那些发泄而出的灵能子弹刚进入 就被腐蚀失去动能 看到这一幕 正是咒紧眉头 操控堡垒巨人的双手扯烂藤蔓 然后重塑双腿 静止朝着骤眼王冲去 叶响 六转的诅咒虫子都扛住了 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试试吗 正是问道 叶响毫不犹豫点头 他明白正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四人都看出那位白虎成员 打算用自己的生命让他们脱身 但这算什么意思 要么一起死 要么一起回去 那就赌一把吧 正是语气沉重地说道 如果你死了 放心 我会把骤眼王脑袋给踩得稀巴烂 如果熟悉正事的人 此时都会难以相信 一向冷静的他 会说出赌一把的话语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不是什么事情 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叶响笑了笑 正哥 我也想将他的脑袋踩爆 没有多说什么 城堡打开一个缺口 顿时 那些疯狂生长的毒藤就要爬起来 叶响双手陡然浮现出湛蓝色火焰 瞬间将这些诅咒藤蔓全部烧毁 宛如当初在擂台上 眨眼间就一头十几米高的绝嚎树人 烧得干干净净 看到这一幕 正是心里微微一定 看来这小子掌握的技能 的确都非常克制诅咒戏 无论是先前的金光 还是这些火焰 叶响没有犹豫 一条金光捆绑在战争城堡上 宛如荡鞦韆一般 直接纵身一跃 朝那头皱眼王甩过去 紫衣道袍哗啦一声浮现 少年一双威严惊眸 从上空掉落下来 刹那间 十八张浮路浮现在周身 化作十八道长剑虚异 昼眼王那三角脑袋 顿时朝夜想看过来 看到那熟悉的金光 二话不说 直接将目标对准他 血红色的诅咒光圈迸发而出 夜想毫无畏惧 宛如小太阳一般 在空中爆发出璀璨金光 数十公里外 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抹刺眼的金光 朦胧中仿佛看到了一个紫袍身影 少年单手捏绝 大声喝道 赤令 朱邪 刹那间 十八道长剑化作金剑 瞬间贯穿飞去 扑哧扑哧 全部穿透那宛如泡沫的毒雾 而迎面来的可怕诅咒光环 也落在夜想身上 血红在这一瞬间 仿佛将金光遮掩 朦胧掩盖 但仅仅只是 持续了数十秒钟 宛如黎明破晓 无数金光穿破诅咒光环 全部消融 看到这一幕 堡垒上的几人 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他 他真可以免疫六十二级 咒眼王的诅咒 王昌志满脸震惊 咒眼王还有五个诅咒技能 等他全部用了 会有短暂时间 就这期间 将他斩杀 正是眼中也划过一丝激动 但很快冷静下来 定声说道 三人点点头 而扛过一道诅咒光环的夜想 控制那十八道金剑 穿破咒雾 狠狠刺在六十二级 咒眼王的身上 那金光破鞋一般 发出滚烫的呲呲声 痛得咒眼王嘶吼不已 这边凝聚起来 胸口上的大眼睛 由黄色转化红色 布满血丝 邓老大 看起来猙獰且恐怖 锁定夜想后 连续五道不同颜色的 邪恶诅咒光环 全部朝他飞过来 就是现在 没有任何犹豫 堡垒中的三个法师的 直接念起咒语 正是还控制堡垒巨人 朝咒眼王的方向走去 也是他最先念完咒语 刹那间 一个宛如囚牢的魔法 将咒眼王封锁 地球沙牢 只见囚牢中 一瞬间 女生睁开眼睛 一只灵动的风鹰 从他手中飞出去 速度很快 直接飞进囚牢中 瞬间化作无数风 任席卷爆发 最后是王昌志的 火枪贯穿魔法 咻的一声贯穿在 咒眼王身躯上 炸裂燃烧 风筑火 威力更是倍增 这也是为什么 两人组队的原因 此时夜想从空中坠落在地上 金光已经完全看不见 身上笼罩一层 曾圣人的诅咒光环 正式解开囚牢魔法 一颗血灵映入眼帘 那头62级咒眼王 毫无疑问死了 就算再可怕 失去诅咒能力后 比同等级的 冰魔岩图一类的一组 好杀很多 急火就完事 王昌志看着那血灵 有些眼馋 但也知道 血灵的分配 是根据辅助智能分析小组 出力换算的 很快 换算结果出来 该62级咒眼王的血灵 分属于夜想同志 王昌志的神情 一下子精彩起来 不过他也知道 辅助智能换算结果 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无论是在地洞中叶 想用金光抵挡密密麻麻的 诅咒血虫 还是刚才用自身 吸引咒眼王的诅咒 两次贡献都是非常大的 正是看都没有看一眼血灵 目光紧紧落在夜想身上 随后直接打开通讯器说到 任务目标62级咒眼王映抹杀 最大贡献是夜想 但现在 立即需求治愈器人员过来 安静片刻后 庄楚语气沉重问道 夜想的情况如何 夜想的天赋 大家都看在眼里 自然不希望他出事 他身上有五个咒眼王的六转诅咒 听到正是这句话 斩杀队里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你他妈做什么了 让一个新人出去扛诅咒吗 风源直接说道 远处的河寥寥 眼眶中已经生腾起雾气 泪水在打转 六世纪的咒眼王 哪怕随便一个诅咒都不好受 更别说五个了 面对全队的指责讨伐 正是连忙让辅助智能拍照解释 很显然 不知不觉间 大家都很在意这心来的少年 无关于他的天赋 而是叶响身上那随性自在的气质 其实是大家一直向往的 就像是守护和乐乐的纯真笑容一样 叶响的随性自在一样如此 看到叶响被一圈圈黑不溜秋的诅咒光环缠绕 哪怕没有落在身上 也很是吓人 庄楚看到后 立马皱眉 打算回去带上影子叶 身为占卜师的他 也有一定净化驱邪的辅助能力 诅咒光环的黑球中 叶响发现自己的金光 无法消融这六十二级咒眼王的诅咒 一旦金光消失 这些诅咒就会直接缠身 意识到这一点 叶响也算是知道自己的金光咒极限在哪里了 毕竟六十二级的咒眼王等级差距太大 想要做到完全免疫诅咒 自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幸好 还有道义心境 刹那间 叶响眉心浮现出古文印记 金色双眸瞬间失去所有 作为人的情绪 充斥着神性与高浪 叶响当初悟道 选择天地不仁作为道义心境 就是摒弃人性 化身天地 可以将道法发挥极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 身上的金光陡然强盛一倍 那圣人可怕的诅咒光环 终于消融开来 正是还在忍受队友的谩骂 突然注意到叶响的变化 二话不说 直接让辅助智能对着他拍摄 下一刻 宛如冰层消融 威严澎湃的金光 直接穿透诅咒黑圈 迅速将其全部瓦解 看到这一幕 哪怕还在执行任务的讲官 也不由稍微停下脚步 眼中划过一丝惊奇 这小子 有点意思啊 很快 叶响周身半点诅咒都看不见了 一双充斥着神性的金某朝几人看来 仅仅只是一眼 几人顿时忍不住心里一寒 此时的叶响 明显与之前不一样了 眼神淡漠到了极点 仿佛像是在看畜生一般 根本不容他人直视 仅仅只是对视了一眼 王昌之内心差点崩溃 满脸惊骇 斩杀队到底招了一个怎样的变态 难不成传闻是真的 这小子真是既战神横轻 天王裸颈之后的人族顶梁柱 哪怕是郑氏也感受到可怕的压力 明明才三十二级 自己都五十八级了 这种压力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这时 叶响朝着那血灵走去 郑氏微微皱眉 开口说道 天王说了 你现阶段还不能吞噬血灵 而且六十级以上的血灵 你根本无法承受 他话还没说完 叶响已经将血灵吞了 郑氏 叶响将血灵入腹后 钢药爆发 一颗紫金丹直接散发朦胧紫气 将其包括不给半点爆发的机会 宛如抽丝剥茧一般 飞快旋转吞噬 转化成灵力后再涌入紫金丹中 而在正视眼中 这家伙吞下一颗六十二级血灵后 却像是什么都没吃一眼 一脸平静地看着它 等级半点波动都没有 哪怕一向冷静的正视 也无法理解夜想的情况了 血灵入腹会直接化作狂暴的力量 所以只能服用 不能高于自身十级的血灵 否则身体无法承受 倘若吞下超过十级的血灵 很可能会出现根基破坏 甚至暴体的情况 而这小子 吃了整整超过 他自身三十级的血灵 屁点动静都没有 这一幕 不仅正式看到了 装处和了的几人 都不由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屏幕里的夜想 六十二级的皱眼王血灵吃下去 一击也不生的吗 这时 夜想推出道义心境 眼眸中的神性消失不见 他也知道 刚才自己吞噬了血灵 但在道义心境下 就很自然地吃了 因为对自己来说 的确没有任何坏处 相反 全是好处 那颗血灵就在自己丹田内 被紫荆丹一点点的吞噬 灵力耗尽时 还能当个备用蓝瓶荡 夜想抬头看向正式 有些尴尬道 正哥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状态下 没想那么多 正式忍不住一笑 你还真是个怪物 没事就行 吃了就吃了 本身这个血灵换算分配 就是你的 夜想 那颗血灵呢 何了了的声音 从通讯器里传来 在我的肚子里 夜想直接说道 没有碰一声炸开吗 何了了好奇地继续问道 没有 众人虽然疑惑 夜想是怎么做到的 但一想到对方 既然是古老的倒是职业 也没有多问 毕竟这个职业的说法 一直很多 庄处思索片刻后 开口说道 先撤离吧 动静那么大 已经引起注意了 正式等人点头 迅速乘坐战斗机离开 这一次行动 看起来有惊无险 但倘若没有夜想 这次很可能会出事 甚至死上一两人 回到基地后 丹药效果还有一个小时不到 夜想没有浪费 继续冥想修行 丹田内因为血灵的原因 哪怕不是再清晨 也在一点点的炼化吸收 先前消耗的灵力 也早已不满 夜想算了一下 照这样的速度 原本需要一个多月 才能突破的那单 在血灵的帮助下 一个周就可以突破 而且半点影响都没有 罗锦之所以不让夜想 四十级之前吸收血灵 正是因为强行提升等级 会让许多潜力 没有发挥出来 就结束了这个过程 一个小时后 任务指令再次下达 夜想睁开眼睛 迅速起身 这次他是跟林军一起行动 很显然 指挥官是想让夜想 尽快融入斩杀队里 所以 每次执行任务 都不是同一人 而这也恰恰说明 夜想才来第一天 就已经完全跟上 斩杀队的任务节奏 从林中 林军与夜想 一前一后 飞快朝着任务坐标奔袭 林军虽然平时幽默风趣 但进入战斗时 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夜想注意着他手中的长剑 很显然 林军以前那柄 古剑断了后 还没有修复好 手里只是一把 普通的太刚制式长剑 不过依旧很锋利 他似乎想起什么 转头看向夜想问道 我之前看过你的比赛 知道你会用剑绝 还有那遇剑杀敌的手段 玩得虽然不错 但其实差点意思 玩剑 不领悟剑一针地 怎么能行 夜想文言点点头 他大概猜到 林军的职业 肯定是剑战系的隐藏职业 用剑的话 毋庸置疑很强 而且本身就是58级 等级并不比庄处低多少 不知道有多少剑战系的后辈 希望能够得到林军的指导 林家和陈万言的陈家一样 属于有一些传承在的 林军是从小就开始练剑 并不是12岁转之后 才开始学剑 职业真地这种东西 对于他来说 在40多级的时候 就领悟到了 很快 两人来到任务坐标 映入眼帘的是一头59级脚鬼王 魁梧的身躯 额头的红角 象征着他的身份 很快 负责斥后探查的腾蛇成员 看到斩杀队的人到来后 示意该怎么行动 只有一个吗 林军开口问道 腾蛇成员微微一愣 点头 行吧 你可以离开了 这里没什么事了 林军随意道 他手持长剑 没有任何畏惧 直接朝那头脚鬼王走去 叶祥这次就当做一个法师 负责远程辅助 林军似乎想起什么 转头看向叶祥说道 你还是大一对吧 那应该还不知道 只要斩掉脚鬼王头上那根红角 那他们就没法子使用血鬼术了 听到林军那毫不掩饰的声音 脚鬼王猛然转头过来 死死注视着眼前两人 人类 找死 林军嘴角泛起笑意 毫不犹豫 直接施展职业真谛 身上陡然爆发出可怕的锋芒 无形中 仿佛有无数剑气在肆虐 叶祥停下脚步 眼中有些震撼地看着林军 好厉害 周围接近十米的剑气领域 无法再靠近 他敏锐注意到周围的树木上 密密麻麻地浮现出剑痕 看好了小子 我的剑意名为极道 林军神情平静 头也没回地说到 眼前那头脚鬼王立马意识到危险 二话不说 立马施展血鬼术 只见他的体型一下子变大许多 脖子上和身体上 长出几个肉瘤一样的东西 扑斥一声 两头四臂从他身体里陡然长出来 哦呦 三头六臂啊 你是在暗讽 我们是一头二臂 林军眼睛微微眯起 杀 脚鬼王嘀吼一声 直接朝林军冲上去 气势猙獰恐怖 哪知道下一刻 林军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叶祥眼中只出现了一道剑光 那剑光瞬间穿透了脚鬼王的身躯 而林军的身影也出现在脚鬼王的身后 还没走远的藤蛇成员 转头看到这一幕 瞳孔一缩 妈的 这么狠 斩杀队的人果真全是变态 脚鬼王此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目光呆滞 随后扑斥一声 身子倒在地上 崩成无数肉块 血水流淌一地 一剑致命后 无数剑气将搅鬼王的身躯搅碎 一颗血灵浮现 林军抬手将其吸收后 拍拍手 看向叶祥说道 收工 叶祥摸了摸鼻子 点点头 啥也没干 转一手战功也行 两人回去的路上 林军拿出一本颜色写真集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似乎想起什么 转头看向叶祥说道 下回让你先出手 叶祥脑海中一直思索着他出剑的那一刻 是真的很快 爆发的一瞬间 比他的雷法附身还要快上好几倍 完全没有机会躲 听到林军的话 叶祥摇摇头 我打不过那个脚鬼王 他本来还打算使用副服录帮忙 结果完全没必要 林军一个人轻易解决了 就在这时 两人的通讯器同时响起 指令下达 请立即前往该堡垒注点 遭遇脚鬼异毒袭击 死伤惨重 两人神情一变 林军直接收起写真杂志 看着叶祥说道 我知道你速度快 先赶过去 叶祥点点头 没有犹豫 身上涌现雷光后 继续朝指令坐标赶过去 大概二十多公里的位置 三分钟后 叶祥是率先赶到的 但还是慢了 整个堡垒注点的战士全部牺牲 可以看到 里面上千名脚鬼异族 在里面狂欢着 随意撕裂战士的尸体 一口一口将其吃掉 后方指挥室里 周景愤怒吼道 疫区这个数据 是谁在盯着 这么大数量的脚鬼异族 靠近没有一点动静 看数据 不带脑子吗 长官 周边事后全死了呀 这不对劲 被骂的指挥官也红了眼睛 但还是立即抬起头说道 已经通知附近的斩杀队 赶来查看情况 已是有特殊学鬼术的脚鬼王 整个堡垒注点 是一瞬间全部失去反抗静默的 没有发送一个求救信号 我也是注意到 这边堡垒注点 已经间隔十五分钟 没有上报数据 才查看到的 他也几乎崩溃 就这么突然间 堡垒注点八百人战士 全部死亡 周景深吸一口气 很快冷静下来 目光冰冷到 找 立即找出那个脚鬼王 周边上空 无数无人机探查飞过去 将脚鬼一族的所有数量 全部拍摄了下来 准确数量很快扫描出来 1200头脚鬼一族 大部分都是30级 但其中有36头40级的脚鬼 和一头65级脚鬼王 他似乎感受到了无人机的窥视 抬起头朝上空看去 嘴角泛起诡异笑容 目光变得阴沉起来 头上红角散发红光 刹那间爆发出强大的磁场扰乱 所有无人机顿时失去控制 纷纷坠落下来 看到屏幕瞬间黑屏 周景眼眸深沉 这些蛮横的脚鬼一族 竟然能净化出 可以针对人类科技的血鬼术 难怪整个堡垒注点 没有传出一点信号 很快 屏幕恢复画面 只是停留在拍摄下的最后一幕 突然间 柯廷猛地站起身 看着画面右下角边缘处的一个身影 夜想 图片立即放大 果然 那一席青山少年 不是夜想是谁 此时 夜想的声音出现在斩杀队频道里 指挥师也可以听到 他那冷然的声音 我已抵达指令坐标 堡垒注点这边的战士 全部牺牲了 夜想低声回复道 庄楚沉默下来 仿佛听出夜想声音里克制的杀意 我们马上就到 优先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出手吧 庄楚开口说道 夜想点点头 没有任何犹豫 身上爆发出刺眼的雷光 直接冲进脚鬼一族 手中凝聚一把雷剑 瞬间斩杀七八头三十级的脚鬼一族 他们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身体就倒在了地上 夜想如今已经三十二级 面对这些三十级的脚鬼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哪怕脚鬼一族们注意到了他 也根本抓不到 脚鬼一族 就是纯粹的战士一族 和人族一样 是血肉之躯 不仅力量强大 高等级的脚鬼一族 甚至拥有不低的智慧 五十级后 更像是人类一样 会觉醒出强大的血鬼术技能 这也是为什么 明明人族进攻的是荆州 可一旁的脚鬼一族 毫不犹豫选择支援 这放在其他一族身上 根本不可能发生 一族之间的矛盾 并不比人族差多少 但脚鬼一族很清楚知道 纯寒齿王 荆州被人族拿下来 那么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 而且本身 童眼一族与脚鬼一族 就属于互帮互助 毕竟类似于法师 一个类似于战士 两个一族相处的融洽 跟其余一族之间 斗得死去活来 完全不同 就比如冰魔一族 与炎图一族 童眼一族 与蛇杀一族 血兽一族与脚鬼一族 碰面的话 毫不犹豫会选择干架 传闻中 哪怕是神秘的皇族 也有着矛盾 这些脚鬼一族发现 根本抓不住夜想 还被他弄得一片混乱 往往雷光一闪 就有树头 甚至十几头的脚鬼头颅飞起 蹦见的鲜血 甚至沾不到青山上 不限制夜想雷法附身的速度 别想阻止他 尤其是吞噬了一颗 六十二级的血灵后 夜想已经完全不担心 使用雷法的消耗 紫金丹在飞快旋转 吞噬血灵的能量 在幻化成灵力恢复 周景直接将视角切换到 夜想的辅助智能上 大屏幕上 也顿时浮现出 他那肆意杀敌的雷法手段 片刻之间 就已经斩杀了上百头脚鬼一族 战功不断累积着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指挥官们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有一种热血澎湃的感觉 杀得简直太爽了 哼 屏幕中 一道掌心雷落在 脚鬼一族最密集的位置中 雷光炸开 这一下 直接将数十头脚鬼 被电弧浑身焦黑地倒在地上 夜想的身形终于出现 站在原地 看着周围上千头脚鬼一族 朝他冲上来 嘴角泛起笑意 今日 一珠妖 他双手爆发出一团雷光 按在地面上 雷法地附 雷电宛如蜘蛛网一般 以夜想为中心扩散开 刹那间 成百成百的脚鬼一族 被电得颤抖在原地 浑身被雷法缠绕 痛得连叫都叫不出声来 就在这时 夜想身上又涌现汹汹的三昧真火 与雷法的融合 眨眼间化作一条十几米长的雷龙真火 席卷而起 龙笑一声 雷龙真火凶猛无比地 朝这些脚鬼一族撞上去 被雷龙真火席卷而过的脚鬼 立即痛哭惨叫 神魂与肉身 同时遭受到飞人的灼烧 就在这时 一头五世级脚鬼一族 直接施展血鬼术 双脚膨胀起来 一个起跳 宛如飞行一般 从夜想后方狠狠转过来 速度极快 夜想立即感知到危险 身上金光澎湃涌现 眉心道义浮现 使用太极拳 阴阳太极图虚影浮现身前 但这头五世脚鬼王 是甩腿攻击 强大的力量在空气中 都爆发出巨大响声 澎湃的金光直接被垂破 在贯穿太极拳 狠狠落在夜想胳膊上 五世级的脚鬼王 不是五世级的骤眼王 强大的血鬼术 与近战伤害非常凶猛 夜想直接被一脚 踢出十几米远 脚下滑出长长的沟壑 哪怕人先驱突破到了第三层 也感受到 肋骨要断了一般剧痛 不过内脏几乎没事 人先闻一一声灰 这才避免内脏出血 可以说 夜想凭借着身体素质 也能够承受得住 五世级的脚鬼攻击 夜想此时双眸充斥着神性 单手捏起法绝 雷龙真火迅速朝这边飞过来 狠狠朝的脚鬼王撞上去 随后使用通天鹿 双手在眨眼间 就画出十八张浮路浮现身前 夜想神性惊瞳中 再次念起那句仙文道语 顿时 天地之间无数水灵力 汇聚在十八张浮路上 散发出鲜蓝光芒 轰隆一声 宛如洪水一般的重水 从浮路释放而出 雷龙真火这时 刚被脚鬼王撕裂 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冲过来的洪浪 卷入浪潮中 化作滚滚漩涡四翼卷动 重水的压力 哪怕是石头也会被碾压成粉碎 重水成漩涡后 宛如磨盘一般 试图将这头脚鬼王撵碎 夜想体内 紫金丹飞快旋转 吞噬着血灵的能量 此时灵力消耗得很是恐怖 但浮力威力还是差了许多 重水消散后 脚鬼王浑身血淋淋地看着夜想 目光凶狠争鸣 双腿再次爆发出强大力量 再次冲上来 夜想刚要使用金光神咒阻止 一道灵力剑光到来 还在半空中的脚鬼王 直接被斩杀成两半 悉数锋利的剑气 再将其切割成块 夜想抬头看去 果不其然 凌军已经赶了过来 小决爹 打得不错呀 天上 一缕清风裹起一个身影 何了了出现在半空中 秦雅 庄楚 凌峰 郑氏 丰元等人 几乎所有斩杀队成员全部赶到 远处 那头六十五级血鬼王 看到这些人 脸色一变 也顾不上看戏 转身就跑 这些人足精锐他 还是认得出来 然后刚走几步 喷一声枪响 强大的灵能狙击子弹 直接贯穿他的小腿 扑斥炸成一团血花 数百米远的位置 莫修嘴角泛起笑意 还想跑 手中重型灵能狙击枪 再次开始汇聚能量 他一般只能打出两发这样的攻击 打完就失去所有战力 所有力量通过灵能枪械凝聚起来 这一次他瞄准的位置是血鬼王的脑袋 锁定 深呼吸 他一开始不瞄准脑袋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等级的血鬼王反应非常快 感受到死亡来袭时 会下意识有感应 白白浪费一次攻击 搅鬼异族是公认出了皇族 战斗意识是最强大的异族 一旦来到硬号战斗 损失是无比惨重 往往需要好几位战士 才能将一头搅鬼异族带走 并不是华夏战士意志不够 这也是为什么 华夏宁愿选择进攻童眼异族的荆州 而不是搅鬼异族的八郡 八郡那里地势险峻 远比荆州地势复杂 想要收复回来 十几位指挥官推算下 肯定是要付出惨重代价 而且进攻八郡 再加上童眼异族 无疑会更加困难 但先将荆州打下来 再一点点蚕食八郡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莫修看着瞄准镜中的血鬼王 调整好呼吸的一瞬间 扣动扳机 碰 灵能子弹爆发而出 强大的灵能子弹瞬间划破空间 留下长长的痕迹 六十五级血鬼王 还在沉浸于断腿的痛苦 下意识感受到危险 抬起胳膊 碰 胳膊瞬间炸裂开来 六十五级的血鬼王瞪大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手臂被打断爆裂 一袭娇小黑影 找准机会突袭而至 只要能斩杀一族 冷枪 偷袭 被刺 都算不上什么 锋利匕首刺穿血鬼王的胸膛 一声强大力量的爆发开来 将李青震飞出去 额头红绝发出光芒 被打断的右腿和左臂长出肉瘤 似乎想要恢复 影子夜拿出一张塔罗牌 身为斩杀队 自然不可能只是辅助职夜 一张死神反位翻开 黑暗光圈迅速笼罩在血鬼王身上 切断对方恢复的能力 装处一身漆黑仲凯 手持巨剑来到血鬼王面前 一瞬间 宛如夜幕降临 无尽黑暗将两人笼罩 审判中焰 而是开始收割起其他脚鬼一族 庄处就连七十级的黑骨王都敢对 更别说一头六十五级的半残血鬼王了 在斩杀队的配合下 上千多头脚鬼一族尽数被斩杀殆尽 一头也没有放过 到最后 哪怕是有血灵支持 夜想的灵力也几乎耗尽 用人仙区锤杀脚鬼 原本的青山上染上不少脚鬼的鲜血 每个人杀气都很重 包括夜想自己 他知道自己是道士 但看到地上战士的尸体 他忍不住杀意 怎么可能不杀 这时 远处一片漆黑的领域消失 庄处提着六十五级血鬼王的头颅 缓缓从黑暗中走出来 打开头盔 看着辅助智能说道 注点一族已清理完毕 请留下三人 驻守堡垒注点 很快会有一支队伍赶来驻守 指挥室里 周景直接连线辅助智能回应道 庄处点点头 抬头看着风源 邻军讲官三人说道 你们留在这里 夜想 尽快恢复 夜想点头示意明白 毫无疑问 现在整条战线上 人族挺进荆州第二区域战线 并不是很容易 一族显然没有坐以待毙 也在突袭人族堡垒据点 夜想就地打坐恢复 这一整天下来 虽然没有怎么修炼 但人仙闻的进展并没有落下 甚至比平时修炼还快上不少 配合战斗 人仙区进展的速度 一下子加快许多 半个小时过去 夜想恢复好状态 睁开眼睛时 众人已经离开 此时天幕也降临下来 整个堡垒筑点 显得更加血腥 风源邻军讲官三人 在整理着战士们的遗体 沉默不语 数百人全军覆没 第一战线时 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磁场干扰 全体静默 一个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来 仿佛人类无论怎么发展科技 一族总是能进化出克制能力 给予致命一击 夜想走到这些战士遗体身前 沉默片刻后 轻声念叨 人道渺渺 先道茫茫 鬼道乐兮 当人生门 先道贵声 鬼道贵重 先道长自吉 鬼道长自凶 高尚清灵美 悲歌朗太空 唯愿天道成 不欲人道穷 风源三人都好奇地听着 没有打扰夜想 这些道经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有一种莫名心定感觉 夜想念完后 风源不由问道 夜想 你这念的是什么 度人惊 三人不由对视一眼 显然并没有听过 就在这时 几辆军用卡车 从远处行驶过来 数百名战士从上面整整齐齐下车后 不需要任何指令 有秩序地整理战士们的遗体 从今往后 他们将继承这些战士们的意志 继续死守此位 四人离开后 风源突然想起什么 看着邻军说道 楚歌马上就要离开斩杀队了吧 邻军算了下时间后 点点头 一个月后 楚队服役时间就会结束了 风源忍不住有些羡慕 太舒服了呀 离开后进入体系 最次都是降效军衔了 为什么要离开啊 夜想有些疑惑 就是斩杀队马26岁 或者60级以上进入的体系 要不然 你以为我们人族60级以上的人 去哪里了 邻军解释道 其实按照以往 庄楚可以提前三个月 就申请进入体系了 但他没有 估计是 放心不下我们吧 走在最后面的讲官开口道 夜想微微沉默 如果人族有高手的话 为什么当初北方战线没有人支援 只有横老爷子过去 当初那头59级兵魔王 在战场上 宛如无敌 邻军看了一眼夜想 你别忘了 一族总攻的是南下海域 南海守不住 北方守住了 又有什么用 而且 战神横清是偷偷跑过去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我们华夏人族明面上 最多出现六世纪的精锐 至于战神和天王 是作为人族战士的领袖 不需要隐藏 而真正的底蕴 自然不是随便给一族们看的 除非王座亲自降临 不过说起王座 上次解决掉古骸王座的 还是跟你一样是个道士 但他出手就直接消失了 夜想你认识吗 邻君疑惑问道 夜想知道 邻君说的是青云子老前辈 思索片刻说道 见过一次 但他老人家有云也喝习惯了 不愧是道门啊 邻君有些感慨 目光突然看向一个方向 指着那个位置说道 我们这里距离佛门影视传承 仅仅只有两三百公里 已经打了那么多天了 一个和尚都没看到 哼哼 夜想没有说话 但也对佛门没有什么好感 晚上还有行动吗 夜想问道 你以为是跟你军训时候的一样吗 还给你休息时间 上了战场后就没有这些观念了 风云翻了个白眼 而且在晚上才是我们进攻的机会 邻君嘴角一翘 异族虽然强大 但他们的习惯就是晚上会休息 这是我们人族的优势 论兵法 这些异族差远了 所以队长让你好好恢复一下 今晚上绝对有大动作 夜想明白过来 没有再问 对于他现在来说 当务之急 还是升级修炼 前线战略等这些东西 指挥官们跟首席会有抉择 不过说起首席 夜想这才想起来 军训结束后 还没有交首席太极拳 回到斩杀队基地后 果不其然 众人都已经休息了 忙活了一整天 夜想也是一身汗臭 先是冲了个澡 刚走出来 就看到凌峰正在门口抽烟 夜想微微一愣 凌峰转过来看着他笑道 你今天吞噬62级血灵的一幕 我可是看到了 很厉害 然而 夜想却注意到他头上有一撮白发 你今天又使用禁术了 凌峰苦涩一笑 真正上了战场 那种感觉我无法控制 真羡慕你 发生什么事了 夜想意识到凌峰有点不对劲 凌峰沉默片刻后 说道 一个战士为了救我 牺牲了 我当时立刻就使用禁术了 可我 我使用了六次禁术 也没有救回他 夜想一证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六次 说明用了六年寿命 可那个战士如果救回来 就不会亏 但如果没有救回来 哪怕付出六年的寿命 凌峰或许也永远不会忘记 他叫什么 夜想问道 陈向荣 十九岁 他甚至还没有我大 凌峰深吸一口烟后 沉默许久 夜想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优秀的盛庆学生会会长 会变成这样 那就带着那位年轻战士的信念 好好活下去 至少别让他认为 救下你会后悔 夜想拍了拍他的肩膀后 没有多说什么 他今天也看到了许多战士的牺牲 可这就是前线 唯有杀敌 才能让牺牲的战士们 得以安息 回到单独寝室后 夜想继续冥想修炼 人先闻烙印到小肠部位 内单也在不停吸收血灵的能量 此时在第二战线的前线上 王牌腾蛇部队全体出动 趁着深夜 将所有铜眼异族部落据点 给摸得清清楚楚 此时 密密麻麻的数据传送到大后方指挥室中 看着屏幕上第二战线 所有的铜眼异族部落位置 周景的神情无比冷静 铜眼异族和骨骸异族不同 骨骸王座只需要一个命令 骨骸异族们 就会永远不知疲惫地执行 但铜眼异族需要睡觉 而且没有所谓的军队战哨制度 之所以一个周时间 就在第一战线站稳脚跟 那就是因为 晚上拔掉了所有硬钉子 一个小时后 腾蛇成员将第二战线区域 所有部落调查清楚后 周景双眸散发心灰 大脑飞快运转 随后抬起双手 飞快地在屏幕上点击起来 此时指挥室里显得无比安静 没有人打扰周景 在前线指挥上 指挥室里的众人责任非常重大 当然也不能全部都铺在西南战线上 北方和南下海域依旧有指挥官盯着 时间一点点流逝 很快 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 被周景敲定下来 先拔掉哪个部落 都是必须深思熟虑 而整个第二战线区域 总共有三百多个铜眼一族部落族群 数量大的数百至一千 小的数十 总共估计有两万多头铜眼一族 几乎只要超过五十一族数量的部落 就会有一头五十级以上的铜眼一族 无转的群体诅咒 能轻易骤杀一大片战士 所以 该如何分配战士作战 这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量 但周景很快就给出了作战计划 直接发送给西南战线的指挥官屏幕上 又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开口道 十分钟补充细节 凌晨三点开始行动 代号 夜狼 是 指挥官们无比认真的点头 眼前这张作战表 代表着西南战线接下来的走向 十分钟很快结束 负责西南战区的指挥官们 将详细数据全部补充进作战表里 周景检查了一遍后 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后 将作战计划确定 一瞬间 前线所有战士都想起辅助智能的提示 指令一下答 作战代号 夜狼 所有数据根据辅助智能 有秩序的给每个人布置指令任务 夜想也不例外 辅助智能飞到面前 看着他说道 夜想同志 请配合影子夜 立即前往指令坐标 夜想睁开眼睛 直接起身 打开门 斩杀队所有人也正好全部出来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相视一笑 庄处平静道 全队十五人 天亮之前 希望各位都能安全归来 哈哈 小意思 风源笑着说道 夜想看向影子夜 这次他换上了一身黑色肃杀队服 少了些许往日神秘的感觉 一双绝美宛如星辰的眼眸 已经被纱布遮掩着 各位 那就明天见了 何了了笑着说道 身形化作一道风 离开基地 大家根据不同的指令坐标 前往第二战线区域的部落执行任务 凌峰依旧与庄处一起行动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 他的状态有些不对 情况也没有谁有空能开导他 新人进入斩杀队 无法适应下来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凌峰身边毕竟有庄处在 大家并不怎么担心 要是庄处都没办法 那真是谁都没有办法了 夜想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獠牙野猪 翻了个白眼 行了 今晚上你睡觉吧 毕竟是斩首任务 带头猪是有点勉强 要是引怪之类的 还算合适 夜想看了一下指令坐标位置 五十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肯定需要战斗机接送了 他跟影子夜一同走到平台上 很快几架战斗机就飞了下来 其中一架来到两人身前 巧合的是 又是白天打算跟六十二级骤眼王 同归于尽的白虎成员 他看到夜想后 也不用笑道 看到你我心里就有数了 这家伙三十二级硬抗五个 六转诅咒技能 屁是没有 不愧是斩杀队的妖孽 简直令人震惊 大哥 咱们这回只开飞机 别乱来就行 夜想看着他笑道 哈哈 好嘞 夜想和影子夜上机后 直接朝指令坐标飞去 五十公里路在战斗机面前 分分钟达到 但为了隐蔽 老远就降落下来 有危险打信号弹 我能看见的 白虎成员递给夜想 一把信号枪说道 夜想点点头 跟在影子夜身后离开 影子夜虽然是辅助职业占卜师 但能进斩杀队 还是五十七级 自然没有那么简单 在接近坐标族群后 影子夜轻声说道 我们只负责 斩首就行了 别的不需要管 完成这个指令任务 就会开始下一个指令 夜想点点头 事已知道 影子夜拿出一张塔罗牌 默念咒语后 塔罗牌翻开 智者正位 一瞬间 影子夜的目光 看向部落最深处的一个木屋中 开口说道 五十六级咒眼王 就在那里 随后他又拿出两张塔罗牌翻开 一张影者 一张正义 影子夜念起影者咒语后 两人的身影 陡然间变得透明起来 夜想不由瞪大眼睛 他还是清楚 塔罗牌可是有整整七十二张 岂不是代表着七十二个效果 影子夜浅浅一笑 将正义塔罗牌 落在夜想身上后 轻声说道 好了 正义的学弟 开始你的表演吧 夜想 两人直接走进部落 周围很是安静 显然注意不到他们 夜想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但就这么盯点动静 那躺在床上的皱眼王 猛然睁开眼睛 那胸口上大大的黄色眼瞳 死死盯着房门的方向 夜想和影子夜 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塔罗牌影者的效果 并没有失效 按理来说 皱眼王是看不到他们的 但是皱眼王明显感觉到不对 死死盯着半开的房门 他缓缓从床上起来 一步步朝夜想 两人靠近 夜想微微侧过身 挡在影子夜身前 缓缓抬起手 捏起法掘 等这头皱眼王 还剩下两米的距离时 夜想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哪知道对方 竟然在三米开外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了 三角形的丑陋脸庞 泛起冷笑 刹那间 一道血红色的诅咒光环 直接从那颗黄色眼睛爆发出来 皱眼王本以为是 人族刺客潜伏进来 所以毫不犹豫地出手 哪知道下一刻 眼前一道金光乍现 直接将那道暗红色诅咒光环 消融解除 皱眼王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道金光就急速冲到身前 影子夜也同时甩出一张 死神塔罗牌 一道黑光将皱眼王笼罩 作为五十七级的隐藏职业占卜师 他可以轻易做到 让这头皱眼王失去反抗能力 扑斥一声 一柄金光长剑 轻而易举贯穿皱眼王的胸口 做完这一手后 夜想连忙退后 捏起法觉 轻声说道 内有霹雳 雷神隐明 轰的一声 金光直接在皱眼王体内炸开 那颗黄色大眼睛珠子 瞬间被炸得稀爬烂 但此时的皱眼王还没有死 拖着半残的身体 试图打算冲出去 然而就在这时 他头上的死神虚影 缓缓抬起黑色的镰刀 颖子夜开口说道 死神反胃 不幸 灾厄 痛苦 黑暗 死亡 话音一落 镰刀落下 黑色镰刀砍过皱眼王的脖梗 但好像一个虚影一样 什么都没有触碰到 皱眼王也在一瞬间 浑身冒出黑烟 也是有些心境 没有想到颖子夜还擅长诅咒 眨眼间 皱眼王身上浮现出各种各样的伤口窗疤 很是痛苦 叶想这才明白 为什么会选择 让他跟颖子夜来配合作对 这削弱能力也太强了吧 还愣着干嘛呢 颖子夜转头看着叶想说道 叶想摸了摸鼻子 抱歉 有点吃惊 抬起手 湛蓝色的三昧真火浮现手中 随后化作一张卓阳浮路 轻飘飘落在五十六级皱眼王身上 轰的一下 出现熊熊火球 将其燃烧殆尽 屋子里这么大的动静 外面却一个童眼一族都没有听到 完全是因为 部落高空有一张塔罗牌 散发着光芒 淡淡星光洒落下来 所有童眼一族睡得死气沉沉 屋子里 一颗五十六级血灵 从童眼王的尸体上浮现出来 智能辅助很快就奋出所属 颖子夜 然而颖子夜看着叶想说道 你吃吧 叶想摇摇头 上一颗六十二级的血灵 我还没有吸收干净 这颗 我暂时用不上 颖子夜闻言 伸出手将这颗血灵张嘴吞噬 很快 辅助智能传达下第二个指令任务 另一边的白虎闻言不由一笑 跟着斩杀队成员 行动就是舒服 啥也不干 这么快就白嫖一笔战功 可话虽这么说 整个军队所有人都知道 斩杀队执行的任务 不是谁都可以去白嫖的 叶想和颖子夜返回落地点 两人并没有解除隐身 但白虎成员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后香 来了 嗯 可以走吧 银子夜的声音永远那么温柔 这个夜晚注定显得漫长 夜幕漆黑 遮掩所有死亡的气息 却掩盖不了血腥味与恐怖 庄楚带着凌峰 从数量几百童眼异族的部落走出来 两人身上都沾满了鲜血 尤其是庄楚的黑色重楷上 鲜血宛如凝固了一般 粘稠地往下面缓慢低落 在他们身后躺着满地尸体 凌峰喘着粗气 显然有些竭力 庄楚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撤退回去吧 对于凌峰的表现 庄楚还是比较满意的 凌峰跟银子夜是属于一个类型 时间法术配合下 队友的实力越强 那么凌峰就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作为新人 现阶段加入斩杀队的确有些勉强 毕竟上来就是这种战时任务 但跟夜想相对比起来 差距就很大了 听到庄楚说的话 凌峰摇摇头 我还有法力 不会拖你的后腿 庄楚无奈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不要老把自己跟夜想做对比 天才与天才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你的优势就在于 你自身的法术职业 好好修炼 时间法术越到后期发挥的作用也会越大 此时凌峰的等级已经来到46级 自然是因为吞噬了几颗血灵而升级 凌峰知道自己的潜力 跟斩杀队的成员相比 自己的潜力肯定不够 但正如庄楚说的 只要自己的等级够高 那么他将不会再拖后腿 斩杀队成员们本身除了战时情况 也都会选择修炼来提升自己的等级 来提升自己的等级 提升的越多 后期修炼的进度只会越慢 但只要一族一直存在 那么就一直杀下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凌峰想开这些事情 确定自己的方向后 眼中的迷茫早已消失不见 庄楚看着凌峰的改变 微微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一头头50级以上的一族被拔地而起 然而就在天色即将黎明时 李琴的声音出现在通讯器里 指令坐标信息有误 发现72级玉童王 斩杀队所有成员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瞳孔微微一缩 立即撤退 风元着急道 白痴 李琴轻轻骂道 他的隐身在72级玉童王面前瞬间暴露 在这种存在面前 一旦被发现 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 这一刻 所有成员暂停执行指令任务 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朝着李琴的坐标赶往 李琴身前不远处 一头浑身魁梧 接近三米高的童眼一族 胸前有着一颗黑色庞大眼睛 正死死盯着他 李琴很确定自己是在隐身状态 并且还是在黑夜之中 然而对方那颗眼睛 却清晰无比地看到他 人类 你是在无力挣扎 玉童王静静地看着李琴说道 李琴见自己已经暴露 索性显露身影 看着玉童王毫无畏惧地反问道 在天王面前 你敢这样说吗 此时指挥室里 周景正死死盯着屏幕 距离李琴最近的斩杀队成员是风元 他也封了 一般朝这边赶来 可他赶到这里 最少需要十分钟 而这时 一道雷光瞬间超过风元的身影 看到这一幕 风元愣了一下后 立马反应过来 连忙大声喊道 叶响 把老子媳妇救下来 我以后管你叫哥 全队所有人都看出 风元喜欢着李琴 但这笨拙的家伙 只会故意惹他生气的套路 可这一次 他终于忍不住了 与此同时 天王罗景的身影 在夜空及时飞行而来 玉童王胸口上的黑色树桐 眼睛盯着李琴 刹那间 一道黑暗诅咒光圈 朝他飞过去 速度极快 李琴直接使用暗影分身技能 身形迅速分身两个暗影 一前一后隐身消失 那黑暗诅咒光圈 套在其中一个黑影中 直接将其吞噬 李琴松口气 二分之一的活命机会 他赌赢了一次 迅速拉开距离 就算是七十级欲同王 也不可能无视距离使用诅咒 他只有五十三级 面对这种可怕的存在 只有逃命 等级超过十级以上 身为刺客能够隐身的优势 全部荡然无存 玉同王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看到李琴想要逃走 身形陡然化作一团黑雾 追了上去 李琴也知道隐身没用 也就干脆没有隐身 身为刺客 一定的感知能力还是有的 他能感受到 身后那宛如梦魇一般的死亡威胁 而且越来越近 李琴咬咬牙 身为刺客 五个技能 三个都是有关于隐身的技能 他知道自己 很有可能跑不掉了 看着那道黑雾越来越近 李琴直接转过身 抬起黑刃匕首 刹那间 身形灵巧地转过身 化作黑影 急速爆发 李琴瞬间穿过黑雾 眨眼间 身形再次显露出来 黑刃匕首上 迅速被无数看不见的诅咒虫子腐蚀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 从身体内部 传来仿佛被吞噬的感觉 敏锐冰冷的双眸 逐渐变成无神 仅仅只是一瞬间 李琴的生命特征 消失不见 斩杀对所有成员 死死盯着他的头像 风源忍不住仰天咆哮起来 玉童王的身形 从黑雾化作尸体 静静地看着地上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尸体 沉寂片刻后 他转身离开 然而刚走没几步 他猛然转过身 一道紫黑色诅咒光环 朝那对上的尸体飞去 一瞬间 尸体躯翘破碎 暗影刺客 假死之身 但玉童王的诅咒腐蚀下 可是连尸体都不可能存在 这也是 他突然反应过来的原因 李琴看着紫黑色诅咒光环映入眼帘 眉心陡然浮现出一个黑月印记 刺杀真谛 玉童王脸色一变 这一刻 他竟然感受不到这个人类 可他明明就在身前 扑哧 一道锋利伤痕 陡然出现在玉童王的脖梗上 要是他反应慢一些 脖梗就被斩断 可他依旧没能感受到李琴存在 玉童王愤怒咆哮一声 强大的黑色能量爆发 化作无数笔血红虫子 还要细小恐怖的存在 无物不钻 然而细小虫子遍布周身百米范围 却依旧没有找到李琴身影 那不远处的他 就像是个镜面一样 根本就不是真的 玉童王陡然反应过来 嘴角泛起凝笑 抬起头看向上空 果不其然 一道黑月无声无息间浮现上空 不是李琴消失 而是玉童王被周围的环境给欺骗了 所有细小黑虫 全部朝上空冲去 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将黑月夜幕撕碎 幻象消失的那一刻 李琴已经来到他身前 黑刃匕首狠狠刺进玉童王胸口上的黑色树瞳大眼睛 玉童王吃痛一声 抬手一把抓住李琴的手臂 张嘴喷出一大口黑雾虫子 李琴也放弃抵抗了 挣扎到现在 他已经尽力了 然而就在这时 他看到玉童王身后 猛然浮现一道雷光 刹那间 叶响带着奔雷速度来到跟前 提膝 狠狠踢在玉童王的背部腰子 哦 玉童王顿时瞪大眼睛 身体痛得后仰起来 叶响抬手 就是一道金光落在李琴身上 金光延伸而起 一条细线将他甩在空中 纵身一跃 踩在树木上 拽起手腕就跑 就这点不好 雷法是金光压制到极致转化的 也就是 他使用雷法的时候 无法使用金光 但要用金光扛诅咒 雷法附身就不能用 两人身上包裹着厚厚金光 踩着树冠顶端 飞快向前奔跑 李琴转头 看了一眼身后紧跟不舍的黑雾后 微微皱眉 看着叶响问道 你不用雷法跑吗 此时金光表面 密密麻麻细小的黑色虫子 不停地在吞噬金光 完全无法驱散 等级实在差距太大了 但要是不用金光 两人眨眼间 就被这七转诅咒 是蛊虫给吃得干干净净 用不了 叶响摇摇头 那跑不掉的 李琴说道 继续跑 我马上到了 把他朝坐标引过来 就在这时 天王罗景的声音 出现在通讯器里 两人顿时松口气 被一头七十二级的 玉童王追着 那种压迫感 简直无法比喻 叶响看了一眼坐标后 确定方向 直接朝那个位置跑去 但跑了没一会儿 李琴直接用力 将叶响拉在自己背上 说道 你跑得太慢了 专心用金光技能 我背你跑 哦 好 叶响一愣 随即点头 李琴虽然是刺客 但好歹也是战事职业 背着叶响这点重量 跑一点不费劲 速度蹭蹭往上涨 果不其然 论速度 不使用雷法附身的情况下 李琴要快上许多 甚至还能背着叶响使用顺影 时不时加快速度 就是一顿一顿的 叶响有点难受 专心使用金光神咒 金眸双眼 也陡然充斥着神性淡漠 两人身上的金光 顿时强胜一倍 直接将周围那些细小弑蛊虫 全部震飞 不远处的黑雾 化作玉童王 他将胸口眼睛上的 两柄黑刃匕首拔出来 死死盯着远处 那刺眼的金光 锁定后 直接迸发出 三道可怕的诅咒光环 飞袭过去 一旦被锁定 诅咒光环就不会消失 这也是同眼异族难缠的原因 哪怕将其杀死 诅咒依旧存在着 而这七转诅咒 飞过的路径 树木全枯 枝头上的蛇虫鸟兽 瞬间变成白骨 可怕无比 叶响转头看到这一幕后 神性占据双眼 保持着平静 神性符露贴在李勤的腿上 整个人的速度 陡然提升了许多 李勤稍微愣了一下后 开口说道 要是能活下来 我不要什么护身符 这种符露给我来个百来账 然而此时神性状态的夜想 毫不犹豫地拒绝 没有 话负担我修炼 十七章符露悬浮身后 夜想一双金眸 冷声念叨 惶惶天威 火神斥令 话音一落 天地间仿佛冥冥之中 有一句德令引导 瞬间无数火气席卷过来 落在眼前这些符露身上 散发出强烈的火红光芒 符露还没有激发 李勤都感受到周围灼烧的感觉 轰隆 刹那间 炙热火光宛如火红黎明爆发而起 将周围数公里照得灯火通明 战场上 不少战士与童眼一族朝那边看去 十七章卓阳符 化作一条十几米长的火龙 朝那七转 诅咒光环撞去 附带天地之为火龙宛如火雾一般 凶狠无比 喷出一口龙颜呼啸 迎面撞来的诅咒光环瞬间穿过龙颜 暗红色的诅咒似乎暗淡了些许 但完全没有作用 等级差距太大 火龙眨眼间就被七转诅咒光环覆盖 消失在半空中 爆都没爆一下 除了金光神咒 任何道法在诅咒面前都显得无力 不过稍微有用就行 至少减缓了些许速度 夜想没有任何犹豫 完全不顾灵力消耗 双手灵光绽放 将通天鹿发挥到极致 眨眼间又是十八张符露凌空画出 但这一次不是中水符 也不是卓阳符 夜想将身上的金光涌入符露中 填充所有纹落后 抬手将所有符露全部甩了出去 符露落在诅咒光环面前 扑斥一声 化作金光燃烧起来 正是最基础的驱邪庇佑禁符 在填充金光法力后 还真就将这诅咒光环拦截了片刻 比先前的火龙还有效果 最重要是 禁符消耗的法力非常少 夜想抬手又是十八张禁符 注入金光填充纹落 哗啦啦朝后面飞去 也没看效果 低头继续凌空画幅 李勤抽空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那漫天符露翻飞时 也不由一愣 这家伙花那么多符露有用吗 他朝远处看去 正好看见那三道 七转诅咒光环 竟然被一层层符露遮掩住光芒 飞行的速度简直慢了一倍有余 不仅如此 他明显看出第一个诅咒光环 便小了许多 李勤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 要知道 这可是七十五级的诅咒光环 夜想才多少级 他不由放慢了些许速度 哪知道刚放慢一丝 神性状态下的夜想微微皱眉 说道 不要放慢速度 我法力不多了 李勤 这家伙每次使用职业真谛 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一点都不怪了 但他也能感觉到 这个时候的夜想 是最能信任的时候 诅咒光环背后 玉童王化作一团黑雾紧跟其后 显然不打算放过这两个人类 漆黑树童的大眼睛 猛然再次爆发出一道诅咒光环 但这次为了追上夜想理清两人 诅咒威力明显便小了许多 可速度快上数倍 哪怕是弱小了许多 也不是两人可以抵挡得住的 眨眼间飞到两人身前 诅咒即将落在夜想身上的一瞬间 一袭老旧道袍的身影 陡然出现在夜想身前 正是青云子 这一刻 哪怕是神性状态下的夜想 也不由愣了一下 老 道长 青云子微微点头 看着面前的诅咒光环 身上陡然展开纯粹宛如实质化的太极八卦 一挥手 诅咒光环被太极八卦图包裹起来 强大的白光乍现 那可怕的诅咒 眨眼间被解除 青云子再次一抬手 漫天俘虏浮现 夜想此时已经退出道义 瞪大眼睛 看着这漫天俘虏 好 好多 最少数万张吧 所有俘虏 画作一张真武斩妖剑 灵光赫赫 青云子眉心显现真武道义 抬手一指 斩 真武斩妖剑 瞬间就将那几道七转诅咒光环破灭 然后笔直朝着玉童王斩落 玉童王在看到这老道长时 心里就止不住的颤抖 人族九转的强者 想要跑 但那强大契机已经锁定 他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 真武斩妖剑瞬间落下 扑斥一声 他化作黑雾 想要逃离 但无声间 全部斩灭 一颗七十五级的玉童王血灵 安安静静的浮现出来 斩出一剑后 纷纷消散开来 叶响正正的看着这一幕 尽管猜到老道长很强 曾三剑斩骨骸王座 但只有真实见到 才知道到底有多么强大 前辈 叶响抱拳说道 李晴这才回过神来 猜到眼前这位老道长 就是之前斩杀骨骸王座的那一位 九转的影视前辈 这时 天王罗景飞了过来 看到叶响和的李晴都没事后 不由松了口气 多谢前辈 然而青云子脸色不善的看着天王罗景 询问道 你们军队就是这么糟蹋天才的吗 他刚才要是没出手 两人根本扛不过诅咒 就算不死 也得重残 天王罗景沉默片刻后 说道 前辈 战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出现 谁也不能保证 打仗总是会死人的 青云子叹口气 目光落在叶响身上 道门未来就这么一根毒苗 要真出了事情 难不成再等上百年 人族都不知道 能不能再撑百年时间 当初他出手后 其实一直默默 作为叶响的护道人在暗中保护 但身为天师 自然不可能处处庇护着他 不到危机关头 自然不能出手 对于青云子的存在 天王罗景一直知道 对于这样神出鬼没的影视强者 他也只能保持基本的尊敬 前辈 上前线是我的选择 叶响这时候开口说道 罢了 随便你 青云子无奈摇头 天王罗景看着青云子 眼眸突然一亮 开口询问道 前辈 我们两个合力将童眼王座斩杀如何 听到这句话 青云子像是看穿罗景身体情况一般 周梅道 你是不想活了是吗 天王罗景无奈一笑 只要把西南拿下来 人族起来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死了又如何 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异族的王座 你杀得完吗 当年我到门将九个王座全部斩了 又有什么用呢 面对青云子的质问 天王罗景沉默下来 他也知道百年前到门的牺牲 可人族想要拿下整个西南 童眼王座是肯定要面对的 他抬起头 看着老道长说道 能再斩杀一头王座 滑下 也能再喘一口气 现在不如百年前了 资源已经远远不够了 听到这句话 青云子的目光放在夜想身上 天王罗景也随即将目光落在他身上 夜想不由一愣 两个大佬看他干嘛 夜想 你是会炼丹了吗 青云子先前闻到了夜想身上的丹香味 不由开口闻到 夜想点点头 承认下来 青云子并没有意外 高效大比上 他看到夜想使用了三昧真火 三昧真火 作为道家神火之一 无论是炼气还是炼丹 都是轻而易举 当初道门覆灭前 青云子学到的传承并不多 其中就没有丹道 倒是执夜想要恢复传承 唯有天师重现 但这个要求是九转天师 想要达到这个要求 夜想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行 那就去展了童眼王座 青云子点头答应下来 这突然的反转 让天王罗景差点没反应过来 青云子没有解释什么 天王罗景也没问 只是点头说道 现在就去吗 青云子转头看向夜想 能炼制一颗三转的护心丹吗 我怕这小子死在半路上 天王罗景虽然在人族威望很重 但对于青云子活了百多岁来说 罗景是不折不扣的小辈 夜想脑海中很快出现 炼制护心丹的药材 点点头 有药材的话 问题不大 毕竟之前已经炼制过一颗四转的九阳回丹 虽然药效只有三转丹药的级别 但对于四转的丹药来说 没有炼成肺丹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要求远远比炼制三转的丹药要高很多 青云子闻言不由满意的笑了笑 这满地都是药材 还怕药材不够吗 主要是有丹方吗 护心丹需要连心子 碧水草这两味主要 其余草药我正好有 夜想点点头道 可为什么要炼制护心丹 他有些不解的问道 青云子看着天王罗景 星火近乎熄灭 他都快从九转跌落到八转了 使用了不止一次净数吧 三转护心丹 可以减少你使用净数的代价 不可置信地看着夜想 这是真的吗 倘若使用净数没有代价的话 那么别说一头王座 就算接连宰杀两头王座 又有何不可 夜想摇摇头 三转护心丹 我可以练 但像前辈说的净数代价 我也不太清楚 你探查一下就知道了 青云子说道 天王罗景也不客气 直接伸出手放在夜想面前 没事 随便看 夜想将手放在天王罗景的手腕上 灵力渗入其中后 很快感受到天王罗景的心脏 是一片死气沉沉 一半的心脏竟然毫无生机 这倘若是普通人 夜想根本不敢相信 对方竟然还活着 护心丹的作用可以保护心脏 也就是说 天王罗景使用的净数 肯定是以心脏为代价 可以说 天王罗景的问题 远比战胜横老爷子的问题还要大 夜想心里有些莫名难受 人族的最强者 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 炼制丹药需要多长时间 罗景看着夜想问道 要才齐的话 马上就可以炼制丹药 听到这句话 罗景一下子反应过来 为什么青云子会突然答应他 这西南最不缺的就是药材 夜想想要更快成长起来 这西南肯定要打下来 很快 指挥官下达寻找药材的指令 仅仅只是过去两个小时 这两株稀有药材就被找到 专机配送过来 天王罗景看着李青说道 回去休息一下吧 让所有人在基地等我 李青点点头 看了一眼夜想后 转身离开 结果正好看见风源跑了过来 虽然早就知道 李青已经没有事了 但只有再次看到他 风源整个人才放心下来 那个 风源站在李青面前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怎么 李青疑惑地看着他 嘿嘿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风源长松一口气 随后 抬头看向夜想 竖起大拇指道 夜想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哥 风源和李青 就跟夜想和林峰一样 一年前一起加入的斩杀队 对这个外棱里热的川妹子 一直都是暗恋状态 夜想当作没听见 当时那个情况 他自然想的是先救人 从辅助智能那里 拿出来其余药材后 直接当着青云子 与天王罗井面前 开始炼丹 湛蓝色的三昧真火 在手中浮现 几株药材在火焰中 迅速炼制成精华液状 青云子按耐着心里的激动 认真看着夜想炼丹的手法 丹到一路 可不是只要三昧真火 就能炼制成功 每一种药材的火候 炼制时间 还有最后成丹的一步 稍微有一丝差错 整颗丹就废了 但夜想的表现 就像是炼丹 炼了成千上万次一样 每个步骤都如火纯青 没有一丝差错 炼丹就像行云流水一般 看到这一幕 青云子微微点头 夜想的确是得到了 道门天师的传承 否则不可能炼丹 炼得如此纯熟 没有一丝丝错误 仿佛一位丹道高宫道士 天王罗井虽然看不懂 但传闻道门 夺天地之造化的道丹术 很是神奇 很快 炼丹来到了最后承担的步骤 夜想手中捏起法绝 依旧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所有精华液体凝聚在一起 在三昧真火中一点点浓缩 刹那间 一颗有着三道丹纹的丹药 凝聚而成 在三昧真火消失的一瞬间 沁香扑鼻的丹香味弥漫开来 不用看也知道 夜想这一颗丹药 炼制得毫无缺陷 夜想将炼制好的丹药 递给天王罗井 长松一口气后 说道 护心丹的效果只有三十分钟 罗井看着手里的丹药 眼眸微微一动 点点头 三十分钟也够了 前辈 现在就动身吗 他抬起头看着青云子说道 先不急 青云子摇摇头 目光落在夜想身上 拱手一礼道 真武官青云子 恳请天师教导三昧真火 夜想神情一愣 连忙上前 老前辈 你不用说 我也会教的 你不要老是吓我啊 道门虽然没了 传承也断了 但这些礼仪不能丢 身为天师 也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青云子开口说道 夜想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藏私 直接将三昧真火的心法 说给青云子 想要学会三昧真火 最起码 是练气道登堂入室才行 但老前辈九转等级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果不其然 在夜想说出心法后 仅仅只是片刻 青云子就明目要领 抬起手 三昧真火 在他手中燃烧起来 但夜想很明显 就感受到 同样是三昧真火 但前辈的三昧真火 威力远远没有他高 青云子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但并不意外 他看着夜想说道 三昧真火 你有一门人先驱密法 修炼境界不低了吧 夜想明白过来 点点头 没事 三昧真火 也是一门很强大的道法了 我用起来也很顺手 前辈 好了的话 现在就走吧 天王罗景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再次催问道 毕竟时隔二十多年 没杀王座了 还是有些心情澎湃的 青云子有些无奈的看了他一眼 童眼王座 还能跑了不成 只耽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说完 也不搭理罗景 转头看着夜想说道 太极拳你已经融会贯通 但道门还有一门掌法 配合内法 威力也很强 什么掌法 夜想有些疑惑 老前辈果然有私货啊 游身八卦掌 青云子轻声说道 夜想眼睛一亮 前辈 我要学 青云子点点头 这就教你 游身八卦掌与太极拳不同 是以八大装法为掌功 天王罗景无奈地点焉等候 看着这一老一少胶拳 目光看向远方 眼眸深邃 夜想凭借着 只要有关于道门的东西 就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青云子只是将八卦掌打了一遍 他就完全记了下来 八卦掌的确比太极拳 更注重实战 掌法多变 而太极拳 主要是以灵力带动 阴阳云柔 但八卦拳强调 身杰不灵如龙游空 拧翻走转掌法 幻变无穷 出手成招 刚柔相继 踢打摔拿融为一体 宁果钻翻 必正打斜 为缘打点 寻寻相生 无有穷尽 夜想上手得很快 与青云子互相对掌 两人身形如油龙翻飞 变化很多 天王罗锦看了一会儿后 神情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 打了一辈子架 他一下子感觉到 这八卦掌的精妙 尤其是这步法变化 似乎自己也可以运用到战绩上 由于片刻后 也厚着脸皮走过来说道 前辈 这掌法 也教一下我吧 没过多久 天色逐渐朦胧亮起 但荆州多雨水雾气 夜想看不到阳光 也感受不到紫气 微微有些皱眉 前辈 要是阴雨天 不能修炼那单法吗 夜想看着青云子问道 阴雨天 雷天 都不能修行的 要不然 为什么修到要讲究好的洞府 夜想想起第一次 见到青云子的时候 那里的环境的确不错 算了 没有紫气也没事 反正吞噬血灵也能突破 天王罗锦这时候 也将八卦掌的基础要领掌握 接下来就是花时间熟悉 这次不用罗锦催促 青云子点点头道 可以起身了 前辈小心 夜想认真说道 青云子笑了笑 没事 这荆州有一处很好的古迹 名为龙场 你去那里 或许能领悟一番 龙场 夜想有些疑惑 辅助智能 却已经将位置标记出来 正好在第二战线区域 与第三战线的交界处 是整个荆州核心位置 天王罗锦微微点头 根据历史 千年前 传闻曾有一位圣人 在龙场悟道 圣人 夜想一愣 随即有些漠然 倘若真有圣人 华夏也不会到如此地步了 我会去一趟的 夜想点头说道 此时 天王罗锦打开光幕 庄楚等人 早已在基地等候 我需要离开一天时间 今天按照指令执行 保护朱雀部队 清扫第二战区 朱雀部队作为火力 全队四五十级的法师 群体法师技能 配合战士们 进攻拔掉一个个部落 重新建立堡垒注点推进 只需要三天时间 这第二战线区域 就算彻底拿下 众人点点头 表示没有问题 毕竟平时天王罗锦也不在队里 都是装处在负责 清理行动时 也要注意 并不能排除所有高等级的一族 都清理干净了 天王罗锦简单地叮嘱几句后 便挂掉了通讯 好了夜想 你现在回基地吧 这颗血灵 你能吸收吗 罗锦将那颗七十五级的 玉童王血灵 递过来问道 夜想摇摇头 没有问题 将血灵接过后 直接吞了下去 血灵落入腹中 还不等爆发 就被紫禁丹的紫气笼罩 罗锦看到夜想吞掉一颗七十五级的血灵 都没有任何反应 不有点点头 很离谱 好了 赶紧回去吧 夜想笑了笑 得了一颗七十五级血灵 足够当很久的蓝瓶了 摆摆手 转身离开 两人看着夜想的背影 罗锦忍不住问道 你们道门都是这样的妖孽吗 他是天师 清云子平静回道 下一刻 两人毫不掩饰地腾空而起 直接越过荆州 朝着西南方 铜眼异族深处飞去 那可怕的九转气势 所有异族都忍不住抬起头 目露恐惧 天王他们认识 可一旁的老道长 却十分陌生 华夏人族 又出了一位强者吗 夜想回去的路上 就看到天上不停有战斗机飞过 整个第二战线区域的 所有铜眼异族部落 挨个被王牌朱雀部队 用魔法轰炸 没有高等级的铜眼异族 战斗机在上空 他们也没办法使用诅咒锁定目的 片刻间就将一个铜眼异族部落 移为平地 紧跟其后的战士们 迅速开始建立堡垒注点 其中有不少泄偶的身影 显然 在测试结束后 泄偶的价值完全得到了验证 开始陆陆续续登上战场 但因为造价昂贵 一年也顶多造出一万台泄偶 不过 只要核心不损坏 科研人员都可以修复 在大后方指挥室里 一个个同样异族部落 转化成绿色堡垒标志 有些数量上千的部落 还在试图组织反攻支援 但在朱雀 白虎 腾蛇三大王牌精锐战士 特殊照顾下 瞬间死伤惨重 斩杀队已经将超过 五十级以上的骤眼王斩首 基本都是三四世纪的同眼异族 只要不被诅咒锁定 几乎没有什么危险 但因为第二战线区域也很大 肯定会存在漏网之余 所以该警惕的警惕 先让朱雀部队的人 用魔法轰炸一遍 腾蛇与白虎部队 配合战士清扫 一族与人族之间 不存在留情 全部斩杀 这一片土地 本身就属于华夏 叶想回去的路上 一路踩着药材 几乎每走一段路 都能看到一株 一路回到基地后 便开始冥想修炼 其余人又开始出去执行指令 斩杀一些漏网之余高等级一族 休息的时间很少 而叶想在战斗了一晚上 要不是有六十二级的血灵撑着 早已支撑不住 恢复后 接过辅助智能递过来的 两根营养药剂 一饮而尽 这第三层第一遍的人先闻 也烙印到尾声 只剩下小肠与三胶两个部位 全部烙印结束 等级也可以提升了 配合担药 只需要两天时间 两个小时后 辅助智能飞到叶想面前 开口说道 叶想同志 指令以下达 请前往目的地执行任务 叶想文言下意识睁开眼睛 直接起身打开通讯路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任务 竟然是与副队庄处队 走出休息室 来到大厅 庄处在椅子上查看数据 林峰也在 总结着一晚上任务不足的地方 看到叶想出来后 庄处点点头 起身说道 走吧 护送你去农场 既然是老道长的建议 指挥官们自然会认真采纳意见 斩杀队作为人族精锐 帮助他们提升实力 也是任务指令的一种 就比如邻军的古剑 庄处的仲凯 身为顶尖精锐 自然是顶尖特权培养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 向往斩杀队 同为王牌部队 斩杀队成员特权 是凌驾于所有的 一切优先 但他们也是 走在最前端的一群人 天王罗锦 本来打算带着庄处他们 深入童眼一族 一同斩杀王座 但想着第二战线区域 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 身边还有一位老前辈 所以才放下这个打算 有辅助智能的帮助 龙城的位置很容易就找到 虽然过去百年 但毕竟历史有记载 就是百年前的荆州修文的位置 古石这里被称为龙场 在靠近第三条战线区域的位置 还是比较深入危险的 自然不可能放心 让叶响独自前往 护送任务就落在庄处身上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叶响不知不觉间 已经有着非常高的重视 完全是当作 未来人组顶梁柱在培养 因为炼丹的原因 现在战士们的辅助智能 都对应了药材系统 只要扫描到药材 都会提醒 甚至自动采摘 采药这种事情 以前都是战前医师职业 才会去坐 接近一百多公里路 一架白虎成员 开着战斗机降落在三人面前 叶响看了一眼 林峰 发现他等级提升了三级 已经48级了 显然是吞噬了血淋的原因 整个人的气质也变了许多 目光变得坚毅冷静起来 只是和以前相比 多了些许沉默 三人坐上飞机后 白虎成员直接起飞 朝着坐标位置过去 庄处坐在叶响面前 翻看着一页页资料 整理一下后 看着叶响说道 等降落到农场位置后 我跟林峰 顺便往前面探查一下 第三区域的情况 你就在农场就行 叶响点点头 嗯 好 他也对老道长说的农场 有些好奇 毕竟传闻是圣人悟道的地方 在百年前 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 百公里的距离 战斗机十分钟就到了 让人意外的是 这里并没有 童眼一族的部落 三人降落下来后 都感受到周围的环境 有些不一样 深吸一口气 都感觉很是舒适 叶响是第三次 感受到这种感觉 第一次是在猎人渔港 第二次实在青云子前辈的 真武关遗址 第三次就是这里了 在这种地方修炼 毫无疑问 自然是事半功倍 在满是山林的荆州 这里的视线还算是开阔 悬崖峭壁 树木茂盛 水流花开 难得一见的美景 几人用的辅助智能 在周围扩散扫描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族的身影 庄处有些意外 这种地方 没有童眼一族部落 还真是有些意外 确定没有危险后 他看着叶响说道 好好修行 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 到时候 将我们第一战线的基地 迁到这里来 庄处说完后 便带着凌峰 前往第三战线区域探查 叶响看着他们身影离开后 忍不住松开手 闭上眼睛 感受着周围自然气息 难怪曾经会有圣人 在这里悟道 仔细感受到 周围活跃的灵气后 他甚至有一种 想要在这里修行一辈子的想法 叶响陡然纵身一跃 跳到树关 踩着悬崖峭壁 一张福禄贴在腿上 轻而易举地来到悬崖顶峰 看着阴萌萌的天空 夜想回头看去 出色势力可以清晰看到 数十公里外的战斗机 在逐步清扫区域里的异族 斩杀队的任务 虽然告一段落 但战士们才刚刚开始 无数魔法乍线 战士们前仆后继 与童眼异族疯狂厮杀 人族百年来 第一次如此坚定反攻决心 天变末端 资源到了洁净地步 华夏人族 已经没有更多退路了 唯有杀 来夺回土地家园 才能换来接下来喘息的余地 大部分百姓还不知道 荆州这一战 华夏倘若输了 后果不堪设想 体系底牌早已蠢蠢欲动 百年前 盗门失败 代表着人族命运走向失败 这一战 荆州倘若失败 则代表华夏彻底败落 上下五千余年 面对外邦 华夏虽然输过 但总能次次崛起 可敌人是一族 一旦彻底败落 那将是灭族 别的国家是否还存在 无法得知 曾经组织过一只最精锐的战士 试图前往地图上 其余大国寻求支援 但最终都是有去无回 人族内部外表平静稳定 其实一条条数据都在提醒 华夏人族 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这也是为什么 刚在南海打完一场战斗 没过多久 就马不停蹄 将大半军团的战士 转头攻向荆州 州警知道 战神恒青知道 天王罗警知道 华夏首席周安也清楚 人族一直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 是否能翻盘 就在荆州这一步 答案就在这里 能不能夺回来 只差一步定局 这也是为什么 天王罗警要求让青云子前辈 一同前往铜眼一族深处 恨不得立马将铜眼王座斩了 华夏人族输不起了 莫名进入道心通透状态的叶祥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 眼眸忍不住划过一丝震惊 他总觉得 就算天塌下来 也还会很远 可从来没意识到 原来已经如此接近 叶祥转头看向另外一边 那是属于第三战线区域 甚至更远 密密麻麻的铜眼一族 已经在动员 第二区域的一族失联 已经让他们意识到了不对劲 人族这一次 绝对不是普通的一次进攻 但在整个世界下 一切惊骇都淹没在丛林中 显得宛如死一般的平静 这种宁静配合阴沉的天空 无论是奋战的人族 还是被杀的铜眼一族 心态却都一样 焦虑 狂躁 疯狂 孤注一掷 人族惨烈大事 在这通透道义中 叶祥感知的越来越清晰 但这一切 却仿佛惊涛骇浪 想要将它吞噬 无力反抗吗 他撑得起来吗 叶祥忍不住捂住心口 无比难受 下意识想要进入天地不仁的道心意境 想要让自己 从这种宛如沼泽中挣脱出来 天师 何为天师 突然间 冥冥之中 仿佛是在心底 又仿佛是整个天地 一种莫名出现的声音 在提醒着他 在这刹那间 叶祥进入悟道状态 但与上一次神佑泽虚 自在逍遥不同 这一次 仿佛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煎熬 三千道藏再次浮现身前 但在叶祥眼中 这些一个个文字 仿佛都是在质问他 配不配成为天师 身为天师 应当如何 有前人指路 此一瞬 是永恒 与天地不仁完全相反的道义心境 在叶祥身上爆发而起 天地不仁 代表着神性 那么此时叶祥领悟的 便是将绝对的神性 拉入人狱中 是为知行合一 存天理 灭人狱 不 天理即是人狱 我与我周旋 理在心中 这一刻 叶祥眉心的道心印记 逐渐发生了改变 两种看起来极为极致的道义 竟然融合在一起 天师知道 自然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再怎么学习前人 他也学不到前人所到达的高度 许久 叶祥缓缓睁开眼睛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 上一次悟到 只感觉过去了一会儿 结果现实过去了一天一夜 但一次悟到 实在煎熬中度过 每一秒都极为痛苦 说是度日如年也不为过 可他看了一眼时间 却发现 仅仅只过去一个时辰 天地不仁 心境可让道法倍增 知行合一 是道明即行 体内气体流动 夜想抬起双手 一念间 一手澎湃金光 一手雷法 完美消除道法之间的隔阂与念咒 所有道法一念即行 子府内 被一大一小两颗血灵围绕的紫金丹 陡然一阵 灵力席卷而起 在夜想悟到的两个小时里 紫金丹一直在飞快吞噬能量转化灵力 这期间毫无后遗症 急速攀升间 直接突破一转中期 不如一转后期境界 灵力如吸水越发纯粹 数量也增加了许多 可以清晰看出 紫金丹比昨日又大了些许 突破境界后 等级也相应提升 终于到了33级 夜想没有浪费时间 这个环境实在太适合修行了 直接拿出洗水丹服下 盘坐冥想 烙印人心闻 而与此同时 在悬崖山内 别有洞天处 竟然有上千人口的村庄 生存在这山谷里 土房 庄稼 果树 勉强可以做到自贡自足 而一个广场中 屹立着一尊圣人石像 王阳明 在先前夜想悟到之行合一时 这尊圣人石像 也同时散发着光芒 出现在脑海中 前人指路的质问声 正是这位圣人在引导 哪怕已过去千年 这位圣人的理想 依旧还在 雅骨间 一间土屋书堂 响起孩童念书声 一袭蚂蚁老年人走出书室 目光有些许震惊地 看向圣人石像 这里作为如到如今 唯一传承之地 领悟心法的人 竟然在外面 王陆沉思片刻后 转身走进书堂 看着十几位孩子说道 今天早日下课 但别忘了明早作业 是 先生 孩子们满脸喜悦 一提放学 当然无比开心 悬崖上 夜想盘坐在地上安静地修行 身上的人 仙闻若隐若现 整个人的气质 看起来很是神意 不知道是不是刚领悟了道义的原因 人仙闻的烙印速度很快 感觉有把握 在今天就能画完这第一遍人仙闻 然而就在这时 宛如一道连衣结界 在不远处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先前教书的老先生 儒家最后一脉 将传承留在这里 隐藏在童眼一族之中 正是因为这道天然大阵 屏蔽外界 百年来 从未有童眼一族发现他们 这里如此好的地方 自然是有部落选择在这里建立 但不知道为何 一旦有童眼部落在这里生存 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天灾祸乱 一旦离开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久而久之 这个位置便不再有童眼一族过来生存 反而避而远之 不敢靠近 王露走出结界后 一眼就注意到 悬崖上正在修行的夜响 感受着对方身上 还未完全吞去的道义 还有身上的道袍 王露心里越发吃惊 少年道士 道门原来还有人吗 看到对方是道士 王露反而明白过来 难怪能明目圣人道义 王阳明虽然属于儒家圣人 但也对道法很有钻研 如到本事一家 王露没有打扰夜响修炼 只是远远观察着这位少年道士 夜响也完全没有感知到对方 专心致志修炼 时间一点点流逝 过了两小时后 夜响身上的人 鲜文陡然绽放开来 体内五脏六腑的人鲜文 终于全部烙印完整 五行之气化作一个大周天 围绕着子府周围 相应相生 夜响睁开眼眸 内运五行 抬手间 金木水火突五行之气 随意流转 刚突破的等级也再次提升 来到三十四级 相当于今天连升两级 然而就在这时 夜响猛然抬起头 目光落在远处 一袭蚂蚁的老书上 他一脸赞叹地看着夜响 目光中满是惊叹 看到夜响修炼结束 他这才迈步走来 几个小时里 没有一丝打扰着少年道士的修行 夜响也是忍不住瞳孔一缩 好家伙 又是一位前辈 清云子老前辈是融入自然 完全感知不到 而眼前这位老书生 就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教书人 一身书生气 就很是普通 仅仅只是几步 竟是缩地成寸 眨眼间就来到夜响身前 王露看着少年道士 忍不住问道 小友 你是领悟了知行合一真意吗 夜响点点头 有些不解地看着老书生 老先生 您是 儒家 王露 王露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夜响有些吃惊 如是道 百年前 道门传承断绝 佛门隐士 儒家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敢问先生有何指教 夜响拱手一礼 有着疑惑问道 不敢 能领悟心学真意 儒家除我以外 也只有你了 小友 有打算了解儒学吗 王露期待地看着夜响问道 他越看夜响越是觉得满意 夜响有些哭笑不得 他真的学不过来啊 摇摇头 婉拒道 道家的三千道藏都学不完 真没有精力 再加上儒学了 王露闻言有些惋惜 但也点点头 能看到有人在领悟心学 还是一位如此优秀的少年 他也算是少一份担忧 他转身看向远处 目光复杂 八十多年了 华夏终于要收复荆州了吗 王露莫名哑然一笑 早上看到有两位向西南而去 可我放心不下这里 毕竟这里是儒家最后的苗子了 但看到你领悟了心法真意 我也放下心来 虽然小友不是儒家学子 但也希望将来 看到有好苗子 不令教导 我王露 拜见天师 去眼 说到最后 老先生神情严肃的朝夜 想鞠躬一拜 同时也认出了他的身份 叶想一愣 还没听明白 这老先生的意思 王露就陡然腾空而起 麻衣素步 宛如乡间庄稼人 但那一身出尘书生气 却怎么也无法掩盖 叶想呆呆地看着他飞走 又是九转大佬 还是儒家的前辈 四 三个九转大佬 去展一个童眼王座 应该没问题吧 算一挂 叶想思索片刻后 无奈摇头 等级差距实在太大 算不准 但很快又沉默下来 眼睛微微眯起 他在内景明明看到 自己在未来 将童眼王座的眼睛扣下来 就说明童眼王座 死不了 有什么变故不成 叶想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已经快到夜幕了 副队庄储和林峰还没回来 打开通讯录 联系林峰 另一边很快接起 林峰出现在屏幕中 看着叶想说道 马上回来了 不用担心 龙场有收获吗 庄储的声音出现在另一旁 询问道 叶想点点头 嗯 小友突破 庄储刚要说什么 突然通讯中断 下一刻 叶想辅助智能传来指令 立即撤退 庄储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会在童眼一族的领地上 遇见王座 脚鬼王座 他就那么平常地 坐在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 背靠西河 魁梧精壮的身体 带着强大的压迫感 脚鬼王座头上 有两个长长红角 浑身布满黑红的纹落 并尽注视着眼前这两个人类 有点意思 原来人足藏着这么多高手 除了天王罗锦 还有一个道门老道士 刚才还过去一个儒家老书生 真是意外啊 庄储死死盯着眼前这脚鬼王座 先前完全没有任何感知 还是对方主动透露出可怕的气息 才反应过来 林峰此时已经浑身冷汗 尽管心里猜到了那个可能性 但还是下意识不敢相信 对着 真是王座 嗯 庄储微微点头 脚鬼王座笑了笑 从石头上起身下来 他身高接近四米 可怕的身躯 浑身散发着令人恐怖的气息 光是气机锁定 就让两人忍不住战力 与此同时 天王罗锦迅速转身 朝着庄储方向飞去 目光无比阴沉 脚鬼王座 庄储头也没回地说道 有什么遗言可以说了 智能智能会将后台数据传送回去的 林峰也没想到 这一天会这么快来 嘲讽一笑 有什么好说的 就在这时 一席蚂蚁老者出现在两人身前 手里拿着一把戒指 一本老书 脚鬼王座看着眼前这老人 神情毫无意外 童言找了你们那么多年 总算舍得出来了 我儒家当然不让 王禄神情平静说道 他以戒齿戴笔 一句锋芒毕露的诗句 斩露身前 实不杀一人 杀意无穷 一道惊天剑气 以诗句为谷 磅礴斩出 林峰也迅速念起咒语 时间法术锁定脚鬼王座 庄储提起巨剑重盾 主动挡在老先生身前 儒生职业 也算是法师一类 身为战士 自然挡在前面 面对这惊鸿锋芒一剑 脚鬼王座嘴角泛起不屑 身上黑纹滑动流转 漆黑诡异的能力覆盖全身 一拳狠狠将剑光砸碎 轰动 大地震动 一个深坑 被脚鬼王座一脚踩出 庄储虽然捕捉不到王座的身影 但也知道 肯定是朝他们冲了过来 神情一速 仲凯向前一步 不动冥王 一层黑幕在他身上浮现 强大的防御展现无疑 但面对四世纪的差距 脚鬼王座出现在他身前的一瞬间 巨顿脆弱的宛如一张纸 那拳头穿透而过 扑斥一声 直接贯穿了庄储的身体 一道时间法阵浮现在脚鬼王座身上 可还是慢了一步 庄储狂喷鲜血 但还是强撑着身体 没有退后一步 看到眼前这一幕 林峰目怒惊居 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怀表 施展竞术 你试数十 不可 一个戒齿 直接打断林峰的禁术 禁术目标等级超过自身 那就需要付出多少倍的代价 王禄虽然不知道 林峰使用禁术的代价是什么 但百级的王座 代价不是他能承受的 使用禁术就等于自杀 庄储看着身前的脚鬼王座 惨淡一笑 他做梦 都想跟王座打一架 可原来是这般强大 无数黑暗从他身上席卷周围 瞬间将两人淹没 审判终烟 剥夺一切感官 囚禁无尽黑暗 狡鬼王座看着周围一切 嘴角泛起嘲讽 玩这种小儿科 人族小子 天赋不错 但玩得稀烂 只见狡鬼王座头上的一对红角 散发出光芒 宛如海市蜃楼一般 血红鼓楼在这黑暗中 层层涌现 狡鬼王座坐在高台上 俯视着台下那仲凯身影 实力的差距 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庄储也很清楚知道这一点 抬起头 双眸无味地 看着狡鬼王座 提起巨剑 提步向前冲锋 杀 狡鬼王座的一张脸 撇开笑容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自认为勇气的自杀了 外面 王露眉心浮现心法真意 手中戒齿 不停写下诗经 笔落金鱼 天地震动 诗成气鬼神 强大威压笼罩周围 圣人云 天作念 有可活 自作念 不可活 莫自散发纯正的浩然正气 将审判中焉瓦解 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两人神情顿时一变 凌峰正正的看着庄楚的身影 揪心到钻井守心 队长 庄楚的胸口 破出一个大洞 所有内脏都看不见了 狡鬼王座脸上的笑容细血争鸣 抬手将庄楚尸体的脑袋摘下来 看着凌峰痛苦的眼神 张开嘴 露出满是尖牙的血盆大口 毫不犹豫 一口将庄楚的脑袋吞了下去 人足天才 真是美味啊 一股熟悉浓郁的黑暗气息 出现在狡鬼王座身上 刹那间 不动冥王的虚影 出现在狡鬼王座身后 强大的防御与庄楚使用时 完全是天壤之别 凌峰瞳孔一缩 哪里还不知道 狡鬼王座吞噬了队长 获得他的技能 狡鬼王座默然抬头 看着磅礴浩然正气的儒家文字 抬手一拳一拳将其轰碎 配合庄楚的不动冥王能力 他的战力 竟然又提升了许多 庄楚残破的身躯上 仲凯已经近乎全部破碎 倒在地上 狡鬼王座在对抗文字时 一脚踹在庄楚身上 整个身躯瞬间爆碎成血物 在他身上的时间法术 仿佛根本不受限制 凌峰还强称着时间凝固法术 嘴里鲜血大口大口地喷出 一直被反射 眼前是一位真正的王座 而不是当初那个 借用骨骸王座力量的少年 他束缚不住 王鹿微微叹气 转身一挥手 直接将凌峰推飞十几米外 神情平静道 走吧 再让这孩子坚持下去 也会被反噬致死 王鹿抬起手中借齿 目光悲鸣 百年载 学书破万卷 却也只苟活于此 世人久久遭受磨难 学生无能 实在愧对先辈 愧对圣人 借齿上十一个文字 绽放惊人好气 仅仅只是一眼 一直自信地搅鬼王座 顿时脸色一变 他虽然看不懂 却感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危险 人 义 理 智 姓 勇 成 术 忠 孝 替 这十一个文字 并没有朝脚鬼王座飞去 而是落在庄楚的血雾中 果不其然 文字竟然完美融入其中 血雾瞬间重塑 远处的凌峰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缓缓从血雾中走出来 顿时忍不住一阵激动 儒家圣学 保留了庄楚的灵智 重造极静 符合多少圣学 就能获得多么强大的力量 然而十一个大字 却与庄楚完美契合 这位人族当下最为出色的天才 从来就具备圣贤的品质 这一刻的庄楚 超越百集 与圣人匹敌 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朝着脚鬼王座冲去 一王座 一杀圣之躯 轰鸣震动 但仅仅只是 片刻间 脚鬼王座就被庄楚碾压 一拳接着一拳 狠狠砸在脚鬼王座脸上 牙齿崩飞 眼球爆裂 道理不行 那就以德服人 王露闭目念着儒家圣学 仙人留下来的戒齿 头上红角散发光芒 身体陡然膨胀起来 瞬间就变成更加猙獰可怖的人形怪物 十几米高 九个脑袋 上半身长满了手臂 宛如一头恐怖鬼物 十双眼睛死死盯着庄楚 咆哮一声 主动冲了上来 庄楚抬起手 细小诗经文字为谷 天雀聚见凝聚手中 致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王露轻声说道 剑身散发磅礴威势的白光 一剑斩下 瞬间将冲过来的脚鬼王座 斩杀成两半 剧剑随后化作无数文字分散 密密麻麻落在脚鬼王座身体上 渗透深处 倒在地上的两个身躯无比痛苦 庄楚不给机会 直接迈不上前 手中又凝聚一把普通的砍柴斧头 一副落下 他额头上两根红角 顿时掉落下来 仿佛失去力量一般 脚鬼王座的身子迅速恢复原样 不再挣扎 脚鬼王座抬起可怖的半张脸 伸出手 挣扎着仕途将红角拿回来 斧头再次落下 脚鬼王座的两个脑袋同时落地 一颗百极深红血灵浮现出 斩王座 庄楚伸出手 直接将血灵吞噬吸收 血红的身躯再次凝固 宛如实体 这纯粹的圣人杀身之躯 是儒家秘法圣学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 一旦使用 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圣人杀身之躯 以杀之道 倘若不杀 那么就会被杀意吞噬 原来的庄楚已死 现在的庄楚是圣人杀身 庄楚吞噬掉脚鬼王座的血灵后 眼眸缓缓恢复一丝清醒 转过身 携带滚滚杀意来到王鹿前 似乎很难克制自身的情绪 但还是强撑着敬礼道 谢 先生 王鹿看着溃散的戒齿 轻轻叹气 抬手摸了摸庄楚 圣人杀身终究是孽 孩子 往后日子会苦了你 如果有一天支撑不住了 就看看一些吧 庄楚漠然低头 感受着身体里强大的力量 但仲凯里是一具不忍不轨的血红身躯 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已经不是人了 甚至是比一族还要可怕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 身体内无时无刻都在承受着文字洗礼 宛如刮骨的痛楚 但他双眸逐渐变得漆黑起来 将自身丢进审判中烟的状态 屏蔽感之后 思路一下子变得清晰许多 什么也看不见 但那杀意却变得更加汹涌 仿佛要将它淹没一般 王鹿摇头说道 不要去抵抗 只能去适应 杀意会越来越汹涌 直到将你吞噬 掌控不住的话 会沉默的 行 先生 我还有多少时间 庄楚沉默许久后 才开口问道 他能感受到 哪怕不停吞噬血灵 也会有临界点的一天 直到你彻底忘记那些字 就是圣人杀身消失的那一刻 王鹿解释道 或许是一个月 或许是一年 也或许是一辈子 这个要看你 平时也要多看看书 尽量让这个过程 忘得慢一些 对 对着 林峰这时候走过来 忍不住开口问道 哪怕是即将从顶级学院毕业的林峰 也有些无法理解 庄楚现在的状态 他是亲眼看到庄楚被杀死 又亲眼看到 他从血雾中走出来 爆发出强大战力 甚至将搅鬼王座都给杀死 听到林峰的声音 庄楚转过头来 我没事 听到庄楚的话 林峰越发有些不安起来 队长 不用跟队伍里任何人说 你只需要知道 我还活着 没有死 庄楚冷漠说道 似乎多说一句话 庄楚就越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意 但是已至此 没有选择的余地 似乎想起什么 庄楚从地上捡起通讯器 拨通了天王罗瑾的通讯录 罗瑾见庄立马接起 看着屏幕里的庄楚 不由一正 他一下就看出了 庄楚的状态不对 你怎么回事 庄楚沉默片刻后 开口说道 队长 我现在退出王牌斩杀队 你现在怎么回事 你马上就可以进体系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庄楚抬起头 打开仲凯的面罩 顿时露出一张满是血红 看不清武官的面孔 队长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人吗 一旁的青云子 看到屏幕里庄楚的样子 一下子认了出来 瞳孔一缩 儒家圣人杀身 王禄这时候起身走过来 我已经尽力了 这孩子 青云子看着罗瑾说道 儒家圣人杀身一旦出现 都是血念 不止恶 便化恶 青云子目光落在王禄身上 一下子猜出了他的身份 儒家 王禄点点头 儒家心血 平道真武官青云子 王禄开口说道 庄楚现在是圣人杀区 只有儒家的浩然正气 可以让他时刻保持清醒 但也只能减少 他遗忘圣学的时间 能不能控制 最终还得靠他自己 这孩子很好 如果能早日走上儒家 将来是有机会成为君子职业 可惜了 王禄叹气 罗瑾沉默片刻后 才点头答应下来 还望前辈能照顾好庄楚 庄楚并不在意这些 反而很平静地说道 队长 我斩杀了狡鬼王座 罗瑾忍不住气笑道 怎么 很得意吗 老子在杀两头王座的时候 你还在穿开裆裤 庄楚咧开嘴 露出一个丑陋的笑容 却无比开心 能亲手斩杀一头王座 一直都是他毕生以来的梦想 即便是死 也已经满足了 庄楚重新戴上面罩 连线给斩杀队每个成员 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全部接线 众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风云疑惑地看着庄楚问道 咋了队长 我还在跟猪雀部队的妹妹吹牛呢 莫修低着头 整理着灵枪 大家基本都是各干各的 并不耽误庄楚要说什么 也都在认真听 唯有叶祥敏锐的感觉到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庄楚哪里不对 先前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否则庄楚不会让自己立即撤退 庄楚看着屏幕里的众人 沉默片刻后 说道 我已经跟队长说了 从今天起 我正式从斩杀队退役 新任副队 由莫修担任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不由一愣 风云抬起头 忍不住问道 真舍得把我们丢在这里 自己跑到大后区享福吗 何了了一脸舍不得 楚队 你不要走好不好 庄楚摇摇头 申请已经通过了 放心 以后又不是见不到 我只是退出了斩杀队编制 不代表我 现在就回去了 这只是按照规定的流程而已 叶祥沉默没有说话 虽然跟庄楚的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但对于这位副队 他也是十分敬佩的 哪怕不信任自己 也可以相信庄楚 庄楚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一个个都是人精 说的太多容易露出破绽 简单的点头后 就挂掉了通讯 他转头看一下 凌峰说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希望你能保密 我不需要他们来担心我 凌峰默默点头 嗯 庄楚感受着自身力量 虽然吞噬了百极血灵 身体变得凝实 但脑海中的十一个文字 却开始模糊起来 能清晰感受到 身体圣人力量 在逐渐衰弱 庄楚沉默片刻后 拨通了妻子的通讯 一张动人俏丽的面容 出现在屏幕中 徐荣疑惑地看着庄楚 怎么了 很显然 他还在战斗中 手中不停凝聚 一个个魔法光环 朝下方部落锁定 庄楚由于片刻后摇摇头 没事 等你忙完再说 说完 他就挂掉了通讯 哪怕是现在的他 还没有准备好 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妻子 哪知道他刚挂掉通讯 徐荣就立马拨了回来 没好气地说道 有屁快放 好不容易忙完打一次电话 你啥也不说是吗 听着老婆熟悉的语气 庄楚不由咧嘴一笑 你就改嫁吧 听到这句话 徐荣先是一愣 手里的魔法法阵 陡然消失不见 死死盯着庄楚 你给劳资再说一遍 他的脾气跟庄楚恰恰相反 庄楚的脾气比较沉闷 安静 而他的脾气 从以前就是比较火爆 这也是徐荣 虽然是审判学院的校花 但也没多少人追的原因 听到徐荣明显生气的语气 哪怕是一旁的林峰 都忍不住有些发抖 完全没想到 这传说中的楚嫂这么凶悍 庄楚微微叹气 由于片刻后 还是将自己的面罩取了下来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屏幕中庄楚圣人的血红面孔 出现在徐荣面前 模糊中可以分辨出大概的五官 眼眸空洞血红 看到庄楚现在的样子 徐荣的心仿佛挣扎一般 无比痛苦 你 徐荣强忍着泪水 捂住嘴巴 庄楚微微一笑 嘿 没事 你老公 我现在是英雄 宰了一头王座 现在还活着 运气还是不错的 一旁的八郡 还没有选择去攻 搅鬼一族的王座 就已经没了 华夏现在只要尽快将荆州拿下 转头就可以攻下八郡 或许现在 也完全可以做到两条线一起攻击 徐荣不会怀疑庄楚说的话 他压根不会说谎 只是心疼他现在的样子 好了 你现在再拿我立马过来 不用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现在的状态很好 说不定还能再杀一个王座 那你注意安全 否则就算是你死了 我也得找个亡灵法师 把你召唤回来 你就算剩个骨头 也得陪着老娘 挂掉通讯后 庄楚摸了摸鼻子 还是把坐标位置 发送给徐荣 王庐笑着看着这一幕 这年头的年轻人 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老先生 往后还请指教 庄楚看着王庐说道 王庐点点头 明悟本心 哪怕将来你忘掉了圣人十一字的儒学 只要本心不变 你永远都是你自己 庄楚默默牢记 转头看向林峰说道 你现在回去吧 好好修炼 你跟银子叶一样 成长起来也是非常重要 不要太给自己压力了 林峰点头表示明白 他的心态已经调整过来了 此时叶响没有贸然进去第三战线 要是再遇到七十级的玉童王 就真些才了 这时 不远处只见先前那位老先生 和林峰一起回来 对付搅鬼王座王路消耗很大 尤其是最后一件圣人之物也没了 副队呢 他没有回来吗 叶响看着林峰问道 林峰摇头 他深入西南方向了 庄楚现在是 趁着自己还有实力 能杀王座 尽量再杀一头 圣人之躯满是杀意的恐怖力量 不用完全就是浪费 叶响微微皱眉 目光看向一旁的老先生 抬手直理道 多谢前辈出手 他知道这位老先生一旦出山的话 就是抱着一去不回的心态 王路不由一笑 有什么好些的 你们盗门付出的代价 远超过我们儒家 可惜你们盗门当年实在是太偏激了 选择独自一门对抗一族 叶响默默听着 他听青云子说过百年前的事情 盗门两次反抗都大败 甚至最后传承断绝 一族才彻底轻视 而在普通人眼里 盗门身为隐士传承 反而从头到尾 像是没有出力一样 全民转之后 倒是职业显得更是弱小 完全不知道 盗门早已算到一族轻视 为了阻止他们而付出了所有 我们回去吧 林峰探口气说道 正如队长说的 以前的庄楚已经死了 而现在的他 情况很不稳定 留在队里已经不合适了 大家或许都想过这一天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叶响注意到林峰的脸色并不好 不由问道 到底遇到了什么 林峰有些犹豫 王鹿倒觉得 没必要瞒着叶响 毕竟身为这一代的盗门天师 叶响身上的责任可不清 光是振兴盗门 就够他忙活了 那孩子被狡鬼王座杀了 我用了儒家秘法与圣人之物 以圣学与那孩子的一抹灵性融合 塑造了一尊圣人杀身 将王座斩杀了 王鹿说道 听到这句话 叶响瞳孔一缩 完全没想到 几人竟然遇见了狡鬼王座 西南方 深入天府之境的两人 等到了庄楚 虽然是圣人杀身 相媲美王座 但庄楚并不会飞 只能步行赶路 一路从荆州杀入天府 继续深入 遭遇的童眼异族部落 或者是狡鬼异族 全部斩杀 然后将血灵吞噬 血红杀身越发凝聚 可怕的气势 远远看过去就十分圣人 天王罗景 看着庄楚的变化 无比无奈 青云子也叹口气 可惜了这么好的苗子 圣人杀身 这条路可不好走 古书记载 杀身最终的末路 都是沉默 其中有四位 更是造成滔天杀孽 分别是 银沟 后清 汉拔 江辰 每一个 放在现在 也完全不弱于任何王座存在 如果放在太平市 庄楚的这条路 注定天灾人愿 但放在现在 它将成为一族最恐惧的杀器 队长 走吧 庄楚来到天王罗景 颤抖地说道 仲凯面照下 那张血红 没有五官的面容 是兴奋的颤抖 庄楚在尽量适应 如浪潮将他吞噬的杀意 彻底掌握这股力量 他才不会失控 嗯 放心 控制不住的话 我来杀你 天王罗景看着眼前的庄楚 轻声说道 谢 谢谢 队长 庄楚用力力政敬礼 这一次 他的声音不再颤抖 无比坚定地喊道 我的生命 终于滑下 叶响和凌峰回到基地后 发现大家都在 面对庄楚的突然退役 众人都有些疑惑 风源起身 看着凌峰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没理由突然退役啊 就算再着急 不也还有两个月时间吗 凌峰强忍着情绪 直接说道 你问队长 问我有什么用 风源一愣 好家伙 这么凶干嘛 叶响没有说话 庄楚的状态 还是不跟他们说的好 等有一天自然就知道 现在知晓 也只是白白担忧 圣人杀身 能控制住自己的杀意 就宛如一尊杀圣存在 倘若控制不住 那就是魔 庄楚倘若真成魔 身为斩杀队的成员 将来该如何 亲自动手吗 叶响揉了揉眉头 盗藏中 由记载儒家圣人杀身的记载 这般存在 任何外在帮助都没有用 更别说清净咒之类了 只能依靠队长自己 此时前线第二区域打开的局面 远比第一条战线顺利很多 之前花了整整四五天时间 而第二条战线 仅仅只花了一天多一些 就完成占领 但根据林峰庄处最后传来的消息 童眼一族已经集结数万数量 在第三战线 随时准备反攻 这第三战线的战斗 才是任祖与童眼一族之间真正的交锋 所以现在只要是木法 土法都在前线急忙建立堡垒注点 就连身为斩杀队议员的正事 也被拉过去帮忙 一直忙活到半夜 被榨干了 一般颓废走回来 光他一个人 就直接建立了十几个堡垒注点 此时指挥师的屏幕上 第二条线区域的所有红点部落 全部变成绿色注点 尤其是靠近第三区域的前线 几乎每隔十公里 就会有个注点 能打回来一寸土地 那就是死 也不可能撤退 首席办公室里 周安默默地看着屏幕 神情严肃 沉思许久后 他缓缓起身 拨通天王罗景的通讯 小罗 屏幕上 罗景微微点头 首席 不要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童眼王座在九大王座中 也是极为难缠对付的了 首席放心 打不过 我不会勉强的 罗景点点头 周安缓缓叹气 难为你了 罗景镜里 没有多说什么 点点头挂断通讯 镜头里 是满山的童眼一族尸体 青云子 罗景 还有一个已经杀疯了的庄处 第二天 童眼一族开始反攻 数万的数量 无数诅咒 宛如乌云笼罩整个前线 诅咒法术一向极难对付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华夏人族 会把大后方丢得那么快 没了大后方补给 甚至成为人族一度死亡的原因 不是被一族杀死 而是粮食不够 造成上千万人饿死 无论如何 西南必须拿下 战士们在法师辅助的增益光环下 汉不畏死地冲上前线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今天并没有看到 多少搅鬼一族的身影 这些童眼一族 为了锁定目标使用诅咒 都靠得非常近 充满血腥的战士们 咆哮直接冲上去 就算诅咒落在身上 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但砍死一个 就不亏 砍死两个 就是转的 在感觉扛不住后 就立马撤回来 无数驱除法术落在他们身上 救得回来 漆黑的脸色会慢慢恢复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救不回来 身体会在很快时间里腐烂 就连骨头都会变成漆黑小骨 成为温元 战士们也只能忍通立即火化 就连骨灰都不能带回去 就地掩埋数米深 大后方 指挥官们冷静地盯着数据 战士们汉不畏死地冲锋 直接将童眼义族的阵容冲垮 更多战士已经浑身套满诅咒光环 还在挥舞的武器嘶吼咆哮着 失去以往剿鬼义族的庇护 童眼义族一旦被战士们禁身 一刀断头颅 再刺穿捅烂胸口的大眼球 恨不得千刀万剐 等阵型全部冲烂后 前线上 一具具银色太刚解偶出现 一万数量 轻一色全是三十几 解偶背后 是一个个铁学战士 他们比当初那些军训学生 更加训练有素 更加有意志 华夏所有科研人员 数十年呕心力血研发的泄偶 就是为了对付这些童眼义族 诅咒对活物作用很大 但对于泄偶来说 除非是五十几以上的咒眼王 那么泄偶太刚躯体 再加表面上专门附魔的躯斜纹落 虽然不如夜响的金光咒 可以直接免疫诅咒 但也可以说是 专门为童眼义族量身打造的 一句句泄偶全是战士 链接端口 是上百公里外 在第一战线受伤的战士们 童眼义族看着人族 第一次出现的银色泄偶大军 都不愣了一下 但很快 这些泄偶身上 爆发出强大的斗气能量 才猛然反应过来 与此同时 不知何时绕到童眼义族 后方的藤蛇部队 展露身影 流窜阴影处 杀怪于无形 银色浪潮很快 与黑色诅咒撞在一起 仅仅只是一瞬间 泄偶们纷纷冲出诅咒黑雾 身上的附魔纹落 闪烁着光辉 不同颜色的诅咒落在身上 就仿佛增加一个光环 根本不受半点影响 泄偶们拔出致氏武器 瞬间冲到童眼义族面前 宛如银色蝗虫过境 童眼义族如稻草般 迅速被斩杀 一片又一片 哪怕知道泄偶能做到惊人表现 但看到眼前这一幕 指挥官们 还是忍不住有些震惊 泄偶对付这些童眼义族 童等级完全做到碾压 哪怕高出十级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轻易将其围杀 只有五十级以上的 皱眼王释放大片重温 可以眨眼间 将十几具泄偶吞噬化作废铁 就在这时 娇小敏捷的身影 瞬间来到这头皱眼王背后 锋利匕首瞬间斩掉他的头颅 在头颅高高飞起的一瞬间 那三角头的眼睛 看到一道雷芒闪烁 一袭紫袍长发少年 出现在他的身躯前 双手凝聚出掌心雷 完全不在意灵力的消耗 狠狠轰在童眼义族胸口上的 那颗大眼球上 暴虐的雷芒瞬间绽放 轰一声 皱眼王上半身怦然炸开 叶祥与李勤插肩而过 一个依仗雷法附身的速度 一个依仗隐身 叶祥 九点钟方向 配合正式将目标斩杀 叶祥耳脉里 传来墨修的声音 成为斩杀队的副队后 墨修显然比以前忙碌了许多 一棵巨树上 他端着重型狙击 静静注视着整个战场 脑海飞快分析 每个成员位置和目标 墨修一直觉得自己 跟庄楚是两个极端 他只需要站在前面 队友们就无条件相信他 而自己 永远都在最后面 注视着队友 讲官 有三头皱眼 王朝你这边过来了 墨修再次说道 战场上 操控的墨偶 宛如舞者疯狂收割 一族的讲官停下身来 他嘴角泛起笑容 莫队 帮我应付一头 可以 话音一落 直见朝着讲官包围过来的 三头皱眼王 喷一声 其中一头的脑袋 直接炸开 谢了 讲官点点头 傀儡陡然起跳 僵硬的身子 流畅的短刀 瞬间冲到那头 炸开的皱眼王身前 刀光划过 直接将其身躯和眼球 全部切成竖块 其余两头皱眼王 此时已经来到讲官面前 刚要锁定他 念其诅咒咒语时 讲官打了一个响指 轻声说道 换位 下一刻 他的身影诡异的 跟傀儡换了一个位置 然后飞快跑动起来 在他双手中 看不见的丝线锋利无比 是特殊的能量 变成上千缕在拉长的锋线 比普通制式武器 还要锋利数倍 两头皱眼王还没反应过来 丝线就围绕着 他们旋转 讲官嘴角一翘 看吧 猜错了 可是会死的 他手里用力一拉 所有丝线修修修 瞬间紧绷 刹那间 傀儡人偶冲上前 锋利双刀 将其脑袋和眼睛 切得更加粉碎 两颗皱眼王血灵浮现出来 却并没有被讲官吞噬 而是傀儡人偶 将其吸收 战场上 只要出现50级以上的一族 全部都交给斩杀队成员解决 那惊艳的一幕幕 给予不少战士们信心 不愧是王牌斩杀队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 哪怕泄偶克制同眼一族 到最后 也几乎损失殆尽 上万巨泄偶 零零散散还能控制的 只剩下四五百 其余早就被诅咒 腐蚀的不成样子 完全不能恢复了 但带来的成果 是巨大的 泄偶虽然昂贵 但牺牲人数大大降低 哎 这上万巨泄偶 算是把这些年积累的资源都耗没了 有科研人员无奈叹气 哈 只要把荆州拿下来 别说一万巨 哪怕是十万巨 也有足够的资源制作 而且 我听上面人说 指挥官已经开始制定八郡的作战计划了 假的吧 就算荆州战果不错 但我们哪里还有余力 对付脚鬼一族 龙场上 斩杀队的铸点基地 转移到了这里 这几天打下来 十几人几乎多多少少都带了伤 哪怕是叶祥也不例外 一条胳膊 连带整只手 漆黑无比 这些天战斗时 灵力总是会一度耗尽 有血灵蓝瓶 都经常不够用 只能用人先驱 配合战士们 杀戮三十级的童眼一族 慢慢吞噬血灵恢复 今天又一次失去金光咒后 一个五十一级的诅咒 落在叶祥身上 渗入身体 诅咒对他来说 不过只是看起来吓人 体内金光迅速开始驱散诅咒 差不多后 叶祥随手拿起一把小刀 划开手心 一股黑血直接涌出来 手臂这才缓缓恢复正常肤色 众人中 受伤最严重的 依旧是风源 身为狂战士 战斗状态越负面 战力越强 所以每次 几乎都是不要命的打法 别人靠辅助和能量抵挡诅咒 这家伙反而被诅咒上瘾了 整个人完全就是血气爆发 一半身体诅咒 一半血气扛起 越打越狠 五十四级的狂战士 后面甚至斩杀了一头 五十九级的咒眼王 彻底杀疯了 要不是默休冷不丁的 给他打一枪镇定针 急忙让柳檐次元空间能力 把这浪得没边的家伙带回来 要不然 这家伙指不定杀上头和童眼一族 同归于尽 影子夜和其余辅助人员 全力抢救了许久 最后夜想化一张驱邪符 泡水里给他喝下去 情况才稍微好转起来 现在整个人宛如摔神附体 漆黑无比地躺在床上 跟个非洲人一样 麻木地看着天花板 李清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转头看向默休问道 要不要给他放放血 跟夜想一样 说不定可以好得快一些 默休一脸平静地摇摇头 他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诅咒俯视他身体的同时 血气也在爆发 肾上腺素和恢复能力都会提升 不过 你要是觉得好得慢的话 可以考虑捅他几刀 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不捅是不行了 李清直接起身 朝风源走过去 本来还在装半死不活的风源 立马强撑着坐起来 别别别 醒了 我已经醒了 默休看都没看他一眼 似乎早就猜到 这家伙是装的 一边调整手中灵枪瞄准器 一边说道 我们的任务多半已经完成了 第三战线区域的一组死伤惨重 青龙部队昨天也到了 估计今晚上 他们就会连夜将第三区域彻底拿下 叶响临风 你们今晚其实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到这里 默休抬起头看着叶响临风两人 叶响犹豫片刻后 摇摇头 我可以多待几天吗 我想多采一些药材 他其实有些疑惑 之前随处都可以看到药材 最近反而看到的很少了 叶响刚说完 辅助智能就开口说道 叶响同志 你所需要药材都会作为指令下达 战功兑换药材减少三倍 叶响一愣 随即眼睛一亮 意思是 我兑换药材的话 比以前便宜三倍了 是的 好家伙 但他很快意识到什么 神情变得怪异起来 所以 最近感觉少了很多药材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在采摘吗 是的 叶响 无奈服额 难怪了 叶响查看了一下战功 这几天下来 他已经累积了十二万战功 一头五十级骤眼王就价值五千战功 他虽然没杀死几头 但配合组队也分了不少战功 这十二万战功 足够支撑他炼丹修炼一段时间了 修炼十天的丹药资源 原本需要五万战功 现在只需要一点六万 十二万战功 差不多可以支撑两个月修炼 人先去的进度暂时不用急 子府内十几颗四五十级的血灵 围着紫晶单旋转 也需要不少时间吸收 伸了个懒腰后 轻轻叹气道 行吧 的确需要沉淀一段时间修炼了 自己等级已经进步很快了 但对于斩杀队来说 大多数时候 还是只能打打辅助 莫修打开武器空间 将武器放进去后 起身看着叶祥说道 我们过几天 估计也要回京都 现在已经没什么忙的了 继续留在战场上 反而耽误你修炼时间 小学弟 下回再见了 我可以帮你收集药材 好好练单哦 何了了 看着叶祥笑道 叶祥点点头 嗯 谢谢学姐 下次见面 他会尽力成为斩杀队的主力 很快 一架白虎战斗机 落在斩杀队筑点面前 两人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暂时离队回学校继续修炼 毕竟每一个预备队成员 都是这么过来的 叶祥和凌峰坐上战斗机 和众人简单道别后 便直接朝着京都飞去 完全忘记了 还在寝室里呼呼大睡的獠牙野猪 夜晚高空 大半个荆州散发着微弱的光亮 电力基础设备公路等 都开始建设 有利于后面物资运送 无论在什么时候 华夏的基建都非常强大 尤其是转之后 土戏法师明明是战斗职业 但在平时的时候 往往都做着辅助的活 道路 基地 地下电力运输等等 时隔将近百年 华夏人族再次迈进荆州 只是这片土地 依旧是用人族的鲜血烫出来的 谢偶虽然大大减少了战士牺牲数量 但光靠一万数量 肯定是远远不够 夜想默默看着下面 罕见的没有赶时间冥想修炼 林峰开口说道 荆州接下来会建立城区 这样才算是站稳脚跟 需要大概六七年时间 但最重要的 还是童眼王座 夜想点点头 但他还是隐隐有些不安 按道理来说 天王罗锦加上青云子前辈 两位实打实的九转 都斩杀过王座 还有圣人杀身的装处 应该不会出现意外 但夜想在内景看到的那一幕 眉头就不由皱起 童眼王座到底会不会死 难不成真会出现变故吗 但现在 想那么多也没用 他等级还太低了 自己能做的 只有尽快提升实力而已 回学校后 把青山换了吧 到处都是血子 林峰看着夜想提醒道 嗯 夜想点点头 此时 天王罗锦庄储 清云子三人 已经杀穿天赋 进入吐蕃 庄储身上的杀衣 越来越恐怖 就连身上的仲凯 不知不觉间 都变成了暗红色 猛的一看 仿佛真成了一头魔 清云子尝试过 给庄储念清心咒 但没有任何用处 减缓不了他的情况 庄储的变化 罗锦都看在眼里 但他相信庄储 毕竟是自己 亲手带出来的下属 就算真走到那一步 正如他说的 会亲手动手 三人毫不掩饰的杀戮 夜晚降临的那一刻 童眼王座 出现在他们身前 都亲自打上门来了 童眼王座 自然不可能没有察觉 他与狡鬼王座 几乎相同的身高 丑陋猙獰的 三角细尖脑袋 在其胸口上 庞大的紫红树瞳眼睛 微微眯着 再次看到 一头王座的庄储 不由咧开嘴角 颤抖的语气兴奋道 来 终于 来了 然而青云子 却猛然抬起头 目光死死盯着 远处一个曼妙身姿 皇族 哎呀 老东西你的感知 也太好了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一个曼妙身姿 从一棵大树旁走出来 那一耳饶有兴趣地 看着庄储 似乎发现了 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哇哦 杀圣吗 好可怕呀 话音一落 庄储猛然手中凝聚 一柄血色巨剑 陡然消失在原地 瞬间来到那一耳身前 一剑斩下 哪知道宛如 净花水月一般 那一耳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 另外一个地方 仿佛被吓得 心脏碰碰跳的 惊慌模样 真厉害啊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脑子 不太清醒的家伙 面对堕妹 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那一耳轻声说道 这句话 就仿佛带着魔力一般 仅仅只是一瞬间 庄储就感受到 心里的杀意疯狂暴涨 强大的杀意 宛如星红魔头 迸发体外 脑海中那十一个 圣人文字 他发现自己 竟然一个都不认识了 对 队长 杀了我 快杀了我 庄储挣扎着苟起身子 即将面临彻底失控 童眼王座凝笑地 看着三人 你们一个 都别想走了 然而就在这时 庄储的通讯 陡然响起 正是徐荣打过来的 本来还陷入疯狂的庄储 下意识安静下来 没有停顿一秒 直接接起 老婆 这突然的一幕 就连天王罗锦和那叶儿 都忍不住愣住了 还能这样 你这家伙 到底是爱老婆 还是怕老婆 瞬间就战胜了杀意 通讯刚接通 徐荣铺天盖地地 就骂了起来 老庄你有本事了 这都几天了 是不是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给我打 你就算执行任务 连撒尿打电话的时间 都没有吗 庄储沉默地听着 不知道为什么 越听越冷静 天王罗锦无奈地服额 但脸上却泛起笑容 身为天王的恐怖气势 陡然席卷而起 青云子也无奈一笑 身上缓缓出现 太极八卦图 两人分别锁定 童眼一族和堕妹的契机 但此时整个森林 却显得无比安静 安静到 可以清晰听见 徐荣怒骂的每一个字 好不容将气撒出去后 徐荣眨眼恢复正常 看着他说道 好了 我骂完了 你忙完没 没忙完我挂了 对于老婆一惊一乍的妆处 仿佛早已习惯 默默点头 嗯 还在忙 切 天王就是把你当牛屎花 嘿嘿 徐荣 我在呢 天王罗景忍不住提醒道 他那是器重庄楚 什么叫当牛屎花 你这两夫妻背地里 都是这么敌过我的吗 换作平时 罗景或许会责怪庄楚 不合时机地打电话 但现在 他巴不得这个电话 一直打下去 听到罗景的声音 通讯对面的徐荣 一下子安静好几秒钟 啊 长官你也在啊 徐荣的声音 一下子变得甜美亲切起来 不仅我在呢 还有一头童眼王座 和舵妹皇族 你要不要看看 天王罗景打去道 庄楚文言 默默将周围环绕 拍摄了一圈 看到 竟然真是童眼王座 和舵妹皇族 哪怕身为 王牌朱雀部队的队长 徐荣也从来没见过 这种场面 我是不是 打扰到你们了 徐荣一下子忐忑起来 庄楚微微一笑 沙哑的声音 却无比温柔地说道 没事的 谢谢老婆 徐荣的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这些天里 他也一直很担心受怕 别说得跟快死了一样 记得给我打电话就行 好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赶紧挂了 通讯挂掉后 庄楚缓缓抬头 此时的他 不知不觉间 已经完美掌控了失控的杀意 心智甚至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看着罗景很是歉意道 抱歉队长 行了 你老婆的事情回头再说 先在了面前这两个家伙 罗景看着童眼王座 与纳伊尔笑着说道 三人直接朝着童眼王座 与堕妹皇族冲去 纳伊尔微微叹气 真是好可惜啊 还以为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玩物呢 要是姐姐在这里的话 肯定又要骂他太笨了 真没意思呢 他缓缓抬手 夜幕上空 陡然浮现一轮紫月 朦胧照耀下来 一层紫色雾气涌来 整个人随即消失不见 童眼王座胸口的眼睛 直接张大 漆黑的无声介意张开 周围的树木花草在一瞬间 全部枯死化作白花花的一片 整个领域充斥着死气绝望的气息 天王罗景嘴角泛起冷笑 吞下夜响给的三转护心丹 直接使用禁术 抬起战戟 强大到不可匹敌的力量爆发而出 巅峰之战 一触即发 开始的慢 结束的却很快 青云子装处罗景 像是商量好了一般 同时出手 童眼王座脸色一变 身形迅速扩散成黑雾 想要逃跑 然而早有准备的青云子 抬起手 一道太极八卦 阴阳图迅速飞过去 将其黑雾困住其中 镇压 黑雾重新凝聚成童眼王座 十个恐怖无比的诅咒光环 陡然爆发出来 狠狠撞在太极八卦图上 轰鸣作响 砰的一声 阵图破碎 但紧随其后的一柄战戟 瞬间贯穿童眼王座胸口上的眼睛 天王罗景已经来到他面前 紧随其后的装处 也来到童眼王座身后 手中血红巨剑 丝毫没有犹豫的 直接斩飞头颅 可身为诡异不详的诅咒 童眼王座 哪有那么容易被杀死 头颅与身躯再次溃散化作黑雾 以自身化作诅咒 瞬间攀附在天王庄处 清云子三人身上 想要将他们吃掉 然而清云子身后的真武大帝 眉心陡然张开神眼 一束破斜光芒照射下来 三人身上顿时响起凄厉的惨叫声 童眼一族像是遭遇到克星 迅速躲避神眼光芒 重新凝聚身躯 神情无比憎恨的看着清云子 你们到门 该灭 清云子神情平静的 看着夜幕上空的一轮紫月 倘若不是天变 你们一族 算什么东西 真武大帝巨剑 直接朝着夜空那轮紫月斩去 这轮紫月并不在天外 而是舵妹皇族的神通技能 一剑斩下 紫月破碎 但就像是斩在净花水月一般 穿透而过 强大的剑气让山崩地裂 清云子微微皱起眉头 抬手掐指一算后 猛然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湖泊 夜幕上的紫月 是假的 真的在那湖泊里倒映的紫月 二话不说 捏起法绝 身形腾身而起 与真武大帝融合一体 斩妖剑陡然偏转方向 一剑没入湖泊 轰动 湖泊被这一剑一分为二 直接斩出河床 那叶尔脸色苍白的显露身影 难怪当初皇族宁愿付出惨重代价 也要天变 彻底将盗门传承磨面 这些家伙 简直太难缠了 他意识到 再待下去肯定要出事 本以为能掌控圣人杀身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自己要是掌握了那家伙 姐姐肯定嫉妒死了 微微叹气 嘴一脚却泛起一丝笑容 但也没事 他还有一不暗棋呢 不跟你这个老家伙打了 没意思 那叶尔看了一眼远处 被压着打的瞳眼王座 无奈叹气 眼眸淡然的 看着青云子说道 其实你们华夏人族想的太多了 我们皇族根本没有打算 把你们屠杀殆尽的打算 只是想让你们圈养起来 源源不断的让我们进化下去 要是把你们杀光了 岂不是太可惜了 除了你们华夏 全世界的人族 我们都圈养起来 都没有杀光呀 那叶尔漫不经心的说道 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青云子神情越发冷漠 这是把人族当成畜生 都不如吗 他控制真武大帝最后一剑 毫不犹豫的朝他斩下 那叶尔毫不犹豫 拿出一颗紫色珠子 瞬间捏碎 一瞬间 强大的力量将空间塌陷 强大的吸力 直接让他整个人消失不见 一剑落下 却再次斩空 青云子身上的真武大帝 浮露迅速消散 身形从半空中坠落下来 眉头微皱 再次掐指算方位 另一边 在两人围攻下 童眼王座很快就坚持不住 头颅与眼球 分别被罗锦装处摧毁 然而就在这时 青云子立马朝他们飞过去 双手涌现磅礴的三昧真火 席卷而上 将童眼王座的躯体覆盖燃烧 果不其然 一颗百计王座血灵浮现的一瞬间 一只纤细雪白的手 直接将血灵掏走 那叶尔强忍着 被三昧真火灼烧的痛楚 立马再次捏破一颗紫色珠子 罗锦站起落下的一瞬间 那只手已经消失不见 庄处皱起眉头 这是皇族王座的力量 还能这么用吗 此女身份不简单 很有可能是堕妹王座的后裔 青云子走过来说道 罗锦眼眸深邃 开口说道 根据上次那个少年的情况来看 他夺走血灵 有可能是想要得到一个 被自己掌握的王座 所以 他是利用我们斩杀童眼王座 此时 恢复冷静的庄处 脑子跟平时一样清醒 一下子联想了不少事情 很有可能 罗锦点点头 皇族究竟有多强大 竟然打算将其余异族王座随意玩弄 不过倒是得知了一些消息 其余人族还活着 但处境不好 青云子将那叶尔先前说的那些说出来 罗锦眼眸泛起金芒 异族拥有吞噬人族的能力 他们这么做 也有可能 毕竟等级越高的异族 一旦进化一次 战力都能提升许多 所以皇族是把我们当成畜生 庄处冷声道 身上的杀意顿时有些暴涨 难怪可以找到 将人族变成异族的手段 他们研究出这一点 背后到底死了多少人 这件事情从长记忆 华夏暂时还没有余力 能够帮助其余人族 罗锦摇摇头 以前每年都会派出一支队伍离开华夏 他们同样都是华夏人族的精锐 可从来没回来过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不管怎么说 失去铜眼王座和搅鬼王座的威胁 拿下荆州 八郡 天府这三个地方 问题不大了 西南方是铜眼一族 西北方是搅鬼一族 秦岭过后是雪兽一族 北方末城以外则是兵魔一族 华夏人族这个香饱饱 显然是不少一族想要得到的 但和别的人族不同 华夏的底蕴很深 总是在关键时刻 崛起一个顶梁柱 直接上来就是斩杀王座 杀的一族胆寒无比 而搅鬼王座与铜眼王座的死亡 代表华夏一二十年内 没有后顾之忧 土地肥沃 资源充足 无论是粮食还是矿物等 都宛如新鲜血液 让华夏再度迸发强大的生命力 叶祥回到宿舍后 并没有打扰到冯淼泉他们 兑换了十份炼制宁兵散药材后 便吞服丹药开始修行 开始第二遍人鲜纹烙印 依旧是从心脏开始 烙印的难度不出意外 加强了一倍 紫金丹不停吞噬血淋的能量 转化为灵力沉淀 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才能突破到二转紫金丹 半个小时后 药材就送了过来 很显然 仅仅只是大半个荆州 就让国库里的药材 比以前充沛了十几倍 这还不算其余稀有矿物等 根据以前的历史资料 哪个地方有充足的矿物 都可以轻易找到 百年岁月 山河并未变多少 叶响双手燃烧起三昧真火 湛蓝色的火焰 迅速将药材炼至宁冰伞 等份分成十份后 十几分钟就搞定 这二转丹药对他来说 完全没有压力了 刚打算使用宁冰伞时 叶响突然沉默起来 自己好像把那头猪 望在前线上了 算了 他待在斩杀队的基地里 应该没事 应该不至于被人 当成粮食杀了吧 时间一点点流逝 基地里 睡得很舒服的獠牙野猪 终于醒过来 茫然地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并没有看到叶响 也有些习惯了 晃了晃肥肚子 起身走出寝室 打算去找那个 俏皮可爱的小姐姐要吃的 然而 当他走到基地时 众人看到獠牙野猪时 都不由一愣 呀 叶响忘记带猪回去了 合了的不由符合 獠牙野猪文言猛了 啥 回去了 他瞪大眼睛 随即趴在地上 痛哭嗷嚎 他也想回去 他想念女主人了 好了 我带你出去运动 减减肥 你都快胖死了 正好最近易瘦有些泛滥 需要清理一下 何寥寥抬起手 一股无形的风 直接将獠牙野猪拖起来 让他跟着一起出去执行任务 身为斩杀队的一员 怎么能偷懒呢 叶响在回到盛庆后 几乎没有出门 或许是季节到了 这些天都是阴雨连绵的天气 不过有血灵的帮助下 内单进步并没有停下来 连续一周后的夜晚 叶响身上陡然爆发出璀璨的紫金光芒 内单一阵 磅礴的灵力透体而出 随后又缓缓收拢 但就在他突破二转紫金丹的一瞬间 仿佛波动了什么契机 一束透明光束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叶响身上 这一刻 叶响浑身散发着人心闻与精芒 惊瞳威严 叶响明明感受到什么 来不及稳定境界 直接起身从窗户跳了出去 很是轻松地来到天台上 当他抬起头 注视夜幕深处时 金谋双眼中 映入一道庞大的金色古文先天道阵 顶在苍穹 叶响突然想起一件事 这地煞道法 似乎对灵力要求没有太大限制 只要是道士都可以使用 那自己干脆将能使用的道法 一一整理出来 交给国家 然后分给那些道士职业 虽然能使用的道法不多 但对于如今毫无传承技能的道士职业来说 也算是很不错了 光是三十级就能预封的法术 道士职业的优势就来了 更不要说还有其他技能 不过相对于自己直接传承融会贯通 其余倒是职业的人 只能一点点学习 这方面暂时也没别的好办法 不过如是道三个传承职业 都是日积月累的领悟修行 与其余职业直接领悟技能 就可以使用还是有些差别 前期门槛高 后面会随着对自身道领悟的跃深 那么法术威力就会越强大 叶响抬手捏起法绝 道法 御风 下一刻 他身形一跃而起 从天台直接飘飞下去 很是轻松潇洒 落地后 感受着自身状态 很是自在舒服 不由打起太极拳 匀手起势 太极虚影缓缓出现在他身上 没有使用灵气 双手间已经挽起无形的气团 这圆滚滚的气团越滚越大 打到最后 双手缓缓收拾下压 无形气团涌入地面 操场上的气浪顿时滚滚散开 深夜这个点 没人想到会有人在操场上打拳 打完一套太极拳 夜想并没有停下来 脚踩八卦装 拳话长势 肩被挺直 游龙八卦掌变化万千 步伐沉稳 却带着灵动 一掌一势 在经过战场洗礼后 以具备威力 不知不觉间 夜想完全没有注意到 青云子已经来到身边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他打拳 心里满是欣慰满意 这天资 不得不说是妖面 才过去半个月不到 这八卦掌已经掌握了精髓 太极拳更是步入宗师弃功致敬 过去几分钟后 夜想才将八卦掌打完 刚打算回寝室时 正好看见身前一袭 速刨的青云子 差点吓一跳 不由有些无奈说道 老前辈 老是这样很容易吓人了呀 没法子 青云子领悟的道法自然 他完全感知不到一点契机 天师这点胆量 这么容易吓到吗 青云子反问调侃道 刚突破 嗯 夜想点点头 突然眼睛一亮 看着青云子道 我领悟了地煞道法 钱被我交给你 你学会后 能整理出道书吗 地煞神通 青云子眼中 不由划过一丝诧异 天刚地煞 几乎是道门 所有道法的精髓 整理出来的神通 完全可以当作 是一个完全的道法传承了 都能学吗 可以的 夜想很是肯定 青云子微微点头 行 不过这件事情先不及 先前你在天台上 是看到了什么吗 我领悟了道法自然 也只感受到 道气磅礴的天象 夜想摸了摸后脑勺 由于片刻后 还是说道 我好像看到百年前 道门数十位高宫道 长起先天道阵的景象 青云子一愣 情绪有些激动 当真 嗯 那道震气机牵引我 似乎想将我带上去 可我也上不去 夜想如实说道 对于这位道门前辈 他还是很放心的 然而青云子 却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激动的情绪 化作无尽无奈 当初起先天道阵 正是天变之时 宛如隔绝时光一般 那一缕气象 是被你的突破牵引出来 而不是气象在牵引你 夜想稍微听懂了些 只是有些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牵引出 那般宛如天地的气象 天师系统 至于气象 在道藏上有记载 是自身领悟的一种天地意象 跟道义心境一样 但要更甚 因为天地意象 是全面加强自身所有 不仅仅只是某个方面 那气象 倘若你能领悟掌握 将来或许能重现先天道阵之威 青云子看着夜想说道 很是寄予厚望 前辈 那你领悟了天地气象吗 夜想不由问道 案里都久转了 想必是领悟了 想看吗 青云子不由一笑 夜想眼睛一亮 果真有 连忙点点头 行 一般天地气象 与自身领悟的道义心境有关 所以 我的气象应该能猜到 夜想仅是思索片刻 一下子明白过来 看着老前辈试探问道 是真武大帝 青云子点点头 正是 话音一落 他身后陡然浮现出 真武大帝一笑 形象无比清晰 其身长白齿 披着长发 金锁甲皱 脚下踩着五色灵规 暗见而立 眼如电光 夜想不由看呆了 难怪老前辈 可以轻易用俘虏转 画一尊真武大帝 三剑斩王座 这这这 这跟真的真武大帝下 凡有什么区别 其实 我能发挥出异象的实力也有限 只能使用斩妖剑 青云子起身说道 随后挥手收起气象 夜想忍不住惊叹 但眼前这位老前辈 才是妖孽啊 九转就能斩百姬王座 已经属于越级战斗了 这还是在道法断绝传承的时代 要知道倒是职业 没有所谓的竞术技能 只有透支寿命 来增强道法威力 夜想随后将能使用的地煞道法 都说了一遍后 青云子眼眸微动 这地煞之法 其中包含了盾甲之术 隐身 穿墙 土盾 的确挺实用的 背过三千道葬 夜想自然知道 为什么倒是职业 都是均衡提升的方式 要是所有道法都能学会 那其实就是全能 我回去整理一下 写成道书后 交给国家 再发给倒是职业的人 青云子点头说道 不过夜想 提升等级之余于 也不要忘记修道悟道 就比如儒家 修的是正气 浩然正气 天地长存 造化苍生 修之以邪 则生灵涂炭 道家以前是修大气 养清气 无上无疾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但天变以后 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 还得你自己来 毕竟你是天师 夜想认真听着 突然有些好奇 那佛门呢 青云子微微叹气回应道 佛门化怨气 养和气 重在至心 明心见性性因果 度人度己 断烦恼 而生死 而世间因果 所以异族清世后 佛门虽然是有高僧出手 但也很少罢了 毕竟在他们看来 世间一切皆是因果 夜想点头表示明白 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还是有些远了 或者说 青云子对自己的期望太高 真的到明目修道的境界 放在百年前 那最起码都是高功道长了 好了 好好修炼 青云子也没有多说什么 捏起御风法术 身姿潇洒御风而起 九转可以做到御空飞行 但和道法的御风 完全是不同的 夜想看着老前辈 飞向半空后 手中法觉一变 身形又陡然消失不见 隐身法术 再配合老前辈的道法自然 这简直比刺客 还要感知不到分厚 夜想眼神很是羡慕 老前辈境界高就是不一样 哪怕没有传承 这些道法神通 也一下子就能掌握了 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受着自身实力变化 紫荆丹突破二转后 明显又大了一圈 蕴含的灵力 再次变多一倍 也纯粹许多 但二转后 吸收的灵力显然变多了许多 周围环绕的血灵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迅速吞噬能量 转化为纯粹的灵力 回到宿舍后 夜想继续冥想修炼 黎明之前 起身来到窗口 连续数天的阴雨天 今日终于看到了的日出破晓 夜想没有犹豫 肺部闪烁着人先闻 深吸一口气 紫气纷纷涌来 坠入紫府中 紫荆丹顿时飞快旋转起来 来者不惧 优先吸收紫气 毕竟紫气不需要炼化提纯 可以直接吸收 血灵的能量虽然充足 但又要炼化 还要提纯 吸收的速度会慢上许多 血灵的优势在于 可以持续积累灵力 很快 一大口紫气 就被紫荆丹吸收干净 吞噬速度远超以往 夜想张口 腹腔共鸣 运转呼吸法 再次深吸一口紫气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 早刻修炼结束 紫气已经变得稀薄许多 睁开眼后 看着晴朗的天空 总算是有个好日子了 这时 冯淼全睡眼朦胧地走出房间 打算去上厕所 当看到阳台那熟悉的身影时 差点没反应过来 但很快眼睛一瞪 卧槽 夜哥 你啥是回来的 夜想闻声转过头来 看着眼前一脸不可思议的冯淼全 不由一笑 已经回来好几天了 只是在闭关 所以没出门 王军和陈万言听到动静 也连忙起床 看到夜想时 也不有些吃惊 靠 你回来咋不说 冯淼全有些无语的看着夜想 西南前线怎么样 这回又杀了多少头一族 陈万言忍不住问道 现在国内大部分人都猜到 国家有大动作 毕竟每天都有飞机和军用车运送物资 只是不知道到底在做些什么 荆州收复了 夜想毕竟是斩杀队的成员 虽然已经不在前线上 但通讯器上的前线数据 还是能够看到 现在华夏战士 已经将第四战线区域全面打下 大半个月时间 荆州已经全面拿下 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个消息 华夏就会全部公布出来 三人听到夜想这句话 眼中都忍不住有些激动 要知道古骸一族进攻华夏 几乎所有学生都憋着一口气 没想到这才过去一个月 仁族就将荆州收复了 可守得住吗 陈万言微微皱眉 陈家在军事有背景 所以还是清楚 华夏大后方的情况 童眼一族和搅鬼一族联合在一起 这两大王做联手 就算收复了一个荆州 也不一定真能守住 就算华夏将底蕴的将小全部拿出来 也注定死伤惨重 夜想没有说太多 只是点点头 守得住的 两大王做已经死了 正常情况下 二十几年内 童眼一族和搅鬼一族是没有王做的 大后方的压力会直线性降低 这是华夏人族的机会 荆州只是第一步 迅速将八郡天府全部收复回来 后顾之忧才算是真的没了 行了 收拾一下上课去吧 夜想伸了个懒腰 闭关一周 稍微放松一下 去上上课 随后想起给宋新锐 发了个条消息 我回来了 獠牙野猪忘记带回来了 还在前线 在斩杀队里 他不会有事的 嗯嗯 没事的 宋新锐回复道 夜想刚要关闭通讯 莫修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我们回来了 来基地一趟 新的任务指令下来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林峰 也收到一条同样的消息 没有犹豫 直接从学生会办公室里走出来 经过前线战场的洗礼后 林峰的变化是最大的 不少老师和同学看到他时 都不由被林峰身上的变化所惊讶到 而夜想却仿佛没有任何变化 放松下来后 扎起长发后 依旧是懒散的样子 只不过气质中 多了些许深不可测与从容 青山上的血渍 已经洗干净了 只不过被洗得有些泛白 本来打算跟冯淼泉几人去教室的 斩杀队消息发来 夜想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我去一趟基地 待会儿回来 啊 又有任务吗 冯淼泉一脸猛逼 不太清楚 问那么多干嘛 夜想饶有兴趣地 看着冯淼泉说道 还别说 这家伙的技能 其实很适合斩杀队的斩首任务 可惜就是等级太低了 早点升级 升到四十级 我可以引荐你们进斩杀预备队 但能不能留下来 还得靠自己 实力不够进入斩杀队 是容易死的 听到夜想这句话 三人顿时一亮 真的吗 冯淼泉激动问道 要是能进斩杀队 过年回家 他上头香 说是光中药祖都不为过了 嗯 只要通过考核就行 夜想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白白手 直接捏起法绝 丝毫不掩饰的御风飞行 看着那潇洒离开的身影 三人早已目瞪口呆 卧槽 夜哥也会飞了 御风速度 虽然不如雷法附身 但也比走路快很多 还不怎么消耗灵力 夜想当然选择用御风道法赶路 但这一幕 很是细经 虽然也有职业 不需要达到九转就能飞行 但毕竟都是少数 而且不是依靠装备 就是翅膀技能等 除了风法职业 能宛如腾空而起的飞行 也就夜想一人 不过很快 在过后不久 道士职业将很长一段时间 顶在热门 花了一晚上 将地煞道法整理出来的清云子 此时已经来到首席办公室 周安饶有兴趣地看着清云子 真是稀客呀 上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吧 清云子笑了笑 将整理出来的地煞道书 放在桌子上 这上面都是道士职业的道法 保护好夜想 道门的希望在他身上 我马上要动身去一趟秦岭了 那里不能没人守着 都守一辈子了 还守呢 周安微微摇头 叹口气道 清云子神情不变 眼眸深邃 一族入侵的目的 十之八九就在那里 不守着不行 你都研究一辈子了 都没研究出来什么东西 一族能研究出什么来 周安并不以为意 他拿起桌上的道书 看到上面记载的道法神通后 眼睛一瞪 这上面都是真的 清云子微微皱眉 要不然呢 其实有很多已经不能用的道法 我都没写上去 周安深吸一口气 你们这道士职业 有点过分强了呀 这本道书 教给那些道士职业的人 上面的神通道法 能直接让道士职业 从废物职业 晋级到顶尖一线 甚至堪比隐藏职业 清云子没有说话 道门传承数千年 怎么可能弱 倘若不是传承断绝 转职技能都没有 又岂会默默无闻 他目光落在周安身上 似乎看出了什么 也没有忌讳 直接说道 你时间不多了 大限将近 周安微微一笑 我知道 没事 能看到道门再起来 我能放心 清云子由于片刻后 从兜里拿出一药瓶 递给周安 这是我炼制的延年一寿丹 你试试 说不定能多活两年 周安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你什么时候会炼丹 这不是会了吗 周安拿起丹药 打开瓶口 的确闻到一股清香丹药味 将瓶口倒下来 当看到规则不均 颜色都不同的丹药时 周安愣了好一会儿 随即一脸鄙夷地看着清云子 我虽然不懂丹药 但好歹也知道 丹药都是一个样子吧 难不成你 不是一种丹药 嗨嗨 外观不同 丹药效都一样的 清云子故作镇定 强行解释道 周安没好气对道 六十年前 那会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在炼丹 炼出一堆江湖搓成丹 骗我吃下能壮阳 结果害我跑了 一整天厕所 你以为我忘记了 但话虽这么说 他还是将丹药收下来 姑且再信一次 总不至于都过去六十年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吧 清云子见周安收下丹药后 点点头 起身离开 这次自然跟以前不一样 他是找叶响 拿了一个六转丹方 尝试炼制的 多半不会有问题 只是因为火候掌控 不是很精准 所以颜色有些不一样 当然 说到底 还是有些不合格 要不然 怎么可能送出去 像是开玩笑一般 清云子走出门的时候 回头看着周安笑着说道 放心 早在六十年前 我就给你算好了下葬的风水宝地 但还是 别死太早了 说完后 清云子的身影消失不见 周安看着手里的丹药 由于片刻后 还是吃了一粒 刚吞下去 周安脸色一变 果然还是上当了 闻起来是丹香味 吃下去却难吃得很 什么味都有 这家伙 到底怎么练丹的 很快 周安肚子 陡然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 身上也开始出汗 顿时连忙朝厕所跑去 慌张之下 忘记了拿拐杖 原本满头白发 依稀也出现了几缕黑发 另一边 叶祥遇风落在咖啡厅面前 前台小姐姐看到这一幕 目光满是惊讶 这小弟弟 好像又变强了好多 叶祥走进咖啡厅后面 拉开木门 在门上刷了一下证件后 沉重的太钢门打开 叶祥迈步走了进来 却看到零零散散 只有几个人在 莫修一如以往 仿佛一有空 就会设置灵枪的图纸 不远处的邻军手里 也拿着写真杂志书 津津有味地看着 宁远眉安安静静地 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 手里翻着一本魔法书 不停地念着咒语 将法阵和魔力封印在其中一页上 使用时 不需要念咒 就可以直接顺发出来 甚至可以同时发出好几个魔法 只需要平时花时间 在魔法书上封印魔法就行 影子夜从房间里走出来 灰色纱布蒙着眼 却是第一个 感知到夜想来的 转头朝着他微微点头 夜想点头回应 来到莫修身边坐下来 懒散依旧 莫修推了推眼镜 抬头看着夜想说道 还是上学舒服吧 夜想摇摇头 前线战场上天天打架 学校里天天修炼 要是能综合一下就好了 想得到挺美的 这时 林峰也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夜想后 有些好奇问道 你会飞了吗 我来的路上 不少人说你会飞了 夜想点点头 嗯 升级到35级的时候 领悟到的道法 莫修不有点点头 在前期拥有会飞的技能 对战异族的优势可不小 夜想的实力越强 对斩杀队的帮助就越大 莫修 这次什么是任务 林峰开口问道 这一个月下来 他的等级在刻苦修炼 和血灵的帮助下 已经来到49级 突破到50级 也要不了多久了 斩杀队也平均提升了一两级 尤其是莫修 在成为斩杀队副队后 等级也升级到60级 突破六转后 他的远程狙杀能力 变得更加可怕 远程千米 五十级的骤眼王两枪毙命 六十级玉童王也是一枪重伤 最重要的是支援极快 只要是在射程内的战斗 莫修都能及时支援 一记冷枪往往就让局势发生逆转 庄楚选择让莫修成为副队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虽然是副队职位 但其实跟队长没什么区别 毕竟天王罗景 平时也不是一直在斩杀队里 只有重大任务时 才会带领他们一起行动 莫修开口说道 接下来指令任务 不是在前线 而是肃清国内 凌峰一愣 叶响却一下子明白过来 眼睛微微眯起 轻声问道 是隐藏在人类中的异族吗 叶响经历过一次 所以很快能意识到 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 突然变成一头骨骸异族 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发生 这完全说明了 异族已经渗入进来 可怎么找 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人类一样的吧 凌峰问道 待会儿会有巡查局的部门 跟我们交接 这次任务 尽量要在短时间内 完成全程核查 以免出现恐慌 所以需要分开单独行动 莫修说道 其他人还没回来吗 叶响问道 他还以为的斩杀队回来后 把獠牙野猪也带回来了 似乎猜到叶响想的什么 邻军抬起头 不由笑道 你带的那头猪 清理荆州深山的翼兽 可立了大功 莫修都在考虑 要不要真给他一个军衔 哈 邻军打开通讯录 直接发了个视频给叶响 叶响点开一看 就看到獠牙野猪 他十几米的上空是合了 是担心他进去会出意外 但很快 仅仅只是几分钟 也不知道獠牙野猪怎么做到的 竟然吸引了一大群的异兽冲出来 什么品种都有 獠牙野猪吐着大舌头 四体跑得飞快 显然是使出吃奶的命 早已埋伏好的战士们 看到这一幕 眼睛都快瞪大了 还能这样玩 要知道丛林里的异兽也不好对付 这漫山遍野都是森林 也不可能烧山 所以这些异兽也很让人头疼 但只要将它们从森林里吸引出来 那就好对付了 而獠牙野猪 在这些异兽眼中 就是香喷喷的猪肉 这哪头异兽抵挡得住 就在进入埋伏圈的一瞬间 无数魔法瞬间奔袭上去 不过大家都很有意识地 避开獠牙野猪 那定做的斩杀队服装 还是起效果的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佬养的异兽 居然养一头猪 但还别说 这猪挺好用 以往需要花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异兽 很快就清理干净 獠牙野猪迈着自信的步伐 感受着人类崇拜期待的目光 朝着下一个森林走进去 从今往后 他也是有身份的猪了 叶祥饶有兴趣地看完视频后 点点头 行吧 看他在前线那么快乐 就留在前线得了 给个一等出击军官怎么样 莫修调侃道 还是算了吧 要是真给 岂不是以后新人进来 给叫一声猪长官 邻军调侃道 有道理 莫修点点头 还是有一种恶趣味 很想给獠牙野猪一个军官 看看以后新人进来 目瞪口呆叫长官的样子 一定很有意思 其他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回来 这几天会组织全民抽血 军队和学校也不例外 甚至是严格检查的 莫修说道 到时候怎么行动 辅助智能会下达指令 有个准备就行 叶祥明白过来 点点头 如果真检测出一族呢 莫修神情一下子变得冷漠起来 敢渗透人族 那就做好生不如死的准备 能留活口最后 一族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 顺藤摸瓜 我觉得人族体系那层 肯定藏着一个非常深的人物 叶祥明白过来 点点头 简单说了一些事情后 他跟林峰一同回到学校里 走到门口时 林峰沉默说道 还记得先前我跟你说 救我的那个战士吗 嗯 记得 我去见过他的家人了 家里只有一个人 是独子 只有一位母亲 叶祥愣了一下后 缓缓停下脚步 看向林峰 林峰苦涩一笑 我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都说给他母亲 虽然军方会有照顾 但我还是想给钱 或者是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 结果他只问我 同志啊 请问 我的孩子他勇敢吗 叶祥和林峰两人都陷入长长的沉默中 微微叹气 他知道 那个年轻战士 将会成为林峰一辈子的遗憾 两人走进校园后 便分开 毕竟林峰现在还是学生会会长 平时事情有不少 上前线半个月 已经堆积了不少事情 没过多久 在下午两点后 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医疗职业人员 开始出现在全城各大宽阔的广场 全国所有人都收到一条消息 要求某个时间点之内 前往该区域 接受抽血检查 名义上定义 检测挑选适合的基因战士 但叶祥看到这个消息时 一下子明白过来 华夏开始核查 隐藏在人族中的一族了 果不其然 辅助智能飞到叶祥面前 叶祥同志 指令任务已下达 请前往综合楼区域 如确认目标 请立即动手 与此同时 全校所有学生 都收到一条 按照班级 依次前往综合楼体检的消息 虽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也都有些兴奋 基因战士啊 听起来就很厉害 要是被选中了 岂不是起飞了 叶祥很快就来到综合楼这边 刚走近 就看到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走过来 示意不要随意靠近 但在对方的辅助智能 扫描出叶祥的身份后 立马一脸吃惊 这少年竟然是斩杀队 预备成员 几个战士立马停步 镜里 一脸惊艳地看着叶祥说道 长官 面对斩杀队的成员 那自然是无比尊敬和向往 那就是军队里的一把锋锚尖刀 其中每一个成员在军队里 都有很多的粉丝 叶祥虽然加入了斩杀队 但因为前线还属于封闭信息 他战斗的场面和视频 并没有丝毫泄露 也不允许泄露 所以 后方军队成员 认识叶祥的人 暂时并不多 叶祥点点头 开口说道 我来执行任务 听到叶祥这句话 几名战士一下子明白过来 点点头 再来的时候 上面就说 这里会有一位特级军官负责 完全没想到 竟然是个少年 叶祥走进去后 发现是十几位辅助职业医生 和一台白色机器 很快 按照顺序 大一竹法系一般的学生走进来 在战士的引导下 一一抽血记录名字 女学生们都一脸好奇地看着 然后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叶祥身上 眼中带着敬佩和羡慕 很快 竹法一般的学生全部体验完毕 所有血液试管送进那白色机器 开始扫描测试 叶祥走到白色机器面前 神情沉稳 三分钟后 一张白纸映入眼帘 五十多人 没有显示红点 多为绿标合格 并未发现目标 辅助智能说道 叶祥点点头 抬头看着这群女生说道 好了 回去继续上课吧 一群女生顿时好奇满满地问道 叶祥 啊不 叶长官 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吗 嗯 没有 那个什么基因战士门槛那么高吗 是跟斩杀队一个性质吗 斩杀队的制服好帅啊 都没见你穿过 基因战士是什么 面对这一群女生 叶祥有些头大 好了 回去上课 不要耽误后面的人体检测室 这一班的女生顿时安静下来 很是懂事的点点头 叶祥无奈福额 没有发现才是最好的 要是顶级高校都混进来那么多的话 那才是令人堪忧的 很快 大一主法系二班的学生们走进来 依次体检抽血 大一系总共分为主法班 辅法班 主法十二个班 辅法八个班级 每个班级差不多五十人左右 抽血体检的速度很快 填一下基础信息后 就直接抽一管子血 放在一排箱子里 送进那白色机器 很快就有了结果 几乎每次出结果时 战士们神情都有些紧绷 毕竟都担心学生里 真的会出现一头异足 一个小时后 大一主法系来到最后一个班级 就当报告单从一记出来的一瞬间 一抹新红的异常 清晰显露出来 主法系十二班 王磊 叶响神情平静地拿起报告单 目光一瞬间落在人群中 一个不起眼的女生身上 身高一米六左右 脸上有点点雀斑 似乎有些射恐一般 在角落里默默地低着头 从外表看 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 然而体检结果却清晰表明 对方是异足 轻轻放慢呼吸 叶响开口说道 王磊留下 其余人离开 话音一落 众人顿时将目光落在那 有些射恐的女生身上 同学们都是无比羡慕 以为他是被选上了 这还是第一位啊 王磊猛了一下后 茫然地从人群中走出来 很快 众多学生离开 叶响一步步朝王磊走去 点点头 跟我过来吧 感知中 他感觉不到 王磊有任何危险和敌意 他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一气机器弄错了 倘若对方真是异族的话 怎么会对自己没有敌意 当初那四十几古骸异族 再还没有暴露目标时 那清晰的敌意 可是无比明显 带着王磊 是一几位战士不用靠近 就在门口等着 随后跟王磊一前一后 走进空阔教室 叶响深吸一口气后 看着王磊道 先坐吧 问你几个问题 嗯 王磊轻轻点头 你有没有发现 自己平时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叶响开口问道 此时辅助智能 已经开始拍摄记录视频 王磊闻言有些疑惑 好奇地看着叶响 哪里不对 看到他的样子 完全不像是在装 叶响顿时皱起眉头 他陡然意识到一点 那就是 并不觉得自己才是一族 叶响瞳孔猛然一缩 那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他本以为是一族 伪装成人类的潜伏在人族里 但仔细想想 这反而非常容易暴露 因为一个一族伪装的再怎么像 也不可能毫无破绽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王磊现在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一族入侵 想到这里 叶响微微眯起眼睛 一族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缓缓捏起法绝 身上泛起金光 一双筋眸指示王磊说道 你相信我吗 嗯 当然相信你 王磊点点头 他双手放下来 叶响抬起手 金光手指轻点他的眉心 瞬间渗透进去 仅仅只是一瞬间 细小金光就扩散开来 占据少女的全身 然而奇怪的是 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一族的线索 正当叶响有些疑惑时 金光却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全部汇聚起来 涌入少女的丹田 进去的一瞬间 叶响通过金光内饰 看到了一颗血灵 按照这颗血灵大小 最少也是四十级以上 金光的突然出现 这颗血灵顿时吓一跳 下意识就要爆发时 金光迅速冲了上去 将其包裹 血灵疯狂在膨胀 金光尽力收缩 也想意识到 要是让这颗血灵爆发开来 那么王磊将彻底转变成一族 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深吸一口气后 手中散发紫金灵力 一掌拍在少女腹部 灵力渗透直达他的丹田 将疯狂的血灵用力拉扯出来 刹那间 一颗血红的血灵映入两人面前 这颗血灵一暴露在空气中 就开始疯狂膨胀起来 血灵内部隐约封印着一个身影 下一刻 那内部阴影 直接将血灵吸收殆尽 一头丑陋的血兽一族映入眼帘 他勾搂着身体 浑身血红的光滑 四肢锋利利爪 背骨颈椎突起骨刺 出来的一瞬间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朝夜想发动攻击 无数血线朝夜想疯狂缠绕起来 明明血灵是杀死一族后才会出现的东西 然而竟然能从血灵眨眼变成一头一族 四十二级 血兽一族 夜想抬起手 金光化作常柱 瞬间贯穿血兽一族的身躯 狠狠定在墙壁上 血兽还在挣扎 夜想却不给他半点机会 金光直接炸开 轰的一声 将其粉身碎骨 夜想微眯起眼睛 看着地上一滩肉块 抬起手 一团三昧真火 迅速扩散开来 迅速将其烧得干干净净 随后一颗明显纯粹不少的血灵 再次浮现出来 仔细看就能发现 现在的血灵和先前的血灵 有着明显区别 鲜艳 半透明 而在王伟体内时 更像是一个血红胚胎 昏暗 阴影 夜想抬手将血灵吞入体内后 此经单散发灵力将其包裹 慢慢将其吞噬消化 王伟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体内竟然有一头血兽一族 顿时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夜想抬起头看着辅助智能说道 一族是以血灵寄生的方式 潜伏在人类身体里 只要不爆发 那就还有机会 辅助智能开口说道 夜想同志 除了你 目前没有任何医疗手段 能完美将寄生血灵剥离出来 夜想不由一正 那要是找到目标 打算怎么做 立即制服囚禁 倘若已经变身成一族 必要时直接将其击杀 辅助智能回应道 听到这番对话 王伟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原来就这么一会儿 他已经从鬼门关走了一个来回吗 好了 你再去做一个体检测试吧 夜想看着王磊说道 王磊这才回过神来 有些忐忑地走出教室 房门打开 全副武装的战士们 目光都冰冷地注视着王磊 完全当作一名危险敌人看待 毕竟军方内部是最先全部体检核验的 也发现了好几个一族潜伏目标 甚至还牺牲了不少人 很快 王磊再次走到医生面前 重新抽了一管血后 放进白色机器仪器中开始检测 很快 原本的异常红点 变成了绿色正常报告 确定没有问题后 夜想点点头 但按照程序 依旧不能让王磊直接回去了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两名战士静止走了过来 王磊有些害怕抗拒 夜想看着他说道 放心 不会有事的 王磊才稍微安定下来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夜想同学 嗯 体检还在继续 而凌峰这时 已经赶了过来 发现一个 嗯 已经解决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夜想问道 凌峰被安排在审判学院负责检查 夜想留在本校 暂时还没发现 这边收到你这边发现一个 我就赶过来了 凌峰说道 那看来 其实并不多 夜想点点头 要是多的话才发现 那肯定已经晚了 凌峰皱起眉头说道 有发现什么细节吗 主要是以血灵寄生的方式 但这种手法很巧妙 而且还必须是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寄生的 一个寄生血灵 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人族领域里 夜想说道 凌峰文言沉思起来 摇摇头 现在发现的人数还太少 肯定会有蛛丝马迹的 行了 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简单交流一下后 凌峰转身离开 夜想这边也重新开始安排抽血体检 熟悉的伏法器一般过来后 都纷纷的向夜想打招呼 即便是同班同学 大家也很少看到他 冯淼泉毫不犹豫的走过来 小声的询问道 夜哥 这个基因战士是真的吗 要是被选上的话 会怎么样 夜想一脸怪异的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你应该是不想被选上的 哈 冯淼泉一脸猛 不是选上才好吗 这时 夜想目光落在沈又威身上 微微点头 眨眼间又是接近一个月没见了 沈又威浅浅一笑 很明显感受到夜哥哥身上的变化 虽然懒散依旧 但一双眼眸变得深邃许多 已经看不出夜哥哥在想什么了 所有人抽血完毕后 血管试剂放入机器中 本以为没什么问题的时候 一个红色显示异常的名字映入眼帘 夜想抬起头 一脸怪异的看着冯淼泉 你留下 其余人回去 啊 我真被选上了 夜哥 你不会给我走后门了吧 冯淼泉呆愣在原地 然而 当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朝他靠近时 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他不由想起 夜想刚才说的话 整个人顿时有些慌了 不是夜哥 你先先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夜想没有解释 只是笑着 看着冯淼泉说道 放心 是好事 你不想变强吗 冯淼泉盈盈感觉到不对劲 沉默片刻后 还是点点头 嗯 夜哥 我相信你 陈万言默默地看着冯淼泉离开的背影 他意识到了什么 他早已清楚 这根本不是什么选拔基因战士 而是在排查一族 但他还是难以想象 如期相处的冯淼泉 会是一族 依旧是那间教室里 夜想让冯淼泉坐下来后 没有任何犹豫 抬手画出一张符路 慎重起见 又画了两张 冯淼泉心头一跳 哭着脸 夜哥 我不要当什么基因战士了 你还以为是什么基因战士呢 夜想翻了个白眼 你是不是忘记我什么身份了 斩杀预备队成员 想到这里 冯淼泉不由瞪大眼睛 夜哥 你不要斩首我吧 好了 少废话 浑身放松 不要抵抗 夜想抬起手 灵力配合俘虏 直接用力拍在冯淼泉的肚子上 零锁瞬间激发 以灵力渗透的方式 贯穿进入冯淼泉的身体里 穿透丹田的一瞬间 果不其然看到了一颗 一模一样的寄生血灵 宛如心脏一般 在微弱跳动着 尽量将气息掩盖到极致 然而灵力贯穿进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将其缠绕住 紫金丹的灵力将其覆盖 不给半点挣扎的机会 抬手将其从冯淼泉的丹田拽出来 邪恶可怕的气息扩散开来 冯淼泉瞪大眼睛地看着这一幕 又正正地看着自己的肚子 怎么都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身体里 啥时有一个血灵 战斗一触即发 血灵立马膨胀扭曲起来 眨眼间就变成一头熟悉的骨骸一族 等级41级 卧槽 我生了个骨骸一族 冯淼泉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很是怀疑人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眼前这头骨骸一族 死死盯着叶响和冯淼泉 已经意识到潜伏失败 二话不说 爆发出无数鼓刺 朝两人进攻 叶响身上散发出人仙闻 抬手画出两张符路 一张千军符 一张神行符 分别落在手臂和腿上 在骨刺迸发的一瞬间 雷光附身 身形消失在原地 等叶响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来到骨骸一族跟前 一拳狠狠落在其腹部 将其身躯打得腾空飞起 狠狠砸在天花板上 狂暴雷芒在这头骨骸一族身上肆意迸发 点得他浑身颤抖 动弹不得 不等反应 叶响抬手释放金光皱 化作绳索 将其捆绑起来 然后用力一拽 将其拽下来 光荡 桌子一下子被骨骸一族砸得粉碎 他还挣扎着想爬起来 叶响手中带着雷光 直接抓着他的脑袋 雷光疯狂闪烁 只是片刻间 这头四十一级骨骸一族 就失去所有反抗之力 瘫倒在地上 冯淼泉正正地看着叶响的背影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叶响的实力又长进了 这四十一级的骨骸一族 在他手里 简直跟小鸡仔一样 肆意碾压 叶响松开手 看着骨骸一族质问道 说吧 你们潜伏在人类中的目的是什么 又是怎么潜伏进来的 骨骸一族 已经被雷法垫得浑身无力 星红的眼眸中 灵魂之火奄奄一息 他张张嘴 两久 才嘲讽道 我从死亡中诞生 所以你觉得 我会畏惧死亡吗 叶响眼眸一冷 下意识想要将对方抹杀 但还是制止了 抬起头看着 辅助智能说道 让其余人进来 辅助智能文言 随即下达指令 很快 外面冲进来十几位战士 目光死死盯着骨骸一族 叶响抬起手 一缕缕金光外放 将骨骸一族全身禁锢后 以防万一 一缕金光渗入七眉心中 一旦有什么情况 金光可以直接炸开 火口 带回去慢慢折腾吧 叶响拍拍手说道 沈温看来 不是自己的拿手活 交给军方就行了 战士们默默点头 心里满是惊叹 不愧是斩杀队的人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控制住41级骨骸一族 几人走上来 以防万一 还是给骨骸一族 上了一个电力手铐 这个手铐 可以克制50级以下的骨骸一族 只要戴上 随时可以爆发出强力电力 瞬间将其制服 随后其中一个战士走上来 抬手涌现藤条 将其浑身里里外外包裹起来 一个战士直接将其扛起 便转身走出房间 其余人离开后 叶响转过身 看向还一脸呆滞的冯淼泉 不由打趣到 初为人妇 是什么感觉 冯淼泉捂住心口 等会儿 我心脏有点承受不住 先让我缓一缓 缓个屁 这些天有去什么地方吗 叶响问道 冯淼泉认真回想了一下后 欲哭无泪 从开学到现在 我压根没怎么出去啊 都在学校里 还能去哪里 叶响微微皱眉头 那看来这寄生血灵 是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也是 自己在即将开学的时候 就遭遇到异族的刺杀 说明那时候 就已经有寄生血灵的情况了 时间过去越长 线索就越难排除 不找到源头 哪怕将寄生异族 全部核查出来 也无济于事 算了 这些事情暂时不是他想的 国家有的是聪明人 对付这些东西 走到冯淼泉面前 按照规定 你要去观察一段时间 才能回校 好吧 我知道了 冯淼泉点点头 他摸了摸肚子 无比庆幸 幸好叶格稳妥的一批 一想到自己体内 竟然藏着一头骨骸一族 他都很是毛骨悚然 叶想继续核查体验 发现寄生的情况 终究是少数 整个大一系一千人左右 只有王磊和冯淼泉两人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想要寄生血灵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上午一直核查到夜幕降临 全校所有师生 全部核查一遍后 总共五人出现寄生血灵 其中还有一位老师 不过幸运的是 叶想都将寄生血灵剥离出来 能束缚的就束缚 束缚不了 就将其斩杀 其他地方都是核查出来后 以基因战士培养的名义 秘密代理 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 一旦让其体内的寄生异族 发现不对 就会瞬间爆发 从叶想的办法来看 只要将寄生血灵剥离出来 作为寄生的本体 就不会有任何事情 还有机会救治 此时 叶想再次来到当初军训时的秘密基地里 一天时间 全国各地被核查出 两百多人寄生血灵的情况 叶想来到基地里 就是负责将这些寄生血灵 全部剥离出来 目前为止 即便是顶尖科研人员和顶尖医疗人员 都没办法想到很好的办法 将寄生血灵剥离出来 这种东西 只要稍微刺激一下 就会直接爆发 根本不敢轻易尝试 一旦爆发 那就是一条生命 军队内部核查的时候 因此牺牲了不少战士 但看到叶想 可以剥离寄生血灵 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叶想此时走进医疗室 目光很快落在手术台上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身上 叶想同志 这次剥离手法 及医疗职业的老人看着叶想问道 没问题 叶想点点头 并不在意这些 他认得眼前这位老人 在医师职业中 属于顶尖的那一位 那开始吧 叶想直接说道 他走到手术台面前 看着已经处于昏迷中的中年妇女 抬手 一张浮露凌空浮现身前 已经很是轻车熟露 直接拍在肚子上 灵锁配合着灵力 瞬间贯穿肚子丹田 一下子就锁定了寄生血灵的位置 灵力冲上前 将寄生血灵全身包裹起来 灵练紧跟其后 飞快将其缠绕 叶想手里灵练一扯 一颗寄生血灵 顿时从女人身体里拉扯出来 所有医师职业 看着屏幕上这一番操作 都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就这么简单暴力 寄生血灵显然已经被惊动 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然而 叶想压根不打算给对方机会 看出是血兽一足后 手中三昧真火涌现 呼一声 立马席卷而上 寄生血灵内 响起淒厉的嘶吼声 但在三昧真火下 不一会儿 就彻底失去了动静 一颗四世级血灵飞出来 叶想毫不客气 直接将其吸收 紫禁单突破二转后 需要的灵力可不少 一套行云流水的流程走完 叶想抬头看向几个医生 这样就好了 几个医师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这是什么医疗手段 完全没法复制学习 为首的老医师无奈叹气 看来暂时是没别的方法 只能靠你了 叶想点点头 没事 有那么多血灵 最近正好比较缺 依旧金光咒配合通天路灵索服而已 要不了多少时间 就是将寄生血灵拉出后 战斗会比较消耗一些 不过这里肯定不止他一个人 总共有多少人被寄生 216人 其中一个医师回答道 叶想点点头 那还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但也不在少数了 毕竟这些寄生异族 最少也是40级 这要是统一行动爆发 后果也不堪设想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 这些潜伏进来的寄生异族 到底有什么目的 根本无法交流 也没办法逼出什么来 一旦脱困 就是疯狂搞破坏 这时 基地里出现风源 李晴和银子叶三人的身影 风源看着叶想说道 又出风头了呀 咱们这次是来给你保驾护航的 李晴没有说话 一如既往的冰冷 目光落在那些分开关押的200多人 眼眸微动 银子叶依旧带着眼纱 自带神秘气质 轻声说道 这些人分开的时候不明显 但聚在一起 还是隐约有异族的气息 人都到齐了 那开始干活吧 不远处 天王罗景和首席周安 一同从电梯里走出来 看着叶想几人说道 风源几人看到首席后 立马立正敬礼 周安笑着满一点头 罗景教的这些孩子 都很优秀出色 他目光落在叶想身上 不由笑道 看来这几天又有的忙了 叶想点点头 他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他怎么感觉 首席要比上次见面时 要年轻不少 果不其然 他注意到周安头上 有几缕黑发 身上有一股熟悉的丹香味 一下子猜出什么来 多半是青云子前辈 给首席炼丹服用了 前段时间那天晚上 正好在他这里 要了一张可以延年益寿的丹方 原来是这样 好了 先忙吧 注意安全 不要答应了 周安叮嘱道 知道的 叶想点点头 叶想来到第一个隔离房间中 打开铁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 有些害怕的中年男子 一开始还以为是基因战士 但之前听到一些 凄厉的惨叫声后 所有人顿时心生恐惧 后来军方直接跟他们说 他们体内都寄生了一头异族血灵 十分危险 所以才秘密保护隔离起来 听到自己体内有寄生异族 简直就宛如噩梦一般 不敢想象 叶想此时走了进来 风原理清迎子叶三人紧随其后 叶想开口说道 不用太过于担心 没事的 我们是斩杀队成员 听到这句话 中年男子眼中顿时爆发出希望 谢谢 救救我 放松就好 叶想安慰道 风原饶有兴趣的看着 毕竟就连顶级医师们都没有办法 还真有些好奇 叶想打算怎么做 中年男子有些忐忑地看着叶想 点点头 虽然看起来很年轻 但这沉稳气场 还是不由让人相信他 叶想抬起手 三张浮路 瞬间浮现身前 绚烂的金光陡然一闪 中年男子不由被晃得刺眼 眼睛不由闭了一下 然而就这么一瞬间 叶想已经出手 中年男子只感觉肚子被拍了一下 当金光消失 视线恢复后 就看到一团扭曲的寄生血铃 从他肚子里拽出来 中年男子顿时瞪大眼睛 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叶想手中陡然爆发出璀璨雷光 瞬间将寄生骨骸一族斩杀 他大概猜到了什么 被寄生的一族 只有这两个品种 不是血兽一族 就是骨骸一族 并没有其余一族寄生的情况 这无形中已经缩小了条件 纯粹的血铃再次出现 中年男子下意识退后一步 叶想却将这颗血铃直接吃下 然后看着他说道 已经没事了 重新抽血体验就知道了 说完 不等回应 叶想直接起身 走出这间隔离房 朝下一间走去 风源不由责了一声 看来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嘛 哪知道叶想走到门口时 突然说道 一个一个来太麻烦了 直接二十四个一组吧 听到这句话 几人都不由愣了一下 确定没问题吗 二十四个要是失败 可是二十四个人全部死亡的代价 周安神情不由严肃问道 没有问题 叶想摇摇头 转头看向风源和李清两人 有这两位在 二十四头四十级的异兽 也都是切菜的 见他如此自信 周安也选择相信叶想 同时打开二十四个隔离室 二十四人茫然地走出来 疑惑地看着四周 看我这里 不用紧张 闭上眼睛就好 叶想看着他们说道 他们看到天王罗锦和首席 这两位大人物都在 心里稍微安定 都点点头 闭上眼睛 叶想抬起手 同时凌空画出二十四张符录 紫荆单突破二转后 对通天路的运用再次长进不少 二十四根灵锁迸发而出 灵力复在其中 瞬间穿透眼前这些人的腹部 准确无误地封锁 寄生血灵 抬手用力一拉 一瞬间 二十四颗寄生血灵 被叶想全部拉出来 这些寄生血灵在广场中心 立马争鸣展开 露出嗜血可怖的面容 全部骨骸一族和血兽一族 风源嘴角泛起冷笑 手中抽出双刀 直接冲了上去 李清更是早已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几头血兽一族身后 数个头颅高高飞起 影子叶默默观察着这一幕 没有任何举动 他过来 是为了占卜出幕后的源头 眨眼间 三人便将二十四头一族全部斩杀 风源平静收刀 双眸却泛起血红 显然已开启狂战状态 他转头看着叶想说道 再来点 就这点不够杀啊 叶想点点头 先前那些人看着满地的一族尸体 吓得有些腿软 在战事的帮助下离开广场 很快又是二十四人从隔离室走出来 叶想没有犹豫 抬起手 又是二十四张俘虏围绕身前 眼眸化作金铜 下手迅速果断 零锁迸发而出 毫无意外的 又是二十四头一族被拉扯出来 风源健壮 不由露出嗜血笑容 嘿嘿 又干活了 新的一轮杀戮 再次开始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后 216人的寄生异兽 都被完美地拉扯出来 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叶想的等级虽然还低 但每一丝灵力都能完美掌控 再加上紫金丹 对这些血灵的压制能力 根本不给对方一点机会 两百多人重新抽血体检后 无一例外 全部显示恢复正常 但暂时还不能离开 需要再观察七天 毕竟目前还没有调查清楚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被寄生血灵了 接下来就是尹子叶的表演 他拿出一排塔罗牌 神秘的占卜法阵 从他身上涌现 灰色带着星辉光芒 笼罩他周身 下一刻 其中一张塔罗牌陡然明亮起来 尹子叶抬手将其翻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逆味的魔术师塔罗牌 尹子叶眉头顿时微微皱起 这张牌代表的身份就是那幕后之人 失败 态度消极 低沉谷底的一个人 意志力薄弱 走入错误的方向 被人利用欺骗 是被谁利用欺骗 尹子叶在脑海中询问道 身前的塔罗牌再次飞快旋转起来 六芒阵也跟着一起旋转 然而就在这时 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强大力量 直接干扰占卜结果 下一刻 所有塔罗牌散落一地 尹子叶更像是被反噬一般 只看到一双冰冷无情的子眸注视着他 那般高高在上的力量 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 也不是普通的一族 是皇族 尹子叶心里有了答案 子眸眼睛 毫无疑问是堕妹皇族 但在这干扰下 他也没办法定位隐藏在人族中的那个叛徒 看到尹子叶吐血 天王罗景微微皱眉 尹子叶等级现在可是58级 能让他产生反噬的占卜 最起码也是20级以上的存在 那就是80级左右的存在 人族能上80级的 除了三位顶级高校的校长 那也只有进入体系的那些底蕴人员 尹子叶这时候抬起头 看着叶想问道 有高等级的堕妹皇族干扰 无法占卜下去了 能进入那个内景打破真相吗 叶想愣了一下 随即点头 可以的 一起吗 他询问道 毕竟就连尹子叶都没占卜出来 说明想要知道这个答案肯定不容易 光靠他一人 不一定能打破内景的光球 嗯 银子叶点点头 他抬起手 如同上次一样 开始布置星辰方向 叶想虽然记下来了 但这几个月下来 已经有些偏差 也会影响进入内景的效果 一个人进入内景 偏差一些无所谓 但两个人同时进入内景 肯定要算得准确一些 确定好方位后 叶想抬起手 脚下迅速出现八卦周天图形 迅速扩散开来 两人同时进入内景之中 银子叶很是信任叶想 当两人睁开眼睛时 精神气息已经融合在一起 同时来到一处深邃神秘的世界里 银子叶看着四周 一下子就感觉到 跟以前的内景有些不一样了 这说明叶想的实力 在这两个月下来 长进了很多 还是跟之前一样 只要想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 就可以了吗 银子叶看着叶想问道 叶想点点头 嗯 没有什么变化 银子叶没有犹豫 闭上眼睛片刻后 在他面前 陡然浮现出 需要两人怀抱 才能抱住的光球 远比上次大了不少 这个问题涉及的人越多 就相当于透露的越多 这个光球 很明显会改变不少人的命运 能 能打开吗 看到面前那么大的光球 银子叶也有些犹豫 叶想叹口气 试试吧 反正总得尝试一下 大不了付出一些寿命而已 死不了 银子叶闻言 没有犹豫 点点头 如果只是寿命的话 还能接受 毕竟这寄生血灵的手段 必须调查清楚源头 否则这个危机永远不能解决 两人同时伸出手 开始尝试破开这个光球 一瞬间 现实的两人 叶想身上绽放澎湃金光 银子叶身上 也浮现出挥晤星芒 就仿佛在剧烈战斗一样 气势全开 一点点攀升巅峰 眉流有一点余力 罗锦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一幕 有些好奇 众人都纷纷注视着两人 没有出声打扰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两人身上的能量还在爆发 这种长时间高爆发的状态 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很快 两人明显开始吃力起来 叶想皱紧眉头 银子叶也浑身开始流汗 内井里 叶想本应该早就坚持不住了 但丹田那几十颗血灵疯狂地 被紫金丹吞噬转化灵力 这才坚持下来 而银子叶本身等级就不低 虽然是辅助职业占卜师 但能量是十分充足的 不过此时却逐渐到了灵界点 看着光球依旧没有要打破的迹象 银子叶抬起手 一张塔罗牌飞到两人中间 正位圣碑 一瞬间 宛如沙漠遇见绿洲 那甘甜的精神光环 让人心头一震 舒爽不少 叶想咬咬牙 干脆拼一把 身上金光压制到极致 直接绽放出刺眼雷芒 狂暴雷法立即覆盖光球所有表面 强大的力量不停地开始攻击 就在即将坚持不住的那一刻 啪一声 眼前这颗光球终于破碎开来 分别化作两道灵光 涌入两人眉心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身影出来 身穿白大褂的中年落魄男子 看起来四十多岁 胡子拉撒 双目疯狂 神情带着偏激的张狂 我研究的方向没有错 一族是可以和人族结合的 绝对能带来强大的力量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这才是人族的出路 下一刻 内经解除 叶想和影子叶同时睁开眼睛 眼中全是不敢相信与震惊 竟然真是自己人做出了这一切 一族与人族结合 这家伙是疯了吗 找到目标了 影子叶抬起头 抬手迅速将记忆中看到的 那个男子形象重现出来 辅助智能扫描了一下后 立马找出其对应的身份信息 陈兴 46岁 68级医师职业 于三年前 因为擅自人体实验 造成十余人不可逆转的伤情 开除医师体系 判坐牢八年 但在两年前 陈兴陡然暴毙在监狱里 身份信息档案上 明明显示着死亡 看到这一幕 哪怕是罗景 也不由皱起眉头 假死 陈兴葬在哪里 天王罗景 辅助智能很快就给出了准确坐标 很快 巡查局那边得到指令任务后 立即朝陈兴坟墓赶去 屏幕上 出现他们行动的进程 基地里 众人看到巡查赶到陈兴的坟墓坐标后 坟墓依旧存在 其中一个土戏法师 巡查走上来 抬起手 念起咒语 坟墓的土地顿时翻滚推开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个空的棺材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明白了 陈兴并没有死亡 而是借着假死 从监狱里跑了出来 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跟堕妹皇族联系在了一起 六十八级的一师职业 要让自己假死骗过 所有仪器和同职业的人 还真并不难 有些药物可以改变自身的状态 造成假死现象 一定时间后 就会恢复过来 那他现在在哪里 叶想掐算起来 很快有了个模糊答案 对方还在京都 东南方向 有水墓挂像 应该是在水溪树木的位置 叶想直接将推算的位置说出来 天王罗景点点头 直接打开京都的虚拟地图 东南方向 树木水溪符合区域 很快就锁定了七八个区域位置 尹子叶抬起塔罗牌 配合叶想的推算 再精准确认位置 一张智者正为塔罗牌 闪烁着朦胧光亮 一一对映着几个区域坐标 当落在倒数第二个坐标时 塔罗牌朦胧的光芒一傻而逝 最终确认位置 天王罗景点点头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通知巡查 先过去查看 他们也没有在原地等着 天王罗景亲自带队 封原李清英子叶叶 想一同出发 对方虽然是辅助职业 但也是一位高等级的医师 救人与杀人 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医师职业想要害人 往往要比救人更简单 所以不能有半点轻视 更何况 对方甚至有可能与皇族有联系 锁定位置后 直升机直接朝那方向飞去 十几分钟后 很快来到判定的位置 果不其然 一间普通破旧的青瓦房在那里 几人落地后 天王罗景走在最前面 目光冷漠地 静止朝青瓦房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门打开 一袭破旧的白大褂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抬头看着面前这些人 不由自嘲一笑 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让天王亲自带领斩杀队找自己 他在寄生血淋上都留有后手 发现突然全部失去联系后 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了 陈兴 我以危害社会 与勾结皇族罪名将你逮捕 可有意义 罗景看着他问道 陈兴却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很大声 天王 你也不懂吗 你怎么也不会懂 你们都不懂 我做得没错 人族与异族结合 能缔造出全新的战士 这才是最完美的进化 转职 变异 科技 不是 都不是 你们都是一群蠢蛋 无可救药的蠢蛋 人族想要赢 我才是对的 人族甚至不如皇族大方 他完全支持我 将异族封印成血淋状态 随意给我实验 而人族每天死那么多人 我用一些人做实验怎么了 倘若成功 人族历史上 他们哪一个不是功臣 众人默默地看着对方 不管对方理念如何 但用人命来实验 这已经触犯了底线 陈兴的精神明显也有问题 他将手里无数资料档案 甩得满天飞 当看到天王罗景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明明就差一步 按照运算 人族与异族 是有机会可以结合 创造出完美的战士 转职的职业 异族的吞噬进化 完美的战士 天王罗景默然地看着对方 或许真的是天才 但人族倘若真走这条路 那么人族就是在自我灭亡 他可以肯定 这样的战士创造出来 这股力量 最终只会让自己毁灭 他走到陈兴面前 开口说道 我会给你一次机会 一次审问的机会 你是怎么跟皇族联系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联系 皇族的目的是什么 皇族竟然会支持一个人族 做这种实验 这明显有什么目的 皇族的想法已经可以证明 就是圈养人族 吞噬转职技能 来让他们继续进化下去 陈兴笑了笑 颓废癫狂的面容 满是最后的执念 他抬起头看着罗景 天王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我所做的一切 跟你一样 都是为了人族 身为华夏领袖 那就由你判断 我做的 到底有没有错 说完 他直接塞进嘴里 一颗红色血丸 明显是特殊处理过的寄生血灵 根据气息 最起码是一颗八十级的寄生异族 天王罗景脸色一变 立马走上来想要阻止 但还是慢了一步 那颗血丸被陈兴吃下去后 一瞬间 邪恶可怕的气息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他的等级 直接从六十八级 开始疯狂攀升 身体也开始扭曲 猙獰起来 一根根骨刺 从体内长出来 包围躯体的重要部位 陈兴的理智 开始逐渐崩溃 但还是强忍克制着 开口说道 我研究了整整二十年 九大一族中 最符合人族的 其实是骨骸一族 其次就是血兽一族 他们的身体结构 与力量体系 可以与人族结合 并不是非常冲突 骨骸人族的进化体系 是可以存在的 天王 你懂吗 话音一落 陈兴缓缓抬起头 眼睛下的一双眼睛 已经变成灵魂之眼 强大的气息扩散开来 死后 陈兴控制不住仰天咆哮一声 身体随着骨骼延伸变得强大 强大可怕的气势 从他身上展露无遗 六十八级的一师职业 眨眼间变成了一头 九十级的骨骸人族 哪怕是风云夜响几人 看到这一幕 都很是吃惊 这家伙 难道真成功了 然而很快 陈兴仿佛彻底陷入失控 抬起手 陡然贯穿自己脑子 鲜血泵溅的一瞬间 缓缓将脑子掏出来 陈兴脸上癫狂的神情 陡然消失不见 神情变得冰冷残忍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天王裸紧 意识到原来的陈兴已经死了 实验依旧失败 竟然让自己彻底被骨骸一族占据 面前的骨骸一族晃动了一下身体 有些感慨道 这就是人族的身体吗 真有意思啊 原来这才符合我们的进化方向 听到这句话 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皇族的目的 原来 对方利用陈兴 并不是为了帮助他给人族找到变强的方式 而是让一族变得更加强大 可怜的家伙 但也死不足惜 天王裸紧开起手 一根战绩伸缩出来 直接朝这头九十级的骨骸一族斩去 本以为可以很轻易对付 哪知道这头骨骸一族双手化作骨刀 轻而易举的便挡下了天王这一击 罗锦微微眯起眼睛 同为九十级 但眼前这头骨骸一族 比其余九十级的白绝骨王明显难对付不少 进化拥有人族的躯体后 变成精英怪了 罗锦挑了挑眉 就算进化了 他也没看在眼里 长脊尖刀上猛然爆发出璀璨斗气 与森林切割出长长刀钢 骨骸人族身上爆发出骨刺 将自己裹成一团 将这股骨刀钢完美抵挡起来 刀钢消失的一瞬间 其背后陡然展开一对骨刺 但或许是因为净化的原因 骨刺上竟然长出了血膜血管等连接在一起 速度陡然加快许多 天王罗锦显然也没意识到 反应稍微慢了一些 被骨骸人族撞飞出去 但很快顿部躺下 长脊横斩 两根顶在身上的骨刺断裂 随后一脚将其踢飞出去 不等落地 天王罗锦身上陡然爆发出血气 军用战法 罗锦身形在原地消失 等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骨骸一族上空 长脊扑斥一声 穿破胸口的骸骨 直接贯穿它的躯体 轰动一声 狠狠砸向地面 整个大地猛然震动一下 然而 这头白绝骨王显然没有致命 立马从坑里冲了出来 爆发出漫天血红骨刺 遮盖长空 蓝色的灵魂之力从地面浮现出来 涌入这头白绝骨王体内 身为九十级的骨骸一族 可以从地底剥离出死者之气 源源不断恢复 并且增强自身的实力 夜想还是第一次看到 九十级骨骸一族的战斗 完全没想到会这么强 就连眼睛都有些追不上 在天王罗锦战斗的一瞬间 李清的身影就消失不见 风源也很识趣地知道帮不上忙 退后就行 毕竟他们也才五十多级 面对这种九十级的怪物 有心无力 影子夜翻开一张张塔罗牌 战士 智者 宝剑 权杖 骑士等一系列光环辅助 落在天王身上 算是唯一能够帮上一点忙 夜想的目光 则是落在地上这些白骨虚影 神情突然一动 这些似乎是死者的怨气 或者是阴气吧 这九十几骨骸一族的技能 就是抽取这些东西 增加自身 嘴角不由泛起笑意 好家伙 专业对口啊 没有犹豫 直接闭目捏起法绝 轻声念了起来 人道渺渺 仙道茫茫 鬼道乐兮 当人生们 仙道贵生 鬼道贵中 仙道长自吉 鬼道长自凶 高尚清灵美 悲歌朗太空 唯愿天道成 不欲人道穷 再次听到夜想念这奇奇怪怪的道经 风源有些疑惑 念这个干嘛 又没有死人 然而很快 他猛然瞪大眼睛 不会吧 只见地面上那些白骨虚影 透露出来的淡蓝色能量 在夜想的经文作用下 逐渐凝聚汇聚成人影 这一幕 风源简直从来就没见过 李勤也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这不是白绝骨王的领域技能吗 夜想做了什么 竟然可以影响到九十级的技能使用 影子夜却一下子明白过来 眼眸微微一亮 是道门的渡人精 超度死者 难怪当年一族一定要针对道门 甚至不惜代价 将其传承断绝 这超度死者的道经 可以说 直接断了六十级以上 骨骸一族 可以通过死亡之气 恢复自身的能力 直接超度死者 哪里还有死亡之气 伴随着夜想最后一句诛天气荡荡 我到日星龙落下 面前密密麻麻的透明身影 朝夜想鞠躬 随后凭空消散开来 天空上 正在跟天王罗锦打架的白绝骨王 顿时满脸疑惑地看着下面 死亡之气怎么没了 结果就看到差点让他吐血的一幕 这小子竟然将王者给超度了 失去死亡之气的他 再跟罗锦打 立马就落了下风 罗锦在不使用禁术的情况下 想要将眼前这头进化过的 九十级白绝骨王斩杀 肯定要费不少功夫 但失去死亡之气加持后 局势顿时不一样了 罗锦长脊疯狂穿透白绝骨王的身躯 强大斗气爆发下 他的双眸变成白金色 长脊同时绽放出刺眼光芒 诸神斩 长脊 斩过白绝骨王的身躯 从上而下落下 一瞬间 白绝骨王不动了 一条血线隐隐浮现 下一刻 内脏与骨头全部切成两半 一颗九十级的血灵浮下出 白绝骨王的身躯 化作两半尸体坠落下去 罗锦抬手抓住血灵 一口吃下 身上的气势陡然爆发起来 等级恢复到九十一级 是的 恢复 罗锦当初一度杀到九十六级 只不过后来使用尽数代价 让身体不停透支 这些年来一直在跌落等级 要不是夜想那颗护心丹 上次那次战斗结束后 罗锦就算不是重伤 也会稳稳跌落九转 解决任务后 天王罗锦走下来 神情冷漠地走到那两半尸体面前 相比那个皇族肯定已经知道 骨骸一族与血兽一族下一个进化方向 就是利用人族的躯体 对方就算不对华夏人族下手 也会通过其余人族来动手 眼前这具尸体就会变得极为珍贵 虽然曾经作为人族的陈心 但变成这个样子 终究是旧由自取 所谓的为了人族未来 说到底 还是为了追求强大力量 再来的时候 他就调查过陈心的资料 这个人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职业 认为医师职业 也可以作为战斗职业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触了一族研究后 就萌生出借用一族力量 来改变转职实力的想法 倘若将来的骨骸一族 或者是血兽一族 真会进化成这般模样 这具已经成两半的尸体 或许可以研究出一些弱点出来 很快 巡查局的人就赶过来封锁现场 和天王罗锦简单交接一下后 前后事情一下子明白过来 但全国体检检查还不能取消 出现一个陈心 不代表没有第二个 毕竟真正的幕后黑手可是皇族 对方就算达到目的 也不一定罢休了 可以说 皇族每次有动静 都代表着不安定 事实也的确如此 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华夏走到如今 一直如同走钢丝 倘若走错一步 都有可能是万劫不复 直到这些年 才稍微好转起来 将校体系 已经累积出不小的底蕴和实力 如果王牌部队是人族的中流顶住 那么将校军官们 每一位都是人族的底蕴 当初老战神老了后 罗锦就是从将校体系中走出来的 当然 他当时是将校体系中最强的一个 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华夏人族真正的底蕴 这次行动告一段落后 全国体检并没有结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连续两天 每个人都要再做一次 以防止有漏网之余 叶想一直留在基地里 继续玻璃寄生一族 风源和李晴虽然也在旁边 不过没有再出手 叶想现在即便面对二十多头一族 依旧游刃有余将其杀光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而此时 华夏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就在平静的体检日常底下 究竟有多么波涛汹涌 倘若被大众得知 一族可以寄生后 无论是被寄生过的人 还是怀疑 都会发生不小的伤害和舆论 往往这些东西 才更容易造成巨大伤亡 两天下来 叶想丹田内的血灵又被塞满了 几乎看不见紫荆丹的影子 不过基本都是四十级左右的血灵 吞噬起来很快 基本上一天就能吞噬好几个 提炼化作纯净的灵力 对于紫荆丹来说 就微微积累一丝 不过也赶得上好几天的修行了 尽管知道修炼紫荆丹 需要日积月累 但单纯要靠清晨吸收紫气修炼的话 叶祥感觉自己 就算修炼个八九十年 也不一定能达到 九转紫荆丹的境界 看清云子老前辈就知道了 在伏地真五官旧址前修了百年 才将将九转 可想而知 内丹的修炼路子 才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要不是有血灵吞噬 将突破速度 保持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只是对灵力要求越来越高了 不像紫气一样 可以直接吸收转化 一颗四十级血灵压缩成灵力后 仅仅只相当于十级缕紫气 对于紫荆丹来说 一会儿就能吞噬干净 反而是在提炼转化的时候 耽搁不少时间 不过除了清晨日出 平时内丹也没办法修炼 有足够多的血灵 也算是加快修炼进程 现在四十级一族 已经没法再给夜想压力 但只要在战斗 烙印人鲜文的进展 也没落下多少 两天下来 心脏部位已经完成第二遍烙印 开始烙印肺部 五行之气在五脏六腑之间运转 配合人鲜文不断强化器官 随着时间流逝 雷法与三昧真火的威力 都在稳定上升 两天下来 基地里没有出现新的寄生者 全国总共有392人被寄生 全部都是45级以下的寄生异兽 或许是寄生异兽 倘若太强 就无法做到完全隐蔽的状态 毕竟当时 陈兴吞噬八十级的寄生血灵 还历历在目 说明 只要掌握这个进化方法 骨骸一族 或者是血兽一族 可能都能做到 进化十级左右的上限 这个数据是非常可怕的 要知道 一族王座每个种族只有一个 但九十级的存在可不少 每个种族 最少有十几个这种级别的一族 倘若都提升十级左右 岂不是都能抵达一百级 就算达不到王座级别 但也属于一百级精英的程度 只要能进化到这个等级 对于人族来说 跟王座也没有太大区别 意识到这一点后 整个华夏高层 都忍不住沉默下来 其他国家的人族都被圈养 皇族掌握这种进化方式后 肯定不会不使用 从华夏人族这里 拿不到太多人族身体 但其他地方完全足够了 想到这里 整个高层办公室里 一片阴郁 完全可以想象 十几个一百级精锐异族杀入华夏 这种巅峰战力 哪怕人族降效体系抵运进出 也不一定挡得住 这种进化体系不可能没有破绽 医学方面尽快做出突破 打开这方面的缺口 周安平静说道 然而先前那位顶级医师 无奈摇头 只能尽力 光靠一具尸体 很难找到突破口 古孩人族 这种说法简直闻所未闻 这到底是异族 还是人族 以异族思想作为主导 掌握人族的潜力 和本身的异族能力 这方面对古孩异族来说 的确是完美进化 倘若古还异族全体朝着这方面进化 很有可能成为顶级异族 甚至是皇族的潜力 老战神横倾目入冰冷 我们人族就甘愿被对方圈养 甚至成为对方进化的牺牲品 就算其他人族有奴性思维 也不可能半点反抗都没有 说到这里 他打开百年前古老的世界地图 古孩异族的位置 是在北方兵魔异族下嚷 如果那里有人族还活着被圈养的话 那就是曾经高兴离人族 之前天王罗锦带队西欧小队 夜想去过这里一次 那里到处都是白骨一片 看不见一个人影 或许已经被屠杀殆尽了 再过去就是日花人族 那里百年前曾火山大爆发过一次 让鹿岛与高兴离之间 塑造出一个很深很长的火山深渊 而那里 就是如今古孩异族的大本营 古渊 战神横倾抬手 指着古渊后面的导路 开口说道 如果古孩异族也圈养了人族的话 那么肯定是在这里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能救救救 救不了 那就杀了 被奴役的人族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 高层被战神横倾这句话给惊呆了 救不了就杀了 真 真要这么做吗 一个高层忍不住咒眉说道 要不然呢 等古孩异族彻底强大起来 战神横倾反问道 自从恢复三成实力后 横倾的暴脾气也再次回来 完全没有看以前默契沉沉的样子 你们要是耸的话 我亲自带队 伸入古孩异族 又不是进入古渊 有什么好怕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 如果救不了 真的要全部斩杀吗 毕竟同为人族 横倾不由嘲讽一笑 知道 为什么这些年 我们只探索北美国度 俄落国度与恒河国度 这三个地方吗 却完全不在乎 距离我们最近 还接壤的古孩异族领域 两百年前 日华人族跟异族一样 曾经侵略过我们 我们华夏就算是灭族 也不可能寻求他们帮助 能救 可以救 但对方要是彻底被对方圈养 毫无反抗之心 那就全杀了 也不能让他们成为 古孩异族的进化来源 天王罗锦沉思片刻后 抬起手 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距离上一次探索 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虽然依旧杳无音讯 但这次不一样 必须阻止古孩异族 全体进化才行 血兽异族在秦岭对面 帝势险要 对方就算完成进化 也不容易大军压境 天然优越的帝势 哪怕是现在 也很有用 更何况秦岭内 已经成为了异兽的天堂 其中不乏高等级的强大异兽 哪怕是血兽异族 想要穿过秦岭 也没那么容易 华夏人族最大的威胁 一直是北方兵魔异族 后方童眼异族 与狡鬼异族 还有东面的古孩异族 不过在将荆州拿下后 南方的蛇杀异族 也映入眼帘 不过他们并没有太多动静 同为诅咒戏 蛇杀异族与童眼异族 一直属于仇敌状态 毕竟蛇杀异族 可以吞噬童眼异 来进化他们的诅咒能力 两位人族顶梁柱 都选择表态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组织人手 准备深入古孩异族领域 如今古孩异族王座被斩杀 整体的实力宛如一盘散杀 只要不进化 基本不会给华夏太大压力 很快 高层就确定了人选 这一次 由王牌斩杀队带队 白虎机动部队全员配合 进入古孩异族 如同二十多年前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深入古渊斩王座 而是绕过古渊 前往日花岛路 看看是否还有人族生存 如果还存在人族 白虎部队负责运输 斩杀队负责牵制 战神横倾与天王罗景 同时带队出行 这还是头一回 毕竟这次任务 就算失败 也不容许全军覆没 三天后 在重力士修炼人先文的叶响 辅助智能突然飞过来说道 叶响同志 新的任务指令已下达 请前往斩杀队基地集合 叶响睁开眼睛 身上的人先文 逐渐暗淡下来 将四倍重力调节下去后 一边起身将防护服脱掉 一边接过辅助智能递过来的 两瓶营养药剂 一口将其喝完 走进洗漱间 冲洗全身后 舒爽地松口气 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 已经完美掌控自身的实力 穿上衣服后 面前弹出没修的通讯 叶响抬手接起 屏幕中出现没修的面孔 他看着叶响说道 这一次要深入骨骸一族领域 做好长时间任务的准备 东西带齐全一些 中午十二点集合 叶响眼眸 划过一丝精芒 点点头 行 回到宿舍后 直接用战功下单一大堆药材 最近单药差不多快用完了 需要补充一下 一个小时后 所需的所有药材通过无人飞机 很快运输过来 叶响没有犹豫 直接开始练单 三妹真火熟忍地 将药材练至成单 不消片刻 十枚洗髓单落在手中 随手交给辅助智能后 继续炼制凝冰伞 辅助智能虽然看起来不大 但内部有空间附魔 可以容纳三立方米的物品 还能细致分类 能成为战士必备的伙伴 自然不仅仅是科技产物 容纳一些药材物品装备等 是完全足够了 日常修炼的单药炼制好后 叶响没有停下来 继续炼单 三转护心单 是天王罗景所需要的 三天前他就说 再需要一颗 当然兑换的药材都是免费 将荆州拿下后 极大丰富了国库药材 与矿物资源 叶响炼单所需的药材 只要不是太珍贵 基本上都不会缺了 十几分钟后 三颗护心单 滴溜溜落在手中 单相扑鼻 没有任何缺险 一颗肯定是不够用的 毕竟用完就没了 干脆就直接炼制三颗 天王罗景心脏的问题 六转以下的单药 根本没有办法恢复 也只能用护心单保护一下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后 叶响开始炼制 最后一份珍贵药材 四转九阳回单 依旧是为横老爷子准备的 现在突破二转紫禁单后 可以再次尝试炼制四转单药了 调整好状态后 没有一丝犹豫 手中再次涌现 湛蓝色的三昧真火 抬手一卷 将那些珍贵药材 全部落入手中 迅速炼制成精华液态 时间一点点流逝 当每一份药材 都炼制到最为合适的状态后 叶响开始将精华交融 三昧真火的温度再次提升 身上散发出强大灵压 二转紫禁单的灵力全力发挥 眉心中更是散发着道义 炼这颗丹药 跟打架一样 境界十里全开 火焰中 逐渐凝成圆形的液态表面上 有四条丹纹浮现 灼热的阳气一闪而逝 叶响抓转机会 抬手捏起凝单绝 一口气将其承担 三昧真火消失的一瞬间 只见一颗完美的四转九阳回单 从空中落下来 叶响接过手中 注视着这一颗四转丹药 虽然折腾得满头大汗 但嘴角却忍不住泛起笑容 真成功了 头一回炼制出四转丹药 满满的成就感 这颗九阳回单 完全可以治疗横老爷子 所有暗急伤势 让其恢复到巅峰状态 炼完单后 叶响深吸一口气 思索片刻后 再次说出一份全新的珍贵药材 四转紫禁单和洗嘴单一样 同样是配合修炼人先闻的 洗嘴单是刺激全身的穴位和经脉 适合第一层和第二层人先驱的修炼 但第三层是烙印五脏六腑的人先闻 洗嘴单虽然有用 但效果明显减弱了许多 而四转紫禁单 就是针对五脏六腑的酝氧 可以大大提高第三层人先闻的修炼速度 并且一颗紫禁单药效 可以持续半个月时间 但炼制一份紫禁单的药材 哪怕便宜了三倍 依旧需要一万点战功 辅助智能将指令传送上去后 有了一次炼制四转丹药经验后 叶响对炼制紫禁单把握也提升不少 一个小时后 他睁开眼睛 状态已经恢复完整 辅助智能也正好将药材接收回来 门外刚回来的冯淼全王军陈万言三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有些好奇 叶响又在折腾什么 半个小时后 叶响看着手中一枚紫色丹药 上面的四转丹纹栩栩如生 宛如白云缭绕 没有犹豫 反正有半个月药效时间 直接吃了下去 丹药入口即化 药力化开 一层淡紫色的水流在五脏六腑中流转 烙印其中的人鲜纹顿时被激发 开始自行缓缓烙印 叶响二话不说 开始冥想烙印人鲜纹 顿时感受到毫无阻力一般 完全没有了第二遍的声色艰难 甚至比第一遍还要丝滑舒服很多 速度明显快了一倍不止 不一会儿 肺部的人鲜纹就烙印完第二遍 开始烙印皮部 但他没有再修炼下去 睁开眼睛 脱下盛青校服 换上青衫便走了出来 王军三人还在客厅里说这些什么 正好看见叶响走出来 不由打招呼喊道 叶哥 哪怕是同为一个宿舍 不知不觉间 他们对叶响也感受到一种距离感 是那种只能忘记背影的差距 叶响实在进步太快了 这大一年级还没结束 就已经三十五级了 这都已经赶上大三年级的学长学姐了 更不要说实力 高校大比对战战神高校 直接联营三场 史上最年轻加入斩杀预备队的成员 现在不少人都在猜测叶响如今到底有多强 而此时叶响的军衔在获得十二万战功后 也晋级到三等特级军官 很有可能还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都尉军官 要知道 哪怕人族顶梁柱的天王罗景 当年也是十九岁才晋级为都尉军官 而叶响如今才十六岁 叶响点点头 他看了一眼冯淼泉 之前关了几天禁闭 好像是瘦了一些 想了想后 他拿出先前炼制的五枚洗水单丢给冯淼泉 一人一力配合锻炼强化身体 药效只有几个小时 其余两枚转交给又威和宋雅 有紫玉丹后 一转洗水单的作用对他来说已经不大了 拿给他们使用 也可以强化身体 听到叶响的说法 陈万言立马意识到这颗丹药的重要性 能加强锻炼体魄 这种丹药简直闻所未闻 这不就是提高自身潜力上限吗 要是放在战神学院 这一颗洗水单能让他们疯狂 叶哥 你自己不拿给班长吗 王军有些疑惑 我又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不去班上了 叶响摇头解释道 三人明白过来 虽然好奇 不过也没有多问 叶响捏起御风道法 身形直接从阳台飞了下去 为了不引人注意 又捏起隐身法术 只要等级比他低的 基本上是不可能看得见他 一路御风来到咖啡馆后 叶响才显露出身影 脉步直接走进基地 认证身份后 大门打开 叶响一进去 就看到獠牙野猪 再跟和了了完的丢飞盘 看到叶响出现 獠牙野猪顿时厚着脸皮凑上来 满脸期待开心 叶响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一脚将它踢开 一边玩去 这家伙的等级跟宋星蕊一样 一个多月过去 等级虽然只提升了两级 但身上的肥肉明显变少了 整体看起来精壮许多 看来的确是在认真干活 换作以前 獠牙野猪肯定巴不得躲自己远远的 之所以变得那么听话 完全因为自己给了他一颗洗水丹 虽然等级没变 但獠牙野猪就像是打开了星天地一般 很是上头 而且丹药对他也有用处 隐隐有一种血脉净化的感觉 当然洗水丹给他吃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叶响有时候也会尝试 炼制一些没什么用的丹药 毕竟荆州当时到处都是药材 像是大杂会一样 炼制出不少不知道具体作用的白丹 就像是狗粮一样 时不时喂他一枚 反正这家伙吃得很得劲 但火也没那么懒了 反而变得很勤快 叶响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所有人都在 凌峰也早就过来 对着叶响微微一笑 莫修这时候收起灵枪图纸 抬起头说道 这次任务可以说是探索救援任务 跟王牌白虎部队一同 战神老前辈和队长也会一起行动 今晚上出发 直接进入骨骸一族领域 听到横老爷子也在 叶响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不过随即有些明亮 柔了柔没心 当初拖着残老身躯 都会偷偷上北方 斩杀五十九级兵魔王 现在恢复三层后 肯定更加忍不住寂寞 毕竟战神这个称号 就是打出来的 年轻时候的横青 几乎都在战场上厮杀 老了 更不甘心在后方 看着自己一日比一日不行的身体 叶响还记得横老爷子说的那句话 我宁愿战死在战场上 也不会死在病床上 也正是这句话 叶响当初三转时 才毫不犹豫转直单道 他当然知道转直阵道 学习骑门顿甲 自己会更强 但他再强 还能强得过恢复巅峰时期的战神不成 莫修简单说了几句任务行程后 天王罗景与战神横青 从门口走进来 看到人都到齐后 罗景点点头 按照规矩 这次深入一族领域 每个人留下一封遗书 众人神情一速 知道这句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叶响思索一下后 打开通讯录 很快写下了一封书信 如果他牺牲的话 看众人准备好后 罗景点点头 转头看向叶响问道 丹药炼制的怎么样 没准备好的话 可以等你 毕竟晚上才开始出发 可以耽误一些事情 叶响文言直接拿出三枚护心丹递给罗景 开口说道 队长 护心丹不能连续服用 最少需要间隔一天 连续服用的话 药效会越差 罗景看到是三枚护心丹 不由满意地点点头 行 没问题 战神横青不由笑了笑 叶响光靠练丹 就足够积身顶级辅助职业 还是最根本的治疗针对 其潜力之大 难以想象 然而就在这时 叶响朝他递过来一枚四转九阳回丹 横老爷子 这枚丹药 可以恢复你全身的暗急经脉 但药效可比三转十药猛上十倍 会有点痛 听到这句话 在场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能恢复战神横青的全身暗急经脉 就连顶级医师都无法做到 这枚小小的丹药 真的能做到吗 此时哪怕是横青自己 看着眼前一枚小小的火红丹药 忍不住有些呼吸一蹴 能恢复三成实力 他已经很高兴了 完全没想到 才过去多久 叶响就真的将这颗丹药 完美炼制出来 横青缓缓抬起手 接过丹药 只有叶响能看到 那满是劳减褶皱的大手 竟然在微微颤抖 要知道当初那一刀 可是将冰封都斩下来 那长长的弹横刀 刀锋可是没有颤抖嘶吼 看到这一幕 叶响嘴角泛起笑容 正是如此 他才不会后悔选择丹道 大不了耽误十几时间而已 然而就在这时 战神横青没有一点犹豫 将九阳回丹吞服下去 疼算什么 他打了一辈子仗 还怕疼 但很快 横青浑身轻筋暴露 那颗九阳回到爆发出恐怖的药力 迅速扩散全身 恢复全身上下所有暗集和经脉 但恢复的前提是 将破损的经脉 全部摧毁重塑 一瞬间 全身大半经脉摧毁 这种痛苦 差点痛得没让他叫出声来 但现场小辈那么多 横青强忍着浑身痛楚 强装淡定的 朝闭关式走去 看得叶响眉头一跳 不愧是战神 他炼制的九阳回丹 自然清楚 这颗丹药的药效 那就是重病用重药衣 宛如一头火龙 在身体里肆虐游荡 不破不立 这么强大药力 居然能克制住 不发出声音 反正他做不到 闭关式房门一关 全部隔音后 横青老爷子才痛得撕心裂肺 这叫有点痛 这臭小子 故意这么说的吧 深入骨髓的痛楚 在持续半个小时后 全身所有暗急和经脉 都被摧毁得干干净净 真正的药效开始发挥 神奇的一幕发生 远比以前还要强壮的经脉 开始重塑 如春雨复苏席卷全身 暗急腐平 侵蚀的骨骼位置 将黑色就极清楚 露出比年轻人 还要晶莹剔透的骨骼 横青缓缓抬起头 宛如一头雄狮 战神再次登峰造极 他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体内许久 没有体会过的欢快流畅 一旁的弹横刀 仿佛也引起共鸣 微微颤抖着 枪的一声 自动落入横青手中 强忍着想要痛快 挥出一刀的冲动 但横青还是忍耐下来 这一刀要真斩出去 这基地肯定就没有了 继续叙事 留着进入骨骼一族 再斩出这压制起来的气势 也正是这个原因 横青身上的气质 变得极为恐怖压抑 白发垂落 眼眸深邃 强壮的身躯 再无沟楼之行 门口的众人 都在等战神老爷子出来 叶响则是无奈地 拿出福祉化灵符 李勤要三张神行符录 丰元要一张千军符和神行符 莫修要一张冷静清凉符 正是将军 宁远梅 柳妍都要了一张护身符 毕竟都是法师职业 讲官要了一张傀儡符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用 林军则是要了一张迷迭乱影符录 配合剑法 作用还不小 不过 都是人接符录 不怎么耽误时间 紫禁单突破二转后 已经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地接符录 不过现在肯定没那么多时间画地符出来 毕竟这种符录 一般的符纸是承载不了的 需要用百年以上的翠竹 做的符纸 才能使用承载 倘若是天符 所需的符纸 更为珍贵 不过 索性夜想会通天路 只需要灵昼印凌空画出来就行 要不然即便是会画 没有合适的符纸 也没法使用这些符录 就在这时 闭关室打开 强大恐怖的气势席卷开来 在座无疑不是人族的精英天才 却一瞬间感受到了压制和拘束 连忙转头看去 就看到一席军大衣长袍的横青 手持弹横刀 缓缓走了出来 他们这一代的人 都没有看过 横青真正年轻时候的霸气模样 而此时感受到了 那冲天的战役 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毛骨悚然 人就站在那里 都能让人热血沸腾 叶响都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仅仅只是一眼 就被横爷子的气场给牵引住了 这还没有动手 要是动手 横爷子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这就是人族巅峰强者的战力吗 战神横青不由展颜一笑 看着叶响说道 小子 老夫这苟且之身 是因你而重新站起身来 战神横青不得不感慨 因为伤病 一日复一日地 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 如果是普通人还好 但他是战神横青 这种绝望感 是无法用言语诉说的 叶响却摇摇头 不敢成战神说些 战神横青为人族 做的已经够多了 这点担要的事情 对他来说 只是举手之楼 老师 你恢复到巅峰状态了吗 天王罗景 也忍不住有些震惊道 横青却微微叹气 终究是岁月不饶人 还是老了 哪怕伤势恢复 但其实也只有当初的八成实力 罗景听到这句话 却忍不住激动起来 够了 完全够了 恢复八成实力的战神 也足够应对王座 老前辈青云子 儒家心学王禄 杀身成人庄楚 加上他和老师 就算佛门不出手 他们这些人 也足够支撑起华夏一片天 但似乎想起什么 罗景微微叹气 庄楚的情况太复杂 必须要杀 但又不能一直杀 杀太多 杀意就越汹涌 难以自制 但不杀 实力就会每日下降 直至消散 好了 准备好就先出发吧 众人点点头 一行人从咖啡馆离开 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很快 几架白虎战斗机 从远处迅速飞过来 落在众人面前 战斗机上 白虎部队的队长 来到罗景面前 说道 部队已集结完毕 可以随时出发 罗景点点头 那就先走吧 斩杀队成员都没有犹豫 纷纷走了上去 战斗机全部起飞后 迅速朝着南方边缘飞去 透过窗子 夜想看着盛庆高效 逐渐变得渺小 收回视线 目光平静 虽然上一次 深入骨骸一族 是泄偶之躯 但毕竟已经去过一次 他并不觉得 有什么危险 半个小时后 全员抵达骨骸一族的边境 再前面一点 就是曾经高兴离人族 不过如今 已经成为了白骨死地 感受不到丝毫生气 数十架武装战斗机 依次整齐排放 其中还有几架运输机 可以装载容纳上万人 王牌白虎部队的人员 目光都落在斩杀队成员身上 眼中都带着敬佩和羡慕 这一次深入骨骸一族 虽然听起来很危险 但能跟天王的斩杀队一起行动 有容于焉 现在时间还早 毕竟是潜伏 那自然是在晚上行动比较好 唯一可惜的 就是骨骸一族 并不存在时间观念 白天黑天 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 晚上没那么容易暴露而已 白虎队长这边 注意到斩杀队的人员调动 布犹有有些好奇的 他看着莫修问道 庄楚退役了吗 莫修点点头 嗯 他对庄楚现在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队长没有说 林峰和叶祥也守口如瓶 但他隐约猜测到 庄楚很有可能出了一些事情 其实这些天里 庄楚一直在龙场山谷里 跟王陆学习儒家心学 虽然作用不大 但也能让圣人学问加强一些 不至于忘得太快 但有任务的话 他自然会起身过来 果然 没过一会儿 一股磅礴沙意的气势陡然传来 所有人身子不由僵硬了一下 纷纷转头看去 只见一身暗红色仲凯的身影 缓缓从丛林中走过来 哪怕是斩杀队成员们 都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楚歌 风云有些震惊 怎么感觉就一个月没见 庄楚变化很大呢 庄楚看着斩杀队成员们 微微点头 并没有打算摘下头盔的打算 罗景看着庄楚 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有说什么 三位人族顶尖站立 就算古骸一族的王座还存在 也不用太过忌讳 叶响这时候走了过来 递给庄楚一张金光骤加持的镜符 他也不清楚 被庄楚能不能有用 但总要尝试一下 庄楚接过服录 开口说道 谢了 众人都听出庄楚沙哑的声音 再加上他几乎能吓死人的杀气 就算是个傻子 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 楚队 现在看起来好可怕 何了了 忍不住轻声说道 众人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的确吓人 庄楚从手里直接弹出一个小石头 啪一下命中何了了的额头 我 好痛 何了了扶额 吐了吐舌头 但心里却放心下来 不管庄楚是否退役 也永远都是他们的主队 到晚上才会出发 还有大半天的时间 夜想没有浪费时间 趁着紫玉丹的效果 就待在飞机上 冥想烙印元先文 前几遍的人先文进展 无疑是自身实力增长最快的 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升级到四十级四转 时间一点点流逝 对于夜想修炼的刻苦 众人也都见惯不惯了 毕竟在荆州战场的时候 夜想不是在出行任务 就是在修炼 很少看到身影 但在战场上 每当需要他的时候 那一袭雷法身影 永远如影随形 从来没有出现跟不上的情况 深入骨骸一族领域前 难得的空闲时间 尤其是战神老爷子 也在丝毫不吝啬地 教导这群最精锐的年轻人 同为用兵器的 横轻对邻军也很是满意 年纪轻轻就走出自己的道路 极箭与他的霸刀 不相上下 倘若等级再高一些 星星在刚打算夸奖一番 就看到这小子 手里拿着一本写真集 横老爷子顿时皱起眉头 神情严肃地朝他走过去 哎呀 有人要挨骂了 何了了 小心提醒道 柳妍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小小年纪 看这种书干什么 没收了 横老爷子 直接将邻军手里的写真集拿走 邻军一猛 小小年纪 前辈 我已经25了 是正常成熟的男人 但很快 邻军突然反应过来 从兜里又翻出好几本写真集 前辈教会的对 我与赌督不共戴天 嗨嗨 如此可教 横青满意地点点头 众人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这位前辈的形象 遗落千丈了 天王罗景不由笑了笑 其实邻军一直有老师的影子 爱看写真集的毛病 完全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而已 夜晚降临 白虎部队的人 终于看到 斩杀队里那传说中的猪队友 獠牙野猪 这家伙一直在战斗机上睡觉 睡得恶醒了 要找吃的了 何寥寥眼睛一亮 开口看向墨修道 我带着猪猪去打野位 怎么样 墨修微微皱眉 摇摇头 这里是边境 没那么安全 喝营养药剂补充就好 嗯 好 有什么不安全 横青爽快自信一笑 看着獠牙野猪说道 走 让我见识见识他的隐怪能力 是不是真如传闻那么夸张 战神前辈都发话了 何寥寥顿时很开心 直接揪起猪猪的大耳朵 一跃飞了起来 獠牙野猪也习惯了 一身皮糙肉厚 揪不痛 而且看起来是揪起来的 其实何寥寥在獠牙野猪身上施展了风法 体重变轻了十几倍 横青跟在何寥寥身后 高空处 目光看向远处一片雪白的谷玉 眼眸冰冷 很快 獠牙野猪吸引了一大堆异兽 朝聚集地冲过来 四条猪蹄灯的飞快 细心的人发现 这头猪奔跑的速度是真快 明明才二十多级 速度却比三十级战士职业的速度 还要快不少 时间一点点流逝 当夜幕彻底降临时 叶祥缓缓睁开眼睛 仿佛心有所感的一般 没来由算一挂 手中浮现八卦天干地之虚影 稍微一波浓 神情顿时一变 凶 哼 不信 青云子前辈说过 天变后算卦就不是很准了 不要太盲目相信算卦 叶祥想想了想后 又重新算了一下 果不其然 卦象一下子便好了不少 凶急参半 再算 这时 罗锦下令准备出发 所有人顿时全部登机 毫无疑问 天王罗锦 战神恒青 还有庄楚 都走进叶祥所在的机箱 看到他手里的卦象 恒青一下子知道 叶祥在算卦 不动声色地看着 罗锦也明白过来 在通讯器频道说道 先等等 所有人不由一愣 等什么 庄楚饶有兴趣地 看着叶祥算卦 等卦象稳定后 不由问道 怎么样 凶 叶祥头也没太多说道 天王罗锦一头黑线 刚要询问 就发现这家伙 又重新算了起来 恒老爷子不由看乐了 算是明白 叶祥是打算算出 个上级卦象出来 叶祥重新起卦 连续算了好几次后 刚好过晚上十点时 卦象终于不再是凶 或者是急凶参半 而是直接出现了 一个大级卦象 眼睛不由一亮 好了 出发 天王罗锦立即说道 顿时 十几架战斗机和运输机 同时升腾而起 打了一辈子仗 无论是天王还是战神 都不幸命与挂象这种事情 之所以这样 也算是宠着叶祥 十几架战斗机 直接飞进骨骸一族领域 数百米的高空 普通的骨骸一族 根本没办法攻击到他们 速度很快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众人很快就飞进 骨骸领域上百公里的距离 就在这时 一根可怕的骨刺滑破夜幕 笔直朝其中一架战斗机 投掷过来 然而早有准备的罗锦 直接飞出去 长脊直接将那根骨刺斩断 随后 低头朝下面看去 只见一头八十二级白 绝骨王死死盯着上空 一个命令 顿时传递整个骨骸一族 一瞬间 只要低于他等级的骨骸一族 都得知人族深入境内了 这就是骨骸一族的特殊性 奇异的存在 交流也仿佛是一个念头 就可以无视距离传递出去 统一行动 这头白绝骨王的身躯 陡然变得庞大起来 一根根粗壮骨刺 在他身上爆发而起 眨眼间就变成一头骨骸巨人 但和当初骨骸王座相比 显得娇小许多 骨骼也没那么争鸣 只有八十米高 天王罗锦提着战绩 迅猛飞到他面前落下 浑身爆发出的可怕血气 让这头白绝骨王的灵魂之火 都颤抖起来 人 神族天王 战绩落下 那庞大的头颅断裂坠落 罗锦一脚踩在身躯上 宛如泰山压顶 轰鸣震动 咔嚓一声 身躯上的所有骨头 全部断裂 轰塌在地 一颗八十二级血灵 直接飞了出来 罗锦随手将其抓住吃掉 起身迅速飞起 朝着战斗机追上去 平静道 准备战斗 我们已经暴露了 所有白虎驾驶员点点头 表示明白 夜幕中 下起白色鼓雨 无数古次投掷上来 都被出色的白虎驾驶员 躲了开来 毕竟这里不是鼓渊 压根没几个强大的鼓骸一族 但即将靠近鼓渊的时候 天王罗锦看着地图 抹起下巴 思索两久后 才伸出手 在地图上画出一个大半圆说道 绕开鼓渊 直接从日花岛路后面飞进去 天王 这样油就不够返程了 白虎部队的队长回应道 我知道 到时候走回去 剩余的油 全部给运输机 罗锦沉稳自信道 军事行动上 虽然大多数都是由后方指挥官指令 但在真正的战场上 天王罗锦的命令优先执行 很快 所有飞机直接绕过谷渊 一个大半圈后 来到只有在百年前地图上看到的岛路 所有人都忍不住朝下面看去 但可惜是夜晚 只能看到一片深海中 有岛路形状的黑夜 整个岛路气飞一片 没有一丝光亮 毫无生机 不像是有人足生存的样子 准备行动 尔脉里 莫修开口说道 斩杀对所有成员起身 包括庄储 在距离地面还有数十米高度时 集体跳了下去 夜想捏起道法 遇风坠落 潇洒轻飘 一席青山身影 稳稳站落在树冠上 本来还有些担忧 夜想会不会太高的和了了 看到这一幕 眼睛顿时一亮 一下子就飞了过来 好奇问道 小学弟 你也会风法吗 夜想摇摇头 只是遇风的小法术 不是风法 好吧 和了了明白过来 莫修看了一眼 众人的坐标地点说道 所有人朝我这里集合 不要随意行 说到一半 莫修一脸疑惑 风源 你在干什么 斩杀小队的坐标里 此时就风源移动的速度很快 别说了 老子这运气没谁了 直接跳进蛇窝了 就在先前 风源从上面跳下来后 结果直接一脚栽进黑洞里 虽然精力高的高度 没摔出事情来 但等他回过神来后 就感受到不对劲 随即漆黑的视线中 一条条星红的眼睛 缓缓浮现出来 风源下意识 让辅助智能打开光亮 眼前的一幕 哪怕是他 也不由深吸一口气 十几头黑红色的蟒蛇 围着他 正吐着杏子 全是五十多集 接近六十级的蟒蛇一兽 腹红独蟒 风源着实吓了一跳 随着肾上激素上升 眼眸也变成血红 腰间双刀拔出的一瞬间 一道十字斩斩出 随后看也不看 直接跳起 连忙冲出黑洞 转身就跑 十几头腹红独蟒嘶吼一声 全部冲出蛇窟 朝他追上去 速度丝毫不慢 这才有了墨修 先前看到他飞快一动的一幕 风源话音一落 何了了顿时朝他的方向飞过去 然而一道身影比他更快 雷光闪烁间 叶响已经消失在他眼中 人先驱来到第三层 紫禁单二转后 叶响的雷法附身 显然又快了一个档次 可以说光平速度 斩杀对立 除了天王罗锦 其余人没有谁能快得过他 众人降落的位置 都隔得不是很远 叶响很快就看到 飞快奔袭的风源 同时风源也看到了 那道雷光 顿时一个刹车 提刀转身 看着十几头腹红独蟒 嘴角泛起冷笑 我叶哥来了 准备受死吧 叶响一头黑线 但也知道 风源的性格就是这样 有些大大咧咧 来到风源身边后 抬起手 施展通天路 二十四张浮路 同时浮现身前 化作二十四道长剑 雷法涌入其中 瞬间化作二十四把雷剑 是 所有雷剑宛如闪电 瞬间飞剑出去 那坚硬的蛇灵 也无法抵挡雷剑狂暴攻击 仅是片刻 就被雷剑刺穿 洞穿血肉 狂暴雷法炸链 几头五十级出头的 富红独蟒 顿时痛得身子乱颤 风源抓住机会 直接冲上去 长刀覆盖一层血气 硬朗的面孔下 嘴角裂开 这股血气 顿时汹涌起来 宛如小型龙卷的犀利 直接将几头 不受控制的独蟒 吸到跟前 刹那间 血红刀气呼啸而起 几条富红独蟒 直接被切割成数段 漫天血肉散落一地 风源深吸一口气 压低身子 直接躲过一头 独蟒的血盆大口 就在躲闪间 风源调整姿势 整个人突然翻过身来 手中长刀横斩 直接将这头 五十八级独蟒下颚 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 另一把长刀 直接刺进那血口 狠狠贯穿上去 长刀 从下颚贯穿头颅 瞬间 将这头独蟒中伤 也想看着风源 这玩命的打法 也不得不择舌 战斗没有技巧 全靠反应拼命 直接将其从头颅往下滑 切开半个身子 抬手直接将蛇胆挖出来 这种巨型独蟒 光内脏鲜血 就沾了风源一身腥臭的血液 也想知道 风源马上就要狂暴了 果不其然 更加狂暴的血气浮现而起 也想抬手凌空 划出二十四张浮路 灵炼随着金光 立马甩了出去 将其余八条富红独蟒拽住 但仅仅只是牵制了一下 所有灵炼金光崩溃断裂 等级还是差距太大了 风源就算是进入狂暴状态 实力倍增 也不可能同时面对 那么多条蟒蛇攻击 叶想双眸眯起 化作金眸 一袭子袍附魔衣浮现出来 眉心道义浮现 一手掌心雷凝固而起 身形瞬间化作雷光消失 来到风源身后 一掌狠狠落下 哄 掌心雷炸开 雷法覆盖 这头蟒蛇的全身 垫得对方浑身颤抖 刚要乘胜追击 叶想突然感觉 灵力刀锋从后面斩来 连忙弯腰躲闪 只见刀锋斩断几缕长发 差之毫里斩过脖梗 看到这一幕 叶想美好气地 看着狂暴中的风源 这家伙真的是 进入狂暴状态后 是敌我不分的吗 好像还真是 叶想手中甩出一条金光 拽起风源的腰部 不等他反应 直接甩出毒蟒的包围圈 刚将风源甩飞的一瞬间 这几头毒蟒 同时喷出毒雾 满地的杂草 瞬间哭死 但有可怕的腐蚀气息 毒雾迅速扩散开来 叶想刚要撤退 就看到风源这个傻大憨 开着狂暴 直接冲进毒雾 叶想无奈叹气 这家伙能活到现在 也不知道是命打还是抗揍 就在这时 一股大风刮来 将毒雾全部吹散 何寥寥的身影 出现在半空中 念起咒语 片刻后 在他身边出现 十几个风精灵 欢蹦乱跳地 朝着毒蟒们飞下去 叶想微微松口气 抬起手 三昧真火与雷法融合 一条雷龙真火席卷而起 呼啸一声冲了上去 有和乐的帮助 局势立马发生转变 随后 又是突兀一声枪响 那头追着风源最凶狠的 六十级富红毒蟒 瞬间被爆头 心血又见了风源一身 让他变得更加狂暴 双刀疯狂挥舞 眼睛心红 简直比庄楚 还像杀身魔头 见所有毒蟒都被斩杀殆尽后 他还在发疯 按照往常 风源肯定也会停下来 但显然 毒蟒的毒性 还是影响到了他 整个人依旧在发疯 这家伙 早晚成真疯子 何了了 浮额叹气 夜想思索片刻后 抬手凌空画起一张符路 这张符路明显化得很慢 比三昧真火融入卓阳幅的速度还慢 因为这是一张地阶符路 眼眸充斥神性 无比冷静 不容易撕分神 赤灵 震魂 刹那间 这张符路瞬间贴在风源额头上 符路效果激发宛如风印神魂一般 让风源直接呆愣在原地 双眸里的血红狂暴逐渐消失 整个人也随即清醒过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 我这 何了了一脸呆萌地看着这一幕 控制着风精灵戳了戳风源 干嘛 风源没好气地将风精灵一脚踢飞 风精灵顿时气地一拥而上 暴揍一顿 莫修将这一幕都看在眼里 眼眸带着惊奇 没想到 夜想竟然能将狂暴状态的风源给拉回来 好了 流出五公里的安全区域 莫修开口说道 众人点点头 表示清楚 何了了抬起手 将所有风精灵召唤回去 气得直接转身离开 很快 五公里范围清理完毕 斩杀队作为先遣部队 任务已经完成 得到指令后 上空十几架飞机全部降落下来 白虎部队迅速在原地搭建防御基地 在正式的帮助下 在堡垒的表面上 还覆盖了一层钛级结构 加固防御基地 一百多人有条不紊地执行各种命令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在异族领域搭建基地 只是这一次没有后援 所有辅助智能覆盖探索 十公里为一个节点 大后方的指挥势力 周景夏发指令道 很快 伴随着辅助智能迅速扩散飞远 大半个岛路地貌逐渐浮现出来 整个古孩异族领域 在百年前 日花人族与高新黎人族加在一起有上亿人口 如果按照先前那位皇族的说法 是圈养人族的方式 那很有可能还存在活口 但高新黎整个领域早就是白骨一片 但在这古域背后的岛路上 却全部都是火山石 毕竟能活生生塑造出一个古渊出来 可想而知 当初这场火山爆发究竟有多么恐怖 这种天灾 完全不亚于一族入侵的毁灭性打击 辅助智能越飞越远 终于看到了类似于人类的身影 在山石缝隙中一闪而逝 发现目标后 那辅助智能迅速接近靠近 那人类身影仿佛也注意到了这奇怪东西 停下脚步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鸟 这一刻 无论是白虎斩杀队 还是大后方的指挥官们 注意力都死死盯着屏幕 自从一族轻视后 百年来 这还是第一次观测到其他人族 随着辅助智能越来越靠近 那人下意识退后了好几步 但确定没有危险后 又忍不住好奇走上来 很快 仿佛一个野人一般的人族出现在屏幕里 开启夜视模式后 镜头里的人族很是清晰 乱糟糟的长发 瘦弱的身躯很是营养不良 瘦瘦矮矮 浑身皮包骨头的样子 嘴里像是在嘀咕着什么 伸出手想要触碰辅助智能 二十二级转职者 但似乎智力不高 并不会使用转职技能 辅助智能判断道 而且虽然一百年没有见过其他种族 但辅助智能自带翻译功能 一下子就明白这家伙在嘀咕什么 这是鸟 可以吃吗 有些别扭的日花人族口音 已经不是很纯正了 看他伸出手想要触碰 辅助智能自然不可能让他触碰到 迅速高高飞起 这野人见状看了一眼四周 随后直接从地上捡起一块火山石 瞄准辅助智能后 用力投掷过来 辅助智能轻而易举地躲开 随后发出一道电磁枪攻击 准确无误地落在野人身上 野人被击中后 直接倒在地上 浑身颤抖不已 但似乎天生抗性很高 不一会儿竟然爬了起来 飞快地朝后面逃跑 满脸恐惧 跟上去 周锦立即下发指令 没有再出手 而是想通过这个野人 看看如今的日花人族 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毕竟一百年前 日花人族虽然人口不如华夏 但在科技上并不比华夏落后 甚至在许多领域上面先进很多 但看到眼前这个野人 难以想象这一百年来 日花人族到底怎么发展的 是完全退化到原始部落不成 辅助智能高高飞着 那野人完全不知道 那东西一直跟着自己 只知道害怕 飞快地朝回家的地方跑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来到了家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 错落有序的木屋 那男子回去后 就手舞足蹈地说出 自己刚才经历的时间 大吼大叫 很快不少跟他类似的人 走出木屋 好奇地看着他 辅助智能将这些 全部拍摄下来后 看到屏幕里的一幕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这就是人族 被异族圈养的后果吗 竟然让文明倒退 简直难以想象 哪怕拥有转职能力 却完全不懂得使用 尽管知道两百年前日 花人族曾经侵略过华夏 犯下的罪孽无法原谅 但同为人族 看到这一幕 就如同井中 敲在每个人心头 辅助智能扫描了一下后 很快就将数据扫描出来 整个部落有2327人 等级普遍低于25级 其中只有一个是52级 类似于法师职业的老人 还有一个45级 比较强壮的中年战斗职业 这两人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不由走了出来 看着那大喊大叫的男子询问道 而就在这时 那位大祭祀老人突然抬起头 目光落在高空的辅助智能身上 虽然年迈 但目光却充满智慧与警惕 抬起头 一张白色阴阳符露捏在他手中 化作一只半人高的怪鸟弑神 直接朝那辅助智能飞去 察觉到危险后 辅助智能迅速撤离 但那怪鸟弑神显然不打算放弃 飞快追上来 辅助智能本身的战斗力并不是很高 但就在这时 一柄锋利匕首 瞬间落在怪鸟弑神身上 扑斥一声 将其冻穿 啪一下 怪鸟弑神化作一张残破的阴阳符露坠落下来 落在叶祥手中 好奇地打量着 眼中划过一丝诧弹 这张阴阳符露 有一点道家符露的感觉 有点意思 那年迈老人 一袭白色长大褂 难不成是阴阳师职业吗 叶祥眼眸 划过一丝诧弹 当初他转直到市查资料的时候 发现日花人族有一卖阴阳师传承 而且学得有些不伦不类 斩杀队十几人 早就在发现目标后 就一直跟在辅助智能朝这边过来 在调查清楚对方后 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显露身影 出现在这些人眼中 毕竟斩杀队除了林峰和叶祥两人 其余全是五十多级 整个部落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完全没有威胁 那个辅助智能 飞到墨修身边 他推了推眼镜 一步步朝着日花人族走去 对方显然也注意到了他们 看到那一身精良装备和强大气势 还有同属于人族的陌生面孔 这些人大多数又畏惧又好奇 那老人正正地看着这些人 眼眸中全是不可置信和震惊 他一步步走上去 一旁的强壮武士 见状下意识皱眉阻止 组长 他们很强 不可 老人摇摇头 他双手颤抖着 他是最后一批 接受过教育的幸存者 所以对于整个世界观并不陌生 也正是因为他的带领 日花人族 才没有走到真正灭亡的一步 他一下子联想到了东方那个强大谷国 华夏 老人张了张嘴 缓缓说出声色的华夏语 无 无名宫里守直 恳请华夏 拯救日花人族 似乎担心自己的诚意不够 在身后两千多人的震惊目光中 这位尊敬无比的族长大人 竟然跪了下来 莫修看着眼前跪地不起的人族老者 又看了一眼远处两千多人的日花人族 沉默片刻后 耳脉里传来天王罗井的声音 莫修点点头 可以答应你们 但三十几以上的职业都需要入边 包括你 我们还有任务 需要帮手 宫里守直文言 一脸高兴地抬起头 立马点头答应下来 阁下有任何需求 可直说 叶想静静地看着这位老人 目光平静 这时 那位武士职业的战士走了上来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沉默片刻后 也放下长刀 在宫里守直身后 一同跪了下来 身后两千多余人 见状也全部跪了下来 他们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组长的选择 从没有错 否则他们还在那圈子里 承受着非人的虐待和折磨 你叫什么 看到这家伙 用的是两把骨刀 风元眼睛微微眯起 来了些兴趣 看着这位中年战士问道 男子通过辅助智能的翻译 明白风元的意思后 抬头平静说道 太仓五脏 二天一流派 可以看出 这家伙虽然下跪 但骨子里的传承底蕴 还是让他有自信的 风元嘴角泛起笑意 真是巧了 你我祖上 可算是仇敌啊 我风家创的掌握刀法 可就是为你这个流派 专门打造的 有空比划比划呗 太仓五脏沉默下来 缓缓低头 我为祖辈曾经的愚蠢 向华霞道歉 毕竟传承在身 跟宫里守直一样 还是知道一些历史的 但其实这些东西 对于如今的日花人族来说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活下去 天王罗景 与战神横青 还有白虎部队成员们 没有着急出面 前面全有斩杀队 斥后负责 他们坐镇后方 建立基地 尽管这个基地 很有可能只是临时的 但毕竟 这里是古骸一族的大后方 再加上先前已经暴露 很有可能会有大部队正在赶来 墨修开始跟宫里守直 了解整个岛路的情况 一个全面的战略 逐渐浮现在周景脑海中 他眼睛缓缓眯起 相对于整个华夏的版图 如果想要将高新力和古渊拿下来 那么这大后方的岛路 将至关重要 前面夹击古骸一族领域 只要有足够的底蕴和实力 但现在战神恢复 庄楚也有了比肩王座的实力 再加上整个华夏底蕴 吃掉一个古骸一族 似乎不是不可能 只不过这个想法实在太过于害人 并且需要更加精细的布置 毕竟华夏坚持了那么多年 倘若因为攻略古骸一族而失败 造成底蕴全没 就如同三十多年前一样 华夏一下子陷入低谷期 只能蜷缩尽量保持实力 但岛路这边 似乎可行 将古渊后路斩断 组织当地的日花人族 抵抗古骸一族 让其彻底脱离掌控 看到这两千多余人 还以为日花人族所剩无几 哪知道 原来被古骸一族圈养的日花人族 竟然有接近十万人 之多 听到这个数量 哪怕是莫休 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多多少少有些震惊 这么多人 就甘愿如同朱羊 被古骸一族圈养着 宫里手指脸上泛起苦笑 百年了 信仰与传承断绝的人族 其实跟畜生又有什么区别 当年我带人反抗 也仅有千余人 愿意跟我一起逃离出来 其余人不是救不了 而是不愿意反抗了 他们自认已经没有了希望 我本来也想通过海路 前往华夏寻求支援 但海里的异兽实在恐怖 无法通行前往 叶祥等人 就当听故事一般 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宫里手指 和远处那常跪不起的 两千多余人 宫里手指并没有让他们起来 只是一句话 代替先辈 向华夏人族请罪 他清楚历史 尽管现在的日花人族 已经没什么人记得这些事情 但不代表华夏人族不介意 这些举动 莫修都看在眼里 可以看出 宫里手指的确坚持不下去了 他担心自己一旦死了 那么整个日花人族 就走向了灭族 彻底沦为古骸一族的圈养物种 不再是人 而是畜生 宫里手指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派人去观察圈养地 可以说 那里的人毫无人伦秩序规则 甚至已经出现新生代不会语言了 别说转职 古骸一族 根本不会给他们升级的机会 不反抗 一辈子注定没希望 他们这一脉人 还在反抗 勉强保持着部落运转 同时有好几个躲藏地点 防止被古骸一族围剿 这些地点 都是百年前修建的秘密防空洞 足够容纳两千多人 了解清楚情况后 天王罗景开始思索起来 本来他们的目的是 探索还有其余人族 如果有 能救救救 救不了救杀 但很显然 远超预期的情况 竟然接近有十万人被圈养 怎么可能全杀了 就也不可能救完 很快 大后方给出一个战略方针 如果可以 就在岛路上打造出堡垒基地 但没有大量兵力战士 也没有足够资源 不过缺人 可以通过日花人族 这些来补充资源 白虎部队成员每一个 都是森罗优秀里科生 百年前的火山爆发 已经发现 不少稀有矿物可以利用 两个小时后 莫修给出答案 看着宫里守直说道 我们华夏 同意帮助你们日花人族 但有一点需要你明白 从今往后 这里将由我们华夏掌控 宫里守直忍不住自嘲一笑 我们日花还有资格说 领土这种事情吗 已经是灭族存亡之计了 莫修摇摇头 目光平静地看着宫里守直道 正如你 从来没有放弃过 华夏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将来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 宫里守直是聪明人 他点点头 明白其中的深意 但现在 能活下去就行 他缓缓起身走出房门 看着远处 还在跪地不起的族人 迈不向前 与其激动响亮喊道 我们得到华夏的帮助 将带领我们 反攻骨骸一族 解放同族 听到这句话 所有族人忍不住抬起头 一脸震惊 他们看向斩杀队成员身影 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就这些人 真的能做到反攻一族吗 就在这时 辅助智能响起警报声 有两百头骨骸一族正在靠近 平均等级四十五级 得到消息后 莫修眼眸划过一丝诧异 平均四十五级的一族 可算是一族中的精锐了 平时在边境可是很少看到 没想到这大后方 居然有那么多 莫修打开地图 很快就看到了不少骨骸一族 正朝这边摸索过来 看到这虚拟屏幕上的荧幕 公里手指忍不住脸色一变 来不及吃惊 华夏如今的科技 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 连忙说道 这些就是圈养同族的那些一族 他们一直想抓住我们 莫修点点头 两百头一族精锐而已 没什么压力 抬起头 看着李清说道 注意安全 探查一下最高等级的首领 这两百头四十五级精锐后面 有可能有一头黑骨王 黑骨王 最次也是六十级以上 防御恢复都非常强大 不好对付 并且转化成黑骨后 法术防御抗性很高 其中雷法也不例外 李清点点头 身形鬼魅一般 消失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太苍五脏瞳孔一缩 竟然感受不到半点契机 好可怕的女人 尤其是还如此年轻 莫修并不在意 自己等人的实力暴露出来 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华夏如今最为顶尖的天才实力 其余人准备战斗 莫修迅速做好计划后 开口说道 众人点点头 一脸平静 数量虽然多 还平均四十五级 但对于在刀尖上 战斗的众人来说 并没有太大压力 听到骨骸一族再次进攻 那些日花人族顿时一脸惊恐 下意识逃离后方的防空洞 然而 这一次宫里手指咬咬牙 抬起手说道 这一次不用跑 跑不了一辈子 好好看看华夏的战士 是怎么战斗的 谁敢跑 就逐出族群 很快 李勤传来回应道 并没有找到对方的首领 莫修微微皱眉 不过也没有太出乎意外 六十级左右的一族 拥有的智力 已经不弱于人族 有点心机也正常 莫修点头说道 你小心一些 骨骸一族升级到六十级 进化黑骨王后 会有三个进化方向 一个是力量型的强大骨王 体型能变得很大 根据等级来 六十级以上的 最起码也是六十米高度 第二个法系黑骨王 会不停使用各种古系法术 战斗不容小觑 第三个就是隐秘系骨王 这类骨王最为棘手 他的骨头宛如黑水一样 可以附身在任何一头骨骸一族身上 关键时刻陡然爆起 刺杀 对于斩杀队来说 前两个都好对付 但第三个最为棘手 不过莫修已经有了防备 下发指令 在对敌的时候小心一些 大家都不是傻子 点点头 表示清楚 很快 二百头四十五级骨骸一族 映入眼帘 伴随着他们越来越近 哪怕是宫里守直 也忍不住紧张起来 就更不要其余的日花人族了 早已被吓得一脸惊恐 两脚发软 对骨骸一族 已经恐惧到深入骨髓了 风元看了一眼一旁的太苍五脏 嘴角突然一笑 要不要比一比谁杀得多 我把实力压制到跟你一样 太苍五脏犹豫豫一下后 摇摇头 认真的说道 还请阁下多杀骨骸一族 感激不尽 听到辅助智能的翻译后 风元翻了个白眼 真没意思 不过他也不欺负太苍五脏 虽然祖辈是仇敌 但现在两人的等级和岁数 都有不小差距 他等级那么低 不会有事吗 太苍五脏突然看向夜想问道 风元忍不住一笑 看着夜想说道 那是我夜哥 你放心 就算咱们这些人全死了 这家伙也会活得好好的 那雷法附身的手段 就算打不过 也能轻易跑掉 听到这句话 太苍五脏点点头 没有多说 很快 就在骨骸一族即将要靠近时 正式率先出手 坚硬的火山石崩裂开来 宛如一条土龙翻滚 瞬间将十几头骨骸一族淹没 随后就看到一个 看起来很斯文的眼镜青年 推了推眼镜 就直接从空间 拿出一具灵能加特灵 看到这件东西 宫里手指眼睛差点瞪出来 还以为自己回到了百年前 可热武器不是对一族 没有任何作用吗 但当他看到那疯狂旋转 发出密密麻麻的灵能子弹后 一下子明白过来 一具四十五级骨骸一族 仅仅只坚持了几秒钟 就被打成筛子 浑身骨骼破碎 眨眼间就是成片骨骸一族倒下 一口气直接将能量耗尽大半后 莫修将加特灵收起来 抬手直接拿出两把灵能沙鹰 喷喷两声 两发强大的灵能子弹 直接将两头骨骸一族脑袋轰掉 宁远眉抬起手中的魔法书 直接翻开好几页 将这几页的火系魔法直接释放 恐怖的魔力翻滚 刹那间 上空同时浮现出三到五转魔法阵 呼啸间 三颗陨石火球从魔法阵中召唤出来 轰隆一声 三颗陨石火球飞快降落 瞬间磨灭了十几头骨骸一族 此时 和乐乐也念完咒语 凭空出现一道风法龙卷风 席卷而上 在战场上肆意纵横 不停地有骨骸一族被卷了进去 然后被甩飞 不知道何处 但只要不会飞得骨骸一族 这个高度甩下来 肯定会被甩得骨质疏松 粉身碎骨 柳妍舔了舔嘴唇 他其实很少出手 身前浮现出一道次元空间 远处一头骨骸一族身后 也同样出现了一个相对应的次元空间 一只手伸了出去 刹那间 这头骨骸一族的脑袋不翼而飞 这诡异无比的一幕 看得太苍五脏后心发凉 这又是什么转制技能 这些人都强得离谱 等几个法师表演结束后 邻军风员讲官三人 直接进入战场 太苍五脏剑撞咬咬牙 也冲了上去 哪知道下一刻 一道雷光瞬间超过四人身影 风员三人是见惯不惯了 但太苍五脏却一脸震惊 这是刚才那个少年 好快的速度 是传说中的雷法吗 叶响的身影 在雷法和神行服加持下 快如闪光 手中早已凝聚出一团掌心雷 隐含不放 配合八卦掌 直接将一头四十五级的骨骸一族 一掌拍飞 那骨骸一族身子倒飞到半空后 身子陡然炸裂开来 一颗血灵浮现 叶响抬手一卷 将血灵落入手中 吞下去 而风员与太苍五藏在刚刚赶到 叶响已经解决掉一头 叶响 先节约灵力 后续有可能还有战斗 莫修提醒道 雷法作为叶响的技能 的确很强大 但同样消耗也快 哪怕已经三十五级了 在雷法的消耗下 仅仅只能支撑一场战斗的消耗 但这次是在骨骸一族的领域上 随时保持一定战力才行 嗯 叶响文言随即让身上的雷光隐秘下来 手中随即出现了一柄刺眼雷剑 施展清风剑绝 凌风 趁这次战斗升级到五十级 所有血灵优先吞服 凌军配合一下凌风 莫修继续说道 凌风文言点点头 凌军也抬手示意 没有问题 在斩杀队全力爆发下 二百头平均四十五级的骨骸精锐 在迅速被屠杀 这可怕的战力 直接让身后一众日花人族看得目瞪口呆 哪怕是宫里手指 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看到的东西更多 要知道这些 在他眼里 还只是一群孩子 那么华夏如今 究竟有多么强大 随着骨骸一族数量越来越少 莫修却越发警惕起来 抬起狙击枪 仔细观察着全场角落 仅剩的四十八头骨骸一族 已经意识到不对 想要后撤 李勤早已在他们的大后方 自然不会任由他们撤退 然而刚要动手 莫修就制止道 别动手 那个首领还没有出现 多半是刺客进化方向 就看着他们离开吗 风源不由皱起眉头 好不容易有一次 全对一起出手的机会 就这么虎头蛇尾 莫修暂时没有回应 一头六十几以上的刺客系黑骨王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无比致命的 紫叶 迎紫叶文言 缓缓摘下自己的眼纱 一瞬间 这世界最美 并且最神秘的一双星眸 缓缓睁开 叶祥虽然看到过一次 但再次看到 也不由有些失神 但就在这时 叶祥猛然感受到 极致危险的契机 迎紫叶这时候 也看到了叶祥身上未来的一幕 一柄漆黑骨刺 直接贯穿了他的心脏 叶祥 哄 在迎紫叶花音刚落的前夕 澎湃的金光 早已席卷而起 瞬间将叶祥整个人都包裹起来 但那根黑骨 却无比锋利地将金光切开 丝毫不费劲 这根强大黑骨 远比普通骨王的骨刃 强硬太多 撕拉一声 金光破碎 一头六十级黑骨王的骨刺 轻而易举划破金光 即将刺入叶祥身躯体内 看到这一幕 柳颜皱起眉头 迅速念起咒语 一道次元空间浮现在他身前 但与此同时 一张俘虏在叶祥手中 悄无声息破碎 斥令 迷一叠乱影 一瞬间 叶祥身影分成三个 但这次分身不同 不再是俘虏那般单纯的障眼法幻象 是配合地煞道法分身之术 几句分身顿时变得灵动真实起来 没有以前那样死板 华夏道法 看到那张符路和分身之法的一瞬间 宫里手指就看出了叶祥的根底 毕竟身为阴阳师传承 他很清楚 自己这一脉是起源于华夏道门 可不是说在百年前 传闻华夏道法传承已经断绝了吗 一根骨刺瞬间刺穿叶祥的身躯 一具分身顿时破碎开来 而这一幕 正好是影子叶先前占卜看到的样子 此时其余两个叶祥 一人浑身金光一人手中绚烂雷法 金光化作长绳束缚黑骨王 掌心雷瞬间轰鸣而出 黑骨王嘴角泛起争鸣笑容 宛如刺猬一般 爆发出无数黑色骨头包裹全身 掌心雷轰在上面 就像是被吸收能量了一般 威力直接削弱一半 叶祥见状直接捏起法绝 一人一分身同时消失在原地 道法隐秘 但没有恋战 迅速撤离 叶祥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这黑骨王盯上 是因为柿子挑软的捏吗 就在这时 一道紫色次元空间凭空出现 瞬间将黑骨王封锁在原地 柳颜眼眸无比冰冷 这家伙竟然差点将可爱的小学弟杀了 难掩杀意 抬起手 全力施展无转技能 空间次元杀 砰 那紫色空间瞬间破碎明灭 被封锁在其中的黑骨王却浑身化作黑水 躲开空间次元杀的攻击 但就在这时 刚突破到无转的凌峰 双眸散发出灰色时间之力 抬手一指 一道时间法阵迅速落在那一滩黑水身上 施法念咒的速度比以前快了数倍 效果也强大一倍有余 时间凝过 那滩黑水显然受到凌峰时间法术的影响 凝聚起来缓慢许多 黑水状态下的黑骨王几乎免疫物理攻击 但对于法术的抗性却直接削弱好几倍 叶响 雷法 莫修立马开口说道 话音一落 刺拉一声 叶响直接将掌心雷拍入地面 雷法地附 雷法顿时如蜘蛛网一般 迅速向前扩散 眨眼便将地上那滩黑水覆盖 下一刻 黑水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这滩黑水就像是磁水一样 炸开无数尖锐骨刺 似乎想要凝聚本身抵御雷法 但随着凌峰一道道时间法术落下来 这个过程变得十分缓慢 叶响本体睁开纯粹神性的金眸 紫袍翻飞 道意凌身 而另一个分身则眼眸平静 心性合一 宛如一尊圣人 分身手中 精气神合一的三魅真火汹汹燃起 本体双手也同时凝聚出两团绚烂的掌心雷 两团雷光融合在一起后 白芒变得更加狂暴 杨雷法与三魅真火 叶响在道意心境加持下全力轰出 一瞬间 那滩黑水被炸成无数黑水 散落满天 但这每一滴黑水上都沾上了三魅真火 再一点点将其燃烧殆尽 不给一点复生的机会 长发少年周身 宛如漫天湛蓝星火 飘散开来 地煞道法分身在施展三魅真火后便无声消散 控制一具道法分身 灵力消耗的速度是超过往常一倍 叶响目前极限就是两具分身配合本体战斗 如果只是单纯的分身障眼法 自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很快 一点点血光从四面八方融合成一团六十级血灵 叶响压根不客气 抬手接住一口将其吃下 其余数十头骨骸一足精锐 此时也被邻军风源讲官三人斩杀殆尽 太仓武藏收起双刀 默默将那少年身影印在心里 这就是谷国华夏天才的实力吗 明明只有三十五级 但面对六十级黑骨王的刺杀 却能做到如此冷静应对 这一点 哪怕是他 也不可能做到 而宫里守直也终于想到了什么 眼眸顿时无比震惊地看着叶响 这少年 竟然是道门天师 他虽然身为阴阳师职业 但也算是道门一脉分支 阴阳福禄 九字真言运用 曲邪其服这些都能做到 但宫里守直知道 道门最强的道法神通 便是那传闻八大神咒 雷法与奇门道法 而阴阳师传承千年 研究奇门术法如此多年 依旧只是研究了点皮毛 无法完全参透 但眼前这少年 一身所学神通 并不是传承中记载的华夏道法 那一身紫袍雷法 直指道门领袖 天师 正是因为如此 宫里守直才会震惊 一族轻世时 道门传承不是就已经断绝了吗 当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宫里守直这一脉的阴阳师 当年甚至想要趁机进入华夏 占据道门正统 但一族轻视的可怕 让所有传承势力 都远远低估了 在如此可怕的实力面前 日花人族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就彻底沦陷 阴阳师传承 如今也只剩下他与孙女两人 叶祥单手捏起法绝 收敛气息 身上紫袍附魔衣 缓缓消散开来 风源几人看着叶祥 也不有点点头 叶祥的进步 众人都看在眼里 可以看出来 哪怕回到学校后 他的实力依旧精进不少 估计要不了四年 说不定两年时间等级 就能追上他们了 18岁50级 泽泽 这可比队长还要妖孽了呀 清扫战场 一大堆雪灵众人平均吸收 可惜都是45级的雪灵 对于50多级的众人来说 长不了多少能量 不过唯一值得说的是 凌峰升级到了50级 直接从斩杀预备队 正式进入斩杀队 虽然两者没什么区别 但凌峰升为盛庆的学生会会长 适应斩杀队的节奏后 天赋和潜力也逐渐展现出来 只不过因为有夜想的存在 所以存在感便低了不少 而此时日花人族们 看到这十几人的目光 已经变得无比敬畏和向往 骨子里那种敬畏强者的性格 从来没变过 如果一开始 他们还有些不服气 为什么族长要听这些人的 但这一场战斗下来 没有人会再有这个想法 二百头骨骸一族 足够将他们这些人屠戮干净 每一次围剿 就收起灵枪看着宫里手指平淡道 整理一下你的人 明早前往被圈养的日花人族之地 好 宫里手指缓缓点头 他答应下来也是一场豪赌 如果战斗人员全部都死的话 那么日花人族将永远没有了未来 全队休闲 莫修开口说道 大后方 基地还在继续建设着 围着堡垒基地 一层层围墙往周边扩散 注点 前哨 陷阱等等 一晚上时间就将基地体系建立了七七八八 岛路有足够的稀有矿物物质 不愧是火山频发地带 地下矿物资源相当丰富 但想要依靠堡垒基地 肯定不可能切断骨骸一族的大后方 主要还需要顶级人族强者 在这里坐镇 罗锦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庄储 无奈叹气道 行了 你也去前线吧 真怕你憋坏了 仅仅只是大半天时间 庄储身上的杀意已经浓郁了一倍 庄储文言摇摇头 我能控制住的 呵呵 全靠你那媳妇 行了 去杀吧 儒家老先生不是说了吗 越克制反而适得其反 你需要的是彻底掌握着杀身 对于庄储 两人一直是一师一友 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因祸得福 还是福祸相依 但已经这样了 也没别的办法 庄储沉默片刻后 站起身 点点头 起身走出基地 等庄储走远后 横倾才收回视线 无奈摇头 儒家圣人 杀身实在霸道 数千年前被称为四大士祖的那几具杀身 名不聊生 庄储成为杀身后 我查过资料 零星记载 传闻是道家镇压了师祖杀身 虽然邪性 但我觉得 他们其实是掌控了杀身 如果庄储有他们教导的话 或许也可以做到 罗锦开口说道 别打那个主意 真把师祖放出来 还嫌不过忙吗 横倾美好气道 庄储所过之处 那可怕的杀意 除了斩杀队成员和天王与战神 其余人根本不敢靠近他 仿佛在他身边待久了 人都会疯掉的感觉 庄储一边走着 一边闭目存响脑海中的圣人文字 尽管感觉这些文字 变得越来越陌生起来 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文盲 但只要他们不消失 自己就不会有大问题 如果真有一天 控制不住自己了 庄储也早就想好 该怎么办 那就是深入异族领域 大杀四方 海水拍打着礁石 漆黑的岛路上 完全看不出百年前繁荣的城市 一切都淹没在了火山爆发 与异族轻视的灾难中 堡垒基地依旧在繁忙建设 一点点扩散开来 白虎部队成员也完美学会了 利用獠牙野猪吸引异兽 扩建的速度变快不少 毕竟许多异兽都极为擅长伪装 辅助智能都很难发现 更别说肉眼了 但有獠牙野猪 这头香喷喷的家伙面前 没有异兽可以克制自己的本能 一看到他 就忍不住冲出来 想要饱餐一顿 獠牙野猪好像进化了嘲讽技能一般 方圆一百米 只要他出现 就不会有异兽会忽视他 时间一点点流逝 当日初从海边出现的那一刻 叶响已经起身运转鼓呼吸法 吸收紫气 宫里手指走过来 看到这一幕 顿时停下脚步 不敢打扰叶响修行 在他身后 站立着一位跟叶响差不多岁数的神社少女 一袭巫女白袍 头发扎着红色绣带 目光好奇地看着正在修炼的叶响 伴随着日辉金芒 落在叶响的一瞬间 朦胧的紫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紫禁器物笼罩周身 轻袍无风自动 这一刻的叶响 如折仙人出尘 仙气十足 宫里灵华注视着这位神秘且强大 来自于华夏古国的天才少年 仅是一眼 少女的心 就再也忘不掉这抹身影了 两人就在叶响身后静静站立着 宫里手指越看越是心惊 自己猜得没错 这少年不仅是道门天师 更是领悟了道义 而且根据先前战斗的表现 明明领悟了两种道义 这究竟是何等天才 放在百年前 也仅是若冠之年 哪怕是华夏道门巅峰之时 也从未有如此天纵之才 宫里手指看着自己的孙女 自己这最宠爱的孙女 资质也算尚可 容貌更是上家 倘若 倘若可以与道门天师洗劫连礼 阴阳师一脉 借此机会归入道门华夏 也算是让日花人族 有着底蕴之称了 想到这里 他不得不有些感慨 活到一辈子 自己还是想这些心思 难怪曾经师父说 自己这辈子难以误导 的确 自己已经年岁将近入土 修行了一辈子 也只是勉强触及道义 可终究不得真意 仅此一步 便是天差地别 他的等级 也无法再提升上去 五十级到六十级 会有一道坎 过不去这个坎的人 完全没有在网上升级的可能性了 宫里手指看着自己的孙女 人老成精的他 哪里不清楚 自己孙女已是心动 十几分钟后 夜想结束修炼 眼眸子气 缓缓隐匿消散 恢复正常 随后便转头看向 宫里手指 和一旁的巫女少女 有些疑惑 什么事吗 宫里手指拱手弯腰 很纯正的道家子舞角里 夜想微微眯起眼睛 看来这日花阴阳师偷学的东西 可真不少啊 结合了道法 禅意 弄出来的阴阳师脉 还是有点东西 一旁的漂亮巫女少女 也弯腰拘离 夜想刚要抬手回礼 哪只宫里手指开口道 第七十二代阴阳师 拜见天师 一旁的少女也连忙说道 第七十四代神社巫女 拜见天师 听到这句话 夜想眼眸划过一丝精芒 抬起的手缓缓放了下来 平静地看着眼前两人 这里 他并不是很享受 诗处有名 阴阳师脉再怎么悠久 那也不属于道门传承 偷师毕竟是偷师 见夜想没有回应 宫里手指缓缓跪地 夜想皱起眉头 抬手一股柔气 直接让他跪不下去 你日花人族的阴阳师 并不是我道门一脉 没必要尊称我为天师 更不须跪拜 夜想开口道 听到这句话 巫女身子微微一紧 感觉到其中 隔绝千里的冷漠之意 宫里手指沉默片刻后 抬起头看着夜想说道 我愿意将阴阳师 传承禁术交给您 只想求您一件事 我对阴阳师传承 没有半点兴趣 夜想直接拒绝道 本来就是偷学道门的东西 他稀罕个鬼 说完 不等回应 直接转身离开 他不喜欢跟着老头子打交道 满满都是新年子 阴阳师也算是修行人吧 何必折腾自己 宫里手指看着夜想离开的背影 也意识到自己并不受他待见 由于片刻后 宫里手指从袖子里 拿出一本无比珍贵的老旧书籍 上面记载了阴阳师 传承千年的所有法术精髓 他将书籍递给孙女 开口叮嘱道 我们日花的文化根底 其实已经断了 阴阳师迈因华夏而起 也该还给华夏 千年传承 就算我死后被先被责怪 但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阴阳师传承断绝 务必将这传承 递给那位少年天师 天变后的道门末代天师 那少年未来 实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爷爷 我 我有点害怕他 宫里灵华有些犹豫 宫里手指微微一笑 没有点破他的心思 只是抬起头 看向海面的出阳 轻声叹道 我休了一辈子 也错了一辈子 能做的 也只有带着一些人狗活着 但阴阳师的未来 还是拜托你了灵华 宫里灵华接过这本 被爷爷看作 比性命还要珍贵的传承书籍 默默点头 对于叶祥来说 刚才的事情 只是一个普通小插曲 新的任务指令已下达 叶祥同志 请前往岛路深处 探索被圈养的日花人族 斩杀队里 目前只有李晴跟叶祥有潜伏隐秘技能 看到任务指令后 他直接起身 按照辅助智能给的坐标位置离开 这时面前 弹出李晴的通讯 看着叶祥说道 我在前面等你 不要使用雷法附身 叶祥抬起手 表示可以 地图上 显示出李晴的位置 显然已经出发了 叶祥捏起法绝 直接预风而行 随后身子陡然隐秘消失在空中 朝目标方向飞过去 按照系统给的坐标 最少需要一百多公里 这个距离不算近了 但在预风道法下 赶路还算轻松 只是没办法做到 像何了了学姐那样 随意控制风法飞多快多高都行 目前三四米的高度 已经是自己的灵力极限了 一路风景还算不错 火山石与山林海岛结合的景色 美轮美奂 很快 叶祥就看到了森林里 李晴身影一闪而逝 显然是故意显露身影 告诉叶祥他在哪里 叶祥明白后 迅速朝着他的方向飞过去 赶路一个多小时后 两人终于看到了一个 类似于贫民窟的城镇 门口助力着两对骨骸一族 围墙全是白骨组成 辅助智能高高飞起 围绕着整个城镇扫描了一下后 很快就得出一个准确数据传递后方 两人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走吧 李晴看了一眼远处那些骨骸一族 轻声说道 叶祥点点头 刚要起身离开 就看到一头五世纪的骨骸人族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下一刻 他整个人陡然变成普通男性的模样 嘴角泛起邪义的笑容 随后直接离开 看到这一幕 叶祥眼眸顿时泛起冰冷与杀意 很显然 骨骸一族已经得到净化的方式 甚至似乎比陈兴研究的还要完美 竟然可以在骨骸一族形态和人类形态完美转换 李晴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没有说话 继续等候了片刻后 大概十几分钟后 从里面走出又走出一头46级的骨骸人族 这头骨骸人族似乎净化的不是很完美 骨骼和血肉不停地在磨合 但在走了几步后 骨骼完美融合重叠 整个骨骸人族已经变成了一位姿色还算是不错的女人 看到这一幕 不仅是叶祥与李晴 罗锦与横青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冲天杀意 天杀的陈兴 究竟造了多大念 李晴姐 动手吧 叶祥开口说道 李晴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嗯 这些净化成骨骸人族的家伙 比寄生血灵时的伪装要明显许多 身上的等级和气质 就能明显分辨出不是人的感觉 但这完美变成人族的模样 是绝对不允许的 没有立马动手 等着这骨骸人族走远后 叶祥和李晴互相对视一眼 直接追了上去 分开动手 李晴负责五世级的骨骸人族 叶祥负责四十六级骨骸人族 两人都隐匿着身形 靠近后 李晴率先动手 出手便是绝杀技能 两柄黑刃 瞬间刺穿骨骸人族的胸膛 叶祥身形也陡然浮现 手中散发着刺眼雷光 眼前的骨骸女性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她一把按住面门 雷法贯穿其身躯 噗哧 骨骸人族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浑身颤抖 重重地被倒在地上 满脸惊恐地看着叶祥 她还想反抗 但浑身被雷法麻痹 根本动弹不得 叶祥眼眸无比冷漠 看着这女性的面容下 露出猙獰的骨骸 手中捏起剑绝 一柄金光长剑 直接将其头颅割断 刹那间 鲜血飞剑 强忍着如同杀人的恶心感 叶祥没有停下来 尽管知道 这具女人身体的主人已经死了 深吸一口气 抬手画出一张符路 以三昧真火为根本 卓阳符爆发出三昧真火的大火球 将身体全部覆盖淹没 骨骸与肉身燃烧殆尽后 叶祥抬头看向不远处骨骸一族的头颅 一道掌心雷直接轰出 啪 一声巨响 雷光直接将那头颅炸得粉碎 随后一颗四十六级血灵浮现出来 叶祥将血灵吸收后 此时李晴早已解决目标走过来 还要杀吗 李晴看着叶祥问道 叶祥沉思着 这里的日花人族肯定已经被寄生了 必须解除寄生才行 否则这几万人全部没救了 这几万人要是全部被寄生 你能救得过来 李晴不由问道 这时通讯器里传来天王的声音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随便行动了 等我们过来 其余斩杀队配合叶祥玻璃寄生一族 是 众人点头 话音一落 叶祥抬起头 果不其然 两架战斗机正飞快朝这边赶过来 刚要回应 就看到暗红色仲凯的身影 从远处走了出来 脉步直接走进这宛如贫民窟的城镇 完全不把那两对骨骸一族看在眼里 看到这可怕的杀气 其余骨骸一族心里也是一颤 但还是下意识上前阻止 庄处手中浮现一柄血红巨剑 战斗前还不忘给自己老婆打的电话 他看着朝自己靠近的骨骸一族 电话拨通 一脸睡意朦胧的徐荣睁开眼睛 没好气到 早不打晚不打 老娘睡觉你打过来 老婆 我要战斗了 庄处轻声说道 他镜头一转 徐荣就看到十几头骨骸一族冲过来 他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又不是王座 你随便杀 咦 这是什么镇子 怎么看起来这么破旧 由于这次行动 是斩杀队与白虎部队秘密出行 哪怕是同为王牌部队的朱雀队长 也不知情 日花人族 谷渊大后方的导路 庄处说道 说话的同时 抬起巨剑 刹那间 几个骨骸一族的头颅 顿时高高飞起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叶响 和李清说道 我在这里吸引注意力 你们能救多少 就先救多少 两人文言点点头 直接隐匿起身影 消失不见 潜伏近阵子后 能感受到的 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果不其然 在得到寄生在人类身上 完美进化的办法后 整个骨骸一族的精锐 全部寄生在这些人身上 可以说 倘若不是这次突然行动 日花人族 很有可能将永远消失在历史上 不复存在 并且多出一个全新的一族 这种一族外观 与人族可以做到百分百相似 掌握人类转值能力 和自身的能力 潜力甚至超过了顶级一族 有成为皇族的趋势 而这一切 竟然是诚心一人做出来的 皇族更是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在他身上布下棋子 也想推开一间房门 俯臭为顿时席卷而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不知道死去多久的尸体 是个孩子 屋内 一男一女倒在地上 叶响刚走进去 男子的身体陡然抽搐起来 身体骨骼猛然扭曲 发出嘎吱的声音 看到这一幕 叶响立马意识到 对方已经被完成附身 男子猛然睁开眼睛 痛得撕心裂肺 但当他看到叶响时 眼中顿时爆发出希望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妻子 张大嘴巴 哀嚎着说些什么 辅助智能分析片刻后 说道 语言退化很严重 只能分析出百分之三十的意思 杀了 然而叶响却一下子明白了他意思 沉默片刻后 手中金光化作一柄长剑 轻声说道 浮身无量天尊 剑锋瞬间划破男子的脖梗 解决他的痛苦 随后伸出手 不顾鲜血 直接将其体内半继生状态的骨骸一族 宛如脱骨一般 拉扯出来 半继生状态的骨骸一族 满脸猙獰的看着叶响 眼前就要进化成功 被打扰的感觉让他无比愤怒 然而下一刻 他眼中就只剩下惊恐 雷 雷法 只见叶响手心中 陡然爆发出刺眼雷法 瞬间将这头骨骸一族淹没 四十级血灵浮现身前 叶响一口吃掉后 目光落在一旁的女人身上 抬手画出一张符路 灵练配合金光 瞬间贯穿女人的腹部 下一刻 一颗寄生血灵 被他熟忍地拉出来 寄生血灵出现的一刹那 叶响抬手就是一道掌心雷 静静地看着叶响表现 确定女人没有事后 叶响转过身 手中落下符路 神情漠然地落在地上两具尸体上 卓阳符落下后 火焰汹汹燃起 将尸体燃烧 被寄生过的尸体 倘若不处理 上面的死亡气息 很可能会诞生出新的骨骸一族 至于那个孩子尸体 多半是骨骸一族杀死的 叶响走出破旧房屋 就看到两架战斗机飞到上空 斩杀队成员们 直接从上面跳下来 小学弟 需要姐姐怎么帮啊 柳言调侃地看着叶响说道 叶响抬起头 看了一眼远处杀气腾腾的装处 现在所有骨骸一族都在攻击他 但被斩杀得很快 仿佛得到什么命令一般 整个小镇房屋里 所有完成进化的骨骸人族 走了出来 他们外观与人族一模一样 只是脸上面无表情 神情很是冷漠 一步步朝他们包围过来 神情各异 这些寄生血灵本身都是四十级左右 完成进化后 全部都是四十五级 甚至接近五十级 不过可以看出 有些进化的不是很完美 总有一些关节角落 会出现骨骸部位 但数量很多 整整有上千人 看到这一幕 斩杀对众人 神情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 但也想知道 随着时间流逝 变成骨骸人族的一族 会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 骨骸一族在掌握完美进化后 只要是精锐全部选择进化 这些都是最先完成进化的四十级 那一批骨骸一族 说不定 还有五十级六十级 甚至九十级的存在 准备战斗 墨修直接开口说道 撑不住就撤退 不用 有我在 这时 庄楚手中缓缓凝聚出 沉重的暗红巨盾走过来 如同以前那样 挡在众人最前面 语气森然道 叶祥 能就多少是多少 战士职业配合叶祥 将屋子里被寄生的人搬出来 法师职业在我身后输出 墨修远程狙击观察 不要忽视高等级的存在 这一刻 庄楚再次成为斩杀队的副队 众人下意识点点头 墨修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抬腿轻松一跃 直接跳到一旁的房顶上 手持重拘观察前面 上千古骸人族 瞬间爆发出战斗形态 浑身绽放出骨刺 疯狂冲了上来 仲凯下 庄楚不退反进 这些天 他的实力虽然跌落许多 但蚂蚁再多 依旧是蚂蚁 哄 一道血光在他身上冲天起 浓郁的杀意 哪怕是站在他身后的斩杀队众人 也感受到心计恐惧 庄楚平静道 十分钟时间 你们准备战斗 话音一落 一片血红的世界 瞬间将他与前面这上千古骸人族笼罩 审判中焉 血红的世界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仿佛散发着血腥味 斩杀队众人不是傻子 都猜到了庄楚身上的变化 所以才选择退役离队 否则根本没办法解释这强大的实力 简直太可怕了 感觉庄楚身上的压迫感 比队长罗景还要恐怖 而且楚队说十分钟 那就百分百是十分钟 没有人怀疑 哪怕对象是上千头骨骸人族 血红的世界 如同当初无尽黑暗 根本看不见里面在发生什么 但能感觉到 这血红世界变得越发深红 别发呆了 赶紧把人全部抬出来 莫修这时开口说道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转身走进不同的屋子 将昏迷不醒的日花人族抬出来 毫无疑问 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异族气息 跟之前在基地里一样 夜想抬手使用通天路 画出灵索符 配合金光皱 一条条灵链 飞快贯穿这些被寄生血灵的肚子 哗啦一下 将其体内的寄生血灵 猛然拽出来 早已做好准备的李勤丰元几人 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前 将这些寄生血灵 扎个透心凉 何了了为了速度更快一些 直接将一间间破旧的木屋 用风法掀起 一下子上百具身体漂浮起来 全部来到夜想身前 看着眼前这一幕 夜想头回感觉有些头大 但没办法 能救多少是多少 数万人全部救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伴随着一头头寄生血灵 被夜想剥离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清醒 这些已经失去文化的日花人族 顿时满脸惊恐吧 看着眼前这些人 辅助智能直接飞到他们面前 用纯正的日花与指引他们离开 听到辅助智能这熟悉又陌生的强调 这些原本还有些恐惧的人 一下子安静下来 乖乖地跟着辅助智能离开 几乎只要夜想刚将 寄生血灵剥离下来 李勤风源讲官和莫修几人 眨眼便将这些寄生血灵屠杀 他们的速度效率高到令人发指 强大的战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勤身形如鬼魅 锋利匕首一瞬间就刺穿好几具 风源反而慢不手 不过毕竟是双刀 一刀一个 讲官的速度是最快的 手中透明的丝线甩出 轻而易举落在十几头寄生血灵身上 但身前悬浮的人却越来越多 和乐拉在天空上也忙得香焊淋漓 不停地使用风法 掀开房屋的同时 还要保护里面的人不受到伤害 很快 夜想已经不知道剥离了多少寄生血灵 只知道身边密密麻麻 全是被斩杀的血灵 根本没时间吞噬 哪怕只使用灵所浮露 灵力的消耗也很大 十分钟很快结束 那一片血红世界缓缓消散开来 露出的场景 顿时让几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尸体被堆成了小山 鲜血流淌满地 古骸人族净化成人类模样后 被杀死后 就跟人族被杀死的样子 几乎没什么两样 只是骨头有很多 显得更加争鸣可怖 而庄楚就站在尸山上 身上的沙翼无比浓郁 仲海也变得更加鲜红 聚剑上流淌着鲜血 微微喘着粗气 抬起头 目光静静地看着 还剩下一半的古骸人族们 提剑直接朝他们走近 恐怖的沙翼在庄楚身后 逐渐浮现出宛如地狱的场景 看到这一幕 夜想瞳孔微微一缩 是天地一向 那些古骸人族有些惊惧 下意识想要后退 他们被杀怕了 先前在那血红世界里 什么也看不见 但能感受到自己的伙伴 在一个个倒下 这种感觉简直无比折磨 早已准好准备的郑士 抬起手施展魔法 一道道土墙从地上升起 将这些古骸人族 全部包围起来 无路可逃 郑士的法术实力 是斩杀队中最为强大的 虽然平时跟普通的土戏法师 职业差不多 但身为隐藏职业大地法师 只要站在地面上 他就是人形堡垒 以前庄楚顶不住后 就是郑士在前面 施展战争堡垒巨人 又能攻击 又能庇护 在同街中完全无敌 庄楚选择退役时 是有考虑过 让郑士成为副队 实力方面跟莫修不相上下 但对于整个战场的意识变化 莫修做得很优秀 往往能第一时间察觉到情况 如果是他来当副队 当初赵杰或许也不会牺牲吧 庄楚一边想着这些事情 一边朝着瓮中捉鳖的 古孩人足走去 儒家圣学 他是真的学不进去 但如果想着队友和老婆的事情 他反而能冷静不少 但随着杀意越来越浓 他的确有些难以克制自身 老婆 庄楚下意识喊道 有事就说 有屁快放 一直没有挂断的通讯里 徐荣没好气地说道 但心里却很是担心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表现出来 没事了 就是有点 想吃蛋炒饭 吃个屁 沉默片刻后 徐荣才继续道 等你回来 嗯 庄楚深吸一口气 再次将杀意控制住了 果然 老先生说用圣学的方式控制 并不是很对 要不然当初那些杀身失足 也不会失去掌控了 还剩下几百数量的古孩人足 自然不可能放走一个 这些家伙要是混入华夏人足中 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存在 庄楚甚至联想到 倘若这些东西 真的跟人足结合在一起 那生下来的孩子 到底又算是什么 这种情景 哪怕是稍微想一下 庄楚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另一边 叶响还在不停地 用灵炼玻璃寄生血灵 风源都杀得有些麻木了 抬手抓起一颗血灵 就吞噬下去 就在这时 叶响眼眸 划过一丝筋芒 对灵索的运用 陡然突破了一个想法 抬起头看向何寥寥喊道 学姐 你将这些人 两两贴在一起 何寥寥文言有些疑惑 扁点头 利用风法 将一些人两两贴合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叶响抬手 画出二十四张符录 灵练速速速地飞出去 扑斥一声 每一根都直接贯穿 两人的身体 叶响现在 已经完全将灵索控制得 如同手指一般 惊喜微妙 无他 为数少二 他自己都不记得 这些天 到底使用了多少次灵索符 感觉一闭上眼睛 就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灵索在贯穿 第一个人的身躯时 就直接将那肚子里的 寄生血灵半包围缠住 然后又瞬间穿透后背 进入身后第二人的腹部 同时缠绕住两颗寄生血灵 叶响眉心 散发着到新意境 双眼充斥着神性 不容许一丝错误 灵练的控制达到巅峰妙诀 刹那间 四十八颗寄生血灵 被剥离出来 看到这一幕 风源顿时瞪大眼睛 居然还能这么晚 叶响将这些寄生血灵拽出来后 骚操作并没有停下来 一根根灵练束缚 拉到一块 看到这一幕 几人立即明白过来 毫不犹豫 直接使用技能攻击 叶响抬手 也直接轰出一发掌心雷 四十八头寄生血灵 还没挣扎出原形 就被全部轰杀 而此时 第三架第四架战斗机降落下来 正是白虎部队 和弓里手指等人 看到眼前满地的尸体和血灵 所有人都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这杀了多少头 但当他们看到远处堆积成尸山时 更是惊惧到说不出话来 屠杀还在继续 战斗并没有结束 看到这一幕 白虎部队队长立即说道 配合斩杀队 一切行动听命令 是 白虎部队虽然只来了三十六人 其余人都留在堡垒基地驻守 但这些都是精英 纷纷打开随身携带的铁箱子 一瞬间 一句句机械铠甲 展开覆盖全身 看到这一幕 弓里手指 心里越发震惊 科技武器早就没有用了 可华夏人族 竟然没有放弃这条路 甚至于职业灵能结合在一起 开辟出了全新的科技方向吗 这一刻 弓里手指感受到一种木矮 如果可以 他多么希望 自己没有这些教育知识 日华人族百年来 已经退化到 连文字都快忘得一干二净 沦为异族的圈养畜生 跟华夏人族相比 简直不堪入目 白虎部队直接冲上来 帮助夜祥 斩杀那些寄生异族 空出手来的风源讲官等人 直接转身朝庄处方向赶去 终于将最后几百头 骨骸人族清理干净后 土墙也在这时候崩溃瓦解 映入眼帘的 是更多已经完美进化 成功的骨骸人族 密密麻麻 数量远远超过先前 辅助智能扫描一下后 数量直接增长 到了3000 而且随时还有进化完美的 骨骸人族在出现 可救援不能停下来 夜祥现在 只要剥离出一头寄生血灵 就代表多一个人活下去 但随着时间推移 骨骸人族 只会越来越多 斩杀小队成员 很快开始出现伤势 这些完美进化的骨骸人族 极为难缠 需要全力 才能迅速将其斩杀 消耗非常恐怖 银子夜的辅助光环 落在每个人身上 叠加或者恢复一些状态 凌峰也在尽量配合他们的动作 在他们交手的时候 一道时间法术落下来 骨骸人族的速度 陡然减缓下来 就可以轻易将对方斩杀 时间法术 可是作为最顶级的 辅助法术技能 往往队友越强 越能体会出凌峰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 哪怕凌峰的天资差一些 近战实力还不够 天王罗锦依旧考虑让凌峰入队 斩杀队并不缺隐藏职业 但只要对整个队伍有极大提升 那么就是刚需 此时宁月梅手中的魔法术 已经越来越薄 平时储存的法术 已经消耗一大半了 就这么一会儿 密密麻麻施展了上百道魔法技能 风源也再次杀风 浑身血气沸腾 越战越勇 李琴依旧保持着体力和隐秘 时不时出现 面对这数千头 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古骸人族 还是隐隐有些支撑不住的迹象 这时 正是终于念完咒语 一具庞大的战争堡垒巨人 拔地而起 战争堡垒出现后 几人走进内部 开始恢复能力 所有古骸人族堆积过来 一根根鼓刺 想要刺穿的战争堡垒的防御 白虎部队成员想要帮忙 也没有资格 这全部都是四五十几古骸人族 仅仅只比他们等级低一些 这点人数冲上去 很快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拖斩杀队的后腿 风原身上的伤势也越来越多 好几个部位都被骨刺洞穿身躯 双眼血红 浑身却血气沸腾 手中的双刀挥舞得越来越快 看到这一幕 宫里手指手中出现一张阴阳浮露 直接甩出去 一小片清凉透彻的冰雨 在风原上空坠落下来 寒冷彻骨的冰冷 很快就让风原逐渐清醒过来 一脸猛逼的抬头 看向上面的阴阳浮露 还愣着干什么 上来 墨修看着风原清醒过来 开口说道 哦 风原连忙硬道 一个起身 直接跳上战争堡垒 顿时扯到伤口痛的嘶牙咧嘴 影子叶抬起手 一张祭祀女神塔罗牌 出现在他上空 落下点点绿光 恢复风原身上的伤势 几人加紧时间 恢复体力和能量 都累得够强 邻军抬起头看向庄楚 那强大的实力 杀得骨骸人族 根本不敢靠近他 纷纷躲着 庄楚的速度 一直是硬伤 相对于杀敌 更擅长于防御 看到斩杀对众人 进入恢复状态后 庄楚提着巨剑走回来 轻而易举间 又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来到战争堡垒面前 声音变得有些沙哑道 尽快恢复 不用着急 话音一落 强大的防御气场扩散开来 不动冥王 仲凯下 庄楚脸上泛起笑意 看着面前数千骨骸人族 眼眸空洞深邃 这些骨骸人族 下意识停下脚步 有些不敢上前 身后 叶响一边剥离着寄生血灵 一边看向前面的战场 有些皱眉 陷入僵局 深吸一口气 抬手一卷 周围的血灵顿时涌过来 抓起一把 直接吃下去 他体内紫金丹在飞快旋转 不停吞噬血灵的能量 转化成灵力 使用通天路消耗虽然不大 但架不住一直使用 深吸一口气 得想想别的法子才行 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将这些寄生血灵逼出来 一根根灵练效率 还是太慢了 纯粹神性下 叶响脑海中 无数道卷飞快翻动 突然间找到一篇道经 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叶响眼眸微动 随后抬起头 看向何寥寥说道 学姐 先休息一下 何寥寥以为叶响的法力不够了 点点头飞下来 叶响转头 看向不远处的宫里灵华 开口道 去找一些淡水来 越多越好 宫里灵华看到叶响跟他说话 稍稍愣了一下后 连忙点头 好 马上 导路上 淡水资源非常洗手 所以平时都非常省用 宫里灵华捏起法绝 召唤一头大鸟是神后 就拽着他 直接飞走 看到这一幕 叶响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这阴阳诗传承 看起来也不错嘛 下一刻 他身前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浮力 全是最基本的静浮 随后 双手涌现金光 一缕缕涌入这些浮路中 道卷中 有一浮水术法 正好属于地煞道法 可以将浮路完美融入水中 法术配合水浮用体内 达到驱邪的作用 浮水喝下去后 叶响可以控制水中的金光法术 将其寄生血灵剥离出来 这样的消耗 肯定比之前少得多 而且更为轻松省力 没过多久 宫里灵华提着两个木桶飞了回来 里面装着满满的泉水 还不忘带木勺 这些够吗 宫里灵华轻声问道 虽然身为神社巫女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面对叶响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大到压盛的感觉 但宫里灵华并没有觉得 这样有什么不好 反而越发对叶响好奇起来 想起爷爷说的话 他的翘脸微微一红 但很快就掩饰下来 叶响看到两桶泉水后 点点头 将所有覆盖金光皱的浮路 全部落入其中 片刻间 泉水变得金光凌凌起来 散发着淡淡灵气 叶响摇起一勺浮水 走到一个昏迷的男子面前 点了一个穴位后 男子直接张开嘴 叶响二话不说 一勺喂了下去 浮水顺如喉咙涌入腹部 翘无声息间 来到寄生血灵身旁 突然乍现 金光璀璨 叶响控制浮水 将寄生血灵 直接驱除体内 眨眼间 一颗寄生血灵浮现身前 看到这一幕 叶响眼睛不由一亮 没想到真行 手中雷光浮现 抬手就将寄生血灵拍炸 转头看向宫里灵华说道 叶响一下子腾出手来 金光一念操控 驱除寄生血灵后 配合一旁的白虎成员 直接将其斩杀 随后似乎想到更好的法子 叶响深吸一口气 看向何寥寥说道 学姐 尽可能将所有昏迷的人 聚拢过来 越多越好 叶响没有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何寥寥 无条件相信他 刚休息一会儿 他起身飞向上空 念起咒语 刹那间 方圆数百米的木屋 全部席卷而起 接近数千昏迷的人 悬浮起来来到叶响身前 叶响看着这些人 目光深邃 御风飞上空中 一张张符路凝聚身前 在天地不仁道意下 天地间 充沛的水灵力涌过来 古有道是起雨降干露 天变后 天地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术法 自然没有办法使用 但不代表 做不到降雨了 叶响身上澎湃 涌现灵力 不停地画出24张符路 朝天上飞去 最基础的水符 吸收足够的水雾之力 越来越多的符路 飞上天空 排列整齐 但很快 天穷上 竟然用符路组成 一道方圆数百米的八卦阵图 宫里守直看着这一幕 瞳孔微微一缩 他意识到 叶响是要做什么了 以人力造雨云 这种的强行改变天势 施法者 无形中会遭受到天地反噬 轻则重伤 重则天雷降落 叶响此时 也的确感受到了一种排斥 仿佛自己在做的事情 无形中是不允许的 灵力法觉 竟然隐隐出现 失控不稳的迹象 感受到这一点后 叶响忍不住咧开嘴 笑了起来 抬起头 目光看着天上的八卦阵图 他自然是模仿 当初看到的先天道阵 以现在的实力 自然不可能模仿 甚至看不懂嘶吼 但叶响有自己的理解 配合天干地之阵 自己改变一定的格局 但此时 感受到天地之间的排斥 叶响心里忍不住很是愤怒 这天地到底怎么了 天地不仁 一切平等 可为什么要压制到门道法 正当他不管不顾 也要继续下去时 身上陡然爆发出 强大的天地道义 许久没有动静的系统 在叶响神魂深处 牵引出一道契机 天穹顶上 那熟悉的先天大道阵 再一次浮现 尽管猖狂 天地因果 道门静抗下 一瞬间 叶响身上的所有天地 排斥压制 竞数消失不见 轰隆 晴天一阵雷鸣 原本晴朗的天空 一下子风卷云起 一张张浮露身上的水汽 积累起一片片雨云 城前浮露数量 组成的八卦阵图 化作一片片乌云笼罩 整个上空 看到这一幕 宫里守直 差点没将自己的胡子拔下来 竟然真的强行改变一地天士 不受丝毫天地反噬 他的确有些不理解了 道法都是遵循天地自然 就算其余 也是顺势利用云雾 就算是身为天师 也不可能逆转天地 违背自然 可眼前这位少年天师 竟然想要凌驾天地之意 宫里守直呆愣愣地看着上空云 他休了一辈子到 完全不理解眼前这一幕 是华夏道门传承变成了吗 这百年前的华夏道门 究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宫里守直突然联想到了 道门传承断绝的下场 神情顿时一变 抬头震撼盯着天穷之上 一向最凤行道法自然的道门 曾经打算举世逆天起阵吗 到底输了还是赢了 天变没有恢复 说明道门明明是输了 可这少年天师强行改变天势 却不受天谴因果反噬 这又怎么解释 宫里守直紧紧皱起眉头 他还是想不明白这一点 可越深思越觉得不可思议 难不成 华夏道门在百年前 不仅仅是在对抗一族轻视 同时也在对抗天道吗 与事已成 叶响身上陡然爆发出璀璨金光 已然将金光神咒发挥到极致 原本阴沉的天气 陡然增添许多惶惶道义 所有金光与八卦阵图融合 一张张浮露散发出金光 将雨云也染成了淡金色 叶响不留余力 一点点将上千张浮露的阵纹 用金光神咒填补好后 整个人也失去了所有灵力 陡然脱离坠落下来 整个紫金单空荡荡的 一丝灵力也没了 他看着天上方圆百米的金云 嘴角泛起笑意 轻声说道 散 沿落到城 金云分散开来 将整个城镇覆盖 雨落 话雨一落 倾盆大雨的淡金色雨水 从雨雨中降落下来 浮水落在所有人的身上 直接渗透体内 一层层将寄生血灵 全部缠绕封印 让其无法净化动弹 在夜响即将落地时 河寥寥与宫里灵华最先反应过来 飞快朝他赶去 就在河寥了 打算使用风法时 一只锋利鼓刺 陡然从下面角落里 阴狠投掷过来 莫修率先反应过来 来不及提醒 抬手一枪爆发出去 砰 那根鼓刺 瞬间被灵枪子弹 打断成亮两节 随后目光落在那片木屋下方 只见一头六十八级的骨骸人族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 目光阴险狡诈地看着他 普通 夜响被宫里灵华接住 但他毕竟不是战斗职业 力量只比普通人强大些许 完全承受不住夜响坠落之事 两人被撞出老远 宫里灵华强忍着痛楚 没有吭声 落地后 第一时间爬起来 检查夜响的伤势 此时的夜响 因为节力直接昏迷了过去 从未将灵力损耗到如此地步 宫里灵华看着漫天金色雨滴 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族的希望 好像就在身边的少年身上 漫天金羽无缝不入 一层层金光进入身体 死死将寄生血灵压制封印 八卦金色纹落起表面上 全部镇压轻石 金光渗透寄生血灵 宛如无形的金网 活生生将里面的一族困死 寄生一族等级低的 直接化作一滩污水 被金光净化 血灵涌现体外 那些完美净化成骨骸人类的一族 沾上金羽后 就仿佛滚烫的开水一般 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浑身沸腾起白雾 无比痛苦 身上的肌肤开始溃烂 骨骼开始变成漆黑 仿佛被打回原形一样 趴在地上哀嚎不已 他们挣扎着抬起头 看到那天上的金云 满脸猙獰绝望 有些聪明的 连忙想要躲进木屋 但白虎成员和斩杀队们 哪里会任由他们躲藏 二话不说 直接将所有能避雨的木屋 全部拆除 满城镇子所有古骸人族 惨叫连连 宛如人间炼雨 金羽却没有停下来迹象 仿佛越下越大 大雨磅礴 浮水将整个城镇血腥味冲刷殆尽 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但突兀间 喷一声巨响 先前那头偷袭何了的 68级古骸人族 化作一滩黑水 躲在角落里 被一颗强大铃弹击中 黑水蹦见一地 刚要恢复起来 去被金色浮水覆盖 每一滴黑水 眨眼便被封印 根本不让其复原 莫修通过瞄准镜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笑起来 这金羽效果厉害 黑骨水被克制复原不了了 但夜想昏迷了 这金羽肯定不会一直下下去 开始行动 先找准超过五十级等级的 古骸人族斩杀 四十级的先别管 嗯 众人点点头 邻军二话不说 直接施展剑道真意 一剑即到破川 那片黑水 剑气纵横 将其剿灭粉碎 众人休息一会儿后 也恢复了不少实力 毕竟到处都是血灵 能量法力恢复起来都很快 另一边 伴随着醒来日花人族越来越多 他们茫然地看着四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夜想这边 宫里灵华跪坐在他身边 轻轻唱着古老的祭祀歌谣 白色光芒在夜想身上浮现 帮助他恢复精神力和体力 此时 夜想也感觉到 清凉温柔的能量 在身上游荡 很是舒服 将那枚六十八级的血灵拿过来 递给宫里灵华说道 给他吃下 很快就好了 宫里灵华有些犹豫 这枚血灵吃下 不会出事吗 这么枚六十八级的血灵 给夜想吃下 怎么可能承受的了 林军不由笑了笑 放心好了 这小子跟别人不一样 不会有事的 宫里灵华闻言 这才接过血灵 他看得出来 这些很厉害的人 都很在意夜想 于是尝试将血灵给夜想喂下 六十八级的血灵涌入嘴里后 直接落入腹部 血灵刚要爆发 紫禁丹散发出朦胧紫气 立即就将这枚强大的血灵包裹住 抽丝剥茧般 缓缓将对方吞噬 完全不需要夜想控制 紫禁丹自身可以做到这些 通过血灵的能量 一点点恢复灵力 等级越高的血灵 转化灵力的速度越快 这也是因为 血灵本身的等级越高 能量就越纯粹 先前祭祀歌谣 已经恢复了夜想身上 所有的伤势和精神 只有触碰到他时 宫里灵华才知道 他到底有多么洁力 浑身感受不到丝毫能量 仿佛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一般 看着沉睡的夜想 那清秀带着些许坚毅的眉眼 宫里灵华忍不住伸出手 小心翼翼触碰了一下 但仅仅只是一瞬间 就连忙缩手 不敢触碰了 他是盗门的天师 自己只是小小的祭祀女巫 爷爷说的话 他虽然听了 但他不敢做慈祥 面对夜想 好像只要能看到他 自己就很满意了 远处 风源刚斩杀了一头52级的骨骸人族 抬头正好看见这一幕 忍不住无奈叹口气 你们的小学弟是不是在装睡 在少女怀里舍不得醒来 话音一落 柳妍不由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这一幕 嘴角泛起笑意 小学弟总该要长大的 浮水金雨下 仿佛无形中一直在恢复众人的体力 几乎一直感受不到泪 甚至状态越来越好 仿佛进入风源的狂暴增幅状态一样 但人却是无比清醒的 在金雨的压制下 骨骸一族根本没能力反抗 但可以清晰感觉到 原来倾盆大雨的浮水 已经转化成小雨了 时间很紧迫 墨修佩和庄储 寻找着高等级的骨骸一族 几乎都是70级以上的存在 等级越高 需要进化的时间越长 目前只看到几头70级的骨骸人族 其余还没有寄生出来的 显然已经被浮水封印的死死的 已经没有机会再出来了 所有人的辅助智能分别扫描着 不放过一头高等级的骨骸人族 就在这时 一具庞大的人族巨人 从一间木屋爆发起来 轰动一声 强大的气势 直接将最近的风源先飞出去 顾不上飞出去的风源 所有的目光 都死死盯着那百米高的人形巨人 让人忍不住感慨震惊 就是一个人类放大了数十倍 浑身赤裸 肌肉盘横 一根根骨头宛如盔甲一般 庇护全身 100级完美进化的骨骸人族 普通的骨骸一族 最高只有90级 然而进化方式 让对方得到接近王座层次的力量 骨骸人类巨人缓缓抬起腿 轰动一下 大地裂开 天王罗景看到这一幕 没有犹豫 直接起身朝这边急速飞来 横轻无奈摇头 真是关心则乱 就算是王座 庄处也不是不能应付 更何况只是一头一百精锐而已 他倒是比较担心夜想的状况 以人力改变天势 这种道法简直难以想象 可惜了 倘若不是天变 当年到门或许真的能赢 百公里的距离 对于天王罗景来说 也需要几分钟左右 一道长虹而起 宛如长脊破长空 而另一边 近乎接近王座的战斗 直接爆发 银子夜和凌峰两人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施展负面技能 落在这头骨骸巨人身上 都是很基础的负面技能 自身不会受到反噬 只是作用不是很大 但银子夜的增幅技能 对如今的庄处也没有作用了 反而有可能会有 适得其反的感觉 正是因为有这种感觉 银子夜才没有在庄处身上 加持状态技能 面对着百米高 全新巨人形象的异族 这就是骨骸异族与人族 结合后的完美进化题吗 看到这一幕 在场没有谁不恨的 吞噬能力就算了 竟然还能利用人族躯体 来完成自身进化 这已经没有任何 留守的余地 不是骨骸异族灭亡 那就是人族灭亡 庄处站在骨骸巨人面前 就像是血红蚂蚁 一般渺小 但气势上完全不弱 提着巨剑 直接一刀砍向巨人腿部 咔嚓一声 关节上的骨骸崩溃 露出血肉 一刀狠狠斩了上去 庄处怒喝一声 巨剑围着血肉 扑斥一声斩了过去 一只左腿直接被切断 骨骸巨人身姿不稳 眼见就要倒下来 哪知道那被斩断的左腿 陡然长出骨骼出来 血肉皮肤指甲 在一瞬间就重生了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皱起眉头 好强大的恢复能力 骨骸巨人恢复好后 直接抬一掌 朝庄处拍过来 庄处来不及躲开 手中浮现出巨盾挡在身前 并且立马使用不动冥王技能 光咚一声 可怕的力量 直接将它撞飞出去 一连撞它数十个木屋 庄处才停下来 身上重铠 出现些许裂缝 扭了扭脖子 庄处看了一眼被砸坏的通讯器 沉默片刻后 才说道 老婆 我不是故意挂的 过一会儿打给你 话音一落 恐怖的杀意终于不再压制 冲天血柱冲天气 可怕的地狱异象再次浮现 宛如无数恶鬼 在那地狱中挣扎嘶吼 哪怕是风源他们 看到这一幕都觉得背心发凉 庄处展现出 圣人杀身恐怖实力 血刀宛如血泉不停涌动 仿佛打开某种枷锁 身影陡然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骨骸巨人身前 石被重力领域碾压而至 触不及防下 骨骸巨人猛然跪在地上 盔甲下 庄处裂开残忍笑容 一跃而起 一刀血刃朝他脑袋斩下 然而骨骸巨人身上 爆发出无数血骨 庇护自身的同时 宛如刺猬 瞬间贯穿庄处的身躯 然而庄处仿佛感受不到痛楚 巨剑飞快斩下 这一幕 深深映入斩杀对众人的眼中 楚队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咔嚓 血刀 斩落骨骸巨人的脖梗 扑斥一声 血水冲天气 那庞大的头颅 直接被斩断三分之一 骨骸巨人甩动骨刺 直接将庄处甩了出去 庄处甩飞十几米后 身上躯体的血洞 在飞快愈合恢复 只是身上的杀意削弱几分 停下脚步 用力一蹬 果断地再次冲上去 骨骸巨人缓缓站起身来 看到那道血影再次冲上来 他眼眸划过一丝恐惧 这到底是什么人类 为什么会给他一种心计恐惧的感觉 骨骸巨人的右手 陡然长出无数骨头 眨眼间就将手臂变成一把巨骨斧 朝血影斩下 庄处轻而易举地躲开 全力爆发下 速度不再是他的短板 骨斧砍入大地 宛如地震裂开长长的大地缝隙 几乎将整个小镇都展开两半 要不是正式反应快 控制着战争堡垒 朝一旁连忙跳开 要不然都会被波及 庄处躲开巨骨斧后 没有丝毫犹豫 血光一闪 身形已经来到骨骸巨人身后 这一次 双腿同时被斩断 一向越来越清晰 万鬼咆哮嘶吼着 地狱浮屠 刹那间异象中 无数鬼怪竟然冲了出来 爬满骨骸巨人全身 疯狂吞噬啃咬 这恐怖可怕的一幕 让斩杀队的成员们 都忍不住头皮发麻 楚队到底怎么了 骨骸巨人还在挣扎 可恢复的能力 根本赶不上万鬼吞噬的速度 刹那间 他被庄处的地狱异象 拉入血海中 更多的鬼怪将其吞没覆盖 无数血刺还在挣扎穿透 但最终都是无力挣扎 在圣人杀身面前 庄处甚至连王座都敢斩 别说只是一头一百级精英一族而已 但伴随着将骨骸巨人 全部吞噬掉后 庄处身上的杀意再次暴涨 血光冲天起 甚至有一种扭曲的恐怖感 他转过身来 一步步朝着风源走去 风源瞳孔一缩 强忍着恐惧没退后 站在原地等庄处来到面前 语气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 楚哥 别 我保证以后不染发了 庄处此时的气势和身后地狱意向 简直比一族王座还像王座 看起来好吓人 但习惯性地相信庄处 风源硬着头皮站在原地 感受着庄处身上那浓郁的杀意 光是站在他身前片刻都很是难受 就连呼吸都有些喘不上气来 庄处来到身前 沉默许久后才沙哑地说道 通讯器借给我 哦 风源连忙摘下通讯器递给庄处 庄处接过通讯器 沉默许久后 突然浑身轻轻爆起 刻在骨子里的圣人文字越来越暗淡 仅剩下中字 在微微闪烁着浩然正气光芒 但很快 一副十一位数的电话号码浮现在脑海中 庄处没有丝毫犹豫 按照电话号码 飞快拨通了过去 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屏幕里出现徐荣那双眼微红的面容 然后 风源就呆呆地看着楚队 一下子将冲天杀意收拢压制下来 瞬间恢复了正常 整个人都看呆了 七管炎这么恐怖吗 果然 还是单身的好 这时 天上浮水也停了下来 上千张浮路缓缓消散 天空重新恢复晴朗 一张张浮路一边坠落一边消散 但战争并没有结束 一些进化完美的古骸人族 纷纷巨人化 最似都是几十米高 整个小镇瞬间被踩塌成平地 捡起地上昏迷的日花人族 张嘴就啃尸起来 斩杀队成员们深吸一口气 虽然都已经疲惫不堪 但还要是继续战斗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长戟破长空 天王罗景猛然甩出战戟 瞬间贯穿一名七十二级的古骸巨人眉心 战戟穿透而过 又带走一头五十级的古骸巨人 出场极为霸道 一袭黑色肃杀军衣 冷冽无比 宫里守直看着庄楚和天王罗景 心里已经满是震撼和无力 这是华夏如今的顶尖战力吗 倘若日花人族也有这么一位 那该多好 但环境实在过于恶劣 即便出现好苗子 也根本没机会成长起来 就已经死了 一架架战斗机再次飞了过来 白虎部队成员全体都来了 堡垒基地里 只剩下战神横倾坐镇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我要是都守不住 你们留在这里 又有什么用 建设基地住点的位置 正好是卡在古渊与岛路的关键节点 如果古渊有古骸一族朝岛路进攻 首当其冲 就是堡垒基地 根据大后方的建设计划 以堡垒基地为中心 建立城墙 划分战区 与居民生活区 以战养战 将整个岛路发育起来 但这个时间点 肯定是以年为单位 就算古骸一族失去了王座 想要将对方面族 人族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底蕴 更不要说这个岛路了 在古骸一族领地 满地都是死亡之气 古骸一族就仿佛自带辅助光环一样 恢复得很快 尤其是超过六十级 更宛如不死之身一样 想要从根底解决古骸一族 每一天都有数千古骸一族在诞生 一直保持着数百万的数量 无论杀多少 仿佛都杀不完一样 小镇里一片狼藉 王牌斩杀队与王牌白虎部队 作为华夏顶尖精锐 战力无庸置疑 在天王罗锦和杀身庄储面前 高等级的古骸一族 全部被两人清理掉 日花人族这边 仅存的几百战斗职业人员 在宫里守直的命令下 也全部在浴血奋战 对于他们来说 斩杀这些古骸人族 仿佛就是在杀自己的同类 所有人都杀疯了 到处都是血灵浮现 能量不够了就吞噬 等级疯狂暴涨 尤其是太苍武藏 双刀凌厉迅猛 一整天的战斗下来 等级竟然突破到了五十级 不知道吃了多少血灵 多年的战斗 太苍武藏缺的 就是足够的血灵提升自己 连续突破升级 没有一丝后一正 很快就适应了五转提升后的战力 来到五十级 太苍武藏的二天一流派双刀术 已经不比风源的杀力逊色多少 甚至更为稳重果断 可惜的是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如果能在年轻二十岁 抓到如今这个机会 说不定可以冲击九转 但潜力已经耗尽 此生他最多走到八转 七转都很艰难 不过并不妨碍 那古老双刀的杀术 大后方看到这古老传承的刀法 哪怕是横倾也不有点点头 看来这日花人族 还是有点传承东西在的 小镇上一间简易木屋里 宫里灵华守着一旁昏睡的叶祥 翘脸上有些担忧 自己明明什么都做了 为什么还不醒来呢 此时叶祥体内的紫金丹 在一点点蚕食六十八级血灵 半个小时里 灵力已经恢复 再加上这些天的刻苦修炼和战斗 紫金丹终于迎来圆满之意 叶祥的身躯缓缓悬浮起来 离地面半尺 刹那间 丹田内的紫金丹陡然一阵 水到渠成一般 内丹终于突破 灵力疯狂增幅 然后扩散到五脏六腹经脉穴位 这些部位 反补滋润 随后紫金之气流转全身 渗透皮肤 展露表面 内丹修行 如水滴时穿 灵溪会海 宁愿慢 也不可及 根基越稳 将来容纳的灵力也会越多 二转前期突破到中期后 灵力再次倍增近乎一半 散发着浓郁的紫气 强大纯粹 逼得那枚六十八级血灵 根本不敢靠近 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叶祥猛然睁开眼睛 已经清醒过来 感受着身体说不出舒畅 不由内饰丹田 果不其然 紫金丹已经突破到了中期 等级也来到三十六级 抬手捏起御风 起身后 才注意到一旁的宫里灵滑 眉头微微一皱 但也知道是他守护自己 点头道 谢了 他想了想 拿出一枚洗水丹 递给宫里灵滑 算是答谢 不等回应 直接走出简落木屋 施展御风道法 飞入战场 紫袍附魔已显现出来 浑身硬照着金光 但只围车片刻 浑身雷法乍现 金谋化白铜 御风与雷法附身相结合 叶祥在半空中 宛如一道雷霆 瞬间贯穿一具四十五级古骸人族 根本就看不清他的动作 那头四十五级古骸人族 直接化作一具浇尸 缓缓倒地 叶祥身上的雷法威力 显然又强大了一些 速度更为迅猛 只见雷光闪烁 一头头浇尸倒地 看到叶祥的实力又进步不守 莫修思索片刻后 还是算了 任由他自己发挥 这雷法对付五十级以下的古骸一族 简直就是秒杀 随随便便在古骸人族精锐中 肆虐穿梭 所过之处都是浇尸 血灵还没浮现出来 他就已经斩杀了第二头古骸人族 没有丝毫因为对方是人族的样貌 丝毫留情 反而更是无比愤怒 杀气十足 虽然这些人都是日花人族 弦下泥销鼓 叶祥抬起双手施展通天鹿 三十张符鹿瞬间浮现身前 随后 符鹿化作一柄柄法剑悬浮周身 璀璨雷法覆盖其中后 刹那间三十柄雷剑纵横飞出 三十头古骸人族的脑袋 直接被斩了下来 场面一度让人震惊 这一手遇见 太苍五脏和宫里手指 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好强大的技能 而宫里手指看到的更多 他看到叶祥这些雷剑 都是符鹿变化来的 倘若要是凝聚上千张符鹿 甚至是上万张符鹿 那是什么场景 一个法剑落下 上万一族进阶浮周吗 此时叶祥突然有一种明误 如果自己要是会阵法的话 配合雷剑起阵 杀力会不会更大 似乎可行 可惜自己还没四转 阵道完全就是自己的在琢磨 当初看到那苍穹顶上 数十位高宫道长起的先天道阵 叶祥就意识到了 阵法奇门的强大 不过 自己已经三十六级了 升到四十级 应该也要不了多久了 转直阵道后 有关于盗门阵法 就跟丹道炼丹一样 传承入神魂 直接融会贯通 叶祥一边分心 一边操控着雷剑 飞快杀戮周围的骨骸一族 同皆无敌 更别说这些本身 就被雷法克制的骨骸一族 吐露起来相当轻松 紫金丹突破到二转中期后 灵力再次增加不少 以前只要使用一会儿遇雷剑 灵力就消耗大半 现在完全可以支撑得起 更何况紫金丹 还能随时吸收血灵的能量 补充灵力 叶祥施展太极云首 直接将一堆血灵汇聚深潜 不知道是不是刚突破的原因 念头很是通透 又一个想法出现 手中陡然燃起三昧真火 按理来说 天地万物皆可恋 那这血灵应该也是如此 将血灵炼化纯粹后 再吞下去吸收 是不是更方便 湛蓝色的三昧真火 迅速将十几枚 四十级左右的血灵包裹炼化 血会杂志 很快被炼化出来 最后融化成一滩白色灵液 而原本的血会杂志 全部炼得干干净净 白虎部队的人注意到 叶祥一边遇见沙敌 一边炼灵 这潇洒且强大的一幕 太让人羡慕了 很快 感觉差不多后 叶祥捏起凝丹绝 只见眼前这些白色灵液 直接凝成一颗拳头大小的白珠 感受到里面干净纯粹的能量 让叶祥都不由一愣 十几颗血灵炼化成一颗白色灵珠 等级反而跌到四十级 叶祥毫不犹豫 直接一口吃掉 灵珠落入紫府丹田后 安安静静 一动不动 不会像血灵一入体内就暴动 紫禁丹轻易就将他的能量吸收 转化成灵力 一点也不浪费 只要血灵足够 这炼化后的灵珠吸收起来 反而能加快修炼速度 站在远处的宫里 灵华手里捏着叶祥给的那枚丹药 远远看着那少年紫袍身影 出现乍欢 九楚仍怦然 等级突破到三十六级 不急不缓 一直在修炼打磨底子 难能可贵 然而就在这时 堡垒基地陡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辅助智能迅速飞到恒青面前说道 有三头一百级古骸人族正在接近 听到这个消息 战神恒青点头 神情不变 只是缓缓起身 拿起身旁的弹横刀 此时基地大门外 助力着三个外观 与人类一模一样的古骸一族 两男一女 但他们身上那些一恐怖的气质和能量等级 完全暴露了自身的身份 三人都是一百级古骸人族 左边是一位浑身肌肉 体型魁梧的男子 他的体格是普通人的三倍 相貌中正国字脸 但一张嘴 就露出满是尖牙骨刺的嘴巴 中间的是一细细高高的瘦弱男子 低着头 看不清面容 浑身颤抖着 似乎很是激动 右边则是一位身材非常惹火性感的女人 在挑选躯体进化的他 可是花了不少时间 才选择寄生了 这时 中间瘦高的男子 缓缓抬起头 看着大门上的监视器 露出一张残忍宁孝的面容 老战神 真是好久不见啊 与此同时 另一边还在战斗中的众人 同时收到堡垒基地 遭遇三名一百级古骸人族袭击的警报 都不约而同愣住了 天王罗瑾没有任何犹豫 在斩杀了一头七十级的古骸人族后 直接转身离开 此时堡垒基地里 只有老师一人 何了了咬咬牙 也没有一点犹豫 腾空飞起 化作一道清风 跟上罗瑾的身形 庄楚虽然拥有九转 甚至王座的实力 但并不会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离开 叶祥此时也立马反应过来 所有人都在这里 那么 只有横老爷子在基地里 三头一百几股骸人族袭击 叶祥心里顿时咯噔一跳 抬起手 直接画出一张符路 神形扶贴在腿上 身上爆发出雷光 身形顿时化作 雷光朝堡垒基地冲去 看到三人相继离开 宫里手指微微皱眉 众人神情 一下子变得如此紧张 立马意识到 华夏人族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想着日花人族的未来 他沉默片刻后 直接掏出一张阴阳符路 捏起法掘 阴阳符路直接化作一头怪鸟式神 拽起他的肩膀 挥舞翅膀 朝夜响那道雷光追去 华夏人族不能出事 否则日花人族将毫无退路了 基地堡垒这边 可以抵御五十级以下一族冲击的大门 被最强大魁梧的古骸人族 一拳轰穿 轻而易举地撞开大门 走了进来 满脸不屑 人族的大门 都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安全 三人直接走了进来 目标自然是直指战神横清 人族将他们的古骸王座斩杀 那他们就将战神给宰了 一入眼 就看到远处 一席军大衣长袍的人族老头子 中间的瘦高男子 打量着横清 嘴角泛起冷笑 原来已经这么老了呀 你 华夏人族这么多年过去 还那么废吗 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在战场上 高等级的一族 智商不比人族差 甚至他们 每一个都杀人如麻 不知道吃掉多少人族 这几位古骸一族 对华夏人族很是了解 横清看着眼前三张陌生的面孔 微微眯起眼睛 九十级的古骸一族 就那么十几个 自己年轻的时候 斩杀过四五头 但对于古骸一族来说 基本上只需要几年时间 就会出现好几头九十级的存在 怎么 不认识我了 中间的兽系男子 不由一笑 你们人族啊 真是一到老 什么都不行了 记性变得那么差 他脸上的人皮缓缓揭开 露出一张古骸一族的面孔 下巴肩长 眼眶尖细 一眼看过去 就令人不舒服 阴沉 而这张熟悉面孔 横清一下子认出来了 不屑一笑 原来是你小子 二十多年前 一头八十多级的刺客戏 古骸一族来刺杀他 差点被他一刀斩杀 吓得对方直接落荒而逃 所以提升到一百级后 你觉得你又行了是吗 横清看着他嘲讽道 兽系男子缓缓低下头 一根脊椎骨 陡然从身体后背撕裂长出来 攀附在身躯的背部手臂和双腿上 抬起头 一双眼眸冰冷贪婪地注视着横清 他知道 战神早就老了 前段时间出现在北方战场上 虽然只斩出一刀 展现出战神的风范 但只要熟悉他的对手 就能看出来 战神老了 扑吃 兽系男子双手上 陡然延伸出四柄长长的锋利骨刃 身形猛然消失不见 然后以无法用肉眼捕捉的速度 朝战神横清冲去 一旁的两位一百级骨骸人族 也不着急出手 想看看同伴是怎么虐杀 这位人族战神 面对威胁 战神横清反而闭上了眼睛 对方是一百级的骨骸刺客 肉眼自然没法捕捉对方的身影 兽系男子看着宛如普通人的战神 微微皱眉 难不成真是自己想多了 这个老家伙 哪里还有当年半点战神气魄 找准破绽后 他直接冲了上来 速度很快 然而就在距离横清只有三米的距离时 兽系骨骸人族陡然感觉到危险的契机 他瞳孔一缩 只见周围空气中 布满了无法感知到的刀锋波动 这等于他只要一靠近横清 就已经暴露了位置 意识到不对 连忙想要撤离退后 但横清哪里会给他机会 如同当年一样 战神气势猛然爆发出来 根本没看见他如何出刀 霸刀绝伦的刀光 已经划过兽系骨骸人族的脖梗 不出手则已 出手则是必杀 横清抬起唐横刀 眼眸平静地看着他 过去那么多年 你是一点记性不常是吗 话音一落 咔嚓一声 兽系男子的脑袋掉了下来 鲜血狂喷 但下一刻 掉落在地上的脑袋 泛起诡异笑容 不愧是战神 原来是装的 你可真能装啊 实力竟然不减当年 横清皱起眉头 二话不说 立马再次出刀 他已经明白过来 他斩的只是普通人身 这家伙的真正本体 是背后的黑水外骨锥 兽系骨骸人族 直接抱起地上的脑袋 身形扭曲地躲开长刀 然后猛然暴退 回到看戏的两人身边 抬起手 将斩下来的脑袋 重新按在脖子上 对准后 斩杀线眨眼恢复完整 他抬头看着战神 横清笑道 一起动手吧 送这位人族战神最后一程 身旁两位点头 不约而同 直接爆发出所有实力 魁梧男子陡然化作 白米高的骨骸巨人 一旁的性感女人 双眸也绽放出 两朵骨花出来 茂盛切诡异 他嘴里面起咒语 下一刻 竟然直接召唤出 一头凶猛的古龙 朝横清奔袭上去 而那兽系骨骸人族 再次消失不见 古龙兄很咆哮着 十几米长 龙爪锋利 气势争宁 然而 就当他要一口吞下战神横清时 手中唐横刀再次抬起 霸道绝伦的刀缸 呼啸而起 无物可挡 古龙瞬间被切成两半 漫天骨头散落一地 横清眼眸深邃 强大的刀器纵横周身 从三米范围暴涨到十米 这一刻 三位一百几古骸人族精锐 都有些震惊 这位人族老战神 竟然还保持着巅峰战烈 怎么可能 横清目光注视着那股法系的女人 战场上 优先杀死法系 他一把甩开身上的军大衣 身形向前一蹬 暴闪来到古骸女人身前 手中唐横刀横斩而来 古骸女人脸色一变 抬起手 一层层骨盾在身前瞬间凝聚 同时脚步迅速后退 哪知道横清根本就是虚晃一刀 脚步一挫 直接来到古骸女人一侧 一刀落下 干净 利落 毫无花哨 古骸女人脸上下得花蓉失色 早知道这老头子这么强大 他根本就不该距离这么近 眼看就要被斩杀时 兽系男子再次出现 古刃双刀对着横清后心 目的很明确 要么一命换一命 要么就停手 横清嘴角泛起冷笑 这种伎俩 他十七八岁就不完了 铁锁横将 只见横老爷子 周身十米范围的刀芒疯狂收缩 在周身半尺范围内 凝聚出一面实质化的刀钢 直接将锋利古刃抵挡下来 看到这一幕 兽系男子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自己的骨刃竟然没破防 但就这么稍微一耽搁 眼前的女人嘴里 已经念完法咒 身形陡然消失在原地 取而代之的是一具骷髅骑士 而他则是出现在 一百米外的高空处 打死他 也不敢轻易靠近这老头子了 横清一刀将骷髅骑士斩杀 抬起头看了一眼 高空的骨骸女人 眼睛微眯 真以为躲在天上 就没事了吗 看来几十年过去 无论是年轻人 还是骨骸一族 都看不起自己这个老头子 余光看了一眼身后再次消失不见的兽戏男子 唐横刀再次落入刀鞘中 但身上的气势却开始叙事 然而看到这一幕 三人脸色同时脸色一变 令人心计的危险涌上心头 这是人族战神的成名之计 霸刀 曾经一刀斩落王座 白蛮 兽戏男子顾不上暴露 直接吼道 骨骸巨人文言直接抬腿 一脚朝横清踩下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斩出这一刀的机会 横清却轻而易举撤不躲开 气势还在疯狂叙事 冲天刀意 让天上云朵不出现分开的变化 这三头一百几骨骸人族 跟王座比 还差了不少距离 刹那间 横清的唐横刀出窍 这一刻 恐怖的刀钢撕裂空间 目标依旧直指骨骸女人 骨骸女人嘶吼一声 也爆发出自己最强大的骨法防御技能 双眼两朵骨花疯狂盛开 一朵骨花宛如护盾挡在身前 霸道的刀光来临的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 黑色骨花瞬间被切成两半 哄 刀光席卷而过 身后数百里远的山脉 轰鸣炸开 竟然激活了一座小型火山 岩浆狂喷涌出 滚滚黑烟将天空遮蔽 留下一条清晰的刀横 无法愈合 天空上 那骨花一片片凋零 被斩杀成两半的身躯 直接从空中坠落下来 血灵涌现 看到这一幕 骨骸居然咆哮不已 双手抱拳 狠狠朝横青砸下 然而 他的力量和体型虽然强大 作为最顶级的战争巨人 其实更适合攻城陷阵 论单打独斗 这种慢成狗屎的速度 能打得中谁 真正强大的实力 必然是力量与速度的结合才是 就比如骨骸王座 同位一百级 远程近战速度都不弱 但这些家伙 只是将属性提升到了一百级而已 虽然看提升了很多 距离王座仅有一步之遥 但始终没有达到那顶尖一线 在横青眼里 这些家伙 只不过是等级更高的血灵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天王罗锦 选择斩杀队成员 无论什么职业 都尽量要求没有短板的原因 真正的强者 没有短板 唐横刀再次入窍 重新开始叙事 身形不停地翻飞跳动 直接冲出堡垒基地 要是任由这骨骸巨人乱来 整个基地很快就被夷为平地 好歹是白虎成员 花了接近两天时间建造的 这时 通讯弹出罗锦的画面 老师 坚持住 我马上就到 横青头也没回 身形猛然一跃而起 躲开一道锋利骨刃袭击 骨骸巨人趁机抬手 想要抓住横青 却依旧被他的身法轻易躲开 总是仿佛卫补先知一样 大家伙一动就能知晓对方的动作 另一个隐匿的刺客戏白爵骨王 总是被战神横青预测 甚至好几次故意迈出破绽 吸引对方主动出手 打了一辈子的仗 从年轻到迟暮 论战斗意识 整个华夏 没有人比得上 这位惊艳老道的战神 刀是再次叙事完整 横青满是老锦的右手 轻轻落在刀柄 满是褶皱的脸庞 深邃眯起的眼眸 在其身后 缓缓浮现出一道天地异象 没有磅礴大气的先天道阵 不是可不争宁的地狱浮屠 也不是真君大帝 幼年刚学刀 就遭遇天地大变 踢着一把祖传的唐横刀 带着华夏人族 走出那最黑暗的时代 纵观一生 陪伴他的 只有这把刀 战神横青的天地异象 自然也只是一把刀 这一刻 天上所有黑云溃散 海啸澎湃地撞击崖壁 无论是谷凯巨人 还是兽戏男子 都感受到心底的恐惧 这位人族战神 怎么还那么强 甚至比几十年前还要强 他们不知道的是 横青虽已老 但身体恢复后 在这些天里 他的刀意真谛 不知不觉间 再次突破枷锁 这一刻 哪怕王座再次出现在身前 横青也有自信将其斩杀 因为这一刀 他养了整整二十多年 难而不斩风云至 空腹天生人齿躯 看到这一幕 天王罗锦缓缓停下来 抬头看向 数十公里外的天地异象 果然 是自己担心太多了 老师依旧比他还强啊 这一刀落下 骨骸巨人浑身骨骼 尽数破碎 还没被斩出千尺之长的沟壑 轰动 那庞大的巨人身躯 缓缓倒地 浑身鲜血喷涌 将这一片黑色火山岩 都给染成血红色 仅仅只是片刻间 两刀便将两头 一百几股骸人阻斩杀 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此时的战神横青 将积蓄二十多年的刀意 全部爆发出来 无人可挡 王座下场也会被杀 受戏男子看得头皮发麻 已经意识到不对了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要跑 然而横青似乎猜测到他的意图 身上的刀钢猛然破碎 化作无数万千的刀器 朝四面八方迸发而出 除非对方还能遁地 否则根本躲不开 很快 在不远处 陡然响起骨刃碰撞的声音 横青甩手 就将弹横刀脱手而出 转眼极致 扑斥一声 一条手臂被斩断 受戏骨骸人族惨叫一声 但强忍着痛楚 再次隐匿逃遁 虽然他的恢复能力 远不如骨铠巨人 但只要活下去 这点断臂 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 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 只想着跑 人族战神的实力根本没退步 甚至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横青走上来时 已经失去了这骨骸人族的踪迹 捡起地上的断手和弹横刀 随后一脸平静地看着通讯说道 你要是让他跑了 时隔三十年我可是会让你罚战的 天王罗景顿时一头黑线 自己都这年纪了 还罚战什么鬼 直接从远处飞过来 居高临下看着下方 闭上眼睛 感受着方圆的任何一丝动静 阴入脑海中 天王罗景睁开眼 直接朝海岸线追上去 战神没有斩杀掉他 受戏骨骸人族还有些侥幸 但当他看到天王出现时 他就有些绝望了 根本不敢乱动 只要熟悉天王的人都知道 这一位简直就是刺客系的天敌 但紧张之下 他忘记恢复手臂伤势 就那么一滴血液低落 远在十几公里外都被发现了 见自己暴露 受戏骨骸人族立马朝古渊方向冲去 只要离开这里就能恢复 可越靠近海岸 他越有些绝望 已经能清晰感受到 身后强大的压迫感 还有那种被锁定的契机 无处可跑 受戏骨骸人族转头看去 死死盯着天王罗景 也不再隐匿身形 开口说道 你们华夏人族 终将被我们骨骸一族所征服 完美净化的方式 已经刻入整个骨骸一族灵魂之中 就算杀不死你们华夏人族 也有其他被圈养的人族 你们拿什么抵抗 罗景没有回应 只是手中战绩爆发出刺眼光芒 出神刺 战绩呼啸而起 瞬间贯穿着 受戏骨骸人族的胸膛 轰的一声 恐怖能量炸开 直接将对方炸得尸骨无存 天王罗景走上前 将那枚一百级的血灵捡起吞噬 落入腹中后 狂暴的力量直接爆发 等级刷的一下突破到九十二级 即将突破九十三级时 硬生生被罗景压制下来 跟夜想的方式一样 压制境界 一点点磨练 捡起地上的战绩 看着海岸线对面的谷渊 眼眸平静 谷骸一族 想要灭华夏人族 那就看看 谁灭谁了 夜想一路雷光带闪电 消耗大半灵力 赶到堡垒基地的时候 却发现 战斗已经结束了 正好看见恒老爷子 一脸笑呵呵地打量着 眼前两枚一百级血灵 虽然远远不如王座血灵纯粹 但也算是很珍贵了 小子 到了 恒青一直关注着夜想 自然知道他也过来 夜想点点头 仔细观察了一下战神恒青后 眼中还是忍不住划过一丝震惊 恢复巅峰状态的恒老爷子 竟然这么强 远远超过预估 似乎猜到夜想在想什么 战神恒青笑了笑 心情好 又领悟了一个真谛 你年纪轻轻 就领悟了两个真谛 我这把年纪才领悟两个 不是很正常吗 说着 他将两枚一百级的血灵 递给夜想 问道 能炼化吗 夜想接过血灵 认真看了一下后 摇摇头 跟炼丹一样 这一百级血灵蕴含的能量太强大 我控制不住其中的力量 目前只能炼制四十级左右的血灵 那直接吃掉呢 恒青又问道 天王罗锦无奈摇摇头 他体内那颗六十八级血灵爬石 都没消化完 老师 你还是自己用吧 早日突破一百级也好 夜想也点点头 血灵这方面 他的确够用了 再多也没用 反正到处都是一族 不够直接进谷海领域 杀就是了 恒青看着手里的一百级血灵 的确很久没见到了 有些感慨而已 只是可惜不是王座 张口直接将两颗血灵直接吞下 强大的能量在老爷子体内爆发 两道红圈透体而出 但很快就被他压制下来 而这时 夜想也终于知道了 恒老爷子的等级 竟然是九十五级 但眨眼间就突破到了九十六级 两颗一百级血灵只够恒老爷子突破一级 可想而知 后期等级有多么难提升 甚至根基受损 还会跌及 人族身体和异族不同 明明最适合修炼的 却又很是脆弱 这时 何寥寥与宫里守直也赶到了 百公里十分钟 速度已经不算慢了 只不过战斗已经结束 罗锦打开屏幕 查看日花圈养阵子的战斗 在庄储的帮助下 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但伤亡还是出现了 王牌白虎部队成员统计伤亡人数 已经达到六人 斩杀队的众人也多多少少负伤 风源重伤已成习惯 宫里守直带来的百多人 直接伤亡了一半 损失惨重 没有精良的装备 没有高超的战斗力 但毕竟是拯救自己的族人 他们也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你还有的忙 先恢复一下 罗锦了解清楚情况后 抬起头看着叶响说道 叶响点点头 在金光浮水的帮助下 低等级的寄生异族 直接胎死腹中 但等级略高的 还处于封印状态 需要花时间去解决 否则浮水作用消失后 就会突破封印 重新开始寄生人族 统计日花人族人数 有三万五千人存活下来 达到在岛路建立防线基地人数 罗队 需要军队这边派遣战士过来吗 毕竟这么多人 肯定需要严格的管理和训练的 屏幕中 周景分析说道 罗景沉思片刻后 点点头 可以 你准备好人员 明天我回来护送 这边需要大量军官人员 荆州人手抽不开的话 干脆让战神学院大四的人 提前来这里实习训练好了 最少有80%以上的人都选择进入军方体系 其余20%的人 基本也是加入猎人组织 或者是拥兵团组织等等 毕竟很多忙不过来的任务 军方会下发到猎人 或者是拥兵团 或许战功兑换资源 或者是金钱 一些军人退役后 也会选择加入猎人组织和拥兵团 毕竟这一行赚的钱很多 只是有危险 但成为军人的那一刻 就注定这一生 他们成为了人族的先锋者 人族不能没有英雄 自然也不能没有先锋者 周景点点头 表示明白 立即下达了指令 战神学院大四年级所有人员 同时收到了一条 今晚在操场集合的消息 实习指令下达 为期一年时间 另一边挂掉通讯后 恒卿不由问道 这里毕竟是日花岛路 让那些娃娃过来 会不会太激进了 听到这句话 天王罗景 不由抬头看向一旁 进入冥想恢复的夜想 恒卿一下子明白过来 点点头 没有意见了 十几分钟后 夜想恢复完整 就看到不远处何寥寥正在教导 宫里灵华 关于一些法术的技能 宫里灵华身为巫女职业 也算是跟阴阳师有关联 法术跟五行有关 在宫里守直 和太仓五脏的教导下 武术刀术 世神祭祀等都有学 可以说 哪怕文化断绝 对于孙女的修行教导 宫里守直一直很认真 没有一丝松懈 宫里守直被罗景 带进办公室谈事情 毕竟现在日花人族名义上的 组长首领是他 接下来的建设和配合 直接告诉他就行 听到华夏打算将日花岛路 打造成封锁古骸一族的基地 一下子就猜到了华夏的目的 眼中忍不住划过一丝震惊 真能将古骸一族消灭掉吗 宫里守直忍不住问道 声音有些颤抖 他身为日花最后一批 受过教育的人 自然清楚 这其中究竟有多难 这个想法 他从来不敢想 然而天王罗景一字一句 都透露着这个打算 听到他的问题 罗景抬起头 看着眼前这位跟老师 差不多岁数的老人 跟太苍武藏一样 如果环境足够 未必不能走到八转 但这个世界上 没有那么多如果 他抬起头 神情平静道 如果不是这个打算 我们华夏 何必花这么多资源和人力 还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 无论哪一个 都是我们华夏 最精锐优秀的战士 但凡牺牲一个 都无比通心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华夏 虽然是为了后期战略 才帮助你们日花人族 但你们是实打实受到了好处 宫里守直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他知道这一点 看到那些 古骸人族寄生进化的方式 他其实知道 如果不是华夏来的吉时 日花人族已经走到灭族 华夏方面 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 宫里守直开口说道 这方面 让我们的指挥官跟你谈就好了 天王罗景 打开办公室的屏幕说道 屏幕中 再次出现周景的面孔 周景看着屏幕里的老人 点点头 你好 我叫周景 是华夏战线总指挥 听到这句话 宫里守直看着屏幕里 忍不住有些惊讶 华夏战线的总指挥官 竟然如此年轻 从这一点 这可以看出 这么多年过去 华夏依旧是在蓬勃发展 人才辈出 宫里守直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 有些脏乱的阴阳诗袍 认真说道 您好 我是宫里守直 周景拿起一张纸 开门见山道 三个条件 第一个 鉴于日花人族文化传承已断 从今往后 日花岛路所有人使用华夏文化 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教导你们 说到这里 他抬起头看着宫里守直 眼神平淡 这是第一条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非我一族 齐心必诛 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有用 但华夏文明几千年来 最擅长的就是包容 只要使用华夏文化 这种问题迎刃而解 毕竟都是同为人族 宫里守直深吸一口气后 缓缓点头 没有问题 第二条 日花人族 无论是战斗职业 还是辅助职业 只要与战略计划有关 都需要无条件配合指挥 当然 都拥有普通战士的福利与人权 不存在任何剥削压榨 天王罗景看了一会儿后 没有打扰两人 转身走出办公室 此时夜想 有一搭没一搭的 跟横老爷子聊着天 有修行 有吹牛 有先前的战斗细节 不过基本都是横老爷子在说 夜想随意硬核 像个捧根一样 嗯 真厉害 老人家的话是真多 夜想基本是左耳进 右耳出 你小子其实有点太正经了 我虽然不修道 不是很理解 但我觉得 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如此 毕竟还是少年 两人坐在院子中 看着远处海边日落 难得清闲唠嗑 横青就是有些可惜 这里没酒没下酒菜 对了 那日花族的少女 我看着还不错 天资聪慧 性格温柔体贴 跟你差不多大就三十几 则则 再过两年 也能进斩杀预备对了 听到横青突然将话题 转移到这方面上 夜想也没有多想 只是点点头 嗯 确实优秀 毕竟是日花人族的传承职业 数万人就这么一个 的确难得 那当你的媳妇怎么样 看到夜想点头 横青不由笑道 夜想顿时一头黑线 他是征服着老爷子 怎么说啥都能扯这方面上 我去修炼了 夜想不会想这些事情 也没心思想这些事情 目光落在远处的宫里灵滑 转身离开 很快 他接到指令 要求回到后方 彻底清除所寄生谢灵 一架白虎战斗机 将受伤的斩杀队成员送回来后 风云那熟悉的担架再次出现 夜想手中捏起法绝 凌空画出一张护身符 落在风云身上 谢了 风云浑身鲜血地笑道 夜想摇摇头 他想要跟上大家的步伐 但还差了一些 能做的只有这些 夜想走上飞机 朝大家挥挥手后 战斗机直接起飞 作为驾驶员的白虎成员 很是羡慕地看着夜想说道 你们斩杀队 是真的太厉害了 你们也很厉害 夜想点点头道 相对于斩杀队 白虎部队的任务也很多 运输 支援 机械铠甲战斗 多样性 甚至自成一个体系 哈哈 我也觉得 简单聊两句后 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在战斗机的飞行下 很快就到 夜想走下飞机 就看到满地尸体 和已经完全看不出 半点能助人的城镇 这是夜想第二次 经历过这种感觉 死亡数万人 鲜血流淌了一地 尸骨堆成小山 正在燃烧 第一次 则是在他小时候 兵魔一族踏破城门 父母死在那场战争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小 能做得很少 有关于父母的记忆 真的很少 最清楚的 只有母亲临死前 喊着 让他快跑 落日下 天色见黑 到处点燃着火焰照明 这里的城镇 自然不能重新建造了 需要尽快在另一个地方 建立居住地 选择的位置 是宫里手直说的防空洞 虽然已经很老旧 但在全员科研职业的白虎部队 很快就将所有设施完善 甚至还节约了不少时间 足以容纳上万人 岛路很大 一寿并不少 短期并不缺少食物 叶响下飞机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剥离那些寄生血灵 战士们刚结束战斗 已经累得够呛了 他来到堆积城市山的 众多尸体面前 看着一张张 可怖的死人骨骸人族面孔 眼眸深邃 感知中 他能感受到 其中浓浓的怨气和死亡之气 倘若不管 这里或许会诞生一头 甚至树头高等级骨骸一族 叶响轻轻念起杜人精 声音平静且空灵 在这安静的一刻 叶响的声音 借助灵力传遍整个镇子 庄楚提着血红巨剑 坐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这幕 无形中 整个小镇的怨气 与死亡之气缓缓消散 但蓝色光点凝聚起来 化作人形模样 向叶响鞠躬后 缓缓消散开来 度人精念完后 叶响抬起头 三十张符路涌现身前 分别飞到这些狮山上 汹汹的卓阳符 顿时燃烧起来 深红色的火焰 将整个小镇染红 做完这一切后 叶响朝那些日花人族走去 根据抽血检验 体内寄生血灵已经死了的 已经显示恢复 只是需要拉好几天的肚子 但属于被金光浮水封印的寄生血灵 登记无一例外 最少是五十级以上 庄楚走过来 开口问道 没问题吗 叶响摇摇头 楚对你休息就好 被金光封印的寄生血灵 没有太多威胁 要不然 他们早就完成进化了 庄楚点点头 行 尽管如此 他也没打算离开 只是在旁边看着叶响操作 至于其余人 根本不敢靠近他 一个是受不了那可怕的杀意 就连斩杀队们都忍不住头皮发麻 更不要说白虎部队的成员 跟其他人了 庄楚在他们眼里 活脱脱就是一位杀神级别的人族强者 那暗红色种楷下 无法想象是怎样的一个人 叶响走到这些日花族人面前 寄生血灵被封印后 他们都醒了过来 但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恐惧害怕 毕竟在他们眼里 改变以往的一切才更为恐怖 被骨骸一族圈养的时候 反而麻木平静 早已细以为常 叶响看着这一幕 没有说话 但他知道 想要改变这一代的日花人族 估计是不可能了 奴心烙印的太严重 或许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想要改变 最快的方式就是从孩子入手培养 但也需要最少十几年 才能看到成果 这些事情 他也只是想想 华夏这边肯定是有办法的 抬起手 指尖涌现纯粹的金光 眼眸也同时变成金眸 金光化作丝线 直接穿入眼前日花人族的腹部 眨眼间 一颗浑身被暗淡金光浮水封印的寄生血灵 从对方腹部拉扯出来 眼前的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惊恐 不敢相信 这东西竟然在自己的肚子里 叶响则是打量着 这颗寄生血灵 五十一级 虽然一动不动 但能清晰感受到 对方还活着 只是被浮水封印而已 手中金光化作长剑 直接刺入寄生血灵 扑斥一声 封印破开 浑身血红的寄生血灵 疯狂挣扎起来 刚露出猙獰的骨骸头颅 无数骨刺贯穿而出 朝夜响攻击 此时金光长剑 已经刺穿对方身躯 劈啪一声 金光转化雷法 瞬间贯穿其全身 骨刺炸开 所有骨头迅速转化为黑骨 试图免疫雷法的麻痹 夜响平静地捏去法绝 内有霹雳 雷神引鸣 哄 阳雷炸开 黑骨崩碎一地 五十几骨骸一族 转化为黑骨 的确可以免疫雷法的麻痹 但并不代表能承受 狂暴雷法的攻击 一颗五十几血灵涌现出来 夜响一口将其吞掉 先在丹田内传着 随后朝下一颗人走去 庄楚在一旁看着 微微点头 几乎每次看到夜响 这小子都有不少进步 似乎察觉这样太慢 夜响直接抬手 通天路瞬间画出 三十张浮路浮现身前 配合金光神咒 瞬间贯穿三十人的腹部 然后转头看向庄楚 虽然都是被封印状态 但毕竟等级都是五十多级 甚至是六十多级 想要将对方斩杀 就必须破开封印 三十头 自己肯定应付不了的 看到这一幕 庄楚缓缓站起身 点点头 没事 直接拽出来 这上万高等级的骨骸精锐 全部留在这里 骨骸一族想要恢复 可需要不少时间 夜响点点头 手中金光灵链一拽 顿时三十头高等级寄生血灵 同时被拉出来 这些寄生血灵都很稳定 毕竟是在封印状态里 全部拉出来后 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庄楚眼眸平静 只是将巨剑插入地面 血红色的世界 陡然开始将四周笼罩 即将淹没身影时 庄楚看着夜响说道 尽管将这些东西拉进来就行 我能对付 夜响明白过来 点点头 好 下一刻 审判中烟落下 庄楚将审判中烟的范围缩小后 领域时间最少能持续到一天以上 毕竟只是一个领域技能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夜响肩壮抬起手 又是三十张浮路浮现身前 排队一个个玻璃寄生易寿 这些日花人族 虽然不知道自己体内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东西 但也看出夜响是在帮他们 纷纷走上来 被玻璃出寄生血灵的人 都纷纷跪在地上 无比感激夜响 而夜响这一忙活 就忙活了整整一晚上 差不多上万头高等级的寄生血灵 全部拉入庄楚的血红世界 才全部结束 夜响不由转头 看着身后血红到令人心悸的世界 眼中也忍不住有些担忧 圣人杀身 杀得越多 也越强大 但也更难以控制自身 楚对能坚持到这一步 属实难见 能超过他的 也只有四大师祖了 不过说起师祖 夜响眼眸微动 道卷中有一本记载着 有关于一位师祖镇压之地 就在曾经道门一脉先帝 武当山 但可惜的是 天变之后 道门传承断绝 原指武当山 就仿佛失去了原有灵气一般 成为了一座平平无奇的山峰 原指距离宁川 只有三百多公里 夜响曾经为了寻找道士传承 也去过一次 并没有发现什么 此时想到这里 夜响心神不由一动 或许自己再去一趟 说不定可以发现什么 看来忙完这些 有空得去武当山看一看 顺便看望一下沈父神母 九阳回丹完全可以治疗 沈父右手的神经问题 虽然药材昂贵 但这一次积累的战功 应该可以兑换一份 九阳回丹的药材 沈父曾经也是森罗高校的天才 只是在那次兵魔异族袭击时 右手受伤 落下无法修复的神经与经络问题 才会那么多年没有进步 甚至等级跌落 毕竟对于机械这种东西 越精细 越需要敏锐的触感和动手能力 可右手无法控制 等于失去这条路的前途 如今只能在一家普通的公司 负责机械车窗加工 但其实正如沈父说的 如果他右手没有受伤 十几年来 或许已经进入国籍机械部门了 从作为审赴好哥们钟黎央 就可以看出 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人 就在这时 血红领域消失 浑身杀气浓郁到 仿佛随时可以具象出 地狱异象的庄楚 缓缓从骨骸尸山中走下来 在其脚下 全是寄生血灵的骨骸尸体 看到这一幕 叶祥真心忍不住震撼 儒家杀身成人 是真的恐怖 庄楚似乎在克制自己的杀意 眼眸血红一片 走到叶祥身前说道 我就不回去了 那去哪里 叶祥有些疑惑 骨骸一族大半精锐 全部损失在这里 骨验深处应该还有一批 我打算去清扫一遍 庄楚提起插入地面的巨箭 说道 叶祥微微皱眉 真的没事吗 庄楚抬起头 面具下 血红的面旁露出笑容 抬起手 轻轻点了一下叶祥的额头 我还不至于让你这小子担心 好好照顾斩杀对众人 天王平时太忙了 战斗时 也只能拜托 你多认真些 我知道你的性子 虽然看起来慵懒 但实际上 比谁都要刻苦很多 叶祥等级如今 虽然才三十六级 但庄楚清楚 他的潜力和实力 要不了多久 或许两年 又或许一年时间 他绝对能成为斩杀队的最强者 无庸置疑 听到庄楚这句话 叶祥微微一正 他着实没想到 自己会被楚队这么看好 毕竟他也才加入斩杀队两个月左右 犹豫片刻 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庄楚抬起手腕上的通讯器道 跟风源说一声 通讯器我就不还给他了 让他重新买一个 说完 庄楚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朝着海岸线谷渊的方向走去 暗红色重凯的背影 背着巨剑 一步步踩着白骨走向远方 成为杀身后 他已经走向了地狱这条路 要么被杀意吞噬淹没 要么掌控杀意 成为数千年前四大师祖一般的存在 既然身处地狱 又为何会畏惧谷渊 只是心里对老婆徐荣满是歉意 他又违约了 任务还没结束 现在还不能回去 叶想看着庄楚的背影 远方 万丈光芒的日出 浮出海岸线 头一回 叶想没有急着修炼 只是有些漠然 人族中 其实不仅只有道门在付出 有很多很多 像楚对这样的人 默默无闻地奔走在前线 杀敌流血 庄楚前往谷渊 也是为了摸清楚 谷海一族究竟还有高端战力 这对华夏接下来的战略行动 至关重要 荆州占领下来后 需要稳固建设 数万战士布置注点 防止铜眼一族反扑 大量的资源在挖掘利用 荆州收复的消息 在叶祥等人前往日花岛路时 军方通知全国 号召大量居民前往荆州发展 但近期还需要注意森林野外等 毕竟短时间里 易兽是不可能清理干净的 而军方这份消息 直接震惊全国所有人 荆州 竟然收复了 顿时 不少曾经属于荆州的老人 忍不住痛苦流涕 没想到 还有一天能回到老家 震惊之后 便是狂欢 华夏终于崛起了吗 但很快 所有牺牲的战士名字 全部公布出来 在荆州建立封碑永久纪念 此次收复荆州战役 共牺牲一万七千五百二十六人 首席周安看着这触目惊心的数字 手微微颤抖 虽然收复荆州 能让三亿人足得以喘息 但还是无比心痛 老人捂着心口 缓缓站起身 看着屏幕上 无数张年轻英勇的面孔 敬礼战神学院 接近上万名大四学生 有秩序地坐上绿皮车 昨晚上得到通知后 不少人激动了一晚上没睡觉 来到机场后 他们看到了天王罗景 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们 看着眼前这些人足未来的栋梁 天王罗景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简单的敬礼 学生们顿时立即回礼 不须多言 从入学的第一天 他们就明白 进入战神学院的目标 不止于一战 一战无悔 世纪先锋 数架运输机 直接运输这一万人 前往日花岛路 最少需要一年以后毕业才能回来 又或者 永远回不来了 天王罗景全程护送 如今古骸一族已无王座 依旧按照原来的飞行路线 从原来的高星力上空飞行 抵达古渊时 绕一个大圈 降落在日花岛路 当宫里守直 看到上万名都是三四十级的青年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一开始 还在为自己能培养出一个三十级巫女少女 有些沾沾自喜 此时却只能震惊滑下的抵御 这些孩子在他眼里 无一例外 几乎全是可造之才 拥有足够人手后 日花岛路上开始火热建造 跟荆州一样 先造路再砍树 古骸一族毫无疑问 肯定知晓后方的圈养日花人族之地 被华夏人族攻陷 毕竟这个种族一个命令就能得知 然而这么久都没有动静 显然有些不对劲 斩杀队众人们一下子闲下来 要等到日花岛路上的基地建造差不多后 他们才能回去 战神学院们的学生 对斩杀队无比向往 也都很尊敬 毕竟这里是战场 不看年纪 叶响军衔比他们高 毫无疑问叫长官 不过王清 刘成国等人看到林峰和叶响时 都不有一头黑线 好吗 当初还说在战场上等着这两家伙 结果人家早就上战场了 斩杀队在荆州斩杀无数高等级同演一族 每个人的战功都公布了出来 作为年纪最小的叶响 哪怕隐藏了大部分战功 还是让人无比震惊 斩杀四十级的一族数量 竟然超过了上百头 唐恶让众人知道 叶响身上还隐藏了十几条 独自斩杀五十级同演一族 还有一条被判定为 斩杀七十级玉童王主力的战功 估计不少人得封 而这还只是公布荆州方面的成绩 就跟隐藏荆州前线一样 此时日花岛路的前线战略 非常隐蔽地进行战 闲下来的几天里 叶响都在基地里 继续修炼人心文 紫玉丹的药效还在 不能浪费 这些天虽然没怎么修炼 但在战斗中 任仙文也在自行烙印 配合紫玉丹的效果 不知不觉间 已经烙印完皮布第二遍的人仙文 现在干部的人仙文也来到尾声 基地外 宫里灵华背着满满一杯多的草药 默默看着堡垒基地的大门 现在有规定 没有允许 日花人族不得擅自进入主基地 哪怕作为日花人族的族长 宫里守直也不能随意进去 附近其余基地住点也都建设得差不多了 但主基地作为日花岛路的核心 自然不能随意进出 毕竟古骸一族 已经掌握了寄生进化的方式 不得不防 这些天里 宫里守直注意到 辅助智能到处采摘药草的举动 就猜测到 华夏很缺少药草 尤其是在宫里灵华 将夜想送给他的洗水丹 交给爷爷后 宫里守直看到手里的盗丹 整个人再次震惊了一次 竟然是盗丹 曾经阴阳士一脉 最想要学习的 就是华夏道门的丹道 但永远不入其门 就是因为门槛所需的三昧真火法诀 完全没法偷师 他自己都不知道 在这些天里 到底有多少东西 超过自己的认知 尤其是夜想带给他的震惊最多 人老成精的他 从这枚道丹上看出 夜想肯定也需要用到药材 所以让灵华采摘一些珍贵药草送给他 至于洗水丹 他没药 重新还给灵华 让他好好珍惜这枚道丹 这时 正是从外面走了回来 看到宫里灵华后 不由一笑 来找夜想 宫里灵华看到郑氏后 不由有些紧张 咬了咬嘴唇 还是点点头 嗯 正是看了一眼 他身后背兜里满满的药材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时间 才能采摘这么多 对于这个少女 无论是天赋还是性格 其实斩杀对成员们 还是比较满意的 十六岁就三十级 还是传承职业巫女 放在顶级高校 也是属于拔尖一类了 哪怕是天王罗景 还有战神恒青 都注意到这个小姑娘 天赋好 却不骄不躁 同时也是现在为数不多 可以治疗的辅助职业 光是治疗战士 每天都是 从早上忙到晚上 不少战士都偷偷喜欢上 这位纯洁漂亮的少女 不过 夜想这家伙不是在修炼 就是在准备修炼的路上 别说一整天不出门 几天不出门都很正常 要不是这家伙每天都消耗 不少营养药剂 都快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在偷懒睡觉啊 正是思索片刻后 说道 行吧 你跟我进来 我带你见夜想 她甩了甩有些酸痛的肩膀 每次建设初期 自己比打仗还累 觉醒什么不好 觉醒个土木职业 正是带着宫里灵华 走进主基地 静止来到斩杀队休息区 正是刚要抬手敲房门 宫里灵华却突然有些紧张到 她如果在修炼的话 其实不用打扰的 你能帮我将药材交给她吗 正是无奈地点点头 行吧 宫里灵华放下草药后 就默默转身离开 正是看着少女离去的背影 揉了揉太阳穴 是自己老了吗 女追男不是隔层沙吗 整那么复杂干什么 正是看了一眼面前 整整一杯多的药草 虽然不知道 这些药草真不珍贵 但采摘药草的地方 不是丛林就是峭壁 想要摘那么多药草 肯定没那么轻松 正是抬手敲了敲门 夜想 话音一落 房门打开 夜想盘坐在床上 身上的人鲜纹缓缓隐秘下来 她虽然在修炼 但感知还是在的 门口两人的对话 她都听见了 看着背楼里全是稀有的药材 夜想眉头微微一皱 她给了一颗洗水单 就只是顺便答谢一下 她照顾昏迷后的自己 不是两清了吗 然而宫里灵华在得知爷爷说 那没到单的重要性后 就下意识觉得太珍贵了 毕竟她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 正是看着夜想 不由一笑 行了 别跟林郡一个德行 那小姑娘挺好的 不喜欢 也别太上人家知道吗 夜想点点头 嗯 我知道 看了一眼背兜里药草 可以看出 都不是平常能采摘到的那些药材 而且很新鲜 采摘的方式也有很有技巧 阴阳师职业 虽然不会炼丹 但也会一些医师传承 沉默片刻后 让辅助智能将这些药草收起来 其中有一些药材 她的确尽其需要 有几株炼制九阳回丹 跟紫玉丹的主要 用战功兑换的话 光这几株药材 就需要大几万了 随后走出房间 朝着宫里凌华离开的方向 追上去 当她走出来时 正好看到远处 那一席白袍少女的身影 走出大门 夜想最终还是追了上去 等一等 宫里凌华听到夜想的身影 下意识停下脚步 她转过身来 看向那神采奕奕的青山少年 夜想来到她面前 思索片刻后 还是直接说道 谢谢你的药草 的确对我有帮助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谢你 你可以直说 能帮的我会帮 不远处 几个脑袋伸出大门 饶有兴趣地吃着瓜 正是斩杀队的几人 邻军微微摇头 太直男了 对轻慕自己的女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说 宁远没顿时一脸嫌弃地 看了她一眼 你个渣男 夜想其实很聪明 她这句话 已经是表露拒绝的意思了 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挺好的 看起来两人很般配啊 何了了 有些不解到 一个神社巫女 一位青山道士 两人站在一块 身上都有一种 出尘空灵的气质 柳言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想看看夜想打算怎么做 宫里灵华听到夜想这么说 连忙摇摇头 我不需要帮助 是那没道单真的太珍贵了 海风吹散她额前的发丝 红带微微飘摇 热落下的余灰 洒在娇嫩的脸庞上 可以看出 她的身体因为紧张 在微微颤抖着 夜想却没有再多看一眼 只是转头看向 海岸线对面的谷渊 眼睛微微眯起 这样 我教你一个道法吧 倘若在海域上战斗 还是很有帮助的 一筐珍贵草药 换一个比较实用的小道法 夜想觉得并没什么不妥 不等宫里灵华说话 夜想捏起法掘 玉峰直接飞向大海上空 紫金丹突破二转中期后 玉峰高度已经接近四五米了 手中道法一变 整个人顿时笔直落入海中 看到这一幕 宫里灵华有些着急 连忙走上前 但随着夜想掉落下去后 却稳稳地站在海水上 平静的海面上 泛起波纹液 夜想踩着海水 如屡平地一般 看着宫里灵华道 这门道法叫屡水 难度不大 但很实用 阴阳师毕竟出自道门一脉 灵力共通 这种简单的道法 并不是不能学 宫里灵华呆呆地 看着站在海面上的夜想 心里微微一颤 好像更喜欢了 夜想将屡水道法 交给宫里灵华后 开门见山道 如今华亚征战并未结束 日花族也需要你们 阴阳师一脉好好带领 将心思放在修行上 相对于感情这种事情 更希望将来 我们能顶风相见 听到这句话 宫里灵华展露笑容 脸上没有半点失落 因为他喜欢的 就是这样的夜想 喜欢也从来不是战友 嗯 我知道的 夜想军 似乎想起什么 宫里灵华再次拿出 那本阴阳师传承的书籍 爷爷说 阴阳师传承 能不能得到道门的认可 并不重要 但你教我真正的道法 我也想教你一个 听到这句话 夜想有点头疼服额 怎么感觉自己 做得越多 越是在做无用功呢 看了一眼面前的 阴阳师传承 有些无奈 自己要是看了 还需要教什么 关于道门的书籍 过目不忘的能力 直接将整本阴阳师传承 都给背下来了 一定要学 夜想看着宫里灵华问道 宫里灵华点点头 嗯 夜想军你不学 我会一直过意不去的 行吧行吧 不学白不学 那就看看 这偷学道门书法 自己发展上千年的 阴阳师一脉 到底如何 夜想接过老旧书本 缓缓翻开 果然不出所料 警示一眼 就仿佛回到高中时 天天看到葬的日子 所有文字 全部都印入脑海中 直接背了下来 他是真没想到 这阴阳师的传承 竟然跟道葬一样 用的都是华夏古字 压根不需要辅助智能翻译 开篇第一句 便是诗光于玄宫 照耀人间之恶 天文 神迹 阴阳道 咒术 世神 宫里灵华安静地 看着夜想翻看 没有打扰 半个小时后 夜想翻完整部 阴阳师传承 还给宫里灵华 开口说道 的确有不少创新 不过你这上面修炼的 法觉根基看 是以九字真言修行是吗 宫里灵华点点头 嗯 夜想沉默片刻后 摇摇头 最后几个字错了 虽然意思上 理解的偏差不多 但并不是真正的九字真言 阴阳师传承上 记载的是灵 兵 斗 者 阶 阵 列 在 前 划分九个境界修行 这个传承可以直至九转 不得不说 当初这日花人族偷师 还真偷到了精髓 心法 守绝 道法真意 都齐全了 但与真正的道门九字真言 还是有些出入 理解的意思 也是有一些出入 夜想抬起手 捏起九字真言法绝 真正的道门九字真言为 灵 兵 斗 者 阶 阵 列 前 行 随着最后一字落下 夜想身上陡然被一层层道光加持 灵力运转速度加成 施法速度加成 心境透彻 九字真言悬浮周身 眼眸散发空灵之意 一瞬间 夜想竟然隐隐有一种 差点再次误导的感觉 看到这一幕 斩杀对众人纷纷服额 这家伙 怎么聊着聊着 变成修炼了 半个月时间眨眼过去 整个日花岛路在权力建设下 军事基地住点 全部建立完成 整个日花岛路 现在总共也只有接近五万人 所有人员根据职业安排不同的工作 但想要完整形成一个城市体系 最少需要十年以上 等待新的一批孩子成长起来 这半个月来 古骸一族依旧没有动静 甚至就连一头古骸一族都没看见 庄楚每天都会发送一条简单的信息回来 已经深入古渊中 又斩杀了好几头九十级白爵古王 可以说 整个古骸一族 如今已经陷入绝对的弱势期 王座被斩杀 数万精锐完美净化失败 十几头九十级的顶尖一族 也没剩几头 但恒青和罗景 并没有选择轻举妄动 因为完全不着急 随着时间流逝 等部署完备后 一步直接将高新力拿下 那么古骸一族就只剩下古渊 如同瓮中捉鳖 让其失去挣扎的能力 即便对方的王座再次出现 也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此时房间里 夜想着半个月的努力修炼 人仙闻终于烙印完六府 人仙区再次增强 浑身人仙闻绽放出玄奥复杂的纹路 宛如一尊仙区一般 盘坐在床上 盗气强盛 自身等级随之提升到三十七级 斩杀队的其余成员 虽然也都闲着没有任务 但也都在刻苦修炼 其中风源跟太苍五藏 几乎每天都要去不远处的后山切磋刀法 两人都是双刀 打得有来有回 很是灵力 太苍五藏虽然等级比风源低几级 但刀数灵力老道 风源掌握的风家刀法虽然不弱 但吃亏在经验上 单凭刀法 弱了一丝 但狂暴起来 不惧生死之时 局势瞬间逆转 但毕竟是切磋 自然不可能完命 叶想突破人先闻第二遍后 没有继续修炼 而是起身走出房间 先适应一下身体现在的实力 身体里紫玉丹的药效已经结束 还需要重新炼制 将需要补充的药槽写上去后 又准备一份炼制九阳回丹的药材 辅助智能显示基地药库都有 几分钟就能送过来 日花岛路虽然不大 但这一百年下来 还是积累了不少药槽 辅助智能采药时 也都是保留根精 等来年不久 又能重新长出来 叶想看了一眼基地大厅 发现一个人也没看见 有些疑惑 今天有什么任务不成 这时 一个无人机飞到面前 先前申请的药槽 此时送了过来 叶想接过药槽 让辅助智能 将的其余药材拿出来后 手中三昧真火涌现 开始炼丹 内丹境界突破后 炼制四转丹药的压力 明显小了很多 十几分钟后 所有药材精华液体凝成一团 朦胧紫光一闪 一颗紫玉丹直接炼制成功 叶想收起丹药后 就开始炼制九阳回丹 毕竟一颗可以修炼半个月 不着急多炼几颗 同为四转丹药 但毕竟 一颗是修炼丹药 一颗是治疗丹药 炼制九阳回丹的难度 远比紫玉丹高出许多 不过并没有用上道义 接近三十分钟时 一颗散发一丝 灼热气息火红丹药 炼制成功 紫玉丹直接吞服 九阳回丹贴身放好 全都放在辅助智能身上 斩杀队众人从办公室里出来 大家看到叶想后 不由一愣 风源笑了笑 这小子总算是出关了 三十七级了 全靠修炼都能进步这么快 讲官眼中也划过一丝诧异 大家都知道 叶想的修炼方式 虽然可以月集吸收血灵 但并不是直接用来提升等级 而是以修炼的方式慢慢吞噬 一个月不到 接连提升两级 这对于修炼来说 是相当快了 大家都在大厅里 等着叶想恢复 墨修和罗锦最后走出来 叶想恢复得差不多后 睁开眼睛看向众人 目光有些疑惑 罗锦看着叶想说道 一个周后 斩杀队全员进入谷渊 探索是否有新王座诞生 这也算是我们第一次 全面探索谷渊地貌 楚队还没有回来吗 叶想不由问道 罗锦沉默片刻后 摇摇头 没有 两天前庄储失联了 此次任务一部分也是找他 罗锦不担心庄储 圣人杀身不停杀戮的话 并不比一族王座弱 但就担心 他永远迷失在谷渊中 永无止境的沉沦 有可能是通讯器损坏了吧 风源无奈说道 我的通讯器就被楚队拿走了 罗锦没有再多说什么 现在荆州那边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在确定日花岛路没有问题后 横老爷子会一直留在这里坐镇 毕竟没有强者坐镇 一旦再次出现一百几股孩人族 那么日花岛路又会沦陷了 秦陵有道门清云子 荆州有儒家王老先生 指挥部已经做好八郡的战略提案 两年内时间要一鼓作气将八郡与天府收复 但面对搅鬼一族 就算对方失去王座 也注定是一场应战 擅长进战格斗和层出不穷的血鬼术 荆州战役上除了最后决战 牺牲最大的一次 就是搅鬼一族偷袭了一处基地铸点 让接近上千名战士牺牲 与此同时 遍地森然白骨的谷渊 在这只能看到一线天的黑暗世界 一袭暗红色盔甲身影 缓缓睁开血红的双眸 他下意识点开通讯器 却发现屏幕已经破碎飞屏了 庄楚捡起地上的身影 死死注视着 站立在不远处的魅人身影 堕妹皇族 与之前出现过的那伊尔相貌有些相似 但明显不是同一个 对方身后有两对羽翼 强大的力量完全不弱于任何王座 纳菲尔静静打量着庄楚 对那冲天杀意一点不以为意 反而还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们华夏人族 真是令人吃惊 总是在毫无转机时 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百年前你们人族到门也是如此 谁能想到 他们还能挣扎第二次 让我们皇族损失惨重 一颗熟悉的王座血绫 出现在堕妹皇族的手中 庄楚眼睛顿时微眯起来 是骨骇王座的血绫 那菲尔脸上攀附起紫罗兰花纹 看着庄楚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副模样 还真当自己是人吗 你觉得 如果人族将来获胜了 真的有人能接受你吗 庄楚没有说话 但这些句子 就宛如一个个字 刻进他的心里 他提起巨剑 迈不向前 直接朝他砍下 然而就像是镜花水月一般 穿透而过 显然并不是实体 站在他面前 包括那颗血绫 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投影而已 怎么 被我说中了 所以有些恼羞成怒了是吗 你现在的情况 比骨骇一族的亡灵聚合体 还要像一族 你的本性也全部都是杀戮 从里到外 你自己都很清楚 你不是人了 感受到那强大的力量 在影响自己的心智 庄楚笑了 他看向四周 不再压制冲天杀意 我庄楚 从来无悔 想要以我为奇 背叛华夏 那我便化魔又如何 你敢尝试吗 声音到最后 庄楚主动将自己 投身于疯狂杀意之中 让其淹没自己 彻底化为魔头 哄 一道血光从庄楚冲天起 宛如要从古渊深处 贯穿天际一般 抑制这种东西 你又能坚持多久呢 他的真身在古渊深处 看着远处那道红光 魅惑的外表下 眼眸无尽冰冷 以圣人杀身为根底 塑造出一尊古骸王座出来 会有多强呢 姐姐 你在玩火 你让他得到古骸王座的能量 万一你控制不住怎么办 这时 又是一道倩影 出现在女人身边 饶有兴趣的问道 纳伊尔当初 也只是想着控制庄楚 根本不敢想将王座的血灵 与对方融合 绝对达到皇族的层次了 纳菲尔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反问道 你知道人族最大的潜力是什么吗 是什么 纳伊尔有些疑惑 创造力 而我们无论是皇族还是义族 其实无数年来 一直没有太多变化 但我仅仅只是 借助一个渺小落魄的人类 就让上万年没有变化的古骸义族 发现了完美进化的方式 这就是他们的潜力 不常事 你怎么知道掌控不住呢 荆州龙场 正在教孩童念书的王禄 突然脸色一变 他看向古渊方向 那孩子 终究是坚持不住了吗 他深吸一口气 走出教室后 抬手凭空写下一排浩然古字 当初迫不得已 让庄楚转化为圣人杀身 王禄自然是留有后手 对方彻底化魔之时 便是解魔 一团璀璨的浩然正气凝聚展开 一尊杀魔映入眼帘 王禄陡然皱起眉头 立马意识到 庄楚是主动化魔 什么敌人逼得他 竟然要主动化魔 就在下一刻 他猛然看到一轮紫月 顿时明白过来 又是皇族 王禄沉默片刻后 最终没有使用解魔如法 既然是主动入魔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误打误撞 这孩子终究还是走上了师祖的路子 无奈摇摇头 叹口气 随后从袖子里 拿出天王罗景 送给他的辅助智能 当时说过 如果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跟这个铁球说 辅助智能自动激活 悬浮在空中 王禄还有些不适应 看着他抬手道 请阁下帮我联系天王罗景 我有要事与他说 正在联系 请稍等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另一边 罗景接到王老先生的通讯 不由一愣 随即连忙接起 老先生 看着屏幕里的图像 王禄不由有些感慨 原来这个铁球球 这么方便 天王 装处已主动入魔 古缘有皇族出没 听到这句话 罗景脸色一变 手微微攥紧 谢老先生 我知道了 王禄点点头 天定圣人 人定西圣天 这孩子是我见过如此心性 并且完美符合儒家君子的条件 圣人圣学都能契合 或许 还有一线生机 谢老先生所做的一切 天王罗景说道 王禄摇摇头 若能挺过此劫 杀身成人 是预想的一条圣人路 只是从古至今 从未有人走到那一步 圣人 天王罗景也不敢想 华夏能再出一位圣人 挂掉通讯后 罗景抬起头 看着斩杀队众人说道 全体集合 而此时夜想还在一处峭壁上 施展御风采摘药草 就算战功 可以便宜三倍兑换草药 依旧不够用 就在这时 辅助智能飞过来说道 夜想同志 请回主基地 斩杀队即将前往古渊 夜想有些意外 不是还有几天吗 将药草丢给辅助智能后 身形顿时化作一道雷光 在空中一闪而逝 几分钟后 他赶到主基地 只见一架战斗机停靠在大门口 众人早已做好准备出发 夜想遇风而下 也直接走了上去 你小子这两天去哪了 林军有些疑惑道 才要炼丹 夜想说道 罗景这时候也走了上来 看着夜想说道 庄处有线索了 但是处在圣人沙身上 入魔了 有法子吗 夜想有些皱眉 楚队明显已经初步可以控制杀意 怎么会突然间入魔 真入魔的话 没有任何办法 天王你是要杀了楚队吗 夜想忍不住问道 不怪他这么想 入魔后 以庄处的实力 绝对比异族还要可怕 说不定会成为四大师祖那般存在 而此时斩杀对其余人 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虽然猜测到楚队出了问题 毕竟当时那 宛如地狱的天地异象 将古凯巨人吞噬的一幕 所有人都看到了 再加上从漆黑变成血红的仲凯 还一直不脱下来 这些变化 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谁也没想到 竟然到了要斩杀庄楚的地步 何了了攥紧手心 想要说什么 但身为军人 能做的就是执行命令 罗锦平静道 古渊出现堕妹皇族踪迹 第一任务 找到庄楚 第二任务 斩杀堕妹皇族 海边上 白袍红丝的倩影 看着远远的战斗机离开 他知道 或许很久都不会再见面了 妄可妄之事 白虎战斗机悬浮在谷渊上空 白虎成员也有些激动 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谷渊上空 一窥谷渊下方的黑暗 没有降落的位置 保持一定高度后 天王罗锦看向驾驶员说道 直接回去就行 等通知你来再来 是 白虎成员点点头 集体降落 罗锦随后说道 何了了念起咒语 一瞬间在他身前 出现十几只风精灵 分别落在众人身后 化作一对风意 何了了叮嘱道 只能飞行十分钟 就会消散哦 众人点点头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从战斗机上一跃而下 笔直朝谷渊降落 叶响看着下面漆黑深邃的谷渊 身体忍不住站立起来 但不是害怕 而是热血刺激 曾几何时 自己已经成长到 可以进入谷渊的地步 而身边 全是华夏最为顶尖的王牌精锐 斩杀队成员 就在这时 邻军很是骚包的 踩着长剑飞到身边 看着叶响笑道 叶响 身为道士 可不能不会遇见飞行啊 叶响一脸无语 看了一眼他脚下的长剑 根本就是绑在鞋底上 奶门子的遇见飞行 风猿也飞了过来 很是兴奋道 待会儿下面 要全是小垃圾的骨骸一族 我都已经想好台词了 你们都被我心号心号心号 风声呼啸 风猿虽然喊得很大声 但还是有些听不清 众人一脸茫然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骨猿深邃无比 当初火山大爆发 将整个地貌峡谷发生改变 整整有上万英尺深 飞行时间只有十分钟 十几人降落的速度都非常快 但再快 也快不过天王罗景 宛如一道长虹 瞬间贯穿而落 完全不像是飞行 而是加速坠落 眨眼间就消失在黑暗中 斩杀队每次跟队长一起行动 天王罗景都是在最前面 看到这一幕 夜想施展通天路 灵力浮现手中 刹那间 十几张浮力凌空画出 分别落在众人身上 神行浮效果发动 速度再次提升许多 然后下一刻 夜想身上爆发出澎湃金光 但仅仅只是一刹那 金光压制到极致 消失 刺了 绚烂狂暴的雷法附身 夜想直接化作的一道雷光 瞬间贯穿古渊 轰鸣而下 他背后的风翼 完全跟不上速度 直接被甩了出去 风精灵一脸呆萌茫然地 看着四周 有些委屈 乖啦乖啦 不哭不哭 以后不绑他 何了了接住风精灵 伸出手安慰道 这家伙的雷法附身 简直玩出花来了 风猿忍不住感慨道 墨修看了一眼脚下的长剑 突然觉得有些不香了 这时 队伍里 几乎不怎么说话的将军 突然说道 这里的环境 很适合我 将军 身为地狱召唤师 性格有些孤僻阴沉 尤其是好友赵杰死后 不是在执行任务 就是在冥想修炼 他说完后 直接念起法诀 在他身前 陡然出现一个庞大的血红召唤魔法阵 果不其然 周围自动席卷过来 浓郁死气 让召唤魔法得到加成 这个加成 直接上升百分之三十有余 下一刻 一头六十二级的地狱恶龙 从魔法阵中召唤出来 他煽动翅膀 骑士争鸣 将军踩在地狱恶龙上 抬手 不用言语 地狱恶龙直接呼啸着 朝下面飞去 谷渊地底 轰动一声 天王罗景长起 冷冽无双地看着四周 周围的骨骸一族 缓缓从地上站起身来 二话不说 直接朝着入侵者冲上去 罗景站起一挥 眼前骨骸一族 顿时破碎成无数的骨头碎片 散落漫天 远处 一道雷光也坠落下来 在落地的一瞬间 叶响就意识到 周围到处都是的骨骸一族 手中早已凝聚出一团掌星雷 重重拍入地面 雷法地覆 刺眼的雷光宛如蜘蛛网 朝四周迅猛扩散 那些骨骸一族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浑身麻痺 雷蛇缠绕全身 叶响双眸白瞳 捏起法绝 在地覆范围内的骨骸一族 顿时全部炸裂 一颗颗血灵翻飞涌现 等级都是二三十级 解决起来完全没压力 就是数量有许多 抬手一晚 太极器将周围所有血灵卷到身前 手中三昧真火陡然涌现 眨眼间就将这些血灵 炼化成纯粹的白灵珠 一口吃下 看到又是一批骨骸一族 不知死活地冲上来 叶响身上的雷光消失后 人仙闻浮现出来 抬起手 游龙八卦掌 还没有彻底掌握精髓 正好拿这些骨骸一族练练手 脚踩八卦装卫 身形宛如游龙 主动冲了上去 以他现在的身体力量 这些二三十级的骨骸一族 轻轻碰一下就散架 骨刃次来 叶响压根不抵挡 身上人仙闻覆盖 直接将对方的骨刃崩断 叶响的人仙区 比任何一个四十级战士职业 还要强大许多 越打越投入 八卦装在他脚下 缓缓浮现出一个气场出来 就在这时 一头五十级的古王 陡然冲到叶响身前 杀意透体 无数古刃宛如白莲花绽放 锋刃尖锐 叶响虽然完全投入在八卦掌的意境中 但强大的感知 早就察觉到 这五十级古王的杀意偷袭 简单的一个侧身 完美躲过所有古刃 抬起手 三张浮路浮现身前 化作灵锁 迅速将所有古刃缠绕起来 叶响一手拽住灵链末端 用力一拉 这头五十级古王 顿时被叶响拉扯到身前 布满人鲜文的拳头 直接一拳狠狠砸在他的骨头脑袋上 砰 这重重的一拳 砸得对方牙齿翻飞 瞳孔中的灵魂火焰疯狂跳动 他完全没想到 眼前这个三十七级人族少年 竟然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古王咆哮不已 身上爆发出骨铠覆盖全身 但没超过六十级 还不能变身成骨铠巨人 这些骨铠也能加强他的防御和力量 双手化作两柄锋利骨刃 一把将灵链全部斩断 灵链条条崩断 还未落地 全部溃散 古王脉步急速冲上来 朝叶响砍下 速度极快 叶响捏起剑绝 三尺金锋 弹开两道骨刃 直接刺进骨铠 随后捏起御风道法 身形朝后飞去 法觉一变 刺入古王体内的金剑 陡然散发出璀璨金光 喷一声 轰鸣炸开 古王的身体崩碎成两半 道地不动 但如果是在其余战场上 这样的情况 最少也是重伤 然而死亡之气涌现 那崩碎成两半的骨骸躯体 一下子恢复完整 静静只是片刻间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 叶响眼眸微动 在这骨鸢 杀死这些骨骸一族 还真是有些麻烦 眉心散发道意心境 眼眸深邃 宛若心沉 知行合一 道法一念几起 不需要掐绝默念心法 抬起双手 一手雷法 一手三昧真火 双手掌心一合 死后 刹那间 一条青色龙雷真火呼啸而起 盘绕夜想周身一圈后 直接冲向五十几古王 古王看到这条十几米长的青龙 脸色顿时一变 想要跑 却根本跑不过雷龙真火 瞬间被淹没其中 青雷遍布全身 三昧真火将其灵魂燃烧 不消片刻 等青色龙雷真火消散后 已经烧成焦炭的古王 倒在地上 然而夜想敏锐注意到 周围弥漫笼罩其死亡之气 试图还想将其恢复 看到这一幕 夜想皱起眉头 什么意思 古王以上的等级 只要不停吞噬死亡气息 就这么难消灭吗 这样都不死 刺拉一声 夜想手中爆发出璀璨的雷光 掌心雷狂暴涌动 无论是体积还是威力 雷法都是远超二十级时 数倍有余 脚下用力一蹬 直接来到古王身前 掌心雷直接轰在他的头颅上 轰鸣炸开 果不其然 就这么一会儿 那焦炭的表面下 又长出了心骨 哄 地面轰出一个深坑 古王脑袋连带身躯 轰鸣炸开 一颗血灵终于浮现出来 但不等夜想伸出手 一缕缕肉眼可见的黑色死亡之气 再次涌上来 眨眼间 以血灵为核心 一具模糊的古孩异族身形浮现 看到这一幕 夜想终于意识到 在这古渊中 这些高等级的古孩异族 究竟有多么难缠 问题不是出在古孩异族身上 而是整个古渊环境 明白这一点后 夜想身上道法全部消散 脑海中 一篇记载道门神咒心法的一页 缓缓翻开 知行合一道心加持下 此篇神咒可用 夜想眼眸低垂 声音随灵力扩散至方圆数十里 就连远处的罗井 也听到了他的声音 天地自然 晦气分散 洞中玄虚 晃朗太原 八方微神 使我自然 灵宝服命 普告九天 夜想念这两句话时 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显然是受到天变影响 神咒效果大减 夜想沉默片刻后 身上泛起澎湃金光 将漆黑的古渊 照耀出璀璨光明 万邪不清 还没坠落的众人 一眼就认出 那金光中的身影 正是夜想 宛若指明方向一般 集体朝他方向降落 夜想没有停下来 继续念着 天地不应 那就以自身道法灵力为引 敬天地 前罗达那 洞刚泰玄 斩妖附邪 渡人万千 暗行五月 八海之文 魔王束手 侍卫我宣 施令 凶会消散 盗气长存 话音一落 夜想抬起头 注视下方 惊谋威严 身上的金光神咒 宛如一圈圈连衣 以他为中心 迅速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死亡之气全部消散 首当其中 还在试图恢复的古王血灵 直接被净化金光 冲散身影 就连那颗血灵无形中 也在消散一些血会杂质能量 金光连衣 整整扩散方圆 接近四百米 范围内 所有白骨里的死亡之气 在飞快溃散 就连那些骨骸一族 也非常痛苦 蜷缩在地上 身上的等级 再一点点下降 平均一分钟就跌落一级 仅仅只是十分钟时间 方圆四百米的骨骸一族集体 跌落十级 但夜想身上的灵力 也全部耗尽 即将从半空中坠落下去时 何寥寥等人终于落了下来 一个风法 灵军和风圆 也同时爆发剑气刀钢 将夜想周围的骨骸一族 全部斩杀 落地后 那满地的白骨 全部成灰尘 积累多年的死亡之气 全部消散了 整个谷渊底部 仿佛出现了一个 方圆四百米的真空 没事吧小学爹 何寥寥走上来问道 没事 夜想摇摇头 灵力虽然消耗一空 但人先驱体力还有 只要不透支 问题就不大 上一次施展 奇雨不服昏迷 不仅是灵力耗尽 神魂消耗得也很厉害 跟使用三昧真火一样 夜想捡起那颗五十级血灵 没灵力用三昧真火炼化 直接一口吞掉 不远处 天王罗景提着战机走过来 手中还提着一头七十级的黑骨王 他已经是半残身躯了 只不过一直有死亡之气 帮其恢复 当罗景拖着他 走进夜想施法的圈内后 死亡之气顿时消失不见 黑骨王顿时猛了 满脸惊恐 怎么可能 下一刻 战机直接展露他的头颅 一颗血灵涌现 罗景一手抓住 将其吸收 他来过谷渊 自然知道在这里 超过五十级以上的骨骸一族 想要将对方彻底杀死 是非常难的 到处都是死亡之气 哪怕被打出血灵 也能恢复 如果强行吞噬血灵 反而更加危险 血灵会在体内凝聚的死亡之气 身体会肉眼可见的腐烂 死得极其痛苦 这一片地的死亡之气 全部被驱散了 夜想你可真行 邻军忍不住夸道 他们以前都来过谷渊 但都损失惨重 这一次再次下谷渊 也是抱着惨烈战斗的想法 先前那个道经 还能使用吗 罗景问道 看着周围一碰 就成灰消散的白骨 眼眸闪烁一丝沉思 有部队在的话 可以尝试在这里 驻扎一片基地 然后一点点限制谷渊 夜想点点头 可以 我先恢复一下 行 夜想盘坐在地上 开始恢复灵力 进化协会 完全是职业对口 这里毕竟没有亡灵 只有死亡之气 杜仁金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使用镜天地神咒 可以完美驱散死亡之气 而且还是永久性的 夜想在恢复时 罗景看向影子叶说道 能沾不出装储的位置吗 可以 储队离开时 我留了一张骑士塔罗牌 在他身上 影子叶微微点头 纱布遮掩 抬起手 在他面前浮现出六芒沾心阵 手指轻点 六芒心阵一下子树立起来 一点心芒在心阵中闪烁光芒 正是骑士方位 只是光芒带着血红气息 看起来很是可怕 影子叶抬起头 轻声说道 东南方 三百公里左右 天王罗景文言点点头 能找到庄处的位置就好说 将军 召唤雪蝙蝠 过去探查一下 罗景转头看向将军说道 将军抬起手 树枝地狱雪蝙蝠 迅速飞起来 朝远方飞去 几百公里距离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能抵达 但毕竟 这里是古渊 古骸一族孕育之地 在这里诞生的古骸一族 最弱都是二十级起步 高等级的数不胜数 影子叶抬手 施展影者塔罗牌效果 众人的身形 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形 半个小时后 将军突然皱起眉头 他抬起头道 召唤兽失联了 最后片段看到什么 罗景问道 好几头八十多级的 古凯巨人被斩杀 死亡之气凝聚他周身恢复 在古凯巨人面前 还看到一个浑身 猙獰红凯的强大身影 好像是楚对 但变化很大 将军如实说道 叶响这时睁开眼睛 那单灵力已经恢复 只不过白灵珠 已经消耗一空了 看到叶响醒来 罗景平静道 没看到皇族吗 没有 将军摇摇头 罗景微微眯起眼睛 王陆老先生有提到皇族 跟庄楚突然失控入魔 肯定脱不了干系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 一股还建造的古堡里 那伊尔突然笑了起来 呀 那个小弟弟也来了呢 好久没看到他了 真是快想死了 那菲尔眼眸依旧注视着血雾投影 装处的身影 在这无尽的古渊中 他倒要看看 这家伙能入魔发疯多久 总会有个极限 古凯巨人虽然打不过他 但强大的死亡气息 可以无限复活 随便他杀 听到妹妹的话 那菲尔头也不态地说道 老师学我做什么 人族虽然潜力很高 但少年心性并不行 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哎呀姐姐 我选中的这个少年 可比你当初选中的那个少年 要优秀很多 纳伊尔很是自信地说道 随便你 反正你手里 不是还有一个同眼王座血零吗 纳菲尔随意道 我才没那么傻呢 这个小弟弟 潜力可是超过王座的 纳伊尔一脸小得意 随后提醒道 那个很讨厌的人族天王也来了 纳菲尔看着血雾投影 神情平淡 那就加点料吧 话音一落 他整个人陡然变了一个模样 火红色的朱雀制服 一个干练漂亮的女子形象 身后的羽翼缓缓收起 纳菲尔转头又看了一眼纳伊尔 别乱来 小心被天王杀了 我才没那么笨诶 纳伊尔舞媚一笑 真是有些羡慕姐姐的能力 读取记忆 利用弱点攻略 自己就会个新货 好羡慕呀 纳菲尔抬起手 打了一个响指后 瞬间消失在原地 庄楚此时已经彻底入魔 圣人文字全部蒙成看不清 双眸血红 看到一切就是杀 但眼前这几头骨铠巨人 好像怎么杀都杀不死 让他越发暴怒 就在这时 身后陡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庄楚 庄楚的顿时下意识愣在原地 碰 巨大的骨拳狠狠砸在他身上 庄楚抬起手 轻而易举地挡住 再提起巨剑 血光乍现 那庞大的胳膊 直接被斩断落在地上 庄楚喘着粗气 这才缓缓转过身去 当他看到做梦 都想要梦见的身影时 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 声音无比沙哑地颤抖道 老 老婆 纳菲尔嘴角泛起笑意 是我 你总算回来了 我 我回家了吗 庄楚晃了晃脑袋 强大恐怖的杀意 疯狂席卷理智 远处那几具骨骸巨人 趁机就要动手 却陡然半跪在地上 不敢动弹 纳菲尔手中的骨骸王座血灵 一闪而逝 消失不见 老子数到三 你快点过来 纳菲尔没好气到 紫月浮现高空 无比真实的幻境浮现眼前 这一切 都是根据庄楚脑海中的记忆 延伸出来的 哪怕是清醒状态 也不可能分得清楚 听到这熟悉的语气 庄楚缓缓抬起头 一步步朝他走去 等 等一哈 我头好痛 快点 庄楚一步步走到纳菲尔面前 哪怕已经入魔 看到这张面容 也能强行克制住自身 啥 啥子是 纳菲尔被过手的骨骸王座血灵 再次浮现 轻声说道 今天结婚两周年 我给你买了个好东西 结婚 结婚纪念日 脑海中就像是有一个疯狂可怕的沙漠想要冲出来 哼 结婚纪念日 你都记不住吗 想死是吗 对 对不起 老婆 庄楚低下头 哼 懒得说你 这是我做了好久才做好的蛋糕 你品尝一下 好 庄楚点点头 张开嘴 纳菲尔拿出那枚骨骸王座血灵 显然早已变成了一颗沾满香草奶油的草莓 就在草莓即将落入庄楚嘴里时 随身携带的一张护身符 陡然在心口发烫 护身符化作一团金光瞬间涌进庄楚的身体里 来到其脑海中将其圣人文字上被笼罩的沙翼魔器 全部轻易驱散开来 夜想当初画这张护身符时 是根据道藏中的天师护身骤起符 费了不少精力 此时这声音在圣学文字加持下 宛如道声在庄楚脑海中轰鸣 赫赫扬扬 日出东方 无精助纣 扫尽不详 欲骤者灭 欲骤者亡 天师赤令 忽耳身旁 斩邪灭精 提有灵光 急急如绿令 纯正的浩然正气与天师赤令彻底爆发出来 突兀间 庄楚抬起巨剑 直接砍下纳菲尔的脖杠 他神情冷漠地提起长发头颅 无比冷漠道 你千不该 万不该 变成我老婆的样子 碰 手中长发头颅 怦然化作紫雾消散 纳菲尔的身影出现在十几米外 很是无比生气 手中陡然出现一根荆棘黑边 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这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 沙翼能压制 入魔也能压制 还有什么不能压制的 但很快 更加令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庄楚身上的红楷崩碎溃散 化作一袭红袍龙身 脑海中萌尘的圣人文字 陡然绽放出璀璨的浩然正气 一张血红丑陋的面旁 逐渐长出皮肤五官 聚见吸收他身上所有沙翼魔器 变成一柄血风魔剑 他的职业 也从这一刻 转织成了儒家君子 一袭红袍剑在身 双眸光射集天遥 妖魔胆敢为人祸 蝶血清风是不柔 杀身成人 入魔成君 正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庄楚一身红袍如符 相貌已然恢复正常 虽然双眸血红 但却一身浩然正气 时隔多年 儒家君子终究再次出现 虽然庄楚是已入魔成君 红袍圣人 但那一身浩然之气 毫无协会魔气 所有沙翼全部封印在了魔剑中 常见看起来杀鸡森然 有一句交谈 身形向前一步 缩地成寸般 竟直接来到纳菲尔面前 手中血风一剑落下 简简单单 大道质简 纳菲尔用力一甩荆棘黑边 啪一声 缠绕在血剑上 庄楚却直接松开长剑 抬手散发出浩然正气 宛如书卷中的文字全部涌现 落在纳菲尔身上 一个个文字带着镇压封印 牢牢锁住他 破定流 纳菲尔身后却展开黑色羽翼 用力一扇 直接破开文风 身形一跃而起 一抹紫月 惊鸿偏影 化作成百上千不同魅惑女子 遍布上空 庄楚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强大的气韵与自身意志 陡然形成一个独立于天地的空间 方圆天地 所有魅惑女子 如白骨骷髅 全部消散 正是君子技能 三尺天地 脱胎于审判中焰的领域技能 一切不为正气者 如浮古凋零 净花水月 庄楚平静道 以金口玉盐 口含天线 形成自身规则 从而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嗡的一声 紫月晃动 啪一下破碎 纳菲尔的身影再次被逼了出来 这回 他是真的慌了 这家伙的职业 竟然变成最克制自己的规则相 幻象遇上领域 毫无优势 但纳菲尔不甘心 明明就差一步 可恶 庄楚身形陡然暴涨 以自身所存在的气韵 与天地相呼应 化天地异象 而儒家的天地异象 便是自身 一尊庞然法香 宛如摘星卧月 直接朝纳菲尔抓去 纳菲尔煽动语一退后 同时一圈圈黑色魔法阵 在身前疯狂凝聚 极黑之光 黑龙卷 破灭黑焰 黑暗灵界 一瞬间 十几个强大的黑暗魔法技能 全部朝庄楚法香攻击 庄楚法香平弹道 帝氏昆 君子已厚德载物 话音一落 身前所有黑暗魔法 全部凝固在半空中 全部身陷三尺天地规则内 逐渐消散 看到这一幕 纳菲尔不再犹豫 身后黑暗绽放出的血红经纹 身形宛如流星 迅速破开领域 划过天际 他双手飞快画起一道道魔法阵 让整个古域中 无数异散的死亡之气 迅速朝他汇聚 当他将古骸王座的血灵 落入魔法阵中时 一瞬间 一尊庞大的王座虚影 陡然巨像出来 古骸王座的白骨凝聚 灵魂之火 重新点燃 庄楚微微皱起眉头 这王座竟然还能复活 他虽然转职成了君子 领悟到儒学真谛 但失去杀身后 等级直接跌到七十级 先前一切威势 全部都靠着谨慎圣学力量 眼见古骸王座就要重新复活 一道长脊与雷光同时呼啸而至 天王罗锦长脊重重贯穿白骨躯体 身形顿入其中 神情冷冽 抬手拽住古骸王座血灵 一把朝后面甩去 古骸王座血灵已经复活 缠绕着浓郁死亡之气 没办法直接吞服 那道雷光 正是夜响 他一把拽住王座血灵 感受其中蕴含的可怕能量 让他有些心静 没有丝毫犹豫 遇风坠落直下 眉心涌现 知行合一道义 敬天地神咒 再次念起 赤令 雄会消散 盗气长存 一瞬间 以他为中心 一圈圈金光连衣飞快扩散 强行将缠绕在古骸王座血灵上的死亡之气 全部驱散 直接中断古骸王座的复活 天空上 纳菲尔已经气炸了 一而再 再而三的事态 超过他的预计 漫天紫罗兰花瓣遮盖天际 强横的花纹力量覆盖他全身 气势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双眸泛起子瞳 九十级皇族威压扩散 千里之外 一直看戏的那一二 看到这一幕 眼睛顿时弯起月牙状 呀 姐姐生气了 面对眼前这位神秘皇族的爆发 天王罗景神情凝重 与此同时 天上漆黑的夜幕 竟然真的浮现出一轮子月 以往根本看不见的星辰也出现了 但全是从未见过的诡异星辰 无比怪淡 夜想抬头刚好这一幕 顿时感觉到无比憋屈 天变 变得原来是一族的天 难怪盗门惨败 难怪人族的机会越来越小 盗门无法使用天地自然的力量 但皇族却可以 紫罗兰花瓣带着森然杀鸡 天王罗景也不得不退后 身上展开战法领域 将所有花瓣隔绝 那堕妹皇族的魅影 陡然消失在原地 再一次出现时 竟然来到了夜想身前 紫眸冰亡 一圈圈金光涟漪 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庄楚直接挡在夜想身前 提起雪剑 杀意释放 双眸血红一片 进入磨砂军状态 一剑朝那飞而斩落 夜想根本来不及反应 血光已经斩过身前 那飞而身影消失不见 将古孩王座血灵身上的死亡之气 全部驱散后 夜想咬咬牙 赌一把 他二话不说 直接张嘴直接吞了 呀 看到这一幕 远处的那夜 一眼吃惊 王座血灵入腹 可怕狂暴的能量 立马就要爆发 紫府丹田内 二转紫金丹 立马散发出紫气 笼罩在这颗 古孩王座血灵身上 但似乎有些压制不住 古孩王座血灵 能量还在澎湃爆发 天刻都不行 下一瞬间 紫金丹身上 陡然爆发出璀璨子雷 密布整个紫府丹田 看到这一幕 叶祥眼睛都瞪大了 死金丹还能这么晚 果不其然 在看到紫雷的一瞬间 古孩王座血灵 一下子安静下来 无比乖巧 叶祥吃掉古孩王座血灵的一幕 罗景跟庄楚都吓一跳 但看到他一点事都没有后 才松口气 真怕他直接被王座血灵撑爆了 纳菲尔出现在十米远的距离 无比生气地看着叶祥 这少年 竟然把古孩王座血灵给吞了 而天王罗景与庄楚 已经互在叶祥身前 眼神调侃地看着堕妹皇族 罗景和叶祥都注意到庄楚的变化 相貌恢复 气势改变 不仅有入魔的压迫感 还有正气凛然 两种气场 竟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纳菲尔看着眼前这三人 知道事已至此 无法再改变 只是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紫罗兰花瓣坠入古渊 纳菲尔看着天王罗景道 你们想要收服古渊 那就让你们看看古渊的气韵 你们斩不斩得断 下一刻 整个古渊所有死亡之气沸腾起来一般 无数古骸异族仰天贵符 整个古渊所有古骸异族的等级 竟然以极为诡异速度开始上涨 并且古渊深处 在夜想吃掉古骸王座的血灵后 一个全新的古骸王座本源 就在古骸深处开始诞生 原本需要三十五年的时间 被纳菲尔调动古骸异族气韵后 飞快加速 看到这一幕 庄楚一剑朝纳菲尔斩下 血光滑过 却展落无数紫罗兰花 那菲尔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在原地 高空之上 他展开两对飞翼 强大的魔力能量 引导死亡之气 一颗诡异的魔眼 在天际睁开 哄 一道可怕的死亡光柱 冲天而降 但却不是冲着罗锦庄楚夜想三人 而是落在古渊深处 那刚诞生出来的全新王座本源 罗锦立马意识到对方的意图 吞下一颗护心丹后 直接使用禁术 强大的气势冲天起 转头看向庄楚和夜想说道 我去对付他 随即直接朝那菲尔追去 而庄楚一下子 就锁定死亡光柱坠落的地点 夜想抬手画出两张符路 落在两人身上 神行符贴好后 速度暴涨 死亡光柱下 那一耳无奈地看了一眼 不远处王座本源 微微叹气 姐姐又把我当成大工人了 他从兜里拿出一颗黑色圆球 直接将那王座本源包裹起来 一瞬间 连带死亡光柱的气息 都给隐藏眼盖下来 远处还在奔袭过来的两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停下脚步 怎么没了 夜想微微皱眉 开口说道 刚才那个堕妹皇族 跟之前出现的不一样 应该是两位皇族 庄楚眼眸深邃 他已经明白这堕妹皇族的目的 就是打算利用王座血灵 弄出一位可以掌控的王座 但另一位皇族 是什么目的 两人加快脚步 然而从天而降的死亡光柱 先前看起来很近 但详细方位出来后 整整接近上千里 当两人终于赶到时 周围什么都没有 空荡荡 根本没看到什么王座本源 庄楚眼睛微眯 不找到王座本源 估计要不了多久 全新的骨骸王座就会出现 毕竟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 而是皇族干涉 肯定不会按照 以前三十多年时间的规律 才会出现 夜想看了一眼四周后 突然注意到 不远处有一朵 很显眼的红色彼岸花 在一片白骨堆上 想不看见都很难 庄楚显然也注意到 这朵彼岸花 走了上去 手中血剑 直接将其斩断 彼岸花消散时 熟悉的轻笑 出现在两人耳边 小弟弟加油成长哦 这颗王座本源 会使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出现哦 这是我从姐姐那里 有找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灵感呢 说完这句话后 声音戛然而止 夜想却有一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之前的猜测没错 自己还真是 被皇族给盯上了 但他用金光神咒 检测过全身 包括神魂 根本没有找到 任何不对的地方 子府丹田 有紫荆单坐镇 就连王座血灵都翻不了天 庄楚转过头 朝夜想看过来 神情严肃道 你什么时候 接触过皇族的 第一次是在军训时 操控谢偶时 在北方战线上 夜想说道 庄楚微微皱起眉头 他知道堕妹皇族的手段 最擅长在心灵上动手段 但夜想 现在已经领悟了两个真谛 心境上不可能出现 被蛊惑的情况 毕竟又不是当初那个 被判为终身监禁的少年 这时 斩杀对众人终于赶了过来 看到恢复正常的庄楚后 都很是意外 风云忍不住 长长松口气 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入魔了 罗队 带我们来斩首你 何了了擦了擦泪水 点点头 然而庄楚点点头 解释道 我的确已经入魔了 不过因为一些巧合意外 转制成了儒家君子 我现在的情况 还是有些复杂 卧槽 你七十级了 风云这才注意到庄楚等级 顿时一脸震惊 二十五岁七十级 这什么概念 这不就是战神跟天王的级别了吗 不过想起之前 庄楚杀身时都能斩杀一百几股孩人族精锐 实力与王座并肩 这么算下来 还算是实力降低了 然而叶祥知道 庄楚想要恢复圣人杀身很简单 只要他解开血剑的封印 两者再融为一体就行 但没有圣人圣学后 想要再分开 难度就很高了 要依靠自身才行 不过转制成儒家君子后 庄楚完全可以跟着王陆老先生 学习儒家圣学 将来说不定一步走通杀身成人 一步成圣 这时 天王罗瑾也从上空飞下来 脸色很差 哪怕使用了禁术 依旧没有将那个堕妹皇族留下来 但看到庄楚没事后 此行目的也算是达成 接下来什么打算 退役进入体系吗 罗瑾看着庄楚问道 庄楚摇摇头 现在进体系前修 对我作用不大 我打算回龙场专研如学 如果能将新学真意领悟到 我再回来 斩杀对众人文言有些失落 楚队不在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庄楚看着正式末休等人 笑着说道 又不是见不到 我现在的情况好很多 要先回京都一趟的 说起这件事情 莫休脸色变得怪异起来 我觉得 你最好不要着急回去 嗯 怎么了 庄楚一愣 前段时间你失联后 徐荣给我打了无数电话 要不是部队应行要求不让他行动 估计现在已经找过来了 说着 莫休点开通讯录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通讯电话 哪怕已经转职成君子的庄楚 心里也不由一颤 回去要糟 斩杀对众人 并没有急着离开谷渊 叶响拥有净化死亡之气的能力 毫无疑问 开始狩猎高等级骨骸一族 毕竟骨渊也不是说来就来 不杀个够 众人自然不可能回去 而且在这里 到处都是一族 虽然对于斩杀队来说 低于四十级以下的一族 都不会进入战功 但只要出现在视线之中 一头也不会放过 叶响先是大范围净化死亡之气 并且 只要低于他等级的骨骸一族 会随着时间降级 对四十级也有一定效果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五十级以上就没有降级的效果 但也有负面影响出现 完全就是范围性杀伤 一圈圈金光连衣 根本没法躲避 一头头骨骸一族倒在地上 浮现血灵被众人吞噬 几乎所有人都提升了等级 只有叶响等级还纹丝不动 但在不停战斗中 配合紫玉丹的药效 人仙纹烙印速度加快许多 几天时间 人仙纹已经烙印完心脏与肺部的 第三变人仙纹部分 紫荆丹进度依旧 还需要一个多周左右 估计才能突破二转中期 斩杀队在古渊的战斗 都被辅助智能记录下来 并且将整个古渊地貌也完全记录 以前几次深入骨骸一族领域 辅助智能基本都是损失严重 并没有记录下太多有用的信息 但现在 整个古渊地步一比一全部扫描出来 深度为一万六千尺 宽度最窄是一百公里 最宽的是三百公里 但长度有一千多公里 古渊深处最底下的这些白骨 信上一人浓郁的死亡之气 是古骸一族天然的选择之地 一天后 操控战斗机的白虎成员 头一回降落在古渊底部 震撼地看着四周一切 除了斩杀队 也只有他深入古渊了 但相信 王后会更多人 罗锦打算将夜想进化出来的方圆四百米 建造为永久基地 虽然在这古渊中建立基地很危险 甚至有可能是浪费资源 但这将是遏制并监视古骸一族的整体发展 整个古渊都将暴露在人族眼皮子底下 这种战略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危险 其实并不是太严重 在这里用泄偶防守注点 遇到古骸一族袭击 可以随时请求后方的日花岛路人员支援 说做就做 正是直接使用大地法术 构造出堡垒基地的雏形 一架架战斗机运输白虎成员降落下来 迅速将基地设施完成 夜想总共进化了三个区域 范围都不是很远 正好组成一个三角形 斩杀队负责将三角形中间所有古骸一族清理干净 杀不死就拖到进化区再将其斩杀 的确很耽误时间 没有办法 夜想再次使用了一次进天地神众 核心部分再次进化出一个区域 要不是有一颗王座血灵在丹田内 这几天怕是连恢复灵力都够强 更别说还能保持修炼进度了 等四座堡垒基地宛如四根钉子扎入古渊中时 斩杀队众人们都不由一种成就感 互相对视时不由相视一笑 从今往后古骸一族对人族的威胁就没那么大了 甚至完全可以一点点将高心力拿下 扩展华夏版图 随着两千具泄偶部队上线 驻守古渊基地 这里的建造就完成了 夜想看着这些三世纪的泄偶 突然有些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 自己第一次使用泄偶时也才二世纪来着 天王罗瑾走了过来 看着众人说道 好了休息一下 准备待会返回华夏京都 似乎想起什么 罗瑾转头看向夜想 需要回去告别吗 夜想一愣 有些疑惑 告别什么 林军无奈摇头 真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啊 风源走过来 拍了拍夜想的肩膀 那个小姑娘 肯定会很伤心吧 夜想并不傻 一下子明白过来 摇摇头 莫队还是单身 我不急 正在专心构思一柄全新灵枪图纸的莫修 抬起头 一脸平静地看着夜想 沉默良久 才说道 我心已死 众人眼睛顿时一亮 莫修的前女友八卦 那可真是所有人都很好奇啊 但莫队的嘴实在是太严了 只知道她失恋过 对方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子 莫修 都入队三年了 还没走出来 庄楚似乎知道些什么 抬起头 不由问道 她有些感慨 三年前 莫修刚入队时 跟林峰一样 很青涩啊 众人此时是相当好奇啊 要知道 莫修身为斩杀队的副队 25岁60级 相貌帅气高了 家境似乎也不错 无疑是华夏最顶尖出色的年轻人 居然也能失恋 莫队 说说呗 都憋了三年了 说出来指不定能好受一些 柳妍调侃道 林峻点点头 是啊 别老装作构似灵枪图纸 偷看照片啊 那性感照片 泽泽 嗨嗨 莫修尴尬地推了推眼镜 随后直接丢出一个弹药 砰一声 白烟散开 但这套路对付普通人或许管用 在座各位 哪个不是人精 柳妍直接一个空间封锁 临风见状 迅速丢出一个时间减缓法术 何了了 更是抬手一个风卷 将烟雾驱散 蒋官一人一人偶 无声无息间 封锁莫修后路 莫修一脸黑线 有些气急败坏 你们八卦 也得有个限制吧 莫队 你不说出来 很是破坏队友之间的信任 风源笑着说道 叶响也有些好奇起来 能让如此优秀的莫修 分手后都惦记三年的女人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莫修没法子 只好将目光看向天王罗景 哪知道罗景也点点头 一脸严肃认真道 既然涉及到对有默契的问题 我觉得莫修你很有必要说的 扑痴 几女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莫修受不了了 只好打开辅助智能屏幕 直接从相册里翻出了一张照片 一张靓丽性感的美女 映入众人眼帘 林军作为老司机 立马认了出来 卧槽 你前女友是赵洛 其余人文言一脸茫然 完全不认识 而林军却熟忍地从兜里 拿出一本写真集 封面上的性感女人 赫然与照片上一模一样 一同惊呼 莫队这个挂 真大 面对众人的惊呼 林军是真他妈一脸羡慕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三年前不是才出道吗 八大 莫修点燃一根烟 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但众人明显察觉到 莫修情绪有些失落了 要知道 莫队可从来不会当着众人面前抽烟 我跟他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好狗血的剧情 宁愿没忍不住吐槽一句 突然没兴趣听下去了 众人不约而同点点头 转身离开 林军犹豫一下后 还是拿着血针走过来 问道 说实话 我是赵如若的忠实粉丝 我现在羡慕你羡慕的想掐死你 你老实跟我说 他是C家还是D 这个问题困扰我快三年了 反正 你俩都分手了 说说没事 莫修将烟丢在地上 踩灭后 感叹道 是G 说完就直接转身 留下一脸实话的林军 他呆呆看着手里的血针疾 心里满是极度 靠 一个小时后 斩杀对众人 集体坐上战斗机 启程返回华夏京都 此行任务历经23天 可以说是完美完成 古孩一族威胁了华夏将近百年 而如今一年半载 估计不会出现问题 王座血灵都被夜想吞了 就算皇族再有办法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就让全新的古孩王座成长起来 哎呀 何了了突然一脸惊呼 我们好像又把猪猪给忘了 他还在岛上呢 柳妍忍不住一笑 没事 白虎部队月底撤离 到时候让他们帮忙带回来就行 古孩领域中 一头六岁小孩神情漠然地抬起头 注视上空飞过去的战斗机 周围的古孩一族 很是诡异的 不敢靠近他 两个小时后 斩杀队全员回归京都 天色已黑 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任务结束后 夜想和凌峰的军衔都再次提升 军衔来到特级军官后 一般哪怕战功足够 也最少需要一年的考核期和等级限制 哪怕是其余王牌部队也是如此 但斩杀队不需要这些 他们这些人 执行的就是华夏最危险的任务 战功足够 就可以直接提升 但也只有斩杀队有如此特权 凌峰和夜想来到盛庆校门口 凌峰突然说道 好像我们每次回来 都是在半夜啊 半夜不好吗 夜想有些疑惑 凌峰摇摇头 只是有些感慨 没想到 我也成为以前自己所想的 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这学期还有半个月就结束了 寒假你打算去哪里 凌峰突然说道 夜想思索片刻后 说道 如果没有任务的话 我要回宁川一趟 然后打算去一趟武当山 时间还长的话 打算去荆州农场 前修修行 农场的确非常适合前修 灵气很充足 武当山 凌峰眼中划过一丝诧异 他之前查过夜想的道士职业 也知道武当山对于道门意义非凡 数千年前 甚至一度称为祖地仙山 当然 当时他看到这句话 自认为是前人吹捧而已 但现在看到夜想的实力 凌峰自然不会这么想了 想到这里 他思索片刻后说道 我也好久没去爬山了 到时候不介意多一个人吧 夜想点点头 可以 行 寒假约个时间 近期多半没什么任务了 虽然上面 有可能打算一鼓作气收复八郡 但最近打仗 打得实在太多了 哪怕荆州资源补充不少 但肯定还是需要缓和一下 凌峰猜测道 毕竟 身为学生会会长 凌峰大局官 还是比较清晰的 夜想没想过这些 点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两人走进校园分开后 夜想捏起道法 遇风而起 直接从宿舍阳台飞了进去 但以夜想的感知 哪怕隔着房门 也能清晰感知到 冯淼泉王军和 陈万言三人 都在寝室里 都在冥想修炼 夜想将身上的青衫换下 便盘坐在床上 开始冥想烙印人鲜文 一夜之间 眨眼过去 当獠牙野猪大摇大摆 穿着斩沙对制服 走进主基地时 却被告知 自己又被丢下了 顿时一脸呆滞 黎明初分 夜想已经站在阳台前 深吸一口气 成百的紫气呼啸而来 吸收的紫气也越来越多 一缕缕紫气通过五脏 进入紫府时 一缕缕紫气凝炼成一团 近乎要化作紫叶一般 落在紫荆丹上 飞快旋转吸收 不远处的王座血灵 吞噬好几天 也不见一丝缩小 能量非常充足 周围还有几颗 用三昧真火炼制的 白灵珠玄绕着 紫荆丹的修炼 一直是不急不缓修行 渐渐有一丝圆满之意 显然即将突破二转中期 早晨修炼结束后 冯淼泉三人 也从宿舍走出来 开始洗漱 当看到阳台上的少年身影时 不由一愣 差点没反应过来 还以为是幻觉 卧槽 叶哥 你啥是回来的 冯淼泉有些吃惊道 昨晚上 任务结束了 叶想笑道 他注意到 三人的等级都提升了一级 陈万言直接进步了两级 不愧是御航第一呀 天赋还是有的 上课去吧 叶想开口说道 好久没上课了 还真有些怀念 四人收拾好后 便一起朝教室走去 似乎想起什么 冯淼泉开口道 这学期马上要期末考核了 是跟审判学院同年级参加对抗赛 叶哥 你要参加吗 王军文言不由一笑 叶哥要是参加 那就没必要考核了 顶级学院之间的考核 就是找场地互相对战 两边都有一面旗帜 无论用什么办法 夺走对方的旗帜就算赢 全班学生都要参加 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来评分 倘若赢的话 所有人累积学分上都会加上十分 反之则扣十分 要是四年后达不到毕业学分要求 可是会被要求留级的 但叶想如今都加入斩杀队 上战场执行任务了 现在学院里的对抗赛考核 对于叶想来说 感觉有点像是小孩子打架一样 弄清楚期末考核后 叶想笑了笑 摇摇头 他的确不会参加 咱们是伏法系 要真是战斗方面考核 实在是有些吃亏啊 众人来到教室后 女同学们的目光 握在叶想身上后 顿时舍不得移开了 差不多一个月没见 这家伙好像变得更帅了 大家都很是开心的 跟叶想打招呼 叶同学又见面了 任务结束了吗 叶想点头回应 坐到座位上后 看着一旁的沈又威和宋雅 笑道 好久不见 一学期都快结束了 叶想才发现自己 压根没上几节课 沈又威眉眼含笑地看着他 嗯 叶哥哥回来就好 寒假回家吗 妈妈前天打电话问 沈又威问道 嗯 回去一趟 我有办法可以治疗伯父的右手了 叶想说道 沈又威一愣 随即一脸开心 嗯 好 这时 徐蒙蒙走进教室 他环顾教室一圈后 突然注意到叶想 难怪感觉今天教室里的氛围有些不一样 原来这家伙回来了 好了 今天暂停冥想课程 简单说一下期末考核的事情 我们虽然是伏法系 但也要求一定作战能力 所以 会从其他方面来考核 同学们不妨猜一猜 会选择在哪方面 众人文言摇摇头 虽然考核规则已经出来了 那就是 获得对方的旗帜 辅助职业和战士职业 有着很明显的差距 但如果不使用职业技能 两边差距 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是的 这次期末考核 不能使用任何职业技能 其实你们也很熟悉 那就是以卸偶的方式进行 徐蒙蒙神秘地说道 显然已经知道了一些消息 只不过不能说得太详细 这样的规则下 叶祥作为伏法系一般的一分子 也要参加考核 叶祥微微一愣 还真有些意外 但还是点点头 表示知道 用卸偶的方式进行考核 看来国家收复荆州后 资源的确丰富了不少吗 校园里的生活和战场上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 但叶祥并没有松懈 依旧无时无刻地在修炼 再次来到九维的重力时 叶祥直接开启五倍重力 配合紫玉丹药校 任仙文的烙印进度 并不比战场上差多少 烙印的同时 内丹也在吞噬王座血灵的能量 炼化成灵力增长自身 紫玉丹稳稳在丹田中旋转着 圆满韵味越来越明显 终于 在一个周后的早晨 站在阳台上的夜响 身上陡然浮现出紫金色的朦胧灵芒 阳光照在他身上 宛若神人 紫玉丹再次突破 蕴含的灵力呼啸而起 澎湃增长接近一倍 境界突破到二转后期 灵力增长的同时 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纯粹强大 无论是金光神咒 还是雷法三昧真火 威力都会提升许多 夜响自身等级 也随之来到三十八级 等境界稳固后 夜响睁开眼睛 抬起手使用通天路 双手同时涌现浮露 仅仅只是一瞬间 三十六张浮露浮现身前 意念一动 浮露化作一道道浮剑 悬浮周身 攻防只在一念之间 去 夜响抬手一指 浮剑呼啸出去 范围也提升了许多 最远可以维持在三百米范围内 只要灵力足够 浮剑就不会消散 再进一步 内单就三转了 这道坎 显然没那么容易 不过幸好人先驱 也能提升实力 进步慢一些 也没有什么 刚打算去重力士修炼 莫修发来通讯道 夜响 尚需进阶测试一下数据 大家都上线了 如果是以前 庄储还在的话 基本上每隔一个月 都会考验每个人的实力进度 莫修成为副队后 他没有装处那样强大的近战实力 所以是靠战斗数据 来分析众人的实力 夜响点点头 起身回到寝室 戴上虚境界头盔后 登陆虚境界 自动直接进入一个房间后 夜响看到 大家都在线上 莫修看着夜响点头道 这半年数据方面 虚境界分别录入了 一百几古骸人族数据 古骸王座数据 脚鬼王座数据 童眼王座数据 团队配合挑战试试 众人脸色顿时一变 风云有些无奈 大清早的就找虐 你比楚队还狠 好歹让我吃个饭吧 没事 很快就被秒杀 耽误不了太多时间 莫修平静道 斩杀对众人一阵无语 辅助智能在战斗的时候 也是在无时无刻收集数据 只要战士遇到过的一族 后期都会被详细地记录在数据库中 无死角分析 莫修切换场景后 房间一下子变得广阔起来 变成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古老的建筑 宽阔的平台 仙鹤在白云中飘荡 归整灵力的道观 屹立山峰之中 叶响看了一眼四周 眼中有些疑惑 莫修看着叶响笑道 百年前的龙虎山天师傅 我可是查了不少古迹资料 才复刻出这样的场景 以前虚境界可是没有的 好了 各位想好打算 先打什么没 众人一脸沉默 显然是随便 反正都打不过 叶响 有啥想法吗 莫修朝叶响问道 叶响摇摇头 都行 那就试试瞳眼王座 你的金光要是有作用的话 说不定咱们能撑得久一些 莫修说道 确定后 一个漆黑的数据 立即在众人中间模拟出来 下一刻 一头可怕的瞳眼王座 映入眼帘 但并没有开始战斗 所以瞳眼王座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接近三米的身高 一袭黑袍 三脚尖细的脑袋 其胸口上紫红色树桶眼球 很是可不害人 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准备战斗 莫修说道 众人顿时分散 正是直接念起咒语 召唤出战争堡垒 将军也开始召唤 不同的地狱魔物 巨龙身前 莫修早已退后 数百米远 架起重炮邻居 影子夜展开塔罗牌 分别在每个人身上 附加辅助状态 邻军 风元 蒋官 还有夜想四人 围着瞳眼王座 李晴进入隐秘状态 然后众人静静地 看着三十秒倒计时 这样的战斗方式 尽管对方是瞳眼王座 有很大的等级差 但斩杀对众人 也算是占尽优势 三十秒时间转眼至 眼前瞳眼王座 散发出来的恐怖压力 席卷每个斩杀队 光是这种压力 等级低的人 就会心生恐惧 而失去战斗能力 尤其是看着 那只树桶紫红眼睛时 无比真实 但最先做出攻击的 不是莫修 也不是宁远眉的顺发魔法 而是邻军 极剑一道 刹那间 数十道剑光 覆盖瞳眼王座周身 同时朝他斩下 邻军的等级 也来到了五十九级 距离六十级六转 仅有一步之遥 掌握极道剑意 一念起 剑光已至 然而 童眼王座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展开无声剑语 能直接夺走范围内 一切生命体的领域诅咒技能 防无可防 剑光还没落下 就无声消散 最靠近的邻军身形 瞬间变得苍老成白骨 血条见底 消失不见 砰 强大的灵能狙击子弹 瞬间冲过来 显然是瞄准 童眼王座胸口上的紫红 竖童眼睛 但就跟剑光一样 在距离只剩三米的时 灵能子弹被诅咒消磨殆尽 风源二话不说 开启狂暴 双眸心红 提起双刀就冲了上去 叶想抬手一道金光附在他身上 结果还不如邻军 刚走进两步 金光磨灭 双刀腐朽 整个人的生命数据 也是瞬间清零 无声诅咒领域 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扩散 叶想和讲官 还有李勤飞快退后 眼中满是无奈 就连技能都触碰不到童眼王座 就被诅咒领域 全部吞噬消磨 更不要说 人主动冲上去攻击了 等级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完全没得打 童眼王座转过身来 胸口紫红树瞳 直接顺发十个诅咒光环 速度极快 眨眼就笼罩在众人身上 叶想捏起法绝 身上金光神咒暴闪照耀 但也只围车片刻 就被诅咒光环消磨干净 血量直接见底 众人也都如此 眨眼全军覆没 根本无法抵御童眼王座的诅咒 只有几百米远的莫修得以幸免 但也是立马抬手暂停测试 最后一道黑暗光环 已经来到他身前 暂停后 诅咒随之消散 童眼王座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众人纷纷重新出现 一脸无奈地看着莫队 没得打 打个屁 风元有些生气道 算是我的失误 看来我们想要挑战王座 的确挺难 莫修说道 林军嘴角一抽 童眼王座在九大一组里 也属于很强的一类了 哪怕是夜响的金光 也只能抵挡一秒钟的时间 还怎么打 诅咒领域都靠近不了 莫修推了推眼镜 那就退而其次 试试一百级的古骸人族 这个总可以吧 有三个类型 古骸巨人 法系 黑骨刺 打哪个 这三个数据 自然是横清对战三个古骸人族 精锐收集到的数据 现在已经整理出来 虽然肯定不是很完整详细 但也很有参考价值 毕竟古骸一族的完美进化方式 无法容忍 法系 风源立即说道 众人点点头 毫无疑问 不管什么职业 完全准备下 法系最好杀 行 莫修将战斗对象切换成的古骸人族 下一刻 众人面前出现一个漂亮成熟的女性 浑身只有骨头遮盖关键部位 看得风源热血上头 不愧是战神 这么好看的女人都舍得杀死 林军忍不住说道 她是骨骸一族 只是一个皮囊而已 莫修平静道 准备战斗 众人点头 三十秒倒计时重新开始 当时间结束的那一刻 众人同时使用杀招 然而女人却瞬间消失在原地 瞬意到半空中 强大的骨刺魔法 直接锁定在场所有人 哪怕是几百米外的莫修也不例外 何了了 宁远眉 林峰三人瞬间被骨刺贯穿身躯 全是致命伤口 叶响头皮发麻 在骨刺魔法浮现的那一刻 就用雷法躲避 其余等人 也是用尽全力躲避 但多多少少都受了伤 只是一个见面 三人死亡 将军重伤 正是和莫修轻伤 讲官一个人偶报废 失去一半战斗能力 战斗还在继续 叶响遇风而起 林军虽然不会飞 但借助极箭的速度 瞬间贯穿上 古海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神情无比冷漠 是虚境界完美数据 在操控战斗 一道道白骨魔法 凭空出现身前 刹那间 竟然同时召唤出 三条一百级的古龙 从魔法阵呼啸冲出来 靠 林军忍不住爆粗口 剑光却毫无停滞 瞬间穿过古龙中间 贯穿女人的脖梗 但下一刻 他的身子被斩断成三节 锋利的骨翼划过他的身躯 化作数据消失在半空中 三头恐怖的古龙席卷而下 首当其中的 就是风源与正式的战争堡垒 强大的实力面前 一切防御与挣扎都毫无作用 三头古龙很快席卷全场 除了叶响 其余人很快就被古龙秒杀 所有魔法和攻击技能都没有用 眨眼间就只剩下叶响 李琴和莫修三人 三头古龙咆哮围堵那道雷光 总是差一点追上 但古海女人飞得很高 十几米的高度 叶响也没办法攻击到 只能吸引三头古龙的注意力 哄 强大的灵能子弹爆发 转眼极致 古海女人身前的古盾直接击穿 命中脑袋 女人脑袋顿时裂开一半 身形从空中坠落下来 看到机会 叶响和李琴迅速冲了上去 一光一暗 一手掌心雷 一手三昧真火 双手一拍 一条汹涌的龙雷真火 从手心呼啸冲出 李琴爆发的速度 在这一瞬间 竟然比叶响还快 已经来到古海女人身后 两柄黑刃扑斥一声 刺穿她的脖梗与后心 只要是法系 无论等级多高 黑刃却窃不开 古海女人转身抬起手 拽住黑刃 身上绽放出古花 将李琴切碎的同时 还将雷龙真火抵挡住 三头古龙抓住机会 朝叶响冲过来 叶响身上泛起雷光 显知又显躲开其中一个龙口 还不等反应 另外两头飞扑而上 砰一声 又是一道零能子弹 贯穿其中一头古龙的脑袋 轰动一声 那头古龙坠落下 叶响抬起手 三十六张俘虏悬浮身前 俘虏画作长剑 雷法凝聚 最后一头古龙 已经来到叶响身后 剧掌即将拍下 刹那间 三十六柄雷剑 同时朝古海女人飞去 瞬间绕过古盾 从背后贯穿古海女人的体内 雷剑轰鸣炸开 还没来得及看到结果 叶响已经被龙爪拍碎脑袋 画作数据消失不见 雷剑炸链 古海女人浑身颤抖 但身子骨却陡然变成黑色 想抵御雷法的麻痹 可使打实的雷法炸裂伤害 还是影响到了行动 莫修再次锁定目标 强大的零能子弹 连续爆发三枪 全部锁定古海女人的脑袋 砰 砰 砰 每一枪都带走一部分头骨 三枪下去 古海女人的面孔变得无比争鸣 宛如厉鬼 血肉与骨头在飞快恢复 她抬起头 双眸死死盯着莫修 抬起手 密密麻麻的骨刺法阵 围绕着她四周浮现 噗痴 数十根骨刺瞬间穿透莫修的身躯 化作数据消散 挑战失败 场景恢复正常后 众人的身影再次出现 虽然再次全军覆没 但大家战役越来越澎湃 风源开口说道 再来 被杀死的感觉虽然很不爽 但毕竟对方是一百几古海人族精锐 输就输 只要能看到希望 莫修却摇摇头 打开刚才的战斗视频 一说道 合了了 在等级劣势下 我们都不会飞 准备时 优先使用风精灵给美人附加一个翅膀 和了了点点头 表示知道 将军 三十秒时间 足够你召唤出怪物 然后迅速退出战场 随机应变 风源 用你那脑子好好想想 那不是杂兵一族 你就算是开着狂暴上去 跟找死也没什么区别 凌风 时间法术很强 但两次战斗都没有任何作效 问题很明显 自保能力太低 这个问题 你要好好想想 这只是虚拟战斗 如果是在现实里 你能有几次机会 凌风摸了摸鼻子 他虽然想说 自己有几十次时间倒流的机会 但还是点点头 林军 作为我们当中 掌握最强攻击的见到杀招 配合李清一起行动 说不定可以一举斩杀那个古海女人 不要太多 莫修一个个说出每个人的问题 已经清楚认知到 斩杀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就是配合 每一位拿出来都非常优秀 但配合斩杀高等级一族 却发现 每个人的优点都没有发挥出来 以前庄主还在 前排能顶住 他们只需要在后面释放技能 随机应变就行 但现在失去前排后 就感觉战斗起来一塌糊涂 想到这里 莫修意识到 必须要改变战斗配合方式 否则下一次真遇到高等级的一族 后果就是死亡 再来 这次挑战古海巨人 想明白问题后 莫修抬起头看着众人说道 他做不到像庄主那样 但他一定能找到 最适合众人配合战斗的方式 庄主是无法复制的 他也是 叶祥虽然很优秀 但现在还没有彻底跟上斩杀队的步伐 还是有些差距 不过 莫修很清楚 如果不出意外 将来斩杀队 肯定是以夜想为中心 来配合他战斗 他的潜力和实力 无庸置疑 只是需要时间成长 想到这里 莫修脑海中 迅速浮现出好几个作战计划 但都需要一一测试调整 本以为只是打个一两场 结果整整打了一整天 众人才退出虚境界 战斗结束后 莫修就直接回到房间中 他要根据每个人的详细数据 开始琢磨每个人的战斗节奏 来进行配合 泽泽 被虐得太惨了 不行了 我要去不太正规的按摩店放松一下 风元叹气道 话音一落 就看到李勤冰冷眼眸看过来 风元顿时闭嘴 这一整天下来 打了接近二三十把 三个一百几古骸人族精英 童眼王座 脚鬼王座 古骸王座 被挨个折磨 没有多说什么 众人原地解散 继续修炼 所有人都意识到 自己的严重不足 实力还是不够强 身为华夏最顶尖的王牌部队 不说面对王座 就连面对一百几古骸人族 都输得很惨 唯一赢得一次 还是法系古骸女人 惨胜 近乎全军覆没 邻军找准机会 一键斩断她的脖子 数据消失 战斗时间最长的是古骸巨人 夜想仗着雷法 速度优势 吸引对方注意力 众人可以随意动手 反而是比法系古骸女人 还打得舒服一些 只是有些不破防 哪怕是凌军和莫修 也有些束手无策 不破防就算了 古骸巨人的恢复能力 也是非常强大的 夜想倒是看得很开 毕竟自己才三十八级 没拖大家后腿 已经很不错了 和凌峰 两人一同回胜庆后 夜想直接前往重力室 开始修炼 战斗了一整天 任先文并没有太耽误 不过需要重新炼制紫玉丹了 夜想看了一眼战功 总共还有九万战功 没有犹豫 直接全部兑换成 炼制紫玉丹的药材 正好可以兑换四份 需要扣除八万点战功 现在马上就要寒假了 夜想打算多炼制 几枚紫玉紫玉丹备用 要不然回宁川兑换药材 肯定没那么方便 辅助智能传达指令后 回应半个小时配送过来 夜想开启五倍重力 开始烙印人先文 半个小时后 体力刚好消耗得差不多 将重力调回去 接过辅助智能 递过来的药材 没有丝毫犹豫 三倍真火 直接在手心中呼啸而起 三下五除二 就将所有药材全部燃烧起来 熟忍的同时 炼制四枚紫玉丹 紫玉丹突破到二转后期后 就是如此直接 二十分钟后 所有药材炼化成精华液状 分成四份 夜想额头流下一丝汗水 同时炼制四枚紫玉丹 难度还是有的 见时机成熟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捏起凝丹绝 刹那间 四份精华药液同时凝聚起来 眨眼间化作四枚紫色透明的丹药 悬浮在半空中 上面的四转丹纹清晰可见 皆是上品 荣誉的丹香味 顿时弥漫整个重力士 很是要相扑鼻 夜想抬手 接住四枚紫玉丹 直接吃掉一颗 紫玉丹柔和药效 席卷五脏六腑 舒服温和的感觉 让他长松一口气 先前的疲惫 一下子全消失了 收起其余三枚丹药 继续修炼 一直修炼到晚上快要关门时 夜想才起身离开重力士 朝宿舍楼走去 又过去三天 哪怕是夜想 也感受到盛庆校园里 紧张又激动的氛围 毕竟期末考核结束后 就是寒假了 这时 徐萌萌在班群发了一条消息 所有人来虚拟C教室集合 准备上线参加考核 夜想收到消息后 起身遇封从窗口离开宿舍 不引人注意 顺便还使用了隐身技能 冯淼泉敲了敲夜想宿舍门 推开门 发现人不在 集合的虚拟C教室 解除隐身后 周围不少同学顿时转过头来 差一看过来 差点没吓一跳 夜想则是将注意力 放在面前熟悉的虚拟眼镜上 正式链接谢偶的装置 十分钟后 全班所有人到齐 徐萌萌踩着高跟鞋走进来 看着众人说道 你们都使用过谢偶 知道谢偶的等级都是统一的 但这次谢偶是专门考核用的 不能使用职业有关的技能 根据谢偶自身的技能和特性 赢得考核知道吗 知道了 众人点点头 有些紧张 夜哥 你啥是过来的 冯淼泉有些疑惑的问道 御风来的 懒得走路 听到夜想这么说 冯淼泉看着自己的肚子 叹口气 他也不想走路 真是羡慕会飞的 徐萌萌目光落在夜想身上 有些担忧 这次考核规则跟实力没关系 他还真有些担心 夜想拿不到好名次 毕竟夜想 现在是斩杀预备队的成员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视着他 即便拿出了近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功出来 但年龄始终在这里 依旧会有人怀疑 夜想拿到这些战功 是不是因为斩杀队人员帮衬着 毕竟等级在这里 明明才三十多级 能执行斩杀队的任务 都很难相信了 就算夜想作为顶级高校第一名盛庆主力 但不少人依旧不相信 总觉得看什么都觉得很假 有猫腻 不亲眼看见 根本就不会相信 徐萌萌微微叹气 走到夜想身前说道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夜想不由一愣 有些疑惑不解地看着他 但还是点点头 嗯 我知道 十几分钟后 时间准点开始期末考核 不用徐萌萌提醒 所有人立即戴上虚拟眼镜 再次看到熟悉的链接进度 夜想一脸平静 他现在的等级已经是三十八级 而班里 等级最高的沈又微和陈万言 两人分别也才二十九级和二十八级 沈又微这段时间一直刻苦修炼 白天冥想 晚上吸收月之精华 进步速度 近乎是其余人的两倍 陈万言作为预航第一的天才 天赋与资源自然也不会缺 等级虽然低审又微一级 但作为龙战法师职业 并不若丝毫 链接进度拉满后 视线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夜想抬起头 看向四周 发现自己身处在白色的城堡基地内 其余同学也纷纷登陆上线 不过这一次 没有虚拟形象 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一样 只不过看到对方的时候 会自动扫描出名字 夜想走出来后 就看到白色堡垒上方 有一个盛庆孝辉的旗帜 旗帜上有伏法系一般的字样 不远处 大概一千米范围 森林对面也有着同样的蓝色城堡 审判孝辉的旗帜 考核规则 每具泄偶基础属性相同 防护为一百点 防护破碎后 则代表淘汰 丛林中有各种虚拟道具 学生最多可以获得三个虚拟道具 可随意更换 获胜方式 为将对方旗帜夺下 带回几方考核位置 便算获胜 卧槽 叶哥等我 冯淼泉立马冲上来 解偶都是同样的移动速度 冯淼泉和陈万炎王军三人 立马跟了上来 不管怎么样 跟在叶想身后混 绝对不会最先淘汰 叶想进入丛林后 一眼就看到不少虚拟道具 悬浮在半空中 现实森林里并没有 只是在虚拟地图 与现实地图相结合的虚拟道具 解偶触碰就会有反应 这些道具颜色都不一样 大部分都是白色 少部分蓝色 各位属紫色 但叶想第一时间 就落在数百米远的一柄 金色常见道具 脚步不停 直接冲了上去 考核规则里 虽然没说这些道具等级 但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有区别 另一边的审判学员 操控着泄偶 全部冲了出来 一方各五十人 集体冲进森林 其中一人 也是第一眼就注意到 那柄金色常见 眼眸微动 跟叶想一样 第一时间迅速冲了过去 数百米的距离 哪怕泄偶等级 被限制到只有十级 速度依旧不慢 仅仅只是两分钟的事情 就在距离仅剩几十米时 叶想看到了 对面同样有一个 泄偶冲上来 两者距离相差无几 胡斌扫描出叶想的名字时 心里不由一惊 叶想这个名字 自从高校大比后 就没有学生不认识他的 差点吓一跳 但很快反应过来 两者都是同样等级的泄偶 又不能使用技能 自己有什么好怕的 想到这里 胡斌突然忍不住激动起来 倘若自己将叶想打败 岂不是要出名了 但他很快就忘了一件事 一个人的实力 并不取决于技能和职业 战斗意识 才是真正重要的 胡斌满脑子都想的是 先得到金色常见道具 然后将叶想打败 因为泄偶已经计算出 他的距离要近半米 数十米眨眼而至 两人近乎同时到达 但叶想显然慢了半步 胡斌一把抓住 金色常见道具 顿时一眼惊喜 哈哈 叶想你 砰 叶想的目标 根本就不是金色道具 直到自己来不及 所以抬手就是一击游龙八卦掌 重重落在胡斌身上 撞他一个亮枪 不给他反应 踩着八卦装 眨眼便来到胡斌身后 一个摘星捞月 双手承找扣住胡斌的肩膀 用力下压 这可不是技能 完全就是利用身法和掌法 胡斌完全来不及反应 操控的 泄偶直接摔倒在地 手上还没装备的金色常见道具 被叶想一把夺过 确定装备金色道具后 抬手一剑 直接贯穿胡斌的防护罩 瞬间冻穿泄偶胸口 扑刺一声 泄偶破损 胡斌一句话 卧槽都没来得及说出来 便被淘汰 击杀一名学员 等级解锁一级 泄偶基础属性为十一级 最高三十级 模拟的辅助智能解释道 叶想眼睛不由一亮 原来如此 杀得越多 泄偶等级越高 不过杀到三十级 审判这边也没多少人了吧 那还抢什么旗帜 直接清理审判学员 不就好了吗 此时显示自己 被淘汰的胡斌 呆呆地进入观战模式 目瞪口呆地 看着叶想的身影 还能这么晚 此时叶想打量着 手中的金色长剑道具 既能破风 命中可以直接刺穿的防护 但有十五秒钟的冷却 不过对于其余道具 已经算是顶级装备了 现在攻击武器有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求速度 全靠技巧 还是比较吃力的 叶想环顾四周 目光很快落在不远处 一双紫色跑鞋的道具上 踢着长剑 直接朝那双跑鞋跑过去 但这一次 对面三个目标 与自己这边抢 其中一个手中 拿着一把蓝色弓箭道具 看到叶想朝这边冲过来 三人顿时吓一跳 先前胡斌 被淘汰的时候 所有人都提示到了 期末考核 竟然遇到盛清叶想的班级 一开始得知 对方是伏法系 还有些高兴 现在 高兴个鬼啊 遇到这么个变态 这不是影响考核公平性吗 此时 其中一个手持弓箭道具的 审判学员反应过来 迅速对准叶想拉弓 羞的一声 锋利长剑飞速射来 眨眼而至 然而 叶想仅仅只是抬剑横斩 轻而易举 就将长剑斩断 这帅气一幕 直接惊呆远处三人 靠 这不是技能 那这是什么操作 那审判学员不信邪 再次连射三剑 然而叶想只是 简单捂了一个剑花 所有长剑破碎斩断 速度一点没有减缓 这还打个屁 赶紧走 看到这一幕 三人头皮发麻 没必要为了一双鞋子 道具而淘汰了 然而其中一人 根本不信邪 怕个屁 穿上道具鞋 他还能追上不成 那人继续朝前面冲去 身后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后 摇摇头 直接转身离开 要换做其他人 的确可以赌一把 但对方可是夜想 还拿着金色道具 着实没必要 很快 那个男生来到紫色 跑鞋道具面前 二话不说 伸手装备上 看着还剩几十米的夜想 不由得意一笑 转身就打算跑 果不其然 速度陡然提升了一倍有余 就泄偶那基础速度 对方怎么可能追得上自己 然而他刚转身 一柄金色长剑直接飞过来 扑斥一声 穿透防护罩 洞穿身躯 夜想走上来 提起金色长剑 将爆出来的紫色跑鞋穿上 简单跑了一两步 满一点点头 还不错 速度加成不少 泄偶全线提升到十二级后 基础属性也再次提升 看了一眼远处的审判旗帜 打开频道说道 冯淼全 王军 陈万言 不用着急找道具 直接来我这里 进审判堡垒基地 我去 夜哥你这么猛的吗 几人愣了一下后 冯淼全不由问道 别屁话了 赶紧过来 很快 三人来到夜想面前 看到他一手金色长剑 穿着紫色跑鞋 顶着十二级 三人都不由一愣 走吧 看到人齐后 夜想没有解释 直接带着三人 朝审判堡垒基地方向过去 一路上遇到的审判学员 看到夜想几人气势 不由吓一跳 什么鬼 这就职工大本营 这边的审判班长 注意到这一幕后 眉头顿时一皱 连忙说道 所有人集合 夜想过来了 听到夜想这个名字 几人心头顿时一颤 这个妖孽要干什么 几十人迅速往回赶去 但反应还是慢了一步 夜想长驱直入 遇见一个就秒杀 遇见三个 那就群殴 零零散散的道具 分散开来 夜想的泄偶 也解锁到十八级 三人冲进审判堡垒基地 没一会儿 第一波找起三个 道具的审判学员 也赶了回来 正好看见堡垒基地 上方的旗帜 消失不见 靠 这几个家伙还真敢 夜想又如何 弄死他 大门推门 却正好看见 夜想手持金光长剑 平淡地看着他们 好了 等半天了 总算是来了 动手 审判这边的班长 微微眯起眼睛 解锁到十八级 但不能使用技能 还真能打得过 他们这些人不成 众人纷纷拿出道具武器 朝夜想冲过来 但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 自己的想法 有多天真了 虽然被泄偶躯体限制 但夜想的战斗意识 绝对不是这些 大一学生可以比的 这些人在他眼里 仿佛真的像是 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毫无配合 头脑简单 意图明显 夜想轻而易举地 躲闪一个个攻击 常见蓄力 直接击碎防护罩 一个泄偶头颅高高飞起 负责这场考核的老师 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借用模拟辅助智能说道 夜想 击破防护罩就算淘汰了 没必要损坏泄偶 挺贵的 夜想一边游刃 有余穿在人群中 常见格挡不少攻击 一边道歉道 抱歉了老师 在战场上习惯了 我尽量注意 周围的审判学员 听到这句话 不由心里一寒 好家伙 习惯了 大家都是大一年纪 可你这家伙 到底杀了多少亿族 冷却结束 夜想的金色长剑 再次传杀一人 泄偶解锁权限来到二十级 基础属性再次提升 整个人的速度和力量 顿时强了不少 哪里有伏法系的风格 简直比战士职业 还像战士 从楼上下来的三人 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看呆了 则 我就说夜哥在 模拟考核 简直就是过家家 冯淼泉忍不住有些感慨道 此时夜想感觉 长剑越用越顺手 剑光灵力 寒光一点 就有一人防护罩破碎 多多少少有点邻军的影子 毕竟看了那么多次 还是学到了点东西 伴随着夜想解锁 等级越来越高 淘汰的人越来越多 审判班长 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夜想这个家伙 在同年级中 简直太超标了 很快 所有人都无奈地看着对方 审判学员只好认输 夜想微微叹气 看着手里的金色长剑消失 是真的还有些没打过瘾 退出泄偶链接眼镜后 夜想睁开眼睛 顿时教室里传来响亮的鼓掌声 大家都还在熟悉的游戏规则呢 结果就不停听到 夜想击杀审判学员的消息 尤其是后面几乎没停下来过 然而 就看到审判学员认输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徐蒙蒙正正地看着夜想 完全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学期 他就进不到这个地步 不愧是斩杀队的成员 不过他也意识到 往后的模拟考核 多半是没有夜想的事情了 的确有些欺负人了 审判学员的老师那边 已经申请复合 理由是 光夜想一个人就淘汰了二十多人 根本没有体现出 团队配合等考核问题 完全就是一个人代费了全班同学 但复合很快就被拒绝了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 夜想并没有作弊 成绩有效 只不过这些事情 夜想并不知道 期末考核结束后 他就起身离开座位 打算去重力士修炼 然而这时徐蒙蒙却走上来 叫住夜想 等一下夜想同学 夜想有些疑惑地转过身来 看着他 怎么了老师 徐蒙蒙思索片刻后 还是说道 你现在的等级已经三十八级了 要知道 现在大四阶段的 普遍也才四十二级左右 这边我可以帮你申请 跳到大三阶段 你需要吗 夜想的情况很特殊 从来没有人 在大一阶段 就加入了斩杀预备队 等级也提升得太快了 但毕竟是上过战场 有血灵的帮助下 进步快也算是正常 夜想想了想后 视线中突然出现了又为宋雅逢秒权他们的身影 似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 嘴角泛起浅浅笑容 老师 其实不用 哪怕我现在 跳到大三阶段 那明年呢 还要再跳一次吗 我相信 没人能追上我的脚步 所以就这样吧 顺其自然就好 徐蒙蒙明白了夜想的意思 点点头 的确是他想的太多了 嗯 这样也行 夜想同学 上战场时 还是需要小心一些 徐蒙蒙叮嘱道 不管夜想多强 他目前终究他的老师 夜想点点头 目光落在徐蒙蒙的右眼上 想起什么 不由问道 老师 你的眼睛是同眼王座诅咒弄瞎的吗 徐蒙蒙摇摇头 要是王座的诅咒 那你现在看到的 就不是老师了 是一头六十级玉童王的诅咒 其实少一只眼睛的也没事 这半年下来 我也已经习惯了 嗯 夜想点点头 几天后 这学期彻底结束 几乎大半学生都离开了学校 寒假接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少人都商量着 过完年后 去哪里玩 夜想和沈幽威一同离开学校 不少人都看到了 都不有一点惊艳 一个斩杀预备队成员 一个盛庆的笑话 最重要的是 竟然还有王牌白虎部队战斗机接送 这牌面 简直了 夜想也没想到会这样 那白虎成员看着他笑道 夜想同志 我接到指令 护送你回明川 远处的陈万言 看着自家家族的专车接送 又看了一眼远处的白虎战斗机 心里又增加了几分 想要加入斩杀预备队的渴望 刺激还差得很远 在白虎战斗机接送下 接近上千公里 仅仅只是半个多小时 就抵达宁川 战斗机的轰鸣声 吸引周围居民的视线 当看到一席长发青山的少年 和一席盛庆校服的沈幽威时 居民们顿时满脸羡慕 沈家的运气真好 两个孩子都如此优秀 没想到如今 竟然还是学校专机接送 而懂王牌部队的男人 脸色更是一变 王牌白虎部队的战斗机接送 看来叶响成为斩杀预备队的消息 竟然是真的 简直太年轻了呀 叶响同志 我回去了 那个斩杀队的吉祥物 大概今天下午 就会跟部队一起回华夏 白虎成员看着叶响说道 对于那个獠牙野猪 他还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 我知道了 谢谢 叶响点点头 不客气 白虎成员敬礼后 便直接转身离开 早就听到动静的沈父神母走出门 看到两个孩子都无比的欣慰和开心 尤其是叶响 这半年来 这孩子都不知道上了多少次新闻和电视 妈 我要吃红烧鱼 麻辣豆腐 辣子鸡 还有 还有 沈又微一回家 孩子的性子就涌上来 连忙喊道 叶响走上来 点点头 伯父伯母 沈母看着比以前精神不少的叶响 满一点点头 嗯 长大了 沈天阳抬手用力 拍了拍叶响的肩膀 好了 进来吃吧 昨天又微说 你们今天回来 早就准备好满满一大桌的菜了 两人已进屋 一眼就看到满桌子的佳肴 不管多久回来 家的味道从来不会改变 两个孩子越来越优秀 沈父沈母不由相视一笑 越看越满意 不过细心的沈母 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两个孩子之间 虽然看起来一如既往的亲切 但似乎多了一些隔阂 不过两孩子都那么大了 他也不好管太多 吃完午饭后 叶响将九阳回丹拿出来 递到沈天阳桌前说道 伯父 这丹药可以恢复你的右手经络问题 沈天阳不由一愣 他不怀疑叶响说的话 所以看着眼前这个丹药 眼眸有些震惊 真的吗 他看着自己的右手 哪怕当初前往京都 不少顶尖的医师职业 都说束手无策 所以沈天阳这么多年来 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 结果就这么突然 可以恢复了 嗯 可以 就是有点痛 叶响叮嘱到 九阳回丹他 虽然没使用过 但通过药效摧毁在重塑的药效 不用想也知道 那肯定很痛的 沈天阳看着眼前的火红丹药 有些激动不已 当初开刀 动过好几次手术 一点痛不算什么 叶响点点头 那就没什么 这两天降温 叶响你穿厚点 青衫太薄了 沈母叮嘱到 自从修炼人先驱和内担后 叶响的身体素质 对于环境来说 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了 但他还是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吃过午饭后 叶响回到自己住的屋子 打开门 依旧是那二十多坪的小房间 将背包放下 躺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回家后 感觉一下子懒了不手 有点不想修炼了 辅助智能这时飞过来 弹出莫修的通讯屏幕 他看着叶响说道 这个寒假就好好放松一下 不用着急归队 近期没什么任务 嗯 我知道了 叶响点点头 小学弟 好好修炼哦 何聊聊 突然也出现在屏幕里 打招呼道 莫修不由一笑 镜头一转 发现大家都在咖啡馆后面的基地里 都一一朝这边看过来 点点头 打一下招呼 莫修简单说了几句后 就挂掉通讯 抬起头 看着众人说道 好了 这些天休息够了吧 准备出发 前往八郡调查一下 脚鬼一族的血鬼术 再怎么回事 昨天青龙部队的人 已经过去了 哎 小学弟不在 还有些不习惯了 何聊聊生了的懒腰 百无聊赖道 毕竟还在上学 而且咱们动作快点 也能赶上回家过年 正式笑道 莫修在一旁看着几张资料 都是三座顶级高校的优秀青年 通过上次测试配合数据后 莫修发现 斩杀队目前很缺少前排 以前储队一个人就能扛下 但失去储队后 短板一下子出现了 虽然不指望能找到一个比的上储队 但至少是擅长擅长防御 甚至是纯防御 并且拥有不俗的战斗能力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但资料中 的确有一个人的资料非常合适 可惜等级还太低了 只有27级 王军 27级结界师 通过数据上来看 虽然是纯防御 但结界技能用得很创新 具有不俗的伤害 这还是关注夜想的时候 发现的 看起来的确是个不错的职业苗子 但可惜还没成长起来 没办法 莫修将注意力放在另两张资料 审判高校 42级圣骑士 李诚 高防职业 有几个辅助光环技能 因为职业原因 高校大笔上并没有露面 另一个是44级 罗生门法师 白夭夭 是盛庆高校的学生 擅长纯防御 技能都是与罗生门有关 不过可以吞噬技能 强化自身能力 这一点跟储队有点像 只不过是个女孩子当前排 莫修摸了摸下巴 的确让人有些担心 毕竟斩杀队执行的任务 都非常危险 三座顶级高校的数据库里 斩杀队是可以随意查看资料的 每个学生发展方向都会归类 现在队伍里 缺少前排储队这样的职业 自然是往归类防御的职业查找 将这两张个人资料 发送给天王罗景 是否招进预备队 还得看队长抉择 叶祥在家里待了几天后 拿起背包跟沈父母说了一声 便起身坐车前往云梦泽 沈又威要跟着 叶祥点了点她的眉心 让她好好修炼 然后给出一串十二枚的白灵珠 这些白灵珠都是三十级左右 她吸收作用不大 但给沈又威刚好合适 没有太多副作用 是叶祥之前 在战场上收集的 低级血灵炼花而成的 看到这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白灵珠 沈又威很喜欢 还有些舍不得吸收 叶祥走后 沈天阳时不时拿出那枚九阳回单 满脸乐呵呵的笑意 沈母正拖着地 看到这一幕后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都看几天了 是让你吃 不是让你看的 你不是天天盼着右手能恢复吗 还看什么 沈天阳微微叹口气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总得给我时间准备吧 而且 夜想不是说会有点痛吗 听到这句话 沈母放下拖把 调侃道 也不知道是谁说不怕痛来着 沈天阳深吸一口气后 不再犹豫 直接将丹药吞下 下一刻 沈天阳浑身清金暴露 眼睛布满血丝 一开始还想强撑着 但很快就被手臂上传来割肉刮骨的痛处 给痛得撕心裂肺 臭小子 这叫有点痛 但十几分钟后 沈天阳感受到手臂不再痛了 浑身冒着白烟 身体仿佛年轻了五六岁 整个人一下子舒服不少 似乎意识到什么 沈天阳布由脱下衬衫 当看到自己精壮的肌肉后 布由瞪大眼睛 一颗丹药的效果 竟然宛如脱胎换骨 沈母也布由有些看待了 这变化的确有点大 沈天阳看着自己的右手 外表看不出什么变化 但整只手 很稳 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无法控制的颤抖 他眼中猛然爆出亮光 语气很是激动到 老婆 好像真的恢复了 沈天阳连忙打开一个虚拟页面 是森罗高效简单测试 手速精准度的 身为机械师 精密细致的设计 必须需要双手来打造设计 他已经很久没有尝试了 以前最高巅峰手速达到298 一旦失误一次就算失败 自从右手神经出现问题后 他都超不过60 就会控制不住手指而出现失误 沈天阳深吸一口气 抬起双手放在虚拟屏幕上 沈母在一旁看着 也有些紧张 下一刻 虚拟屏幕上出现星点 沈天阳迅速做出反应 双手手指准确无误地点击触碰星点 开始积分 伴随着星点出现得越来越多 他的手速也越来越快 眨眼间就已经突破了60 沈母也忍不住屏住呼吸 时间一点点流逝 看着分数已经突破到210 星点速度再次加快 沈天阳依旧显得游刃有余 一直持续到320分的时候 沈天阳才感觉到吃力起来 但还能坚持 350 370 400 439 487 10个多年 再一次测试 竟然就突破了自己巅峰的记录 沈天阳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双手 忍不住落下泪水 这说明 自己可以再次钻研机械职业的路子了 耽误了十多年 等级退不到 还不如年轻人 但他相信 自己可以追回去 等级虽然不够 但这些年 对于机械的路子和想法 他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他抬起头 激动地一把抱住沈母 狠狠亲一口 老婆 我好了 沈母也忍不住喜极而泣 但还是没好气到 都快四十岁的人了 好了又能怎么样 赶紧去洗碗 云梦择车站口 叶响背着背包走出站口 一身青山雨出尘的气质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尤其是女生纷纷注目 好清秀帅气的青年 而且好像是个倒是职业 前一段时间 不少倒是职业 得到了一本 独属于他们传承的道法技能 还造成不小的轰动 隐秘 御风 缕水 浮水等等层出不穷的道法 简直让人十分羡慕 职业排行榜上 除了隐藏职业 原本吊车尾的道士职业 一下子跃到前二十名 甚至还在不断攀升 过完这个年 叶响就十七岁了 人先驱的修炼 让他退去不少志气 他站在车站口 等着林峰过来 毕竟先前答应过 林峰也说 很快就到 没等多久 一身休闲灰色西装的林峰 朝他走过来 同样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标准一米八五的身高 身材匀称 身为时间法师职业 身上一直带有独特的神秘感 很容易让人沉迷其中 不过事实上 林峰身为盛庆学生会的会长 经常能接触到很多漂亮优秀的女孩 却从未听她有什么绯闻和对象 林峰走到叶响面前 看着那一身熟悉的青衫 有些疑惑 这都回家了 都不换一身吗 叶响看了一眼自己的青衫 摇摇头 穿习惯了 其实感觉挺舒服的 看来有空得问问学姐 这衣服是在哪里定做的了 林峰点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开口道 快中午了 先吃午饭再去武当山吧 山上可没什么吃的 嗯 行 叶响没有意见 两人随便找了个餐馆解决午饭 当看到叶响硬生生干完一桶饭时 林峰忍不住一笑 好家伙 难怪你一直喝营养药剂 你这 有点强啊 叶响有些无奈 没办法 我修炼太消耗食物了 其实还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炼制壁骨丹 吃下一颗 对于常人来说 三个月都不吃东西都没事 但壁骨丹是无转丹药 自己还炼制不了 而且还消耗不少药材 第二个就是 紫荆丹突破四转后 可以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 补充体力 从而做到壁骨 结账时 女服务员都惊呆地看着眼前两个帅哥 简直不敢相信 一大桶饭就吃完了 吃饱后 两人打车 直接朝武当山过去 这里之所以是云梦泽 也是因为洞庭湖的原因 但在几千年前 洞庭湖远远比现在还要广阔数倍 所以被称为大泽之地 乘坐出租车 在湖上大桥穿梭着 看着宛如江面的大湖 景色优异 叶想还是头一回 在境内看到如此美的景色 之前都是在异兽领域 或者是在异族领域中 这一趟去武当山 是打算找到门传承吗 林峰坐在一旁 好奇问题 叶想点点头 算是吧 被童眼异族占领了几十年的荆州龙场 都还留着儒家心法传承 所以叶想才意识 武当山或许也还有传承在 以前来过一次 没有发现也说不定 出租车停在山脚下 已经没有公路可以上去了 赴完前后 叶想和林峰一同下车 抬头看向武当山 古有太岳等多名称 但后来有一位叫张三丰的真人 在此地悟道 故此地成为了道门圣地 传闻也是古时许多先学道者 栖身之地 武当山西靠云阳城 难忘神农驾 景色自然是毋庸置疑 但叶想却微皱眉 这里的灵气 似乎很是稀薄 根本无法修炼 林峰也感觉到 这里很不舒服 微微摇头 很奇怪 按理来说这种地方 怎么也比城里修炼速度 但这里的能量气场 简直低得不像话 叶想点点头 他是倒是职业 在走进武当山后 就感觉到一种被压胜的感觉 细细体会着这种感觉 眼睛眯起 他大概猜到了什么 道门传承断绝 天道宛如一根无形的钉子 将整座武当山气韵定死了 不容许道门发展起来 叶想抬起头看着天空 用力捏紧手心 是皇族利用天变的手段吗 走上去 林峰不由问道 叶想摇摇头 飞上去 一只手拽住林峰的胳膊 一手捏起御风道法 便沿着石梯 直接朝山上飞去 一千多米 几分钟 两人就来到了山顶 林峰长松口气 被踢着多少有些慌 抬起头说道 待会下山给我一张神星符吧 我走下去 叶想没搭理他 目光落在周围破旧的道观上 几乎都已经坍塌了 没有一个人住 和几年前来的时候一样 杂草丛生 满是封尘 凄凉 寂寞 虽然破败 但叶想还是走了进去 带着朝圣之心 走进这武当山道观 林峰跟在叶想身后 一同走进大殿 满地的杂草 和破碎的乌瓦 早已遮不住风雪 毫无生机 毫无盗气 叶想抬头看着大殿之上 挂着蒙尘的真武画像 神情不由一速 迈步走上前 轻声说道 弟子叶想 拜见祖师 三跪九寇 没有任何回应 唯有门口一缕清风 将枯叶卷起又飘落 林峰站在一旁默默看着 微微叹气 因为叶想的原因 后来又进入斩杀队 不少有关于道门的资料 他也都查到了 对于如今的道门现状 的确令人惋惜 百年前 道门竟然曾两次阻止一族入侵 那般景象 他难以想象 也难掩震惊 叶想起身后 走向偏门 沿着破旧走廊 游逛整个武当山 所有破碎道观 虽是道观 却感受不到丝毫道气 灵力也是 稀薄至极 先前施展道法 玉峰消耗的灵力 在这里 恢复得十分缓慢 看着道观里的残垣断臂 叶想却明明感觉 前面仿佛有什么 在指引自己 越走越远 林峰毕竟是法师 虽然这段时间 一直配合重力士锻炼体魄 但跟叶想相比 那自然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有些跟不上他的脚步 想了想 干脆停下脚步 在外面等他回来就好了 在这里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十几分钟后 叶想来到一处保存 还算完整的道观 推开尘封许久的大门 不知道为什么 叶想陡然有一种 莫名熟悉的感觉 浮现心头 香坛上 供奉着已经落灰的 太上老君画像 案板满是灰尘 两边整整齐齐摆放着太师椅 桌上摆放着 还没收拢的茶杯 仿佛当年有什么急事 便出门而去 眼前这一幕 就好像在梦里看到过一样 叶想微微皱起眉头 有些疑惑 这还是头一回 有这种感觉 他看向太上老君画像 一如先前一样 三跪九寇 叶想知道 自己跟以前的道士不同 没有人传度 没有师父 没有前人引路 哪怕是青云子老前辈 也是自行摸索修行 告诫自己 不用模仿前人修行 走出自己的天师路才行 可每当想到此 叶想就有些沉默 他所走的路 真是对吗 道义心静 他选的是天地不仁 龙场悟道时 是圣人余晖 才感悟到知行合一的磨难与心境 青云子也说过 前人天师 从未像他这般 可就是这样的重任 就落在自己身上了 叶想这时站起身来 冥冰之中的感觉 陡然变得清晰不少 眼眸划过一丝诧异 好像是一抹道义契机 牵引自己的感觉 这种感觉 和以前突破二转时 看到的先天道阵 牵引自己有些相似 只是两者相比 一个宛如星辰 一个宛如浩月 他起身后 按照那牵引契机的方向 走过去 打开片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走廊 在走廊尽头 叶想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一尊龙头 龙头上有一尊 青铜小鼎样式的香坛 这龙头香 是十凉悬空 向外延伸了接近三米 而下面便是万丈悬崖 恍惚间 叶想看到那青铜香坛上 点燃着三柱香 正是那一缕缕香火契机 牵引自己到来 但当他来到进前时 才注意到青铜小鼎中 并没有所谓的香火 先前的一幕 仿佛是幻觉一样 影响到了自己 叶想看着眼前的龙头香 有些疑惑 但还是抬手之子舞绝 哪知道就在这时 朦胧中 叶想仿佛听到一声善后 一缕青烟 从青铜小鼎而起 朝一侧的悬崖峭壁飞去 叶想这才看到悬崖峭壁上 竟然有一把老旧的陶木剑 青烟一卷 那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陶木剑 竟然晃动一下 陡然朝下方坠落下去 叶想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一跃而起 施展道法欲风 离开走廊 飞往悬崖 在距离那把陶木剑 只有一米距离时 立马施展太极 云气席卷 陶木剑宛如剑来落入手中 那一缕青烟 也从陶木剑身上 沿着胳膊攀岩 涌入叶想眉心中 一瞬间 脑海中仿佛浮现出一个 白袍长发飘逸的中年道人 这位道人手持一柄 一模一样的陶木剑 施展一套剑卷 风吹荷花 左右摇摆 飞云流水 穿帘不断 踩步悬足 叶想发现 这套剑法 似乎脱胎于道门八卦之理 看起来飘逸十足 却又步步为时 就在这时 脑海中出现剑决心法 混元一气 纯阳出洞 仙人指路 魁心指笔 骤天暴月 长虹绕天 剑决心法 禁术领悟记下后 叶想睁开眼睛 却发现 竟然只过去一刹那 他依旧还在悬崖半空中 连忙御风重新回到走廊中 才有些明雾地 看着手中桃木剑 纯阳剑决 那先前 出现在脑海中的身影 岂不是道门屡阻 龙头存留一青烟 留下剑心续纯阳 叶想看着手中的桃木剑 明明看起来很陈旧了 但仔细看 才发现 只是外观不扬 但整把剑却弥漫着道意韵阳 毫无残破之意 抬手施展纯阳剑决 刹那间 一道白色匹炼剑刚 呼啸而起 斩落悬崖外 叶想不由瞪大眼睛 这一剑的威力 可比自己施展剑服的威力 还要高不少 想到这里 他转身走到 已经彻底失去 所有道义的龙头相前 认真抬手说道 弟子叶想 谢吕祖指点纯阳剑 这一剑决 竟然可以直指纯阳剑意 自己虽然领悟了剑决 但想要领悟纯阳剑意 显然还有不少距离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叶想有点想上战场了 这段时间里 的确有些耍够了 在战场上厮杀习惯了 又重新回到学校 自己可以做到闭关前修 但不杀义族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紧紧握着陶木剑 眼眸深邃 这武当山最后一缕道义 就在这纯阳木剑中 他自然要将这缕道义 让义族好好看看 道门传承不会断 他暂时还做不到 恢复道门传承 但不代表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前线还在打架的 也只有北方末城 和西南荆州八郡 北方兵魔义族 一直不安分 时不时小规模打一架 西南那边 自从将荆州拿下来后 同眼义族与搅鬼义族联合得越发明显 相当于两面兽机 所以八郡肯定会拿下来 林峰之前也说过这一点 所以叶想现在却有些疑惑 按理来说 八郡那边 要么会让王牌腾蛇部队过去 要么让斩杀队过去 不可能像这样一直没有动静 往年来 想要安安心心过年 义族可是从来不会让华夏人族喘息 但叶想 毕竟是斩杀预备队的人 没有指令 不能擅自行动 过几天 还是去荆州农场修行 叶想转身原路返回 走出大殿时 看到林峰一直在门口等候 助力山顶 一览众山小 平常难见的风景 似乎听到背后的脚步 林峰转过头来 一眼就注意到 叶想手中的头目见 不由问道 逛完了 嗯 叶想点点头 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荆州农场那边修行 叶想如实说道 林峰点点头 也行 那里的确适合修行 咱们现在就下沙吗 叶想看着武当山的地势 思索片刻后 摇摇头 等一会儿 我想确认一件事情 道藏中 有一篇杂技粗略 记载了一位师祖 就镇压在这武当山 师祖本身就是杀身入魔后的存在 宛如灾厄 实力甚至不比王座差多少 要是记载是真的 那么这武当山传承断绝 镇压师区道气 这师祖很有可能会出来 想到这里 叶想微眯起眼睛 让辅助智能 将整个武当山地形图扫描出来 看到这一幕 林峰也让自己的辅助智能去扫描 很快 几分钟后 两个辅助智能 将整个武当山地形图扫描 非常详细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叶想紧紧盯着 所有山峰角落等位置 作为镇压之地 肯定是有讲究的 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 林峰虽然疑惑 但也知道 现在不是打扰他的时候 叶想脑海中 重新翻开那一页记载 根据地形图 很快锁定了大概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正是他先前 拿到桃木剑的悬崖底下 眉头微皱 转头看向林峰说道 这武当山下 有可能镇压了一位师祖 要不要下去看看 林峰眼睛一瞪 你没开玩笑吧 要不然我过来是为了什么 叶想反问道 林峰眉头一皱 随即道 先下去看看 要是确定的话 我们两个别贸然行动 叶想点点头 他也没那么傻 要真是师祖 光靠他们两个 肯定解决不了 走 叶想拽住林峰 不给他反应 直接御风从山崖坠落而下 林峰是真有些慌张了 紧紧抓住手 你慢点 掉下去 我使用镜术 时光倒流都没用 无限被摔死 叶想有些怪异的看着他 你恐高 之前在古骸一族领域上 他们斩杀队 从古渊上空跳下去 也没见林峰害怕 林峰没好气道 我只是单纯不是很信任你 哪有拽着直接飞的 那行 我松手 叶想点点头 他也没别的办法 要等到紫金丹三转后 才可以使用地煞神通的招云之法 但他也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毕竟这种属于戒势 所以天变后 还真不一定将云借过来 招云之法 可以让自身停滞在空中 然后再使用御风 可以同时承载几人飞行 听到叶想的话 林峰一脸沉默 当他没说 你继续 一路御风飞行 上千米的高空 几分钟就飞了下来 正是悬挂陶木剑的峭壁正底下 这个位置 几乎没人能过来 两人落地后 叶想的感知里 顿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比在上面到门 压盛还难受 林峰也不由皱起眉头 打量着四周 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周围丛林一片 但在不远处 很突兀的 有一口深潭 这个深潭有两三米直径 虽然不大 但奇怪的是 上面有没有瀑布 这下面怎么会出现一个深潭 叶想抬起手 六张符路浮现身前 然后迅速朝那深潭飞去 全是近符 但在靠近深潭后 所有符路 全部无声消散 是这里了 叶想眉头一挑 确认道 盗藏记载的没错 这下面还真镇压了什么 就算不是师祖 也绝对来历不小 否则近符不可能一探 就那么大反应 叶想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联系莫队 辅助智能文言开始练习 画面一转 莫队并没有切换视频通讯 而是语音 怎么了 武当山镇压着一头师祖 封印有可能镇不住了 反应很大 叶想直接说道 对面一下子沉默了许久 莫队很快回应道 我给楚队说一下 他会过来 叶想不由有些疑惑 莫队你不来吗 就在这时 通讯仿佛被影响了一半 传来电流声 过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莫修回道 我这边在测试 等忙完再说 我已经通知楚队了 很快就到你那里 定位开启就行 莫修说完 就直接挂掉了通讯 似乎很忙的样子 叶想微微皱眉 他又不傻 已经感觉到了不对 转头看向林峰 林峰也看到了刚才一幕 摸了摸下巴 猜测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莫队他们把我们丢下 自己去执行任务了 叶想顿时一头黑线 还真有可能 毕竟在两个月前 荆州还没打起来的时候 斩杀队就开始行动了 多半是八郡吧 那要等楚队过来吗 林峰看着深潭问道 两人都很警惕的 没有靠近 距离远远的 没有半点觉得 自己加入斩杀队后就飘起来 这下面要真正压着师祖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只能等着吧 叶想盘坐在地上 冥想烙印人鲜文 灵气稀薄归稀薄 又不影响存响修炼 林峰看了一眼那深潭 也点点头 一起开始冥想修炼精神力 这一等 就从白天到天黑 当天色彻底漆黑时 那毫无反应的深潭 陡然泛起一个一个小泡泡起来 丝丝摩气从深潭中弥漫出来 仅仅只是一瞬间 深不见的深潭变成了血红色 这明显的气息变化 一下子让叶想和林峰感知到 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 目光静静地落在那深潭中 这封印是出现问题了吗 那么多年没出事 咱们一来就出事 林峰皱起眉头 感觉有些巧合了 然而叶想却看了一眼 手中的正观陶木剑 顿时明白过来 吕祖放着一把纯阳陶木剑 是为了加固这封印吗 还有那龙头香多半也是 想到这里 叶想直接抬手将陶木剑甩出去 果不其然 无形中仿佛有一道力量 让纯阳陶木剑悬浮在深潭半空中 那残余的道意弥漫周围 深潭上的泡泡立马就消失不见了 只是深潭的水 看起来依旧暗红深邃 叶想起身看着林峰说道 我上去将龙头香点燃 马上回来 嗯 放心 死不了 林峰点点头 他从怀里拿出怀表 目光警惕地看着深潭 没有气泡浮出来 自然也没那么紧张了 不过怎么感觉 深潭越来越红了呢 林峰看了一眼 在半空中的陶木剑 微微定神 叶想已经遇风朝上面飞去 千米高 一边踩着峭壁边缘 一边遇风 速度也不算慢 再次来到走廊后 叶想抬手 五行之火在手中冒出 将周围照亮 很快就在地上找到一些檀香 用五行火将其点燃后 身形一跃 稳稳站在龙头香的石梁上 随后双手捧香 三跪九扣后 将香插落在青铜小顶中 白烟飘摇而起 石龙双眼仿佛陡然一亮 一瞬间好像活过来了一般 但这一幕 叶想并没有看到 他只是感觉到周围的道意 一下子浓郁不守 其实叶想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 那陶木剑 只是给自己传承纯阳剑绝 并不是让他带走 这陶木剑留在这里 显然有着镇压师祖封印之意 想明白这些 叶想抬起头 看向辅助智能 通讯连接着凌峰 开口问道 下面怎么样 还真有些奇怪了 刚才有一缕龙形白烟 从上面坠入深潭后 池水立马恢复清澈了 凌峰回应道 叶想点点头 那就没问题了 看来封印还是有作用 迈步 一地还剩七八米时掐起御峰道法 整个人顿时宛如落叶飘落下来 很显然 叶想将御峰道数 用得越来越随意自然了 抬手将纯阳陶木剑握入手中 然后用力一甩 落在峭壁上 正好卡住 叶想拍拍手 开口道 暂时没问题了 当然 是在檀香的时间内 香火断了后 这下面的东西 肯定又要折腾 那龙头香都不知道断了多少年 保守起见多半是百年左右 这下面的封印 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万一真是尸祖 一旦出事 绝对是不小的麻烦 虽然暂时能镇压 但肯定还是要将这个麻烦解决掉才行 这时 叶想面前谈出庄楚的通讯 确定是尸祖封印吗 庄楚看着叶想问道 通过背景图可以看出来 他在飞机上 正朝这边赶过来 嗯 记载上是尸祖 而且符合封印位置 叶想点点头 小友 是哪一位 镜头一转 画面里出现了王露老先生的面容 叶想愣了一下 没想到儒家老先生也来了 先生 我也不太清楚 猜测是尸祖银沟 叶想也并不是乱猜测 先前的魔器 还有深潭变成血水的一幕 四大尸祖中 只有银沟最为合适 王露明白过来 点点头 我知道了 叶想微微松口气 尸祖前身 毕竟就是儒家杀身入魔后 王露身为儒家九转大佬 肯定知道些什么 或许当年这镇压之地 就是儒家与道门联合封印的 时间一点点流逝 青铜小顶的檀香很快烧完 肉眼可以看到 这深潭的池水 缓慢的又开始变红起来 叶想没有犹豫 起身立即遇风朝山顶飞去 重新将檀香续上 他整整来回三次后 就看到一架战斗机 根据叶想凌峰提供的坐标飞了过来 王露与庄楚从上空落下来 两人都是速刨长山 反倒让凌峰觉得自己 是不是也应该去弄一件长山了 庄楚注意到 叶想的等级提升到38级后 不有点点头 稳扎稳打 进步算是很快了 凌峰推升五转后 就停止使用血灵继续提升 而是和斩杀队成员一样 主要以修炼积累 用血灵做突破 这样是最合适的 王露目光一下子落在深潭上 似乎感受到什么 朝上方看去 目光落在 那把桃木剑后 又看向更远 哪怕是深夜 他依旧看到了最顶上的石梁龙头 得到答案后 王露点点头 这里的确是古籍上记载的 镇压师祖之地 银沟 他转头看向夜想继续说道 尸祖是杀身入魔 无法被消灭掉 除非找到当初 把他们变成杀身的那个人 获得解魔文字 否则只能选择镇压封印 解魔文字找不到了吗 凌峰不由问道 王露摇摇头 不出意外的话 这四位尸祖 都分别将自己变成杀身的儒家先生给杀了 而且都过去那么多年 前人早已逝去 除了尸祖自己 没人知道解魔文字 不过问题不算大 将封印加固就好 主要是上面的龙头箱 暂时还不能断 说到这里 王露抬起手 一只毛笔落入手中 在空中写下一串古文后 散发纯粹的浩然正气 落入深潭周围 夜想这才注意到 深潭周围竟然有六块很小的碑文 浩然正气落在碑文上 上面近乎模糊的文字 一下子变得清晰不少 甲 天 惊 价 人 手 震 整个深潭翻腾起来 很是奇异 碑文表面的灰壳陡然裂开 露出温润白玉 很明显是儒家仙人的手笔 相当用心 重新加固古文玉碑中的浩然正气后 王露趁机细细感受着整个深潭封印 眉头顿时紧皱而起 两久 才睁开眼睛 常常叹气 道门的确更为用心 在这深潭中布置了阵法与真言 还利用了地势龙气 可惜了 此地被天变压圣 道阵激进残破 真言不显 地势龙气更是香火断绝 王露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是抬起头看向夜想 九转天师才能蓄道门传承 但这天变这一关 又该怎么过 很多事情 往往认真一想 总会给人无从下手 夜想听明白了 只要保证顶上的龙头香香火不断 然后让深潭中的阵法恢复 再让真言显露出来 这镇压师祖的封印 就可以完美修复 但阵法自己 最少需要四转才行 而且还不能确定 自己领悟了阵道 就能修复这封印阵法 能封印师祖的道阵 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道阵 不过前段时间 借用阴阳家传承和道藏经文 他领悟了九字真言 或许可以让这里的真言恢复 夜想目光落在深潭中 转头看向王陆老先生问道 道门九字真言是在下面吗 嗯 入水后在水底 就能看到九块沉重石碑 被锁链连在一起 好 我知道了 夜想点点头 直接捏起道法避水绝 只见身上浮现出 薄薄一层淡蓝色水纹 在覆盖全身后 没有一丝犹豫 整个人直接走入深潭中 一入深潭池水 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冰凉 哪怕有着避水绝附身 依旧觉得寒冷刺骨 要不是人先驱体魄 常人进入这深潭中 不出半分钟 就会全身失去知觉 深潭池水还算清澈 但很深 入目下去 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夜想手中捏起法绝 身上顿时涌现金光皱 想将四周照得清澈些 视线清晰后 顿时感觉到 水底涌现一丝丝磨气 在四处游荡 深潭旁 在夜想下水后 庄楚与王露放心不下 也一同走上前要入水 凌峰刚要跟上来时 庄楚转头看向他道 你留在岸上 一个小时后 我们要是没上来 立即离开 凌峰神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但还是点点头 王露和庄楚身上 同时散发出浩然正气 跳入深潭中 两人一入水 就看到远远的 一抹熟悉金光 正是夜想 大概深入五六十米后 夜想看到了一块 又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用粗状的锁链接在一起 正好是九块 每个石头上都被厚厚的苔藓覆盖 浓郁的磨气盘绕 让上面的九字针颜蒙沉 夜想低头看了一眼下面 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 宛如古墓一样的东西 就在深潭底部 他自然不会傻得贸然下去 震闻破损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师祖估计是实力缺失严重 一直没机会恢复 才没办法出来 他见过庄楚的样子 知道杀身一直不杀的话 实力会退步很快 可一旦开始吞噬 很快就能恢复到巅峰时期 尤其是还杀不死 难怪只能封印镇压 夜想抬起手 金光化作一把铲子 咔嚓一声 直接将大石头身上的绿苔 和厚厚磨气全部铲除 庄楚和王露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将其余大石头清理干净 绿苔很好解决 但厚重磨气就像是油污一样 附在大石头上面 铲开后又弥漫过来 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下面的师祖 有意为之 看到这一幕 夜想悬浮在水中 眉心浮现到新意境 欲试不绝 念尽天地神咒 刹那间 一圈圈金光扩散 宛如连衣扫荡整个神坛 光环明亮无比 哪怕是站在神坛上方的凌峰 也清晰看到 一圈圈金光游荡开来 看到这一幕 凌峰知道 是夜想在出手 就连古院里的死亡志气都能净化 这神坛中的魔气 肯定没多大问题 随着一层层金光冲刷下 九块大石头身上的厚重魔气 在迅速瓦解 眨眼间就被清理一空 将九块石碑恢复原貌 清台下 已经可以隐约看出 上面刻画的字体 正是道门九字真言 夜想睁开眼睛 双手施展太极拳 阴阳两镜在手中凝聚一团太极水球 看到这一幕 王露忍不住点点头 不愧是末代天师 年纪轻轻 太极已入宗师之境 碰 水团冲开 将九块大石头上的清台 全部冲刷得干干净净净 气净与水粒完美融合 比先前用铲子清理不要太方便 不过灵力消耗不少 差点连避水绝道法都稳不住 看着九块干干净净的石碑 上面的字体也清晰出现在眼中 正是九字真言 灵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深潭底下还有阵法 但目前肯定没办法修复 但将九字真言重新恢复 问题还是不大 夜想闭上眼睛 丹田内紫金丹 开始加大吞噬王座血灵的能量 恢复灵力 王露和庄楚帮夜想护法 目光一直注视着下方古墓 眼眸深邃 尤其是庄楚 能清晰感知到 下面是与自己同类的存在 只是自己入魔成君 将所有杀翼魔器封印在血剑中 而对方是彻底与杀翼融合一体 成为师祖 两者走出的道路不一样 但熟胜熟强 目前来看 其实是下面那一位 自己修行时间还短 虽然转职成君子 但等级只是七十级 面对师祖 最起码也需要九转才能对付 但想要彻底斩杀师祖 或许只有成为圣人 才有资格将其斩杀 恢复灵力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捏起道门九字真言的法觉 灵 叶翔的灵力瞬间激活灵字石碑 顿时浓郁的稻气扩散开来 镇压底下的石木 叶翔手中法觉一变 冰 灵字碑旁的冰字碑也散发出光芒 显然激活成功 深潭中的稻气顿时倍增 叶翔甚至能从这些石碑中 感受到前人留下的九字真言感悟 就宛如传承一样 映入脑海中 加深叶翔对道门九字真言的理解 斗 者 阶 阵 第六个镇字碑激活的一瞬间 深潭地底的石木周围 陡然显露一丝玄傲的镇纹痕迹 仅仅只是一瞬间 但石木里的存在 仿佛陡然被惊醒 似乎意识到风印在恢复 恐怖的魔器铺天盖地涌现 主要目标赫然是叶翔 魔器化作一条暗红色蟒蛇 凶狠无比 叶翔却一脸平静 由楚队和王露先生 还真不用担心 看起来凶狠无比的蟒蛇冲上来 仅仅只是一瞬间 装出手中的血剑出鞘 一剑刺穿蟒蛇的脑袋 冲天杀意撕裂开来 直接将蟒蛇切开两半 消散开来 潭水一下子变得汹涌浑浊起来 在岸上的凌峰 看到这一幕 也意识到下面肯定出现了问题 不由有些担忧 列字石碑前 叶翔青袍上覆盖碧水纹 手中法诀转化成列字绝 再次提升 深潭地底的石墓反应更大了 连续好几条魔蛇汹涌而出 但都被庄楚和王露斩杀 丝毫威胁不到叶翔 叶翔很平静地 将剩余两块石碑激活后 九字真言顿时散发出浓郁道气 一束青光从潭水中冲天气 落在龙头香后 那头龙恍若化作青龙 在武当山上空环绕一圈后 便急速冲下来 这一幕 林峰都看呆了 他没有想到 百年前的盗门 还没开启转直的时候 原来就这么强大 这道门最少是数百年前的布置 竟然还有如此气象 然而 林峰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天变 配合地势天象 这头青龙会更加栩栩如生且强大 青龙道气从天而降 目标却不是深潭池底 而是叶翔 叶翔都没反应过来 这青龙道气就落在他身上 哪怕是庄楚和王露先生 看到这一幕 都愣住了 下一刻 叶翔的长发散开 身上的紫袍涌现 但仅仅只是一瞬间 紫袍化作深青色 在叶翔体内 一条青龙道气围绕着紫荆丹 似乎在请求着什么 紫荆丹沉默片刻后 微微一震 似乎是同意了 青龙道气二话不说 直接冲了上去 张嘴一口将紫荆丹吞下 刹那间 叶翔就感觉一道青龙道气入主神魂中 一道苍老的语气在他脑海中响起 天师 无乃龙头像的一缕青龙意识 此师祖银沟 无法再封印许久 借天师身体一用 不可或害 不可不除 叶翔明白过来 点点头 在心底说道 前辈请便 说完 他放开心神 任由这位青龙意识控制自己的身体 他相信百年前到门的前辈 也相信这位青龙意识 毕竟甘愿在龙头像中 镇压这师祖银沟多年 无怨无悔 光这意识就足够敬佩 得到叶翔同意后 神魂深处的青龙意识欣慰点点头 目光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天师系统 心神却不由敬畏 天师传承再现 但这百年天变的天师传承 竟然将历代所有天师都容纳一起 这少年 前途绝对不可限量 自己就算教他青龙神体 也没什么事情 下一刻 叶翔缓缓睁开眼睛 眼眸瞬间化作青色树桐 沧桑霸气的恐怖气势 陡然席卷而起 一身境界更是暴涨起飞 眨眼便突破了九转之境 看到这一幕 王露脸色一变 怒喝道 何方妖念 竟敢夺射 他不得不震怒 完全没想到 这种事情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 王露刚要动手 青龙睁开眼睛 看着他说道 儒家 无奈武当护法 青龙 借用天师身体 将尸祖阴沟彻底镇压 时间有限 他没有跟王露多做解释 抬起手 身上的青龙道义 化作一柄青龙长刀 整个人顿时朝下面冲去 速度很快 夜想的神魂并没有被压制 身上的一切改变他 都能感受到 这种感觉很奇怪 体内强大的青龙道义 仿佛一山倒海 只是一念之间 许多青龙传承法诀 印入脑海中 但其中最强大的 便是青龙体 战力无双 很是强大 跟陈万言的战龙法师 鹿子有些相似 但跟人仙区相比 差了不少 夜想摸了摸下巴 感觉自己的眼光 的确高了不少 青龙体都瞧不上了 手中青龙长刀用力一斩 配合上方九字真言的加持 古墓轰然炸开 下一刻 一道披头散发的血红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仅仅只是一眼 就恍若魔头源头 血腥道令人反偶惊惊惧 正是尸祖赢勾 只不过他浑身 被锁链捆绑着 道门九字真言将其压胜 抬起手 一双血眸獠牙 死死注视着青龙 其力沙哑的声音嘲讽道 你个老家伙 真是死不足惜 青龙没有回应 只是将青龙长刀刺入其体内 手中法觉飞快捏起 长刀化作青龙勇其体内 龙爪 龙头 龙身 分别固定尸祖银沟的大窍穴位 此青龙印 在镇里二十年足矣 二十年 就算是百年又如何 人足天变 道门弃绝 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二十年后 何人还能足我 银沟无比嘲讽 百年前 天变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外面一切都变了 叶晓默默地看着银沟 根据古籍记载 银沟没有成为尸祖前 是传闻守卫黄泉明海的神女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杀身入魔 成为了尸祖银沟 但毕竟传闻是传闻 古人也有很多夸张记载 毕竟哪里有所谓的黄泉明海 根据道藏记载的方位 其实多半是死海 银沟似乎发现了什么 眉头一皱 死死盯着青龙 你不是青龙 你究竟是谁 青龙嘴角一翘 二十年时间 也足够到门重新崛起 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还没认出来吗 关了你千年 眼神变得那么差了 伴随着手中最后一道法掘落下 周围坛地的几块大石头 全部漂浮起来 轰动一声 全部落在尸祖银沟身上 做完这一切后 叶祥陡然发现自己 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了 脑海中 青龙意识变得无比虚弱 他开口道 护法青龙 谢过天师 唯有医院 请求天师 倘若将来能寻到雀 告诉他一声 劳子跟白娇没有一点关系 话音一落 青龙意识便化作一缕青烟 离开叶祥体内 从深潭离开 重回悬崖顶上的石梁龙头中 叶祥一脸怪异 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八卦 雀儿 朱雀吗 白娇又是谁 叶祥身上的青龙长袍消散 紫袍恢复正常 但体会过一次强大的力量后 对他来说 还是受益匪浅 刚要转身离开 眼前的青龙石盘中 陡然传来银沟的声音 你真是天师 话音一落 一个模糊的身影 出现在青龙石盘上 清秀面旁 苗将的打扮 血眸平静的双眼 好奇地打量叶祥 叶祥顿时如临大敌 警惕地看着他 看到他这样子 银沟撇撇嘴 没看到 我都被封印了吗 你害怕个鬼啊 哦 也是 我现在 跟鬼也没什么区别 王露和庄楚走了下来 看到叶祥恢复正常后 不由松口气 随后 看向银沟说道 这里的道阵虽然破损了 但你也只能用这种 疑神疑鬼的手段 吓唬不了谁 谁说我要吓人 小子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天师 银沟一点不把王露 放在眼里 身为圣人杀身 他对儒家的底细 很是了解 他紧紧盯着叶祥 再次问道 庄楚皱起眉头 忽在叶祥身前 我说你们两个 要不要弄个烦 烦死了 走开行不行 我跟小帅哥说两句话 我还能做啥子吗 银沟没好气说完 直接从石墨上跳下来 满眼好奇地看着叶祥 还真是天师啊 泽泽 这么年轻就那么厉害 不得了不得了 难怪那个老龙说 封印我二十年也够了 此时面前的银沟 只是一个幻想 没有丝毫战斗能力 但光凭这为妙为翘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银沟的血幻术 究竟有多厉害 这样吧 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银沟看着叶祥问道 一双血眸无比灵动 小友 别受他蛊惑 他是失足 王露提醒道 叶祥点点头 他当然没那么傻 会相信眼前 这个俏丽女人的模样 先前那血眸弥漫的一幕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简直可怕 庄楚没有说话 他知道叶祥的性格 有着完全不匹配 同龄的稳重和毅力 只是外表上看起来 总是有一些懒散气质 叶祥静静静地看着银沟 眉心显露道义印记 一双眼眸随即化作神性金铜 看到这双眼睛 哪怕身为师祖的银沟 也不由心里一颤 这小子 果真是道门天师 真是令人又惊又喜啊 什么交易 叶祥无比默然地问道 先说好 我不会放了你 这个念头你打消就是了 这一刻 银沟感觉自己 面对的不是一个少年 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师 真是的 没有刚才那么可爱了 不谈交易了 莫的意思吗 看着那双眼睛 银沟有些心虚的样子 直接消散在原地 只是下一刻 又重新出现 在他手中 出现了一枚血色玉佩 丢给叶祥 现在道门断绝 就算你是天师 也没有护道人保护你吧 这个血佩 是我年轻时候练制的 有我三道神魂印记 可以救你三次 啊 你会这么好心 王禄一脸冷漠地 看着银沟说道 四大师祖 在古籍上 哪个不是造成 血海杀戮的存在 这血佩 肯定不是对方 说得那么简单 你个老儒生闭嘴 你以为我想当师祖吗 那都是你们儒家骗我的 说什么 可以让我恢复过来 你们都是骗子 大骗子 银沟看着王禄 其实一直压着一口气 此时就像是忍不住了 对着王禄破口大骂起来 王禄听到这句话 不由一愣 所以被骂得狗血淋头 也没有回嘴 毕竟师祖 银沟是最为神秘的存在 前身被封为神女 怎么成为师祖的他 并没有详细记载 但突然间 银沟像是 发现了什么 疑惑地看着夜想 眉头微皱 你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他突然来到夜想身前 拍了他一下额头 一朵彼岸花的虚影 浮现身前 但眨眼消散 师祖银沟眼睛一亮 像是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很感兴趣 泽泽 这是什么手段 好奇怪 从未见过 有点意思啊 外面变成什么样子了 居然有人做到这般手段 夜想本来不以为意 但再次看到彼岸花时 顿时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果然 自己身体里 肯定藏着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他开口问道 你想知道 不告诉你 银沟嘴角泛起笑意 很是得意的样子 夜想看了一眼 手中的玉佩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我可以答应你这笔交易 就我三次后 就是放你从这里出来是吗 银沟伸了个懒腰 我改主意了 希希 哎呀 一想到到门天师 将来有可能成为傀儡一般 我就真有些期待呢 听到这句话 王鹿和庄楚两人 脸色同时一变 夜想眉头也不由皱起 他无法理解 自己明明用金光皱 检查过全身 就连近天地神皱 也是通过体内散发金光 按理来说 不可能有什么脏东西 在身上 王座血灵在丹田里 都被紫金丹镇压着 那魅魔皇族 究竟有的什么法子 王鹿这时候转过身 毫不犹豫抬起手 用毛笔写出浩然正气 盘绕夜想周身 但同样也没发现什么 然而夜想却一脸平静 直接转身离开 爱说不说 不说拉倒 看到夜想这洒脱性子 王鹿不由一笑 也是 有什么好怕的 哎 银沟看到三人 真就打算离开 顿时郁闷的嘟气嘴 但脸上随即泛起神秘的笑容 哎呀 果然是艺术啊 那这天变 就是当年那些家伙搞的鬼了 那我岂不是还要跟那些家伙 我说一声谢谢 他坐在青龙石墨上 抬头看着神坛上面 透过九大真言石碑 一双血眸 仿佛能看到天际一般 轻声唱起一首远古乌摇 与此同时 夜想刚离开神坛 脑海中就出现了赢多的声音 交易继续 至于报酬吗 我还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了 听到这句话 夜想看了一眼手中的雪佩 就随手丢给了辅助智能 不管怎么说 这次武当山一行 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隐患 而且还学习到 可以直指道义的传阳剑 青龙传承也算不错 虽然最强的青龙体 对自己来说有些鸡肋 但其他一些青龙术法 仔细琢磨琢磨也不错 回去慢慢研究 凌峰看到三人出现 不由松口气 如果放在先前 一个小小深坛 能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他是一点都不相信 下面 真是师祖迎勾 凌峰忍不住好奇问道 夜想眉心印记消散 点点头 嗯 还是你喜欢的类型 啊 凌峰一脸疑惑 那我们先离开了 荆州那边需要人看着 庄楚看着夜想和凌峰说道 转直成君子后 庄楚气质和以前相比 变得儒雅许多 但至少是往好的一面发展 简单叮嘱两句后 便坐上直升机 直接离开 看着已经飞远的直升机 凌峰又回头看了一眼神坛 有些疑惑道 我有说过 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吗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夜想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个问题 盛庆怕是不少人都很感兴趣 凌峰也没藏着掖着 抬起手 一朵灰色的时光花纹 在他手中绽放 时间是永恒神秘的 你觉得 我会浪费时间 浪费在感情上 夜想竖起大拇指 真棒棒 夜想两人下山时 又回头看了一眼武当山 眼眸微动 不知道龙虎山 是不是也是如此 传闻百年前的天师府 便在那里 但后来整个道观 都消失不见了 不过 现在想这些对自己来说 还是太早了 说到底 实力等级还太低 去八郡战场吗 夜想转头 看凌峰问道 为什么不去呢 我好歹 也不是预备成员了呀 肯定是因为你的原因 把胃矿了 凌峰有些无奈道 夜想转头 看了一眼宁川方向 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 跟又微和伯母说一声 过年回来 又微看到消息时 不由一愣 不过也没有没有多想 毕竟夜哥的现在一闭关 就是七天半个月的 怎么去 不会坐车去吧 凌峰问道 隔着不远 要不然我拽着你飞过去 夜想说道 毕竟八郡本身 就挨着云梦泽不远 距离前线也就几百公里 凌峰一头黑线 算了 直接跟指挥官说吧 找个专机 他一个法师 折腾不起飞了那么久 联系指挥官后 凌峰看着周景问道 我和夜想申请前往八郡前线 周景无奈一笑 这两家伙 进入斩杀队后 聪明不少啊 行 我联系一下天王罗景 同意的话 我让专机过来 挂掉通讯后 没过多久 周景又重新联系两人 好了 坐标定位这里对吧 斩杀队现在正在执行任务 这边就先把你们送到前线 再连接频道 嗯 可以 凌峰点点头 他看了一眼通讯器 果然 平时热闹的斩杀队频道 这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感情是把他们两个屏蔽了 很快 几十分钟后 一架武装直升机 落在两人面前 夜想拽着凌峰御峰而起 坐稳后 驾驶员也没有废话 升空就直接朝着八郡前线飞过去 夜想看着武当山那深潭 突然有一种奇怪的契机牵引 室内柄桃木剑 好像一个念头 就能感受到他 认主了 夜想有些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想 毕竟桃木剑还需要镇压 深潭的施祖银沟 尽管青龙前辈 加了一道青龙印 但多一把桃木剑也稳妥一些 半个小时后 两人来到八郡前线 直接降落下来 夜想和凌峰走下直升机 看着远处寂静的搅鬼 一族领域 八郡和荆州完全不同 作为曾经滑下最为热闹的城市之一 哪怕过去百年 依旧能看到许多建筑废墟和痕迹 这些作为曾经人族生存过的痕迹 可以清晰看见 搅鬼一族和童眼一族一样 被分为大大小小的部落群居 智慧很高 不比人类差多少 甚至更为残暴善战 云梦泽和宁川一样 城门外 长久禁闭 不敢轻易深入异寿领域 就更不要说进入八郡了 搅鬼一族还是很好分辨 红色肌肤 不穿衣物 浑身不满与肤色 相同的红色纹络 其额头上有一根红脚 叶翔斩杀过搅鬼一族 所以并不陌生 两人直接进入八郡后 通讯器里身为斩杀队成员 自动连接了前线频道 一条条数据出现在面前 全是各种指令在刷新 C1区西北450米 观测到一头65级搅鬼王 A2区正南300米 废弃百达广场上 有800数量的搅鬼部落群 B1区东南200 有一头70级双脚穴鬼王 叶翔点开八郡虚拟作战图 和当初荆州一样 将整个地域分别划分成战区 只不过因为八郡地势复杂 显然划分的要更加细致 跟荆州差不多大 总共8万多平方公里 结果竟然整整划分了12个战区 分别以ABCDF划分 每个战区细致划分为三个等级 最危险的为一级 威胁最小的为三级 当然如此细致 并不仅仅因为地势原因 也因为剿鬼一族的强大战力 一旦不及时结束战斗 被包围的话 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和之前一样 现在斩杀队配合腾蛇部队在摸底 将前线三个战区摸清楚 然后后续布置战术 以最优方式找到进攻点 不过这些都是后方指挥官需要忙活的 斩杀队只需要执行指令 斩杀高等级一族就足够了 叶翔和凌峰加入频道后 斩杀队原本热闹的频道 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 过了好久 还是合了打破了杠杆 哎呀 两位学弟 真巧呀 你们也来巴郡了 嗯 的确很巧 叶翔一脸平淡的点点头 来就来吧 凌峰前往C3区 配合宁远眉 解决掉52级的脚鬼王 叶翔前往B1区 辅助斩首70级血鬼王 莫修开口说道 很快就布置好斩首战术 并且还听到了他在开枪的声音 显然在一边战斗 一边注意着全员动态 没有一点错误 毫无疑问 以莫修的能力 哪怕不进斩杀队 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看过战区布置图后 叶翔点点头 没有一点犹豫 身上涌出金光的一瞬间 刺拉一声 化作雷法附身 迅速前往B1战区 此时邻军 莫修 蒋官与银子叶四人 也都朝着B1战区 那头70级血鬼王的位置 赶去 天王罗景凌空在上空 看着几人的身影 本来这个任务他打算来的 但莫修要求先配合试试 70级血鬼王 身为王牌斩杀队成员 就是要不停突破自身极限 就在这时 目光中 一道刺眼的雷光 在半空中正 急速飞来 速度快速无比 罗景一头黑线 没好气喊道 夜想 这是摸底 不是进攻 你低调一点 隐藏身形 话音一落 那道雷光身影 顿时消失不见 显然是使用了隐秘道法 但身影消失了 雷光还在 不少脚鬼一族 茫然地看着上空 很是疑惑 什么时候闪电 变成雷球状了 修一下 就消失在视线中 夜想看着任务坐标 眼前就要 直接冲上去时 莫修下的连忙 开启雷达 显示挤人的位置 夜想 别冲过头了 我们还没到 在A3区的李晴 听到莫修这句话 嘴角不由一抽 立马回想起 当初夜想 直接朝五十级 骤眼往脸上冲上去 夜想停了下来 雷光消失间 也看到了莫修和林军他们 身形直接隐秘在树木中 先按照模拟 对抗古骸王座的方式来 四人赶了过来 哪怕夜想是隐身状态 影子夜 依旧能轻易 感知到他的位置 一张圣碑塔罗牌 落在他的头上 洒下星芒光辉 不远处 一头七十级血鬼王 似乎感受到了些许不对劲 正一步步 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准备战斗 莫修开口说道 林军和蒋官两人 迅速朝左右方分开 肉眼近乎看不见的丝线 在空中胡乱缭绕着 宛如陷阱 等着血鬼王落进去 但毕竟是七十级的血鬼王 警惕心和反应能力 不是一般的强 哪怕迎面看着日落余晖 这些丝线还是被他发现了 缓缓停下脚步 皱起眉头 华夏人族 碰 回应他的是一颗强大的灵枪子弹 直指他的眉心 伴随着枪声响起那一刻 丝线速速缠绕在血鬼王身上 随后两道一大一小的剑气贯穿出 分别朝血鬼王的脖梗 和头上蟹脚斩去 林军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夜想 这小子真学见了 有点东西吗 此时叶祥手持一柄金光凝聚的长剑 静静地看着战场上的变化 血鬼王身上的丝线同时收紧 束缚其站在原地 然而就在这么一瞬间 这血鬼王头上两个脚 同时散发出血盲 身上陡然长出层次分明的能量铠甲 显得无比猙獰 这熟悉的铠甲 斩杀队等人脸色一变 果然 脚鬼一族进化的血鬼术 就是在模仿华夏人族 甚至可以说是针对 荆州战场上的信息干扰 现在又类似于附魔甲和森罗机械铠甲的血鬼术 简直学得一模一样 强大的能量铠甲 直接将两道剑气挡下 灵灯子弹贯穿铠甲头盔 扑斥一声 血肉飞溅 这头七十级血鬼王顿时愤怒起来 浑身肌肉膨胀 用力一拽丝线 讲官剑状连忙松手 特殊的能量丝线在血鬼王手中 虽然坚韧 但也架不住那可怕力量 瞬间将所有丝线扯断 迈动脚步 直接朝最角落的位置冲上去 那个位置 正是讲官 在血鬼王冲上来的那一刻 讲官就反应过来 连忙后退 但血鬼王抬起手 一柄长刀落在手中 身形速度陡然暴涨 眨眼就来到讲官面前 一刀狠狠落下 讲官瞳孔一缩 这里不是虚境剑 这一刀落下 会死 扑痴 一刀斩断讲官的身躯 拦腰一斩 但破碎的 却是模样相近的人偶 脸上的笑容很是呆滞嘲讽 陡然炸开 爆发出无数丝线 宛如飓风围绕着血鬼王 疯狂搅动缠绕 疯狂缠绕间 血鬼王变成白勇固定在原地 讲官的身影 则是出现在墨修身边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差点没来得及换身位 手中丝线用力一拉 白勇炸裂 倘若是五十级的脚鬼王 毫无疑问 会被这五转葬杀技能秒杀 但对于七十级的血鬼王来说 无疑是在刮杀 锋利的丝线 在血鬼王铠甲上 留下无数密密麻麻的刮痕 愣是没破防 看到这一幕 讲官连连摇头 打标打不了 有挂 莫修微微点头 开始凝聚第二发子弹 右眼散发出深蓝色魔纹星点 刺转技能 窥视之眼 可以轻易看穿防御破绽 等级限制 二十级以内 一瞬间 他看到了这头七十级血鬼王身上两个破绽 除了先前贯穿眼镜的盔甲缺口 还有一个位置在对方 当下 没有丝毫犹豫 瞄准 聚能 扣动扳机 碰 血鬼王下面顿时爆出一团泄化 这突然一幕 邻军和讲官 包括叶响 都忍不住一颤 莫对这一枪 也太狠了 影子叶反应不慢 抬手丢出一张死神塔罗牌 将伤害附加到最大 血鬼王超过他十级多一点 对于高等级来说 能弹出两个负面光环就不错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莫修这一枪太狠的原因 竟然直接触发了好几个负面光环 闪烁附加 流血不停 愈合减慢 重击光环 暴击光环 感染扩大 整整五个负面光环 哪怕一向安静的影子叶 也忍不住小嘴微张 邻军找准机会 急到剑一让日落余晖都压制的一案 身随剑影 消失在原地 只能看见一道剑光 穿过血鬼王的眼睛 斩下一半脑袋 然而剑柄刚穿过一半 就被血鬼王一把抓住眼眶的剑身 愤怒血红的眼睛 死死注视着凌风 张开满是尖牙的嘴巴 令人心悸的血团能量 在疯狂聚集 空间在这一刻 都变得扭曲起来 跑 看到这血鬼王专属的技能 莫修脸色一变 立马大声喊道 下一刻 血暴炸开 轰动一声 可怕的能量波动 将邻军笼罩 并且将周围一切 也全部摧毁破碎 一个身影从上空出现 邻军满脸狼狈 喷出一口鲜血 有些心有余悸的 看着下面血包范围 不愧是七十级血鬼王啊 差一点就栽进去了 叶想抬手 一根金光绳索 拽住邻军 往自己这边一转 天空上的天王罗景 看着这一幕 微微皱眉 对几人的表现 并不是很满意 莫修士六十级 邻军五十九级 蒋官五十五级 嬴子叶五十八级 失去装处后 对付一头七十级血鬼王 比以前吃力太多 叶想 害怕吗 这里可不是虚境界 会死的 这时 通讯器里传来莫修的声音 听到这句话 叶想点点头 嗯 我知道 那试试之前 再虚境界的战术吧 莫修轻声说道 话音一落 刺拉一声 绚烂雷光就浮现在叶想身上 附魔衣子袍 在覆盖青山的那一刻 整个人已经化作雷光 朝血鬼王冲去 小心一些 他反应很快 极箭也能抓住 邻军在树上喷出一口鲜血 开口说道 他只抓住一半 说到底 还是没反应过来 莫修冷静道 叶想的雷法速度 虽然不如邻军使用 极箭的一瞬间速度 但也慢不了多少 血鬼王双眸注视着雷光靠近 微微促起眉头 人族的雷法法师 不是最少五世纪吗 这小子 怎么才三十八级 叶想笔直冲向血鬼王 速度极快 在他手中 那没先前刚得到手的血色玉佩 已经紧握手中 打算试一试传说中 师祖迎勾的厉害 也看看那家伙是不是骗自己 真能救自己一命 反正有三次机会 先浪费一次再说 而看着雷光靠近 血鬼王头上 双脚再次一红 奇异的力量扩散 脚下地面 顿时变得跟开水一样 沸腾起来 下一刻 一头庞大的血色怪物冲出来 宛如藏骜般 张开血盆大口 等着雷光靠近 叶想有些诧异 这血鬼王还会控制召唤兽 没有躲开 直接冲进血盆大口 然后浑身雷光陡然炸开 藏骜怪物刚吞进去 就狂甩舌头吐出来 什么东西 扎嘴 叶想主动显露身影 眉心散发道意 正是知行合一 不用捏法绝和念咒 一念起 身体便预风飞起 抬手便是三十六张剑符 悬浮在周身 在瞬间化作雷剑 齐刷刷刺穿身下 藏骜异兽的身躯 血鬼王举起血刀 已经冲到叶想身前 跟之前斩杀讲官的人偶一样 简单迅猛的一刀 没有一丝多余动作 砰 零枪子弹打在血刀上 血刀断裂 叶想抬起手 直接丢出血液 啪一声 玉佩砸在血鬼王身上 竟然直接破损成脊笆 掉落在地上 毫无反应 这突然的一幕 让大家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 什么鬼 叶想嘴角一抽 就知道那十足银勾不靠谱 居然是骗人的 刚要转身逃跑 就看到银勾出现在他身后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血鬼王 哦哟 这玩意看起来好凶哦 他叫啥子 银勾看着叶想问道 一双血眸无比平静 压根没将血鬼王看在眼里 反而饶有兴趣 看了一眼天空上的罗瑾 哎呀哎呀 好帅的大叔 你浪费一次机会 就喊我对付这种货色 你是看不起我 还是看不起你自己 尸祖银勾就像是个话牢一样 一出场 就蹦打蹦打说个不停 血鬼王见着尸祖银勾 感受到那女人身躯隐藏的恐怖力量后 意识到不对劲 刚要转身就跑 一柄战脊从上空直坠下来 挡住血鬼王的去路 眼眸深邃的看着尸祖银勾 仅视眼 他大概猜测到什么 只是有些不敢相信 一时之间 反而是血鬼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你看的啥子 我晓得我很好看 但我看不上你 察觉到天王罗瑾 一直盯着他看 银勾对着天王罗瑾 吐了吐舌头 没好气说道 话音一落 他抬起手 血海鸣合的天地一向浮现 从鸣海中伸出一只血手 轻而易举将血鬼王抓住 扑斥一声 将其捏爆 做完这一切后 吃掉 银勾舔了舔嘴唇 转头看向叶祥 开口道 怎么样 现在晓得我不是骗你的腮 哼哼 你已经浪费了一次机会了 说完 在众人眼中 直接消散开来 那破碎的血液 又完好无缺的玉盒 悬浮在空中 落在叶祥手中 莫修推了推眼镜 刚才发生的一幕 他也有些理解不了 罗瑾疑惑的看着叶祥 刚才那是 师祖 叶祥点点头 嗯 银勾 他看着手里的血沛 眼眸微动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交易 罗瑾微微皱眉 在他看来 师祖这般存在 跟异族王座没什么区别 极其危险 他并不希望叶祥会与这类牵扯到 看了一眼叶祥的血雨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师祖传闻 是道门与儒家联合镇压封印的 叶祥如今是天师 他并不会干涉他什么 无论如何 没有完全把握 不要把师祖放出来 敌人已经够多了 嗯 叶祥点点头 他自然清楚 师祖应勾不是庄楚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正常 但真控制不住杀一时 那才是真正的魔头 好了 去下一个地方 墨修开口说道 新的指令已经下来 并没有太多时间给众人闲聊 搅鬼王座虽然被杀 但搅鬼异族的高端战力并不少 天王罗瑾微微皱眉 想要短时间内将八郡拿下来 光靠王牌部队还是很吃力 让体系内的将校军官出手 不将八郡拿下来 荆州在战略位置上 始终有些困难 南下有蛇杀一族 西南有童眼一族 上面便是八郡的搅鬼一族 打下来就不容易 守护起来更难 资源已经消耗很多了 更不要说 无时无刻有前线战士在牺牲 其中主要还是八郡的搅鬼一族 在搞事情 将八郡打下来 荆州压力就会小很多 B2区 叶祥和先前一样 化作雷光 吸引一头68级搅鬼王的注意 就是单纯以移动速度和雷法地赋 让其顾不上其余人 邻军宇默休 趁机将对方的红角打掉 失去血鬼术后 这头角鬼王实力大减 邻军一箭将其斩杀 夜幕彻底降临后 后方指挥部下达撤退指令 王牌斩杀队与王牌腾蛇队 同时撤离八郡 返回荆州边缘的一处临时基地中 大后方指挥室里 通过前线今天的数据整合 所有指挥官都忍不住皱起眉头 意识到不对 高等战力数量会不会太多了 搅鬼一族占据整个西北 却在八郡布置了那么多高等级血鬼王 就光这几天探索下来 已经不下于二十头 更别说还有隐藏 甚至是没调查出来的目标 周景双眼飞快地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搅鬼王座已证实被斩杀 按常理来说 应该会跟得骨骸一族一样 将核心力量保留 等待王座再次出现才对 然而现在却是这种场景 这肯定哪里不对 沉默片刻后 周景连接罗景的通讯说道 天王要将八郡快速拿下来 只有出洞将校他们才行 荆州挨着八郡边界处 临时基地里 几人都受伤不清 邻军虽然没有被血爆炸到 但还是被波及了 内脏出血 不及时治疗 哪怕体内斗气撑着 也容易脱到重伤 不过庆幸的是 这次无论是斩杀队 还是腾蛇部队 都没有人员牺牲 就将前面几个战区底细摸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后方指挥官的决策 决定这一仗应该怎么打 颖子叶将几人都治疗好后 微微松口气 问题都不大 一两天就能恢复了 叶响 你先前那个可怕女人 是怎么一回事 真是施祖 邻军抬起头 看着叶响问道 嗯 叶响点点头 原来施祖长得这么好看 邻军不由摸了摸下吧 叶响一脸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要是他见过入魔后的银沟 那血海滔天的魔气 肯定不会这么想了 简直不比当初 庄储差多少了 这时 天王罗锦走了进来 神情平静道 这次是长期任务 配合青龙部队 藤蛇部队 一点点分别将八郡十二个战区打掉 众人一愣 随即点点头 表示明白 看来今年是回不去过年了 风元微微叹气 我妈还说 年底给我香得轻呢 说那姑娘挺好的 长得白白净净 我都有些惦记了 话音一落 冰冷的沙翼龙罩在他身上 李琴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哈 我开个玩笑 风元连忙改口 他当初在频道里 也算是表白了一次 但下一步 真就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 两人这一幕 看得邻军连连摇头 真是活该单身 深夜 所有人都准备休息 夜想随便找了一间休息室 开始冥想 烙印人先闻 这人先驱第三层 第三遍的进度 已经接近尾声 只剩下小长 三脚两个部位 尽快突破到四十级 自己四转阵道后 实力应该能跟上斩杀队的正常任务了 现在的自己 几乎都是靠着强大雷法 在支援和攻击 或者是用俘虏打打辅助 但这次目标不是骨骸一族 也不是童眼一族 而是脚轨 光靠雷法和金光 并没有克制作用 脚轨的战斗能力非常强 在配合不同的血鬼术 对于夜想来说 失去了以往的优势 还不如用剑斩杀对方 斩掉红角和脑袋就行 想到这里 夜想眼眸微动 看着辅助智能说道 我需要一把智识长剑 辅助智能文言开口说道 一位你准备好 将在明日送达 夜想虽然加入 斩杀队也有一段时间了 斗石也很少用到武器 所以并没有主动给他提供武器装备 不过毕竟身为道士 战神恒青亲自从家里拿出一把古剑 就是给夜想准备的 他如果需要 就将那柄古剑送给他就行了 当初他也送给了林军一把古剑 那把古剑断裂后 到现在还没有完美修复好 需要不少时间 林军也不舍得重新找一把剑 就一直将就长剑使用 虽然如今的锻造方式 锻造出来的制式长剑 跟古剑相比 相差并不大 但主要是古剑里的那种剑运 是制式长剑所没有的 用了那么多年 林军也习惯了 不用那把剑 感觉自己的实力 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得到辅助智能的回应后 夜想点点头 继续修炼 时间一点点流逝 天刚蒙蒙亮 寒气已经席卷过来 不过这里毕竟是南方 远远没有京都那边冷 只是树林里有些潮湿 斩杀队已经收拾好 准备开始新的指令任务 青龙部队也在昨晚到达 等待指令下达 墨修这时走到夜想面前道 夜想 虽然你还是预备成员 按理来说 是需要跟随队内成员 一起组队执行任务 但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让你列入 正边指令任务 有问题吗 会不会太早了 听到这句话 一旁的林军有些诧异 毕竟斩杀队正边 是五世纪的门槛 虽然斩杀队成员 每个人都不能单纯 用等级看待 但夜想终究还是38级 正边的任务指令 基本都是一个人 或者配合其他部队 斩首50级的脚鬼一族 夜想想了想 摇摇头 没有问题 其余王牌部队的人 都是40多级的人 配合得好 斩杀50级的脚鬼王 问题不大 打不过跑就是了 行 墨修点点头 调整了一下夜想 接受指令的权限 独立正边 指令斩首等级范围 50级到55级 设定好后 墨修伸出手拍了拍夜想的肩膀 转身离开 奔赴八郡战场 如今荆州已经打下来 现在全国人民都期待着 八郡什么时候能收复回来 一旦八郡有大动作 那自然不可能瞒住 先前还能靠高校 大笔遮掩一下 现在还能拿什么遮掩 斩杀队作为先锋 必须将那些 能阻止大军步伐的 高等级一族 清理干净 夜想的指令任务权限 被调整后 就说明 他不再是以辅助 或者是助手的方式战斗 完全就是以斩杀队 正边成员 随时奔赴支援战场 斩首高等级一族 这时 一架战斗机飞下来 一个后勤人员 手持一个黑匣子 走到夜想面前 开口说道 夜想同志 这是为你准备好的古剑 夜想看着剑侠 不由一愣 光看剑侠 就感觉贵重了 他犹豫一下后 还是接过手中 毕竟他现在也算是 给华夏打工 要把剑也没什么 打开剑侠后 一柄 只有手臂长的古剑 映入眼帘 漆黑剑柄 明亮湛白的剑光 一闪而逝 剑身上明明毫无剑纹 却一股浓郁邪气 却随着剑风透露出来 这可怕的感觉 让那后勤人员 不由退后一步 而夜想却一眼 认出这柄古剑 此剑名为圣邪 的确是一把古剑 剑身长一寸 则邪气多一分 是一把不折不扣的杀气 剑刃锋利 削铁如泥 也非常适合抹拨梗 斩脑袋 夜想将圣邪剑 落入手中 感受着冰凉的邪气后 微微醋眉 就这点邪气 还想影响自己 捏起法掘 金光皱直接覆盖剑身 下一刻 圣邪剑身上 邪气消失得干干净净 完美掌握 能完美驾驭 圣邪剑的邪气 就能完美发挥 圣邪剑的威力 对于其余人来说很难 但对于夜想来说 一个金光皱的事 轻轻松松 掌握圣邪剑后 随手挥了几下 满一点点头 还不错 但差了些什么 夜想闭上眼睛 翻开练气的一些道脏记载 虽然没有转气道 但也可以先了解了解 以前都是胡伦吞早的看到脏 满脑子想的是 看完一本是一本 要真是细心琢磨 怕是看一辈子 也根本看不完三千道脏 此时再回头看 不少东西都透彻许多 毕竟自身境界已经对应了 认真看完气道片后 夜想微微揉了揉眉头 这练气难度 完全不比炼丹差多少 没有完整的传承 很难炼制出一件法器出来 就跟炼丹一样 没有系统传承 光是单到一路 都需要一辈子时间来琢磨 想了想片刻后 夜想手中燃烧起三昧真火 但并不是打算炼制圣邪剑 只是在剑柄的位置 刻出一个冰字 此冰字为道门九字真言中的冰字 刻印出来后 淡淡的道意 从圣邪剑身上散发出来 圣邪剑身的气息 陡然变得意正意邪起来 很是奇异 夜想使用纯阳剑诀 提气 运转剑诀 混渊一气 刹那间 一道淡金色剑气呼啸展出 在空中停滞许久 且灵力非常 看到这威力 夜想满一点点头 这一剑 足够轻易斩杀四十级的一族 小学弟会用剑了 好帅啊 刚从基地走出来的河寥寥 和柳妍看到夜想这一剑的威力 眼睛不由一亮 少年青山下 手中古剑战战泛起寒光 配合一身道义 有一种小说文里的剑纤味道了 这气质 可比每天捧着色色写真集的邻军好多了 柳妍也忍不住点点头 她快十七岁了吧 再长两年还得了 柳姐姐不会是悄悄动心了吗 何寥寥调侃道 柳妍随意笑了笑 身前突然出现次元空间波动 伸出手 一下子拽出一个白色小奶奶 何寥寥顿时满脸羞红 很是羞愤 柳姐你还给我 夜想听到身后的动静 不由转过头 正好看见这一幕 嘴角不由一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柳学姐掌握的技能 才是所有男人向往的吧 这时 通讯器传来指令任务 辅助智能也飞过来 看着他说道 夜想同志请前往C3战区 配合腾蛇部队成员杨力 青龙部队成员李恒 斩杀52级脚鬼王 或许是解锁了权限的原因 夜想可以直接看到 两人的职业和等级 徐力 刺客系 44级 李恒 战士职业 46级 收到 夜想点点头回应道 通讯器上切换成地图坐标 距离位置直线23公里 夜想抬手捏起法掘 整个人遇风而起后 随即又施展隐匿道法 最后化作雷光 瞬间朝那方向飞去 何了了看着夜想离开的背影 沉默片刻后 忍不住问道 小学弟是不是以为自己隐匿后 雷法也能跟着隐匿 高空中 夜想宛如雷剑贯穿天空 随着人先驱的境界越来越高 雷法附身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20多公里 也只是几分钟时间 不少隐匿中的王牌部队成员 呆呆地看着上空 有些呆滞 这哪位大哥这么嚣张 八郡还没打下来呢 这不怕被高等级的血鬼王盯上吗 距离目标位置越来越近 夜想打开频道询问道 你们已经到了吗 是的 目标目前没有任何举动 正在进食 徐丽回应道 西南二百米外有一群脚鬼部落 应该是这头脚鬼王的老巢 李恒也开口说道 长官 怎么行动 等我到了再说 夜想回应道 好 还有多久 李恒有些好奇 很快 有多快 徐丽不由调侃道 他也看到了夜想的资料 竟然才十六岁 不过能进入斩杀队 夜想的实力 他不会有一丝怀疑 三秒 夜想话音一落 徐丽猛然感觉到什么 毕竟身为刺客戏 感知还是很敏锐的 结果 就看到一道雷光 滑破凌晨 瞬间降落在目标脚鬼王身上 绚烂狂暴的一记 掌心雷轰鸣炸脸 这一幕 不远处的徐丽和李恒 纷纷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一席青山少年 右手持骨剑 左手雷光 狠狠按在脚鬼王的脑袋 轰鸣杂地 强大的雷光爆裂 硬生生将平地 轰出一个大坑出来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重伤 但这猛的一下 肯定受不了啊 动手 夜想没有任何拖打 一击中 迅速后撤 徐丽开启前行 迅速冲上前 李恒此时才反应过来 连忙提着长刀入场 脚鬼王被掌心雷轰的 浑身焦黑冒烟 看起来狼狈 但其实并没有受伤太严重 脚鬼独有的强大体魄 以夜想现在的雷法威力 还没办法做到 一击将其重伤 此时脚鬼王无比狂怒 头上的红脚闪烁鸿芒 碰咚一声 类似于鼓响的声音 从他脑子里传递出来 一瞬间 三人就感觉方向颠倒了一半 没反应过来 直接栽倒在地 整个人无比恍惚 哪怕是夜想也中招 从空中坠落下来 晃了晃脑袋 这突然的血鬼术 根本没办法反应 竟然是类似于 朝李恒冲去 然而李恒刚站起身 还没站稳 就被脚鬼王一拳 朝他脑袋砸下 这一拳要是砸时 李恒脑袋肯定会被砸爆 躲开 夜想这时候 也忍不住着急起来 自己第一次单独执行指令任务 就要出事不成 金光绽放 化作一条绳索 套住李恒的身体 就往后转 同时单手画符 十六张符键 瞬间贯穿出去 脚鬼王一拳落空后 无比愤怒地朝夜想靠近 徐丽这时候动手了 双笔对准后搏梗筒 但他没办法做到 李恒那般可以保持毫无杀意 普通刺客戏一旦动手 就等于是主动暴露 所以 在他出现的一瞬间 脚鬼王就反应过来 歪头躲开匕首 然后头也不回 转身甩肘勾拳 脚鬼王的反击 徐丽差点没反应过来 迅速后退 将手里的匕首甩出 独龙双钻 带着腐蚀的能量 凝聚在匕首中 投掷的威力 并不比切割来的弱 一只匕首 刺进脚鬼王的右手 一只直入面门 脚鬼王来不及躲避 被刺进面门 痛得他暴怒不已 头上红脚再次散发光芒 诡异的音波鼓声 顿时再次响起 砰 百米范围内 三人的感官瞬间混淆 但不过这一次有准备 并没有直接跌倒在地 但那种猛然晃倒的感觉 在脑海中 变得更加难受 没有倒 却感觉自己倒了 一时之间 甚至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差不多在十五秒左右 但使用一次 最少需要四五秒 才能完全缓过来 而这期间 对于他们来说 无比危险 捂住耳朵试试 叶响开口说道 虽然这么说 但他觉得没那么简单 这种音波 是直接作用在大脑上 仿佛根本没经过耳朵 强行影响大脑感知 而且随着次数增加 那种难受的感觉 也是越演越烈 徐力刚要进入前行 就被打断 重新显入身影 脚鬼王嘴角带着凝笑 刚要伸出手 叶响强行捏起法掘 十六病 雷剑贯穿飞出 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道闪电 刺入脚鬼王身体 雷剑威力虽然不强 但速度 难以躲避 雷法独有麻痹感 顿时让脚鬼王僵硬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徐力不退反进 李衡也看到了机会 也冲了上前 扑斥一声 长刀贯穿血鬼王的身体 徐力没有拔出匕首 而是直接拽动匕首 发动撕裂切割 血鬼王的脑袋 顿时被削掉一半 心脏也同时被李衡搅碎 两个部位 对于血鬼王来说 都是致命一击 李衡和徐力刚要松口气 叶响却猛然注意到 那红脚陡然 又散发出鸿芒 脸色一变 立马吼道 他还没死 走开 叶响没有犹豫 眉心道意散发 一手三昧真火 一手雷法 双手用力一拍 一条雷龙真火呼啸而出 直接朝脚鬼王撞去 两人也意识到不对 按理来说 血灵已经浮现出来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头皮不由发麻 连忙后退 但还是慢了一步 那削掉一半的脑袋 陡然爆出几条 争鸣的肉舌 死死缠住徐力 和李衡的脖梗 刚要试图勒断脖子 雷龙真火 便狠狠撞在脚鬼王身上 将其撞飞出去 徐力两人才得以挣脱 长长松口气 两人不由对视一眼 有些心有余悸 好险 差点就把命交代在这里了 这些掌握血鬼术的 脚鬼一族 简直防不胜防 叶响双眼充斥神性 手中捏起一张浮路 破碎后 一道分身浮现 眉心同样散发道义 眼眸深邃明雾 面对52级的脚鬼王 必须要拿出全力才行 神性叶响抬手 36张雷浮浮现 同样是雷剑 但在天地不仁道一加持下 雷法威力倍增 不计灵力消耗 疯狂朝脚鬼王攻击 36柄雷剑即时飞行 专门对着触手肉舌展落 一旁的分身浑身浮现出青龙鳞片 双手成爪 化作一道轻影 来到血鬼王身前 趁着雷剑贯穿脚鬼王身躯 疯狂抱锤 脚鬼王内脏破碎 鲜血流淌一地 叶响这争鸣狂暴的一幕 直接惊呆徐莉衡俩俩人 但这脚鬼王的血鬼术 好像是根据受伤越严重 身体一变程度也越发可怕 一条条触手肉舌不停长出来 将叶响分身全部包裹 然后就在下一刻 湛蓝色的三昧真火 在叶响身上 汹汹燃烧起来 可燃烧世间万物神魂的三昧真火 哪怕是这变异肉舌 也不能触碰嘶吼 沾上后 脚鬼王的脑子里 直接发出歇斯底的咆哮声 只见那破碎的脑子中 露出一张类似于脚鬼一族的缩小般脑袋 眼睛还睁不开 光秃秃滑不溜秋的样子 很是恶心 叶响分身使用三昧真火 挣脱束缚后 天上最后一柄雷剑找准机会 直接落下来 直入脑心 将那脑子里的缩小版脚鬼 贯穿身躯 扑呲一声 雷芒爆发 李恒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提起长刀找准机会 一刀将那红脚斩掉 咔嚓一声 红脚掉在地上 变异的脚鬼身体 顿时恢复正常 触手肉舌枯萎 眨眼间 一颗52级血灵 从脚鬼王的尸体浮现出来 分身消散 夜想眉心的道意退去 消耗很大 不过不管怎样 终于将这头52级脚鬼王斩杀 三人的辅助智能判定后 血灵归属权属于夜想 夜想也没介意 直接抬手使用三枚真火 将这枚血灵炼制成白灵珠后 一口吞下 飞快地补充灵力 这颗红脚不要了吧 我可是留着当战功了 徐丽捡起地上的红脚 看着夜想笑道 夜想点点头 没事 那我先回去了 这次任务指令完成后 三人又将进行下一个指令 御风而起后 便隐秘身形消失 夜想离开的背影 两人忍不住对视一眼 眼中全是对夜想的敬佩 不愧是传闻天王罗锦的接班人 这少年的确很强 才三十八节 这潜力就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以这头脚鬼王的特殊血鬼术 两人最少有一个在在这里 当然 如果换做其他的斩杀队成员 似乎也不会打得那么辛苦 基本都是斩杀队成员 自己解决战斗了 他们只辅助探测 或者充当助手后援 观察周围的情况 跟斩杀队的人一起执行任务 要么很闲 要么就很凶险 夜想一边遇风飞行 一边复盘先前的战斗 本体有人先驱 所以将青龙体运用在分身上 配合之行合一道义 发挥出来的战力 竟然与本体不相多让 就是青龙体的灵力消耗 太过恐怖了 雷法掌心雷 三十六张雷剑浮路 青龙体 三昧真火 短短几分钟的战斗 直接让灵力近乎消耗一空 紫金丹突破到二转后期 还是不够用 而人先驱就不消耗灵力 两者还是有不少差距 夜想没有回基地 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盘坐恢复灵力 体内有白灵珠和王座血灵能量补充下 紫金丹在十几分钟内就恢复过来 远处 莫修看了一眼夜想的指令任务 发现他成功完成后 不由点点头 稍微松口气 全力将注意力放在不远处的战区 夜想睁开眼睛 辅助智能确定他的状态后 新的任务指令已经下达 前往三公里的一处坐标 清理掉一个二百左右数量的脚鬼 一族部落 疑似存在一名五十级脚鬼王 请注意安全 夜想看了一眼后 点点头 这次没有王牌部队成员 算是事后清理的一个简单任务 但在战场上 任何一个简单任务 都不能有一丝大意 往往死亡 就出现在这一刻 三公里的位置 很近 夜想起身 捏起倒法 直接遇风朝那方向飞过去 速度不急不缓 很快就来到了坐标位置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被绿植爬满的大楼 满地的玻璃钢筋废墟 见证着百年前 人类曾经在这里生存过的遗迹 八郡城市到处都是大楼与威房 战斗时极其容易引起坍塌 最近时不时会出现轰鸣的地震声 就是因为战斗的原因 这一栋大楼不小 十几层楼高 好几栋连在一起 只不过 其中有两栋已经彻底坍塌 可以清晰看到 里面有血红肤色搅鬼一族的身影 不过普遍等级都不高 都是二三十级 叶祥隐匿着身影 直接飞进三楼的走廊 似乎听到异样声音 不远处的三十五级脚鬼一族 回头朝叶祥这边看了过来的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 刚要转身离开时 一道寒芒见光滑过他的脖梗 头颅掉落下来 鲜血如柱 喷散在天花板上 叶祥抬手将血灵拿在手中 三妹真火轻而易举 将其炼制成白灵珠放进兜里 等级太低他用不上 但炼制成白灵珠后 可以保存很久 带回去给幼威 或者给沈父神母修炼都行 实在不行就未诛 捏起法绝 继续隐秘身影 宛如刺客一般 在大楼间斩杀一头 又一头脚鬼一族 龙玉的血腥味扩散开来后 终于有警惕的脚鬼一族 意识到不对 走出来 看到走廊上的尸体 顿时吓得连忙要大喊 叶祥的身影却出现在他面前 眼眸平静 一手捂住他的嘴巴 一手圣鞋剑刺穿他的脖梗 钉在墙壁上 一张俘虏出现在面前 化作一团火焰 将其熊熊燃烧起来 炙热的火光 一下子吸引了 所有脚鬼一族的注意 连忙走出来 叶祥就站在栏杆上 看了一眼剩余的一百多人 和辅助智能观测的差不多 的确总共只有两百多头 下一刻 他化作雷光 在大楼中飞快扫荡起来 速度快到极致 手中圣鞋剑身上 也被雷芒覆盖 更添几分威力 一个个头颅的高高飞起坠落 就在仅剩十几头时 一旁墙壁陡然冲出一头 五十级脚鬼王 狠狠朝叶祥撞过来 速度很快 也很突兀 但叶祥也一直保持着警惕 一是有一头五十级左右的脚鬼王 他可一直没忘记 在这头脚鬼王冲出来的那一瞬间 叶祥已经遇风退后 飞向大楼中心的空阔场地上 看到这一幕 那头脚鬼王无比愤怒地咆哮一声 扛起地上的大石头 二话不说 朝叶祥投掷过去 叶祥抬手一剑 纯阳剑刚 直接将迎面飞来的大石头 切开爆碎 脚鬼王并没有停下来 一块一块大石头 疯狂朝叶祥投掷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量 辅助智能将眼前这一幕 数据传送到后方指挥室里 叶祥一直是属于重点观测对象 周景二话不说 让距离最近的王牌成员前往支援 以叶祥现在的实力 对付一头五世纪的脚鬼王 还是非常危险的 画面中 叶祥一剑又一剑 将所有石头斩碎 爆开的石粉弥漫空中 混淆视线 脚鬼王一个助跑 踩在围墙上 终身一跃 轻轻松松跳到七八米高空 笔直朝叶祥冲过来 叶祥虽然没看见 但也意识到了危险 眼眸微动 手中圣邪 猛然绽放出一道皮链剑气 朝正前方斩落 石粉白雾被剑气睁开 迎面正好看见脚鬼王 狠狠撞了上来 他嘶吼咆哮一声 头上散发鸿芒 身体表面的肌肤 竟然长出宛如鳞片的组织 护在身前 硬刚剑气 皮链剑气斩碎十几块带血鳞片 脚鬼王脸上 却泛起兴奋残忍的笑容 来到叶祥身前 一拳狠狠砸下 叶祥眼眸 没有任何畏惧 身体表面上浮现出人仙闻 一直用金光咒和雷法 三昧真火战斗 但他最刻苦修炼的 是人仙躯 抬起拳头 毫无计较 拳头中爆发扩散 数十米的范围飞沙走时 叶祥倒飞十几米 而脚鬼王只是坠落下去 力量强弱 一眼区分 对方毕竟是五世纪的脚鬼王 实力摆在这里 这头脚鬼王显然不打算 让叶祥喘口气 落地的一瞬间 双膝弯曲 强大的力量再次爆起 宛如暴龙朝叶祥的位置冲去 叶祥抬起手 三十六张浮路浮现身前 重水浮宛如瀑布澎湃冲出 狠狠撞在脚鬼王身上 但那强悍的体魄 竟硬扛着重水浮 逆流而上 强行冲出来 叶祥眯起眼睛 终于认出他身上灵片 是根据什么来演变血鬼术的 鱼灵 在重水里 竟然还可以借水师逆流而上 小子 你是在找死 脚鬼王咆哮地看着叶祥说道 他已经看出 眼前这小子 只有三十八级 竟然也敢闯进来 手臂上的灵片爆发 密密麻麻封住叶祥能够躲避的位置 太极虚影出现在身前 直接将所有飞剑过来的灵片 全部汇聚身前 脚鬼王一拳来到跟前 叶祥抬手将所有灵片推给他 太极圆球炸开 宛如暴雨梨花一般 所有灵片刮破脚鬼王的鱼灵防御 斩露一条条血痕 但脚鬼王的战斗方式 凶悍无比 根本就不在乎身上这点伤势 一拳落下 叶祥只好双手抵挡 喷咚一声 整个人再次撞飞出去 连续撞穿两道墙壁才停下来 满身狼狈 双臂阵痛 但并没有受伤 甩了甩手 身上爆发出金光咒 与人鲜文相互辉映 没有任何犹豫 主动朝脚鬼王冲去 两人从底层打到三楼 又从三楼轰鸣砸到一楼 幸运存活下来的十几米脚鬼一足 满脸震惊得看着这一幕 那个人族少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才接近四十级 却能坚持那么久 碎石飞剑 一惊一红两个身影 轰鸣不停 说不痛肯定是假的 也的确打出真火来了 叶想提起圣邪剑 使用纯阳剑诀 一道道金光金刚呼啸而出 静止朝脚鬼王斩下 脚鬼王额头鸿芒一闪 抬手挥舞力爪 将剑刚崩碎 小子 你跑不掉的 我说了 我要跑吗 叶想用看白痴的眼光看着他 自己要想跑 直接施展玉峰和雷法附身 逃之夭夭了 就算打不过 跑肯定是没问题的 听到这句话 脚鬼王皱起眉头 死死盯着他 这人族少年从未见过 三十八级 却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战力 无论如何 也必须将其杀死 一个天王罗锦 就已经够棘手了 不允许再出现一位 更何况新生王座还在成长中 所以 短时间内 必须遏制华夏人族的发展 这也是脚鬼一族 为什么在八郡 安排那么多高等级 血鬼王的目的 不计代价 遏制华夏领域扩张 积累资源 脚鬼一族中也存在智者 他们模仿人族的指挥官体系 利用血鬼术 提升自己的智慧和运算能力 但因为位置原因 也只能联合同眼一族 结果两大王座双双陨落 这是他们没想到的 虽然堕妹皇族说会得个说法 但王座已死 是没办法争议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把自己部下养的兵强马状 结果主帅死了 脚鬼王深吸一口气 头顶红脚散发更鲜艳的红芒 他身上的鳞片 从黑色变成暗红色 鳞片也随之变厚变大 浑身气息强横不少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叶祥耳脉里 小学弟 我到了 需要帮忙吗 叶祥文言不由抬起头 正好看到大楼上空下来一缕清风身影 正是合了 论支援速度 除了天王罗景 那就是他了 然而就这么一分神 眼前的脚鬼王自认为找到机会 双腿用力爆灯 手中凝聚一柄鱼骨刀朝叶祥冲来 学姐 暂时还不用 我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战斗能力 叶祥看着脚鬼王迎面冲来 一脸平静地说道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修炼 虽然等级提升不少 但叶祥感觉自己的战斗方式陷入瓶颈一样 好像不四转 他现阶段最强就只是如此 但这肯定是不对的 任何一个等级阶段 永远没有极限 好吧 何了了悬浮在空中 静静地看着下面的战斗 细心的他 注意到叶祥身上的青山长袍 多了不少破洞 微微促起眉头 而事后熟悉的雷光乍现 手持圣斜剑瞬间朝脚鬼王冲上去 宛如雷切 电光一闪 脚鬼王强化后 也明显不畏惧 只是看到奔袭而来的雷光 紧紧眯起眼睛 抬手猛地抓住圣斜剑 但还是慢了一拍 半截剑身贯穿过 叶祥眼眸散发着神性 抬手在手心捏起服录 迷迭乱影 下一刻 一袭同样轻袍的分身出现在一旁 青龙体直接施展 一拳狠狠砸在脚鬼王的肚子上 喷咚一声 长剑贯穿而过 叶祥捏起剑绝 轻声念叨 混元一气 纯阳出洞 嗡 手中圣斜剑呼啸而出 飞到半空中 这才是真正的御剑术 剑身凝聚纯阳剑纲 随后对准脚鬼王急速落下 脚鬼王咆哮一声 和先前那头变异脚鬼王一样 身躯陡然膨胀扭曲起来 竟然变成一头肥胖肿大的血红大头鱼 他张开猙獰口 一口将身前的分身咬抱 然后甩尾朝夜 向本体重重扇来 这时 扑斥一声 与纯阳剑刚融合一起的圣斜剑 狠狠定在鱼尾 痛得脚鬼王嘶吼一声 咆哮连连 叶祥迅速遇风退后 身子悬浮在半空中 双手凌力涌动 抬手将三十六张符路凌空画出 通天路的符文清晰可见 一条条的灵链配合金光皱 将脚鬼王全身绷紧 下一刻 金光化雷光 狂暴雷法试图通过灵链 贯穿脚鬼王的全身 脚鬼王也不是傻子 眼看着雷电逼近 灵片掀起 宛如一柄柄立刃 晃动身子 就将所有灵链崩断割碎 但尾巴部位因为剧烈晃动 被圣斜剑切断 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侧翻倒地 叶响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才注意到一傻而逝的风精灵 雷法在左手重新凝聚 三昧真火也出现右手中 随后 双手用力一拍 一条湛蓝色龙雷真火呼啸冲出 张开龙嘴 一口狠狠咬在脚鬼王身上 盘绕其全身 死死勒紧 叶响这时也冲了上来 提起圣邪剑 在脚鬼王张嘴 试图咬断龙雷真火 圣邪剑一剑 将他头顶红角斩断 失去红角的能量 脚鬼王的身形 眨眼就退化成原来模样 浑身鳞片也全部消失 龙雷真火一口将其吞入腹中 雷火灼烧 眨眼就被烧成焦炭 倒在地上 但血灵还没有出现 就说明这头脚鬼王还没死 何寥寥这时念起咒语 一个小型龙卷呼啸落下 直接将脚鬼王卷起在半空中 焦炭的外壳脱落 露出被烧熔成 比原来模样还要猙獰的本体 这头脚鬼王已经意识到 自己肯定跑不掉了 睁开血色眼睛 死死盯着夜想 人族 终将走向灭亡 无论你们如何挣扎 这注定是无法改变的 他抬起头 眼里没有看向何寥寥 而是看着天空 等到完全天变后 这个世界就将彻底属于异族 夜想听到这句话 眼眸神性浓郁 依旧一脸平静 抬手遇见 圣邪剑急速飞起 瞬间将他头颅斩下 尸体掉落下去时 一颗52级血灵浮现在半空 夜想上前将这颗血灵 炼化成白灵珠后 一口吞下 夜想眉心到一消散 双眸恢复正常神情 抬起头 看着何寥寥笑道 谢了血姐 何寥寥浅浅一笑 好了 那我走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嗯 我知道的 夜想点点头 何寥寥看了一眼 整个大楼里 一具具尸体 轻轻松口气 小学弟每次变成神性的他后 都感觉好可怕 何寥寥施展风法 转身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夜想也没有继续留在原地 抬手将圣邪剑御剑落在手中 收在背后 道卷中既在道气 都可以收回丹田内 还能配合那单灵力运养 增加法器的威力 圣邪剑目前只能算是一把不错的武器 和法器相比 还是有不少距离 将就用一用 想到这里 夜想不由看向于孟泽的方向 这才陡然明悟过来 那柄陶木剑 好像就是一剑法器 虽然其貌不扬 但自己已经将其炼化 难怪一直有一种契机相连的感觉 要真是法器 难不成 夜想想了想后 还是摇摇头 纯阳陶木剑 镇压着师祖银沟 虽然青龙前辈加固了封印 暂时借用一下纯阳陶木剑 虽说问题不大 但还是不冒险才好 银沟看起来很好说话 但那也只是在镇压的情况下 夜想离开大楼后 直接隐秘起身形 遇风消失不见 接下来的几天里 王牌斩杀队 王牌青龙部队 王牌藤蛇部队 一点点将前面三个战区清理干净 庄楚也从龙场赶到八郡战区 与天王罗景 一起负责将高等级的血鬼王清理掉 在一场场战斗下 夜想的战力稳定上升 那道独有的雷光摇曳身影 逐渐让青龙部队与藤蛇部队习惯 白天还好 在晚上 无比鲜艳 但同样的 夜想也开始逐渐被针对 只要雷光出现 附近看到的高等级脚鬼王 迅速支援过来 有一次夜想陷入 被三明五世纪以上的脚鬼王包围 结果他直接遇风化作雷光 转身就跑 一点犹豫都没有 成为继合了了之后 第二个支援指令任务的首选 两人支援速度都非常快 在全力爆发下 夜想还能做到更快 只是会消耗不少灵力 几十公里奔赴下 灵力都消耗一大半了 又过了一个周后 基地里 盘坐在床上的夜想 身上陡然浑身散发出密密麻麻的玄傲纹落 人仙区第三层第三变 终于全部烙印完成 其异力量扩散四肢 强化身体 身体里五脏六腑也是同样如此 人仙闻意义生辉 道气弥漫全身 等境界稳定下来后 夜想缓缓睁开眼睛 身上的人仙闻也随着消失 感受着自身全面性提升 而带来的感官改变 神情依旧平静 等级终于来到三十九级 实打实修炼提升 不仅是扎实 还有未来能走得更远 在紫玉丹的药效下 人仙闻开始烙印第四变 重新从心脏开始烙印 从最本源开始改变身体 内敛五脏六腑 哪怕是废财 也能改变成顶尖之财 但突破后 紧随其后的 就是强烈饥饿感 早已习惯的辅助智能 飞到面前递过来 两根营养药剂 夜想接过后 一仰引进 沉默片刻后 抬起头 看着辅助智能道 再拿一根 许久没有当机过的 辅助智能愣了好久 才点点头 又拿出一根营养药剂递过来 夜想同志 根据您的体质计算 真心建议您 不要暴饮暴食 营养药剂味道虽好 但请节制 夜想翻了个白眼 接过后没好气到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喝完后 才感觉到倒腹感 每次人先去修炼有突破 身体的消耗 也会提升不少 一顿三根营养药剂 换成普通战士 多够九天的进食需求了 幸好加入斩杀队后 使用营养药剂 不再需要兑换战功 要不然 真得把自己吃穷了 夜想抬头 看了一眼通讯器 注意到今天日期 已经12月29号了 今晚上过去 就是30号 也就是说 还有一天时间 就到新年了 但很显然 他今年肯定是回不去过年了 宁川城里 沈父沈母 包括沈又威 隐约都猜到了 夜想去哪里 这孩子虽然性子有些闷 但也不可能过年都不回来 也就是说 这孩子是在战场上 沈母微微叹气 满是担忧 放心吧 他进的是斩杀队 能加入这个王牌部队的 无疑都是最为优秀的精英 不会有事的 沈天阳安慰道 就是因为在斩杀队 我才会担心 别人只看到这孩子 加入斩杀队的荣誉 怎么不想想他们 每天都在做什么任务 沈母没好气到 沈天阳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默默看着满桌子的饭菜 沉默下来 想打电话 又怕这孩子在战场上分心 只能将满满担忧藏在心里 丰盛的晚饭 沈又威简单吃 了几口后 起身回屋修炼 夜想刚突破后 没有着急继续修炼 而是走出休息室 朝外面走去 迎面正好看见 庄楚和墨修两人回来 拿着战区地图交谈什么 庄楚过来后 但庄楚毕竟已经退队 队里还是需要能在前排 抵挡的战斗人员 庄楚看到夜想后 开口道 老师说你有空 也可以去农场交流 虽说领悟了真意 但其实也只是站在开端处 还是需要花时间认真专严的 夜想点点头 刚要说话 通讯器传来新的任务指令 夜想同志 请前往A2战区 支援任务指令 目标 59级脚鬼王 夜想愣了一下后 没有犹豫 直接遇风离开 看到夜想单独执行任务 庄楚眉头不由促起 转头看向墨修问道 夜想入斩杀队正边了吗 墨修点点头 嗯 已经一个多周了 夜想进步很快 即便打不过逃跑也没问题 这些天他都斩杀不下 六头五世纪脚鬼王了 全部判定为主力 庄楚沉默片刻后 摇摇头 这里毕竟是战场 什么敌人都有可能遇到 有时候固有思维才是最危险的 就如同上次在荆州 遭遇到脚鬼王座一样 倘若不是王璐老师及时出现 他和凌峰已经死了 不过战场上 天王罗锦也亲自在场 只要不冒进 都能在第一时间支援 问题不大 八郡A2战区 是彻彻底底的高楼建筑 作为山城的典型 本以为站在马路的第一层 但往下面看 发现还是十几层高 难以想象百年前 这个城市人族 究竟是怎么建造起来 好不容易来到坐标位置后 夜想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 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嗯 在哪 哼 就在这时 下方传来一阵轰鸣闷响 夜想立即反应过来 御风朝下面飞去 一眼就看到 讲官凌峰 还有青龙部队的一个成员 在与一头59级脚鬼王战斗 战斗非常激烈 尽管这头脚鬼王身上 套上一层层时间法术 但强大的身体素质 依旧在爆发 好不容易减缓一半的速度 结果爆发起来 又恢复了 超过9级的消耗 凌峰精神力消耗得很快 讲官和另一位青龙成员在缠斗 脚鬼王身上有不少伤势 但基本都是轻伤 并不是很影响 就在这时 脚鬼王头上红脚一闪 讲官和青龙成员同时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 连忙低头 刹那间 围绕着这头脚鬼王周围 一圈圆形锋利的光环爆发扩散 60米范围内 一切全部拦腰斩断 哄 一旁废弃大楼的 一根承重墙被波及到 瞬间切断 咔嚓咔嚓几声 下一刻 这栋十几层高的废弃大楼 陡然开始倒塌 几人反应都不慢 早就习惯了 这八郡战区时不时坍塌的建筑 剑撞连忙撤退 阎尘轰鸣四起 遮盖所有视线 一时半会儿 肯定消散不了了 但战斗只是停止片刻 又重新开始 众人的辅助智能 很快就锁定了59级脚鬼王的位置 正在飞快朝凌峰冲去 他很聪明 知道必须先将这个凡人的人族法师解决掉 灰尘中 暗红身影 飞速靠近 得到辅助智能提醒后 凌峰脸色微微一变 迅速念起咒语 身前出现一层又一层时间魔力波动 抵挡身前 试图减缓脚鬼王的速度 仅仅只是片刻间 脚鬼王就冲破了第一层时间光环 伸出手 越过第二层时间光环 咆哮一声后 突破第三层时间光环 眼前就要抓住凌峰时 一柄骨剑玉剑而来 散发锋利的纯阳剑刚 对准那手臂斩下 凌峰此时已经拿出时间怀表 随时施展竞术的准备 看到御剑飞来的那一刻 立马意识到 是叶祥赶到了 微微松口气 那就赌一把 凌峰双眸陡然变得灰蒙蒙起来 无转强大的时光技能 在双眼绽放出来 时间乱流 一瞬间 脚鬼王感觉周身 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一会儿快 一会儿慢 这种感觉无比难受 看到这一幕 讲官和青龙成员 分别意识到机会 也同时使用无转技能 人偶陡然间出现在脚鬼王身上 无数锋利丝线绕 青龙成员浑身斗气爆发 怒吓一声 一条狐颖呼啸而出 圣邪剑也展露纯阳剑刚 混原一气 纯阳出动 一剑飞下 这头脚鬼王意识到危机 还想挣扎一下 额头红角散发光芒 哪只最快到达的 是圣邪剑 剑光一闪 直接斩断红角 狐颖狠狠撞上 喷咚一声 骨骼咔嚓断裂 脚鬼王狠狠喷出一大口鲜血 终于感受到死亡接近 他咆哮挣扎 死死盯着凌峰 死都要换一个 但所有锋利四线陡然收紧 讲官人偶面无表情的用力一拽 四线绷紧 鲜血顿时从脚鬼王身上爆裂开来 血肉蹦见人偶一身 夜想通讯器提醒指令完成 但因为动静太大 需要尽快撤离 辅助智能判定这颗59级血绫给凌峰后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点点头 直接转身赶紧离开 果不其然 就在前脚刚走 一无人机就拍摄到好几头高等级血鬼王出现在现场 他们低头看了一眼地上同类的尸体后 气氛争鸣恐怖 其中一个猛地抬起头 看向无人机的方向 嘴角裂开残忍笑容 头上双脚散发光芒 啪一声 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到的 无人机直接在半空爆裂解体 失去观测 周景看着这一幕后 神情平静 装你妹 反手将几头血鬼王坐标给装储和天王裸紧 整个八郡战区所有数据映入眼帘 根据数据合理地发送每个王牌战士成员 配合完成 这其中的配合与风险比例等 都需要指挥官们严格的匹配 包括战士本身的一个状态 都需要仔细观测推算 这其中的运算量是非常庞大的 当然 这也是为什么指挥官们等级提升快的原因 能坐在这里的 跟王牌部队一样 是全国最顶尖的一批数据辅助职业 资源 人员 地形 战术等等 每一场战斗 最坚固的靠山 不仅仅是天王罗井 更重要的是他们 一整天时间 在战斗中很快结束 叶响对于纯阳剑决的掌握也越发纯熟 但距离能掌握纯阳真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只能不断加深进步 夜晚 斩杀队零时机地理 众人都站在天台上 看着夜幕 烤着烧烤 小学弟真厉害啊 今天作为主力 杀了两头五世纪脚鬼王 何寥寥看到成员们的战绩后 忍不住抬头看着叶响夸奖道 叶响摇摇头 他只是尽力了 自己那点战绩 对于整个斩杀队来说 依旧属于是最少的 不过从辅助变成 可以独立执行斩首行动 进步还是很大了 但在众人眼里 夜想的进步很快了 马上就要新年了呀 楚队你不回家吗 嫂子肯定等着你吧 风元抬起头 好奇地看向庄楚说道 庄楚神秘一笑 他很快就到战场了 众人立马明白了 哦呦 难怪了 大家有些起哄 他来王牌猪鹊部队 也要过来了 夜想 你家不就在宁川吗 一两百公里 今晚回家过年好了 明早再回来也行 莫修这时候 抬起头看着夜想说道 听到这句话 夜想的确有些犹豫 毕竟遇风的话 来回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但最后还是摇摇头 没事 小年而已 一顿烧烤在一群吃货面前 很快就解决干净 正好有架白虎战斗机 从上空飞下来 只见一位身穿红色猪鹊 制服的法系女子走下来 模样靓丽气场霸气 除了夜想凌风 其余人对她都不陌生 正是王牌猪鹊部队队长 庄楚的媳妇 徐荣 庄楚下意识站起身 毫无以前附队风范的样子 笑着说道 媳妇 就等你了 来 坐 但很快 她意识到说错话了 都吃完了还等什么 嗨嗨 我去打猎 野猪不在后 感觉打猎都不方便了 风源探口气 摇摇头 直接从天台跳下基地 凌军拿起血针籍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装作透明人 柳言 何寥寥 宁远没都起身来到徐荣身边 很是熟络地打招呼 显然都很熟悉 女人一边 男人一边 等风源打了一头野猪回来后 斩杀对众人沉默片刻后 何寥寥也忍不住一笑 风源 你是惦记猪猪多久了 他不在 你就吃猪 风源翻了个白眼 丛林里 野猪可是稀有品种 能不惦记吗 很快 这第二顿烧烤 才正式开始 没过多久 天王罗锦也走了上来 众人连忙起立 罗锦点点头 随即说道 根据这两天数据反馈 脚鬼一族 一直在增援八郡战区 战斗的时候 不要太深入了 稍微注意一些 众人点点头 表示清楚 说完后 罗锦身上的架子随即消失 走过来看了一眼烤猪肉后 不由一笑 哈哈 你们真是 好歹我们也是 有一位猪队友 下不为例知道吗 哈哈 前线战场上 斩杀队欢声笑语 叶祥也抽空发了一条消息 给沈父沈母 还有沈又威 我没事 沈母 注意安全孩子 沈又威 嗯 我知道的 叶祥你小心 沈天阳 多宰几头一族 少年不轻狂 要换作我当 宁川小区里 三人收到叶祥的消息后 都一一回复了 沈母在看到沈天阳的消息后 没好气的 直接夺过手机 打算改消息 但沈天阳还是眼疾手快的发了出去 难得硬气一次还顶嘴到 叶祥那么优秀 多杀几个怎么了 老沈 手恢复后 披痒了是吧 孩子能平安回来就行 外面一族那么多 他一个人杀得完吗 沈母有点生气道 虽然吵着架 但这些天的郁闷压抑 也随着叶祥的消息逐渐消散 外人只看到他们家出了两个天才 很是羡慕 但其实只有自己人 才会担心 叶祥在战场上的安危 能平安就好 不求太多 叶祥看着沈父回复的消息 微微一愣 果然 沈父沈母他们 还是猜到他在战场上了 沈又威偷偷又发了一张照片 正是两人掐架的一幕 随后又发了一张照片 名谋好齿 倾国倾城 大半个月没见 沈又威已然突破到三十级 成功三转 叶祥 好看不 叶祥不由一笑 嗯 好看的 但很快反应过来 有些疑惑 怎么又不叫歌 哼 我喜欢怎么叫怎么叫 叶祥有些无奈 随便他了 这时 通讯器又弹出宋新蕊的消息 叶祥 新年快乐 叶祥也简单回复了一句 嗯 新年快乐 抬头看了一眼 正在烤的野猪肉后 直接拍了个照发给宋新蕊 宋新蕊看到后 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等一下 我给你看到好玩的 他切换成视频通话 然后将虚拟屏幕扩大 转身走出房间 来到卧室给獠牙野猪看 此时獠牙野猪正在睡觉 被宋新蕊弄醒后 一睁眼 就看到虚拟屏幕的照片 顿时以为自己被烤熟了 吓出凄厉的嗷嗷猪叫声 叶祥将视频切换放大后 众人都看到了 獠牙野猪惊恐的模样 被逗得哈哈大笑 风源忍不住竖起拇指 杀猪猪猪心 何导导跑到屏幕前 看着獠牙野猪道 猪猪啊 不要害怕 我们吃的是野生猪哦 獠牙野猪 头一回 他感觉屏幕里的 那张温柔面容 无比委屈 为什么 为什么还要吃猪猪啊 第二天懵懵亮 修炼一晚上的叶祥 准时走出基地 玉峰摆到一棵大树上 等待黎明 下一刻 出阳日升 璀璨的阳光照耀大地 叶祥已经闭目吸收紫气 开始修行内丹 一缕缕紫气 落入紫金丹身上 旋转吸收着 现在的紫金丹 已经大了许多 接近两个拇指大小 灵力充沛 道运盎然 金光与紫气笼罩叶祥周身 斩杀队成员 也都准时看着 他修炼的身影 不知道为什么 众人都发现 每次看到叶祥修炼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仿佛无形中 叠加了一层精神buff 可以维持一整天 十几分钟结束后 叶祥睁开眼睛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神清气爽 金气神 已然达到巅峰 虽然白灵珠 还有王座血灵 都可以转化成灵力提升内丹 但完全没有这种 道运附身的感觉 只有面向朝阳 运用呼吸法修炼时 才感觉是真的在修行 对自身境界 变得更为清楚真切 内丹修行的同时 也是对道的一种探索 无形中提升自身道异底运 修行结束 任务指令很快就下达过来 叶祥同志 请前往一三战区 与腾蛇成员 一同探索未知区域 指挥部决定 继续向前探索 再扩展三个战区领域 荆州一部分战士们 也开始步入八郡 准备建立基地住点 叶祥隐匿身形 接近二十分钟后 赶到任务坐标 看了一眼腾蛇成员坐标信息后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面 残破砖墙 角落里 一丝光线 的确有些不自然 不认真看 几乎很难看出来 腾蛇副队 杨平顺 五十二级 是个很优秀的战斗人员 我到了 叶祥在频道里说道 嗯 探索范围大概是方圆五公里 不能使用辅助智能探索 很容易暴露 我往西半径 你往东面 这样可以吗 杨平顺很快指定好计划说道 他知道叶祥 斩杀队的预备成员 尽管最近表现得很优秀 但还是下意识有点不信任 毕竟太年轻了 所以 杨平顺直接将自己的计划说出来 打算分开行动 探索任务并不是人越多越好 嗯 可以 叶祥点点头 没有意见 见叶祥好说话 杨平顺点点头 朝西面那个方向过去 叶祥看了一眼他消失的身影后 微微耸肩 也习惯了 毕竟最近也有几次王牌部队成员 不相信他的情况 基本都把他当成助手 年纪是一点 等级也是一点 叶祥转身朝着东面方向开始探索 对于陌生区域 自然是什么情况都会出现 腾蛇部队全员 都是可以隐匿的刺客系职业 所以对于探索未知区域 是最擅长的 但最近实在忙不过来 再加上叶祥本身也有隐匿技能 所以才分配到探索指令任务 杨平顺一开始看到有斩杀队成员 与自己一起探索时 还有些意外 但看到 叶祥这个名字后才明白过来 他不认为 叶祥目前可以作为斩杀队主力来行动 但真要觉得探索任务简单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杨平顺不打算帮助叶祥 毕竟年轻人吃点教训 少打一些这种占便宜的念头才好 想到这里 杨平顺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发现已经看不到叶祥的踪迹后 眼中划过一丝意外 看来是有点本事啊 他一边朝前面探索 一边切换到腾蛇部队频道里问道 你们谁跟叶祥接触过 频道里沉默片刻后 七八个人回应都与叶祥一同执行过任务 感觉怎么样 杨平顺继续问道 不用在乎他斩杀队成员的身份 实话实说 他毕竟是王牌腾蛇部队的副队长 权威还是有的 前段时间跟叶祥组队过的徐丽开口说道 叶祥的实力很强 绝对有斩杀队正边人员的实力 性格很果断 就是有点 有点什么 杨平顺有些疑惑 嗯 就是有点自己的判断力 动手很快 有时候无法猜想到他到底要做什么 这句话说出来 跟叶祥组队的腾蛇成员 都不有点点头 他们腾蛇部队战斗方式 大概都是等待时机再动手 先埋伏 了解对方细节 找到破绽 再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自然不会轻易动手 但叶祥每次都是雷光轰鸣 瞬间降落下来 管他三七二十一 直接开始动手 打得过就干 打不过就跑 叶祥的实力 说句实话 他比队里大部分人都要强 又是一位跟叶祥组队的腾蛇成员说道 杨平顺点点头 他对叶祥的感官 变成一位极为自负的妖孽天才 但毕竟年轻 自己要是在十七岁的时候 有这样的实力 估计比他还要狂 可这里是战场 实力强实力弱 并没有什么用 唯一要做的是一直活下去 对叶祥了解到大概情况后 杨平顺关闭通讯 专心执行探索任务 很快 西边半径五公里的地图 逐渐被他标记出详细信息 一三战区西南二百米 一百头左右的异族群 西北三百米 发现三百头脚鬼异族群 六百米 发现落单五十级脚鬼王 杨平顺目光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 申请指令 斩首该五十级脚鬼王 他等级是五十二级 只要找准机会 短时间内解决掉这头 五十级脚鬼王问题应该不大 大后方指挥官收到这条消息后 思索片刻 就同意杨平顺的这个指令申请 也想配合杨平顺 短时间内斩首一头 五十级脚鬼王问题应该不算大 虽然入敌深处 但只要及时撤离 也不算危险 得到指令同意后 杨平顺眼睛微微眯起 嘴角一翘 再将身形隐匿到极致 一步步朝那五十级脚鬼王靠近 在还剩下十米范围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 对于这种层次的脚鬼王 哪怕看不见 但太主动接近 对方还是能够感觉到不对劲的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隐藏气息 等待机会 如果可以 这头脚鬼王亲自靠近也行 杨平顺选择潜伏的位置也很讲究 就是朝最近的一处部落群方向潜伏 这头脚鬼王有很大的几率会回部落 这头脚鬼王显然是在寻找着异兽猎物 拥有智商的他 甚至还在弄一个简易陷阱 另一边 因为同组队的原因 看到杨平顺申请斩首五十级脚鬼王任务指令 夜想不由一论 探索不是只需要将目标标记出来 不就好了吗 这冒险行动不会有危险吗 算了 对方毕竟是腾蛇的副队长 事后探索经验 肯定比自己这个半调子强多了 还是继续标记自己负责的区域 另一边 杨平顺看到 脚鬼王将陷阱弄好后 就起身直接朝他这边走过来 顿时全身心放松起来 尽量将自己的气息隐藏到最小 距离越近 一击必杀的机会就越大 脚鬼王静止走过来 完全没有意识到 一个人类刺客就在他迎面不远处 就在两人距离还剩下两米时 他额头上的红脚陡然一闪 像是触发了什么被动一般 但红色光圈扩散开来 下一刻 杨平顺一脸错愕地显露出身影 这他妈是什么狗运气 竟然遇见被动探测型的血鬼术 杨平顺差点没被气死 一瞬间 强行上前进攻 双手握着狼牙刀刃 化作残影 直奔面门 可已经反应过来的脚鬼王 立马暴退 刀痕在脸上露出浅浅的血痕 脚鬼王舔了舔脸上的伤口 残忍地看着杨平顺道 人类 你是在找死 他身躯直接背化 强横力量透体爆发 瞬间冲上来 转身甩腿 一击不中的杨平顺 下意识要隐匿身形躲避 哪知道他刚隐身 这脚鬼王的红脚再次一闪 但红色光环扩散 再次将他的身形暴露出来 没法躲 咬着牙 只能硬抗脚鬼王这一腿 双手抵挡在身前 喷咚一声 整个人直接踹飞出去 狠狠撞在树上 喷出一大口血 杨平顺等级 虽然略高于眼前这头脚鬼王 但身为刺客职业 优势在于速度和隐秘 还有一击必杀的技能 在正面战斗上 脚鬼王的战力 却远远超过他的 好死不死 竟然遇上 顽客自己的探测型脚鬼王 所有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但现在想这些没有用 任务失败不要紧 现在当务之急的是 如何脱身逃离 杨平顺强撑着身子 直接顺着大树爬上去 看到这一幕 五十几脚鬼王 宁笑一下 冲上来一拳将大树锤断 轰动一声 大树直接倒塌 杨平顺却已经跳到 另一棵树上 飞快逃顿着 脚鬼王一个起跳 爆射冲上来 疯狂追着 强大的爆发力 速度竟然慢不了多少 杨平顺好几次 要进入隐秘状态 都被那红角光环技能 给暴露身形 根本甩不掉身后这头脚鬼王 但这不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是 短时间内不解决掉 这头脚鬼王 很快就会有其余脚鬼王 甚至是强大的血鬼王过来 那就完全走不掉了 与此同时 后方指挥官看到 杨平顺这一幕后 眉头顿时紧皱起来 怎么会这样 他重新回看先前的一幕 这次反应过来 杨平顺和叶响 竟然单独行动了 顾不上说这些 指挥官直接派出 五架无人机 朝杨平顺的方向飞去 观测他周边的情况 同时提醒叶 想尽快支援杨平顺 解决斩首目标 叶响同志 请前往杨平顺的坐标 解决斩首目标 通讯器里 直接响起指挥官的声音 叶响抬起头 眼中有些诧异 任务失败了吗 五十级的脚鬼王 也不至于需要支援吧 虽然这么想 但叶响没有犹豫 直接遇风而起 雷法附身 化作一道 雷光朝杨平顺的位置飞去 雷光显露的那一刻 一下子吸引了 不少脚鬼一族的注意 纷纷抬起头 其中 一头血鬼王 缓缓睁开了眼睛 朝那方向看去 额头双脚鸿芒闪烁 直接化作血红残影 消失在原地 几公里的位置 对于夜想来说 片刻间就抵达 一眼就看到杨平顺身后 追赶的五十级脚鬼王 虽然不理解 为什么会被追着打 但没有犹豫 手中凝聚起掌心雷 狂暴雷法散发出刺拉的声音 杨平顺只看到雷光一闪 以他差点都没反应过来的速度 瞬间擦肩而过 那一瞬间 他看见了浑身裹着雷光的少年模样 眼眸坚定平静 看都没看他一眼 目光只有五十级脚鬼王 杨平顺心里不由一颤 哄 身后陡然传来轰鸣声 他转过头看去 就看到少年狼 一手狠狠按在脚鬼王的脖梗 雷法炸开肆虐 脚鬼王痛得一拳 狠狠砸在夜想胸口上 人先闻浮下出 硬生生扛下着这一拳 不过肋骨还是直接锤断几根 内脏问题不大 骨骼却承受不住 夜想强忍着胸口剧痛 嘴角露出一丝鲜血 手中圣斜剑 剑光一闪 直接划过脚鬼王的脖梗 想要短时间内斩杀对方 那就只能以伤换命 斩掉脚鬼王的头颅后 三昧真火 迅速将其全身笼罩 灼烧殆尽 一颗五十级血灵 涌现眨眼 就练成白灵珠 一口吞下 杨平顺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一头五十级脚鬼王 就这样被他杀了 这小子到底有多妖念 请尽快撤离 观测到六头脚鬼王 正朝这边赶来 辅助智能这时候提醒道 叶响点点头 表示明白 谢 谢了 杨平顺还是开口说道 有些害臊 自己二十多岁的人了 竟然被一个刚上战场的少年救了 或许是因为年纪问题 他总是会忽略 叶响身为斩杀队的身份 赶紧走 这里不安全 叶响说道 行 探索任务暂时失败 尽快撤离回去 而且这个战区肯定会被高度重视 直接从一三提升到一一战区都说不准 毕竟战场的战况是随时改变的 不能有固定思维 两人迅速原路返回 朝A1战区过去 天王罗警就在那里坐镇 然而 两人刚隐匿身形没跑多远 叶响的感知中 猛然涌现极度危险的感觉 下一瞬间 一头血色残影 直接来到两人身前 所谓的隐匿技能 在对方眼里根本就没用 杨平顺也意识到危险 连忙停下脚步 但还是反应慢了一步 扑斥一声 一条血红手臂穿透他的胸膛 腥红的心脏在血鬼王手中扑通跳动着 杨平顺张了张嘴 看着胸膛的血动 转头看向叶响吼道 跑 快跑 他用尽最后力气 双手黑刃爆发出璀璨的银色斗气 一头银色狼影 朝眼前这头血鬼王杀上去 狼笑杀 下一刻 他的身体直接爆碎 化作漫天血肉 叶响身上也沾上杨平顺的血液 技能还没落下 已经消散 杨平顺 牺牲 杀死一个腾蛇副队长 对于血鬼王来说 很简单 他抬起头 血红眼眸深邃地注视着叶响 嘲讽道 人族小子 想好怎么死了吗 跟刚才一样怎么样 话音一落 他化作蟹影朝叶响冲过来 杨平顺的死 微微染红叶响的眼睛 尽管两人相处得不怎么样 甚至陌生 但终究是战友 叶响死死盯着眼前这头血鬼王 没有丝毫犹豫 从兜里直接捏碎去那枚血色玉佩 此时这头血鬼王已经来到叶响身前 张开血盆大口 打算直接将他的脑袋咬下来 脚鬼一族一直有个不成文的潜意识 那就是 直接将人类脑袋完整吃掉 获得对方能力净化自身血鬼术的机会就越大 一个三十九级的人族少年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纤细白皙的手臂 抵住他的上额 我说你拿个回事 给你三次机会 这才过了好久 你就用了两次 你是把我当打手了吗 尸祖阴沟转过头 无奈地看着叶响说道 哎呀 你嘴巴弄臭 还张得那么大 给我闭斗起 话音一落 他用力一按 血鬼王的血盆大口 直接重重合拢 咔嚓一声 就听到牙齿断裂的稀碎响 银沟随后就是一拳落在面前 血鬼王的肚子上 砰的一声 血肉飞溅 肚子上直接轰出一个大洞出来 血鬼王满脸惊恐 眼前这个人族女人怎么如此可怕 却又从来没见过 头上双脚散发红光 他浑身开始变异 就微微皱了皱眉头 一瞅死了 他抬起手 浑身爆发出遮天蔽日的血海 这惊天骇浪的血海 眨眼便将眼前的血鬼王吞噬掉 咋都不上 一颗七十二级的血灵浮现身前 银沟打亮了一下后 一口吞掉 然后拍拍手 看着叶响说道 这些都是小杂鱼 磨的意思 最后一次给个耗耍的吗 叶响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杨顺平牺牲的位置 尸体成了无数血肉爆开 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好的 如果是以前 他或许会害怕 但现在 有的只有沉默 从血水中 他捡起两把狼牙笔刃 身上的长袍青衫 已经彻底被血水染红 整个人弥漫着冰冷杀气 在抬起头时 一双神性的金眸 看着银沟平淡道 你能维持多久 看着他这双眼睛 哪怕身为师祖的银沟 那颗冰冷的心脏 也忍不住一跳 这小家伙明明那么弱 为什么总是会吓自己一跳 十 十分钟吧 哎呀 我出来太久了 本体遭不住的 银沟开口说道 叶祥抬起头 看向八郡深处 神性下 感知也提升一倍 可以清楚感知到 几头脚鬼王再靠过来 你不是在吃血灵吗 怎么会遭不住 叶祥反问道 银沟有些无奈 这小天师 怎么一点也不好骗 其实当初 叶祥将血液带出来 他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相当于分身一样 可以随意出现 玉佩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三次机会 更是骗人的 只是随便找个借口 好糊弄一下 这小子一点不当回事 是不是早就猜测到这点了 银沟心思细腻 一下子就想了不少事情 就这么一点时间 周围出现一头头脚鬼王 朝两人包围过来 银沟瞥了一眼 气定神闲的叶祥 小小年纪 天师气度就有了吗 叶祥看着眼前 这些猙獰的脚鬼一族 抬起手 施展通天路 一瞬间 三十六张符路浮现身前 融入金光后 一根根灵练 贯穿符路表面 直接锁住远处的 五头脚鬼王 用力一拉 将他们全部聚拢在一起 叶祥在全力施展金光咒 源源不断缠绕他们身躯 随后迅速捏起九字 真言守绝 看到这熟悉的道法 银沟无奈服额 不要用那个 我看着都想打人 话音一落 他身上释放血海魔器 在其身后 漆飞明海的天地异象 震人心魄 海浪一卷 滔天威势 轻而易举 就将这些脚鬼王淹没吞噬 简直不要太简单 身为师祖 哪怕只是神魂分身 依旧堪比九转 这时 一袭军袍长脊 从后方落下来 正是天王罗景 他皱着眉 看着师祖银沟 在来的路上 通过权限 已经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叶祥没事 微微松口气 远处几头 还在观望的血鬼王 看到人足天王来后 二话不说 转身就头 喂 你们到底咋个回事 老娘不要面子吗 动不动就行我出来 就不能保护好他吗 看到天王罗景 银沟一点不害怕 还反过来质问道 罗景微微点头 看着叶祥问道 没受伤 叶祥此时 眼眸恢复正常 默默摇头 他死了 我没来得及救他 他将两把狼牙笔刃 递给罗景 开口说道 罗景接过笔刃 点点头 我知道 这起事件 指挥官也有一定责任 没有观察到 杨平顺与叶祥是分开行动 否则就不会贸然同意行动 但说到底 还是杨平顺太大意了 没有完全把握叫行动 要知道入敌身后 一旦暴露 自然会被其他脚鬼王注意 甚至吸引到血鬼王这般存在 罗景此时是有些庆幸的 至少叶祥没死 银沟撇撇嘴 看着地上的血肉 开口道 你们要是实在想他 我可以让他变成僵尸 重新复活 反正血肉还在 听到这句话 天王罗景 眼睛顿时眯起 你要是敢这么做 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老娘一片好心 你凶个锤子 银沟一点不怕他 又不是被吓大的 懒得多说一句话 直接便回血液 悬浮在叶祥面前 看着这一幕 天王罗景微微骤起 但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毕竟叶祥的确需要保护 自己事情实在太多 也不可能一直顾着他 叶祥跟着罗景回到基地 医疗辅助上前扫描了一下后 提醒道 需要申请治疗 肋骨断了四根 叶祥点点头 这个伤势 换做正常人 已经属于重伤了 毕竟肋骨断裂戳破内脏 那就有生命危险 不过 内脏已经烙印到第四遍 任先文不仅在彻底改变内脏 一定防御能力还是有着 并不担心断裂的肋骨会刺穿 没过多久 一位治疗辅助人员走了进来 是一位看很漂亮成熟的女人 56级治疗戏女长官 军衔也不低 他看到叶祥后 开口道 你好叶祥同志 我是来帮你治疗的 叶祥点点头 躺下来 刚要解开衣服 就被他拍开 你现在肋骨断裂四根 不要轻易乱动 很容易伤到内脏 他亲手帮叶祥解开青衫衣袍 这时邻军也正好回来 看到这一幕 不由一笑 抱歉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叶祥有些茫然的看着他 什么意思 治疗职业的女人头也没抬 看着叶祥 有些凹陷下去的胸膛 有些意外 造成这么严重的骨骼断裂 肯定早就那出血了 但这家伙 还真就一点是都没有 内脏比骨骼还硬不成 女人抬起手 落在叶祥胸口上 浓郁的白光 渗透皮肤表面 他很快就明白 这少年重断四根肋骨 却为什么一点事 都没有的原因了 他的内脏 就像是强化过一样 活性远超正常人数倍 在治疗法术下 叶祥体内一根根肋骨 回到原位 重合 相连 十几分钟后 米瑶松开手 抬头看向叶祥说道 已经恢复好了 不过这个周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刚恢复的骨头 是很脆弱的 叶祥点点头 表示知道 嗯 谢谢 邻军并没有离开 一直站在门口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不由打句道 好久不见 等级长进不少吗 然而米瑶就像是 没听到她说话一样 收拾好东西 将治疗指令任务提交后 便直接转身 从邻军身边离开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 邻军有些牙疼 这个女人 不会这么记仇吧 叶祥这时候 已经穿好衣服 走过来 有些疑惑道 认识 算是吧 邻军有些无奈 有仇 算 算是吧 哦 你把手拿出我看看 算姻缘 邻军眼睛顿时一亮 准不准 准的话 待会儿我就带你 去刷三头脚鬼王战功 不 五头 还行吧 那行 给我看看 跟刚才那个妹子有缘分没 叶祥一脸果然地看着她 但还是看了一眼邻军的手相 随后伸手掐指 摇摇头 轻叹一口气 邻军真的有些慌了 你这叹气叹的 我陡然有一种住孤生的感觉 差不多 叶祥点点头 靠 老子不信 你算得不准 邻军一脸悲愤地转身离开 从门口回来的柳妍 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怎么了 这是 你受伤了 柳妍先前也看到敏妖 不由问道 毕竟基地里就叶祥跟邻军两人 叶祥点点头 嗯 肋骨端了几根 已经恢复好了 可以吗 这点小伤上面 都让你大美女 给你亲自治疗 泽泽 难怪邻军那么羡慕 她很厉害吗 叶祥有些疑惑 之前完全没接触过 何止是厉害 你没有看到她的军衔吗 二等独卫军官 战前辅助职业的总队长 很多战士的梦中情人 其中也包括邻军 治疗水平是非常厉害的 柳妍笑着说道 叶祥这才明白过来 她不由回想起的导师徐萌吗 她如果还在战场上 应该也很受人欢迎吧 只不过老师的眼睛没有恢复 再加上有心理阴影 上面肯定不会让导师上战场了 想到这里 她不由想起杨平顺 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转身回休息室 加紧修炼 彻底放纵自己吞噬能量 那自己前面打的基础 就全部白费了 深吸一口气后 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我需要一株灵木根 嗜果 百年甲龟壳 断生壁虎血 辅助智能将叶祥所需的材料提交上去 很快回应道 以提交申请 需要两个小时送达 检测出药材是治疗所需 不需要消耗战功 叶祥点点头 她需要这些药材 是炼制一枚三转的养骨丹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孕养骨骼 哪怕是骨质增生的老人 也能恢复 更不要说 修复自己胸口上的肋骨了 她现在也算是请了个病假 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但在战场上 三天已经属于很长时间了 她打算直接借用丹药 将伤势完全恢复 到时候重新上战场 两个小时 在冥想烙印人鲜文中 过得很快 辅助智能离开房间没多久 就将炼丹所需的药材带回来 叶祥睁开眼睛 抬手接过药材 一手直接燃起三昧真火 几分药材迅速在三昧真火中 炼化成液体 十分钟后 一枚淡灰色的三转丹药 炼制成功 叶祥没有犹豫 直接将丹药吞服下去 养骨丹入口即化 丹药的奇异力量 扩散四肢骨骼 很快就找到了胸口肋骨处 虽然已经连接修复 但还需要自身慢慢愈合 不过在丹药的恢复下 肋骨很快就完美恢复 甚至在养骨丹的帮助下 肋骨部位也比之前更为坚硬 叶祥从盗藏上 翻到有关于人仙区的记载 第四层的人仙文 就是烙印在全身骨头上 刚要继续修炼 叶祥突然收到和了了的消息 开口说道 小学弟 你就乖乖在休息室里 不要出来知道吗 叶祥一愣 为什么 哎呀 没什么 和了了 直接关掉通讯 与此同时 斩杀队零石基地外 腾蛇部队队长 李斌语气愤怒地看着墨修质问道 杨平顺的死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连一等战功都不给 他是死在战场上 又不是逃兵 为什么没有 还是说 你们把战功给了你们那个新人是吗 墨修微微皱眉 他也刚知道 叶祥和杨平顺任务失败的事情 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只有队长和后方指挥官知道 现在人找上门来 他也一头雾水 现在还在战时 有什么事情等战争结束再说 不行吗 墨修看着李斌说道 两人军衔都是一样 都是三等都尉军衔 部门也同属不同 虽然斩杀队直系天王罗景 但不代表有什么特权 结束再说 我死了一个副队 就这么不重要吗 听到这句话 李斌越发有些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远处 何了了 等人都在 听到腾蛇副队死后 还跟叶祥有关系 他们也不由一愣 叶祥等级虽然还低 但不至于会拖杨平顺的后腿 这期间或许有什么误会 叶祥这时候 直接从休息室走出来 李斌看到后 眼睛顿时微眯 你就是叶祥 可以说一说杨平顺牺牲的具体情况吗 身为腾蛇副队 牺牲后 为什么连个一等战功都不给 叶祥沉默片刻后 开口道 我们两个是分头行动的 他暴露后 我赶去支援 后来我们两个被血鬼王盯上了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被一头血鬼王盯上 来不及逃离很正常 李斌却皱起眉头 真是这样 那为什么连一等战功都没有 然而就在这时 一袭军袍的天王罗景 提着两头血鬼王的头颅飞下来 随手丢在地上 浑身杀气还没收敛 气势压抑道 怎么了 都在这里干什么 就这点时间拿来休息 还要折腾是不是 看到天王下来 李斌神情一速 但还是说道 天王 我是来询问叶祥 有关于副队杨平顺牺牲的事情 还有 为什么牺牲后 连一等战功都没有 在场所有人都有些沉默 毕竟不管怎么样 杨平顺的确是因为出行任务牺牲 没有一等战功 的确有些说不过去 叶祥看起来似乎也牵扯其中 斩杀队们虽然有意偏袒 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听到李斌的话 天王罗景静静地看着他 随后无奈叹气 打开通讯器说道 将杨平顺的行动视频发给他 后方指挥部文言 立马将当时的数据画面 发给李斌 李斌收到后 立即打开视频 默默看着当时的画面情景 很快 他看到在一开始 杨平顺就在频道里 询问夜想的详细信息 并且做出分开探索的战斗行动 随后在遭遇到五世纪搅鬼王时 擅自行动 申请斩首指令任务 并没有详细说明是单独行动 而不是两人配合 让后方指挥官造成行动指令误判 看到这一点 李斌已经皱起了眉头 杨平顺身为副队 在这一开始 就连续犯了两个行动错误 战前行动方针 倘若与斩杀队成员配合 一切必须以斩杀队成员命令为主 杨平顺的军衔等级 虽然比夜想高 但不经过夜想同意 只有斩杀队才有斩首指令权限 可以说 杨平顺是借用夜想斩杀队的特权 申请斩首指令 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视频还在继续播放 当看到杨平顺选择的搅鬼王目标 可以强行探出隐匿的血鬼术时 李斌就意识到 杨平顺的任务肯定会失败 后续果不其然 杨平顺被狼狈追杀 夜想紧急支援 当李斌看到 夜想以伤患命 强行斩杀这头脚鬼王时 他忍不住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身前一脸平静的少年 这小子 这么强 甚至果断的吗 难怪能进斩杀队 李斌低头继续看着视频 他知道 远远没有这么快结束 毕竟这头脚鬼王 已经被夜想斩杀了 肯定还有后续 但看到这里 他已经意识到 为什么杨平顺牺牲后 他没有申请下一等战功了 一个简单的探索指令任务 身为王牌腾蛇副队的他 已经出现两次严重危机 视频里 夜想和杨平顺显然都意识到 已经暴露了 再尽快撤离 然而没跑多远 一头血鬼王陡然出现在画面中 一瞬间 就穿破杨平顺的胸口 血淋淋的心脏握在手心里 记录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李斌一脸沉默 梁九 才低下头 看着天王罗景和夜想说道 抱歉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教导好杨平顺 罗景叹口气 拍了拍李斌的肩膀 安慰道 我知道杨平顺是你一手带出来的 难以接受 放心好了 上面不会因为这点失误 就否定杨平顺一生的功绩 只是现在还在战时 有些没来得及申请下来 你过于着急了些 李斌这才反应过来 默默点头 他也知道自己有些冲动了 他是个直爽的汉子 试错就认 试过就改 来到夜想面前 认真敬礼道 夜想同志 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夜想回礼 摇头道 没事 杨同志的牺牲我也很难过 行了 早点休息 凌晨四点十分 全体集合 有任务 天王罗景 这事开口说道 众人一愣 随即眼睛一亮 看来上面总算有决策了 这大半个月下来 虽然占领三个战区 但进度还是太慢了 明早凌晨的行动 肯定至关重要 李斌得到命令后 点点头 默然地转身离开 呼 吓死我了 喝了了松口气 众人不以为意 他们清楚夜想的实力 怎么也不可能拖杨平顺的后腿 但不管怎样 失去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志 是华夏人族的损失 夜想 你伤势还没恢复 明早凌晨的行动 可以不用参加 天王罗景 看着夜想说道 夜想摇摇头 我已经恢复好了 可以检测的 辅助智能文言 扫描了一下夜想全身后 也回应道 夜想同志的伤势 已经完全恢复 股缝结合强度合格 邻军有些诧异 米瑶的治疗又仗尽了 这么快 丹药的原因 夜想解释道 众人明白过来 夜想的丹药 的确非常神奇 何寥寥很是期待地看着他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夜想有一天 可以帮他的双腿恢复 那行 早点休息 四点集合 天王罗景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布置详细进攻路线与计划 大家也都转身回基地 继续修炼 战场上 无时无刻都在死人 杨平顺不是唯一一个 下一个 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 柳妍拿出一柄紫金法杖 是当初毕业时 程校长送给他的毕业礼物 一直舍不得使用 宁月梅手中魔法书 累积的魔法液也变得很厚很厚 但还在不停地念咒增加 林军擦拭着 已经完美修复 好的古剑 战炉 嘴角微微泛起笑意 少年时 他就梦想成为古书上记载的 行侠仗义的剑客 他现在 也算是了吧 房间里 讲官精心绘画着人偶脸上的表情 眼眸平静道 我的灵魂 属于你 人偶脸上的笑容灿烂 轻声回应道 所以 我亦是你 何了了将机械腿拆下来 坐着床边 看着窗外的夜幕 眼眸明亮璀璨 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才能变得美好呢 好像现在 也很不错了 墨修开着灯光 对应图纸设计 将自己的重型灵能狙击再次改进 将聚能速度加快 哪怕是加快0.1秒 对有存活下来的机会 就大上一分 精致的机械零件宛如艺术品 在灯光下的闪亮声灰 灵能传导的纹路 拆卸下的标准瞄准镜片 桌子上 一张熟悉的前女友相册 这古老恶魔咒语 黑暗地狱的能量在身上涌现 一具与她一模一样的身躯 缓缓塑造出来 只是皮肤看起来苍白无比 宛如死人 五转地狱魔法 召唤自己的死亡之躯 风元躺在床上 乐呵呵地看着手机信息 因为就在之前 李晴竟然回她消息了 半个月前的聊天记录 风元 这次战斗结束 我请你去海边玩 我偷偷给你买了一套很好看的泳衣 过几天 辅助智能就送过来了 放心 我眼睛的就是尺子 绝对合身的 三十秒前 李晴 滚 风元 好嘞 就在风元寝室对面 李晴看了一眼袋子里装的一件 天蓝色蕾丝花边泳衣后 顿时气得没话说 有些无奈 这家伙拿战时紧急运输 当成什么了 到底要又知道什么时候 尹子叶翻开桌子上的几张塔罗牌 璀璨的心灰 洒落其中一张 桌子上 一个时间纱屏缓缓跌倒过来 未知命运的走向 从未改变过 直到夜想出现 未知的命运 好像多了很多很多抉择与方向 他轻声呢喃着什么 最后解开面纱 露出宛如星河的璀璨眼眸 美得令人惊心动魄 可眼前这张塔罗牌 却永久性地消失了 他用自己一部分的能力作为代价 永久性消除未来 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尹子叶也深知 命运终究是戏剧化的 兜兜转转 回到原点 一滴血泪从眼眶落下 那张消失的塔罗牌 重新出现在手中 画面中 在一个镰刀下 黑袍身影静静注视着他 仿佛有一道声音 在他耳边低于呢喃 告诫他 命运不能被玩弄 林峰在一张垫子上 浑身汗水地坐斧握撑 这几个月下来 俊秀帅气的表面下 也练出不少肌肉出来 他一直在锻炼自己的体魄 夜想偶尔也会给他一颗洗水丹 增强一下体质 尽量弥补自身的短板 几人里 只有郑氏和夜想在修炼室里 安安静静冥想 一个稳重 一个认真 任仙文的悬傲 在体内内脏映照 一天天过去 心脏部位成功烙印完第四遍 心火变得更加旺盛起来 充斥着更顶盛的本源与活力 夜想睁开眼睛 感受到这颗紫玉丹药效果后 又重新拿出一颗服下 继续修炼 紫辅丹田内 紫金丹从未停止吞噬吸收能量 那颗骨骸王座血灵 依旧没有多大变化 夜想也不知道 里面究竟蕴含了多少能量 要是放开了吃 要么暴体 要么等级疯狂暴涨三四十级 但那样的代价 肯定是再无寸境 等于自己将修炼路断了 八郡战区上 罕见安静下来 这就如同黎明前的黑暗 聪明的搅鬼一族 已经意识到 接下来人族会彻底展开进攻 但失去王座的他们 也没有办法更好地指挥其余一族 一旁的童眼一族 彻底被华夏人族打耸 就连天赋都没多少高等级 全部蜷缩回西南深处 没有消散 就代表他们的王座 还没有彻底遇摸 凌晨四点 斩杀队全员集合 与天王罗景 一同奔赴八郡前线 王牌朱雀部队 王牌青龙部队 王牌腾蛇部队 也全部到齐 四肢汇聚了整个华夏 最强大的战斗精锐人员 宛如一只风锚 直接穿过 搅鬼一族封锁的前线 勇往直前 是的 本次决策 就是将整个八郡战区垂直凿穿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魔法技能轰鸣不停 顶尖的近战战士们 在收割一条条生命 叶祥那原本一袭青山 早已染红 鲜血凝结一团团 金光耀眼澎湃 每当高等级的搅鬼一族盯上他时 叶祥毫不犹豫 施展雷法逃顿 但他发现 自己最适合的 是使用纯阳剑绝 遇见收割一颗颗头颅 基本都是三十多级的搅鬼一族 四十多级 也只是多补上两三剑而已 问题不大 这消耗可比使用 通天路施展雷剑斥灵的时候 要低很多 子府内有王座血灵 和其余白灵珠的补充 叶祥可以这样玩一整天 都不怎么消耗灵力 但跟三昧真火一样 遇见同时也消耗精神器 只是没那么剧烈 叶祥遇见的一幕 看得灵军一脸羡慕 这小子 现在还真会遇见了居然 他施展极剑 手中占卢剑光灵力 一头五十八级搅鬼王 强行被他带走 身后的银子叶走过来 施展一张剑士 塔罗牌加持恢复状态 凌峰身体素质提升后 已经比得上三十级左右的战士职业 勉强能跟上众人的节奏 不像以前还需要等他一下才行 短板这方面 必须要弥补上才行 这也多亏了叶祥的洗水单 否则光靠锻炼 哪怕再花一两年时间 也进步不了这么快 罗锦看到凌峰的表现后 也不有点点头 还算可以 他又转头看了一眼叶祥 哪怕是他 他也从叶祥身上挑不出半点毛病 有雷法和御剑 强大的支援奔袭能力和速度 担心他还不如担心其他人 天王罗锦飞上高空 扫射整个八郡战场 入目所及 凡有七十级以上的血鬼王 战己贯穿长空将其斩杀 四支王牌部队 目光如火地注视着天王身影 跟随其脚步 不断向前斩杀脚鬼一族 每个人身上都鲜血淋漓 手中武器不满血痕 朱雀部队坐在高空上 利用范围魔法 轮番轰炸 正是抬起手 有山开洞 有河扑土桥 虽然没怎么动手攻击脚鬼一族 但却是最累的 主要是八郡地势太过于离谱 山城弥补 崩塌的楼房 纵横离奇的公路 干脆直接扑土桥贯穿过去 周边无数脚鬼一族聚集会龙 试图围住他们 但如果是普通战士 或许还可以 但他们面对的 是华夏最强精锐 还没围拢 就被身先士卒的斩杀队们 冲破包围 青龙部队紧跟上 腾蛇部队游荡四周收割头颅 随时可以隐匿身影 只要不遇上高等级 同等级下 刺客系可以轻易脱身 朱雀部队在战斗机上空 一个个魔法轰炸下去 脚鬼一族群都被炸得血肉模糊 成千上万的数量 汇聚得越密集 死亡数量就越高 这就是高等级法系职业的可怕 在战场上 猛到就连战功都很难统计 四大王牌部队 以脚鬼一族 根本来不及反应的速度 迅速凿穿下去 留下一地的鲜血尸体 虽然大部分都是脚鬼一族 但也有华夏人族强者受伤 跟不上队伍 陷入脚鬼一族的包围圈中 朱雀部队有一支小队专门救援 能救的救就上来 但也有来不及的 他们知道自己坚持不住了 淡然一笑 随后悍不畏死地冲上前 整个八群战场 王牌部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 将其分割成一半 天王罗景依旧在最前往斩杀血鬼王 其余脚鬼王都分配给斩杀队们 腾蛇负责配合收割 青龙部队负责抵挡脚鬼一族的攻击 毕竟全员都是的精锐战士职业 暂时抵挡没有任何问题 大后方 几乎所有指挥官都盯着前线战场上的数据 在四支王牌部队 彻底吸引整个八郡战线注意后 白虎部队也全体出动 将整个荆州大半军力 也转移到八郡战场上 这是一场大胆的战略决策 周景与指挥官们讨论了接近半个月 才决定的战略 倘若成功 那么八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其蚕食占领 但如果失败 后果很有可能是四大王牌部队 全军覆没 荆州抽取大半的军力问题并不是很大 毕竟一位九转的儒家先生作证 周景还是知道 所以如此果断 很快 白虎部队顺着正式留下的土桥 在飞快搭建铁路 是的 没错 就是铁路 这也是为什么 正是一直缝山开山 缝路开路 直接开一条战线铁轨出来 将八郡切割 以点占据面 无论是支援速度 还是资源补给 都能完全奔上 一条条铁路飞快修建 看着满地鲜红的脚轨一族尸体 铺设轨道时 战士们的手都在发抖 因为鲜血 还是热的 在天王的带领下 战士们在前线疯狂杀戮 从东贯川到西 整整接近五百公里 一路凿到底 哪怕是全力奔袭 都需要一天的时间 更何况一边战斗 一边奔袭 但在场的 都是王牌精锐战士 没有一个人说什么 天王还在前往 那么 就算是流进最后一滴血 也要冲上去 随着时间流逝 奔袭的速度 逐渐缓和下来 平均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 再往前面前突 只有遇到山的时候 速度才放慢下来 终于 当他们抵达 曾经最吸引人的红牙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看着远处整个腐朽建筑 所有的木楼城墙早已废弃 密密麻麻 站立着无数脚鬼一族 正死死盯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 夜想知道 这是八郡战场上 最难的一关 中间只有江面 他们要么强行攻上红牙 要么就渡江而行 指挥官们 很快就确定了一条进攻线路 强攻红牙 鬼道不可能建立在江面上 红牙一手难攻 必须将其拿下 现在倘若不流血 将来只会付出 更加惨痛的代价 斩杀队 全员得到任务指令后 纷纷抬头看向红牙上密密麻麻的 脚鬼一族 何了了召唤出风精灵 给邻军他们身上 变成一对风意 影子夜也抬起引折塔罗牌 全队隐身 天王罗景 依旧是最先进攻的 锁定一头八十六级的血鬼王后 战绩与身形贯穿落下 诸神节 那头血鬼王脸色一变 连忙想要逃跑 但在天王罗景全力锁定的一击 根本不给他半点机会 瞬间从头到尾插入全身 随后战绩爆发出强大力量 轰动一声 一头血鬼王被炸的尸骨全无 此时两架搭载朱雀成员战斗机 飞到红牙上空 无数法术连连轰炸 一口气将所有法力全部用完 清理出一片真控地带 就迅速撤离 斩杀队全员 此时飞上红牙 开始斩杀 夜想这一次也不再留守 眉心散发道意 浑身气场变得充斥神性 抬手就是三十六张剑符 雷法涌动 瞬间化作三十六道雷剑呼啸而起 朝四周迸发 眨眼间 远处数十头脚鬼一族的头颅纷纷掉落 血灵飞出 邻军提着鼓剑 很明显 实力又提升了一线 剑光变得更快 将军不停地召唤出地狱生物 朝四周攻击 整个人都笼罩黑袍下 很是阴森森的感觉 正当红牙可以顺利拿下时 突然间 接近两百头的高等级脚鬼王 同时从另一边冲出来 等级全是五六十级 其中接近七十级的也有不少数 看到这一幕 一向冷静的 没修声音也有些颤抖道 是埋伏 一个不大的八郡 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数量的高等级脚鬼王 毫无疑问 脚鬼一族早就聚集了一股精锐力量 在这红牙上 要么反击 要么伺机埋伏 面对一两百头的脚鬼王 斩杀对全员心理一颤 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但一袭红袍身影 挡在他们最前面 一如以前 庄楚手持杀翼血剑 没有一句话 直接向前斩杀 凌军和风源两人不由一笑 也跟随庄楚的脚步冲了上去 夜想抬起双手 三十六张俘虏悬浮身前 神性双眸中 没有丝毫畏惧 冷声喝道 作甚勿甚 与师斥令 周围顿时弥漫其水气涌 在每一张重水符中 散发淡蓝色光芒 加大俘虏威力 下一刻 宛如洪水爆发 磅礴轰鸣 两百头脚鬼王 纷纷使用各自的血鬼术 各师本领 抵挡着众弱千军的洪水 仅有数十头被冲散身形 但对于邻军和庄楚他们来说 足够了 一瞬间 两头高等级的脚鬼王被斩杀 然而就在这时 一袭血色鬼影 疯狂朝高空的夜想冲上去 速度极快 是一头七十二级的血鬼王 庄楚脸色一变 二话不说 直接将手中杀剑投掷出去 夜想神性下 注视着血色鬼影 手中迅速画出一张符路 斥令 迷迭乱影 下一瞬间 四个一模一样的夜想 出现在半空中 分散逃离 这头血鬼王争鸣一笑 双脚鸿芒一闪 其右手握紧的拳头上 爆发出令人心机的可怕能量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拳对着夜想 所有分身轰出 别想跑 下一刻 一个超大范围的明灭能量 覆盖夜想身边所有范围 这偷袭的实在太快 哪怕是斩杀队的所有成员 也根本来不及反应和支援 肉眼可见 没有一个分身逃出来 那恐怖的能量明灭 在场除了庄楚和天王罗警 谁也没办法抵挡 所有人不由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高空 难以置信 夜想就这样死了 但就在这时 还没有消散的黑暗能量 陡然被滔天血海吞噬 师祖银沟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只是想借着夜想的手 出来玩一玩 结果这个小家伙 就像是看穿他的想法一样 根本就不在乎 啥子次数不次数 遇到事情就喊他出来 愣是把自己当成免费打手了吗 他还不能不管 想到这里 银沟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转头看着夜想说道 我说小师傅 我就剩那点魔气了 本身还被震在那紧紧头 要是没的我 你是不是死两次了 你到底难得回事 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夜想平静说道 莫得下次了 我跟你说 银沟一脸气鼓鼓的样子 师祖银沟的出现 让那头血鬼王不由一论 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突然出现的女人非常可怕 整个人止不住的 有些毛骨悚然 仿佛比看到人族天王罗警还要可怕 夜想抬起头 看着眼前这头强大的血鬼王 罗警一开始也看到了这一幕 并没有出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知道夜想身上有一位师祖 还能出世就有鬼了 不管那位师祖出于什么目的 现阶段能保护好夜想 那就是最大利益价值 意识到不对 血鬼王转身就跑 一点犹豫都没有 银沟抬起手 无形中 一只幽冥鬼手 死死掐住血鬼王的脖梗 眼眸血红一闪 直接用力一捏 扑驰一声 血鬼王的脑袋直接被捏爆 两枚猙獰红脚腐朽消散 那枚血灵刚浮现出来 就被银沟招手一口吃掉 他对于这些异族 也同样没什么好感 早在几千年前就打过一架了 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脚鬼异族 这一次 不用夜想提醒 银沟身上的明海血和席卷开来 两百头沉浸其中 顿时宛如窒息一般 无比难受 他们挣扎着 惨叫着 这一刻的银沟 才像是一位真正的师祖 他踩在明河虚影上 所过之处 他曾经镇守多年 死后坠入明海之中 但哪怕是整座海 也容不下他的怨恨默契 他化身成血海师祖 一切所见 皆葬身其中 这一幕 诡异且强大 那一袭红衣长裙的银沟 震慑人心 夜想却微微皱起眉头 神性状态下的他 立马感知到 银沟有些控制在不住杀意 和当初的庄处一样 没有任何犹豫 双手捏起道门九字真言法诀 临兵斗者 接阵列千星 刹那间 九字真言散发出 纯正的道义扩散开来 落在银沟头顶上空 试图镇压滚滚魔器 银沟猛地转过头来 血眸冰冷地看着夜想 但眨眼间就恢复过来 身上魔器逐渐消失不见 收起明海意象 没好气道 你们到门还讲不讲道理 千年前联合儒家欺负人家 现在你也欺负人 以夜想如今的境界实力 自然不可能镇压银沟 那九字真言 其实更像是一个提醒 毕竟银沟也不喜欢 自己入魔的样子 一点也不好看 毕竟这里 还那么多人看着呢 夜想静静地看着他 还是说道 你帮了我三次 说吧 你要我做什么 曾经答应过的事情 他从来不会否认 听到夜想这句话 银沟眼睛一亮 哎呀 真没想到过都这么快 那得让我好好想想了 嗯 把我放出来 不行 夜想直接拒绝 银沟嘟起嘴 那有什么意思 反正我分身神魂也出来了 真有什么事情要做 我比你还要方便吧 然而夜想却像是 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 正是因为如此 这银沟还跟着自己 才显得不对劲 银沟静静看着夜想 这家伙不知道 自己那双神性筋膜的威慑 有多么可怕 被盯着怪下人 银沟撇撇嘴道 哎呀 我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 他一口气吃了一堆血灵后 可以不着急回去 那梅血玉 自然是他的本命法器 只有借这位天师之手 才能带出来 他现在其实也算是自由身 只是本体还被镇压着 他倒要看看 这小道士 二十年后 究竟能成长到什么地步 银沟一下子解决了 一大半的脚鬼王 直接将压力减小十倍 其余王牌部队成员 强忍着心理疑惑 冲上前准备战斗 斩杀队成员们也都如此 几乎都在单对单 哪怕是凌峰 也在单独牵制一头脚鬼王 无转的时间法术不停落下 同等级下 可以完美将对方停滞在原地 然后被莫修抽空一枪爆头 直接带走 血灵浮现后 凌峰直接吞下恢复法力能量 在战斗的时候 吞浮血灵可以很快补充能量 甚至有可能还跟不上消耗 叶祥也化作雷光冲进战场 手持圣斜剑与凌军风源 并肩冲进战场 正在跟风源缠斗的 五十六级脚鬼王浑身血开 手持长刀 两人正在疯狂对抗 风源早已开启狂暴 浑身血气沸腾 双刀挥得一次比一次快 一刀比一刀重 叶祥冲上来后 直接施展纯阳剑诀 同时单手施展通天 录画出十八张符路落在圣斜剑身上 刹那间 十八柄长剑虚影浮现 然后所有剑服与纯阳剑诀融合在一起 威势陡增 神性状态下 许多法诀也可以与剑诀融合在一起 绝对理智下 一切道法神通 信手拈来 手中圣斜剑 携带纯阳剑刚与剑服之势 瞬间贯穿风源身前的脚鬼王胸口 血铠破碎 鲜血与血肉 飞溅在近在咫尺的风源脸上 他怒吼一声 双剑合拢 刀锋汇聚强大的血气能量 刺入那贯穿伤口中 爆发开来 哄 这头五十六级血鬼王 直接暴碎身躯 死得不能再死了 血灵浮现 风源一口吃掉后 直接转身 朝下一个目标冲去 而银沟则是朝庄楚的方向走过去 似乎也认出庄楚的职业和他的本体 好奇问道 哇哦 小哥哥 你好厉害 居然能从杀身转制成君子 庄楚一剑斩杀一头脚鬼王 看了一眼银沟道 我老婆就在上面 银沟一愣 茫然地看着他 啥在 就在这时 不远处 一道诡异的空间扭曲 覆盖一架战机 轰动一声 那架战机陡然炸开 火蛇想要爆发 又扭曲吞噬 这突然一幕 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柳妍伸出手 试图将那空间恢复 强大的次元能力融入过去 却被瞬间撕裂 是远超他等级的空间细血鬼术 他猛然抬起头 看向远处一头隐匿极深的血鬼王 他脸上争鸣笑着 无比得意 只因为那架战机上 是十余位朱雀法系人员 一瞬间 全没了 庄楚彻底忍不住杀意 雪剑的魔气与杀意释放开来 身上的白袍 瞬间染成血红 缩地成寸 瞬间出现在 那头血鬼王身前 一剑斩下 血鬼王双脚散发鸿 诡异的空间波动再次浮现 他直接消失在原地 然而早有准备的柳岩 迅速通过次元空间的联系 迅速锁定了数十米的一个隐蔽角落 立马在通讯频道中说到 西北四十五度 六十二米距离 庄楚还没来得及 一柄战机急速飞来 准确误落在柳岩树的那个位置上 果不其然 在那锁定的位置上 空间扭曲的一瞬间 先前消失的血鬼王刚出现 就被战机狠狠钉死在地上 庄楚施展缩地成寸 浑身散发着浓郁杀意 一箭斩落他的头颅 没有人有时间赶伤 徐荣擦了擦泪水 抬起手 十几颗庞大的陨石 陡然浮现上空 对准脚鬼一族最密集的方位 疯狂降落 六转火系魔法 天陨地星 这时 白虎部队的战斗小组 这时也赶到这里 他们纷纷提起机械箱子 在飞机上直接打开 下一刻 精致完美的一句句 机械铠甲覆盖全身 齐刷刷的一片白色机械铠甲 在面前的护心镜 是白虎模样 全部都是五十几以上的机械战士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从飞机上跳下来 谁说机械辅助职业 没有一颗想要战斗的心 他们集体降落后 抬起手 嗡的一声 展开不同颜色属性的光刃 全部接近两米长 威力远远超过普通制式武器 毫无疑问 几乎每次看到白虎部队战斗 总是能看到新的东西出现 这群机械职业的人 为了能够战斗 真是什么花样都在玩 莫修看着这一幕 也不由摸了摸下巴 自己是不是应该也弄一套 机械铠甲出来 看来回头 得回一趟森罗姆校 深言一下机械铠甲了 他了解过机械铠甲的设定 链接与运算能力非常大 除了机械职业的人 其余人都很难驾驭 这个弊端其实是很尴尬的 如果驾驭装置能简单一下 所有战士都能使用 那么每个人都能强大一个档次不止 五大王牌部队精英全部冲上红崖 数量之多从下午杀到夜晚 风源已经身受重伤 邻军手中的战颅骨剑也再次锻炼 将军召唤出地狱恶龙 悬浮在上空 不停喷出火焰 烧死不少脚鬼一族 宁远眉不停施展魔法术上的法术 在他面前愣是出现一个真控地带 在顺发魔法术面前 一瞬间就有七八个法术同时落下 哪怕三四个脚鬼王想要同时进攻 都被硬生生轰回去 何了了一直在半空中和末休一样 顾及全场 哪边撑不住了就会冲上去帮忙 天王罗锦飞过来 看着他叮嘱道 小心一些 嗯 放心啊罗队 何了了点点头 现在在场超过八十几以上的血鬼王 都被天王罗锦解决掉 胜利的天平已经再朝他们倾斜 一些不确定的数据也彻底稳定下来 将红牙攻下 那么将八郡拿下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战斗依旧还在继续 从白天厮杀到夜晚 战斗机打开大灯 将一切都照耀得非常清楚 在红牙后方 还有密密麻麻的脚鬼一族 仿佛无止境一般 看到这一幕 哪怕是周景都没有想到 脚鬼一族在没有王座的情况下 会死守八郡 周景死死盯着屏幕 沉默片刻后才冷声说道 他们要全力守 那我们就全力打 铁路连到哪里了 距离红牙还有五十多公里 大概还需要三个小时 有指挥官抬起头说道 除了北方与荆州 各留下三万常规军 其余战士 全部调集到八郡战场上 周景斩钉截铁道 说完这句话后 他才不忍问道 统计王牌部队伤亡人数 一位指挥官抬起头 起身说道 王牌青龙部队 战亡二十三人 重伤三十六人 一旁不远处的指挥官 也起身说道 王牌腾蛇部队 战亡十九人 重伤二十八人 王牌朱雀部队 战亡十二人 王牌白虎部队 战亡五人 重伤九人 四大王牌部队 都损失不清 大部分都是在 红牙战斗中牺牲 少部分是在路上调队 直接被狡鬼一族包围吞噬 根本没法救援 周景深吸一口气 微微捏紧手心 这次损失那么大 他有责任 他没有预想到 狡鬼一族 竟然敢死守八郡 哪怕没有王座 他们也不计代价 周景很快想到了什么 顿时微眯起眼睛 狡鬼一族中 多半是有一位智者 在这场战争中 狡鬼一族牺牲的越多 死在多角鬼王 也根本不心疼 只要让人族损失越大 那么下一次 就会越发慎重进攻 毫无疑问 这是杨谋 一位狡鬼一族的那位智者 已经从战略上看出 华夏必须要拿下八郡 否则荆州毫无意义 三面受敌 哪怕掌握丰富资源 人员消耗也非常大 可目前王牌玄武部队 还在秦岭镇守 不能轻易离开 红牙最上方 一位年迈的血鬼王 一脸平静地 看着下方战场 在他身边 一个只有十级的脚鬼一族 却长着一对红脚 王座 华夏人族有一句很好的话 狮子伯兔尚且用权力 更何况 是如今已经 逐渐显露雄师之危的人族 同族的牺牲 都只为了你能更好地成长起来 年迈的血鬼王轻声说道 一旁的少年王座 静静看着下方 默默点头 长老 我得到的传承上 不是说 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吗 为什么这些人族总是说 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家园 少年王座有些不解道 听到这个问题 一旁的血鬼王不由一笑 人族再怎么往上追溯 也不过是数十万年前起源而已 目光合其短眼 沿途一族 诞生于五千五百万年前 那个时候 环境可没有现在那么舒服 兵魔种族 也诞生于四千万年前 哪怕是最短的骨骸一族 也诞生于八百万年前 我们巅峰时 哪个不是这里的主宰 少年王座懵懂得点点头 其实年迈的血鬼王 没有说出最后一句来 那就是 仅仅数十万年时间 人族就进步到如此地步 哪怕是皇族 也无法比拟 迫不得已 才付出巨大代价 使之天变 遏制人族的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 异族之间 为什么不团结 毕竟曾经都是 与人族现状一样 都是敌人 只有强大的实力 成为皇族 才能掌控这些异族 其实在皇族眼里 人族与其他异族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人族的潜力太高 不遏制 就会撼动他们的地位 不过人族最短板的 就是寿命 匆匆百年 哪怕再长寿 也不过一两百年 年迈的血鬼王 看着那些人族精锐战士 眼眸深邃 古孩异族通过人族 找到了完美进化的方式 脚鬼异族 虽然可以借鉴人族的 转值修炼 来进化自身的血鬼术 虽然也有提升不少 但还不算是完美进化 在这人族身上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短短数十万年 就进化到如此地步 仿佛杀不完的脚鬼异族 依旧在不停出现 哪怕是精锐 人族这边也近乎到了极限 杀得麻木 完全就是在凭借肌肉技艺 在挥动武器 即便是法系也是如此 法力可以通过吞噬血灵 来恢复一些 但精神力 却只能依靠冥想和睡觉 才能恢复 双眼早已布满血丝 精神已经到了透支地步 正是也不再顾及法术消耗 一座接着一座战争堡垒 从地上塑造出来 重伤的战士 可以在里面休息 而且战争堡垒 也可以杀敌 只是动作缓慢许多 宛如磐石巨人 此时年迈的血鬼王站起身 淡然说道 好了 是时候给人足以的惨痛教训了 王座 老朽若是没有回来 也不用担心 我早已将会心血鬼术传承下去了 他会辅助您成长的 少年王座沉默下来 他已经意识到 族人为了自己 到底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想到这里 他眼中不满仇恨 死死盯着那人族天王 罗锦 长老 如果你死了 将来我一定会为你复仇的 年迈血鬼王笑了笑 双脚泛起鸿芒 不必记得我 死在人族天王手中 也是姓氏 他走出木楼 腾身朝夜幕上空飞去 直到自己能飞得最高点时 身上陡然爆发出强大的95级气势 这一刻 原本漆黑的夜幕空中 泛起鸿芒 这鸿芒令人心悸不安 天王罗锦抬起头 微微皱眉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哪怕是他也感受到了危险 没有犹豫 也直接腾身飞上天空 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银沟饶有兴趣地抬起头 似乎认出来了什么 看着夜想提醒道 哇 这个可不得了 小道士 要下刀子了 赶紧躲起来啊 夜想一愣 而银沟可不想这一缕神魂印记被灭杀 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化作血域飞到他面前 轰隆 满地脚鬼异族的尸体鲜血 竟然诡异地全部悬浮起来 无数血液抽空凝聚 朝夜幕上空汇聚 看到这一幕 夜想手中燃起三昧真火 立即将身前十几具尸体里的血液 全部灼烧起来 似乎觉得不够 抬起手 三十六张卓杨浮露浮现身前 纷纷化作火球 笼罩其余尸体 看到夜想这个举动 其余人都反应过来 朱雀部队的法师们 纷纷念起法术 将所有尸体燃烧摧毁 然而就在这时 先前还跟他们疯狂厮杀的 狡鬼异族 却做出更诡异的事情来 嘴角泛起凝笑 会说话的 直接谩骂人族战士 然后毫不犹豫 直接斩断自己 或者身边狡鬼异族的脖子 更多的鲜血蹦践出来 浮上夜幕升空 这一幕 哪怕是大后方的指挥官们 都看得头皮发麻 有点反应不过来 这些狡鬼异族 竟然在互相自杀 这可怕且诡异的一幕 哪怕是身经百战的王牌部队 也从未见过 什么情况 这些狡鬼异族疯了吗 越来越多的鲜血 浮上天空夜幕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就在这时 天王的声音 出现在每个人的通讯器里 所有人立即撤离 是九十级的血鬼法术 夜幕升空 罗瑾已经看到了 那头年迈的血鬼王 正双手张开 浑身涌动澎湃可怕的能量 再更上空 凝聚如同血液的能量体 看到这一幕 罗瑾没有犹豫 直接将手中的战己 用尽全力朝他投掷过去 诸神节 年迈血鬼王却仿佛等的 就是天王到来 嘴角泛起淡然嘲讽的笑意 人族天王 不过如此 战己刺穿血鬼王的脑袋 轰鸣炸开 然而 天空上的血液能量体 却像是完成最后一个程序 无法组织的疯狂膨胀起来 瞬间扩大了数十倍 无形中 血色屏障笼罩罩下方整个空间 天王罗瑾瞳孔一缩 他这才明白过来 这头九十五级的血鬼王 竟然是用自身陷阱 来完成这场接近王座 实力的恐怖血鬼术 他低头看向下面 华夏人族的所有王牌精锐 都在下方 血空中 强大的气息牵引下 所有人都已经来不及逃跑 听到天王的提醒后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九转的血鬼术技能 虽然这看起来是范围技能 但先前那漫天脚诡异族的尸体 和鲜血漂浮上去 如同陷阱一般的诡异场景 哪怕是个傻子 都能意识到 这九转血鬼术不简单 庄楚这时候走过来 丢给正式一颗六十八级的血灵说道 先升级到六十级 正式明白过来 点点头 身为大地法师 他最擅长的就是巨石防御 升级到六十级六转后 就可以得到更强大的大地法系技能 没有犹豫 立马接过血灵一口吞噬 这枚血灵能量爆发 正式本就距离六十级不远了 吃掉六十八级血灵精神力直接暴涨 瞬间突破六十级的临界点 浑身散发出浓郁的土黄色元素气息 其余人一脸羡慕 斩杀队是真的强大 又出现一位六转强者 掌握六转传承技能后 正式开始念起咒语 片刻后抬手一指 轻声说道 地藏 话音一落 强大元素能量让脚下大地陡然裂开 整个战争堡垒顺势掉落进去 足足下落上百米 才停下来 然后将大地裂缝合拢 正式随后又伸出手 不顾精神力消耗 将整个战争堡垒整体改造 体型瞬间又变大了一倍 并且防御也增加了一倍有余 原本只是普通的石头战争巨人 现在表面上又凝聚出一层厚厚石凯出来 六转的战争堡垒 战力提升了一大半有余 但随着等级提升 正式却对上方血鬼术的可怕威势 感知得更加清楚 依旧是挡不住的 天王罗景看着周围无数尸体血液汇聚 眼眸沉重 这血鬼法术 已经抵达了王座层次的力量 无奈一笑 从兜里拿出最后一颗护心单吞下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施展竞术 身上陡然爆发出不弱于王座的恐怖气势 然后挥舞战己 脚下踩着八卦桩 仅仅只是片刻间 一道虚影的八卦图形悬浮在半空中 仔细看就能发现 全部都是战己虚影组成的 轰隆 这时 天上的血红能量球也开始沸腾 中间分裂出一条长线 然后 他睁开了眼睛 这一刻 整个世界仿佛失去声音了 哪怕是天王罗景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血眼注视下 哪怕在地底百米深处 但数百人在一起 却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 一下子失聪了的感觉 夜想微微皱眉 抬起头 他远超常人的感知 仿佛看到了那颗 至邪至恶的血腥睁獰眼睛 十几万的脚鬼 一族尸体 其中还有一位95级的血鬼王陷阱 这个血鬼术法术 华夏人族从未见过 如此可怕的眼睛 虽然是王座的能量波动 但拥有这般眼睛的存在 绝对不只是王座的层次 哪怕是天王罗景 看着这颗巨大的血红眼睛 也有些心惊 就连月光都仿佛不能与其相比辉映 整个夜幕彻底变成星红 圣人的红光照耀大地 无声间 无数血刃从那巨大的眼睛落下来 密密麻麻宛如细雨 锋利的血刃无声 且疯狂地落在八卦战戟上 仅仅坚持了片刻 八卦阵图破碎 地底层树 一层层魔法防御已经展开 八卦阵图破碎 天王罗景也没法阻挡所有血刃 只能疯狂挥舞战戟 能破碎多少血刃 下面的人就能多一分存活机会 但因为全力攻击 几乎没有任何防御 身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身可见骨的伤痕 他那坚固的斗气屏障 也没办法完全阻挡着血刃攻击 实在太锋利了 所以罗景干脆集中力量 防御要害部位 抬头怒笑着 宛如在对抗一位神明 但还是有不少血刃 越过他的身体飞下身后 如同切豆腐一般 轻松至极 就没入地面 百米深处 一道血刃 率先来到战争堡垒巨人面前 坚固的石楷被他切割开 两三米后的石墙也瞬间穿透 这一切都发生得极快 感受到血刃的可怕 正是大声吼道 来了 战位分散开来 话音一落 一道血刃穿透进来 所有防御魔法一触击碎 只有凌峰布置的时间法阵 让血刃的速度陡然减缓一些 庄楚拔起血剑 缩地成寸 直接来到血刃身前 一剑斩下 砰 血刃炸开 破碎消散 众人刚要松口气 然而下一刻 六七道血刃穿透了进来 扑斥一声 有几人躲闪不及 瞬间被分尸 惨死当场 而其中 还有一位斩杀队的成员 将军 黑袍连带着身躯 直接被斩断 但诡异的事 并没有鲜血出现 熟悉将军的几人 顿时明白过来 这家伙居然是用地狱死身 在战斗 本体还在零食基地里 不过 身为地狱召唤师 地狱死身 反而更适合召唤地狱魔物 虽然消耗的精神力会变多 但能召唤出更强大 等级更高的地狱魔物出来 没给众人喘息时间 一道道血刃 飞快穿过战争堡垒 那可怕的锋利血刃 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 死亡人数在飞快扩大 这还是上空 有天王罗锦 将一大半的血刃斩破碎 又深入百米 几乎十分之一不到的血刃 才能攻击到他们 但每一道血刃 都足够致命 夜想深吸一口气 身上爆发出雷光 死死盯着上方 血刃速度并没有雷法快 只要自己反应快 躲避问题不大 但他要做的是救人 庄处的缩地成寸也是如此 可以轻松躲开 但对于其余四五十级的人 根本来不及反应躲 也躲不了 堡垒基地就这么宽 但倘若离开 只会面临更多的血刃攻击 就在这时 一道血刃笔直朝河寥寥飞去 瞬间就斩破风法屏障 急速飞来 河寥寥被吓了一跳 连忙施展风法 用最快的速度逃离 哪知道这一道血刃刚躲开 又是一道血刃撞上来 装出脸色一变 缩地成寸连忙赶上来 但眼见着还要慢上一步 刺拉一声 一道雷光身影 挡在何了了身前 他忍不住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夜想 笑 小学弟 他看着夜想那双眼睛 散发到新印记的白铜下 身上狂暴雷光如白蛇疯狂绽放 太极八卦虚影浮现 金光澎湃涌动 雷龙真火盘绕周身 智行合一下 浑身道法 瞬间全部施展出来 血刃穿过暴虐雷法 澎湃金光涌动 夜想抬起手 漫天浮露挡在身前 一道血刃 可以说让夜想的实力 发挥到极限在抵挡 依旧穿破层层束缚 狠狠刺入不满人仙闻的躯体 透过胸前 合了了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正正地看着夜想 张了张嘴 却颤抖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夜想神情冷静地 将血刃从胸膛拔出 反过来安慰道 我没事学姐 所有人朝我靠拢 庄楚这时开口说道 他彻底释放 手中血剑里的魔器杀意入体 原来那入魔的庄楚再次出现 等级疯狂飙升 也只有他敢这么玩了 要知道每一次入魔 都是有几率永远醒不过来的 血红世界 以他为中心扩展开来 审判中焉 尽管看起来吓人 但斩杀对众人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冲进血红的世界 其余王牌部队成员 剑状也连忙跟上 进入血红世界后 一切都是血色冰冷的感官 仿佛被玻璃五官一样 如果是以前 会让人无比恐惧 但现在 却莫名有一种安全感 审判中焉内 一袭血袍的入魔庄楚 头发张扬 血剑锋利 一剑又一剑 将血刃斩断 在他领域内 这些血刃威力 直接缩减一大半 叶响拽着合了 还有凌峰 直接冲进审判中焉 随后便开始恢复伤势 血刃直接刺穿了他的肺部 不过拔出后 仁仙文和紫玉丹的丹药效果下 肺部在缓慢愈合 换作他人 早已重伤 紫府丹田内 紫金丹疯狂吸收白灵珠的能量 终于弥漫出圆满之意 叶响抬起头 虽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封闭了无感 但他能感觉到 庄楚的压力并不小 每一道卸刃都非常可怕 更不要说全部一人抵抗 沉默片刻后 下定决心 紫金丹开始放开 吞噬起王座血灵的能量 澎湃灵力扩散周身 紫金色光辉映照全身 第三道清晰的紫金色道纹 显露在紫金丹上 内丹境界毫无阻碍地突破到三转 叶响睁开一双紫金眼眸 道运龙身 由内而外 洗涤全身灵力 那一身被染红的青衫 也在道意冲刷下 逐渐恢复原本颜色 这强大的道意 哪怕是失去无感的和寥寥和凌峰 都感受到了一旁宛如紫金太阳的道意波动 不是很强大 但很纯粹 第一 恭喜宿主抵达四十级 达到天师四转 请选择以下传承 作为四转转直 话音一落 叶响身前陡然出现三个熟悉的金色小人 第一个小人周身环绕不同的玄妙的阵法 时大时小 玄傲非凡 道法阵道 第二个小人身前 悬浮着各种各样的法器 乾坤镜 朱仙剑 天师印 捆仙绳等等 这些法器先意十足 威力独特 道法气道 第三个小人有些神秘 洋洋洒洒站在原地并无任何神意 只是偶尔睁开眼睛时 双眸如开天辟地 心眸璀璨 道法神道 叶响看着眼前这三个小人 他知道 无论是哪一个都对自身实力有很大加强 朕道 哪怕就是天变 也可以借地势造出一片小天地 气道 法器微能莫测 养孕子府之中 随境界提升 法器也会越强 神道 收集供奉信仰 塑造不死不灭神道之躯 叶响咬咬牙 是真的很难选择 但在纠结的一瞬间 他终究是做出了选择 那就是朕道 气道需要材料炼制 再需要时间酝养 一件强大的法器 绝对不是一息之间出现 神道更是如此 自己现在这点实力 一枚开宗立派 想要收集供奉信仰 可没那么简单 阵法中的小人缓缓起身 对着叶响弯腰一败 便化作灵光 顿入眉心中 一瞬间 叶响脑海中浮现出无数有关于朕道的传承知识 宛如与生俱来一般 尽数掌握 脑海中 对应朕道部分的道脏 飞快翻卷 密密麻麻的文字 围绕夜想神魂周身 将朕道传承更为圆满 夜想闭目领悟 朕道浩瀚云烟 完全不下于单道 甚至更为复杂 爹 由于宿主选择阵修 自动领悟四转技能 奇门遁甲 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脑海中 话音一落 奇门遁甲的奥义法诀 涌入眉心 旗指日月星三旗 门为八门 遁甲 即为六甲遁藏六仪中 隐遁以身 顾名遁甲 奇门局内 可施展八门与五行之法 震道 也可借奇门中的三旗六仪 分至九宫来变化部阵 施展部 同阵法之威 可以说 掌握奇门遁甲 哪怕不用借助天道地势 也可以 以自身为阵眼 施展震道的无穷之变化 这便是掌握震道传承 与奇门遁甲的组合威力 能在短时间内 迅速提升自己的战力 并且还不会与自身道法冲突 可以同时施展 当夜想再次睁开眼睛时 神念一动 以他为中心 三旗六一九宫八卦的奇门局 陡然展开 十米内 夜想轻而易举 便隔绝出宛如领域的小天地 在这范围内的凌峰 何了了 还有其余人都同时惊奇地睁开眼睛 因为无感竟然都恢复正常了 他们疑惑地 看着脚下阵纹文字 有些惊讶 审判中烟的变化 也一下子引起庄处的注意 他一键斩碎一道血刃后 抽空回头看了一眼 当看到那十米范围的奇门局时 不由一笑 这小子显然又变强了 自己这审判中烟 居然完全束缚不了他 下一刻 夜想陡然起身 脚下的奇门局 陡然扩大十几倍 瞬间笼罩整个审判中烟领域 与战争堡垒 夜想捏起法绝 轻声念叨 顿甲之法 顿心仪 奇门局覆盖所有人 开始变幻转动 灵力消耗的极为恐怖 此时他们身处地底 符合顿心仪之行 整个大阵直接完美融入地底 毫无突兀感 气机更是完全屏蔽 一道道坠落下来的血刃 完全找不到目标 随即便缓缓消失不见 感知到外面这神奇一幕 庄处也不由心惊不已 血刃失去目标后 便没入更深处 直至消失不见 偶尔会有几道血刃穿进来 其门局的方位都会有提醒 众人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 庄处更是一箭斩碎 压力简直小了无数倍 叶响闭目全力运转着奇门局 缓缓旋转着 扩大十几倍后 灵力也是倍增 三转后 灵力翻倍增加 但依旧肉眼可见的在减少 子晶丹全力吞噬王座血灵的能量 一时半会儿都补不上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没有贸然打扰叶响 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在场所有王牌成员 都没想到 这最后时刻 竟然是眼前这位少年救了他们 这就是倒是职业吗 他们看着地上不断旋转的八门九宫八卦 感觉眼睛都要看花了 完全看不懂 这是什么技能 感觉站在这局中 就像是站在一个 被夜想完全掌控的领域 契机完全被牵引 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不过现在也没谁会反抗 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个阵法奇门局 是在救命 大地往上 夜幕深空 那颗神眼周围 不满漫天血刃 失去下方的目标后 自然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天王罗景身上 天王罗景施展禁术后 这一刻攀升到王座实力的他 也半点不虚眼前这个神眼 浑身猙獰伤口 眼眸依旧冷冽 不会退后半步 他也感受到了下方的变化 一种旋直又旋的感觉 牵动着他的八卦战绩 在这里 除了他会八卦战装以外 也只有夜想了 毫无疑问 下面肯定发生了什么 一下子逃脱了这神眼的技能锁定 漫天血刃不满夜空 天王罗景却放心下来 战力全开 手持战绩 短发微动 浑身伤口 却感受不到半点疼痛 只是轻声说道 修行三十多年 杀过妖王 斩过王座 跟皇族鬼修罗也打过 今日 就算你是神 我也能斩 话音一落 他身上爆发出 磅礴浓郁的银色斗气 战几刀刃上 寒光战战 身形直接暴涨 瞬间消失在原地 无数血刃将他包围 试图拦住他 神眼怒目猙獰 布满血丝 哄 无数血刃破碎 天王罗景脸上布满血痕 唯有那双眼睛 明亮坚毅 在其身后 威武浩瀚的天地异象展现 天王浮屠 天下为我 这 就是天王罗景的天地异象 匹肤一怒 血溅五步 天王一怒 浮尸何止百万 战戟上爆发出恐怖斗气能量 无数锋刃绞碎又凝聚 天王罗景咆哮吼道 诸神戟 人与己 宛如会心 一道荧光 贯穿神眼 随后像是失去所有力量 一脸平静地朝下方坠落 而那神眼的眼神 变得呆滞起来 失去所有神采 片刻后 直接炸开 爆出无数鲜血 宛如倾盆大雨的血雨 溅落在整个红崖 庄楚抬起头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结束了 徐荣走过来 美好气地拍了抬下脑袋 结束了还不便回去 上瘾了是吗 话音一落 庄楚轻易间就压制了杀意和魔器 重新凝聚成一柄杀剑 归入剑桥中 一身血袍化作素衫 眼眸正义浩然 知道了老婆 叶响这时候也收回奇门局 长松口气 盘坐在地上 开始恢复灵力 郑氏则是念起咒语 控制战争巨人 朝上面冲去 不一会儿就爬出地面 轰隆一声 庞然大雾 引得大地阵明 视线恢复后 就看到漫天倾盆斜雨在 哗啦啦地下着 地面全部被染红尽湿 而远处 一袭肃杀长袍的罗景 提着战己 缓缓走上来 那肃杀气势 顿时让所有人肃然起敬 满是敬佩 华夏人族的顶梁柱 依旧无敌 这一战 他们赢了 整个红崖战区 所有剿鬼一族 全部死亡 那县纪的一幕 召唤出王座层次的神眼 不得不说 那头血鬼王流的这一手 差点就将华夏王牌部队 全部留在这里了 倘若不是夜想顿营 让血刃找不到他们 王牌部队能活下来的人 根本没几个 众人刚要庆祝 天王罗景 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那挺拔身躯 竟然缓缓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庄楚更是缩地成寸 直接冲了上去 接住罗景 感受到队长那丝 若游存的气息 庄楚不由一正 这气息 比将死之人 还要微弱 完全凭借着一口气掉着的感觉 斩杀队众人也连忙赶过来 也看出罗队的气息很微弱 顿时满脸慌乱起来 怎么会这样 叶响却一下子明白过来 伸出手落在天王罗景的胸口上 当感受到那颗心脏 几乎完全漆黑时 手部由微微一颤 他想起先前的战斗 早已超过了三十分钟 护心丹药效显然已经失效了 可天王罗景 并没有停止使用禁术 整个人一下子沉默下来 罗队的心火 要灭了 听到这句话 斩杀队众人 只感觉天药塌下来一般 何寥寥顿时忍不住落下泪水 老大 你不要死 我 叶响 丹药啊 风云也有些失控的咆哮喊道 叶响站在原地 脑海中无数道藏在翻篇查找 可他也想不出 可以重新点燃心火的办法 或许只有九转经丹才能做到 别说没药材了 以他现在的境界 也根本没办法炼制这种丹药 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 可又能做什么 叶响抬手 只能用自身心火之气 堕入罗景的身体中 试图点燃那如同黑色石头的心脏 这时 天王罗景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头发全部变得雪白 明明才五十多岁 却一瞬间 看起来像七八十岁的白翁老人 心火一旦耗尽 失去本源 一切器官 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衰竭 他看着叶响说道 这是我的选择 王座之上 或许还有神明 那颗眼睛 绝对超过了王座皇族的层次 叶响沉默点头 持续涌入火气 吊着那天王罗景那口气 此时罗景有些感慨 嘴角泛起笑意 那我其实也算是展报了一头神明眼睛 此生足矣 然而叶响突然眼睛一亮 罗队 别着急死 我有法子了 叶响这句话 众人都不由一愣 罗景也差点一口气 直接没提上来 他自己的情况他很清楚 除非有奇迹 然而叶响却很认真地点点头 以前他没法子 但现在修行内脸后 对五脏也有个直观感觉 心火既然要熄灭 那就以干木催心火 如果干催生不动 那就以肾水滋润干木 走内脸五行路子 此经丹罗景肯定没法学 但有的是法子 可以走内脸 叶响抬头看了一眼 还在下的血雨 正是一下子明白过来 连忙抬手 一个石屋从四周环绕而起 遮挡血雨 叶响深吸一口气后 眉心陡然散发道义心境 眼眸深邃 抬起双手 一手新火气 一手木气 涌入天王罗景体内的内脏 干木一下子从衰竭恢复过来 木生火后 火气就可以停止下来 那全黑的心脏 开始微弱跳动起来 看到这一幕 叶响立即确认了 此法真的可行 但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结束 他没法一直施展木气 抬起手 催动水气 落在天王罗景的肾部 衰竭的肾部 在灵气催动下 也开始恢复 滋生木气 似乎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叶响抬起手 五行之气流转掌心悬绕 一掌拍在罗景胸口 内脏六腑几乎主导一个人的生老疾病 哪怕叶响没学过一 掌握着纯粹的五行之气 已经可以治愈世间80%以上的疾病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内脏恢复后 叶响摸了摸下巴 但这样肯定也不行 不过只是勉强续命的话 现在这个情况 可以使用五行丹 用丹药掉着 不过五行丹是五转丹药 它没有把握可以炼制成功 最少也得是四转后期 才有可能炼制成功 就算使用道义心境 也需要三转后期 才有足够的灵力炼制 而且这个方法 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丹药一断 命就没了 问题终究还是出现在 近乎心火熄灭的心脏问题上 以干木催生心火 虽然可以让心脏缓慢恢复 但用几十年时间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叶响沉默片刻后 抬起头 那只有一个法子了 这个法子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但只能赌一赌 赌赢了 天王罗景绝对可以重获新生 但如果输了 以罗景现在的身体状况 很有可能会死 罗队 我需要动手术 但成功率不高 叶响如实说道 有多少把握 罗景不由一笑 微微点头问道 他能感觉到 身体恢复了许多 但根源终究没有办法解决 说到底 只是苟延残喘 不过正如他所说的 这辈子已经足够了 只有三成不到 众人听到这句话 心里不由一颤 他们还是不敢相信 那一只顶天立地的天王 就这样倒下来了 三成啊 其实已经很多了 那就来吧 如果失败了 叶响 你也不要太愧疚 人固有一死 或轻于红毛 或重于泰山 以你的潜力 早晚能成长到我这个地步 甚至超过我 叶响点点头 随后直接伸出手 点了一个穴位 罗瑾顿时昏睡过去 现在的他 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众人不由一愣 这又是哪出 叶响摸了摸鼻子 说话消耗元气 让队长节省一些力气 我需要两到三名出色的 治疗系人员 现在就要 然后一整套手术工具 莫修文言立即通知下去 其实早在先前 他已经通知治疗人员过来了 就在这时 莫修通讯上 弹出一个熟悉的电话 是首席打来的 莫修有些犹豫 毕竟首席年纪很大了 要是知道天王罗瑾顶出事 肯定会很难过的 但也没办法不接 无奈叹口气 还是接了起来 虚拟屏幕上 首席周安的面孔 出现在眼前 看到你们没事 我就放心了 八军战线 辛苦你们了 莫修敬礼后 点点头 这是我们该做的 周安沉默片刻后 终究还是问道 你们罗队长 怎么了 莫修低头看了一眼 昏迷过去的罗瑾 咬咬牙后说道 罗队重伤 是过度使用禁术的代价 叶同志正在想办法救治 周安其实已经猜到了 毕竟小罗一直没有回应他消息 此时听到这句话 心里顿时一颤 治疗队呢 周安忍不住着急问道 马上就过来了 莫修回应道 周安还想要说什么 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只能点头 颓废地坐在椅子上 好 罗瑾有任何情况 务必通知我 周安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华夏欠他的 实在是太多了 挂掉通讯后 周安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八军战区 老泪纵横 是他太着急了吗 荆州八军能让华夏人族 重唤新生 但代价如果是小罗 他怎么能不心疼 十几分钟后 米瑶治疗小队走下飞机 看着战场上 漫天触目惊心的血雨 心里也不由颤抖一下 龙玉的血腥味 血雨冰冷刺骨 其余人 尽全力救治重伤人员 小李小莲 你们两个跟我来 但下来的时候 通过指令 已经了解大概情况 走进一间石屋后 屋子里 只看到昏迷的天王罗景 和叶祥两人 其余人早已离开 将空间留给准备动手术的他们 米瑶走进来后 看着叶祥说道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身后两位优秀的治疗戏女生 听到这句话 不由微微瞪大眼睛 什么意思 是米队给眼前这个少年 打下手不成 叶祥点点头 开口说道 我需要你们 将罗队的胸膛开刀 后续交给我就行 听到这句话 米瑶点点头 明白过来 他走到天王罗景面前 他知道 接下来 这位仁祖顶梁柱的生命 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拿出早已消好毒的手术刀 一旁两个助手 也拿出各种仪器 还有早已备好 符合天王罗景血腥的血带 将衣服解开 露出满是血痕伤口的胸膛时 几女都不由心里一颤 从哪个部位开始 米瑶保持冷静 看着叶祥问道 干不 叶祥开口说道 好 米瑶点点头 打几针麻药后 等待麻药生效的时候 他戴上手套和口罩 拿起一柄锋利的手术刀 就直接开始下刀 尽管眼前这一位 是仁祖的顶梁柱 天王罗景 但他知道 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忘记他的身份 在自己面前 只是一个病人 而他是医生 肋骨下 便是肝部 锋利的手术刀 划开一道斜口 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一旁两位助手健壮 直接施展法术 将几根主血管夹住 并且将鲜血清理干净 不得不说 这开刀的部位 很准又明确 肝脏的位置显露出来 这样吗 米瑶抬起头 看向叶响确认道 叶响点点头 嗯 是的 伤口不长不短 刚好将整个肝脏部位显出来 这开刀手法 真是绝了 随后走上来 拿出自己一颗紫玉丹 给罗景服下 丹药入口即化 药力覆盖他五脏六腑 也包括眼前的干部 随后捏起剑指 以指带笔 涌现金光 这奇怪的一幕 让米瑶三人都有些疑惑 这完全不像是在医治的样子 叶响的想法很简单 其实就是打算 以金光皱为纹路 在罗景内脏上 烙印人仙纹 用这种方法 让五脏修行内敛之法 人仙区有多么逆天 叶响自己很清楚 哪怕只烙印一遍人仙纹 只要有效果 那么就绝对可以治疗好 罗景的心脏 没有任何犹豫 已经烙印了四遍内脏部位的人仙纹 叶响简直熟的不能再熟 直接将人仙纹 用金光皱 烙印在罗景的肝上 速度很快 完全没有任何声色感 看着肝脏上的人仙纹 米瑶和两位助手 都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东西 虽然看不懂 但能感受到 这纹路中有一种奇异力量 十几分钟后 叶响常常松口气 直接对应自己的肝脏人仙纹 完美复制一遍 毕竟不是真的修炼 而是以化的方式 烙印速度很快 能清晰感受到 人仙纹在发挥作用 奇异力量在改造肝脏 自动就催生了木器出来 这说明用这个法子 帮罗景内练修行 完全是可行的 想到这里 叶响眼眸金芒一闪 抬起头看向米瑶道 可以治疗缝合了 但接下来的部位是心脏 好 米瑶也有些激动 她身为医师 虽然不懂叶响话的人 先闻是什么 但能清晰感受到 那股奇异力量 在改变肝脏 这根本不是治疗手段 却比治疗更为有用 先是用线缝合伤口后 便直接施展治疗法术恢复 恢复到一半后 便开始拆线 继续恢复 叶响则是手贴在一旁 用灵力感知肝脏的变化 和自己身体内脏 差不多的气息 只是很稀薄 但依旧在发挥 内斂修行的作用 源源不断滋生木气 改造肝脏 米瑶这时候切开心脏部位 迅速加住血管后 就能清晰看到肋骨下 那颗几乎停止跳动的黑色心脏 只有一片是暗红色 看到这颗心脏时 哪怕早有准备 妻女都忍不住有些震惊 天王到底承受了 多大的禁术代价 才让自己的心脏 变成这个模样 肋骨切开 叶响却皱起眉头道 肋骨肯定会挡住 毕竟化人先闻的时候 不能有一丝差错和停顿 所以肋骨必须要切断 反正到时候重新用 至于法术愈合 到时候再练一颗养骨丹 强化恢复 手术刀刀光一闪 比一般的战士 还要快速准确 遮挡心脏部位的肋骨 都被完美切断 叶响没有犹豫 直接捏起剑指 施展金光咒 开始烙印人先闻 这次烙印了整整二十多分钟 一笔一画都极为小心准确 毕竟裸紧的问题 就出现在心脏上 人先闻倘若有作用 就可以恢复他的心脏 结束后 那颗黑色心脏 就像是一块漆黑石头 布满了金色纹落 奇异的力量 由外转内开始发挥作用 下一刻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火气自动催生的一瞬间 心脏陡然加重力量跳动了一下 漆黑宛如毒物一般的气体 在火气中一点点燃烧消失 看到这一幕 叶响眼睛一亮 竟然真的成功了 没有急着恢复 四人都无比激动地 看着那颗黑色心脏 再一点点转变成红色 这说明人先闻完美发挥出了作用 十分钟过去 原本黑色的心脏 至少表面上恢复了红色 只是内部还有黑色 整体看起来曾显暗红色 虽然依旧显得不健康 但至少不再像之前那么吓人了 叶响观察片刻 确定没问题后 点点头说道 可以缝合了 他微微松口气 他知道自己堵对了 开刀的时候 手没抖 在愈合肋骨和缝合伤口时 米瑶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泪水忍不住滴落下来 这位人足顶梁柱 终于可以确认没事了 但手术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要一一将脾脏 肺脏 肾脏三个部位 全部用金光皱烙印 以便人先闻 将伤口全部愈合好后 叶响长松口气 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 时外 血雨早已停下 即将黎明 不用去刻意感受 都能明显感觉到 罗锦体内的内敛五行小周天 五脏对于五行 声声不息 心脏散发出来的火气 再一点点将黑毒烧尽 大概只需要一个月左右 罗锦的心脏 就可以完美恢复 发挥出巅峰实力 甚至更进一步 将来哪怕再使用禁术 心脏也完全可以复合 不再需要什么护心丹 提交羊骨丹药材后 叶响便走出石屋 一入眼 就看到斩杀队众人 都沉默地在不远处等候 叶响的出现 众人一下子抬起头 紧紧地注视着他 罗锦对于众人来说 说是斩杀队的主心骨 与信仰也不为过 叶响一脸沉默的样子 让他们心里一咯噔 但就在这时 黎明出扬升起 叶响也不装了 展颜一笑 摊拍到 罗队的手术很成功 已经没事了 众人愣了一下后 顿时一脸惊喜与激动 卧槽 你真牛掰了 风源狂呼一声 二话不说 刚要冲进去 就被紧随其后 走出来的米窑挡住 他神情平淡道 天王还需要一点时间休息 现在最好不要进去打扰 叶响深吸一口气 他也只是突发奇想 将人先闻以化的方式 烙印内脏 虽然效果远远不如 自己内敛修行 但也能产生五行之气 无形中可以改变资质 虽然这个过程是十年 甚至是几十年 但带来的好处 依旧是无法想象的 看着黎明 叶响这才想起来早刻修炼 连忙闭上眼睛 运用古呼吸法 腹腔共鸣后 深吸一口气 无数紫气吸收过来 坠入紫府丹田 被紫金丹迅速吸收 紫金丹突破三转后 只见上面的三道金色纹落 清晰可见 吸收紫气 和吞噬血灵能量的速度 都比以前快了许多 说实话 叶响发现内丹修行 其实跟炼丹有些相似 只是炼制的时间更长 当紫金丹修炼到九转 三花聚顶之时 便是羽化成仙 叶响静静感受着修行 一口一口吸收着紫气 肺部人先闻闪烁着纹路 从而吸收更多的紫气 十几分钟后 结束修炼 先前使用五行之气 和金光咒消耗的灵力 已完全恢复 一场大战下来 第四便人先闻 已经自行烙印肺部尾声 叶响同志 有一条重要通讯 辅助智能提醒道 叶响这才反应过来 先前在修炼 防止打扰 习惯将这个时间点 屏蔽所有消息 抬起通讯器 才发现竟然是 首席打来的通讯 不敢犹豫 连忙接通 屏幕中 出现首席周安的面容 很显然 他已经得知 天王罗景的情况 稳定下来 不由有些感慨道 孩子 辛苦你了 叶响摇摇头 首席严重了 我只是 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周安满意的点点头 倘若华夏少年 都如叶响这般 那他就真的不用担心未来了 那还是不一样的 你做的已经非常出色了 华夏有道门 才是真的荣幸 你这个年纪 本应该在校园里好好休息呢 周安又有些感慨起来 在他看来 少年的肩膀上 就该是草长鹰飞 怀揣梦想 而不是在战场上 为了华夏人族 未来拼杀战斗 挂掉通讯后 叶响抬起头 看了一眼远处 一条铁轨 从远处铺射过来 防御设施也在建造 一道列车 装载十万的战士 纷纷下车 开始疯狂击剑 因为陷阱的原因 红崖上 虽然看不到半具 一棵树木和建筑是完好的 全部切割成数十块 破碎一地 仅此一战 八郡战区 再也没有高等级的搅鬼一族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要做的就是 立即在八郡与天府的边界 建造军事基地与壁垒 然后再一点点 将整个八郡 所有一族清理干净 这是一开始就制定好的计划 指挥部甚至做好 重大损失的准备 但也没想到 这一次差点牺牲的 竟然是天王 两个小时后 裸紧缓缓 睁开眼睛 只是一瞬间 他就感受到 自己身体内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状态好的不像化 甚至比战斗之前还要好 能清晰感受到 自己内脏有一股奇异力量 再潜移默化 改变自己的内脏器官 然后连带将整个身体 都发生改变 心脏位置 以前那种沉甸甸 气血不通的感觉 几乎消失不见 看到罗景醒过来 辅助智能立即飞过来 扫描了一下身体 随后说到 心脏部位恢复了62% 其余器官部位优异 罗景并没有兴奋 只是沉默片刻后 平静地点点头 从床上站起身 走出石屋 斩杀队众人看到 已经恢复正常的天王罗景后 都不由常常松口气 老大 罗对 罗景一一点头 目光落在叶响身上 叶响双手拢袖 长发揽撒地散落下来 战斗了那么长时间 发簪早就不知道 甩到哪里去了 整个人看起来 一如既往的揽撒平淡 这小子真是 总是能创造奇迹啊 罗景看着众人开口说道 行了 我没事 现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 排查整个八郡战区 斩首任务继续 任何一头五十级以上的 一族和异兽都不能放过 是 大家大声应导 这一战 莫修61级 正式与林军提升到60级 柳岩与英子叶提升到59级 林峰提升到51级 将军因为是地狱死身 等级没有变化 依旧是56级 风源提升到55级 和了了升级到53级 宁远梅提升到54级 蒋官57级 叶响40级 尽管庄处不在了 斩杀队的实力 却是稳步提升的 莫修正式临军三人 倘若战功积累足够的话 也可以申请退役进入体系 而且不出意外的 这次八郡战区斩杀队积累的战功 也足够提升军衔了 以前都是防守 可最近半年 从荆州到日花岛路 再到八郡 接连大战 斩杀队累计斩首五十级以上一族的数量 简直数不胜数 十几人的斩杀队 完全顶得上 其余王牌百人部队的战功 只不过接下来 斩杀队就完全闲下来了 偶尔发现 一头五十级以上的异兽 都要抢着去 毕竟战功也是钱嘛 接下来马上要过年了 要开销的地方肯定不低 而弘牙作为重要战略中心 这里肯定要重建 打算利用地势 建造出顶级的基地中心 足够同时容纳数万战士资源 掌握八郡 将来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 压力都会小很多 时间一点点过去 罗锦也发现自己的身体 在一天天变好转起来 甚至就连原本的一头白发 都在逆生长 长出黑发出来 战神恒青得知这个消息后 都忍不住很是好奇 夜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让一颗近乎停止的黑乎乎心脏 竟然重新焕发活力 这可是连顶级医师都无法做到的 半个月后 八郡战区彻底拿下 边境无论是童眼一族 还是脚鬼一族 都没有半点骚扰的动静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 随后斩杀队全员撤退 其余王牌部队损失也不小 需要休整一个多月 从预备队里挑选人手 进入正边 斩杀预备队 也迎来了一位新的成员 纯防御法系隐藏职业 罗生门白11 20岁等级45级 京都临时基地 斩杀队众人回来后 就看到将军一脸悠闲的 在咖啡厅里听着歌 喝着咖啡 众人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你真是个老六啊 每次一有危险的任务 你就召唤地狱死身出来 代替本体执行任务 风源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到 地狱死身虽然是无转技能 也是有代价的 将军有些无奈到 什么代价 风源有些好奇 这家伙每次看起来 跟个没事人一样 能有个屁的代价 就是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 老大 我怀疑他偷懒 邻军起哄道 将军一头黑线 召唤地狱死身 的确是有代价的 但这个代价 他真的不好意思说出来 是有代价的 但我 我不能说 哼 什么代价不能说 我就没听过 风源一脸不幸 叶响也有些好奇起来 的确有什么代价不能说的 罗锦思索片刻后 点点头道 将军 说一下代价吧 毕竟每次用死身战斗 其实也是对队友的 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时间长了 以后会出问题的 听到这句话 莫修顿时感觉到有些熟悉 这怎么感觉 有点像上次 让自己说出前女友的事情 都这么说 将军一脸悲愤 不是队长 这个真不能说啊 这关乎 我很重要的因素 罗锦微微皱眉 这关乎于 队友之间的生死关系 有什么隐私好隐瞒的 你不要想得太严重了 我 将军一脸纠结 叶响却似乎看出了什么 现在他的人先驱赶之 已经可以在近距离 感受到他人的五脏问题 宛如内饰一般 他可以看到 将军的肾部水气 很是虚弱 像是过渡多年一样 难不成代价是 嘘 果不其然 将军咬咬牙 还是说道 每次使用地狱死身后 我都会甚需一个月 我不是刻意隐瞒 主要是 他话还没说 就看到众人一脸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卧槽 真是千算万算 没算到会是这个代价 扑吃 风源差点没远住 但不仅是他 其余人都憋得很辛苦 林军强忍着 已经扭曲的面孔 走到将军身前 拍了拍他肩膀安慰道 抱歉 是我们的问题 这听起来 的确是很严重的后遗症 莫修也点点头 冷静道 这过年期间 好好休息 多吃一些生蚝枸杞什么的补一补 没事 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理解了 吉女一脸忍俊不惊 难怪将军平时 脸色看起来都很苍白 无力的样子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嗨嗨 罗锦倾咳一声 转头看向夜想问道 能解决他的问题吗 夜想点点头 可以 但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就行 听到这句话 一向冰冷的将军 立马来到夜想面前 激动道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嗯 我能感觉到 是你身部的问题 夜想也没客气 伸出手贴在他身部位置后 详细情况 一下子弄明白过来 抬起头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我需要三份枸杞 阴阳子 木妖子 风流果 阴阳货 肉葱蓉 五味子 牛西 杜仲 辅助智能点点头 申请指令已提交 二十分钟后送答 将军有些疑惑的看着这一幕 这些是药材吗 嗯 炼几颗丹药 就可以解决肾气不足的问题 不麻烦 夜想点头说道 就在这时 门口一个身穿盛庆校服的女生 有些犹豫的走进来 正好听到这句话 你 你们好 我是白夭夭 我来报到的 众人转过头来 映入眼帘的 是一位看起来很安静的女生 刘海很厚 低着头 看不见面容 罗锦点点头 开口说道 嗯 欢迎你加入预备队 不过需要考核一下 跟我来吧 几人来到后台 打开门后 基地的门户映入眼帘 众人一同走了进去 白夭夭有些怕生的 跟着这群大佬身后 唯一熟悉的 只有天王罗锦和林峰夜想三人 林峰看着他笑道 不用太紧张 好好发挥自己的实力就好 嗯 好 谢谢会长 白夭夭轻轻点头 走进基地后 罗锦扫视众人一圈后 看着将军说道 这次考核你来吧 每个新人加入斩杀队 考核是必要的 将军愣了一下后 点点头 走上擂台 白夭夭也明白过来 一同走上擂台 你是纯防御法系 需要等你使用技能后再开始吗 将军看着他问道 白夭夭连连摇头 不用的 谢谢你 你也要小心一些 罗声门面对进攻的时候 其实也会吸收一些精力 先前夜想补肾气那句话 他刚来正好听见了 将军顿时一头黑线 完了 自己保持了那么久的神秘感 就全没了吗 提醒你一下 我是召唤师职业 只是召唤出来的东西 有点跟其他人不一样 话音一落 他抬起手 两只受骨灵循尖牙长嘴的恶魔鸟 急速朝白夭夭冲过去 速度很快 有点偷袭的味道 但在战场中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一族可不会跟你打完招呼 才会动手 在两只恶魔鸟出现的一瞬间 白夭夭立马抬手 施展两个一转防御技能 两面红色镜子 随后一边念咒 一边退后 下一刻 擂台震动 一个比擂台还要广阔的罗声门 陡然树立在中间 暗红色光芒照耀着 镜子破碎的瞬间 罗声门打开 露出漆黑的洞口 两只恶魔鸟直接冲进去 随即就消失不见了 将军微微皱眉 两只恶魔召唤兽 进去的一瞬间 就失去联系了 这是罗声门给吞掉了 而且擂台就那么大 这一个罗声门 就占据整个擂台 将军有些无奈 那就干脆试试这罗声门的强度 抬起手 直接咬破手指 几滴鲜血漂浮身前 然后一个庞大的血色召唤阵浮现 熟悉的魔龙呼啸而出 直接对着罗声门喷出龙颜 白摇摇这边 可以清晰透过罗声门 看到另一边的情况 看到五十六级的魔龙后 小嘴不由一掌 原来进入斩杀预备队 这么难吗 炙热的龙溪落在罗声门身上 却全部被门内的空洞吞噬掉 夜想这时候注意到 罗声门右边的门柱顶端 有一颗黑色宝石 正在逐渐变成红色 当红色达到顶峰时 砰的一声 宝石炸开 罗声门也陡然消失不见 但就在这一瞬间 早已念好咒语的白摇摇 抬起双手 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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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重罗声门陡然升起 一重接着一重挡在身前 看到这一幕 哪怕将军都忍不住愣了 众人却不由点点头 不得不说 白摇摇罗声门法术的防御非常妖念 可以吞噬能量加固修复 除非超过灵界点才会消失 但一道不够 那就三道罗声门 反应方面 还有防御方面都完全合格 但接下来 就是对实战的领悟了 将军自然不会傻傻地一直攻击罗声门 防御虽然强固 但也有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罗声门似乎是无法移动的 他起身 飘到魔龙身上 魔龙展开羽翼 陡然高高飞起 轻而易举 就绕过三重罗声门 来到白摇摇上空 恐怖争鸣的魔龙注视着他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喷出龙颜 同时将军也在使用召唤魔法 只不过是远程召唤 陡然出现在白摇摇身边 漆黑宛如枯手的藤条 迅速爬出来 朝他抓过去 速度非常快 找鬼魔堂 一瞬间就进入危机的局面 众人都凝神起来 随时做好救援的准备 不过那也说明了 白摇摇考核失败了 就在这危机关头 白摇摇一个起跳后空翻 直接躲开魔堂的束缚攻击 随后滴雨念叨 罗魔变 话音一落 那三重罗声门 陡然消失不见 黑红薄雾笼罩他的周身 龙熙呼啸下来的一瞬间 白摇摇浑身布满血红色长裙 整个人气质也同时发生改变 从安静的女生 变成腰衣血红 手中握着一柄宛如月光的血色法杖 法杖把柄上 是罗声门的印记 抬起手 一个罗声门虚影 直接距向出来 宛如巨大板砖朝将军山去 卧槽 还能这么晚 风源瞪大眼睛 简直是大开眼界了 将军也是没反应过来 喷一声 直接被扇飞出去 不过幸好 魔龙稳住了身体 呼吱呼吱摇了摇头 显然被打出真火 双眸瞬间变得血红起来 浑身点燃地狱之火 刚要爆发 就被将军用力踩了一脚 魔龙头一沉 身上的地狱之火 顿时全部熄灭 毕竟只是考核 而不是真的战斗 毫无疑问 白摇摇有进入斩杀队的潜力 虽然是纯防御法系 但切换形态后 自保能力也完全不用担心 天王罗锦也不由点点头 对于白摇摇的表现 还算满意 好了 你通过考核了 恭喜你成为斩杀预备队的一员 莫修走过来 看着白摇摇笑道 白摇摇身上的魔力消散 一下子又恢复了安静内敛的一面 有些木讷点点头 嗯 谢谢 果然虚了呀 这都被扇一巴掌 林军看着将军不由调侃道 将军发了个白眼 但也的确是自己大意了 没有说什么 有新成员加入 自然是老规矩 卢串 满脸开心道 来了来了 赶紧弄 就在这时 一个无人机带着包裹 飞到叶响面前 正是先前申请的药材 叶响接过后 打开包裹 抬手一卷 将所有药材缠绕在一起 蘸蓝色的三昧真火浮现手中 这几位药材 迅速炼化成精华叶状 等火候合适后 直接捏起凝丹绝 眨眼变成丹 叶响这行云流水炼丹的一幕 很是吸引人眼球 三枚二转补肾丹药落入手中 浓郁的丹香 一下子弥漫开来 自从紫金丹突破三转后 现在炼制二转的丹药 完全感受不到压力 几分钟就能炼好 不仅速度 丹药品相也近乎完美 叶响将这三枚丹药递给将军 开口说道 一天一例 三天后 肾气就调整好了 将军闻言 立马紧紧抓住丹药 认真点头说写 邻军有些眼馋的 看了一眼那三枚丹药 没想到叶响还会练补肾的丹药 由于片刻后 偷偷走到叶响身边 小声说道 那个 给我也练几课呗 叶响有些疑惑 你的肾也有问题吗 邻军发了个白眼 打死不承认 怎么会呢 是这样的 嗯 我有一个朋友 啊对 我那个朋友甚是有点 哎呀 就一颗也行 叶响却是一脸看穿 不过还是点点头 行 回头我再练一些 听到这句话 邻军激动的拍了拍叶响肩膀 好兄弟 你放心 我一定 我那个朋友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叶响翻了个白眼 他才17岁 不理解25岁男人的烦恼 叶响 借个火呀 风云这时候 才忘记带酒精灯过来 无奈说道 叶响文言抬起手指 一丝火苗落在煤炭上 火焰顿时须须燃烧起来 大家也有些习惯了 宁远眉虽然也会火系魔法 但压根没有 如此微弱的火系魔法 叶响掌握的火器 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白瑶瑶好奇地看着叶响 他对着学弟是非常佩服的 才大一就参加高校大比 帮助盛庆 拿下今年高校大比的第一名 随后更是加入了斩杀预备队 光是在荆州战区立下的战功 就让不少人震惊和难以想象 但斩杀队任何一位 在外界都非常有名气的 尤其是最近 莫修成为斩杀队的副队后 不少人才注意到 原来这位竟然如此优秀 是唯一一位 不是顶级高校走出来的 而是从森罗高校毕业 相貌帅气高冷 戴着眼镜冷静指挥战场的一幕 简直不要太酷了 可惜斩杀队实在是太神秘了 几乎很少露面 所以斩杀队上一次 在校园网声援叶响时 才会引起那般轰动 没人再质疑 叶响是斩杀预备队成员的身份 叶响 你现在已经四十级了 还要回高校吗 风源一边吃着烧口 一边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大家都将目光看向叶响 的确 他现在四十级 已经追上大四学生的平均等级了 下学期大四阶段也都开始在各地实习 比如猎人部队 巡查机构 审判机构 雇佣兵团体 或者加入军团等等 以叶响现在的等级 还回学校 已经有些浪费时间了 要么再读半年 到时候提前毕业也行 柳言提议道 毕竟学校的时光还是很美好的 太短暂了 将来可没有多少回忆哦 听到这句话 叶响脑海中不由想起冯淼泉 陈万言 王军 还有导师徐萌萌 以及班里的同学 他虽然很少去上课 但班里的氛围和同学们 他还是非常喜欢的 但正如风源说的 他继续留在学校里 耽误修炼了 可下一次再见面 或许就是几年以后了 很简单的问题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只是顺序换回来而已 以前是以学校为主 斩杀队为辅 到时候就以斩杀队为辅 学校为辅 没有任务就回学校呗 邻军无奈道 众人眼睛一亮 也的确啊 毕竟没有任务的时候 大家还是比较闲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罗景 也点点头 开口道 至少在接下来半年内 是没有多少任务了 只不过 前线还是需要随时关注的 这一顿烧烤吃完后 众人便笑着说道 好了 还有三天就除夕了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小学弟明年见了 何了了 挥手对夜想道别 夜想点点头 他家距离最远 在宁川城 接近一千公里 需要坐专机回去 飞机刚起飞 鹅绒大雪就漫天飘舞下来 驾驶员都愣了一下 不由一笑 还以为今年不会下雪了呢 来得这么晚 嗯 第一次看到大雪 夜想微微点头 除了在操控泄偶时 在北方末城看到大雪 眼前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下 那么大的雪 在宁川从来没见过 以前也没机会来京都 没有多聊几句 夜想便闭目开始冥想 烙印人鲜文 不浪费一点时间 两个多小时以后 夜想走下飞机 原本的一身青衫 已经破得不能穿了 所以换成了斩杀队 肃杀的黑色制服 肩膀上 一等都卫军闲在阳光下 熠熠闪烁 小区里 看到一架军用战斗机 高调降落 轰鸣的螺旋桨很是响亮 不少邻居听到动静后 都纷纷探出头来 当看到那一身 象征人族英雄的 王牌斩杀队制服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吃惊 但很快 猜到是谁了 夜想微微抬头 那张清秀帅气的面容 一下子被不少邻居认出来 才半年不见 少年一身气质 简直变了好多 不知道是不是没穿青衫的原因 长发也被帽子遮住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不少 曾经轰动全市的天才少年 如今 更是以轰动全国的 王牌斩杀队身份回来 这才过去了多久 夜想提起背包 走进小区 喜庆的彩带早已张贴好 今年的大年 注定无比热闹 这一年 荆州收复 八郡收复 一口气收复两地 举国欢庆 但当牺牲的战士名字 出现在大屏幕上 让所有人记住他们时 又不由满是悲痛 他们也有家人 也有孩子 可总有人在为了华夏负重前行 他们带着最坚定的信念 冲杀在最前线 不知道什么原因 每家每户阳台上 都听到动静探出头来 目光落在小区门口 那单薄的少年身影 虽然还很年轻 但那一身黑色肃杀制服 就说明了 他刚从前线回来的 那些屏幕里看起来 都非常可怕的一族敌人 这少年 就已经开始对付他们了 一个男人忍不住情绪 大声吼道 斩杀队 牛逼 下一刻 密密麻麻的鼓掌声 响彻整个小区 叶响愣了一下后 放下背包 干净利落的立正 敬礼 这份夸奖与荣耀 不是属于他一个人 是属于斩杀队 属于前线 所有还在驻守奋战的战士们 远处 已经走下来 迎接叶响回家的 沈父沈母沈幼威三人 看到这一幕 不由停下脚步 沈母忍不住落下泪水 这孩子 真的长大了 原来不知不觉间 就变得这么优秀了 倘若叶响的亲生父母 能看到这一幕 只会更加开心吧 回到家里后 满满的一桌丰盛饭菜 早已准备好 叶响回来的时候 大概说了一下 什么时候回来 两三个小时 沈天阳看着叶响制服上的军衔 有些眼热 沈母看不懂 沈幼威不在意 只有他知道 这军衔 可是一等都尉军官 叶响立下的战功 绝对不止攻不出来的那点 否则最多只是三等特级军官 都尉军官的战功 最少得翻好几倍 他曾经年轻时 自然也是最向往王牌斩杀队 实在不行 王牌白虎部队也行 可惜如今 就算右手恢复了 年龄也不适合加入部队了 想到这里 沈天阳看了一眼 叶响腰边的骨剑 突然说道 先别着急吃饭 我给你做了好东西 叶响有些疑惑 沈母没好气到 有什么事情比吃饭重要 这件事情绝对比吃饭重要 沈父难得杠了一句回去 但头也不敢回的连忙起身 走进一间最近整理出来的单间 以前那个房间 都是对放杂物的 自从右手恢复后 立马升级成了科研实验室了 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沈母有些无奈解释道 自从你那颗丹药恢复右手后 他就天天捣过写什么东西 有时候饭都不吃 话音一落 就看到沈天阳拿出一枚银色戒指 一个黑色锁扣一样的东西 和两片银色小剑 叶响 你的剑给我 我给你演示一遍 嗯 叶响文言毫不犹豫 将圣邪剑递给沈天阳 沈天阳接过后 直接冲剑翘 抽出圣邪剑 一股异症异邪的气息 席卷冲击而来 剑身通体 荧光古韵 锋芒毕露 一看就是一把很好的古剑 沈天阳看了片刻后 眼中划过一丝震撼 圣邪剑 嗯 战神恒老爷子送的 叶响点点头 沈天阳一下子明白 叶响说的 就是那位战神恒青 完全没想到 叶响已经优秀到 得到这位人族顶尖强者的赏识 好好珍惜这把古剑 华夏的传承 已经很少了 沈天阳叮嘱道 叶响点点头 随后脸色有些怪异 邻军那把战炉剑 不比自己这把刹 都断两次了 要说珍惜 邻军肯定比自己珍惜的 但没办法 毕竟只是古剑 而不是法器 一旦抄载 还是很容易断裂的 沈天阳将那银色小剑图标 贴在剑柄上 然后扣在那环锁上 放在背后 随后戴上那枚戒指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它 不知道在做什么 沈天阳嘴角却微微一翘 抬起手 模仿叶响当初高效大笔 捏起剑指的动作 开口说道 剑来 话音一落 背后的长剑陡然出翘 然后落在沈天阳 戴上戒指的手中 这帅气的一幕 的确惊艳三人 老爸好厉害 沈又微很是配合的鼓掌 沈母也不由微微呆了一下 仿佛看到沈天阳年轻时候 中二模样 叶响也点点头 竖起大拇指 伯父真帅 听到这两个孩子的夸奖 沈父微微有些小得意 叶响怎么样 这样关键的时候 拔剑是不是很方便 叶响认真思索片刻后 点点头 嗯 非常实用 他并不是敷衍 伯父这个发明 的确是很方便 别急 还有呢 沈天阳嘴角微微一翘 将剑猛地丢出去 直接从这一头 甩到客厅另一头 即将飞出阳台时 沈天阳抬起手 手中的银色戒指 闪烁一丝光亮 对应的圣邪剑身上 那银色小剑也闪烁一下 修的一瞬间 古剑猛然从阳台飞了回来 准确无误地被沈天阳握住 看到这一幕 哪怕是叶响眼中 也不由金芒一闪 如果先前可以快速拔剑 已经做得很不错的话 那这宛如纯阳遇见的手段 那绝对才是真正的亮点 毫无疑问 这在战场上 肯定是非常实用的 叶响 试试 沈天阳将装备拖下来 递给他说道 目光满是期待 这个装备想法 自然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只是以前没有动手能力制作出来 更别说一些精密的设定了 叶响点点头 他没有说自己会遇剑 毕竟沈夫想的只是能帮助他 倘若自己会遇剑的话 肯定会有些失落 认为自己精心打造的装备 没有帮助到他 但叶响看到的更远 这个装备 如果作为战备装载给战士们的话 那将会是全面性提升 叶响戴上戒指后 竟然还装置了神经链接 很快就明白了 这戒指就是个指令输出 配合意识 就可以控制剑身上绑定的银色小剑 想到这里 叶响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拍摄记录 辅助智能文言 直接开始录制 叶响点点头 转过身 背面对着辅助智能 抬起手 圣斜剑顿时从一旁飞入背后的剑翘中 准确且快速 在一抬手 鼓剑出翘 飞入手中 剑身缓缓泛起纯扬剑刚 锋利浩然的气势 从叶响爆发出来 肃杀的制服下 双眸冰冷 这一刻 沈天阳忍不住拔了一根胡子 此时的叶响 完全就是他年轻时 在战场上的想法 鼓剑化作剑光 瞬间飞了出去 完全没有使用任何预见之法 剑光飞出去后 仅仅只是十几米远 又是一道剑光摇曳回手中 几乎是同等速度 做完这一切后 叶响抬头看向辅助智能说道 将视频发给莫队 已发送 辅助智能回应道 叶响点点头 抬起头看向沈天阳问道 伯父 这套装备很实用 能不能给斩杀队一人做一套 这个作用 可不仅是战斗系职业可以使用 法系职业亦能使用 因为不是只能绑定制式武器 一些护盾之类的 也可以绑定 一个念头 宛如顺发魔法一样 盾牌就挡在身前 配合魔法防御 那完全等于多一层防护 这对法系职业来说 简直不要太好了 沈天阳听到叶响这句话 不由一愣 他做这套装备的时候 完全没想过这些 只想着能帮助叶响就好 叶响这一句话 直接把他问猛了 给斩杀队一人一套 他们也帮得上吗 嗯 可以的 伯父这套装备 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 叶响点点头 认真说道 这时 话音刚落 莫修的通讯打了过来 叶响接起后 莫修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视频我看了 这个装备很好 可以看出成本不高 主要是设置精巧 变化也很多 是哪里买到的装备 叶响将镜头一到沈天阳面前 解释道 莫队 这套装备是我伯父做的 我试了一下 感觉对大家都很有帮助 所以想给大家都装备一个试试 面对镜头 沈天阳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他听到叶响称呼对方为莫队 一下子明白 眼前这个年轻人 正是斩杀队的副队 莫修听到是叶响的家人 不由放松一笑 伯父你好 怎么称呼 沈天阳 沈父一副正经微作的样子 然而莫修却微微皱眉 这个名字 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很快 莫修一下子回想起来 随后一脸震惊的看着沈天阳 不由问道 您是森罗高校毕业的吗 嗯 已经毕业快二十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 沈天阳不由有些感慨道 莫修忍不住站起身来 沈学长 我在高校的时候 看过您写的两本 有关于灵能与机械完美契合的方式 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启发 沈天阳文言不由一愣 没想到那本书还在啊 说出来不怕你笑 当初都是我自己瞎写的 然后偷偷放在图书馆里 哈哈 听到沈天阳承认 莫修一脸激动 沈前辈 是真的 我给你一样的东西 他直接从自己的枪械空间 拿出自己多年打造的灵能狙击枪 这把武器 就是通过沈天阳那本书 受到启发研究出来的 也是凭借这把灵能武器 他才一步步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沈天阳看了一眼 他手中的灵能重拘 一眼就看出了 这把枪的主要结构 就是灵能与机械 并且完美与枪的动能 完美结合在一起 沈前辈 想必能看出来吧 莫修不由笑道 当初他要不是在图书馆里 找到那本书 也从未想过 自己会打开这个大门 沈天阳正正地看着 他手里的灵能重拘 认真看了一下后 突然不由问道 你为什么还要将灵能 从枪拖那里传导到过去 灵能不是你自己控制的吗 完全可以省去这一步 莫修摇摇头 我之前也想过这一点 可是直接凝聚灵能的话 会很不稳定 准确度就会很难判断 毕竟重拘优先诠释准确度 要是命中率不够的话 威力再大也没用 沈天阳微微点头 大概明白了 不过只是 思索了片刻后 眼中泛起一丝精猛 如果灵能子弹 可以引导命中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考虑 灵能的不稳定性了 听到沈天阳的话 莫修先是笑了笑 可是重拘又不是以前的导弹 怎么可能还能引导呢 然而他刚说完 整个人顿时猛地呆愣在原地 他彻底明白了沈天阳的意思 虽然外观是重拘设计 但他为什么一定要按照 重拘的局限来呢 一瞬间 整个人像是被打开某种思路一样 整个人的想法 顿时变得不一样了 沈天阳点点头 虽然有点难度 但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只不过引导的话 命中率虽然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灵能子弹的速度 肯定会降低了 这个需要功课的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改变灵能的属性 比如分析法术一样 如果通过灵能模板 模拟风系的 沈母叶祥沈又威 就这样呆呆地 看着沈父和墨修两人 说一些完全听不懂的话题 感觉沈天阳此时 整个人就像是在发光一样 平时几乎看不见的一幕 此时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无论墨修说什么 沈天阳都能轻易回应 并且还能跟上对方的思路 要知道 墨修可是斩杀队的副队 在同等级下 灵能与机械理论 是属于全国顶尖水平的 可沈天阳全部都能回答出来 而且 两人交流之间 感觉就像是有无数灵感在碰撞 二十年前 森罗最顶尖的天才 约二十年后 已成为斩杀队副队的墨修 在这一刻 完全相撞 这一通电话 整整打了半小时 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沈母懒得等他了 三人直接开饭 吃了一个小时 沈天阳却越聊越兴奋 还走进小实验室 翻书来验证 两人之间思路的准确性 人族的科技 自然没有完全被淘汰 只是需要与灵能结合 才能发挥出意料之外的惊喜 总是需要走出一步的 如果灵能与科技结合的越多 那么将来无论是辅助职业 还是战斗职业 都可以得到直线上升 叶响静静听着 大概明白一些 感觉灵能跟科技结合 这种想法 怎么跟法器有点相似呢 毕竟按照道藏所记载 自己炼制的法器 只要适合 别人都可以拿去用 当然 自己这个炼制者 肯定可以随意留后手 微微摇头 洗漱一番后 将身上的制服脱下 换了一身休闲衣服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叶响也难得没有着急修炼 沈母坐在沙发中间 叶响坐在左边 沈又威坐在右边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大半年前 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 沈母看了一眼叶响 又看了一眼又威 有些无奈地微微叹气 这俩也是傻孩子 两天后 举国过大年除夕 家家喜气洋洋 完全没有往年的颓废气息 荆州与八郡收复 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气 然而就在夜里 已经彻底沦为异兽的天堂 却出现了一个曼妙身姿 他张开四翼黑色羽翼 魅惑的身姿 哪怕是异兽都沉沦在他的脚下 几头强大的异兽 以他为中心 缓缓匍匐在地 不远处 一头虎头人形的妖王缓缓走过来 双眸充斥着野性与侵略性 全天下的异兽 看似比异族还低一等 但在秦岭一带 却属于他们的天堂世界 无数强大的异兽 在这里生存百年 底蕴完全不弱于任何一脉异族 根本不需要给任何一族面子 哪怕是血兽想要戒到 也没那么容易 一族 虎头妖王死死盯着那菲尔 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威胁 但更多的是 却是诱惑 看着他周边都匍匐在地的异兽 停下脚步 没有贸然靠近 看到虎头妖王这一幕 那菲尔嘴角不由泛起笑意 真是有点意思 你们可以说 是和人族一个祖先 却完全是不同的 进化方式 兽与人 这么看起来 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虎头妖王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但眼前这个女人 虽然外貌看起来与人类相似 但身后那对羽翼 显然不可能是人类 很快 虎头妖王心里逐渐有了一个 令他有些惊骇的答案 皇族 哎呀 看来兽族还是有点脑子的嘛 那菲尔不由调侃到 虎四死死盯着他 但身为兽族妖王 自尊心与骄傲 不允许他退后 更不要说逃跑了 他又不是野猪一族 一群贪生怕死的垃圾 你们异兽和人族一样 是依靠自身进化 但你们进化的方式 却是吞噬铜族 不过 我可以给你们个意见 吞噬血灵怎么样 那菲尔拿出 童眼一族的王座血灵说道 虎四撇嘴一笑 你会这么好心 就这样舍得给我 真当我是傻子是吗 哎呀 不要这么说嘛 那菲尔一点点朝他走过去 虎四忍不住微眯起眼睛 浑身炸毛一般 虎目警惕道 你再往前一步 那就别怪我了 兽族不会跟任何一族合作 包括你们的皇族 那菲尔果真停了下来 但嘴角却泛起魅惑众生的笑容 抬头指了指天上一轮紫月 你看看 都这么小心了 还不是中招了 听到这句话 虎四心里顿时一个灯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打算动手 然而那菲尔根本不会给他反抗的机会 一道紫色光束 从天上紫月猛然贯穿下来 狠狠轰在虎四身上 轰动 恐怖磅礴的能量轰击下来 虎四直接被轰在地上 浑身爆裂出细小伤口 紫月光束的能量 全部通过这些伤口进入体内 虎四排行老四 百年前 他只不过还是一头小老虎 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 他就是最小的那一个 一族轻视爆发后 他也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 每次吞噬猎物的时候 都仿佛有一股力量在强化自己 不知不觉间 已经成为了妖王 他庇护一方兽族 不受人类与异族的打扰 可父母与兄弟姐妹 全部都死了 他们死在了秦岭 另一边的血兽一族手中 所以对于一族 他自然是无比痛恨的 感受到自己身体越来越无力 虎四咆哮一声 虎啸山林 他这一生 不仅为了爆发自己的潜能 也是希望能寻求帮助 虎四知道 就在距离数十公里外 有一位很厉害的人族老道士 百年前见过一次 几十年前也见过一次 数天前也见过一次 跟自己一样 似乎随着时间流逝 都在变强 最后一次见到那个老道人时 甚至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 毫无疑问 哪怕他已经成为一代妖王 也不可能打得过那家伙 所以 虎四一直不敢去打扰那个老道人 甚至将那位老道人的栖息之地 都一同庇护 目的是不允许任何兽族靠近 省得没命了 虎四仰天咆哮一声后 浑身妖力澎湃汹涌 但仅仅只是片刻 就被紫光覆盖笼罩 虎四眼眸逐渐失去了神采 缓缓起身走到纳菲尔身前 单膝跪地 麻木道 主人 纳菲尔微微一笑 得到这么好的宠物 他也是很满意的 刚要说什么 一道身影直接远处飞过来 速度很快 只是感知到一瞬间 那身影陡然消失不见了 哪怕是纳菲尔也无法感知到 施展道法自然的青云子 融入万物 人归自然 不主动显露 根本不会被发现 纳菲尔当初在盛庆高校时 跟青云子对过一手 深知他的可怕 没有犹豫 直接捏碎一颗黑球 宛如一道黑洞 将他与虎似妖王笼罩 瞬间消失不见 片刻后 青云子浮现出来 看着四周 眉头紧皱 他知道 这一片一直是虎妖王的地盘 先前发出虎啸的声音里 明显带着求救的信号 然而来到这里后 却什么也没看见 青云子施展道法自然 借助一花一木一草 感知迅速扩散 念头有多广 感知就有多广阔 眨眼间便覆盖方圆上百公里 但并没有发现虎妖王 能这么快就解决掉一头八阶妖王 难不成是王座 青云子微微皱眉 秦领另一边是血兽异族的底盘 能威胁虎妖王的 也只有血兽王座 又或者是 皇族 青云子眯起眼睛 迅速捏起卦象开始补算 却猛然抬起头 看向天上一轮明月 卦象毫无头绪 那么可以肯定 只有能借助天地之势的皇族 能做到这一点 可这皇族将虎妖王带走干什么 一个八阶妖王 也就相当于八十级的异族而已 这种层次战力 在异族比比皆是并不稀缺 但虎妖王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觉醒反族血脉 八阶妖王并不是他的极限 青云子本来还打算 有空交交这头虎妖王 将来为夜想重建道门 充当守山护法 毕竟身为天师 身边老师带着一头猪 不是那么一会儿事 至于异兽 其实换个千年前的说法 也可称为妖兽 毕竟一直就有兽类成经的例子 只是他们天生不懂 如何修炼而已 需要人为来传承教导 所以就算成经了 也强不到哪里去 只是如今时代变了后 异兽才可以通过互相吞噬 来让自己进化 但这种路子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暴力残忍 最终化为一头凶兽为祸四方 堕妹皇族领域 纳伊尔坐落在雄伟的黑色宫殿中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铜眼异族血灵 脑海中想的 却不是如何塑造出新的铜眼王座 脑海中一直惦记着夜想 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缓缓出现一个黑洞 下一刻 纳菲尔与虎四同时走了出来 听到动静的纳伊尔转头看去 一眼就看到了纳菲尔身后的虎四 有些疑惑道 姐姐 你抓一头异兽干什么 当然 是为了好玩的事情了 把你的铜眼王座血灵给我 纳菲尔开口说道 纳伊尔毫不犹豫选择拒绝 我才不呢 我留着点小弟弟用的 纳菲尔微微皱眉 你要养到他什么时候 就这么想要盗门传承 要不然呢 我查过很多盗门资料啊 他们是真的可以修宪 以前我还不相信 但现在 我想按照那个法子修宪 纳伊尔信誓旦旦说道 他想得很简单 等叶想十八岁后 也算是养熟了 到时候肯定很美味吧 到时候 自己肯定能成仙吧 那菲尔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人族有人成仙吗 有啊 以前烧了那么多古籍 上面不都有记载吗 人族要真有那种层次的强者 还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他们从源头到现在 也不过只是数十万年而已 先这般存在 那菲尔嗤之以鼻 纳伊尔不想跟他说话了 趴着窗边看着外面既黑夜色 沉默片刻后才说道 姐姐 我知道你在想办法 让父皇他们复苏 可是天边的反噬 是不可避免的啊 纳菲尔没有说话 只是伸出手 童眼王座血灵给我 我可以答应你之前 求我那件事情 但我不能保证成功率 听到姐姐终于答应 纳伊尔顿时满脸欣喜 哇 姐姐 你真好 他二话不说 将童眼王座血灵 拿出来递给他 仿佛这枚代表王座层次的力量 对于答应的那件事情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纳菲尔接过童眼王座的血灵后 便带着虎四 直接转身离开 只是即将离开的时候 纳菲尔回头说道 紫月魔星需要一个月时间蕴养 到时候再给你 嗯嗯 我知道的 谢谢姐姐了 纳伊尔满脸开心 有姐姐的紫月魔星 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与此同时 在虎妖王被带走后 整个秦岭异兽 陡然开始出现混乱 整个秦岭 明面上只有两头妖王 在感受到虎妖王的气息消失后 另外一边的妖王二话不说 率领一众小弟 直接冲过来争抢地盘领域 兽族世界 弱肉强食 能进化后更是如此 这属于兽族的自然进化规则 秦云子将皇族出现在秦岭中 并且带走了一头妖王的消息 说给周安 周安得知后 也无法琢磨出 皇族到底有什么举动 也没有什么好的防备法子 毕竟已经让一支王牌部队 几乎永久地 驻守在秦岭边疆一带 并且修建了一道宏伟关口 名为玄武镇妖关 毕竟秦岭是异兽的天堂 总是会时不时出现兽朝的现象 不过这几年 随着虎四成为妖王后 固守秦岭另一半的领域 这些年 镇妖关也安定不守 虎四管理的妖兽 更像是和平发育的族群 而另一边 自然是血腥暴力 整体实力是超过虎四这边的 只不过那头蠻妖王 打不过虎妖王 而且更为狡诈阴险 不愿意正面与虎妖王干架 莽妖王很想将虎四的地盘拿下来 然后统领整个秦岭 再进攻人族 吞噬人族带来的进化能力 可远比吞噬铜类要好很多 玄武镇妖关上 两名身穿玄武制服的成员 按照常理出关 执行巡逻任务 负责监视秦岭妖兽的动静 周立新点燃一根烟 抬头看着静谧的秦岭山脉 微微叹口气 哎 其余王牌部队战功都拿妈了 咱们在这里都待了三年了 还是个三等都尉军衔 周立新深吸一口后 无奈叹气道 根本没有战功混啊 行了 别叨叨了 八郡牺牺牲了八十多名王牌成员 几乎相当于整整一个王牌正边打掉了 真以为战功好拿呢 在这玄武镇妖关上待着也好 虽然没战功 但满两年也能自动升一级 万字成没好气的 将周立新嘴上的烟扯掉 小心被辅助智能拍到 又要被队长训 两名王牌玄武成员 有一搭没一搭的唠嗑聊天 但也没忘记巡逻任务 开启侦察模式 万字成开口说道 两人的辅助智能顿时升空 探测光线一圈圈扩散开来 当图像呈现在两人面前时 瞳孔顿时一缩 只见图像地形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 其中一头红点反应相当大 要知道 这里是属于镇妖关的边界 并不是在秦岭中 哪来那么多妖兽 周立新手不由一颤 我是不是起猛了 看花眼了 万字成看着屏幕上 统计出数十万的红点 也不由深吸一口气 然后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靠 等我 周立新也反应过来 连忙跟上去 哪知道下一刻 一头数十米长 宛如小山一般的红蟒 出现在两人身后 堵住了退路 万字成瞳孔猛然一缩 八转蟒妖王 怎么会出现这脸 辅助智能早已自动通报 发现数以十万级一兽 来到玄武镇妖关前 死后 红蟒朝着两人猛冲过来 张开恐怖猙獰的血盆大口 万字成拔刀对抗 但下一刻 獠牙将致氏武器崩断 整个人被蟒妖王一口吞下 周立新看到这一幕 也知道跑不掉了 怒吼一声 激发玄武斗气 一道玄武虚影从他身后浮现 身为蟒妖王 仿佛被血脉压制了一般 竟然不敢轻易靠近 玄武作为水生神兽 自然对蟒蛇一类的妖兽 十分克制 但下一刻 数十头六转妖兽一同冲上来 仅仅只是片刻间 周立新那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丛林 整个身体被妖兽们撕碎成无数碎片 只留下一地鲜血 而这一幕 自然被辅助智能拍摄下来 立即上传了玄武镇腰关内 与京都大后方所在的指挥部 数十万的妖兽数量 毫无疑问 是从来都没有预见过的 兽巢即将爆发 付出两名正边玄武成员的生命 传递回来的消息 让所有人心痛与震惊 玄武部队与两百名预备员站在上面 为首一人 是四十来岁老将 二等将校袁武 也是目前唯一几个可以进入体系 却依旧不愿意退役的老将 在其身旁 模样有些与他相似的女人 住立在一旁 爹 支援多久能到 数十万的兽巢 咱们玄武镇腰关 真的守得住吗 袁岁岁忍不住说道 袁武没有像以往很快给出答案 数十万的妖兽出现 那么毫无疑问 玄武镇腰关是守不住 平时最多也就上万头 大部分都是几千 甚至几百的小型兽巢规模 这一次数十万的妖兽出现 虽然大部分都是非常低级的妖兽 但这个数量依旧让人恐惧 整个秦岭被妖王统一了吗 否则不可能有那么恐怖的数量 这时 周景打来一条通讯 袁武一脸平静地 接起这位京都 有史以来最年轻总指挥 其实在接的那一刻 他已经猜到了 对方会说什么 周景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 开口说道 妖兽数据 我已经发送给您了 网妖兽都低于二十级 一万五平均数量在二十到三十级之间 其中有四千六百数量 在三十至四十之间 三百头四十级以上 六十级总共有二十八头 妖妖王为八十级 嗯 我知道了 下达任务指令吗 袁武平静地点头 等待下文 他知道周景没有说完 周景沉默片刻后 最终还是说出了指挥部命令 袁将军命令死守镇妖官 其余四大王牌部队 将会在半个小时以后抵达 其中同行有八千名战士 后续会有部队抵达 半个小时 三百人对抗数十万妖兽 其中还有一头八十级莽妖王 袁武也知道 玄武镇妖官无论如何也不能丢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数十万妖兽的兽巢 倘若玄武镇妖官失守 那么云梦则与中州将首当其冲 陷入兽巢 造成无数人死亡 甚至连荆州和八郡 有可能都会重新失守 所以 袁武也能理解 为什么是死命令 不能丢 但此时玄武镇妖官上 只有一百名王牌玄武正边部队 即便的加上两百名预备队成员 总共也才三百人 面对三十二万头妖兽 哪怕对方站着不动让他们杀 也能杀到手软 只能借助玄武镇妖官的地形来防守 接下命令后 袁武点点头 是一只小 那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如何拖住这半个小时 沉思片刻后 他吓到 所有人进入特级战斗状态 将镇妖官前去布置的所有陷阱开启 将所有血精拿出来 将关上的陵原炮全部充能 是 接下来 他们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兽朝 比六十年前那场兽朝更为可怕 六十年前 这里还没建造玄武镇妖官 华夏人族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异族身上 却忽略了异兽的进化 毫无准备与预料的 秦岭爆发出可怕的兽朝 虽然当时只有八万头 但根本没有多于兵力来及时抵御兽朝 最终这八万头兽朝 造成云梦泽与中州沦陷 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但在当时粗略统计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千万人 那些妖兽无比可怕 所以后来才赤无数资源与人力 建造了一座玄武镇妖官 这也是王牌玄武部队的来源 他们都是当初在云梦泽海中州 与妖兽不停反抗做斗争的战士后裔 打一族或许不太行 但对于妖兽的了解 就是吃着一碗饭的 玄武战绩更是神乎奇迹 防守与沉重威压 配合一起 只要不超过自身五级妖兽 都不可能打得过他们 镇妖官上 所有战士都提着一箩筐 吸有血精能源 将一架驾灵源炮全部充能 血精能源就是利用血灵制作出来的 血灵无法长时间保存 短时间不吸收就会消散 但制作成血精能源后 就能以晶体的形式 将能量长时间保存下来 可以作为泄偶的能源 或者是研发各种强大的灵能武器 也是堡垒基地的主要能源消耗 在一族防线上 很常见 但妖兽可没有血灵 杀死也没有任何能量 所以在这玄武镇妖官上 血精其实是比较珍贵的 擒领森林处 妖兽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暴露 也不再隐藏身形 浩浩荡荡地从森林里冲出来 树梁密麻麻 覆盖整个镇妖官前线战区 元武站在棺上 目光一下子落在远远的一棵参天大树上 只见一头红莽 缠在那棵大树的树棺上 卓阳落在其身上 蛇鳞层层整齐 散发着红韵光芒 巨大的舌头睁鸣抬起 一对血红眼睛 直视镇妖官上的元武 身为妖王的他 智力自然不低 很清楚就知道 那个人族就是官上的最强者 嘶嘶嘶 红莽张嘴 吐出长长的蛇性子 要多挑衅有多挑衅 似乎根本不把镇妖官上的几百人放在眼里 元武抬起手中的智势长棍 浑身和精打造 棍身很是沉重 哪怕不用斗气 光用力气 对他来说 都能轻易砸死一头四五十几的妖兽 无声中 三十多万的妖兽 发出咆哮声 集体朝着镇妖官冲上去 气势恐怖到难以想象 一头头妖兽奔袭 后尾卷起浓浓烟尘 却根本追不上他们 在距离只有三百米的时候 最前面那一批妖兽 猛然掉落进早已准备好的陷阱中 那是巨大的深坑 深坑里埋伏无数的铁刺 一头头妖兽掉下去 扑斥一声 数十根铁刺贯穿身躯 还没等挣扎 更多的妖兽一同掉下去 压在他们身上 光是低防线的一个个陷阱坑 就足足坑杀了数千头妖兽 可这仅仅只是一瞬间的时间 接近十米深的坑洞 硬生生用妖兽的身躯填满了 残忍的战争从现在开始 妖兽冲红眼的时候 对死亡的威胁其实是非常低的 相反 血液有时候更能刺激 他们疯狂 摆明了身前就是有十几层陷阱 很简单 也很直接 但这些妖兽 根本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打断 冲上去 前面一个掉下去 后面就紧跟上深坑眨眼间用尸体填满后 继续往前面走 只是刚开始 这两百米的距离 妖兽这一方就损失了五六万的数量 无比惨烈 因为妖兽全部是用鲜血在填 妖兽尸体上弥漫的血腥味 浓郁到哪怕在高高的玄武镇腰关上都清晰稳健 但越是这样 却更加让人心神沉重 这些妖兽完全就是铁了心要闯玄武镇腰关 就在这些妖兽 距离玄武镇腰关还剩一百米时 一架驾铃圆炮开始凝聚血红的的能量团 轰一声 刺眼的红色光束宛如天谴一般 狠狠轰在妖兽群中 一瞬间就有数十成百的妖兽被轰杀 无察觉无视等级 哪怕稍微擦上一点 缺胳膊断腿的都非常正常 但妖兽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顶着强大的人类武器 依旧朝玄武镇腰关上冲上来 对于人族来说 高高的镇腰关只要不会飞 基本上不可能爬上来 但妖兽有不少 天声就非常擅长攀爬 接近上百米的高度 很快就爬了上来 猿武大声吼道 下游 点火 战士们闻言 立马将早已准备好的油桶 顺着城墙坡下去 一桶接着一桶 不少妖兽手一滑 顿时掉下去 倒霉的刚爬上来 就被撞下去 火焰顺着油路 轰然往下燃烧 浓烟滚滚 遮挡住了视线 但也能听见妖兽凄厉的惨叫声 毕竟妖兽的天性里 就比较畏惧火焰 这是天生的 无论进化多少次 都不会改变 看到熊熊火焰 终于有些畏惧起来 然而莽妖王仰天嘶吼一声 肉眼看不见的奇异力量 从他嘴里扩散开来 这一瞬间 所有妖兽仿佛加持了某种状态 再一次变得毫不畏惧了 哪怕浑身都被火蛇缠绕 依旧在向上攀爬 眼眸中没有半点恐惧 很快就有妖兽爬上来 他们浑身皮肤都被烧得溃烂 鲜血淋漓 很是可怕 战斗 元武大声吼道 提起黑棍 对着其中一头妖兽的头颅狠狠砸下 哄 砰一声 那头妖兽的头颅直接爆开 脑花与眼球鲜血蹦进的到处都是 元武不愧是降校级别的老将 在他面前 再可怕的妖兽都一棍撂倒 并且棍棍致命 不是直接捶爆脑袋 就是长枪贯穿妖兽的心脏部位 穿心而过 黑棍很快就不满鲜血和内脏 元武运转斗气一阵 棍上的内脏渣子 一下子变得干净不少 其余玄武部队成员 也开始拿起武器 开始疯狂杀戮起来 借助地势的优势 一头头妖兽 还没上来就被打下去 玄武预备队的成员们 控制凌园炮 继续轰杀镇腰关下面的妖兽 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咆哮着 死守半个小时 仿佛已经注定了 他们将在这玄武镇腰关上 抛洒热血 要让世人知晓 他们王牌玄武部队 不弱于任何一支王牌 他们的功绩是不多 他们的确平时也很清闲 但他们 是继承了几十年前 先被抑制的战士 这座官 曾经寸寸 染血铸造起来 而如今他们这些 哪怕身处湿山血海中 也不会有任何犹豫退后 战斗就这样突然打响 快到让所有人 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在几分钟前 所有王牌部队成员 都得到指令通知 立即前往玄武镇腰关支援 叶祥也同样得到了任务指令 坐标上 一架宁川的巡查专机 已经飞过来 专门来接他 前一刻 他还跟着沈父母去走亲戚 吃着流水桌 在得知任务指令后 叶祥神情顿势一遍 特急支援指令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说明前所未有的紧急与危机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从饭桌上起身 走向沈父 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沈天阳愣了一下后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点点头 轻声说道 去吧 小心一些 我给你准备的东西都带了吗 叶祥指了指辅助智能 都带了 沈天阳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只是默默点点头 叶祥没来得及穿斩杀队制服 只是很家常的休闲服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邻家懒散少年而已 很快 一架巡查局专机 从上空飞下来 叶祥起身 摸了摸又威的脑袋 轻声说道 开学我就不去了 好好修炼 我知道的 叶祥 不要出事 沈幽威抬起头 认真地看着他说道 叶祥抬头 谈了一下他的额头 不过这次没说什么 也算是认可了他的改口 的确长大了 老师像以前叫叶哥哥 他也会感觉有些别扭了 专机上 秦雅目光复杂地 看着这位曾经的天才少年 这才过去大半年时间 拿下全国高考第一名 进入盛庆 随后更是在军训上 一步登天一般 加入斩杀队预备队 参与荆州 八郡战区 立下实打实的战功 感觉跟他比起来 自己这二十多年 都像是白活了一样 他想生殖都不知道 还要熬几年 这少年今年才十七岁吧 就已经是都尉军衔了 跟自己一模一样 叶祥同志 此行特级支援指令 由我送您的 前往玄武镇腰关前线 秦雅走下来 看着叶祥敬礼道 宁川不少人都认识 这位宁川巡察局人 美直爽的女长官 完全没想到 会对叶祥这么尊重 嗯 我已经知道了 需要什么准备的吗 秦雅询问道 不用了 直接前往玄武镇腰关吧 叶祥摇摇头 他习惯将东西 都放在身上 或者是在辅助智能那里 没什么需要收拾的 叶祥坐上直升机后 飞机直接升起 亲戚们都羡慕地 看着飞机离开 真羡慕沈家 养了个这么好的儿子 当然女儿也很优秀 只有刚端菜出来的沈母 看到这一幕 满眼担忧 这孩子还这么小 就上战场 怎么让人放得下心 沈天阳走上来 接过他手里的菜 开口说道 好了 每次走进去吃饭 你都要搭手帮忙 就不能安心坐下来吗 我只是突然觉得 孩子太优秀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沈天阳微微叹气 也是 沈母目光有些复杂地 看向又微 叶祥成长得实在太快了 仿佛真的如传闻一样 叶祥 真的会继战神天王之后 下一位人族的顶梁柱吗 如果真是这样 他其实还是希望 叶祥能跟以前一样 每天无忧无虑地看书上学 倘若人族的将来 真落在叶祥身上 普通人只看到战神横倾 天王罗景表面的荣耀和辉煌 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的人 才知道 肩上的责任有多大 其实叶祥身上 早已背上了重振道门的职责 身为天师 也必将成为华夏的顶梁柱 倘若是百年前 身为天师 是合乎天然之道的老师 而如今 天都变了 身为天师的叶祥 究竟会走出怎样的道路 谁也无法预测 直升机上 叶祥通过斩杀队的权限 比身边这位巡察局队长 还要优先获得 玄武镇邀关的战况数据 但看到32万头妖兽时 心里顿时一沉 玄武镇邀关上 只有300名王牌玄武部队 最快的支援 都需要半个小时 天王罗景在京都 战神横倾 在日花岛路坐镇 但叶祥却在地图上 一下子注意到了什么 眉头缓缓松展开来 镇邀关的位置 距离老道长青云子前辈 并不是很远 只有百公里左右 最多也只需要十分钟 就能赶到 尽管妖兽数量上 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强的 只是一头八十几马妖王 等青云子前辈赶到 将这头妖王斩杀 兽朝应该就会结束了 想到这里 叶祥伸了个懒妖 闭目安心冥想 秦雅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不由越发敬佩 即将上战场 心性却依旧保持得那么好 换作是他 肯定没办法做到的 玄武镇邀关上 血腥的战斗在疯狂上演 任何一名玄武战士 都在同时面临 数十上百头的妖兽攻击 要不是玄武战法 十分擅长防御 根本不可能站稳脚跟 关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畏惧 杀红了眼 周身躺满了妖兽的尸体 但身边 也有一个个队友倒下来 被妖兽扑倒在地 眨眼间便撕成碎片 玄武顶在关上最前面 无论多少妖兽冲上来 一个横扫全军 直接全部砸下去 但玄武毕竟只有一个人 他也护不住 关上其他地方 三头凶狠的妖兽 同时对玄武发动攻击 其中最小的玄武 速度最快 浑身通体蓝色 末盘大小 煽动着透明翅膀急速飞来 嘴上锋利尖锐的长刺 在阳光下 还闪烁出光亮 这头玄武显然有着一定智商 从玄武背后偷袭 然而玄武守在这玄武阵腰关上 将近一辈子 什么妖兽不熟悉 光是听到身后那翅膀煽动的声音 他就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头也不回 手中黑棍身上浮现一缕玄黄斗气 凝聚棍肩 然后头也不回 直接一记回马枪 枪出如龙 身未转 枪一出 韩刺文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黑棍穿透身躯 固定在棍身上 玄黄斗气通过棍身 涌进韩刺文身体里 蓝色的身躯 一下子变得浑浊起来 砰一声 韩刺文整个身躯 直接炸得粉碎 元武没有停下来 抽棍直接横扫千军 朝那头誓言血猴砸下 六十五级金凶豹 也已扑到跟前 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元武脖梗一口咬下 在这凶险的一刻 元武依旧保持平静 身上陡然爆发出玄武战法 玄武虚影浮现身上 强大的承重防御展开 金凶豹一口咬在玄武壳的虚影上 可怕的硬度 直接崩掉一颗獠牙 豹子整个人都彻底傻眼了 满脸不敢相信 誓言血猴没有被黑棍砸飞 而是攀附在的黑棍上 迅速爬在面前 浑身炸毛 模样很是凶狠 但元武只是用力一甩黑棍 就将他朝天空甩去 然后抬手一把抓住金凶豹 轻轻往上一抬 然后挥动黑棍 狠狠将其击飞出去 啪 两头妖兽砰冻一声 惨烈相撞 骨头咔嚓作响 只要在这关上 元武就是近乎无敌 没有一头妖兽 可以轻易近身 就这么一空荡 他转头 看了一眼玄武部队其余成员 屏幕上 三百名玄武成员 已有二十多人熄灭屏幕 显示毫无生机 元武心里微微一痛 看着城墙下 秘密全是妖兽在疯狂爬上来 时机合适后 元武开口说道 启动涂妖刀 收到 镇妖关后面不远处 有一个沉重的锁链开关 数十年前设置的古朴机关 显得很老实 但要知道 玄武镇妖关 不在最危险的时候 根本不会用上这个机关 那代表着整个玄武镇妖关 到了近乎失守的地步 一个玄武战士 爆发全身力量 用力拉动 沉重锁链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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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妖关下 内部机关开始运转 震动的动机 整个镇妖关上 所有人和妖兽都能感觉到 如今这一代的玄武战士 从来没有见过涂妖刀使用 只是定期养护的时候见到过 那一把把刀刃 锋利光滑且沉重 质量远比现在的制式武器 还要好上数倍 那是六十年前 几乎耗尽云孟泽 一批图妖刀 下一刻 镇妖关的墙壁上 一柄柄锋利的图妖刀伸出来 随着锁链拉动 内部的齿轮滚动 那一把把图妖刀 顿时开始在墙壁上 飞快滑动起来 速度极快 极其锋利的刀刃翻飞 上千把图妖刀 疯狂收割一头头妖兽的生命 大量妖兽失手两半 飞快坠落下去 片刻间 镇妖关上 妖兽数量一下子便少了不少 冲上来的几千头的妖兽 很快就全部清理干净 还活着的王牌玄武战士 纷纷抬起头 浑身鲜血 看着四周 目光骇人的直视下方 一群畜生而已 远武开口说道 尽快恢复伤势 这场战斗 还远远没有结束 是 众人点头 镇妖关墙壁上 上千把图妖刀飞快游动 快中有序 在整面城墙上 不落下一丝死角 城墙下 还剩下二十万的妖兽 抬起头 看着镇妖关的图妖刀 都不由一脸畏惧 根本不敢冲上去 这时 那头蠻妖王从树关爬下来 身为妖王的气场 一众小弟纷纷让开 他抬着头 十几米的高度 庞大无比 血红的身躯 宛如会嗜血的鳞片 可怕的妖王气势 很是可不 远武眉头紧皱 这头蠻妖王 他也没有把握可以打过 毕竟等级差了十级 但拖延对方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太多问题 妖妖王直接迎着图妖刀 开始攀爬上去 斩杀其余 妖兽如蝼蚁的图妖刀 落在他身上 咔嚓一声 竟直接崩断了 一片片图妖刀坠落下去 根本阻挡不了 妖妖王的身躯 看到这一幕 妖兽们疯狂起来 二话不说 跟着妖妖王一同冲上去 二十万妖兽 说是妖气冲天也不为过 远武提起黑棍 微微转头 看了一眼远处自己的女儿 远岁岁也一下子明白了 父亲要做什么 紧紧捏紧手中顿剑 想要说什么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从来都是如此 两人对视一眼后 远武直接终身一跃 从玄武阵妖关上的跳下去 半空中 远武施展出自己最强大的七转技能 残阳照险 黑棍爆发浓郁玄黄雾芒 刹那间 无数棍影翻飞 将妖妖王整个覆盖 人类 妖妖王口吐人言 似乎意识到 这一招的可怕 将身躯蜷缩在一起 所有鳞片展开 随着一刀刀棍影疯狂落下 妖妖王身上的血红蛇鳞 顿时全部炸开 鲜血淋漓 蛇鳞翻飞间 远武已经站在他头颅上 黑棍重重落下 这一棒 重若千军 破山批河 千军棍 哪知道还没落下 妖妖王猛的一甩头 将远武甩落下方 远武毕竟还不会飞 在空中调整好位置后 直接重重踩在一片屠妖刀上 一冲而上 面对高于自身时级的妖妖王 眼中没有丝毫畏惧 妖妖王身上崩碎的鳞片 在飞快恢复 抬起头 高高在上 看着直冲过来的远武 突然张口喷出血红毒雾 丝毫不在意前面的妖兽 毒雾无差别覆盖他们 眨眼间就浑身腐臭糜烂 血肉脱落 远武健壮 直接单手旋转黑棍 强大的进风 将血红毒雾全部刮散 眨眼间就来到妖妖王身前 抬棍狠狠落下 妖妖王眼中泛起不屑 猛地转身甩尾 啪一声 恐怖蛇尾直接砸在远武身上 沉重的黑棍都弯曲起来 蛇尾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 将它拍落下去 能成为妖王 哪个不是从小战斗到大的 战斗本能 根本不逊色远武 远武终究才七十级 面对妖妖王 正面上难以抵抗 轰动一声 远武狠狠落在玄武阵妖关下方 周围的妖兽下意识退后几步 不敢轻易靠近 但在猛妖王的一声令下 妖兽们顿时冲上来 想要将远武撕碎 远武喷出一口鲜血 早已站起身 挥舞着手中已经弯曲的黑棍 将周围妖兽全部砸成血污 但冲上来的妖兽越来越多 根本就杀不完 猛妖王看了一眼下面后 眼眸泛起狡诈的光泽 人类强者被拖住 他自然不会傻得下去 头也不回 直接朝阵妖关上冲上去 远武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一变 刚要起身 就被十几头高等级突袭 仓促之下 差点没抵挡住 后背与肩膀 都被哗啦出血痕 露出骨头 这畜生上来了 一位队长看到猛妖王 直接冲上来 咬牙吼道 所有凌缘炮对着他轰 话音一落 所有凌缘炮 纷纷调整角度 对准他 毫不犹豫 直接开跑轰击 一道道血红光束 对着猛妖王冲击下去 哪知道猛妖王狂喷血污 光束落入其中 似乎完全没有击中 解决周边冲上来的妖兽 一边没好气地 对着通讯气吼道 你们在打谁呢 他抬起头看向血雾 陡然意识到不对 血雾只是烟雾弹 那投蟒妖王 根本不在里面 就在这时 镇腰关上 一头鸿芒陡然显露出身影来 趁着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口吞掉一名玄武成员 然后血雾弥漫 再一次消失不见了 所有人脸色一变 无比惊惧 这投蟒妖王 竟然还会隐秘身形 这还能怎么打 就在这时 圆祟祟感觉到脚下的阳光阴影 有些暗淡 背后一阵阴凉 阳光变得扭曲模糊起来 当他转过头看向身后时 顿时看到了庞大的舌头 面对蟒妖王那恐怖的气息 圆祟祟感觉整个身体都在发凉 无比僵硬 想要跑 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 将要葬身在舌口之下时 一席速跑老道人 挡在他的身前 和矮苍老的容颜 先锋倒鼓 孩子别怕 他抬起手 太极八卦虚影浮现手中 瞬间扩大轰击 光东一声 蟒妖王直接狠狠被砸出去 满脸鲜血 他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这个老道士 一脸惊怒 怎么会那么强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 蟒妖王意识到这一点后 二话不说 转身就要跑 青云子神情冷冽 面对这种残暴的妖兽 自然不会有任何流情 抬起手 漫天俘虏弥漫开来 最终化作一只大手 一下子狠狠压在蟒妖王身上 喷一声 半截蛇身 直接碾压成血肉 扶摸掌 蟒妖王痛得疯狂丝毫 试图挣扎 然而在那大手面前 根本不给挣扎的机会 直接抓起 掐住舌头 抓到青云子身前 蟒妖王诚惶惚恐地看着青云子 浑身颤抖 毫无先前的威视 青云子一脸平淡地看着他说道 要么死 要么退寿朝 他坐镇秦岭数十年 寿朝也敢惹事 找死不成 蟒妖王这时候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虎妖王 一直不敢对人族发动受潮 此时后悔 也根本来不及了 他绝望地连连点头 二话不说 仰天嘶吼一声 奇异音波扩散开来 玄武镇妖关上 所有妖兽顿时停了下来 连忙后扯 大人 饶我一命 蟒妖王口吐人言说道 是谁指引你攻击人族镇妖关呢 青云子神情严肃至极地看着他问道 我 我不知道 我将擒领所有妖族一统后 只是脑子一热 蟒妖王胆颤道 眼前这位人类 竟然是一位九转强者 青云子自然不信他说的话 只是一挥手 面前就浮现出那菲尔的堕妹皇族身影 蟒妖王瞳孔一缩 低下头 颤抖片刻后 才说道 见 见过一次 青云子并不意外 在看到这头蟒妖王的时候 就感觉到一丝奇异力量 也正是这奇异力量 才能影响其余妖兽 要不然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引发数十万头妖兽受巢 什么时候 昨 昨晚上 妖兽撤出镇妖关后 袁武也从下面冲了上来 看到 是青云子老道长出手 顿时一脸敬意 多谢老前辈相助 他坐镇镇妖关多年 还是知道这位道门老前辈的存在 可没想到这么厉害 一头八转妖王 在他手中 就像是小鸡仔一样 任由拿捏 这怕是天王在这里 也没那么轻松吧 青云子摇摇头 最近擒领妖兽的事情 和堕妹皇族有关 多长的心眼 不要贸然进去了 知道了前辈 袁武认真点头 他看向袁碎碎 心有余悸 青云子将目光落在猛妖王身上 眉心道意一闪 真武意境浮现双眼 一眼就看出 猛妖王身上的杀念 没有丝毫犹豫 俘虏组成的真武大手 一掌将其按在镇妖关地上 肉身磨面 这时 一架架前来紧急支援 玄武镇妖关的战机 纷纷飞下来 四大王牌部队队长 分别走出战机 不同的制服 却带着统一肃杀气势 王牌斩杀队副队莫修 王牌腾蛇部队队长李冰 王牌朱雀部队队长徐荣 王牌青龙部队队长梁文 夜想这时 也赶到玄武镇妖关 看着下面玄武镇妖关的场景 不由一愣 好像是打完了 很快 他就注意到老道长青云子 一下子明白过来 自己果然没有猜错 有前辈在 玄武镇妖关 并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不过 从周围满地都是妖兽的尸体来看 很显然 先前还是经历过一场可怕的厮杀 夜想走过来 看着青云子喊道 前辈 青云子听到夜想的声音 不由转过头来 看到他那一声又精进的道义后 不由点点头 这么快就已经四转了 看来进步不小 四位王牌队长 正与玄武队长袁武 了解先前的详细情况 其余人则是打扫战场 将所有妖兽尸体整理堆积在一起 然后一把火全部烧掉 了解清楚后 大家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毕竟都是抱着大杀一场来的 结果还没到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虽然职位相同 但元武的实力和军衔 都比莫修他们高 大家自然都是非常尊敬的 毕竟明明已经可以退役 进入体系安心修炼 却还要奔赴在一线上 的确让人十分敬佩 夜想 你现在能进内井了吧 青云子看着夜想问道 夜想愣了一下后 点点头 嗯 可以 他掌握了正道与奇门遁甲后 不用借助影子夜学姐的星象 也可以轻易锁定天变后的准确行程 青云子沉思片刻后 才解释道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牵扯到皇族 一旦涉及皇族 就无法去推算 甚至英国很大 算卦算不出来 前辈不能进内井吗 夜想一下子明白过来 不由好奇问道 听到这句话 青云子抬头看着夜想 不由一笑 指了指天 天变后 内井我能进 但天机屏蔽 周天断卦 英国不显 自然是问不出来东西的 但你不一样 听到这句话 夜想一下子明白过来 眼眸泛起一丝恍然 因为曾经到门前 被留下来的天地 道振气机牵引着自己 所以在他身上 不受丝毫因果负担 可以的 夜想捏起道绝 挂象道阵 顿时浮现周身 三骑六一八卦九宫 展露浓郁道场 奇门局内自成领域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吃惊 这少年在做什么 夜想身上并没有穿制服 玄武成员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看起来 跟这位很厉害的老道长前辈 关系很近 玄武似乎猜到了什么 眼眸微动 难不成是斩杀队那位雷法少年 青云子则是将注意力 都放在了夜想周身的奇门局身上 因为是包容的原因 他虽然没有感觉到 这奇门局的威胁 但也能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千变万化 这是 震道 他眼中划过一丝明雾 这小子 看来又传成了一道不得了的道筒 夜想站在中宫之位 抬头看着青云子说道 前辈 我准备拉你进内景了 嗯 青云子点点头 话音一落 周天覆盖 奇门局仿佛融入两人自身的精神世界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两人就进入了内景中 青云子睁开眼睛 看着周围 眼眸微动 不愧是末代天师 夜想的等级虽然不如他 但这内景凝炼真实的程度 远远是他的好几倍 老前辈 可以了 夜想说道 毕竟青云子如今也是到门九转的境界 而且本身就知道内景 自然清楚该怎么使用内景 青云子点点头 默念片刻后 下一刻 一个直径六米的金红色圆球 出现在两人面前 夜想不由有些心惊 这么大 青云子抬头解释道 秦陵中原本有两位妖王 一位是红蟒 一位是虎王 其中虎王突然消失不见 可以确认背后有堕妹皇族的身影 但紧随其后 就是蟒妖王组织受巢 进攻玄武镇妖关 所以问的是虎妖王的下落吗 夜想问道 要是问皇族的话 那么眼前这个球 肯定就不止那么大点了 虽然六米的大球 已经很夸张了 反正夜想觉得自己是不可能打破 最少也需要六转以上的实力 青云子点点头 他抬起双手 灵力顿时澎湃涌出 开始冲击眼前的金色红球 很快 金色红球在强大的灵力冲击下 开始不规则晃动起来 片刻间 砰一声 金色红球陡然炸开 两道灵光 顿时浮现出来 落入青云子与夜想眉心中 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些陌生的场景和画面 一头强壮的虎妖王映入脑海中 只不过这头虎妖王状态明显不对 浑身散发着漆黑诅咒光环 李智还在挣扎 但随着时间 李智越来越薄弱 直到彻底被童眼王座给占据 扑斥一声 虎妖王胸口陡然裂开 露出一只骇人的眼睛珠子 诡异的直视夜想 仿佛被看到一样 下一刻 画面就消失不见 夜想和青云子两人同时睁开眼睛 眉头不约而同皱起 先前看到的一幕 竟然是童眼王座再次复活了 而且 世界虎妖王的身躯 完全弥补了童眼王座 不能使用诅咒后 自身实力的短板 要知道 虎妖王提升到百级后 战斗力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那才是一尊真正的强大妖王 刚才那个环境 看不出来在哪里 周围很模糊 但肯定不是在清灵 夜想抬起头 看着青云子说道 青云子摇摇头 多妹皇族 掌握远距离穿越的能力 他现在虽然都会回来 不过身为童眼王座 就算被控制 依旧有能力掌握童眼一族 荆州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 青云子提醒道 夜想点点头 他待会儿跟墨修说一下 还有其他什么要问的吗 夜想问道 他知道 不管什么问题 自己也不会承担任何天道因果 这份特权 完全是曾经的道门前辈 给争取来的 青云子还真有些犹豫 但认真想了一下后 最终摇摇头 不用了 就算不承担因果 但内景所得到的答案 也不一定是对的 只是因为看到了答案 所以才会认为 怎样做才是对的 其实这样得修道无意 夜想一脸茫然 要考虑这么多的吗 解开奇门局后 两人便自动退出内景 夜想转头看向银子叶 内景可以看到细节 但大方向还无法确定 银学姐的占卜 可以轻易确定大方向 银子叶也察觉到夜想的视线 不由转过头来 眼纱虽然遮挡住眼眸 但感知不是一般的敏锐 夜想朝他挥挥手 银学姐 需要你帮一下 清云子有些好奇地 看着银子叶 微微点头 华夏人族的顶尖青年 的确都非常优秀 完全不比顶盛时期的 道门差多少了 银子叶这时候走过来 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平淡 轻声问道 前辈 夜想 有什么是我能帮助的吗 想占卜出虎妖王的大概位置 会出现在秦岭一带 还是童眼一族领域 夜想直接说道 虎妖王 银子叶有些诧异 难不成 还有一位妖王不成 明白了 银子叶轻轻点头 他抬起手 十二张塔罗牌 从手中漂浮起来 浮现身前 念起古老神秘的咒语后 其中一张塔罗牌 缓缓翻开 语者逆味 看到这个答案时 银子叶微微皱起眉头 但还是解释道 虎妖身上覆盖着神秘高层次力量 无法显示 而且 这张塔罗牌 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处境 是停滞不前 毫无头绪 是这样吗 夜想摸了摸下巴 他倒不觉得会是这样 抬手捏起道法 其门局再次展开 轻而易举 将银子叶和青云子 两人一同拉入内井中 当然这也是因为 两人下意识没有抵抗的举动 才会如此轻松 周天定局后 夜想抬起头 看着银子叶说道 银学姐 可以重新再占卜一次吗 在这里 应该不会被屏蔽占卜 银子叶看着周围 点点头 知道 是在夜想的精神内井世界中 抬起手 重新开始占卜 青云子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以前只有如是道三个传承 但随着职业觉醒 越来越多的奇怪传承出现 虽然天变 但曾经的天道 也算是给了人族一线生机 这一次 银子叶念动咒语 使用六芒占星阵 十六张塔罗牌悬空飘浮 散发着相同的白色光芒 片刻后 其中一张塔罗牌 缓缓翻开 赫然是一张非常罕见的恶魔逆卫 银子叶眼眸微动 一下子从这张塔罗牌上 看到许多信息 逆味的恶魔脖子上 火炬与五角星顶端都朝上 套在脖子上的锁链就会脱落 大方向 是在秦岭中 想到这里 他抬起头 看着叶祥与青云子轻声说道 他会回到青云中 化为恶魔 带来灾恶 不过尚存一丝机会 倘若解开锁链枷锁 恢复正常 叶祥大概明白了些什么 两人并没有说虎似的详细情况 他被童眼王座血灵控制身躯 但这锁链枷锁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青云子不有点点头 看来这占卜还是有点作用的 虽然不是很详细 能看到一个大方向发展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叶祥 那就一起进青龄闯一闯 青云子看着叶祥说道 这么长时间过去 他也想看看 叶祥如今的实力 到底进不到哪一步 行 叶祥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答应下来 青云子老前辈 可是一位九转道士 放在百年前 完全可以算是 一位高宫道长了 哪怕真遇见王座 也根本不用虚 待在他身边 要是都不安全 哪里还能安全 走吧 青云子直接腾空而起 并不是利用九转境界飞行 而是使用御风道法 身形潇洒飘逸 叶祥见状 也连忙御风跟上 从玄武阵妖关飞下去 但无论是高度还是速度 和青云子相比 都慢上许多 刚打算施展雷法附身 突然想起纯阳剑诀 二话不说 直接捏起剑诀 背后圣斜剑 散发纯阳剑光 瞬间出窍 环绕周身后 直接落在脚下 叶祥整个人的速度陡然提升数倍 一下子就追上了青云子 配合御风稳定身形后 竟完美实现了御剑飞行 青云子察觉到背后的动静 不由转头看过去 顿时看到一长发懒散少年 一边捏着剑诀 踩着鼓剑 飞快来到跟前 那熟悉的剑光 青云子一下子认了出来 眼眸不由微动 纯阳剑诀 好小子 纯阳御剑 青云子还是忍不住询问道 叶祥会的道法并不多 但掌握的全是顶级传承 这放在百年前 道门鼎盛时期的天师身上 也不可能学会这么多传承 金光骤 雷法 丹道 阵道 奇门遁甲 纯阳剑诀 紫金丹 俘虏 任何一道 都足够普通人钻研一声 嗯 是的前辈 叶祥说道 长发符额 眼眸明亮 所谓少年意气风发 正是如此 那让我看看 遇见能飞多快 青云子看着叶祥说道 行 叶祥深吸一口气 身上绽放出璀璨见光 这一刻 竟然做到宛如人剑合一 一道剑红呼啸而起 速度竟然比叶祥掌握的雷法附身 还要快上一倍有余 就是灵力消耗得非常恐怖 三转紫金丹 飞快旋转 吞噬王座血灵能量 却完全跟不上遇见消耗 青云子眉头一挑 随即也全力施展御风 身形都显出风环 飞行速度暴涨 就在这时 一头盘绕在树关上的十六级狐妖远远 就锁定了那道剑红 来到跟前时 立马高高跳起 这头小狐妖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毕竟亮闪闪的 很是好看 哪知道下一刻 剑红直接刮过他的头顶 带走一串毛发 狐妖呆愣愣地回想 刚才那一幕 他好像看见一个人类 踩着剑从他头上飞过去了 突然感觉脑袋有些凉嗖嗖的 狐妖下意识摸了摸 光秃秃的小脑袋 吐 吐了 小狐妖一脸委屈地坐在树关上 看着那道剑红飞远 下一刻 一席速跑老道长来到他身边 不由轻易一声 这小妖 竟然是依靠自己修炼提升的等级 并不是吞噬别的一手 这说明 这小狐妖本身是带有传承的 但凡有传承的妖兽 根源都极为优远 最少要追溯千年以上 青云子伸出手 摸了摸他那光秃秃的小脑袋 从怀里丢出一颗灵丹丢给他 便朝着剑红方向追去 小狐妖这类 严格说不算是妖兽 而是灵兽 天生便开了灵智 集天地精华缓慢修行 狐妖王曾经也这样修炼过 只是因为仇恨和生存 才不得不吞噬提升自身等级实力 小狐妖呆愣愣地看着手里的丹药 一张呆蒙小脸 满脸都是不敢相信 两只小手呆呆地捧着丹药 光是闻着丹香 都觉得很是舒服 还有一种吸引力 恨不得一口想要将这灵丹吃掉 但最终 他还是忍了下来 这样的东西肯定很珍贵 带回去给娘亲 想到这里 青虎转身爬回树下 很快就消失不见 叶想看到青云子没有跟上来 便停下来 转过身朝身后看去 片刻间 青云子就飞了过来 赞叹道 御剑之素 的确非比寻常 这纯阳剑诀 前辈可以学的 叶想说道 青云子还真有些犹豫 但随即摇摇头 贪多嚼不烂 光是通天路就足够了 而且 我有真武当魔剑诀 这纯阳剑诀 擅长御剑之法 也是独出一道 叶想明白过来 他毕竟是直接获得 纯阳陶木剑的传承 心法与剑诀 直接贯通学会 但对于前辈来说 就是从头开始学习 剑诀方面不是前辈的短板 道法才是 不过通天路与地煞 七十二道法 已经完全弥补了青云子 这方面的缺陷 九转等级 能斩杀王座的实力 哪怕放在百年道门前 也比一般高公道 长差不了多少 那前辈 真武当魔剑诀 能教我吗 叶想很是眼缠道 那剑诀威力 他可是亲眼看到过的 青云子好笑地看着叶想 前提是你要升级到五十级 我教你真武心境后 才能学会真武当魔剑诀 好吧 叶想明白了 五十级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还需要多久 不过第三层 第四遍人 新闻快全部烙印完成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升级了 现在他的内脏中 五行之气宛如明火周转 一呼一息间 都在强化身体根本 叶想能感觉到 自己现在的身体体魄 回重力是修炼的话 五倍重力 应该不会太吃力了 刚要说什么 青云子突然抬起头 道法自然的感知能力 一下子就察觉到 百公里外一处隐晦波动 眼睛微微眯起 速跑一抖 来了 话音一落 百公里外 一道黑光勃然暴涨 那黑光直达天际穿透而过 云层扩散 一瞬间 恐怖妖王气势席卷整个秦灵 兽木倾斜 草木皆浮 但凡感受到这股妖王威压 所有妖兽全部忍不住匍匐在地 眼中满是惊惧和崇敬 这种感觉 仿佛他们妖兽一族 也拥有了一位王座存在 这熟悉又陌生的妖王气势 青云子也感受到了 脸色一沉 脑海中不由回想起 先前在内景看到的这一幕 毫无疑问 虎四终究还是被童眼王座 给占据了身躯 好 一道磅礴唬哭声 响彻擎领 就连远在玄武镇腰关上的众人 都听得一清二楚 都不由脸色一变 这好可怕的唬声 青云子微微皱眉 转头看向叶祥说道 你回镇腰关 那头虎腰已经蜕变 没那么容易对付了 叶祥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这种层次的战斗 他过去只会拖后腿 根本忙不上忙 叶祥捏起剑绝 直接遇见离开 青云子也急速朝那道冲天黑光 情领深处而去 眼眸深邃平静 去的路上掐指一算 挂相却显示着凶 他转头看了一眼 叶祥离开的背影 人族这一劫 看来是注定的 不过道门天师传承已现 他也不用担心 道门传承彻底断了 两袖清风 直上青云 青云子身形陡然消失在原地 使用道法自然后 遇风飞行的速度再次倍增 是真正的借风而行 只是风有些大 无数倾斜的树木 青云子锁过之处 又被刮了过去 反了一个方向倾斜 而遇见刚没飞多远的叶祥 却又懒洋洋地飞了过来 要知道 可不仅是青云子会算卦 他也会一点 连续算了三次都是凶 前辈这一去 很显然极为凶险 道门 现在可就只有这一位前辈了 他可不想将来自己 真有资格成为一代天师 上面也没有个长辈罩着 百公里距离 说短不短 要是全用御剑飞行 那即便到了 灵力也肯定耗尽了 叶祥使用通天路 画出一张神形符落在身上 让遇风速度再次提升不少 秦岭深处 黑光逐渐收敛 虎四胸口上的眼睛缓缓睁开 满是怨恨与冰冷 他一步步走到一个 浑身性感魅惑的女人身前 单膝跪地道 见过黄女 那菲尔看着虎四的表现 不有点点头 还是很不错的嘛 现在的他 出乎意外的强大 远远超过了以前 说到底 童眼一族的核心 就是那颗诅咒眼睛 弥补身体的弱势后 自然比以前强大许多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转头看向远处天边 嘴角泛起好看的弧度说道 你的老熟人来了 这次不会 还打不过吧 当初的童眼王座 就是被青云子斩杀 听到这句话 虎四胸口的可怕眼眸 猛然睁开 血丝不满整个眼球 我会让他有命来 没命会 青云子的道法自然 自然很好 但他只是 单纯为了赶路 一身道义和行踪 并没有刻意隐藏 已经占据虎四身躯的 童眼王座 同样也侵蚀了神魂 两者融合一体 远远超过以往的自己 那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 奈菲尔与其魅惑地说道 这是他的天赋 并不是刻意为之 童眼王座缓缓撇开笑容 站起身 感受着身躯从未充斥的强大力量 自信道 不会让皇女失望的 话音一落 他双腿微微屈膝 轰动一声 山崩地裂 土石蹦飞 童眼王座 直接朝青云子的方向冲过去 身形迅猛无比 青云子主动显露出身形 抬起手 太极八卦浮现身前 光东一声 如镜子破碎 瞬间就被童眼王座一拳轰碎 他宁笑地伸出手 看着眼前老道长冷喝道 死 青云子神情不变 施展太极拳 云竞轻易缠绕这一拳 将童眼王座轻巧往后一拨 左手画掌 重重按在他的胸口瞳孔上 哪怕童眼王座被青云子斩杀过一次 依旧还是轻敌了 毕竟上次是围攻 而这次只有青云子一个人 诅咒眼瞳即将被安抱时 可怕的诅咒光环绽放出来 迅速覆盖青云子身上 肉眼可见的死亡气息 但凡沾上一丝都会非常难受 青云子虽然没有金光咒 但面对着诅咒 也是有的办法 眉心浮现真武心境 一枚真武神眼从眉心睁开 一道璀璨仙光从神眼迸射出来 直接将诅咒光环破灭消散 但这一招似乎十分消耗本源 青云子身上的气息便弱了不少 童眼王座嘴角泛起凝笑 老家伙 我的诅咒多的是 你能抵达几次 是吗 那你能承受几件 青云子无论是神情还是语气 都非常平淡 仿佛现在并不是在战斗 而是在和老友叙旧一样 话音一落 青云子全力施展通天路 数万张福禄凭空出现身前 配合真武心境与天地异象 数万张福禄化为一尊真武大地 先同威严 福禄翻飞天际 青云子抬起大魔天剑 毫不犹豫一剑落下 这一刻 天地为之寂静 群妖都胆颤地停下脚步 远远看着那尊俘虏化作的真武大地 心声颤抖 叶祥也不由震撼 每次看到青云子前辈的真武大地 都心神晃动 真就感觉是一尊真武大地下凡了 这一剑 一下斩灭石道诅咒光环 一层层溃散消散 童眼王座终于惊慌了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这荡魔一剑 根本不可能挡下来 纳菲尔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眉头紧皱 这一剑的童眼王座真是废物 动不动就跑 哪怕给了虎妖王的身躯 那野兽无畏的性子也被磨灭了 微微叹气 看来又失败了呢 纳菲尔开始低语念起咒语 无数紫色神秘的咒语纷飞 天上的太阳 嗡一声 扩散光芒 陡然一暗 这一刻 方圆百里 只要看一眼太阳的妖兽和人 全部中招 包括夜想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幻境领域 眨眼间 周围的环境就发生了改变 只是变得毫无气势与生意 一剑劈下 上百米长的沟壑被斩出 山体一斩两半 然而童眼王座却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仿佛有一个时间误差一样 他随后又出现在沟壑中 浑身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自己都猛了一下 但很快就意识到 是黄羽在帮助自己 青云子微微皱起眉头 难怪卦象显示是大凶 他一开始还不理解 一头附生的童眼王座 为什么会显示这样的卦象 原来还有一位皇族在这里 他抬起头 紫月下煽动四翼的妖娆身影 在半空中静静注视着他 老道士又见面了 纳菲尔看着青云子 开口打招呼道 青云子不想与他浪费口舌 抬起手再次捏起剑绝 真武大帝的俘虏是随时间消散的 他顶多再使用两剑 所有通天路就会消散 一剑再次落下 整个幻象领域爆发出可怕能量 有紫光迷乱空间 有诅咒溃烂一切 荡膜一剑不惧斩下 这一刻 方圆十几里的树木全部拔根断裂 树叶腐烂 剑气肆虐下 树木斩断 山峰轰塌 远在数十公里外的叶响 也被这能量余波给波及 强行御风都被吹得停下来 风都往后面吹 根本御不了 叶响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捏起纯阳剑绝 圣邪剑飞落脚下 剑气牵动身影 呼啸而起 心里越发有些着急起来 很是担心 全力遇见 剑红贯穿乱流风波 一层接着一层 这就说明 前辈已经跟童眼王座干起来 而且 这诡异的紫月幻想 叶响第一时间就肯定了 还有皇族出现 难怪挂像显示是凶 想到这里 叶响眉心散发到新意境 绝对的神性充斥眼眸 天地不仁到一家池下 纯阳遇见的速度 再次暴涨一倍 这一刻 哪怕是六十级的妖兽 也能一剑将其斩杀 几十公里的路程 愣是在一分钟左右抵达 看着这道熟悉剑红 青云子神情微变 这孩子 这一片大地 早已满目疮痍 所有树木山林都被摧毁 此时童眼王座浑身鲜血 身受重伤 因为皇女的帮助 他才没有被青云子一剑斩杀 但也很不好受 剑气入体 在疯狂破碎体内血肉 倘若不是虎妖王的强壮身躯 肯定坚持不住 换作以前的他 现在只能选择跑路了 妖力涌动下 很快就将剑气全部逼出体外 但还不等童眼王座松口气 一道纯阳剑红 笔直朝他贯穿下 速度之迅猛 他差点没反应过来 一道可怕的诅咒光环 从胸口瞳孔迸发飞去 面对童眼王座这一道诅咒光环 叶祥眼中没有任何畏惧 眼前这一幕 竟然与银血姐在内经里看到的场景一样 急速遇见下 还能画出一道俘虏 是令 迷迭乱影 话音一落 俘虏陡然分出五道 一模一样纯阳剑红 童眼王座剑撞连忙又顺发四道诅咒光环 诅咒刚靠近 四道分身破灭 其中一道爆发出璀璨金光 圣邪剑一剑穿透了诅咒光环 扑斥一声 直接贯穿童眼王座的驳梗 这一剑自然是纯阳御剑之法 分身出现的时候 叶祥早就朝青云子方向 御风飞过去 因为那道恐怖的诅咒光环 还在他后面锁定追着